五月神奈川的一个赏武 清风徐徐 各种虫鸣鸟叫 绿衣盎然 现在十分田径 可在小田园市的一处封闭山道的起点 却是人影绰绰 广播里不时传出嘈杂的声音 原来是一场MFG的预选赛就要进行了 此时时间是21世纪20年代 在梁界的地计划举行了20多年之后 世界的能源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化石能源开始淡出民用领域 导致新能源车和自动驾驶技术 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普及 而内燃机作为动力的汽车 则濒临灭绝 可就在内燃机拥怼绝望的时候 一向赛事与日本诞生了 该赛事以几乎停产的传统汽车为主角 公路为舞台 并通过网络直播订阅 获得爆棚人气和收益 它的名字就叫做MFG 此时广播里传出声音 让9号的日产GTR-R35行驶到起点位置 距离比赛还有10秒钟了 随着倒计时的时间 9号车车手向夜顺 却目光聚集在了前辈的举牌女郎身上 发现那好像是今年MF天使的新成员 看着对方前途后效的身材 和脚好的面容 今年24岁的向夜顺眼睛都迟了 这完全就是他喜欢的类型啊 他心里按下决定 只要能在今年的排行榜 拿到第五的好成绩 就要和那个妹子交往 如果明年夺取冠军 获得10亿万日元的奖金 就跟他妹子求婚 向夜顺突然感觉到饥渴难耐了 哪怕是为了钱和妹子 他也一定要努力跑呀 倒数终于结束 比赛正式开始 而向夜顺也驾驶着R35驰骋而去 边上无数人开始呼唤 一台无人机也迅速赶上 进行直播工作 广播里传来解说的声音 这台上年度排行第九的日产GTR 今年会取得怎样的成绩呢 真是让人期待呀 此时在地铁站中 一个男孩正在观看 MFG预选赛的实况直播 他身后一个人凑了过来 觉得预选赛有点无趣 但这说法遭到了 边上任一个男孩的反对 他觉得 预选赛 他是最精彩的 里面有很多几千万的高级跑车 会在一瞬间成为废铁了 很多股东老车一样如此 男孩对此也很赞同 当无人机录制下这些爆炸性的时刻 简直太有冲击感了 这时 无人机还在进行直播 向夜顺的头戴耳脉中传来声音 询问信号是否正常 向夜顺这时也有些紧张 连忙回答一切OK 他想知道目前情况 于是这声音告诉向夜顺 他目前处于第二名 不过从明天开始 就会有排行榜靠上的人参加比赛了 的一个更好的成绩 对于这一点 向夜顺心知肚明 所以表示自己已经在努力了 不过侧边仿佛有点转向过度 出弯的时候 抓地力也不稳 这样下去 也不知道行不行 结果那声音表示 赛道后半部分 原本就很考验技术 眼下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让向夜顺 就用自己的能力去搞定 向夜顺都急了 你这话说得轻巧 合着不是你来操作呀 不过埋怨归埋怨 向夜顺还是老老实实地开着车 通过一个又一个弯道 这时 向夜顺已经通过了 一个休息站的检查点 他要求后台提供数据 结果声音还是确认 向夜顺排第二 跟第一相差了2.1秒 不过从数据来看 已经比去年进步了 可以在赛道第三区域争取时间 目前车子的油温和油压 都没有任何异常 所以还是加大马力进攻吧 向夜顺进到这里 也卯足了技 他可不想再输给保时捷和法拉利 接下来的时间里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大合魂的GTR吧 向夜顺随机挂挡后 再次提高速度向前冲去 保存轮胎了 小田园的赛道全程40.8公里 途经国道一号线 卢之湖和旧收费高速公路 预选赛一跑一圈的时间 决定能够晋级的前15位车手 到了正赛 则也跑两圈决胜 不过出于公平期限 路面湿滑的时候 预选赛推迟 但如果是正赛的话 则风雨无阻 照常进行 换面一转 此刻三个路人 正在神奈川的腾泽市 观看比赛直播 他们都非常支持向夜顺 毕竟在排名前10的车子中 GTR是唯一的 日本国内生产的车子了 虽然GTR也不便宜 不过能参加MFG的 基本都是豪华超跑 这也没什么可指摘的 而就在这时 我们的男主角 19岁的片童夏相 拖着行李箱 走过几人身边 但路人丝毫没有注意到他 都是在替向夜顺加油 但遗憾的是 向夜顺直到最后 都是第二名 对此 这三名路人都感到很失望 他们闲看直播不过瘾 想去现场 无奈的是 小田园面向赛道的观众席 是禁止进入的 自从火山爆发以来 火山上的有毒气 就随着空气到处飘散 万一观众席被卷入 车辆事故的话 问题就很大了 一旁的片童经过时 正好听到几人的谈话 他在英国觉得MFG非常熟悉了 不过片童现在觉得有些麻烦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接下来的地点 毕竟 自己还看不太懂汉字呢 而向夜顺这边 也由于没能夺冠 也很气馁 他向自己的同伴 也就是之前在耳麦后的人抱怨 40公里的路程 他已经拼命在跑了 结果就差1.2秒 实在是太可恶了 同伴于是只好安慰 向夜顺已经刷新了去年的记录 能够成为前时已经很强了 可为了弄清楚自己到底差在哪 向夜顺要求同伴 将录像发到他的ID里 他回家后才要分析分析 而他随即转身离开 让同伴也有些好奇 接下来 不应该先去喝一杯吗 向夜顺自然是去找比赛 开始前心心念念的妹子了 那个 你好 我叫向夜顺 是去年的排行第九 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就一直想着你的事情 你的腿部线条实在是太完美了 即便是GTR也比不上啊 向夜顺一边说 一边摸着自己的后脑勺 还露出了猥琐的神态 仿佛已经摸上了妹子大腿似的 好在向夜顺瞬间醒悟过来 连连表示 自己不是想说这些 他最后闭上眼睛伸出手 表示自己是认真的 我们可以从朋友做起吗 拜托了 结果妹子立即公身回答十分抱歉 我对你完全没兴趣 向夜顺尴尬了 这拒绝的太快了吧 可妹子就是觉得向夜顺 实在是太失礼了 看一眼就说喜欢这种话 这不是见色起义是什么 向夜顺还想挽留 那我们就先做朋友吧 哪怕是简单的说个名字也行啊 向夜顺双手合十 露出个大鼻子 而见向夜顺如此执着 妹子只好表示 可以直呼他的编号 七 不过 他希望向夜顺不要再注意自己了 妹子旋即转身离开 结果这却让向夜顺对他更加沉迷了 这强硬的态度 简直正中自己的下怀啊 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小七好了 因此也发誓 无论如何 一定要知道他的真名 另一边 西元四恋正在给闺蜜若来打电话 告知今天家里会来一个英国人做客 一听有帅哥 若来两眼放光 千叮咛万嘱咐 如果是帅哥的话 一定要介绍他认识 恋顿是无语著了 就是因为若来总是以貌取人 所以才会一直喜欢无聊的男人 真正的男人是很温柔的 不可能只有外在 恋人为自己绝对不可能有所谓的一见钟情 他随其小脸一红 其实 他喜欢拥有独特灵魂的人 这样即使99个女孩都觉得他很平庸 他也会甘之如頤 恋总算回到了家中 父亲迫不及待的为他介绍片头下像 下像是婴人混血 是友人的儿子 结果上一秒还说绝不一见中间的恋 立马啪啪打脸了 当他见到片头下像的那一刻 眼睛都看呆了 于是在两人相互握手介绍之后 他连忙找借口回房写作业 想平护下自己遭到了百万伏特惦击的心情 自己明明说过不会以貌取人哪 这份悸动是怎么回事啊 第二天 若来向恋打听昨晚的英国客人 恋连忙糊弄 表示自己没看清楚 若来吐槽了 你什么鬼啊 昨天分明说好要给我看照片的呀 好在恋表示对方会在家里住一阵子 过几天若来可以去他家里看 此时若来有些好奇 一个英日混血 为什么会来日本呢 难道是旅游吗 关于这一点 恋也是一头雾水 这一边 下像按照恋附近的推荐来到了一个汽修场 即使旭芳看到下像的盛世美颜后 也不禁感慨太帅了 而且还是说日语呢 旭芳也是心里一松 他告诉下像 自己之前听西元寺先生说 还以为是个玩笑 你就是英国有名的赛车学校毕业的那个下像吗 你真的要参加MFG 旭芳随即又强调 我为你准备的车 可不是在MFG里留下过好成绩的热门车型 下像表示 这个自己知道 但就算为了体验一下MFG是什么感觉 也是十分快乐的 旭芳于是也终于知道了下像的意思 表示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一定竭尽所能 提供支持 巨方随后就打开了卷闸门 让下像看了自己为他准备的车子 下像感觉十分惊叹 这台车也太酷了吧 两人随后外出走了走 淡淡的海风吹来 让下像一时间觉得有些新奇 巨方正式告诉下像 自己已经替下像报名参赛了 下像参赛的号码 会在最后一天出来 两人随后就谈起了一些MFG的改装规则 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抓地力车重比均一化 越重的车 就要使用越宽的轮胎 巨方说 这条规则是一个叫做高桥梁界的人制定的 高桥梁界非常神秘 即便MFG已经如此火爆了 他的身份仍旧是个谜团 顿色下像也知道 高桥梁界就是那种天才啊 预选赛道的第三天 七号车的车手大鼓杨界 开着奔驰AMGGTS在赛道上行驶 只见他一闪而逝 甩入弯道 这是耳麦里传来声音 表示杨界经过检查点时 暂时已第一领先 这节奏挺好 让杨界别失去专注力 杨界这时信心满满 他知道 在MFG的比赛经验就是一切 随着赛道到了第三区域 盲点弯道就开始多了起来 一瞬间的失误 就会是致命的 杨界是第三年参加比赛了 他终于有了决胜负的自信心 车子一切调整妥当 今年肯定没问题 杨界决定 要拿下小田园的第一胜 杨界速度越来越快 没想到这时 边上无人机发出警告 原来是杨界很快就要追到前车了 无人机迅速飞到慢车前面发出黄灯 里面斯巴鲁的车手真的诧异了 落后自己一分钟的车手 就这样赶上来了吗 但没办法 他也只能按照无人机的提示 给杨界让路 这些无人机原本就不只是直播用的 看着AMG一流烟走远 斯巴鲁车手十分难为情 果然通过预选什么的只能是梦啊 此时神奈川的滕泽室内 偏同夏巷和西元四恋 在地铁站偶遇了 夏巷主动打招呼 称呼对方为恋小姐 西元四恋很难为情 让夏巷不要叫自己小姐 自己这么年轻 叫恋就可以了呢 与此同时 他也很好奇夏巷是去了哪里 原来夏巷为了让英国的驾照 能在日本使用 特地去了一趟东京办手续 还买了一部新手机 恋内心一下激动了 这有机会啊 他赶紧和夏巷交换了邮箱地址 毕竟以后如果有事 自己可以帮忙啊 夏巷一听觉得有道理 恋于是赶紧靠了过去 这恋爱脑无疑了 恋随后想到了和若来的约定 要求和夏巷一起合照 夏巷一时间有些懵 不过自然没有拒绝 恋则趁机询问夏巷 为啥要远离多年的家乡来日本呢 夏巷表示 来到日本有两个理由 因为要保密 只能说出其中一个 那就是为了找到自己 行踪不明的父亲 再回到MFG的赛场上 一辆奥迪R8在高速行驶中 这辆五号车的驾驶员 是27岁的版本熊大 这时无线电传来声音 称赞熊大现在的节奏很好 暂定第一 而这一切都在熊大的预料之内 他驾驶的可是五号车 这个时间点的第一 如果都拿不到 就太不像话了 熊大知道 在MFG里 车子就是一切 只要有大排量引擎 和四驱电子控制的全副武装 然后全部交给车子就好了 这就是熊大参赛四年来得出的结论 熊大对自己信心十足 冠军非他莫属 十亿元的奖金更是指日可待 另一边 恋正在看夏巷父母的合照 他不禁感叹夏巷的妈妈好漂亮 像女演员一样 据夏巷透露 这张照片是二十年前拍的 也是唯一一张有父亲的照片 不过关于这张照片 他唯一知道的信息就是 这张照片的地点在连仓 具体的位置就不清楚了 自来到日文以后 夏巷就决定 要去找到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 因为连仓距离这里很近 练决心要帮忙 这让夏巷很感动 不管熊原寺夫妇还是练小姐 大家都太热心了 他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感激 日本人都这么好吗 像叶顺这边也没有闲着 为了知道西元四恋的名字 他就直接打去了MFG本部 但客服人员表示 是否公开简历信息这件事 都是天使本人决定的 所以无可奉告 对于这个结果 像叶顺很不满意 立马发脾气了 我可是白眠地久的像叶顺 居然就这么敷衍吗 就要个名字和年龄啊 然而客服小姐姐也不是吃素的 立马挂掉了电话 像叶顺心塞啊 怎么总有阻碍别人恋爱的家伙呢 这边客服小姐姐刚挂的电话 上游10号就出现了 这家伙竟在MFG当了领导 也不知道企姐和拓海他们在哪呢 恋拿到了和下乡的合照 终于兑现承诺 拿给若来看 好家伙 若来见了帅哥 立马带着恋的手机 和同学们到处炫耀去了 恋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 毕竟片同下乡是真的帅 不过这里也是想吐槽 这片同下乡明明很一般吧 此刻恋的心情很复杂 一方面自称是不在乎长相 只在乎内在美的女人 可另一方面 她的确是被下乡的帅气迷惑了 苍天哪 自己该如何是好呢 预选赛第四天 二号车手赤鱼喊人 驾驶着法拉利448GTB 经过检查点 赤鱼感觉车子马力不足 在高速路段的节奏都没有加快 无线电回应道 或许是涡轮的压力上不来 车辆数据显示没有异常 先忍耐一下 死守住前十的位置就好 决赛之前一定会找到原因的 赤鱼说到后只能一声轰鸣 继续驾驶着法拉利飞驰了 地铁上 两个大叔在看比赛 一看到这红色的法拉利 就忍不住的夸赞真帅气 不过二号车目前的排位在第八 其中一个大叔觉得 或许法拉利真的是台 很难保持状态的车子 他小时候看F1比赛时 留下了其总是会坏掉的印象 所以虽然法拉利在MFG的 预选赛速度很快 但总觉得会在长距离比赛的 中盘失速 相比之下 保时捷就强多了 节奏降低的幅度很小 转场到MFG在小田园的事务所 不死心的项叶顺 在通过客服 打听西元四链的情况失败后 又跑到这里来打听他的消息了 可得到的回复依旧是不行 无奈之下 项叶顺只能退而求其次 想打进到西元四链的出行时间 结果这时 项叶顺看到了 正在登记信息的片通下相 项叶顺之前从来没见过片通下相 猜测他是新人 秉承着热情好客的心态 项叶顺主动上前打招呼 并自我介绍 他自吹自擂 自己是排名高居第九的项叶顺 没想到 下相马上激动的握手 表示项叶顺的GTR 在英国也很有人气呢 项叶顺有些懵了 才知道下相是从外国回来的 你这样的 也是来参加MFG比赛的吗 两人办好事情后 便一起走出了事务所 项叶顺表示 既然能够在茫茫人海中相遇 也代表有缘分 以后就由他照着下相了 不过听好了下相 日后要用前辈来称呼自己 在这个国家 这可是个优秀的传统呢 耿直的下相 于是立即称呼起来 让项叶顺的虚荣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还带着下相 去品尝美味的日本料理 回到MFG的预选赛 映入眼帘的12号车 是一台保时捷718 选手是来自德国的 米哈伊尔 贝肯鲍尔 这时耳脉里传来声音 区域三道了 使劲发起攻势吧 前面还有一台车 戳住他 然而车里的贝肯鲍尔 虽然加快了速度 却还是完全提不起积极性 他觉得 在场的车子全都太菜了 不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人 就是体力不支的老头 这样就算横扫了MFG 学校的朋友也不会称赞的 贝肯鲍尔都想要回德国去了 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这么嚣张吗 而另一边 正在吃饭的夏相和项叶顺 也说起了12号车 夏项叶顺感觉到 夏项对保时捷等车型 不是很了解 这因此还让他感到有些奇怪 夏项叶顺随后还告诉夏项 贝肯鲍尔是保时捷系统培训的超级精英 如果不是生不逢时的话 也许会去跑乐忙24小时 这家伙在去年参赛的时候 给MFG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虽然从中途才开始参赛 但排名也达到了12 因此还被称为斯图加特莱的刺客 然而贝肯鲍尔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瞧不起任何人 作为MFG的老选手 夏页叶顺唯独不想输给这个家伙 距离下降比赛还有两天 而此时的他还在和向叶顺在小吃摊 津津有味地观看着MFG直播 截止到目前为止 12号车暂定第一 盘管里其他人传出激动的哇哇声 向叶顺一脸正重 他不明白 为什么以保时捷的玛丽 能跑出这样的时间 这时牛肉饭好了 向叶顺只能先从比赛中缓过神来 让夏项尽管吃 今天他请客 过程中 向叶顺得知夏项只有19岁 因此还瞬间泪流满面 这也太年轻了 比他足足小了5岁啊 只是夏项看起来似乎不太聪明的样子 居然不会用筷子 向叶顺惊讶地看着夏项搞笑的吃饭姿势 只能让服务员给他拿了一只勺子过来 转眼到了第二天 夏项跑到修车所来找旭芳 询问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地方 但旭芳哪有什么东西需要夏项做呢 不过现在旭芳刚好想休息一会儿 所以就邀请夏项一起进来喝杯咖啡 期间旭芳又给夏项推荐了一个点心 夏项尝了一口果然又惊叹了 激动地直接标出英文 Unbelievable 像这么好吃的东西 在英国不管在哪里都是找不到 果然在日本不论吃什么都是惊人的美味 看着夏项的反应 旭芳一时间也是惊讶中带着得意 表示夏项说的没错 日本的点心的确都很美味 而旭芳最喜欢的就是甜食了 不过言归正传 旭芳随后告诉夏项 那台车子其实之前曾参加过一次MFG比赛 车子现在也调整得和当时一样 可以随时通过MFG的车检 也没有什么需要重新准备的 夏项很好奇 当时是谁参加的比赛 旭芳尴尬地指着着自己 这样夏项感到很惊讶 一个车手怎么变成技术员了呀 其实旭芳每次提到这件事 也会觉得十分不好意思 因为当时的她好歹也是一名车手 可结果却相当的狼狈 预选赛结束后30秒 也没能跑完赛道 总而言之 往事不堪回首啊 旭芳随即以自己的经验告诉夏项 小田园的赛道中 第三区域是最恐怖的 导致当她通过终点时 就已经精疲力尽 心里憔悴 旭芳也有些感慨 其实当时和她一起参加比赛的人中 也有人跑得挺好 但旭芳知道 对于自己而言 她确实更擅长改造汽车 而在喝完咖啡 吃完茶点之后 旭芳就带着夏项出门 在外面走了走 旭芳一想起 现在车子的发展情况 就十分心烦 对她而言 汽车应该就是 烧汽油自己开才对 电动车和自动驾驶什么的 简直是超恶心 旭芳转头又说起了 MFG比赛的事 因为目前正值预选赛期间 所以夏项是不能去测试赛道的 现在两人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比赛开始之前 把车子上那些三年前 就在用的旧轮胎 换成新的 但首先要确定 用哪个牌子的轮胎 刚开始的两年 只有普利斯通一家 给MFG提供专用的子五线胎 可从去年开始 横滨轮胎也提供了赞助 如果从速度方面来看 横滨的会更好 然而论抓地利的话 那肯定首选普利斯通 不过这两者的性能 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 就看车手的喜好进行选择了 对于夏项来说 哪一边都无所谓 所以就拜托旭芳选择一下 不过夏项也很好奇 一般这些轮胎能坚持多久呢 旭芳于是表示 一组轮胎基本都能坚持 一次预选赛和正赛 但是我们这次只是先跑预选赛 所以大概可以跑三次就换一套吧 结果旭芳话刚说完 夏项就打断了他 表示自己如果在一次比赛中 就消耗了全套轮胎 就还请见谅了 旭芳一时间有点懵 这是几个意思呢 预选赛第五日 小田园的赛道上轰鸣声不断 直播间中也是一片热闹非凡 因为终于轮到一号车 保时捷GT3登场了 车手37岁的石神风神 已经连续得得两届的冠军了 也是这一届的大热门呢 这时石神收到了无线电消息 现在车子的油温 油压和水温等一切正常 所以就像往常一样稳步前进吧 石神自然也早就感受到了 车子的情况 确实是一点也不费力气 车子又窜了出去 咖啡店中两个少年正在观看直播 当他们看到石神急驰的画面时 也由衷地感慨石神十分迅速 虽然不像全力进攻的样子 但却已经跑出这种时间了 稳定感超群 不愧是连续两年的冠军 两人都觉得 能逃脱天才贝肯鲍尔追击的 也只有石神大叔了 看来决赛是保时捷 对保时捷的冠军争夺战 想必一定会有好戏看 说不定石神大叔会被打败呢 石神自然不知道人们的议论 他继续驾驶着车子 在小田园的赛道上飞驰着 转眼到了第二天 夏祥和练果然一起来到了连仓市 打算一起寻找夏祥父亲的踪迹 由于练刚从学校回来 所以还穿着制服 这样练一时间还有些小兴奋 这样对夏祥应该更有吸引力吧 不过练随后就收点心思 开始帮忙找照片里的地点 那照片应该是在神社内拍的 可他和夏祥看了几处 发现都不对 练拨弄着头发 感觉有些头疼了 连仓这片神社佛格数不胜数 看来只能一个一个耐心地寻找了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至少可以将连仓八番宫排出在外 说着说着 练就在手机上做好记录 一旁夏祥看着练认真的神情 也不由感到一阵心动 两人随即走出八番宫 练认为那张照片越看越奇怪 明明是纪念照片 背景却小的过头了 既然在风景优美的地方 通常不应该将那景色拍下来吗 为什么一点标志性景物 都没有出现在背景上呢 其实夏祥也想到了这一点 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有一个小猜想 这会不会只是众多照片中的其中一张 背景什么的 只是毫不留意是拍的 可能仅仅随性按下了快门 夏祥心情一时间有些沉重 不过看着边上的凋梁画洞 走在这古色古香的台阶上 夏祥的心情又好了起来 一想到自己也到了 父母年轻时相遇的街道 见到了父母曾经共同生活过的地方 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 夏祥就觉得 自己即便是站在这里 就有一种如同梦境的感觉 其实自己小时候就很向往这里 练听到这里也呆住了 看着眼前的寺庙 他赶紧提议夏祥和他一起参拜 夏祥因此有些迷惘 于是练赶紧告诉他 只需要将准备好的硬币投在箱子里 然后双手合十 心中向神明倾诉愿望即可 在许愿过程中 练偷偷睁眼近距离观察夏祥 他越看越觉得顺眼 这太可爱了吧 在许愿过后 两人走出寺庙 夏祥询问练许了什么愿望 练故意卖关子 表示是秘密 要是自己对谁说了 也许就不能传达到神的耳朵里呢 不知不觉见 两人来到了一条热闹的街道 夏祥也是头摇个不停 他还从没见过这么热闹的街市呢 不过在夏祥惊奇的时候 路边的女孩们 也都被夏祥的盛世美颜吸引了 这搞得恋意外的有了强烈的独占欲 想让女孩们不要看 两人随后继续前行 这时恋提议先休息一会儿 毕竟走了这么久 口也渴了 他们进入了一家餐厅 一进餐厅处 楼道门口就摆放着一则广告 看不懂内容的夏祥 于是问恋上面是什么 于是才知道是招牌启事 因此在电源忙碌的功夫 夏祥也就告诉恋 其实他最近也在考虑开始打工的事情 毕竟生活费用是必要的 而且他也想租一间公寓 就算小一点也没有关系 这话让恋突然有了危机感 恋恋表示 一直住在他家不就行了吗 他父母也是这么想的呀 对于这一点 夏祥感到很高兴 但他还是不能允许自己 一直接受西元四家的好意 望着夏祥的表情 恋知道他是认真的 但他随即就告诉夏祥 如果妈妈听到这些话 一定会失落的 他一直想着能生一个男孩才好呢 恋随即又羞红着脸 接着妈妈的口气 将自己对夏祥的感觉说了出来 说夏祥样貌英俊 彬彬有礼 简直就是他理想中的孩子 自从夏祥来了之后 妈妈的眼睛就炯炯有神 皮肤也闪闪发亮 他肯定觉得 能生一个像夏祥这样的男孩子就好了 这里也没想到 恋会这么大胆 果然也是爱情的魔力呀 而面对西元四恋的一番夸赞 夏祥顿感羞涩 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好呢 感觉夏祥应该也不知道 西元四恋是喜欢上他了吧 转眼又到了预备赛第六日 在小田园的赛道上 三号车 蓝布基尼LP610-4闪亮登场 但25岁的车手 大师戴武似乎不在状态 对讲机那边于是询问戴武 是否遇到了什么事情 而戴武之所以如此 主要原因就是 他没办法能尽全力的踩油门 觉得散散碎碎的弯道 一个接着一个 实在是太可恶了 戴武随后收着油门 攻入一个弯道 他现在满肚子的牢骚 觉得强制抓地力车重 比军医化的规则太脑残了 能设计出这种规则 肯定是肆虐狂 自己好不容易客机 买了一辆这样的豪华超跑 应该更利落地踩下油门才对 但就是因为这该死的规定 他怎么都不得劲 然而即便再不爽 他也只能继续忍着牢骚 在赛道上努力奔驰 毕竟MFG参加预选赛的人超过300 其中只有15人能够晋级 他们在狂热的MFG粉丝间 被称之为神之十五 那么下相又是否能够 进入被选中的这15人呢 此时在西元寺家中 恋正从从忙忙地下楼 原来他打工就要迟到了 恋慌里慌张地收拾东西 并告诉妈妈 今天会晚点回来 得知今天是恋打工的日子 下相也觉得很凑巧 因为他今天也有事情要做 恋终于走出门外 他也有些不好意思 为什么自己不是迟到 就是在迟到的路上呢 画面一转 东京六本目 MFG捅扩本部长史浩 给山下打句电话 表示老大亲自点名 要在报名列表中 查询一个19岁的英国少年 所以只能拜托山下了 史浩随即念出了一串英文名 然而在山下并没有在 开幕战报名的302名选手中 找到下相的名字 一听这个结果 史浩也觉得奇怪 怎么会没有呢 而这里也有些好奇 史浩老大到底是谁啊 小田园室内的各处 号称MFG活字典的田中阳二 正在进行实况转播 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MFG收费订购人数 已经突破了3000万 这可是不得了的数字 在说完好消息后 接下来就是和往日一样 轻松直白的MFG比赛结束 现在终于迎来 最后一天的预选赛 排名靠前的人的位置变动 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到今天为止 还是保时捷展现出了 惊人的跃进之势 法拉利和兰博基尼 两大意大利品牌 被迫陷入苦战 至于国产者 希望之心的GTR向叶顺 出身的亡命徒 向叶顺拿着望远镜 在听到田中阳二的讲解后 有些尴尬 说谁是亡命徒呢 等一下一定要揍田中阳二一顿 田中阳二自然听不到 向叶顺的抱怨 他继续为大家讲解着 目前的情况 今天第一位出发的是 总本状态选手 车子是三菱的蓝Ivo 总本的最佳成绩 是去年最终战排名第96位 不知道他面对 今年的开幕战 是否会有新突破 现在倒计时还有10秒 此时画面一转 练取着即时版 出现在直播画面上 田中阳二表示 这是今年新加入的七号天使 美不美啊 拿着激光望远镜看练的 向叶顺听到这里不爽了 自己可是七号天使的 头号粉丝 这讲解 未免太过得意忘形了吧 向叶顺下定决心 一定要揍田中阳二一顿 不过此刻 还是先欣赏七号天使 来令人叹为观止的 完美曲线吧 伴随着时间倒计时结束 总本轰眉着出发了 而没过多久 总本便已经抵达了 坡度十分陡峭的区域 在这种路段 最重要的就是车子的玛丽 田中阳二在卖力的讲解着 但是就是有观众们并不在意 反而总盯着 刚刚的举牌七号天使看 简直太美了 旁边的同伴都看不下去了 让他多看看比赛 但在他看来 中门只是一个杂鱼选手 有什么看的必要呢 他反而告诉对方 其实在比赛期间 好像会有一台 专门跟拍天使的摄像机 还可以选择观看 各机位的画面 他觉得七号天使很可爱 就是有点不苟言笑 毕竟其他天使 被拍到的时候 要么微笑 要么摆pose来讨好观众 但他则完全无视 好像根本不会笑似的 项叶顺也同样沉浸在了 七元四恋的美貌中 现在他光是看着脸 就觉得自己胸口疼 这大美女 怎么就不能和自己交往呢 没想到项叶顺正投入的时候 续芳和夏相突然出现了 项叶前辈 你在做什么呢 项叶顺被吓得够呛 一回头发现 夏相居然跟好友续芳在一块 不过续芳好奇 项叶顺来这种地方做什么 明明第二天就已经参加过预选赛了 项叶顺一咳嗽 表示自己是担心夏相 才来这里给他加油的 续芳有些疑惑 听项叶顺的口吻 他似乎对夏相的事情很熟悉 但是夏相才来日本六天 续芳很想知道 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项叶顺表示 自己和夏相是在事务所遇到的 两人觉得投缘便聊了一会儿 还在一起吃了顿饭 续芳听后也感慨太巧了 果然世界很小呀 他随后就回过位奔跑起来 寒暄的话还是等会儿再说吧 现在距离出发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了 续芳让夏相赶紧上车 项叶顺也决定帮忙 询问夏相参赛的车子在哪里 续芳指了指旁边的86号车 一台GT86 项叶顺考虑到夏相是MFG新手 所以认为这个很适合夏相 而在夏相上车之后 项叶顺也开始传授经验 他叮嘱夏相 预选赛中最重要的事情 是无论如何也要安全跑完 绝对不能弄坏车子 小田园比赛赛道 一拳有40千米 是MFG开战以来最长的赛道 就算像项叶顺这样的老车手 也不能完全记住赛道的布局 但夏相语出惊人 表示赛道的布局 他已经完全记下来了 项叶顺被吓到了 难道下相看了几百遍吗 可下相却单纯地表示 他只看了差不多三遍 项叶顺认为下相是在开玩笑 但下相知道自己是认真的 不过他也知道 赛道不去反复跑的话 是记不住的 比起观看100次录像 一次实战更加有用 项叶顺表示 下相的GT86没有什么马力 在上坡时可以激进一点 用到马力的70%左右 不过在下坡 尤其是区域3 一定要保持在50%到60%左右 项叶顺让下相 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话 等到时候就明白了 一切准备完毕后 下相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驾驶着GT86 进入了车检台 这时 炼正好侧头看了过去 现在下相就要首次参加比赛了 他能否靠着这台GT86 一战成名 就像藤原拓海一样的 距离下相比赛还有最后10秒钟 身为七号天使的 西元四链吓了一跳 这时在开玩笑呢 怎么会是下相呢 此时好多看直播的 场外观众可乐坏了 没想到 不苟言笑的七号天使 刚刚居然露出 这么震惊的表情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他们很好奇 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虽说下相对链 出现在MFG的比赛 现场很意外 但当下之际 还是先完成比赛 下相迅速整理心态 他轰着油门 听着计时结束后 就开着GT86 立即窜了出去 一号无人机也赶紧跟上 田中阳二在直播中 继续给大家介绍情况 现在这位来自英国的选手 正油门全开 冲向陡脱的上坡道 他会让我们看到 怎样的跑法呢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呀 敬请关注啊 而另一边 电视机前的西元四夫妇 也在关注下相的比赛情况 西元四先生没想到 下相居然会用 他父亲的姓氏去报名 可在西元四太太看来 这说不定是一条讯息 因为说不定下相的父亲 也在观看MFG比赛 下相这么做 是想要呼唤 正在观看比赛的父亲 想告诉他 你的儿子片头下相 现在就在这里 这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西元四先生听到这里 也明白过来 他没想到下相会做到这一步 也认为下相没有必要 把自己的存在 传达给一个 抛弃家庭的男人 但在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西元四太太能感受到 下相的心情 不过具体也是 除了他自己之外 谁都不了解的 西元四太太想到这里 忽然泪眼迷离 他感觉下相真的太可怜了 那么小 父亲就不知所踪 前不仅又失去了最爱的母亲 还孤身一人离开外公外婆 来到异国他乡 西元四太太有些感动身受 觉得自己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不希望下相 参加这么危险的比赛 此时下相正在赛道上驰骋 续方通过无线电 和下相取得联系 让下相长时间保持注意力 这时 一旁相叶顺传出声音 他没想到 续方这么早就进入状态 开始与下相连线了 但在续方看来 既然干了 就要认真干 这也是对下相的尊重 对此相叶顺也只能佩服了 不过他也有些好奇 86这个号码 续方是怎么弄过来的呢 在MFG比赛中 40之后的号码 都是自由领取 所以一向都是先到先得的 相叶顺完全想不到 下相居然能获得这个号码 而这自然就是续方的功劳了 他当初在报名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没机会 结果却发现 竟没人选择86 或许这个号码 天生就是属于下相的吧 下相这边开着进体86 很快来到了区域1 因此感觉有些动力不足 他迅速踩下油门挂档 车子在轰面着 继续加快了速度 在相叶顺看来 区域1对GT86这种 配置的车型很艰苦 他有些好奇 下相利用那样的6MT变速箱 表现会怎样 一般速度快的家伙 用那样的变速箱 一次换挡大概也要0.4秒 对此续方其实也有些无奈 毕竟到了这个时代 拨片换挡和双离合 才是变速箱的主流 像保时捷的PDK换挡 速度甚至只需0.03秒 那是世界最强的变速箱 连GT2都不是他的对手 但续方和向叶顺随后就惊呆了 他们发现 下相居然跑到了第54位 这肯定是开玩笑 是系统发生了故障吧 向叶顺认为 以续方那辆破烂的86 是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情呢 然而续方虽然也不愿意承认 自己的86是破烂 但他也认为 下相的成绩是系统发生了故障导致的 此时下相刚好又攻入了一个弯道 他控制着方向 紧贴着路源时 一下子就从弯道里冲了出来 而就在这时 电脑上又显示 下相跑到53名了 续方仔细一看 发现并不是故障 MFG中心电脑给86 都打出了醒目的标识 向叶顺内心震惊不已 只觉得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看直播的观众也沸腾了 田中阳2也同样卖力地介绍情况 现在86被电脑系统打上了标记 这还是当电脑判断 车手的驾驶技术非常特别时 才会出现的事情 要知道 电脑的审核可是很严格的 在这么久的MFG比赛历史中 在处女阵的新人 就获得这个标识的 除了去年的贝肯鲍尔 就是今年这个19岁的片铜下相 这消息实在是太让人振奋了 所以 加紧冲刺吧少年 而就像听到许多人为他加油似的 下相这边速度似乎也变得更快了 向叶顺心情仍旧久久无法平息 他觉得很奇怪 排名前100 不对 是排名前200的车子 都要比下相的GT86更有马力 可为什么他们会被下相后来居上呢 旭方倒是没多想 觉得很简单 单纯就是下相过弯速度非常快而已 可向叶顺认为 肯定不是这么回事 要知道 因为抓地力和车重军一化的关系 就算过弯稍微快一点 也不会有这么大差异 更何况 在区域一这里 车子没有马力是万万不行的 下相还在山路上继续飞驰 眼看就要跑完区域一了 并且排名又上升了一位 到了52 这让看直播的观众们连连惊呼 旭方也赶紧告诉下相 接下来就会进入下坡路段 车子的重心将会移向前轴 最好改变下刹车平衡 下相想知道 是不是应该将变速箱调到三档 其实开了这么久 他总算是稍微习惯了这辆86 只想由于第一次开 他一直在用保守的节奏跑 此话一出 对讲机另一边的 向叶顺和旭方又是一身冷汗 向叶顺想知道 下相究竟是何方神圣 有什么特殊经历吗 旭方也很疑惑 除了知道他是从英国 著名赛车学校毕业的之外 其余的一概不知道 而刚见到他的时候 才单纯的以为 他是一个和善的小伙子 没想到开起车子来这么凶猛 赛道上 下相速度越来越快了 他迅速攻入弯道 又从里面切了出来 下相越来越熟悉 这辆车的配置了 他发现 这辆车的刹车踩下去 平衡性非常好 感觉自己当初拟禁的目标能实现 说完 下相又加大油门 向下一个弯道冲去 而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 他终于杀进了前50名 MFG总部这边人声鼎沸 看来将会有大新闻发生了 至于史浩 也终于发现了下相 在参加MFG预备赛 他难以置信 立马让同事 拨通高效梁介的电话 刚接通电话 史浩就询问梁介 有没有观看MFG比赛直播 梁介表示 自己等下要做一个 稍微复杂一点的手术 还没来得及看 他很好奇 史浩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史浩立即告诉梁介 拓海的徒弟下相出现了 原来以为他会用 李温顿这个姓氏来报名 没想到 他用的是片铜 这里也没想到 藤原拓海竟收了下相为图 那拓海现在在干嘛呢 在梁介看来 这是一个好消息 他让史浩多关注一下下相 史浩表示 这一点就不用操心了 下相已经被电脑 打上了醒目的标识 听了史浩的回答 梁介有些感慨 看样子 他所制定的规则 终于有了正确理解 和攻略的可能性 下相可能会引领MFG 到下个新时代的 说完这些 梁介就挂了电话 准备去做手术了 听着电话里传来的滴滴声 史浩感慨梁介 还是和以前一样 不过他对梁介 刚刚说的话 却有些满脸问好 怎么梁介 从没和自己 讲过这些东西呢 下相的比赛还在继续 田中阳二爷 已经将关注点 放在了下相身上 现在下相驾驶着GT86 正在以难以置信的节奏 不断提升自己的排名 目前已经是44名了 不过接下来 就会再度面临上波道 86还能继续 刷新自己的排名吗 田中阳二说完 无人机就给了好几个特写 展示了86的轮胎和排气管 他们正在全力工作着 这边正在观看比赛 直播的观众们 也很激动 感觉到了一种 莫名的兴奋感 只不过也有人很好奇 GT86的影像 为什么被固定 在主播频道上了呢 MFG官方 为什么要如此 关注这辆车呀 其他人只好解释 应该是86初次参赛 就达到了这个位置 让MFG也很激动了 但他也觉得 不论是多么优秀的车手 车子缺乏战斗力 总归是不行的 毕竟MFG是富人的游戏 下降这边 正在向国道一号线的 最高点冲锋 显得有些艰难 田中阳二在直播间 也有些遗憾 现在86的排名 开始不断下降了 果然 GT86和他的对手们相比 在排量上的差距 还是太大了 不过接下来 就会进入赛道的区域3 在这段区域 通过时间的快慢 将会是征服 小田园赛道的关键 下降这边通过 无线电联系续方 表示自己要用 稍微认真的节奏跑了 听到这里 向夜顺连忙将续方 耳朵上的对讲机 暴力扯了过来 他提示下降 从这开始 就是下山的区断3 难道你忘了 我给你的忠告了吗 如果是不熟悉赛道 缺乏经验的新人 在那里发力跑 是会死的呀 可下降让向夜顺不要担心 自己不会拿生命 开玩笑的 此刻自己脑海中 正浮现着记忆的影像呢 下降随即又向向 向夜顺和续方道歉 表示从现在开始 他要保持沉默 集中注意力了 下降旋即关掉耳麦 一脚油门 驾驶着86向山顶下冲去 田中阳二连连介绍情况 驱断3从顶点到终点 就像是一段 像陨石坠落一样的 激烈下坡道 海拔差864米 新人片同下降 果断地向这个赛道 发起了冲击 不知道等待他的 将会是光荣还是挫折呢 向夜顺这边十分不爽 决定等下降回来了 一定要狠狠揍他一顿 居然敢不遵从前辈的建议 也太无理了 需要受到惩罚 虽说向夜顺知道 下降拥有精湛的技术 但是在正规赛道上 培养住的车手 不会理解自然地势下 修筑的下幅道的恐怖之处 学校里教的东西 到外面并不是总是适用的 向夜顺希望 下降能够早日明白 这一个道理 然而向夜顺很快就被打脸了 下降稳稳地操作方向盘 这一刻 他好像是拓海附体了 一路风驰电掣 过了一个又一个弯道 完全看不到一丁点 犹豫磕半的意思 因此 他不仅安全地通过了检查点 就连排名 也都跟着上升到了45 向夜顺一脸正中 他知道 到了这个位置 那其实水平 已经可以与上位车手对抗 这个区间附近 集中了许许多多的车子 其时间的差距 几乎微乎其微 在电脑前观战的时候 对于下降的表现也很惊叹 厉害呀 不愧是拓海叫到出来的弟子 下降这时还在继续冲破 排名一下子到了42 但他并不满足 只是一路甩过弯道 向下一个弯道冲锋 向夜顺看到这情况 总感觉现在的86 看起来就像是一辆卡丁车 何时打滑掉头都不奇怪 向夜顺一瞬间惊出冷汗 希望下降赶紧停止这极限的操作 难道要将这样极限的舞蹈 跳到最后吗 你是认真的吗 下降 向夜顺久久看着直播情形 终于相信下降是认真的 他告诉一旁的续方 下降是以通过预选的目标在跑 续方街的眼睛都快瞪爆了 他没想到 下降的目标居然是进入MFG的神石舞 这不行的吧 百分百不可能的呀 那只是一台平平无奇的GT86呀 可已经冷静下来的向夜顺却感觉到 虽说这种可能性很小 却并不为零 他让续方不要再向下降传达刹车设定什么的 像下降这样维持高度求胜 反而更能保证他安全试毁 向夜顺觉得 自己作为一名车手 能理解下降现在的心理 在观看了下降的操作这么久之后 他已经相信了下降的实力 并建议执行激进作战 续方于是十分心惊 觉得不能煽动下降执行这么冒实的策略 下降是一个很好的家伙 如果出事了 不就糟了吗 向夜顺要续方不要担心 让他相信下降 毕竟下降不是在他想象范围内的车手 向夜顺是因为自己排在第五名 才隐约知道的 他觉得 下降根本和他们站在了不同的位置 向夜顺随即催促续方 赶紧向下降通报 下降现在是以车手的身份在跑 而车手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取得胜利 于是在向夜顺的催促下 续方终于单方面的给下降传达了情报 进入神事5 还剩下26辆车 下降很感谢续方的情报 表示这正是现在自己唯一需要的 下降旋机继续向着山下猛冲 或许是被下降的技术吸引了 田中杨二兴奋的讲解着 GT86之所以突入区段3号 位置还能不断提升 就是因为下降拥有惊人的技术 但这真的是第一次参赛的新人吗 下降仿佛具有深不见底的潜力 或许截止到目前为止 他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呢 不过下降这种激进的跑法 已经散发出非常危险的气息 小田园赛道的死神 也许正在破镜中了呀 看着下降驾驶着GT86 一点点追赶着排行榜 正在进行实况讲解的田中杨二的情绪 比往常更加高涨 他好久没有遇到过 像下降这么有惊喜的选手了 空气中都弥漫着躁动的气息 而练这边 也一直在默默观看下降的比赛 目前下降正奔跑在香根小田园的山区赛道上 对此练又气又惊喜 他从来没听下降说过 要来参加MFG的比赛 真是笨蛋呀 为什么不说呢 练看着赛道的方向 觉得神奈川的香根山区 是许多凶猛野兽出没场所 就不是下降这种温顺的草食系动物 该来的地方呀 练越想越觉得下降是骗子 难道他千里迢迢从英国赶来日本 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他的父亲吗 练一想到这里 就在羞愤中有些恼怒了 这里也只能说练还是太年轻 男人开车和平常生活 可能就是两种性格呀 而让练不知道的是 他刚刚所有的表情变化 都被跟拍的无人机记录了下来 这可让他场外的粉丝们大饱眼福了 这是发生了什么呀 不过不论他做什么都好可爱呀 后面再次回到赛道上 下降已经追上了270号车子 270号也同步收到了 无人机发送的黄灯信号 示意他让路 270号车手只能感叹 这个世界果然是参差的 他随机就赶紧贴边让开道路 结果才发现 自己是被GT86抄了 这让他十分震惊 这是骗人的吧 86竟然晚了自己 一分钟还能追上来 这怎么可能呢 田中央二没有理会 270车手的心情 他将画面切到了 前方的比赛路况上 没想到 整段路都被雾霾笼罩着 田中央二在直播中告诉观众们 从许多年前 富士山北侧火山大爆发一来 曾经被称之为 日本最大的温泉游弯地的乡根 也逐渐走向了末路 由于地下水脉的变动 导致温泉源几乎处于枯竭的状态 火山有毒气体 也随着气流在这里聚集成了雾霾 让这温泉街变得人际罕至 几乎一年到头也不会放晴 也正是如此 逐渐有人称呼此地为幽灵阵 称这里隐藏着不愿离去的死神 但就是在这段事业 极其恶化的区间中 许多MFG的选手 也会不要命地冲刺 他们放在油门上的右脚 从未有过一分一秒的懈怠 令人紧张的时刻到了 八六已经突入了迷雾之中 而他接着跑下去 所能借助的东西 只有车头灯所发出的亮光 此时续芳也意识到情况不妙 今天的雾好像比以往更加浓稠了 相爷顺也有些担忧 他告诉续芳 这附近的雾在一年中 不管什么季节都不会散去 虽说曾经大家怀疑 是因为磁场乱流导致的 但真正的原因仍旧不明 而这段区间 一直是小田园赛道中 事故发生最多的地方 就算是像自己这种老手 在这里也会留一些安全的余地 下象已经冲击着雾霾中了 可他完全没有一点降速的意思 还是猛烈地冲击着 看到八六这毫不顾忌的样子 相爷顺若有所思 看来下象说 自己将赛道已经完全记住 并不是大话 也并不是虚张声势 因为据他观察 下象似乎是真的了解 这些地方的情况 知道下一个弯道是左弯还是右弯 也了解到下个弯道 还有多长距离 下象在路线的选择上 完全没有迷茫 相爷顺真的很疑惑 毕竟如果下象 仅仅只是将平面地图 都起不到 因为正规赛道和公路是不同的 并且两者的路面 也存在很大的等级差距 如果没有事前预测到路线状况 稳住车子的动态 那就很可能会玩犊子的 就好比正在全力刹车时 突然制动力和加速度消失一样 相爷顺对下象越来越好奇了 他不明白 下象为什么能够做到 这种程度的事情 难道真如下象所说的那样 他的脑海中播放着影像 但相爷顺仔细一想 又对下象口中的影像 有了怀疑 下象口中的影像 该不会是官网上的示范跑法影像吧 然而怎么可能呢 小田园赛道一圈有40千米 弯道数量大下有300多个 这么多东西 人类怎么可能记得住 下象不知道相爷顺等人的惊骇 他还在雾霾里飞速行进着 在影像的排气声中 他转眼冲出雾霾 又转眼冲了出去 相爷顺已经被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此时续芳也在观察 下象的一举一动 发现下象已经好几次 从看不见的弯道处冲出来 又以惊人的速度 消失于迷雾之中 续芳感觉这画面实在是太恐怖了 他快要不敢直视了 因为越看越紧张 从刚才开始 他都觉得自己要反胃了 不行 他真的快要吐出来吗 相爷顺及时清醒过来 一巴掌拍在续芳脑袋上 叮嘱续芳振作一点 还有事情要做呢 在相爷顺的催促下 续芳再次通过无线电 给下象发去了情报 目前还有16台 下象收到消息 没有回话 他现在是彻底的全神贯注中 想控制着86 继续追赶一个个对手 终于他总算是到了30名了 田中阳二在直播时也兴奋不已 连连表示 86已经上升到了积分获得区 片通下象19岁 可面对凶猛袭来的死亡地段的恐怖 完全没有害怕的样子 这简直是一次元的表演呀 不过田中阳二也告诉观众 只有排位15以上的选手 才可以晋级正赛 必在正赛结束后 根据自己的顺位得到对应的积分 而一年中累计积分最高者 将得到冠军 奖金是10亿人员 同样收到消息的续芳 也是震惊的五与伦比 他从来没有想过下象真的会获得积分 要知道 排名进入积分区 是所有MFG参加者梦寐以求的事情 这一点香叶顺自然知道的更清楚 就算是拿到0.1积分 都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 轮胎全部免费领取 就算不去申请 大会也会优先为其准备无线电助手 不过香叶顺感觉 更让人激动的是 可以在车身贴上相有金边的车牌号 光是看着就很帅气了 然而续芳这时却吻下心神 觉得下象能够做到这样已经足够了 至于成为神师舞 他完全不敢奢望 续芳希望下象不要做那种勉强自己的事情 就算车子完全报废也没有关系 只要下象安然无恙地回来就好 但续芳此刻闭着眼睛 忽然觉得有些害怕 可能是认为下象不会听自己的吧 赛道上 下象看到了前面一大片的白雾 他赶紧踩下刹车 最后又同时踩下油门操控方向盘 控制着车子高速冲入雾霾 飘移着甩进右侧 田中仰儿惊叹了 他对着观众大声惊呼 刚刚86是在下坡时 全力制动转入了直角右弯 是在雾霾中 干净利落地通过了 这个宫之下的交叉路口 从跟着86的无人机上传来的画面来看 刚才86应该完全看不到前方 这影像光是让人看着就提心吊胆的可怕 要知道 片同下象19岁 已经在死亡区段 接连超越了八台车子了 田中仰儿感觉自己 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形容了 凭他那贫乏的词汇量 不足以表述出GT86的表演 下象在雾霾中 在这狭小的街道上奔驰 只留下一片的轰鸣声 下象的牌位接连上升 已经超越了26和25 田中仰儿只能感慨了 他和大会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看来这次MFG的比赛 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下象的存在 毫无疑问 将会成为这个赛季最大的话题 此刻的下象已经驾驶着86冲出了死亡区段3 大平台的发卡弯 清晰地出现在86的前方 比赛全程 田中仰儿几乎一直在讲解86 这让史豪有点担忧 感觉其他选手肯定会表现出不悦的 说不定要求撤掉86实况的观众投诉一定会爆满 不过在看了下象的操作以后 有一瞬间 史豪觉得和自己记忆中的画面完全重合了 下象的动作简直就像是拓海驾驶的AE86 而且下象现在过弯使用的 也是拓海的超高速四轮飘移啊 下象眨眼之间又超越了24 续放于是再次给下象传递信息 目前出入正散 还剩下最后9台车 下象收到消息 再次挂档冲锋 他知道自己的征途还没有结束 田中妍儿的讲解还在继续 表示GT86突入区段3以来 做到了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所以到目前为止 说什么不期待GT86的表现是不可能的了 田中妍儿确信 全世界3000万的MFG观众 都有和他一样的想法 那已经可以用带有实际意义的话语说出 那就是天同下象 我们想在正赛之中继续看到你的精彩表演 86还在继续冲锋 引擎还在继续咆哮 无人机也在变换着各种姿势 继续忠实地记录着比赛的情况 田中妍儿再次给观众们透露了一个额外消息 如果86一直用这种节奏跑下去 说不定能以微乎其微的优势 打破区段3的区段记录 而现在的记录保持者 正是被称之为来自斯图加特刺客的贝肯鲍尔 田中妍儿兴奋地发问 这次20岁的贝肯鲍尔所跑出的时间 是否会被19岁的片头下象刷新呢 实在是太有兴趣知道了呀 转场到了另一边 贝肯鲍尔和姐姐在观看比赛直播 姐姐很好奇 贝肯鲍尔对于此事有什么看法 应该总会有点担忧吧 但是在贝肯鲍尔看来 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这辆86号车缺乏战斗力 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看起来也只是用尽轮胎抓地力的冲刺而已 可赛道在这之后将会变得平坦起来 到终点前会有很长的直线区断 在那里 GT86就会因为马力不足 发生失速的状况 另外贝肯鲍尔也告诉姐姐 其实他一开始创下的记录 并不是什么难以逾越的成绩 是他留下很大安全余地的情况下跑出来的 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 贝肯鲍尔表示 对于他们这些最顶级的赛车手来说 脑海之中会存在着一台变速箱 比如自己的脑海中 就有台5MT的变速箱 不过遗憾的是 自从参加MFG比赛以来 他一次都没有使用过第5档的 通常情况下 只需要用到第4档 就可以跑出最快的时间 所以在贝肯鲍尔心中 他还是觉得 MFG这种程度的赛事 实在是太无聊了 没有能够让他提得起兴趣的人 因此 他打算等自己得到今年MFG的冠军后 就要从这栋公寓中搬走 回德国 贝肯鲍尔姐姐听到这话 也是有点惊讶 认为弟弟太不成熟了 来日本还没有一年的时间 居然就想着回家 都已经是20岁的人了 是喜欢妈妈做的料理 简直就是一个会撒娇的小鬼 贝肯鲍尔可不认同姐姐的想法 表示根本不是这样的 只是如果要给脑回路短的姐姐解释 简直是白费功夫 贝肯鲍尔姐姐也很无奈 你个傻弟弟 留在日本赚快钱难道不好吗 完全就是一个从小时候开始 就患有中二病的麻烦弟弟 不过既然贝肯鲍尔执意如此 他也没有什么好干涉的 但是他要把丑话说在前头 那就是 他已经决定要留在这里了 东京这里的氛围很热闹 不像德国过于冷清了 而在贝肯鲍尔姐弟聊天之际 下向排位已经上升到了18号 他更加集中注意力 再次使出高速的四轮飘移 田中阳二继续惊叹中 表示86现在仍旧像走钢四一样 凶险地全力持续着进攻 目前86依然保持着 可以刷新驱断记录的节奏 即展现了干脆利落的驾驶技术 和火热的争斗心 天同下向19岁 果然是从英国而来的 极度危险的男人 而目睹了下向猛烈的进攻节奏 续芳这边已经开始怀疑 下向是不是有双重人格了 下向平时多么温和老实 一副连虫子都不忍心杀死的表情 但是现在的下向是怎么回事 这种斗争心全开的灵力感觉 根本不应该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吧 可向叶顺知道 如果按照续芳这么说的话 那MFG的选手之间 到处都是这样的人 在握紧方向盘出发时的瞬间 开关就会被转换了 其实在向叶顺看来 下向可能还没有进入续芳 所想象的斗争心全开的模式 因此就算现在 这种不可思议的程度 也可能是下向 在留有余地的状态下 跑出的成绩 向叶顺认为 即便下向现在看起来 没有操控上的失误和破绽 像是车子 一直被他完全掌控下一样 但是在此之上 下向还可能隐藏着 一个最极限的状态 毕竟世界上的确存在着 这种类型的车手 向叶顺觉得 自己已经不会再感到吃惊了 在两人谈话之间 下向还在继续冲刺 只见他刚贴着边甩出弯道 就又开始为下一个弯道做准备 一个个的高速四轮飘移 一次次的甩尾 引得观众们都惊呼连连 不过下向仍旧十分冷静 终于 他的排位到了第16了 续芳激动大叫起来 做到了 下向真的做到了 续芳已经不知道 从现在开始 应该给下向传达些什么了 他拿起话筒这样说 却被向叶顺拦住了 向叶顺认为 到这种程度已经够了 续芳什么都不用说 接下来的时间里 只要保持沉默就可以 因为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不过向叶顺认为 还不能高兴得太早 光是到这里 还是远远不够的 毕竟结束下坡之后 GT86的约200匹的马力烈士 就会表现出来 终点之间还有一段 超长的直线 在等着下向呢 在那里 那些现在被86超越的车子 肯定更快 所以下向还需要努力 要拉开更多的差距 而田中阳儿的讲解也在继续 他感慨着 因为火山爆发导致的悲剧 在86旁边的 香根登山地铁线依旧处理 这里大批游客 曾经磨肩擦肿 然而就像香根温泉的 幽灵小镇一样 这里最终只成了一个 悲惨时代的烙印 田中阳儿告诉观众 现在86正要通过温泉站 前方已经出现了长直线 这是比富士赛道 1.5千米更长的直线区段 全长为1.9千米 所有车子 都能够在这里火力全开 听着讲解的香烟顺和续芳 也很紧张 现在下向已经排在第14了 但他们还是不确定 下向是否可以守住 晋级正赛的资格 毕竟GT86与其他参加比赛的车子 相比太过老旧 马力也太小了点 下向已经到了直线段了 他挂上高档 马力全开 因此就连最高时速 180的高速无人机 也被甩在了后面 田中阳儿只能让导播 切换固定机位 并向观众们道歉 从现在开始 无人机拍摄的追踪画面 就无法再收到了 目前GT862.0升 自然吸气的引擎 正在竭尽全力的冲刺 可厚重的大气 也在阻挠86的前进 田中阳儿感慨 86车速提升得真的很慢 感觉虽然看不见 但被86超过的那些车 肯定正在破禁中 果然田中阳儿话音刚落 下向果然排位又降回了15 徐方紧张不已 这太糟糕了 下向还没挂上最高的6档呀 香叶顺也替下向捏了一把汗 加油下向 一定要坚持住啊86 此刻徐方心情真的十分糟糕 他之前从没想过 会发生这种事情 下向拼尽全力驾驶 争取来的时间 却因为自己的车子没有马力 而渐渐被别人夺走 徐方最受不了的 就是这种原因落败呀 他真的对下向十分抱歉 下向这边还在直线冲刺着 但田中阳儿已经感觉到 GT86正在被230的 急速速度阻挡 他正在挣扎着向急速前进 据田中阳儿讲解 神兽5的选手们 在通过这里的时候 被统计到的时速 几乎都超过了300 不过在直线的末端 有一个急转直角弯 86必须大胆突入其中 决胜之地就是那里了 而好像听到了 田中阳儿的声音似的 下向也在这时同步行动 他冷静地踩下油门和刹车 于是GT86就好像AE86附体一样 在MFG总部一片的欢呼声中 紧贴着路源时冲了出来 田中阳儿感觉十分惊讶 86真的在车身平衡崩坏前 从直角弯冲了出来 但接下来还是继续地极限冲刺 只要通过这个低速S型弯道 终点线马上就在眼前了 观看直播的向彦顺紧张得都流汗了 虽然下向的名次还保持在15 但位居16位的车子追上来 只需要0.3秒的时间 如果下向被这家伙超越的话 就进不了正赛了 向彦顺在心里呐喊起来 下向快尽全力逃跑吧 这是真正微乎其微的差距 向彦顺也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 他有些慌 觉得如果排16的是一台 有马力的车子的话 那情况就更加糟糕了 但在这段排名之中 会有没马力的车吗 终点线就在眼前 下向的比赛也即将结束 就连田中阳儿也激动了 所有观众的心都提到了嗓子哑 86的排名究竟会怎样呢 然而可惜的是 当86抵达终点 排名最终定格在了16 这样各处所有的观众都直呼可惜 西元四先生也靠着沙发 紧张地揉着眼睛 感慨情绪过度 对心脏真的不好 另一边 续芳还在自责 认为是自己的破车给下向拖了后腿 向彦顺安慰他 不要这么消沉下去 这不是他的错 咱们还是一起去安慰下向吧 下向应该正在检查点 续芳醒悟过来后 和向彦顺一起赶了过去 一见到下向 续芳就连忙道歉 下向有点懵 他不知道续芳为什么要这么说 而且在他看来 续芳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技师 车子直到最后 都没有表现出违背他期待的事情 所以他打心底里感激续芳 也由衷地认为 GT86是一台好车 续芳感动的哇哇大哭 要和下向来一个热力的拥抱 没想到下向直接拒绝了 难道 这是只接受妹子抱吗 续芳有点心灾 这时向彦顺也开口了 他主动表示 今晚由他来请客 大家伙一起去高兴一下 下向很兴奋 这是不是意味着 就能吃到美味的牛肉饭了呢 向彦顺无语了 不要总想着牛肉饭呢 我可是MFG排名第九的有钱人 今天晚上就见识一下 日本的饮食文化底蕴吧 向彦顺随即和两人约定 下午六点在小田园车站集合 这让续芳有一次疑惑 现在出发不是更好吗 但向彦顺傲娇地表示 像他这种等级的男人 还有各种各样的特别的事情 要去做呢 说实实 那时快 向彦顺还没来得及走 特别的事情就发生了 他梦寐以求的七号天使 居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向彦顺惊得差点一个猎起 他泪流满面 心想七号天使 肯定是为了见本宝宝 才特地来到这里的 于是紧接着 向彦顺就做出了拥抱的动作 还做起了嘴 结果恋目光灼灼 看都没看他 静止从他身旁走了过去 向彦顺直接一个爆空 这时恋已经走到了下向面前 而下向还没反应过来 就啪的一声 挨了他一巴掌 恋大骂下向就是一个笨蛋 一旁的向彦顺和旭方 经得语无伦次 下向也十分懵逼 但恋没有任何解释 打完人之后就跑了 只剩下下向 向彦顺和旭方 呆呆立的原地 他们询问下向究竟是 怎么一回事 刚刚发生了什么 而向彦顺最好奇的是 下向和七号天使认识吗 他为什么打你呢 其实下向本人也不明白 这是什么情况 向彦顺认为 这也太奇怪了 为什么七号天使 会平白无故地 打了下向一个耳光 关于这一点 下向也很想知道 其中的原因 他表示自己来到日本 还不到六天的时间 还从来没有 和不认识的人说过话 也不认识什么 MFG的什么天使 不知道那妹子 为什么要打自己 这里也是诧异了 难道下向眼睛是瞎了吗 西元次恋 只是换了一身装板 就认不出来了吗 向彦顺听到下向的话 脑露清晰 询问下向 是不是做了什么 奇怪的事情 就好比在出发前 摸了七号天使屁股之类的 续方听了这话 毫不犹豫地吐槽了 那是你自己的愿望吗 而下向情绪更是激动 狂飙英语 表示自己可不是这样的人 当日傍晚 恋回到家中 西元次太太表示 晚饭很快就做好了 让恋换好衣服之后 就赶紧下来 恋在家找了大半圈 都没看到下向的身影 便询问妈妈下向去哪了 妈妈于是告诉恋 下向和朋友出去吃晚饭 会晚点回来 而此刻 下向正和两个小伙伴 聚集在小田园市的一处饭店里 饭桌上 向夜顺弹露了自己的新手 表示自己打心底里 很喜欢七号天使 连将来结婚的场面都幻想好了 下向听到这里 也值得佩服 向夜前辈很浪漫呀 没想到这时 向夜顺问下向 会不会支持自己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他连忙表示 要跟下向之间 来一个男人之间的约定 在自己和七号天使 有结果之前 无论怎样 下向都不能喜欢上七号天使 更不能和他交往 下向这边立即表示没有问题 他还告诉向夜顺 自己对这种第一次见面 就动手打人的女生 很不感冒 也不知道该怎么 和这种女生交往 向夜顺连忙却下向宽心 毕竟是我未来的老婆 所以就别这么生气了 气坏了身体不知道 向夜顺随后就告诉下向 女孩子就是要用点 奇怪的方式交往 才会觉得开心 他一脸花痴 都有些期待 每天都被七号天使 敲打的生活了 这里也不得不说呀 向夜顺的想法 实在是很变态 巨方和下向都听不下去了 巨方其实到现在 还是觉得事情不太对劲 因为七号天使 在边打下向的同时 还边骂他是笨蛋 那样的话不管怎么想 都是情侣之间 打情骂俏的方式 虽说向夜顺 也早就领悟到了这一点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 单纯的下向会说谎 东京六本目的 MFG总部 十号收到消息 在MFG比赛中 有人违法了规则 赛场上出现了 被取消资格的参赛者 刚开始 工作人员也没有发现 直到在排位结束之后 进行车检的时候才发现 违规者使用了 指定之外的轮胎 十号听到了这个报告 也感到很棘手 软胎纹路的新型设备 不过如此一来 排名第16的86名次 就可以上升以为了 十号因此让工作人员 赶紧正式发表这个决定 他也在内心期盼着 下向抓住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在正下上好好努力 十号也不由得感慨 下向的幸运 难道这份幸运 也是从他师父拓喊 那儿遗传过来的吗 画面再次回到小田园室内 下向还在想方 设法的征服筷子 但他努力了大半天 还是和以前一样不会用 在挣扎了好久之后 他才终于吃到了美味的食物 下向不禁感慨 面前的食材经过炭火烧 怎么就这么好吃呢 他最好奇的就是 白色的这部分是什么 香甜又多汁 是他目前为止 吃过的食物中 不曾有过的口感 相爷顺和续芳 见词都露出了诡异的表情 随即回答是牛的肠子 下向听到这 渗得一身冷汗 直觉不可思议 既然继续吃着东西 可没多久 相爷顺的手机响了 是MFG发来的消息 相爷顺看完内容 惊讶不已 让续芳也赶紧去看手机 续芳高兴坏了 原以为因为自己 还在下向进不了决赛 没想到 天不转水转呢 因为一个神事物的选手 违反规定 下向现在不仅能够 参加之后的正赛环节 还可以获得奖金 第15名的奖金 为200万日元 这一下变成一个有钱人了呀 转场到西元4家中 恋正在炮扫 他其实也很懊恼 不知道今天下午自己 为什么要对下向 做出这种事情 到底是因为对下向 担心过头了 还是因为他没和自己 说要参加MFG的事情 莲想着就觉得 不管是哪样 自己好像都不对 因为自己也从来 没和下向说过 在MFG当天使的事 他感觉做天使 那种cosplay 实在是太过羞耻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莲都知道 自己现在的心情 非常混乱 他有些害怕下向 因此变得有名 害怕下向会达到 自己无法触及到的地位 因此又毫无办法 地陷入恐慌之中 然而莲也很明白 下向从始至终 都不是谁的所有物 所以他今天 确实太差劲了 自己肯定会被下向 讨厌的呀 莲越想越慌张 觉得自己遇到了 人生最大的危机 不知道如何是好 第二天天亮 续芳懵懵懂懂的醒来 他昨晚太过兴奋 导致几乎没怎么睡觉 倒是没心没肺的下向 依然足足睡了八个小时 他一大早 一约前来看到 续芳大大的黑眼圈 还连忙向续芳表示抱歉 但续芳立即回答 这是小事 没什么 续芳随机检查车子 发现GT86的轮胎 已经不行了 明天进入会场前 需要更换一套新轮胎 不过MFG会免费提供的 并且不止轮胎 其他可调调的部分 也会得到MFG无限量的支持 这样下向感觉十分舒爽 免费的东西就是好用 而续芳此时也告诉下向 虽说86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这台GT86 还有一个最大的长处 那就是改装用的 升级配件相当丰富 这次虽然改不上了 可续芳认为 等到了第二战的炉之虎时 86的战斗力就会显著提高 不过续芳决定 还是把今天能做的先做了 他问下向有没有其他问题 于是下向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想解除掉牵引控制系统 续芳有些好奇了 你不喜欢牵引控制系统吗 但这套辅助系统 已经升级了几次 如今的性能应该还是可以的 然而虽说续芳说的有道理 可对于下向而言 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只是如果车子 没有牵引控制系统 自己反而更容易操控GT86 续芳听了这些有些惊讶 不过也立即表示 会在今天完成 在商量好车子的事情后 下向就向续芳告辞 他打算去和练约会了 续芳连忙问 该不会是西元四先生的女儿吧 在续芳的印象里 西元四恋在很小的时候 就跟随西元四先生 来过这间工厂 那时候的他小小的 脸圆圆圆的 很倔强 又有些调皮捣蛋 其实西元四一家 原本预定是要生一个男孩子的 没想到最后错生了一个女孩 不过过了这么久 续芳觉得 想必西元四恋 应该出落的多少有些女朋友的 说到这里 续芳忽然也想见一见恋 因此就拜托下向 如果可以的话 把西元四恋也带过来 下向于是连忙表示 会将续芳的想法传达给他 那么续芳会不会认出 脸就是七号天使呀 又到了一个周末 脸和下向正在乘坐电车 前往镰仓 下向一路兴奋又好奇 在他看来 这台电车真的很适合 用来游览镰仓的风景 就像是主题公园里的观光车一样 还可以看到周围的美景 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交通工具 拥有这种功能实在是太厉害了 下向激动地说着 脸也是无奈了 原来他终于确认了 下向没有认出 自己是MF天使的事 难道男孩子都这么迟钝吗 这绝对是骗人的吧 就算看上去模样有一点变化 但是从说话的声音和语气 也应该可以辨别出来才对呀 不过转念一想 脸觉得似乎这样更好 这样就不会让下向 觉得他是一个粗鲁的女人了 脸想得过于入神 等出了车站后 也完全没有注意到下向在看着他 下向认为 他今天的注意力不集中 怀疑脸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回过神来的脸 连忙笑着表示完全没有这回事 他只是在思考问题 下向于是也松了一口气 两人随即走在连仓的大街上 继续展开寻找下向父母和影帝的里程 恋提出让下向将那张照片 也发到他的手机上 毕竟两个人看一部手机 有一点不方便 下向听了很是感激 觉得倘若没有恋的帮助 那么他一个人什么都做不到 他觉得恋十分亲切 简直就像是天使 恋听了这儿 真的是满脸通红 完全是受宠若惊 此时大街上人群熙熙攘攘 看起来还都是实景 果然很多日本漫画和现实 是相关联的呀 两人继续在街上走着 恋突然发现 照片上有一处重要的提示 也许可以让他们找到拍照点 在照片中靠右一点的部分 看起来是一座全玻璃的近代建筑物 只要找到它 就能找到拍照地点了 这想法和相向不谋而合 相向只是有些担心 那座建筑物还存不存在 对此恋很清楚 连仓的街道这些年 几乎没怎么变化过 所以肯定还能够找得到 只不过恋左看右看 发现这附近貌似没有这样的建筑 看来要到其他地方找一找了 思绪整理完毕后 两人又接着往前走 到达了一尊大佛前面 恋想让下相帮忙拍个照 带头带脑的下相 虽然好像连相机都不太会用 但在恋看了照片之后 却意外发现 下相拍得很好 感觉和自己老妈一样 所以恋这意思是说 自己没有艺术细胞吧 因为看到了自己的美照 恋这时也想给下相拍一张 下相因此吓得连连拒绝 表示自己不上相的 结果恋却大声表示让下相闭嘴 根据他说的来错 如果不照办的话 晚饭就没有菜吃 下相于是只得求饶乖乖照做 没办法 谁让他碰到了西元四恋 这么一个女孩呢 不过下相也不得不承认 好像自己这个照片 还蛮有趣的 两人照完照片后 下相看着周围古朴的景象 突然有些感慨 一时间不吐不快 觉得就算被恋嘲笑了 他也想说 下相觉得 这连仓的街道好像时光机一样 能让现在和过去彼此靠戏 像这样追寻父亲留下的足迹 他不知不觉间 也像是穿越了时空 有种和当年的父母 近在咫尺的错觉 觉得心情十分愉悦 自己好像也瞬间被制约了 下相感觉 连仓的街道上 到处都是这样的美景 自己毫无办法地 被这条街道吸引 这时清风吹过 恋的裙脚扬了起来 他表示自己也很喜欢连仓 望着观景台下的美丽风景 恋也陶醉其中 他认为下相的父母 肯定也在这个地方停留过 和他们一样 心掌握过同样的景色 两人一时间无言 只想静静感受周围的一切 这时 一个遛狗的老奶奶走了过来 看着两人美好的 扶着栏杆看风景 连忙问他们 需不需要帮忙合照 结果下相刚要拒绝 恋就一拳头砸在下相肚子上 还赶忙把手机递了过去 下相只好再次成为工具人 安安静静陪着恋拍了张美照 而在拍完照后 老奶奶也不由感慨 觉得他们两人太合适了 都是俊男靓女 恋既害羞又开心也紧张 此时不解风景的下相直言 刚刚的老奶奶 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呀 这句话一下子 就有些将恋拉回了现实 心情不太美丽的恋之后 让下相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还随后从地上 抓起了一把沙子扔向下相 下相连连让恋住手 他不知道恋为什么要扔自己 他自己也抓起了沙子 还起手来 两人真就像一对小情侣一样 开始打情骂俏 也是玩得不亦乐乎 但恋玩着玩着 心情又有些忧伤了 他不知道自己能为下相做些什么 只知道自己真的想 一直待在下相身边 看着下相的侧脸 吹着闲心的海风 脸觉得自己真的越来越喜欢下相了 这种感觉毫无预兆 完全停不下来了 转眼又到了小田园正在的日子 续芳正在和下相吃饭 他想要下相变更两人的合同 原来按照之前的约定 下相需要将小田园的奖金分一半给他 这让续芳很惭愧 认为不管怎么样 自己都不应该拿走那么多钱 至少变更为二八分成 然而下相不同意 认为续芳有得到一半奖金的权利 至少GT86的所有者是续芳 下相表示 如果今天比赛自己把86弄坏了 那对续芳来说 就是很大的损失 可续芳觉得那只是一辆旧车而已 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的价值 更何况 下相自身承担的风险实在过大 这样太不公平了 然而不论续芳如何劝说 下相都不同意修改合同的事情 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挑战本身 所以他希望续芳不要说不想要之类的话 这会让他感到很困扰的 下相原本还想再说 注意力却被捉对面的一对兄妹吸引了 原来当兄妹俩的东西端上来后 做哥哥的却忽然对妹妹的咖喱饭来了兴趣 还直接趁老妹没吃 就自己动手挖了一大勺 让妹妹有些气愤 觉得自己大哥是个笨蛋 这一幕下相看在眼里觉得十分有趣 此时下相和续芳都已经吃好了正餐 续芳打算去拿些甜食 还问下相要不要 下相在英国都吃够了 因此连忙拒绝 表示只想去喝杯咖啡 他随机就起身向咖啡机走去 没想到正要用杯子接咖啡的时候 就碰到了那个刚刚和哥哥正常的女孩 下相当即出于礼貌 让女孩献来 女孩连忙道谢 并在到完咖啡后 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而他也和西元四恋一样 被下相的盛世美颜给震惊到了 这妥妥的大帅哥 简直大饱也服啊 喝完咖啡后 女孩就先出了餐厅 结果在他抵达停车位的那一刻 就激动地手舞足蹈 连忙将大哥叫了出来 嘴里嚷嚷到 是前天预选赛上 备受瞩目的八六 大哥也很惊讶 他们居然和GT八六的车手 在同一家店里吃饭 真的假的呀 他有一些好奇 车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了 这时续芳和下相刚好出来 女孩立即向下相走了过去 有些兴奋和好奇地询问 该不会骗同下相 就是你吧 在得到下相肯定的回答之后 女孩欢呼雀跃 实在是太幸运了 居然在这种地方 遇到了引发无数话题的超级新人 这女孩立马俏皮地抛了个媚眼 表示自己叫北元旺 咱们一会儿再见 这会儿让续芳觉得有些奇怪 而见自己妹妹如此花痴 她的大哥一脸嫌弃 你别一遇到 有点俊俏的男人 就马上凑过去啊 我们还是对手关系呢 可北元旺才不管这些 只要对方够帅就行 随即北元旺和哥哥八朝祥 一起走向餐馆门口 另一面的停车位 两台豪车正好停在那里 夏祥和续芳惊呆了 难怪北元旺说待会儿见 原来如此 此时北元旺和八朝祥开车经过 八朝祥的16号车是一台白色的莲花 北元旺的18号车 则是一台红色的阿尔法罗密OC4 两车轰炸油门先后离去 续芳这时才想了起来 这两人也被称之为迷次喜多兄妹 虽然两个人姓氏不一样 却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 续芳告诉夏向 在MFG比赛中 车手基本上都是个人参战 可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是互相协作的配合去跑 并且他们有一点很厉害 就是可以熟悉的运用尾流影响别人 这话一下也让夏向凝重了 这时镜头转道的小田园 田中央二正在直播间里 激情地告诉观众们 现在MFG的第四代天使们 在赛道上大集合 他们给大家演唱的是 这赛季新发布的主题歌 这首歌已经在公信榜上 排列到第三了 田中央二接着正式进入主题 表示这次的解说嘉宾 是曾活跃在赛场上的职业选手 小白海先生 他在百忙之中抽空到场 并以监督的身份参与赛事 这里没想到 企节和拓矮还没出现 小白海倒是先登场了 而看到小白海出现 MFG的天使们 也纷纷开始窃窃私语紧张起来 他们对小白海十分好奇 田中央二自然也一样 联盟问小白海 是不是真和MFG上层的大人物有关系 对此小白海也承认了 表示他们都是自己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的朋友 此话一出 田中央二更加来了兴趣 希望小白海可以讲一些 他所掌握的 有关谜团笼招的 高桥梁界的情报 小白海不厚道地笑了 表示如果他公布梁界的消息的话 肯定会被钉子刺死的 所以不能说 田中央二于是听到这话 也值得放弃了 不过其实除了高桥梁界之外 MFG现在还有一个大谜团 就是初登场 却通过预选赛的新人下校 因此号称是MFG活字典的田中央二 表示自己赌上尊严 拨打了通往英国的国际电话 并用蹩脚的英文 获得了一些极具冲击力的情报 田中央二向观众们承诺 自己会在之后的时间里 找到合适的机会 向大家介绍的 现在还是先关注赛场这位马 现在距离比赛开始的预定时刻 还剩最后十分钟 所有人的心脏 肯定狂跳不止了吧 画面上 在这15位选手的巴士 放下了拳梯 田中央二开始给大家 介绍陆细下车的选手 他卖力地讲解着 感觉神15的风采 闪耀着光芒 只是远距离地看着 就兴奋得不得了 在神风混混相叶顺身后的 是新人片头下相 下相拥有父亲的日本血统 和母亲的英国血统 是一名混血儿 看起来果然是一位大帅哥 肯定会有大量的女粉丝吧 而听着田中央二的声音 恋时分想吐槽 田中先生这个笨蛋 说得太多了吧 此时车手们正在走向 高架桥上临时设置的围场 已经点燃引尽的15台车子 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而在上车前 下相忽然和向叶顺道谢 谢谢他前天 请自己吃了那么美味的烤肉 向叶顺很喜欢下相 表示下次还可以一起去 走着走着 他们碰到了情绪不佳的大石 他在打电话 说自己不想用那种直线王来参加MFG 他想要的只有蓝布吉尼Performance版 花多少钱都无所谓 第二战之前 必须要准备好 向叶顺听了大石的话后很不屑 认为对方就是一个无药可救的顽固子弟 不足的不是车子的战斗力 而是自己的技术呀 然而别看向叶顺说的都在点子上 但在去年的排名中 向叶顺还是照样输给了大石 因此 他似乎也没啥理由说大石吧 眼下比赛要开始了 向叶顺临上车前嘱咐下向不要紧张 可下向完全是一点轻松 向叶顺看了也不由佩服 觉得下向简直就像是 身经百战的职业选手一样 只不过自己并不讨厌 现在车手们都已经上车了 起点附近汽车引进的轰鸣声一片 田中阳而激情讲解 现在距离开始时间 只剩下最后一分钟 作为实况解说的自己 简直无比紧张 心脏都要从孔中飞出来了 赛道上 八个MF天使缓缓列队走来 他们都在为选手们送行 此时向叶顺望着西元司令 斗志瞬间被点燃了 觉得无论如何 要登上领奖台 向叶顺因此决定 一开始就要超越两台车 这是他参赛的第四年 也是到目前为止 最全身贯注的状态 他知道 只要登上领奖台 就可以让殖民的天使 亲吻自己的脸颊 总而言之 七号天使的case 绝不能让给任何人 比赛正式开始 时时的保时捷GT3 缓缓地从发车位中穿过 一路带着后面的车子行进着 在最末尾的车子 穿过发车位之前 所有比赛车辆 必须限速40公里 负责各台车的无人机 也会在选手们前方 以40公里的速度飞行 在蓝色信号灯亮起之前 选手只能跟在 各自的无人机后面 如果强跑 就会受到低速行驶 15秒的处罚 此时最末尾的GT86 在练的注视下 通过了发车位 看到蓝灯亮起 15台怪兽同时咆哮起来 田中央的声音 瞬间被车子的 轰鸣声给掩盖 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也兴奋到了极点 太振奋人心了 比赛就应该这样才对 电动车比赛什么的 还是沉睡下去吧 轰鸣声过后 田中央儿再次讲解 表示15台车里 首先做出极限起步的 是9号GTR 项叶顺的粉丝们 因此沸腾了 冲啊项叶 让他们见识一下 GTR的威力 不得不说 项叶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他前面的大鼓 开着AMG慢了一点 他就成功抄了过去 位置上升了一名 田中央儿开始吹捧项叶顺 项叶顺的词典中 难道不存在 防守这个词吗 毫无疑问 项叶顺是MFG选手中 最能让观众沸腾的男人呢 只是以极大人气为傲的他 为什么会是一个 没有女人员的好人呢 项叶顺接到这些 估计会想掐死田中央儿吧 目前整个车队 还是时辰一马当心 以良好的状态 飞驰着 渐渐地抛制着后续的车辆 而第二梯队 则正处在混战状态 12号和5号 9号等 都在激烈竞争第二的位置 至于12号吃的贝肯鲍尔 则开始慢慢甩开 最后的第三集团 不过 他面对眼前这些 600马力级别的怪兽 应该也会十分头疼吧 田中央儿询问小白海 对比赛刚刚的进展有何想法 小白海由衷地感叹 觉得选手们的轮胎管理 都十分高明 让冷轮胎快速升温的技术 都非常精湛 他认为像这种级别的选手 还可以在比赛中准确地控制 每一条轮胎的胎温 决定让其上升还是降低 田中央儿听完后一时语色 这世上真的存在这种选手吗 小白海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至少这种事情 贝肯鲍尔就能够做的 他真的就是世界上 最高水准的选手之一 听了小白海的话 田中央儿已经知道 小白海似乎在这个时候 还没有认识到一个重大的事实 那就是和贝肯鲍尔 拥有同等技术的选手 至少还有一位 就是片头下相 而在田中央儿说到下相的同时 下相果然发现 自己左后的轮胎温度不够了 这时正缝一个右转大弯 没想到 下相在一脸的沉着冷静中 直接挂下档位 转动方向盘 控制着车尾甩到了左侧 这画面立即被旭方注意到了 还连忙询问下相 刚刚86怎么会出现打滑现象 该不会是车子的平衡性 出了什么问题吧 下相立即表示没问题 自己只是在进行了一些微调整 现在大体已经完成了 旭方松了一口气 你可别总是吓我呀 他希望下相可以一直保持好节奏跑下去 不过旭方也很好奇 为什么预想中在上坡路段 被其他车子甩开的情景没有发生呢 下相于是告诉旭方 排位赛和正赛是不一样的 现在自己视线的前方 本田和阿尔法斗得十分激烈 但是自己的后面却没有任何车 自己可以随意跑出最佳路线 旭方听到这里总算是有些明白了 而下相继续告诉他 下相感觉自己加入前方缠斗的时机 可能会比预想中的要更早 旭方听了真的内心一阵发颤 刚刚下相说的话是认真的吗 从16位勉勉强强晋级正赛 考虑到和上位车子之间战斗力的差距 在最末尾难道不应该开开养生车 跑完全程 安安稳稳拿到200万奖金吗 好在旭方也知道 这只是他自己的认知 所以还是安心看下相的表演吧 直播间中 田中央二的讲解依旧精彩 现在各车子都马力全开 沿着曲段一陡坡及驰而上 简直就是15架战斗机 但在经过起步后一度混乱的局面 终于像是安定了下来 就看接下来情况如何发展 这时小白海稍微想说几句话 在他的心目中 MFG到今年为止是第四年 在其成立时发表的规则所带来的冲击 使他至今都没有办法忘记 其中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抓地力车重比军一化 几乎在一般的理解中 就是让车子在弯道上的速度尽量一致 对此田中央二立即说出了众多人的看法 认为这规则是对马力大的车子更具优势 为此会引起激烈的马力竞争 对于这一点小白海深表赞同 这是一条欧洲制造的昂贵高端跑车 独占上位的比赛规则 也被称之为是有钱人的规则 不过MFG进行到现在 小白海感觉到一个像是转折点的事物正要出现 如果具体展开来说说的话 那就是以贝肯鲍尔的出现为契机 整体平衡成为了比马力更值得重视的因素 田中央二于是立即插话 表示新人下向很显然也属于这一类人 不过这话一出 杨二又觉得下向的车子太缺乏马力 又不像是支持总体平衡这个观点 于是听到两人的对话 续方十分无奈 你们都别说了 我都知道了 小白海这边还在继续 这位高桥梁界所定出的MFG规则中 其中专用轮胎的设定实在是太绝妙了 这可是为坚信倚弱机强 相信能逆转局势的人所精心准备的 小白海觉得高桥梁界的天才程度实在让人择舍 而对于小白海的评价 在一旁听解说的史浩也十分感叹 不愧是常年置身于赛车世界的小白海 这点评也太到位了 他记得高桥梁界曾经说过 MFG是D计划的进化型 是公路最速理论的解答篇章 只不过史浩也想不到 有谁可以解开梁界所布置的这条复杂的方程式 继续回归MFG比赛 田中严而热情地讲解着 目前时辰一马当先 正领着仙头集团 即将通过第一个观测点 9号车的向夜顺 正在对5号车的版本发起猛攻 这真是能够使人目不转睛的精彩攻防啊 现在蜂拥而来的车群就要来到驱断2 经过陡峭的爬坡就要进入下坡阶段 动力制胜驱断结束 届时局势又将会如何变化呢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14台车子通过了观测点 终于最末尾的GT86也来了 于是听到了这里 续方赶紧给夏向传达情报 截止到目前为止 86的油温油压没有异常 燃料消耗节奏良好 这时夏向想知道自己和前车究竟有多少差距 毕竟都看不见其他车子了 续方赶紧确认 回复比前方的18号慢了6.8秒 夏向立即表示收到 他决定去捉住阿尔法 续方十分吃惊 没想到夏向居然想捉住 6.8秒的差距可以说十分巨大呀 现在各参赛车辆都咆哮在小田园的下山路上 驾驶着16号车的八朝祥 火速联系妹妹北元旺 你在做什么 快点超过你前面的13号跟上我呀 但北元旺此时很紧张 他没想到这台本田意外的不好对付 明明是一台前置前驱 出弯时的速度却快得很 他希望哥哥可以帮帮自己 八朝祥也指的答应 他告诉妹妹 看准时机适用对行三 北元旺收到 接下来就拜托哥哥了 八朝祥随即领着后面两台车子继续奔驰 他稍微放慢了下速度 让身后的13号 前缘和红感觉就要追上自己了 前缘这时也相当有自信 觉得自己的FK8在下坡的稳定性很高 所以前面的路特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接下来就超越他吧 前缘也是想什么来什么 眼前正好是一个弯道 他发现路特斯将车子开到了路中间 给外侧留出了很大空间 前缘觉得机会来了 于是直接一脚油门就冲到外侧 然而这一切都是八朝祥的计策 当前缘就要超车的那一刻 八朝祥立即抵在了前缘的前面 并让妹妹北元旺 趁现在赶紧切进来 北元旺于是果然抓住机会 就这样跟着八朝祥一起超过了前缘 前缘惊得满头大汗 大骂这些家伙开的什么玩笑 刚刚把外侧的路线让出来 其实是用来诱骗自己的阳光嘛 前缘心绪还没有平静 对讲机这边又传来警报 让他小心后面有人追来了 前缘有些发懵 没有听清 觉得对讲机里说的 还是北元旺高高超过自己的事 这通报已经太晚了 然而前缘话音刚落 他的右侧也瞬间窜出来一台车子 正是GT86 前缘都惊呆了 随后只能看着86超越了自己 等前缘反应过来 才连忙提醒无线电的另一头 让他认真点 至少应该在86号车追上来的时候 就赶紧汇报 等到快要并排时再说 就已经来不及了 可前缘的搭档也很无奈 刚刚前缘好像就要超过路特斯了 自己所有的注意力 几乎都集中在了前面 前缘对此也有些无语 不过即便如此 他还是有些想不通 以86的马力 不应该在后方很远的位置吗 怎么自进入下坡之后 一眨眼的功夫就追了上来 他到底用了什么魔法 这时北元旺也发现 86紧述在自己后面 八朝向听了直呼可恶 他知道 他们兄妹俩如果和下乡 在下坡路正面对抗的话 没有任何胜色 看来现在只能全力以赴地逃跑到湖畔 等到那时 后面的道路坡度会变得平缓 北元旺表示收到 但也觉得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画面一转 回到MFG天使这边 西元四链忽然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旁的金子 他想知道 记录排名的板子是怎么一回事 那还是要手动操作的类型 明明MFG的其他设备都很高科技 为什么记录排名的地方 却要使用上这个东西呢 金子听了这话 也觉得链关注的方便非常特别 不过他相信链接着往下看就明白了 这时刚好下向的人的排名出现变动 正好就是排名板拍摄用场的时候 于是只见一个MFG的天使走上前去 开始调整下向的排名 结果身旁一个摄影大叔 直接提着镜头跟了过去 还拍在了天使的屁股上 双马尾的天使羞红着脸扭了扭 希望摄影师不要在屁股上拍 自己对那里没有自信了 而看到这一幕 链终于明白了一切 金子随即告诉链 MFG天使频道很有人气 收视率相当之高 那些色色的摄影师可不会客气 不管是屁股还是胸部都会去拍 所以链也赶紧做好觉悟吧 毕竟粉丝服务 也是MFG天使重要的工作之一 链联盟表示 自己之前完全不知道 还有这么一回事 看来还是太天真了呀 这时 MFG天使的问答环节也开始了 双马尾少女盟会开始接受采访 工作人员发出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最欣赏的选手是哪一位 在盟会看来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他觉得选手们都很出色 完全感受不到谁散发出难以接近的气息 所以盟会表示 自己最欣赏的选手 是这全部的15位选手 他希望大家能够平安无事地抵达终点 面对着谁也不得罪的回答 场外看直播的许多老色皮却十分满意 觉得盟会太可爱了 但精子却在一旁翻白眼 在他看来 盟会就知道装乖孩子 假如有评选性格恶劣程度的比赛 盟会绝对可以轻松夺冠 而在看了这一环节之后 七元四恋对MFG天使这份工作 有了新的人质 刚开始 他还以为只是单纯地唱唱歌 跳跳舞就可以 没想到这么辛苦 他在心里也默念着86一起加油啊 另一边 八超响已经领着妹妹和86到达了湖畔 他知道 再跑一会 赛道就会再一次变成上坡路段 如果不能在那里拉开和86的差距 那么进入区段三之后 下乡就会一口气冲上来的 田中阳二爷在紧张地讲解着 仙头集团的情况 目前时辰已经过了大鸟居 右直角弯近在眼前 不过 贝肯鲍尔却追上来了 正紧紧地咬着石神的车尾 驾驶着一号池的石神感到很羞耻 他的车子可是保时捷911GT3 居然被平平无期的保时捷普通款 紧逼到这种程度 总之 这样石神的心情十分焦躁 感觉被人从高处俯视了一样 难道是因为自己过度在意 贝肯鲍尔是保时捷学院出身的事情吗 至于贝肯鲍尔则十分淡然 他甚至还在审视 要确认石神是否有驾驶保时捷911GT3的资格 毕竟历代后制引擎的保时捷种 911GT3可是最强的一款 这台车真正的跑法 石神真的能够完整地盖得到吗 贝肯鲍尔曾经见识过 世界第一的保时捷大师 拉斯克恩先生 在纽伯格林北环的身姿 那种跑法恐怕会使他终身难忘 简直就是神之领域 贝肯鲍尔在内心咆哮起来 他想知道在亚洲之余 贫乡尽险的猴子们 是否有资格坐进他们日耳曼民族 所制造的最高杰作的架势习种 这里也只能说 这家伙果然是傲得不行 让人生厌 对于场上的这种情况 小白海认为 石神应该很痛苦 石神现在顶着贝肯鲍尔施家的巨大压力 完全看不出半点轻松自如的样子 而如果他不能利用这段上坡甩开对方 那到了区段3 将会变得一场的艰辛 小白海也不由地感叹 石神作为蝉联了两年的冠军 在新兴势力登场之前 其一直都是无人能挡 还从未受过这样的曲率 此时直播画面忽然切到了第三名的争夺战 田中央二连连表示 现在赛道上最令人目不转间的战斗 绝对是项叶顺这边 此刻的项叶顺正和往常一样一路猛攻 左右扭动车身 想在5号吃的版本后面寻找机会 这一幕让版本十分诧异 现在比赛才刚刚开始不久 轮胎过热的话 会对后面的赛程造成重大影响的 所以项叶顺是完全不考虑轮胎吗 真是个傻瓜吗 版本在心里大骂项叶顺 但项叶顺却只想让版本赶紧闪开 项叶顺觉得自己一定要得到第三名 一定要得到七号天使的吻 西元四练突然感到一阵寒意 不自觉打起了寒颤 不知道如果练知道 他的一系列不良反应 都是项叶顺导致的 会不会胖揍项叶顺一顿呢 而比赛这边 二号吃的赤鱼也开始出手了 小白海其实也有些诧异 认为赤鱼可不是应该排在第二集团 排在这种位置的选手 毕竟赤鱼作为赛车手的能力 可以说是超一流的水平 说时迟那时快 这时赤鱼的排名成功上升了一位 大时的兰博基尼 也进入到了赤鱼的捕捉射程之内 天中阳二有种感觉 去年排名第二的法拉利到了中盘 不会再沉寂下去了 虽说赤鱼的车子是昂贵的法拉利 但是他选择这个车子 可不是单纯的为了法拉利这一品牌 只是将其视为优秀的参赛用道具罢了 其实赤鱼也并没有买下这辆车子 而是以租车的方式在使用这辆车 虽然对于赤鱼而言 仅凭他的超能力 完全可以轻而易举的成为这辆车的主人 但是他认为没必要 思来想去还是觉得租车更加合理 然而虽然赤鱼觉得自己对法拉利没什么信仰 可他不知为何 一看到前面兰博基尼那蛮牛的标志 就会让他莫名其妙的有一种嘈杂感 就像是耳朵旁边有什么人在窃窃私语 赤鱼知道 最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就是超越对方 让对方沐浴在这台车的尾尘中 这里也只能说 这假话也是口不由心 明明这就是法拉利粉吧 此时大师也已经注意到了身后的赤鱼 现在的场景跟他预测的差不多 大师早就预计赤鱼会在这个时候追上来 只不过大师也没有想到 赤鱼今年会使用涡轮那种东西 还选择了有越马标志的坐下 看来赤鱼也开始堕落了 在大师看来 自己兰博基尼的车背上 那5.2升排量的自然吸气威势引擎 正在嘲笑赤鱼呢 大师觉得如今的超跑之王可就只剩下兰博基尼了 法拉利什么的大奖赛传统什么的 都去吃屎吧 大师在挂档后 随即一脚油门攻入弯道 与赤鱼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逐 双方从弯道纠缠到直线段 看起来短时间内根本分不出胜负 镜头转到了先头集团 现在石神和贝肯鲍尔的两台保时捷 已经从区段二进入了区段三 田中央二随即就将各车的排名情况整理了一下 带头的还是石神的一号车 项叶顺的九号GT-R还在与版本的五号奥迪R8争夺第三 施宇的二号车则在和大师争夺第八位 在第三集团中 迷次喜多兄妹中的哥哥排在第十二 十八号车的妹妹则排在第十三 两者之间的差距非常小 此时画面来到了MFG本部这边 工作人们也在观看MFG直播 当他们看到GT-86居然排在第十四位时 都是非常震惊 虽然前缘的十三号车紧随其后 但这也已经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目前15台车子全部进入到了区段三 小白海联盟表示自己有话要说 在他看来 下向驾驶的GT-86现在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想 然而旭方听到这些 心里还是十分难受 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下向才不得已用自己的GT-86参加正赛 这和其他那些豪华超跑相比实在太乱来了 旭方内心只能安慰自己 现在在这个时间点 86没有排在最末位 已经可以说是奇迹了 前缘和红这边紧紧贴着GT-86后面 但前缘这时并没有超过下向的意思 他现在就想在这特等席上 仔细观察86的一举一动 他要注视86的跑法 原来在他看来 刚才的下山路上 下向的速度感觉比那个傲娇的贝肯鲍尔还快 这不是笑话 前缘和红搞不明白 停歇GT-86这种车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因此要是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者攻略的话 跟在后面的话 就可以看见并偷学过来了 前缘觉得 一旦自己明白了下向速度那么快的原因 那自己也就有了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单纯的下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这时到了一个弯道 只见他立即踩下刹车 开始打方向挂挡 GT-86尾灯瞬间亮了起来 随后 他就似乎好像被什么控制了一样 直接转瞬间就闪入了弯道中 前缘真的惊呆了 感觉自己好像看到了幽灵 看到了一种异次元的东西 刚刚GT-86的表现 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 前缘紧张不已 只知道86的弯道速度太快了 然而既然同为两区的GT-86能做到 自己为什么不行呢 前缘不敢相信 又到了直线段上 他一脚油门控制着自己的本田FK8 再次追了上去 这样的表现和响应速度让他确信 在直线上确实是自己更快 虽然排量都是两升 可自欺和涡轮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即便如此 前缘就发现 只要一入弯 自己就完全跟不上 这可是在扭波格林北 跑出最快时间的FF呀 没有办法 前缘只能跟在后面 不过他也下定决心 只要到了直线路段 他就要猛踩油门 将之前的差距弥补上 前缘决心不会再让下降逃脱了 结果前缘还是低估了下降的实力 才跑了没几个弯道 他就发现自己终究 还是被下降给甩掉了 前缘竟得满头是汗 他甚至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实在太无法理解了 无法想象在这个 被同样物理法则所束缚的地方 自己会和下降出现如此的差距 那他GT86是魔鬼吗 另一边 田中阳2在直播时惊呼出声 原来前方好像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故 排名第10的11号巴马M3 突然放慢了速度 眼睛的小白还察觉到 这台车左后轮附近 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等一板周围的变形 影响了轮胎的转动 再这样下去的话 已经不行了 2M3的车主夏目慎太郎 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知道这全是他的失误造成的 看来强行就跟法拉利 和兰博基尼较量是不行的 此时MFG中心 也向夏目发出了新指示 让他沿着道路左侧慢慢前进 到前方200米处的逃生区停车 得知这一消息后 续方甭提多开心了 这样岂不是可以拿到 更多的奖金了吗 北云望这边也出现了新情况 原来就在刚刚通过弯道的一瞬间 他的后视镜中 出现了那台红色的车子 看来夏向又追上来了 八朝祥内心也很头疼 辛辛苦苦拉开的距离 如此派不上用场吗 北云望想问哥哥 要不要使用阻挡队形 但八朝祥仔细一想 就认为这个方法行不通 因为一旦挡车的话 自己这边的节奏就会慢下来 和前方集团的差距就拉大了 不过如果找不到空隙 就算夏向再技术精湛 在这么狭窄的赛道上面 也没办法超车 所以还是先把最佳的道路 给他堵上再说 北云望于是也认真起来 决定和夏向一决胜负 然而八朝祥内心OS却是 老妹应该没有任何胜算的 所以这是腹黑哥哥 利用了单纯的妹妹们 田中阳二仍旧在围绕 出局的宝马M3座展开 表示因为小小的失误 就可能会引发退场 这正是公路比赛的困难之处 所以今年的小田园比赛赛道 依旧将呈现出生存之战的残酷 要负责排名板的摆放工作 一个长发妹子于是立即站了起来 精子给西元四恋传授经验 一般情况下 从椅子上站起来时 女生们会本能地整理屁股处的线条 但是刚刚站起来的天使真美 却截然相反 还特地感觉良好的将其显露出来 所以在天使之间 大家也将她称之为是屁股之真美 明明是在看女生最为羞耻的一个地方 她倒是耍小聪明 借此抓住了许多粉丝的心 精子话音刚落 就到了真美接受提问的环节 还是同样的问题 你最欣赏的选手是谁 没想到真美一点没有犹豫 便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新人片同下相 而这话一出 就让恋浑身一个机灵 历史紧张起来 让精子直接察觉到了什么 恋之号预感迷章 表示没什么 真美告诉采访记者 在比赛前入场仪式的时候 自己曾经有一小会儿 在近处目不转睛地观察她 比起赛车手 让人感觉下相更像是时尚杂志的模特 真美知道 下相的年纪要比自己小一点 但无论如何 也会一路支持她到底的 恋听了这些话 心里更是一肚子的记录 这可真美怎么那么讨厌啊 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 车队现在已经接连 驶入了幽灵阵的死亡区域 看着二号车和三号车 正逐渐消失在迷雾之中 田中阳二给观众们播报 说就算是作为 多年实况解说的自己 也觉得这个区间会十分艰难 由于无人机传送回来的影像 不够清晰 所以无法准确判断 目前场上的状况 田中阳二表示 自己因此或许会有 讲解不明白的地方 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理解 现在迷次喜多兄妹 与GT86还在三人混战之中 三台车就像是缠绕在一起 同时冲入了死亡区域 田中阳二只感觉 自从进入下坡路段之后 86就好像是如鱼得水 他很想知道 小白海觉得下向跑法如何 小白海连连表示 在众多车手之中 只有下向 让自己无法充分地理解 小白海很好奇 究竟是怎样的经历 才能培养出这样的车手 而既然连小白海 都对下向这么好奇 田中阳二终于不再藏着掖着 决定将自己对下向的 调查报告公布出来 告诉大家 其实片同下向 集贯英国剑桥 是名门皇家多宁顿 公园赛车学校出身 田中阳二表示 自己给学校的事务局 打过电话 定向他们咨询了 有关下向的各种事情 才得知下向从四岁开始 就开始开卡丁车 七岁参加英国卡丁车锦标赛 之后两年在此赛事中 拿到过六个分冠 十岁参加F4锦标赛 已经忍不住赞叹了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经历啊 不过更吃惊的还是旭方 真的假的 早在排位赛的时候 顺就说过 下向所处层次的不同 当时的旭方还在想 这只是向叶顺的戏言罢了 如今看来 是自己弄错了 田中阳二的介绍还在继续 表示英国这所 皇家赛车学校的训练生 在完成全部课程的时候 就要接受毕业考核这样的环节 两年前在那里 下向全部科目 都是以最高分通过的 他最终以第一名的身份毕业 并且得分刷新了学校成立以来的 最高纪录 学校事务局的工作人员 兴奋地告诉田中阳二 在现实中的比赛也好 模拟器测试也罢 下向的天赋 都达到了非比寻常的级别 而像下向这种程度的天才 自然受到了各赛车势力的关注 在毕业之前 就接到过很多邀请 但让人吃惊的是 下向居然谢绝了所有的邀请 对此学校那边 也感到很遗憾和不解 听着田中阳二在直播中 这么介绍下向 西元四夫妇也回想起当初的伤心事 其实下向之所以会拒绝 就是因为他母亲的病情 刚好在那时候急速恶化了 下向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 所以才会拒绝邀请 想留在母亲身边照顾他 田中阳二继续介绍 表示下向他拒绝这些好意后 经过了两年的空白期 终于在MFG比赛上 像彗星一般横空出世了 从世界进入EV时代开始 汽车运动的人气 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减弱 然而欧洲作为汽车运动的发源地 就算如今 也有很多赛事在进行 可下向为什么会来日本 参加MFG这种地区级别的比赛 这个疑问恐怕只有下向本人才能解答了 不过这对于MFG的粉丝而言 下向的出现 的确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惊喜 这一边 下向和迷思喜多兄妹的追逐越来越激烈了 三个人首尾相连 八朝祥和北游王都是紧张异常 领头的八朝祥更是感觉到 在后面跟着的GT86 简直就像是地狱的恶鬼 在这各处烟雾笼罩的地方 仿佛是进入了主场 完全没有一点犹豫 被下向狂追不舍的八朝祥从心底感到害怕 就算是贝肯鲍尔 也不会疯狂到这种地步呀 眼前又出现了一个烟雾朦胧的弯道 八朝祥本来预想 下向肯定会在这里发起猛攻 和他却意外的老师 一直默默地跟在后面 八朝祥有些紧张 难道八六是不愿意那样做 想要保存轮胎吗 看来下向要比想象中更加精明 更加具备丰富的赛车经验呀 而对于下向而言 比赛还剩下很长一段路要跑 另外 这个区域确实相当的危险 下向不想为了超越而超越 其实下向也是心里在想 他不想下到前面这个宝马尾的女孩呢 三人继续在迷雾中前行 继续回到田中阳二这边 原来他还有一个情报媒说 既然氛围已经烘托都到这儿了 他也不打算卖关子了 准备借这个机会 一口气全部说出来 所以到底又是什么呀 没想到 下向竟然是英国著名赛车学校的顶级毕业生 两年前 一毕业就受到了各方赛车势力的争夺 可惜当时下向的母亲重病 下向就拒绝了所有的邀请 现在下向在MFG再次崭露头角 几乎又引起了全世界所有赛车迷的关注 然而田中阳二又表示 自己还有一个重大情报媒说 原来他从日本打电话的英国取材室 英国赛车学校的工作人员告诉他 他们学校里有一位日本讲师在职 当他听到那位老师的名字时 田中阳二就惊呆了 因为那位日本讲师 居然是被称之为悲韵拉力车手的藤渊拓海 听到这个消息 小白海震惊的难以相信 你确定是藤渊拓海吗 小白海一时语色 感觉很不可思议 可田中阳二回答这的确是真的 此时下向根本不知道 外界关于他的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他还是目光灼灼 紧跟北渊往后面 一起通过了前方大雾茫茫的弯道 现在整个车队都在这雾气四散的街道上斗争着 观众们几乎都只能听着耳畔不住的轰鸣声和胎噪 看到不时闪现的车影 田中阳二趁此机会 给年轻观众介绍藤渊拓海的情况 没想到真的是让人彻底震惊了 原来拓海大概20岁 便去英国参加了拉力锦标赛 一路表现非常优异 虽然在沙士路上尚存弱点 但到了铺装路面 就能发挥出无比强劲的实力 所以参战的第三年 就夺得了英国拉力锦标赛冠军 而且由于他飙车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英国的粉丝就给他起了一个 极具英国风格的幽默仪称 叫飞行牛仔 此外拓海还参加了WRC分战赛 也确实留下了好成绩 因此最后还和丰田车队签约 获得了参加WRC整个赛季的资格 明明到此为止都是一帆风顺的 可是在赛季开幕前的车辆测试中 拓海却遭遇了传动轴破损 这样意想不到的故障 导致连车带人一同跌落谷底 自此藤原拓海经历一段噩梦般的住院和康复治疗 导致职业生涯也不得不提前宣告结束 从此以后不仅寻找不到事件的相关人士 就连有关藤原拓海的消息也都变得无从得知 从那开始已经又过去了十多年的时间 没想到因为这个下相 让大家伙再次听到这熟悉的名字 这种事情做梦都没有想到过 虽然田中阳二不知道藤原拓海和下相的关系 究竟紧密到什么程度 但只要是想到他们两个人是师徒 就令人感到兴奋不已 不过田中阳二也有些疑惑 作为拉力车手的藤原拓海 担任场地赛车学校讲师这一点 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吧 对此小白海并不认同 在小白海看来 这两者是同样的事情 公路上进行的拉力车也好 场地方程式也好 车子奔跑时基本的重心 移动的控制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小白海现在心情也是十分难以描述 激动地表示自己其实和藤原拓海有一点缘分 由于像姻缘这样的东西存在 他们曾经以车手的身份鄙试过 并最终成为了好朋友 如今可以再次听到有关拓海的消息 得知拓海安然无恙 小白海很高兴 只要他现在还健康就行 而MFG本部这边 史浩听了小白海的一番深情发言 觉得小白海的情绪似乎太激动了 所以小白海要不要哭一下 增加节目效果呢 看来史浩肯定是知道了拓海的情况 要不然他应该先哭一场才对吧 此时比赛还在继续 直播画面切换到了仙头集团 两辆保时捷这时已经冲出了死亡区域 他们还在激烈地胶着着 田仲阳而热情解说 认为他们率先冲出所呈现出的激烈 将刚刚沉闷的气氛一扫而空 石神这边还是领头继续猛冲 想赶紧甩掉身后的贝肯鲍尔 却一直无法成功 但虽然如此 他还是有信心 能守住现在的位置 石神认为 自己的车子的后置引擎 比后面的中置有一个实在的优点 那就是制动 后置的引擎能使后轮的抓地力变强 让后轮具有更强的制动效率 根据石神的经验 他这台车子的设计 比其他厂商的什么车子都要深奥 石神依然记得 试驾这台车子是激动的心情 眼前又是一个弯道了 他带着贝肯鲍尔继续猛攻 然而他身后的贝肯鲍尔 并不看好石神 在他看来 不论是反应速度和动态势力 又或者是体力 以及求胜欲望 石神已经不具备 现役顶级车手的素质了 他觉得石神那种跑法 充满着嘉陵臭 一身的老人味 这里真的觉得 这个贝肯鲍尔实在欠揍 怪不得是向业生最讨厌的车手 贝肯鲍尔跑到现在 愈加地认为MFG太过无聊 毕竟像石神这样的老年人 都能以统治地位 拿到连续两年的冠军 贝肯鲍尔跟到现在 已经无法忍受 完全不觉得石神 有什么高明的地方 只感觉实在太碍眼了 差不多该从眼前消失了 贝肯鲍尔话音刚落 就一把方向转到外侧 并瞬间加打油门 开始与石神并排 这情景惊得石神满脸是汗 他完全想不到 对方会在这情形下超车 突然的变化 让田中阳二爷异常激动 MFG正下开幕 首位的石神保时捷911 遭到了贝肯鲍尔 保时捷718的袭击 两车现在已经到达了 并排的状态 对比贝肯鲍尔的淡定 石神几乎紧张得满头是汗 在要出弯的时候 只勉强保持着 不到半个车头的优势 可一出弯 贝肯鲍尔就也就追上了 贝肯鲍尔也有些奇怪 他感觉石神似乎在出弯时 没有踩下油门 要知道 以欧洲赛事水平的话 连十岁的小孩子在那里 都会坚定地踩下油门的 没想到石神一点反应都没有 前面又是一个90度左转弯道 内外线互换 情况对石神更加不利 但在两车就要再次入弯的刹那 突然砰的一声 竟是贝肯鲍尔轻微撞了一下 石神的车子 石神失去了线路 随即被贝肯鲍尔轻而易举地 抄了过去 对此 贝肯鲍尔认为 并不是保时捷911计体三败了 仅仅是因为石神太弱了 田中阳二激动地播报着比赛情况 他也没想到 石神在刹那间就败了呗 先投两台车的顺位 这么简单就发生了对调 田中阳二想让小白海 解读一下刚刚发生的一幕 小白海认为 刚才贝肯鲍尔的超越十分巧妙 他在入弯瞬间完成换挡 抓住石神些微地破绽 抢占外侧车道 与石神并排通过第一个弯角 而在接近下一个弯道的时候 贝肯鲍尔为了夺走对手的空间 有意图地让车子之间发生碰撞 石神不能跑出自己预定的行车线 就已经万事皆休 小白海十分感慨 觉得刚才的场面 简直和德国房车锦标赛一样 不过也没办法 对车辆擦碰这种事情 没有任何抵触情绪 就是模拟器训练时代的特征 小白海只感觉 在MFG这样的地区级赛事之中 贝肯鲍尔的存在 完全就是规格之外的怪物 画面回到MFG天使这边 因为排名发生了变动 工作人员拜托金子调换排名板 在得知石神被打败后 金子也有些感慨 果然老年人还是赢不了年轻人呢 这是摄影间记者的 猥琐小哥照例前来问金子的问题 搞笑的是 他直接将摄像头对着金子的胸部 让金子十分不爽 金子可是天使里的老人了 小哥只能见好就说 询问金子最欣赏的是哪一位选手 金子已经干了四年的MFG天使 表示选手差不多都认识 至于自己现在最欣赏的选手 是谁什么的 答案是没有 自己对于比他年轻的人没有兴趣 小哥于是立即接过话茬 回答原来是这样 那么比金子姐年长的车手 其实几乎是没有 这一句话戳到了金子的痛楚 内心直骂对方太不识相了 自己明明才24岁 就连场外的观众们 也替金子打抱不平 感觉这记者简直欠揍 不会是个不良吧 继续回到比赛画面 此时北渊望的三台车子 也从死亡区域中飞驰而出 田中央有些惊呼 他也没想到86还在里面 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在出来的瞬间 GT86居然切入了弯道内侧 就要超过北渊望了 北渊望真的惊呆了 下象究竟是在哪里刹车的 这缺点不是在开玩笑吗 下象似乎心情不错 还模仿起北渊望 在咖啡屋里时言语 表示对不起 我先走了 这对于北渊望来说 真是遭遇了暴击 田中央而看得十分兴奋 连连惊呼 86在大平台发卡玩 干掉了北渊望 那横向激励 说起来是高难度的地点 小白海这边也是十分惊讶 感觉自己眼前 一直在重复 刚刚发生的一步 下象居然在摆脱离心力的同时 轻松完成车辆减速 充分发挥四十轮胎抓地力 这样的制动技术 实在是太让人叹为观止了 真不愧是被称之为 悲运天才的拓海 所叫导出来的 所以下象的超快速进击 要开始了嘛 而看着下象这精妙的操控 田中央而突然有一些问题 想要请教小白海 那就是贝肯鲍尔和下象 都出身欧洲 他们是不是很相似呢 小白海认为 如果从表面来看 他们的确拥有很多共同点 但是本质上的部分 却完全不同 贝肯鲍尔是精英教育 所培养出来的天才 从小驾驶模拟器训练 所以称呼为第三时代 一直被教导像精密机械那样 不会犯错 如同改造人一般 可与之相对的下象 却没有这种改造人的感觉 虽然也是精英教育 然而他的技能 却无法在教室里学会 好像自己忽然变异成新品种一样 小白海也不知道 这描述对不对 不过下象确实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车手 而对于下象的驾驶风格 他还是有些难以描述 小白海告诉众人 自己能隐约感觉到 下象的与众不同 并且也知道 下象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只是在此次的比赛中 下象还不能够成为足够的威胁 毕竟GT86的战斗力确实不足 但小白海还是真心希望 下象能完美地完成比赛 以便更好地构建自己的未来 小白海认为 下象是真正值得期待的天才 想和贝肯鲍尔一同 成为撑起MFG新时代的明星 这里也是有些想吐槽 贝肯鲍尔才不想撑起MFG呢 此时画面正好接到下象这里 他在超越了北约望后 又要对巴朝祥下手了 而看到下象 居然想从自己外侧的弯道超车 巴朝祥内心十分不快 有这么小看我吗 然而下一秒 他就看到巴六车头超过了自己 刚刚巴朝祥想要加速 没想到 他的车子好像是害怕 他高速转向不足 强行降低了驱动力 巴朝祥内心十分不甘 关键时刻 自己的操控却偏偏被 牵引控制系统干扰了 实在太可恶了 巴朝祥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下象超过去 不过田中阳二见到这一幕 就十分兴奋 连连表示 刚刚GT86完成了 令人站立的壮举 一下来到了第十一位 片通下象这位新人 真的太恐怖了 对此小白海也很意外 他也想不到 下象居然会在那种地方 进行超车 像他们这样长期参加比赛的人 只觉得那里并不会有什么机会 可下象的这一举动 就是在没有机会的地方 干净利落地超车了 小白还只能说 下象是拥有某种特别的直觉 而北元旺在看到哥哥被干掉之后 立即哈哈大笑起来 让巴朝祥更加不爽了 你个白痴妹妹会不会说话呀 巴朝祥随即赶紧联络了通讯屋 表示自己想要在后面的直线路段上 超越86 他希望通讯屋计算一下 在直线段前 自己被允许的时间差是多少 据通讯屋的计算 在突入直线时 要保证差距在4.2秒以内 才有可能反超 巴朝祥立即表示收到 他再次提起精神 准备就绪 并让北元旺也全力跟上自己的节奏 北元旺意识到 哥哥今天有点不对劲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热血了 这对于巴朝祥来说 可不是简单的名次这么简单 而是男人的尊严 和这种帅哥比赛 输掉的话会让人很懊恼的 但在北元旺看来 哥哥已经完败了 听妹妹这么吐槽自己 巴朝祥更加郁闷 你个金鱼眼真是啰嗦 只能说这兄妹俩 果然是谁也不让着谁啊 转场到先头部队这边 石神已经从最开始 被超车的震惊中恢复过来 不过他依旧觉得很震撼 几乎不敢想象 贝肯鲍尔会以这样的急速 领着自己冲入这窄窄的侧边路 贝肯鲍尔驾驶的 保时捷718动力偏弱 是怎么跑出这样的急速的呢 石神只知道 这种事情他绝对做不到 所以贝肯鲍尔 是将所有的技术和细节 都做到了滴水不漏吗 石神有些不甘心 可也只能跟在贝肯鲍尔后面 观察甚至是学习 这是田中恢复的声音进入画面 告诉观众们 先头部队已经进入长直线路段 现在两台无人机 在早川上空超近路 直接飞向收费高速的入口处 但到了那里之后 这些MFG优秀的高速无人机 也会被瞬间抛离 田中恢复发出疑问 不知道先头集团中 贝肯鲍尔是不是会继续领先 完成第二拳 还是石神能够成功翻盘呢 田中恢复不知道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只知道真正的比赛 从现在才开始 此时轰鸣声有远即近 是落后先头集团 七秒的第二集团来了 向业顺还是跟在 5号版本后面 双方即将开始马力比拼 一边是5.2升V10奥迪R8 一边是3.8升V6双无人GTR 田中恢复一时也激动起来 上吧 神风混混 向业顺 此时终于到直线段了 向业顺感觉到 自己的GTR跑得十分流畅 他已经感觉到 向业顺因此在内心大叫起来 七号天使的吻非我莫属啊 于是下一秒 长沙形势就发生变化 向业顺就闪到了版本旁边 就快和版本并排了 这是利用伪流超车的呀 田中恢复见此也激动起来 他情绪一波三折 向业顺是要上了吗 哇 并排了 啊 超过了 神风混混刚刚经一口气 超过了5号车 此时被超越的版本 在内心大骂向业顺是个白痴 心情是既不甘又不屑 怎么会有这种 只知道傻充的人呢 田中恢复在确定 向业顺超越对手之后 立即又让镜头切换到了 赤羽和大石两人这边 他们现在处于第八集团 田中恢复依旧十分激情地告诉大家 自然吸气5.2升的兰博基尼 对战3.9升V8乌鲁的法拉利 两台车都轻松超越600匹马力 这是来自意大利的顶尖跑车之间的 终极对决呀 对此 赤羽和大石也都很明白 现在就是时候了 果然 赤羽这边终于抓住机会 他一把方向迅速将车打到一边 并立即拨动挡片一脚油门 于是竟利用风阻较小的刹那 一下就追上了大石 田中恢复将到这一幕 激动地叫了起来 连连表示赤羽时机把握得很绝妙 和神风混尾一样 都是精彩地利用前车尾流的压叉超车了 一般尾流超车都在弯倒 没想到却接二连三 在这小田园的长直线上发现 还真是戏剧性啊 而成功超车的赤羽也十分诧异 觉得大石似乎很不在状态 水平和之前相比 好像变得更差了 对此大石也是十分不甘 也许他是一直想着要换 高性能版蓝波基尼的省 所以有些不在状态吧 赤羽终于成功超越大石 无人机随即给出了一个 高空俯瞰的画面 镜头便再次调转到 八朝祥和北云望这边 八朝祥真是很着急 想询问通讯屋 他和前面的86还差几秒 通讯屋立即回复 还差3.2秒的时间 因为现在是在坡度平缓的区域 时间还很充裕 足够超过GT86了 八朝祥随即赶紧联系自己的妹妹 让他集中精神 马上要上了 赶紧替代自己后面 充分利用伪流啊 而这两人的行动 自然引起了田中阳二的关注 他知道 对于GT86来说 这条长直线 是最大的一个难关 目前迷刺喜多兄妹 从背后逐渐迫进 艰难的片通下巷 八六能再次制造惊喜吗 结果下一秒 迷刺喜多兄妹 便借助伪流战术 一下子就抄了过去 先是八朝祥 后面北云王也超过了八六 北云王这时给下巷 做了一个朝后面的手势 就是想让下巷 跟在自己的伪流后面 要拉下巷一程 下巷于是也不纠结 直接将车开在了北云王后面 北云王让哥哥不要小气 毕竟比起两台车 三台车一起使用伪流 更加有效率一点 八朝祥表示 自己才不会那么幼稚 他只是觉得下巷 所保持的距离 刚好不远不近 处在利用伪流的最佳位置 看来下巷对伪流 也有着充分的理解 八朝祥再次肯定 下巷绝对积累过 相当丰富的比赛经验 旭方这边也主动联系下巷了 原来旭方发现 和排位下的时候相比 下巷这次在直线段上的急速 有了显著的提升 因为没有无人机 传送回来的画面 旭方不能了解现在的情况 他很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 下巷以为旭方 不知道什么是伪流 于是还贴心地讲解伪流的威力 表示自己现在正处于 前面两台车子 所开辟出来的半真空去中 因为空气阻力大幅度降低 自己可以更早挂入6档 不过由于快到直线段 终点前的刹车点了 虽然下巷很想和旭方 继续解释其中的原理 也只能先终止谈话 而和下巷停止联络后 旭方也独自思考 他自然知道伪流的含义 只是认为其中有点不对劲 86怎么就这么好 刚刚搭上迷次喜多兄妹的伪流 成功将时间损失限制到的最小呢 这太不合理了 难道从一开始 下巷就想出利用 迷次喜多兄妹伪流 这样的作战策略吗 旭方发现 下巷在进入长直线前 是有松油门和利用惯性的情形 可GT86的燃油储量很足 所以他不明白 下巷当时为什么会使用这种操作 明明全油门 应该能再进入直线段前 争取多一点领先 迷次喜多兄妹的时间的 想到这里 旭方突然心里一惊 如果下巷是为了控制后面两台车 超过自己的时间点的话 那就合理了 只要下巷在驾驶的同时 依据迷次喜多兄妹的引擎出力 计算好对方在直线上 才会超越自己的地方 就可以充分衔接 以最佳的情形 利用迷次喜多兄妹的伪流 许方被自己的推测吓得满头是汗 感觉自己想太多了 不管下巷再厉害 这种事情还是太神乎奇迹了吧 继续回到田中央的讲解之中 目前开头的两辆车 已经跑完了第一圈 贝肯鲍尔并没有甩开石神 原地待命的无人机 开始接班换岗 他们也是马力全开 追随着各自选手而去 因为接下来的驱断一 基本是马力之声 小白海因此认为 对石神来说 还有很大的机会去逆展局势 另一边 向叶顺也终于领着班本 进入了领奖台范围 两台车还是缠组在一起 场外的观众们 见此十分激动 都在给向叶顺加油 他们都不想GTR 输给那些德国车 田中央而继续播报现场情况 现在上尾车群 正在不断地回到起点的地方 胡鸣身在这里慈禧彼伏 而迷次喜多兄妹和86 也正从收费站入口驶来 这三台车 都是全场的缩影 各车手们都在相互间 展开着激烈的斗争 排名板前 西元四链终于上场 调整排名了 当他的手指划过下向的板子 内心也变得相当复杂 虽说他不希望下向成为名人 但也知道 这是下向的梦想 和下向的梦想相比 自己的存在 就有点微乎其微了 练一下子有些多愁善感 完全没注意到 色色的摄影间 记者小哥 趁他不注意的功夫 已经将摄像头 对准了他的屁股 这影的许多屏幕前的观众 都沸腾了 真棒啊 没想到七号天使的屁股 也这么漂亮 而等连反应过来 是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赶紧用手挡住 拍完精彩的一幕后 就到了连接受提问的时间 问题和前几名天使是一样的 你最欣赏的选手是哪一位 没想到连却表示 他才刚刚加入 MFG天使的行列 和选手们之间 都不是太认识 因为不认识选手 因此说不出 自己最欣赏哪一位 连表示 自己决定从今年开始的一年间 会作为MFG天使 努力学习MFG的相关事情 所以关于 现在最欣赏谁的问题 他想留到之后回答 连修后者脸 说完这些话 总算尝出了一口气 有趣的是 连的父亲 看到了这段采访之后 大骂女儿是骗子 其中有一个人 连明明十分了解 对此 西元四太太也很尴尬 只能让老公 别拿自己的女儿开玩笑 而对于连的回答 普通观众就产生了 不一样的意见 有的人认为 七号天使稍微有些傲娇 青春的有些过头了 还有一大部分人 觉得七号天使很可爱 鼓励大家多给这个孩子投票 不知道恋会不会成为 头号天使呢 再次回到直播画面 田中央是兴奋的告诉观众 截止到目前为止 十四台车 已经全部进入第二圈 终于到达最激烈人心的时候 如历年的场景一样 就算是只为了 让排名上升一位 怪兽机器们 也将解开全部马力冲刺 目前二号车的 赤鱼快速进击 呈现出一种 势不可挡的气势 这是一位不能被忽视的天才 现在 他面前的八号车 已经进入了捕捉范围 小白海随机插话 表示他相信 赤鱼超越对手 只是时间问题 他并不认为 450马力的 保时捷911GT-S 可以阻挡住 650马力的法拉利 而赤鱼这边心情 也十分激荡 他感觉自己 似乎得到了 什么重大的启示 原来 他在驾驶这辆车 进行排位赛的时候 由于传感器故障 涡轮并没有发刻出 本来该有的增压能力 但是那种状况下 却让他刷新了 他在驱断3 做出过的最快记录 赤鱼一下子就觉得 自己好像抓住了关键点 找到了解开 MFG方程式的关键 赤鱼甚至现在 就想找神秘的 高桥梁界问一下 他随即看着转速表 一脚油门 快速波动 换档波片 直接干脆利落地 完成了对8号车的超运 一点都没有拖泥带水 随即绝尘而去 驾驶着8号车的 杰克逊泰勒不得不承认 赤鱼真的很高明 令他有一些束手无措 在他看来 MFG中足够优秀的 选手有三个人 第一位是贝肯鲍尔 贝肯鲍尔是最特别的 而第二位就是赤鱼 至于第三位 就是上次排名第四的 那个男人 泰勒很好奇 这次他为何 没有出席的比赛 与此同时 在东京色谷 最繁华的街道上 一对巨男靓女 正手挽手逛街 长发文女发现 边上的巨大屏幕 正在播放MFG比赛 所以是之前比赛的录像吗 然而男的一口否定了 表示那是直播 而他之所以如此笃定 真正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便是 四号车的主人 尺度光辉 美女听到这里 真的惊讶了 他很好奇 尺度为什么不去参赛 反而到这种地方了 结果尺度却深浅地 看向美女 表示这样的安排挺好的 因为今天是沙奈的生日 原来这女孩的名字叫沙奈 感觉还挺好听的 对于尺度的回答 沙奈再次震惊 虽然是这样 但是不去参加比赛的话 就没有办法获得奖金了呀 尺度让沙奈不要在意这种事情 我的排名可是第四 你稍微想一下 不就明白我去年 到底赚了多少钱了吗 然而听到这一回答 沙奈突然有种不安了 他看下尺度 表示尺度是成年人 还是个帅哥 又特别出名 当别的女孩靠近的时候 即使你们之间不说话 也会让自己有种不安的感觉 更何况 MFG天使们也都很可爱 版型也超正的 这尺度很会讨女孩子欢心 直言MFG天使和沙奈相比 都是些阿姨罢了 结果沙奈却直接回答 说自己才是什么长处都没有 仅仅是一个平凡的女高中生而已 不过沙奈虽然这么说 内心还是觉得 自己确实比其他女孩更可爱的 尺度继续开启彩虹屁模式 夸在沙奈一点也不平凡 沙奈永远都是最特别的 因为沙奈是17岁啊 17这个数字怎么会如此完美 如此振奋人心呢 让自己的灵魂最深处 都为其动摇呢 此时沙奈一脸欣喜 而尺度则满怀热情地告诉沙奈 自己发自内心喜欢的事物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 其中之一 就是相伴于17岁女孩身旁 身心皆为她倾倒时的自己 说到这儿 尺度忽然都觉得自己有点变态了 不过这里有一说一啊 所以尺度的意思是 只喜欢17岁的美少女 18岁的沙奈就不喜欢了吗 沙奈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 希望她继续往下说第二个 于是尺度也没有遮遮掩掩 回答第二个 就是握住方向盘 渴望并追逐极限跑法时的自己 那实在是太过于帅气了 这里也只能说啊 这个尺度简直就是个自恋狂啊 这个自恋狂表示 自己对金钱没有任何兴趣 就算把钱全都花在女孩身上 也没有关系 她决定带沙奈去挑选生日礼物 给沙奈买什么东西都行 尺度在内心打着小九九 只要买完礼物之后 就可以去宾馆了 那时 就可以倾倒在17岁的少女身边了 结束完自恋狂的剧情 画面再次回到小田园的仙头部队 石神跟在贝根包围后面 这是打算要进行攻击了吗 这时 石神的无线电中传来信号 助手建议他立即开始反击 还说如果没有在区段一抄到前面的话 那机会就彻底没有了 所以进攻吧 可石神听到这话却气不打一出来 他现在紧张不已 根本不想听任何人的话 因此只表示 就算不这么说 自己也是打算这么做的 所以你还是安静点吧 这样会让人分神的 助手这边听到石神的抱怨后也很震惊 没想到一向淡定自若的石神 也会慌乱地说出这样的话语 实在是太少见了 石神结束通话后 看着自己的转速表 立即踩足油门 并拨动换挡拨片 911GT3加速向前方追去 但石神却发现 距离并没有拉近多少 石神一脸症重 他坚信自己GT3的心脏部位完美无缺 在MFG的参赛车辆之中 他的车是唯一9000转 就能产生500马力的水平对峙6缸一轻 可比赛发展到现在 却还是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看来为了能和眼前的男人战斗 就算是这台GT3也是远远不够的 石神真心感觉到对方的技术 实在是太无懈可惜了 即便自己竭技全力在跑 仍旧完全没能够抓住对方的破绽 石神只能继续跟在贝肯鲍尔身后 回到田中阳2的讲解之中 他在直播时连连问观众 现在神石5上位排名的选手们 在曲短一马力全开冲刺的话 顺势速度超过200的地点有很多 那么最高速在180的无人机 为什么可以追到这些选手们 实时传来画面呢 其实关于这一问题 作为MFG解说这么多年的田中阳2 自然知道答案 真正原因就在于 比起地面上奔跑的车辆 空中飞行的无人机 在转弯速度上会更快 所以就算在直线后端 暂时被甩开 到了弯道处 也能再次追上来 这时无人机切换到项叶顺这边 没想到车内项叶顺十分紧张 感觉有麻烦的事情要发生了 他急得满头是汗 只能祈祷幸运女神可以自语自己力量 自己一定不能掉链子 一定要拥有七号天时的吻啊 画面随机再次一转 又回到了北渊望兄妹这边 他们这时似乎已经甩开了下降 续方与下降联系 询问下降是否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他认为下降是不是冲得过快了 虽然燃料余量没有问题 但轮胎情况却有点让人担心 毕竟下降以第一圈的情况 应该已经消耗掉了八成左右的轮胎 如果再以同样的步调来冲刺的话 等到第二圈前半段 轮胎就会没有抓地力 下降让续方不要担心 表示这根本不是问题 要知道轮胎管理的训练 自己在学校的时候 就已经学得非常扎实了 从起跑开始 直到跑完规定好的距离 期间使用掉多少轮胎抓地力的练习 自己已经完成过很多次 下降知道轮胎过早使用完不好 剩余过多更不行 所以全力冲刺 要等到突入最后的下步段才开始 对于下降而言 他有足够的自信 能够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好 更完美达成这项任务 因此也有信心 取得比现在所处位置更高的排名 并在完赛后 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续方 续方被震惊的无言以对 还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但不知不觉见 他已经感动得热烈盈眶了 继续回到田中阳二的讲解中 截止到目前为止 时神对贝肯鲍尔的追击战 已失败而告终 贝肯鲍尔那纯白色的保时捷718 还是率先通过了检查点 这一切在田中阳二看来 简直就是以弱胜强 现在不管是换作谁 都没有办法追上贝肯鲍尔这个男人了 毕竟贝肯鲍尔这家伙 可是被称之为司徒加特刺客的年轻人 已经粉碎掉了两届MFG冠军得主的威严 田中阳二随后播报了目前的排名 前五的位置似乎已经明朗 但第六位的争夺战正在进行中 此时二号车的赤羽 正紧跟在六号车的背后 不过转瞬间 就慢慢和六号车的柳田并排了 看起来赤羽是要在这里动手的呀 无人机详细记录着他们的对抗 只见在一个狭小的弯道时 赤羽从内侧冲上极限紧贴着柳田 自己离路源时甚至只有一厘米 两辆车看起来似乎都要碰撞了 柳田真的气氛到了极点 没想到居然将这么宽的车体 强行挤进如此狭窄的空间 这态度太强硬了吧 赤羽最终成功超越柳田成为了第六位 而跟在他和柳田后面的 正是刚被他抛离不久的八号车 泰勒和三号车大师 大师现在还是十分不甘 脚本驻手赤羽在哪里 经过驻手测算 目前赤羽领先大师九秒钟的时间 和大师之间隔着两辆车子 驻手希望大师先不要着急想赤羽的事 而是冷静下来 先把眼前的八号车干掉吧 但话说得轻松 大师怎么冷静得下来呢 明明应该是比拼玛丽的驱断一 自己的兰博基尼为什么会输给法拉利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距 实在是太可恶了 转场到迷茨喜多兄妹这边 他们组成的协作队列已经通过了山顶 只是GT86已经慢了他们大约六秒钟 田中央有些感慨 在进入正赛的15台车子里 最无力的就是这台丰田GT86了 在动力之胜的区域 只能渐渐被前面的车群拉开距离 在小白海看来 要想突破车子本身的马力不足 这对于下向而言将会异常艰难 不过车子的无力 却更能反振出选手个人的表现 小白海认为 和领跑的贝肯鲍尔 还有在中部集团连续完成超越的赤羽相比 下向所展示出来的驾驶技术 完全没有丝毫逊色 他还是非常期待下向的表现 田中阳继续介绍 目前排名最末尾的13号车 也进入驱弹2了 他替观众发出疑惑 按理来说 FK8也是有名的高速车 为何会陷入这样的苦战 连GT86都赶不上呢 开始小白海给了回答 恐怕是前缘正面对轮胎的问题吧 要知道 公路舞台激烈的上下坡道 对前驱车很不利 短距离虽然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到了长距离的比赛 前轮就会变得支撑不住 毕竟对前驱车而言 不管是上坡还是下坡 负担都会集中到前轮上 田中阳二听了也有些感慨 他告诉观众 直到去年的时候 前缘还是使用 卸掉能量回收系统的NSX 来参加比赛的 前缘这次是因为电脑设定被重置 而没有勉强用那台车来继续参赛 可NSX怎么说也是和GTR齐名的 是日本在世界上引以为傲的速度机器 所以田中阳二还是很期待 那台NSX会在以后的比赛中 再次闪亚登场 小田园赛道的上空 不断发出汽车的轰鸣声 选手们都在想方设法的 超越前方的车辆 无人机也在牢牢跟随着拍摄目标 此时镜头回到八朝祥这边 八朝祥心情很不好 毕竟这一段从大关山顶 到湖畔的路的后半部分 路况相当恶劣 随处都有讨厌的颠簸 震动机器的扬尘也很大 八朝祥知道 如果过度冲刺的话 就很可能会让车子失控 可是为什么 只有下巷会在这猛然加速呢 八朝祥实在想不通 看着后视镜中的下向慢慢接近 八朝祥真的很紧张 这里有些觉得 八朝祥似乎太过于在意下向了 要不还是掰开后视镜吧 而就在下向发力的时候 处在最前方的贝肯鲍尔 也进入了独跑的状况了 时神最终还是没跟上 贝肯鲍尔的节奏 被渐渐甩开 田中阳二见此 也不由替时神可惜 但他转眼又被后面的变动吸引 看来比赛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原来田中阳二发现 神风混混的GTR节奏慢下来了 导致一度被他抛离的五号车 又再次咬到了GTR的尾巴 眼睛的小白海一眼就看出 现在GTR有转向不足的征兆 轮胎正在被不断消耗着 事实证明 小白海说的一点也没错 向彦顺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他开始责怪自己 没有早一点考虑前摊 现在光凭借刹车 已经无法让GTR重量级的车身 有效减速了 好在后轮的抓地力还没有问题 因此看着后面逼近的奥迪R8 向彦顺还是很有信心 他在内心对版本发话 想在这么狭窄的公路上超车吗 无论如何 七号天使的稳 我是坚决不会放手的 混账东西 可现在五号车正慢慢追上来 向彦顺真的能避免被超越吗 另一边 通讯屋主动联系了二号车的赤羽 他发现由于九号车GTR的节奏突然变慢 照这样下去 到比赛的中排就可以追上他了 赤羽了解到相关情报后 决定先将前面一位的奔驰AGM抓住再说 镜头再次发生了切换 还是下向他们这边 这时下向已经赶上迷刺喜多兄妹了 田中阳二很激动 这三台车从第一圈开始 就紧紧地缠斗在一起 迷刺喜多兄妹vs下向 结果会如何呢 如果单从车子的战斗力来分析 显然GT86是最差的 可86现在就是能神奇地贴在前面两台车身后 并死死地咬住他们 这对处在被追赶立场的八超巷和北云望而言 恐怕已经积累了不少的挫败感 觉得自己不管怎么逃跑 下向都会像影子一样跟过来 田中阳二告诉观众 其实他们三个的年龄非常接近 其中下向19岁最小 最大的八超巷也只有22岁 这几个年轻人的才能和尊严激烈地相互碰撞 究竟谁才是真正笑到最后的那一个呀 还真是让人好奇 八超巷不知道外界的情况 他紧张地提醒妹妹 千万不要失去注意力 一定要谨慎处理好每一个弯道 即便是很小的失误 重复的话 也会过早消耗掉轮胎的 而关于这一点 就算哥哥不提醒 北云望也自然明白 他反而提醒八超巷 不要太过多注意后方的情况 我可没大哥想的那般软弱 北云望明白忍耐的含义 就算只积攒出一秒钟的优势 也是一份很了不得的礼物了 这就是比赛的真正含义 而西元四恋这边 原本正在观察比赛的一举一动 忽然之间 他察觉有人触碰了自己的腰部 练一个机灵 连忙问京子怎么了 原来京子只是纯粹地感叹练的好身材 即便他同样身为女人 也忍不住想要摸一下 这腰也太细了吧 感觉就像是被勒出来的一样 练修的满脸通红 表示京子姐的腰也很细啊 于是京子放松了腹部吸气 肚子因此一下秃了出来 京子不好意思地表示 自己只是工作时收紧了腹部 骗人的把戏罢了 京子随即问练 是不是参加过什么运动社团 得知从初中到高一的这段时间里 练一直都是田径部成员 京子才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怪不得腰这么细 还有一双肌肉恰到好处的漂亮大腿 京子忽然有些感慨 觉得现在孩子的骨骼看起来和以前不太一样 腰骨的位置也太高了 每个人都是大长腿 而且练现在是在上高二 也就证明今年17岁 是MFG天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成员 这个年纪实在太好了 对此这里有个疑惑 泽度光辉如果回来比赛看到练 会不会和向叶顺一样 对练发起猛攻啊 此时的京子看着这么漂亮的练也很好奇 他因此问练有没有谈过恋爱 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练想到下相突然老脸一红 慌忙表示自己没有男朋友 并且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 而为了摆脱窘境 练反问京子是不是已经在恋爱中了 结果京子却害羞地表示现在没有了 不过他有喜欢的男生 而且他一直单相思大约两年的时间 这样练感到很意外 京子因此有点自嘲 对吧 别看我这样 和男人之间的关系方面 可是意外的单纯啊 再次转到赛场这边 车手们都在奋着一搏 此时三号车的大石 正在努力追赶前面泰勒的保时捷 一想到这儿大石就很来气 这台保时捷也太没眼力劲了 真是碍事 兰博大人怎么可能一直跟在保时捷的后面 给我死开啊 大石打算在一号线最高点出的短直线上动手 到时 他要让杰克逊泰勒看看 5.2升微石引擎的破坏力 只见他换挡之后猛踩油门 无人机也联盟跟随他的速度飞升 看来这场超越战即将拉开帷幕 转场到下巷这边 在高速通过一个诱弯之后 他就再次发现了前面迷刺喜多兄妹的两台车 续方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 真的越来越觉得下巷的可怕与无奈 虽然下巷在湖畔依然紧跟着 并没有被迷刺喜多兄妹甩开 可驱断而后半部分的上坡坡度都十分陡翘 对比赛用的车子而言 届时对玛丽的需求有多大 稍微思考一下就能明白了 虽然平衡性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但那也是在玛丽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平衡呀 续方很明白 比赛中的下巷感受到的这份不甘心 应该是作为旁观者的自己的好几倍 续方迫切地想要玛丽 他知道 如果想要赢得比赛的话 玛丽就是必须的 所以续方难道是想对GT86 进行引擎改装了吗 果然 86就永远逃不掉改装的命名 随即画面转场到国道一线最高点 这里已经传来汽车的轰鸣声 田中央二开始热烈地讲解起来 开始介绍赛道上的情况 现在投车已经通过了这里 这台用屁股对着怪兽军团 持续猛充的中置引擎保时捷 他的心脏部位 即安装了一台水平对峙四缸引擎 排量不过才2.5升 但是驾驶者 却是拥有高超技术的天才选手 贝肯鲍尔 跟在贝肯鲍尔身后的是一号车石神 他目前似乎是在估算着和后车距离的同时 以巡航速度独自奔跑着 而石神之后的是第三位集团 也就是驾驶着9号GT-R的向一顺 驾驶着5号奥迪R8的版本 田中央二其实也很疑惑 虽然现在GT-R在弯道出口的速度仍旧十分敏锐 但神风混混 真的能死守住这个位置吗 实在是精彩的令人目不转睛啊 然而田中央二这时只能将目光投向第五集团 这里的法拉利已经拉开驾驶就要动手了 只见驾驶着2号法拉利的赤鱼 已经与奔驰AMG并排 而在转瞬间 2号车就超越了过去 看了这精彩的表现 田中央二不住的感慨 他不得不承认 赤鱼实在是太恐怖了 在正下的时候 虽然一开始似乎不在状态 可随即去接二连三的超越了对手 现在终于到了第五名 田中央二真的相信 对于赤鱼这个男人而言 排位赛的名次是多少 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超越对手的感觉 目前赤鱼的冲刺似乎已经完全停不下来了 这对于很多选手而言 肯定都束手无策了吧 如果赤鱼再按照这个节奏跑下去 追上前三 也只是时间问题 杨二继续播报接下来的排名 发现3号车的大石 正要对8号的泰勒进行超越 原来是大石已经抵达了1号线的最高点 他又按照原来的计划超车了 看大石一下子就追了上去 田中央二认为 大石应该可以成功 如此一来 3号车和8号车的位置就将会发生兑换 这样的话 2号法拉利越马的背影 是否能够再次被大石捕捉进视野中呢 田中央二突然有些宿命论的感觉 他知道 为了追上宿命中的对手 兰博基尼蛮牛 现在正使出浑身力量 在地面上狂奔着 不过不管怎样 这两台比赛初期表现欠佳的意大利跑车 终于开始要去粉碎 保时捷等得意志势力了 在介绍完头部集团和中部集团后 镜头忽然对准了北渊望他们 这两兄妹还在进行着伪流战术 田中央二知道 在这乡根地区的山道上比赛 一瞬间的松懈都是不允许的 尤其到了噩梦般的下坡道士 对轮胎的管理 更是时时刻刻影响着车子的表现 也会让比赛更加的激烈 田中央二一边讲解情况 一边看着赛道 终于他一直期待的画面出现了 随着轰鸣声游远极近 那辆真红色的丰田季体八六 总算迎面时代 田中央二是真的认为 下乡是相跟下坡道上 受到重力的恩惠的人 说不定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奇迹 他相信这位英国培养出来的新人类选手 一定会在这里采取行动了 而田中央二说的没错 这时下乡正要激烈地突入下坡道 只见下乡内心大喊一声 Let's go 便快速挂挡踏下油门 车子随机就像装了氮气加速器一般 飞快地消失在了道路之中 与此同时 相业室这边也出现了问题 他和版本的车子节奏一直没提升 已经被赤羽的法拉利赶上来了 导致现在三台车暂时混站在一起 情况十分胶着 小白海认为 如果变成现在这种情形的话 那么被夹在中间的版本 就会陷入非常艰苦的处境 因为他既要观察前方 又要提防后方的赤羽超车 时间久了之后 只会让自己的注意力分散 而对于这一点 版本自然心知肚明 他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变成这样 竟一下让二号车追到了这里 并且更不利的是 他知道 像赤羽这种选手 是一旦被他超越 就再也没办法反超回来的 版本没有办法 只得把战略先变更为 封锁住后面的赤羽了 版本这时是真的很嫌弃向业顺 又不是在开安全车 这速度也太慢了吧 他现在一想到 之前向业顺那么激烈的使用轮胎 就觉得他是个白痴 转场到了MFG本部 没想到工作人员发现了全新的状况 总部的电脑居然又给GT86打上了醒目的标识 要注意 这不是排位赛那次 而是现在的正赛 这种情况在此之前 简直闻所未闻 在田中央二的印象中 的确是一次都没有发生过的 这让田中央二经一时语色 连忙询问小白海的看法 其实小白海也无法理解 他在得知此事之后 也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在常理之中 绝对不可能有人可以使轮胎不产生损耗 这种事情是唯为物理法则的 可下相竟然轻而易举 且出色地打破了常规 同时又保留了轮胎 简直好像在跑第一圈似的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下相这边不知道外界的一切 他依旧淡定地换挡踩油门踩刹车 似乎完全没有一丝轮胎要用尽的烦恼 他迅速通过右弯 再次换挡高速梯边通过左弯 在下相的全力操控和加速之下 原本早就被彼此几多兄妹 甩开一档距离的下相 竟神乎奇迹地追着上来 北云王已经察觉到了下相的存在 连忙提醒哥哥 但其实就算北云王什么都不说 八朝相也已经知道下相又赶上来了 因为下相那家伙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后视镜中 八朝相真的很是真情 在进入区段三时 甩开八队的距离 明明应该和第一圈的时候差不多 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样 这次被追上来的时间点 是不是太早了点 难道下相第一圈隐藏实力了吗 八朝相的内心瞬间一马 他十分后怕 直到在这种情形下 一旦在进入死亡区域之前 就被下相超越 那么就算到了那长直线路段 即便是使用上了伪流战术 也不可能追上下相逆转局势了 八朝相下定决心 虽然他不想那么做 但也只能如此了 八朝相立即通知妹妹 改变作战策略 要牢牢地将下相封锁在车子后面 北云王回复收到 结果他话音未落 就看到一旁八六的红色身影 没想到才一两秒的功夫 GT八六就已经和北云王并排了 而转瞬间 就超过了北云王 向八朝相追去 北云王经得满头大汗 他万万没想到 下相居然在自己行动之前 就抢先一步动手 并且在追上来的同时 就连一瞬间的犹豫都没有 就又发起了冲锋 此时的下相横插在八朝相 和北云王的中间 八朝相在发现这一情景之后 也直呼可恶 居然悄无声息的就溜到中间了 不过这样也好 下相现在被两台车子 加在中间无法动弹 这个态势 简直就是铜墙铁壁 八朝相立即对美美发布新的指令 转变队形为加层结构 一定要保证 直到长直线路断前 都要把GT86困住 续芳这边也发现 自从下相追上迷自己多兄妹之后 标识就消失了 由此可见 下相失去了自己的节奏 被两辆车前后夹击的滋味 应该很不好受 通过无人机传送回来的画面来看 续芳看到八朝祥的路特斯 巧妙地阻挡86前头 同时 北云王的阿尔法罗密欧 也在后方对86激烈地进行施压 他感觉下相就算是发现了些许空隙 也已经被人牵着鼻子走了 眼下这种情况让续芳非常担心 他不知道下相应该如何 从这地狱般的阵型之中逃脱 三辆车继续纠缠着向死亡区域前进 没想到这时 下相依然十分平和 对于八朝祥驾驶的路特斯 执行的防守攻略 下相也很认可 觉得非常出色 感觉如果自己不下定决心 多使用一点轮胎的话 恐怕就无法开辟出超越的路线了 下相的脑海里 突然回忆起了师傅藤原拓海的话 不管看上去多么狭窄 只要路前面有容纳三台车并排的空间 就一定可以超过去 虽说藤原拓海师傅那样的神迹 下相截至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办法完全掌握 但是这里有三台万车子的宽度 空间已经足够了 不过为了不过度地消耗轮胎 必须要一次就得手 下相这边终于下定决心 决定找到机会就直接行动 领头的八朝祥也在紧张地防御着 他的车头微微偏向右侧 这样一来 下相是绝对无法从内侧超车的 八朝祥对自己选择的这条路线 十分仔细 不相信下相能成功超车 此时前面正好是一个90度的左转弯 下相三人神迹都十分严肃 结果下一样 八六的车影 就直接从内侧瞬间变到了外侧 几乎是横向移动了 这情景惊得北游王满头大汗 他还从来没见过车子横向移动这种事 进体八六也不是螃蟹呀 八朝祥这时也察觉到了异常 他从后视镜中竟然看不到八六了 八六消失了吗 北游王急得赶紧告诉大哥 在外侧 在外侧 而北游王的话音犹在 八朝祥就已经察觉到八六出现在他的身旁 八朝祥震惊地无以复下 只能无力地呐喊 这怎么会这样 但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 八朝祥无法阻挡八六的车头 下面就是一个诱完了 于是转瞬间 下相的GT八六就贴着路源时超过了八朝祥 八朝祥的策略面对下相的技术 最终以下相的全胜结束 八朝祥记得满头大汗 他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这不可能 不可能 自己这边可是路特斯呀 路特斯在转向的能力上 是绝对不会输给其他任何机器的 这是从柯林查普曼的那个时代 就一脉相承的路特斯传统 所以路特斯比不上丰田八六的地方 根本一个都没有 但事实摆在眼前 八朝祥不得不承认自己输了 而这时 田中央二次来得及通报GT八六的情况 杨二十分兴奋 他也完全没想到 GT八六会这么快动手 一下子就超越了迷思喜多兄妹 不过可惜的是 因为事情发生得太快 导播连镜头都没来得及切换 让观众错过如此精彩的镜头 估计应该会被扣工资吧 对于下向高高超车的那套动作 田中央二只能想到 用电光火石的神速来形容 他随后还特地将自己的胳膊 放在了镜头面前 也许是因为震惊和恐惧 那上面连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小白海和田中央二的感觉 是一模一样的 身体里面也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曾经是职业车数的他 万万没想到的是 GT86竟然可以把轮胎的抓地力 利用到这种程度 竟能让车几乎于横着移动 虽然是开的马力不足的车子 所以能够比别人都更激进的使用轮胎 但即便考虑到这一点 还是不得不说 这世界真的很大 天同下向不愧是英国名校 培养出来的超级精英 潜在实力真的是身不见体啊 这时 恋也听到了田中央二和小白海的实况解说 不过他明显有些懵懵懂懂 也没太听清楚 他们对下向都说了哪些事情 而一旁精子看到他有些许走神 立即提议继续刚才的话题 原来他还是不相信 恋真的一次都没有谈过恋爱 恋毕竟是一个模特 长得又这么可爱 结果一听到模特这两个字 恋格外的局促 自己才不是模特 虽说的确有几次被人告白过 但是却有一点害怕 恋表示 他对自己的性格没有自信 这可能跟生活环境有关 他从小到大都是家中的独生女 既任性又以自我为中心 从小时候开始 他的父母就是这么形容他的 要是和谁交往了 很快就会被对方讨厌的 对于恋的想法 精子有些难以理解 在他的心目中 恋应该是一个好孩子 并且就算恋的性格 真如他所说的那样 但是也应该去多谈 几次恋爱比较好 在精子看来 恋爱可是会让女人成长的 不过只以自我为中心的恋爱 确实难以成功 因此考虑对方心情的变化 是很有必要的 精子相信 只要对方是恋最喜欢的那个人 恋自然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了 只不过恋不止会收获快乐 同样 也会发生许多难过的事情 但是如果惧怕难过的事情 就不去恋爱的话 人就不会有所成长了 精子说到这里 忽然有些自傲 他聊了聊头发并告诉脸 如果想成为像我这种 级别的优秀女孩 就大胆去谈一场 高质量的恋爱吧 但可千万别随便 被男人给迷惑了 而望着自信的精子 脸忽然觉得自己 有了不少勇气 他告诉精子 自己一直是属于那种 只敢想不敢做的类型 总是在行动之前 过度思考其合理性 自己其实现在就有一个 非常喜欢的人 在恋看来 精子应该是一个恋爱专家 所以想今后 向精子请教 有关恋爱的问题 精子爽快地答应了 不管什么时候都行 画面切换到向叶顺这边 他还是没能摆脱 版本和赤羽的纠缠 不过三台车 进入死亡区域后 节奏果然都减慢了很多 田中阳有些感慨 就算是赤羽这种天才 在这种地方 也变得安分了起来 死亡区域由于视野不佳 又没有长直线路段 再加上三台车的车型 都比较大 所以赤羽才完全找不到 能够超越的机会 田中阳二认为 这种胶着的状态 应该会至少持续到 区段三的中盘 此时再次转场到赛道后半段 在一个出弯口 GT86轰眉的瞬间窜了出来 下乡这时 已经完全摆脱了北欲望他们 独自一人朝着死亡区域猛冲 在两边郁郁葱葱的草木注视下 下乡迅速换挡 他左脚踩着离合 右脚斜踩在油门和刹车上 车子立即甩入弯道 并转顺又冲出了 田中阳二连连惊呼 现在随着GT86一路猛充的无人机 刚刚一瞬间 已经把先行车的尾巴 捕捉到了自己的视野之中了 此时驾驶着 雷克萨斯LC500的汉尼宁 出现在了下乡的视野里 而这还是这场比赛 起跑以来的第一次 看来咱们初登场的新人 将已进入前十作为目标 而全力踩下油门了 目前死亡区域正在迫近 GT86区域与前车不同 明显加快了速度 刹那间 红色的车影就已经被 乳白色的浓雾所吞没 而渐渐消失了 下乡已经突入了死亡区域 没想到这时 下乡突然联系旭芳 原来她这边有一件事情 想要拜托她 旭芳之前被下乡感动得 不要不要的 所以不管什么事情 只要是下乡说的 她都会帮助达成 下乡于是表示 她在浓雾之中 可以清晰地看见赛道 但是却没有办法 看清浓雾中行驶的车子 所以她希望旭芳 可以把和前一位对手的 时间差告诉自己 续芳一下震惊了 这在说什么啊 真的有人能在那样的浓雾中 看清楚道路吗 而还没等续芳震惊完 下乡又发来了要求 让续芳每隔一秒 就通过耳机报数给她 虽说续芳完全没能明白 下乡说的什么意思 但是她会尽力去做 续芳随即播报时间 现在前面的10号 雷克萨斯领先下乡2.6秒 下乡收到 随机又立即滇滇地采下油门 前方就是浓雾里 若隐若见的弯道了 下乡一脚油门迅速换挡 GT86直接朝着那弯道冲去 而在她这样大胆的操控之下 现在86距离10号车 只剩下2秒了 下乡希望续芳一直保持住 1秒的播报节奏 旋机再次加快了速度 浓雾在下乡眼前闪过 可下乡却好像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她从雾中冲了出来 又看到了下一个弯道口的浓雾 下乡并没有丝毫犹豫 继续发起猛冲 于是没多久 GT86和前车就只剩下一秒的差距了 这时下乡开始在心里默默倒数 5 4 3 2 1 而倒数结束 在无人机的视野中 下乡便已经贴上了 驾驶10号车的汉妮宁 可这让人惊讶的事还没结束 因为GT86又插入了 10号车的内侧打算超车了 汉妮宁现在就算再迟顿 也是惊得满头大汗 这他妈太不科学了 浓雾之中居然还带超车的 不要命了吧 真是太疯狂了 然而下乡就是这么做的 而当汉妮宁还在震惊的时候 86就已经与他并排了 前方就是一个90度右转弯 下乡没有给雷克萨斯一点机会 直接紧贴着路源先一步冲了出去 汉妮宁再次惊讶得无以复加 这还真是一个crazy boy 田中居而这时才在直播间得到消息 他也有些难以置信 下乡已经捕捉到了汉妮宁了嘛 86的无人机传送回来的画面 看上去真的让人疑惑呀 还是小白海做了判定 刚才10号车的尾灯 才从迷雾中浮现出来 但几乎同时 凭借电光火石般的反应 86就钻入狭角的内侧空隙 进行了超车 小白海不由地惊呼 这种事情可并不是 事先在头脑中计划好 便能够立即办到的 能做到 就代表下乡的反射神经十分强悍 仅运转了0.1秒的机会 就能瞬间就做出反应 根据小白海常年比赛的经验 他自己一次还没有这种超车的感觉 去方这边再次给下乡传递情报 距离前方的8号宝石节 还剩下3.6秒 下乡收到信息后 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冷峻的眼神中激起了激昂的斗志 他一定会捕捉到8号车的 看见了下乡一系列神级的操作之后 巨方也一声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激动的热泪盈眶 不停的感慨 下乡也太强了吧 我的86只是一台170万的老破车 就很快就要追上包含期权在内 价值2000万的宝石节911GTS 宝石节可是世界第一的运动车制造商啊 普通人一辈子都买不起 巨方一想到这里 就很想呐喊 很想跳起来冲出去 好自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责任重大 死亡区域的烟雾仍旧弥漫着 仿佛动也不动 这时 八朝乡和北云王的车影出现 他们冲入迷雾中 总算给着死亡区域 带来了一丝声的气息 八朝乡这边还没有放弃追捕GT86 他实在无法接受自己的超跑 被台路边车超越 因此又询问通讯 吴86现在的具体位置 助手于是劝解八朝乡 还是先不要考虑那种事情 先集中精神 应付掉眼前的情况吧 别忘了 现在可是在死亡区域里行驶 可助手这么一说 八朝乡就更加忍不住 要求胡思乱想了 于是见八朝乡如此固执 他的助手也就不藏着掖着直说了 表示GT86已经超越了10号车 目前领先八朝乡15秒 八朝乡内心一惊 完全没想到 自己居然被甩开了那么远 难道下乡那家伙的脑袋是坏的吗 在这浓雾中 他到底做了什么 继方的播报也在继续 现在离前车还剩下两秒 因为播报的时间变多了 渐渐的 继方也明白了 用语音报数这么做的意义 只有得知需要的数据情报 下降才能把握 自己和前车的位置关系 如此一来 在不断破进先行车的途中 会在什么地方追上对手 下降就能够用 头脑中存储的赛道来进行模拟 继方现在真的相信 从超车目标 与浓雾之中的现身那一瞬间开始 如何进行超越的剧本 下降就已经完成了 继方知道 想达成这种效果 并不单要下降 有超人般跑法的精湛的驾驶技术 也需要有足够的情报和处理能力 由此可见 下降的综合能力 远远凌驾于其他选手之上 此时在浓雾中 杰克逊泰勒忽然收到了 通讯屋发来的提醒 通知泰勒 后面有一台很快的车追上来了 泰勒压根部 没白助手说的什么意思 让他再重复一下 发生了什么状况 助手于是只好告诉他 在你的后面 GT86正用很快的速度赶上来 泰勒完全不相信 这真是一个 一点都不搞笑的玩笑 现在可是在死亡区域里啊 怎么可能啊 镜头再次切换给86这边 现在下降距离泰勒 只剩下一秒钟的时间了 下降如法炮制 继续倒数五秒 并在第四秒的时候 迅速换挡踩下刹车和油门 三 二 一 于是就在倒数最后一秒钟的同时 他终于和泰勒贴在了一起 此时的杰克逊才敢相信 通讯屋之间说的都是真的 然而这已经晚了 下降一脸郑重地开始超越 并很快与泰勒的保时捷并排了 前面就是一片浓雾 在这种地方踩满油门 86是在找死吗 但杰克逊想得太简单了 下降早就知道了 浓雾后面是什么 下降贴在护栏 率先攻入弯道 田中阳二终于及时播报情况 他激动不易地讲解着 86已经对八号车发起了攻击 不过杰克逊也没有放弃 他并没有收油门 而且两车在缺乏事业的 浓雾之中并排 太恐怖了 光是看着就足够让人不寒儿地啊 无论是从哪边来看 这都不像是正常人 参赛者之名 而且看双方的架势 哪边都不肯做出退让 胜负揪就会如何呢 下降的GT86 终于在死亡区域 追上了泰勒的宝石筋 泰勒不敢相信 自己怎么能输给一台GT86呢 眼前又是一个烟雾弥漫的弯道了 泰勒看着率先切入内道的GT86 也忍着心慌踩动油门 一定要把86再次抛下去 把田中阳二都激动了 泰勒和下降都不愧是 进入正赛的选手啊 可冲出弯道之后 下降还是明显领先了 泰勒知道 这是自己的原因 自己并没有在这种地方拼命地打算 但下降超越的决心显而易见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下降就逐渐领先 田中阳二不住替下降欢呼 他所驾驶的86号车 终于抄到了8号车的前面 这也意味着 他拿到了第9位 下降的排名数字 终于进入个位数了 田中阳二热烈地讲解着 现在泰勒彻底落后了 下降终于超过宝石捷 拿到了第9位的排名 真的不简单啊 此时小白海一直保持沉默 杨二希望小白海能够说些什么 哪怕只是随便谈一谈 自己的想法也行啊 对此小白海也很是抱歉 表示自己已经不知道 说什么比较好了 刚才的比赛看起来 让所有人都变得紧张不已 就连空气都仿佛凝结了 在这个缺乏视野的路段之中 下降居然能够与对手并排 通过三个弯道 并且成功超车 不得不说 8号车泰勒 确实给我们展现出了 该有的气氛 但是此时此刻 他已经到达了极限 小白海有种感觉 他认为下降和泰勒之间 存在着某种根本性的差异 根据小白海个人的观测 说不定在下降的头脑中 可以将被浓雾包围的赛道 还原成清晰的影像 不过他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应该是首次体验MFG的 公路赛道才对 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呢 小白海突然想到 难道是因为下降 拥有异于常人的特殊记忆能力 如果他真的具备这种天赋 那的确是能够做到的 这应该就是支撑下降 超凡表演的特别资质吧 这时 画面忽然转到 神奈川的横滨市 没准的竟是高桥起届 终于现身了 他现在也正在观看这场直播 高桥起届发现 下降在排位赛的时候 几乎完美地复制了 自己的示范跑法 到了正赛的时候 就在示范跑法的基础上 改进增加了自己的风格 这让起届真心觉得 这家伙的头脑非常聪明 不过话虽如此 起届还是认为 小白海夸得也太过头了 就算是拓海的徒弟 也没想到十几二十年之后 高桥起届 竟然成为了一家 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 一个二十多岁 还在飙车的 这事业发展的 真的是可以啊 起届觉得 如果自己的想法正确的话 这辆86的跑法 还存在严重的缺点 只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还没暴露出来 他玄机看下一旁 变黑变胖的贤太 问贤太是否知道 那个缺陷是什么 贤太现在是和起届 同一家公司 目前在起届手下 担任房地产部门主任一职 看样子起届 真的是很提携贤太呀 而贤太还是和以前一样 基本啥都不太清楚 所以即使GT86跑法有缺点 他也不是很明白 贤太只知道 下乡看上去 简直就像是 藤原拓海的翻版 特别是那极为危险的 驾驶方式 贤太想到这里 不由得有点心急 十分想知道 GT86跑法的缺陷是什么 所以他恳求起届 别再卖关子了 赶紧告诉他吧 看贤太仍旧是这副模样 贤太也忍不住感慨 你也稍微用自己的头脑 思考一下试试 所以才总是不能成长 这样的话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 也别想再回到工厂了 贤太一下燃起了希望 这话的意思 难道是如果答对的话 就能重新让自己 回到零件开发部门吗 没想到贤太立马表示 马上掉回去 是绝对不可能的 毕竟现在公司的盈利支柱 是房地产行业 零件方面如今 已经赚不到钱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贤太在汽车方面 确实没有什么天赋 倒是挺有做 开发商的天分的 听到这里 贤太也有点急了 他希望贤太不要用这种 听起来让人不舒服的说法 这让自己很心伤的呀 继续回到MFG比赛 各位选手都在赛场上急迟 不时传来阵阵的轰鸣声 在一个大发卡弯前 GT86瞬间冲了出来 一点没有迟疑 田中阳二见了十分佩服 觉得GT86这边 对发卡弯的处理十分巧妙 而看着86向远方奔去 续方这边及时播报 目前和前面的三号车相聚 结果续方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下降阻止了 因为现在已经不在死亡区域 所以续方没有必要 再进行语音报数了 他还告诉续方 现在下铺路段 马上就要跑完了 86的轮胎的消耗程度 也相当之高 场上的形势十分严峻 但无论如何 自己都会竭尽所能的 田中阳二看着 GT86的远距的车影 还在感慨下降 在死亡区域的速度 果然出类拔萃 他相信 86的快走距 仍将继续进行 此时河边有几个观众 也正在观看直播 一个小哥突然问身后 知道示范性跑法这回事吗 身后的两个同伴对子很疑惑 于是他开始解释 那是MFG官方攻略网站上的 一些视频 那些视频全由车载 和无人机视角 两组画面构成 且全部站点的赛道 都有一辆车 大概也是同一名车手 攻略完成的 小哥表示 那些视频的旁边 还有用秒表负责计时的家伙 车手操控的手法 也堪称神迹 所以那些视频 不管怎么说都非常的厉害 因为最重要的是 视频中的操控者 在所有赛道上 都留下了难以超越的记录 于是此话一出 他身后的人都震惊了 不可能吧 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吗 要知道 MFG举办以来 神十五的怪兽赛车 一直都在参赛的过程中啊 难道四年之前 上传的示范性跑法 居然到现在都没有被打破吗 小哥立即纠正 严格来说 是直到去年的最后一战 当贝克鲍尔拿到赶位的时候 他三年来第一次 刷新了示范跑法的时间 当时还成为人们的热议的话题呢 说到这儿 几人都很好奇 但那些示范跑法中 驾驶车子望着方向盘的车手 究竟是谁啊 但很可惜的是 MFG宣传部对这个问题 始终保持沉默 但想来MFG 应该是启用了 公路超一楼的专业车手 拥有至少强于 贝肯鲍尔那种级别的技术和速度 那车手开的车是中古车 还是五档的手动变速 如今几乎都已经 无法在道路上见到了 小哥也只能隐约想起 视频中那辆黄色的车身 大概是叫什么7 所以高桥起届 还是开着RX7 创造那些纪录的呀 果然太厉害了 这里不悠悠想的拓汉 他怎么就这么悲催呢 难道D计划的时候 把好运气都用光了吗 此时镜头突然回到贝肯鲍尔这边 他正如同理所当然般 作为第一名全力冲刺 田中雅二知道 贝肯鲍尔实施了 剑如盘石的比赛管理策略 看着贝肯鲍尔 挟着王者风范急驰而过 也只能感慨 这位德国来的刺客杀手了 田中雅二相信 贝肯鲍尔已经有99%的概率 拿下开幕战 已经跟在贝肯鲍尔后面的 一号车石神 已经落后了13秒 对此小白海忽然有些感叹 石神直到去年 都还没有体验过这股势头 明明石神和贝肯鲍尔 同样都是驾驶宝石鲍 他的宝石鲍 还更迁近些 但他就是在直接对抗中 输得体无完肤 被贝肯鲍尔彻底的击败 小白海认为 包括石神在内 神石武的全员 究竟如何打破贝肯鲍尔这座堡垒 将是MFG本赛季 一个重要的话题 讲解了头两位 接下来是三位集团 看到这 田中雅二就觉得很意外 他没想到九号车 项叶顺还在坚持着 仍然死死的守着第三的位置 小白海认为 从总体来看 项叶顺给人的印象 总是意气用事 所以很难保持住状态 等到了进攻的时候很强 可防守时 却又极为脆弱 不过在这个赛季 却有所不同 确实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 项叶顺心理层面有所增长 小白海因此也很好奇 究竟是什么改变了项叶顺呢 真正的答案 自然就是七号天使 项叶顺能够坚持到现在 完全是为了西元思练的本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让给任何人的 现在纠缠着的三人 已经慢慢接近 续桥检查点了 这个地方分为左右两条路 田中雅二继续讲解 对几乎所有选手而言 走左边会更加有利 不过虽然很少发生 但也会让人见证一些 通过走右路 来决胜负的情况 于是田中雅二刚说到这 二号车赤羽就选择 向右面行驶而去 不多久两条路 会再次合成一条 在这关键的时刻 田中雅二很是激动 到时候情况会变得怎么样呢 这时赤羽已经从右侧冲了出来 版本见了十分紧张 现在他和赤羽的情况 更加纠缠一起了 不过画面上看 赤羽的车明显已经更快一步 而转瞬间 他就插入了项叶舍和版本中间 版本的车还差点撞到他 田中雅二见了也很紧张 刚刚真的是剑不容发的攻防站 两辆车差点就撞到一起了 不过对于赤羽的攻击 裁判没有给出处罚的旗帜 这也就代表赤羽超越成功了 场外的观众看到这一幕也很兴奋 直夸赤羽太厉害了 他们还以为两辆车会撞上呢 而驾驶着五号车的版本 此时真的非常火大 通讯屋也表示 他们已经对刚刚的深意结果 向裁判部提出抗议 不过裁判依然没有给赤羽出处罚期 版本因此愤怒到了极点 大骂裁判开什么玩笑 他没张眼睛吗 这么明显都看不到 自己要是没有及时避开的话 就会引发大事故的 画面切换到了第一弯道出口 只见七位集团的六号车和三号车 瞬间冲出 这两台车都已经被86捕捉进视野中了 还一路迫近这四秒内 然而田中雅二知道 现在86已经被渐渐甩开了 不过也真亏夏向 仅仅用两升排练的车 就能追到现在的位置 其实对于玛丽这个问题 夏向也意识到了 他知道和前面两辆车子相比 GT86的动力差距过大 在现在的路况下 不管如何使用轮胎 如何推进 都是追不上他们的 所以只能将作战变更为 死守现在的位置 看来答应续方的高奖金办不到了 一想到这 夏向就觉得有点对不起续方 另一边 通讯屋联系了泰勒 目前泰勒和GT86相距4.7秒 夏向消失 导致夏向失速 他建议泰勒将胜负留到长直线处 在那里洗刷在浓雾中的屈辱 让夏向重新见识一下 8号选手的骄傲 而就算通讯屋不说 泰勒也打算这么做 无论如何 他绝不能在GT86的下位完赛 此时贝肯巴尔这边 在领先了这么久之后 他脑中思考的不是对手如何 而是自己的未来 在贝肯巴尔看来 大名鼎鼎的MFG比赛 也不过如此 实在是太无聊了 根本没有值得自己 全力以赴去应对的敌人 今年一年内全部的比赛 自己都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完成的 贝肯巴尔现在只想说一句 他想回德国去了 说完了贝肯巴尔 咱们接下来看三位集团的情况 目前这三辆车 已经突入长直线路段 三人都如同机院已久般 疯狂地踏下脚 将油门挤到最深处 而他们身下的机器 就如同三台怪兽一般 梦然加速 镜头锁定的版本 赤羽和香烟顺这三个人身上 他们彼此之间靠得很近 势必会有一场恶战要发生 而最先动手的是二号车赤羽 只见他从尾流队列中抽身而出 想要超越前方的向烟顺 只一眨眼的功夫 就已经和九号车向烟顺并排了 从纸面数据上来看 三台车中他的座驾是马力最强的 是V8双卧轮引擎 速度果然极其之快 至于版本这边 还是认为现在太早了 不适合动手 现在压力给到向烟顺这边 他已经被赤羽盯上了 渐渐地就已经被赤羽超越 田忠雅而激情解说 截止到目前为止 三台车的速度都超过了300公里 时速超过300公里的公路缠斗 绝对值得一看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三位集团们已经通过了 西乡辅道高脚桥 刹车点进在眼前 他们就要同时全力制动了 刹车声轰鸣声震耳欲聋 没想到在这激烈的竞争中 九号车的向烟顺 竟然在这次的刹车竞争中 来到了二号车的正侧面 目前三台车几乎横向 并排为一条线 三足鼎立的小鸡赛跑 结果将会如何呀 现在三人互相看对方不爽 本本认为这两个人都是傻瓜 而赤羽则抱着必胜的心态 已经要跟这两位说拜拜了 最执着的还是向烟顺 他一定要守住七号天使的吻 但很遗憾 往往越想得到什么 越容易失去 向烟顺的GTR竟然没杀住车 冲过了路口 这让向烟顺急得满头是汗 口吐芬芳 至于观看直播的向烟顺粉丝也很失望 虚声一片 向烟顺终究还是搞砸了 神风欲碎了 不过也有人觉得 这场面就应该保留下来 因为这个 向烟顺以后会变得更加有趣的 说到这儿 观众们不由得大笑起来 此时的向烟顺也十分悔恨 埋怨自己就是一个超级大笨蛋 自己失去的可不仅仅是名誉这么简单 还有朝思夜想的七号天使的吻呢 真是太可恶了 向烟顺由于出了界 虽说后续又慌乱地重新返回了赛道 但是顺位却已经掉到了七号大谷的后面 田中阳二也很替向烟顺遗憾 他的GTR所上的抓地力 已经不足以承担在刹车竞争中 比拼胜负这样的重任了 不过作为本地选手小田园之星的向烟顺 田中阳二还是抱有一点私心的 希望他能够加油赶上 不过看这架势 希望不大 只能说向烟顺注定和西元思练的稳无缘了 MFG小田园的正赛终于到了末段 希望者贝肯鲍尔诞生 之前的MFG的一众猛将被完全压制 田中阳二认为贝肯鲍尔的车截 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什么叫做收放自如 贝肯鲍尔跑完总距离80千米的冲刺赛 并大幅度抛离了后面的车辆 简直是游刃有余地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所以很显然 贝肯鲍尔凭借绝对压制劲的表演 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 实在是让人直呼精彩 说完了天才性选手贝肯鲍尔 接下来画面切转至赛道出的摄像机 如今战况依旧非常激烈 现状三号大师的兰博基尼 已经超越到了六号柳田的宝马M6前面 而更后面的第九名争夺站也在进行之中 泰勒的八号车对GT86穷追不舍 田中阳二也不得不承认 保时捷GTS在急速方面 真的是拥有巨大优势 直线方面绝对是碾压GT86的 此时下乡自然也注意到了 后面紧咬了自己不放的八号 只是他眼神依旧坚定 并没有任何慌乱 不过泰勒早就忍不住了 就如图是在炫耀自己 坐驾强大的马力版 泰勒直接冲刺到了86右侧 与下乡并排很快就抄了过去 但下乡没有放弃 仍旧在竭尽全力地 想守护自己的位置 他操纵车子拼命往前追赶 竟几乎使得GT86碰到了 泰勒车子的后保险杠 泰勒此时非常紧张郁闷 他知道 刚刚两辆车的保险杠之间 发生了轻微的擦碰 下降是为了最大程度 利用自己的尾楼 所以做出了极限动作 一想到自己刚刚领头 车子又立即得到了86的法式接吻 泰勒就感到十分愤怒 这还是自己比赛生涯中 头一次遇到的 田中央而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 现在由于空气阻力减弱 使得GT86就像是被吸住似的 跟进了前车 但这也只能维持片刻 毕竟8号车现在可以说是 视大气之臂为无物 泰勒已经在迅猛地提升车数了 而不一会儿的功夫 凉辆车已经穿过了高架桥 即将到达刹车点 首先是大幅领先的泰勒 先行一步之动 但杨二看到惊悚的一幕 很快发生了 就在即将到达刹车点的时候 下降一脚油门 GT86竟然一口气拉近了 和8号车的距离 他竟然延迟刹车了 田中央而万万想不到 下降居然有这般勇气和魄力 敢如此果断 像被称为世界第一刹车性能的 保时捷发起挑战 对于田中央而讲解 场外的许多观众也忍不住吐槽 明明刚刚就见过同样的场面 这难道不会重蹈项叶顺的覆辙吗 但观众这么说 未免也太小瞧下降了 只见他眼神坚毅 迅速换挡 伴随着他踩下油门踏板的同时 GT86的引擎转速瞬间提高 轮胎的加速 一下传递到车身 于是就这样 GT86轻刻间就超过了保时捷 泰勒被惊得满脸冒汗 他也赶紧扣斗换挡拨片 想要加速 然而最终轮胎打滑 只能落在86后面 泰勒神色无比震动 知道保时捷在刹车方面并没有输 是自己的战略出现了问题 导致最终缠斗时 轮胎也就被用光了 反观86的抓地力 还留有进行一次刹车比拼的能力 泰勒真心觉得 如果下降这个怪兽 获得一台有竞争力的车子 恐怕现在MFG的势力版图 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呢 86最终领着保时捷通过了终点线 而整个赛道各处 剩余的车手们还在奋力及时着 公路上不时都能听到车子的轰鸣声 终于不多久 比赛终于结束了 赤羽和诗神开启香槟庆祝 傲娇的贝肯鲍尔却没有参加 一旁旭芳正和下降 以及相爷顺看着这一幕 他现在的内心十分激荡 下降守住了第九位的位置 奖金足足有八百万 即使一半也有四百万 没想到下降 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轻松超越了自己修车行 一年的营业格 续芳一想到这里 就多少有些心塞 下降这时将目光投向了 赚到一千五百万的相爷顺 他很好奇 为什么领奖台上 见不到冠军得主的人影 其实自从相爷顺参赛以来 他也从来没在颁奖仪式上 见到过贝肯鲍尔 听人描述 贝肯鲍尔貌似一旨宣称 自己对MFG缺乏认同 在相爷顺看来 贝肯鲍尔就是一个狂妄 让人火大的家伙 画面一转 回到MFG天使这边 天使们正在为获胜者 献上自己的粉 秦子这边亲的是 37岁的石神 石神一脸的害羞 没想到他一大把年纪了 在碰到姑娘后 还是这么羞涩 而赤羽这边则十分淡定 愉快地接受了 屁股美眉的case 相爷顺羡慕地看这两人 他也很是心塞 不过一想到两人 谁也没有指明要七号天使 相爷顺就由衷地庆幸 也感慨这些人 都太没有眼光了 不过这样刚好 现在还没有人注意到 可爱的七号天使 也就是说 七号天使现在 还为自己保留着相吻 实在是太幸运了 而恋在目睹 天使亲吻选手一幕后 不由地后怕起来 难道对于天使而言 相吻也是工作之一吗 自己不想将吻 给除了下相以外的男生啊 与此同时 泰勒这边挤开了 两个工作人员 走到下相身边 他友好的伸出手 自我介绍 下相于是也赶紧握住 并介绍自己 泰勒是真的没有想到 下相居然这么年轻 这么优秀 不过他还是告诉下相 自己吃的亏 一定会在 下一次的比赛中 讨回来的 泰勒随即转身离开 让一旁的北云望 觉得泰勒就是在耍帅 于是 他随即也走上前去 对下相介绍自己 表示自己是 18号车北云望 问下相还记不记得 咱们早上在家庭餐厅见过 下相当然没有忘记了 北云望表示 今天连续两次 被下相超车 按理来说 自己绝对会非常的生气 但是不知道为何 自己现在不仅 丝毫没有生气的感觉 反而还能很坦率地 承认自己的失败 北云望旋起 张开双臂 看下下相 所以为了肯定 这场精彩的比赛 来个拥抱吧 结果下相低头害羞地 直接拒绝了美女的请求 说自己不擅长拥抱 眼看自己主动提出的拥抱 居然被拒绝了 北云望有些不爽 但是近距离看下相的话 又忍不住觉得他好可爱 北云望因此也不在意了 居然主动投怀送抱 扑到了下相的怀里 连连表示 不要不好意思嘛 你可是混血儿 应该开放点 面对北云望突如其来的举动 下相和续芳都被吓坏了 续芳更是惊得眼睛都秃了出来 好巧不巧 这失恋刚好走了过来 见北云望抱着下相不放手 西元四恋十分吃醋 他内心咆哮起来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赶紧从下相那边闪开呀 北云望这时还沉浸在下相的怀抱中 浑然不觉有个女的 已经想干掉他了 他甚至还仔细闻了闻下相的味道 只感觉真的好香 画面一转 大师的三号兰博基尼 已经被装进了运输车里 续芳看了之后 也情不自禁地羡慕 觉得这样真的很厉害 那些家伙居然把车子 装进运输车里 不过眼下续芳也知道 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先回家 考虑到下相刚刚经历了 激烈的比赛肯定很累 续芳提议 回去的时候由他来开车 下相只要在副驾驶休息就行了 对此下相很感激 MFG小田园赛道正赛成绩终于公布 第一名毫无疑问是贝肯鲍尔 第二名是石神 第三赤鱼 香叶顺排第六 下相则排在第九 香叶顺比上赛季提升了三名 心情还不算太坏 因此看到续芳和下相之后 便提议一会儿去烤肉店聚聚餐 今天的不干 就通过聚会上喝酒划拳来宣泄掉就好了 这就是我的风格 今天我请客 所以待会儿大家一起去大干一场吧 面对香叶顺的热情邀约 下相和续芳明显抵挡不住 而且还是烤肉 岂有不去的道理 这时续芳突然向下相道歉 表示待会儿如果喝酒的话 那驾驶就只能继续拜托下相了 下相对此没有意见 毕竟他是真的不喜欢喝酒 八朝祥和北云王兄妹已经离开了现场 看到北云王刚才的情况 八朝祥质问妹妹 该不会是已经迷上下相了吧 北云王倒是很坦率 反问室友如何 然而八朝祥表示 自己作为兄长 是不会认可妹妹和一个帅哥什么的结婚的 这也太早就做出决定了吧 是个笨蛋吧 调杆归调杆 接下来言归正传 据北云王所知 从明年开始 MFG比赛站点就要增加两个 这也就意味着一年要比七站 但关于这件事 八朝祥早就知道了 还问妹妹 你把我当傻瓜吗 于是北云王再次爆料 那么晋级正赛的名额 也会从15台增加到20台的消息呢 更重要的是 奖金的金额也提升了 冠军有1亿5千万 这两个消息 八朝祥还从没有听过这个消息 他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但此时的北云王 却已经陷在了自己的幻想之中 他觉得 如果夏祥从现在开始 努力赚钱的话 那未来肯定无可限量 如此一来 自己和夏祥结婚以后 肯定美滋滋呀 倒是我们三个一起打拼 哥哥也很喜欢钱不是吗 八朝祥听了也不再说话了 觉得妹妹说的有道理啊 在小田园的正赛结束后 离第二站的卢之湖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但第二天凌晨5点半 夏祥就外出跑步锻炼身体了 看着海边景象 吹着冷冷的海风 海水好像确实不同 是在英国绝对见不到的颜色 看来自己确实到了日本 这里就是父亲的祖国呀 夏祥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妈妈 她没想到 日本在5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暑假的气息 英国这时候还非常的冷呢 画面转到西元四甲 父母催促练赶紧起床 练只好迷迷糊糊地 从床上爬起来 一想到今天还要去补习 就觉得好麻烦 但没办法 练也只能起来洗漱 或许是太困了 没注意到有人在厕所里 而此时夏祥正好不凑小地开了门 见到赤身裸体的夏祥 练立马吓醒了 直呼对不起 不过夏祥就一点也不在乎 居然又把门给打开了 还告诉练 浴室已经可以使用了 可练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刨 他甚至施展了在田径步时才有的冲刺 男女有别 你快再穿点什么呀 练简直害羞死了 夏祥没想到练的反应这么大 要是自己正裹着浴巾呢 原来在英国 夏天十分的短暂 所以英国人都有在世外日光浴的习惯 也正是如此 人们对世外半路的人没有什么抵触 过了一会儿 练总算收拾好准备出门了 但今天明明是周六 夏祥不明白练为什么还要去学校 练也很无奈 谁叫自己补习呢 因为夏祥也要去一趟便利店 两人刚好同路 在路途中 夏祥询问练补习是什么 因此还误以为练成绩不好 让练大窘 表示自己只是出行天数不够 成绩可是名列前茅的 两人在河边继续走着 练突然称赞夏祥昨天在MFG的表现 夏祥有点吃惊 没想到练已经知道 他参加MFG的事了 练也是无语 只能说夏祥如此活跃的表现 恐怕全世界有三千万人 都已经认识夏祥了 夏祥感到一丝愧疚 他其实并没有打算 向练隐瞒自己参赛的事情 练一下红了脸 他做MFG天使的事也没说呢 不过也想到自己老爸老妈都知道 只有自己一个人傻乎乎 练还是觉得有些心酸 但夏祥也是有苦衷的 因为西元四太太并不想听到 他关于比赛的事 所以他才会故意避开这些话题的 夏祥随即看着练道歉 表示自己确实应该早点把事情说清楚 所以还是原谅我吧 练 而望着夏祥清澈的眼神 练不由得红了脸 他闭着眼睛 觉得夏祥明显是犯规了 不管是谁都会选择原谅他的吧 练这时也思索再三 决定将兼职MFG天使的事情 告诉了夏祥 他也觉得现在不说的话 将来就越来越难开口了 但很不凑巧的是 练刚想说什么 他们就看到了开着电瓶车的续芳 续芳也是万万没想到 在这里遇到夏祥 原本续芳还想过一会儿 给夏祥打个电话 询问夏祥下午1点是否有时间 可以来自己店里 昨天向一顺在考入店介绍的工程师 会特意到这边来 到时就可以谈谈 怎么给GT86升级的事了 听到这里夏祥兴奋了 他一整天都很闲呢 而练则超级无语 为什么关键时刻出现这种情况呀 这时续芳也注意到了练 询问夏祥和她是什么关系 练一下很吃惊 没想到续芳居然没认出自己 我就是奇缘四恋呀 当续芳得知对方是练后 真的一整个大震惊 连小电驴都服不稳了 练什么时候长得这么高 这么漂亮了呀 这是骗人的吧 完全认不出来 该不会整形了吧 练听了十分气愤 立马痛揍了续芳一拳 大骂怎么可能 扔了扎实的一拳后 续芳再确认 这就是练本人 因为性格一点也没变 续芳随后在跟夏祥约好时间后 就火速走了 而望着续芳远去的身影 恋内心还在一直不停地骂着笨蛋 续芳的出现 导致自己完全错过了 最佳的坦白时机 这天下午一点 夏祥拿了续芳的修理所 为了招待夏祥这个大财神 续芳特意拿出了 各种日本出名的小点心 夏祥望着眼前可口的小零食 简直眼花缭乱 每个都想尝一口 怕也不得不感慨 日本的点心真是太厉害了 不过眼下显然是正式重要 解决一下怎么改装GT86 这里也没想到 澳山广野步标车后 竟变成了汽车改装大师 而在改装正式开始之前 澳山广野决定 先简单说出自己的方案 他认为改装的第一阶段 应该优先以包括 制动在内的行车系统为重点 但续芳停了 忽然有一个疑虑 那就是引擎怎么办 澳山广野觉得 引擎部分可以放到阶段二以后 毕竟阶段一 只需要改造进气排气系统 引擎本体是保持不变的 对此续芳有不同的意见 在他看来 最优先考虑的是 提升巴略的动力才对 但澳山广野的想法恰好相反 经过漫长的飙车岁月 他知道 提升动力并不能 单纯地增加战斗力 相反 如果平衡被破坏掉的话 反过来还会影响下向驾驶的 考虑到两个人的想法不一致 续芳想问问下向是怎么想的 毕竟到时候是下向上场驾驶 其实下向更倾向于 澳山广野的观点 下向表示 自己是为了参加 大名鼎鼎的MFG比赛 才会离开自己的祖国 临行前 下向从藤原拓海老师那里 得到了一点建议 拓海曾再三叮嘱 不要去盲目追求大马力的车子 要选择比对什么马力小的车 这样的效果才会更好 续芳听了很震惊 毕竟下向可是去参加正儿八经的比赛 如果按照下向说的 特意选择小马力的车 这样赢不了比赛 似乎没有意义啊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 拓海也没有把其中真正的含义 清楚地告诉下向 下向因此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毕竟拓海老师的建议 一直都有些模糊 他是想促使学生们 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 下向虽然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但他知道不管什么时候 拓海老师的确每一次 都能够把握问题的核心所在 然而话虽如此 可徐芳依然认为 其实只是给GT86装上增压机而已 即便届时马力达到280匹 和对手们相比 动力上存在绝对差距的状况 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 因此并不会违背那位老师的建议 下向于是再次开口 表示自己的目的是挑战 而不是排名 所以下向还是决定 保持动力单元不变 就这样去参加第二战 下向相信 如果腾圆拓海老师在场的话 肯定会认为自己还没有 发挥出86全部的战斗力 听完下向的描述后 澳山广野深有同感 这的确是腾圆拓海 那个苦修派的台词呀 此时居然在澳山广野的口中 听到了腾圆老师的名字 下向很吃惊 莫非他们两个认识吗 澳山广野回想到了 他们那个年代的关东车手 在那时 没有人没听说过D计划 没听说过腾圆拓海的名字 澳山广野表示 自己在二十多年前 就和年轻时的腾圆拓海 在相跟比过赛 还惨遭了失败 所以自然知道腾圆拓海的性格 画面一转 旭方突然找到了向耶顺 得知下向不准备改动引擎 向耶顺有点不相信 这确定是认真的吗 向耶顺认为 对于现在的下向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解决马力问题 至于技术路段的话 下向拥有和神石武全员抗衡的速度 不过下次的赛道和堪布站相比 几乎没有上坡和下坡 道路将会变得十分平坦 这也就意味着 给下向提供帮助的下坡 会消失不见的 旭方自然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下向不听有什么办法呢 而向耶顺的唠叨还在继续 他相信 每当出弯的时候 下向的86就会被大马力的车子 渐渐抛离 如果硬要勉强咬住 轮胎则会损耗严重 烈士会不断被积累 所以路面平坦的第二场比赛 相较于第一站 是场对下向更加艰难的赛事 对此 向耶顺看向旭方实在不明白 明明拿到了下向400万的好处 所以就不能给下向死剑了 旭方被向耶顺唠叨的耳朵都疼了 表示这是下向的个人意见 为什么却一个劲得责备我呢 另外 这个提案其实也是澳山广野提出来的 一听是澳山广野的意见 向耶顺顿时哑口无言了 因为澳山广野就是他介绍的 澳山广野在改车子的技术上相当出众 特别是在行车系统方面 说到过很多超高的评价 就连向耶顺的GTR 在经过澳山广野的操刀之后 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向耶顺知道这里感觉十分疑惑不解 既然澳山广野都这么说了 那就真的是没办法了 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气氛 旭方突然想起 他曾看到下向和某位可爱的JK美眉 并肩走在一起 向耶顺很震惊 毕竟下向刚来日本不久 平时还总是一回目呢的样子 原来这一切全是假象啊 旭方被向耶顺的猜测惊到了 可不是向耶顺想的那样 下向没有撩妹子啊 而是下向寄住在那女孩家里 旭方表示 在女孩小时候时 自己曾经见到过好几次 还想象过她长大和变成什么样子 对此向耶顺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对方可爱吗 旭方脱口而出当然是超棒的 见一面就忍不住想要再见第二面 此话一出 向耶顺就有点在意了 可他仔细一想 就认为这是个好势头 那个JK女孩说不定正好适合下向 一旦下向对那个女孩有好感 以后阻挠她恋爱之路的家伙 就又少了一个 不过她还是相信下向的 男人和男人之间的约点 在英国也有的吧 英国不是被称之为绅士的国度吗 向耶顺还是忘不了 之前恋打下向的那一巴掌 真的怕自己的七号天使爱上下向了呀 转眼到了第二天 恋将闺蜜若来约了出来 她想和闺蜜一起去寻找 下向父母拍照的地点 如果找到 就能给下向惊喜了 恋随即将合照分享给若兰 若兰见了下向的母亲后 也忍不住感慨 对方真是个美人 不过若兰也认为 招牌上的没有特征的建筑物 不像是北连仓的风格 所以可能又在做无用功 不过就算如此 恋也决定大概找一下 万一找到了呢 不过相较于找建筑 若兰更好奇下向人在做什么 她希望恋赶紧告诉她答案 对于这件事 恋也不清楚 早上的时候下向只是说有事要办 然后就出去了 结果听完这话 若兰立即忍不住吐槽 是被甩了吗 这样恋感到很无语 我们都还没有明确的确定关系呢 所以才没有被甩之类的 说吧两人就开启了今天的寻找之旅 他们首先找到了一处寺庙 走上楼梯进入庭院 两人来到大殿前许愿 恋忠心住院下向的梦想 能够早日成真 当她睁眼之后 发现若兰还没有好 是不是许愿的时间太长了 对此若兰有话要说 为了能够交的帅哥男友 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行 这样恋有些吐槽 看来若兰不管什么时候 想法都是一如既往的坚定 不过这样门槛高的愿望 若来不用点香火钱吗 若来表示拒绝 相信神大人能够理解 作为高中生的他也是很穷的 而许完样后 男人就去街上了 由于今天是休息日 连他那街上到处都是人 恋忽然看到了一对 相互挽着手臂的情侣 他很好奇这样走在一起 会是怎样的感受 他有些吐槽 相亲相爱的情侣 就非要这么张扬吗 这样看着好像一对笨蛋呢 当有了男友以后 大家都喜欢这么做吗 恋发誓 自己可不要做这么无聊的事情 而且随便一批 他就发现对方男友的容貌 连下象的脚趾头都比不上 所以恋一点也不羡慕 然而别看恋表面无所谓 失责内心羡慕得要死 他也很想和下象这样一起走啊 两人在街头走了一会儿以后 恋和若来有点口渴 打算找一家店休息 巧的是 他们刚好去了恋之前和下象来过的地方 更巧的是 下象居然在里面当服务员 当看到下象说欢迎光临后 恋和若来都目瞪口呆了 他们不知道下象为什么会在这里 但很明显下象是在这里打工 由于现在是工作时间 所以下象不方便跟恋闲聊 不过讲道理的说 下象不应该是百万富翁了吗 难道是MFG的奖金还没发吗 此时望着下象绝美的脸庞 若来控制不住的花吃起来 感觉在自己一生见他的帅哥之中 下象是排行榜的绝对第一名 不行了 若来感觉自己完全魂不守舍了 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出店门呢 恋看了闺蜜的样子 也是心塞呀 当天傍晚 恋和下象在海边散步 恋认为下象没有打工的必要 因为下象拿到了MFG的奖金 这差不多相当于 好多公司职员一年的收入了 然而下象表示 自己已经将一半奖金分给去方了 恋听了内心大为震惊 没想到去方一上来就狮子大开口啊 这太狡猾了 下象告诉恋 如果每天什么都不做就回去 自己会痛苦 重要的是 自己从来没有想过 要把比赛当成赚钱的手段 在下象看来 脚踏实地的 工作日每天从早到晚 它是它的理想 它从不奢望能够赚大钱 只要能过普通的生活就好 恋有些敬佩 也觉得有些奇怪 明明下象具备一般人没有的才能啊 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听到恋这么夸自己 下象也很害羞 联盟表示并没有 平凡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小时候妈妈就是这么教育的 恋听到这里 不禁怀疑下象有恋母情节 让下象十分窘迫 联盟问了出来 于是恋则一脸看穿一切的表情 还情不自禁开心地捶打下象 感觉自己好像抓到下象把柄了 下象于是说起 续芳和恋见面的情节 恋长大之后变得好漂亮了吗 恋有些不好意思 他内心其实更想知道下象是怎么想的 在下象的眼中 自己是可爱的女孩子吗 但他不敢问出来 GT86升级的事情 已经全权交给了澳山广野 澳山广野认为 MF既是公路比赛 因此并不能选用赛道 专用偏硬的悬挂调校 而是要用更柔软的避震 这样悬架伸缩时 会使轮胎在突破极限状态后 更能抓紧地面 不过在刹车方面 就需要绝对的制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 澳山注意到现在前轮的刹车盘 出现了些许变形 这让旭方有些惊讶 自己刚换上去没多久啊 但澳山很确定 这恐怕是只用了一场比赛 就造成的结果 刹车冷却性就无法跟上 下象超规格的驾驶技术 看来要使用耐热更好的卡钳了 澳山打算在前轮装上 六火载卡钳 这样就算是连续极限刹车 也依然能保持相当的制动力 澳山认为 对下象来说 这项改变到比赛末端 可能会成为下象强力的武器 其实澳山也发现 自从旭方在听到 引擎马力升级被推迟之后 就有一点失落 他觉得这时旭方 还是没有完全理解MFG的本质 澳山希望旭方记住 只要把基础平衡做好 车子就会变快 他告诉旭方 以前自己门店的改装车 曾带着课题 参加过主播赛道的比赛 当时他们保持引擎本体不变 仅改造其余不解 想看看能跑出怎样的时间 这次和上次差不多 总之澳山表示 自己对基础方面不会有妥协 而八六在改造后 一定会变得超乎旭方想象的快 画面随即又转到连仓室 没想到下象和练又来到这里约会了 练带着下象来到了观赏绣球花的景点 这里马上就是绣球花盛开的季节了 下象很喜欢这里 想等到花开的时候再来看看 练有些害羞 表示这算什么呀 只要自己能够办得到的 他什么都愿意 下象这时告诉练 虽然寻找父母合影地点 是他来日本最重要的目标 不过和照片没关系的地方 他也想去走访一下 找不同的地方看看 想更多地了解连仓 练忽然明白了 原来下象是想走遍这里的景色 确实啊 如果带着目的地来行动 一开始会错过很多地方的 练知道下象很喜欢这个地方 因此就连打工也在这里 他决定带着下象逛遍连仓的每个角落 再次回到小田园 续芳和澳山还在讨论更新改造的事情 他决定一定要让GT86焕然一新 成为下象比赛可靠的伙伴 他知道下象是被称为天才的藤原拓海 所培养出来的人 毫无疑问 能成为超越其师父的天才车手的 数日后 相跟收费高速上 全新GT86终于闪亮登场了 续芳坐在下象的副驾驶上 在下象试驾的过程中 续芳头晕目眩 疯狂喊救命 他可不想英年早逝啊 这一幕仿佛梦回拓海开着86 带着阿树冲击秋明山的情景 真的太让人感叹了 下象只好决定先休息便可再出发 下了车的续芳蹲在路边 控制不住地呕吐 他之前一直好奇 MFG神师5的驾驶技术究竟什么样 现在总算深刻地理解到了 这种滋味实在是太难受 太惊悚了 在试跑的过程中 续芳发现 下象全程都没有踩刹车 他笃定下象 脑子里肯定少几根神经 就算是澳山广野所做的调教相当出色 但也不能不要命吧 可在下象看来 在上坡的弯道 应当尽可能地不踩刹车 从入弯道抵达弯心期间 让车子的速度自然降低 而且因为续芳坐在旁边 考虑到速度太快的话 续芳会不舒服 所以下象还只用了80%的节奏去跑 眼下说多了都是累 续芳也是满头大汗 直到在下象的副驾驶上的这段经历 怕是会给自己留下一段时间的阴影 握住方向盘的下象的波澜不惊的侧脸 和强烈的横向力 两者间的违和感太可怕了 此时下象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 他还想去卢之湖的赛道跑跑 毕竟从这里到卢之湖只有木耳之距 续芳于是提醒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鼻木之距 他告诉下象 话虽如此 但卢雇湖那边是受交通规则管制的一般道路 直到正式排位赛开始之前 谁都不能去跑 而正式参赛的车辆能试跑的地点 只有收费高速 并且还限定MFG排位赛之前的7天时间里 所以字面意思是 排位是一轮定输赢的 续芳觉得已经数次体验过赛道的老手组 可能会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让下象一定不要掉以轻心 下象这时想检查现在的车子 在极限状态是会如何 因此拜托续芳先在这里等一会儿了 等跑了两趟之后 就回来接续芳 然后再一起回去 对此续芳也是松了一口气 现在只要不让他坐他的副驾驶 就谢天谢地了 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被吓得晕过去了 而在下象驾驶着GT86出发 一辆蓝色的车子就跟了上来 续芳留意到这辆车子 将是为了追下象的86才出来的 这让他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另一边行驶的赛道 经过了几处弯道之后 下象就感觉到自己之前 远远低估了澳山广野的能力 他没想到澳山的改造技术这么好 才试驾了一拳之后 就体会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并且有一点让下象很疑惑 那就是明明86的动力单元并没有加强 就为什么比之前更有马力了呢 下象继续向着弯道冲去 他发现机械抓地力得到了提升 减震气的平衡更是绝妙 在缠斗时 这副悬架会非常的可靠 更加值得注意的就是刹车 采交后的触感和专业赛车十分相似 这种感觉不要太舒适啊 下象看着路面 突然也是心神一大 感觉如此一来 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自由驰骋了 不过就在下象细细感受的时候 后面突然冒出来那辆车子 正是泽杜光辉的四号雷诺A110 只见泽杜邪媚一笑 随即就一口气抄了过去 对此下象既震惊又生气 现在明明不是在比赛 对方居然仍旧如此强硬 下象立即想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 但仔细想就感觉不行 要冷静 下象既在藤原拓海曾经说过 在驾驶的时候 感情用事永远都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 刚刚之所以会被超车 完全是因为沉浸在GT86脱胎换骨的喜悦之中 这才没有注意到后视镜 总而言之 是他自己大意才造成了这个失误 这样一想下象就平静了 看着泽杜四号车的风采 也感慨对方不愧是去年MFG的第四名 速度上绝非浪得虚名啊 其实泽杜也很惊讶 他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地方跟下象再会 泽杜忽然想起了以前的事 那是泽杜为了赛车运动赴法国留学 在留学的三年时间里 泽杜曾和下象在比赛中有无数次交手 不过在那个时候 下象应该根本就没有记住泽杜这个名字 毕竟当时的下象早已名声雀起 是备受瞩目的超级新星 也正是如此 泽杜对下象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 但是却因为资金有限 被迫只能驾驶一些垃圾车 最终在欧洲FE3寒狠而归 如今又遇到了下象 泽杜终于迎来了一血前耻的机会 对于泽杜来说 现在他和下象的情况刚好反过来 下象驾驶的是过时的GT86 而他则是MFG排名榜的第四名 泽杜决定将保罗里卡德和霍根海姆那笔账 留到接下来的卢之虎比赛中清算 泽杜是衷心的欢迎下象来到MFG 转场之后 下象已经从小田园试完车回来了 他和续芳又来到了一家甜品店吃零食 如同往常一样 下象继续吹着日本美食的彩虹屁 吐槽英国就是美食荒漠 对此续芳依旧觉得下象有点大惊小怪 两人说话的同时 MFG官方公布了新消息 卢之虎GT排位的参赛日正式公布了 下象想知道他们应该什么时候参赛 但赛程表太长了 续芳为了老半天之日才终于找到 虽然之前他就做过无数次预想 也没想到是在第六天 下象于是好奇 是什么规则决定了排位赛的比赛日呢 续芳表示从原则上来说 是按照当时的排名将顺序打乱 不过为了公平起见 上位排名者会被分赛到7天的时间里参赛 因此第一名肯定是在最终日参赛的 续芳随即还特地将MFG赛程表拿给下象看 遗憾的是下象根本看不懂这些密密麻麻的日文 没办法 只能续芳接着讲解其余神十五的比赛时间 他觉得根据赛程 下象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毕竟后面出赛的话会更有优势 因为很多对手的成绩都已经被公布出来了 所以比较容易定下自己的目标时间 续芳认为下象只要按照能够通过排位赛 资格线的步调去跑就可以 对此下象也很赞同 他觉得澳山改造的车子这么出色 自己也必须得为达成最棒的表演 做一些准备才行 因为明天续芳就先带着86去接受最后的检查 续芳询问下象对车子是否还有别的什么要求 下象认为现在已经很完美了 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了 转场后终于到了卢之湖排位赛的第一天 田中央的声音再次出现在直播间 他告诉所有观众 卢之湖赛道全称25.3000米 排位赛只需要跑一拳 但正赛要跑三拳 这时MFG的一号屁股天使盟会高举开始令牌 一辆辆赛车快速通过收费路口 无人机也跟了上来 首先出场的是三号车大师带无 一想到居然在排位赛首日出展 大师就感觉到今天这场比赛将会很难应付 但是即使有风险 也不得不全力进攻了 所以威时 咆哮起来吧 而在大师的蓝布吉尼在赛道驰骋的时候 夏向还在连堂的家庭餐厅打工 由于他的外貌条件太过优越了 因此还收获了一大批妈妈粉的喜爱 此时餐厅内 妈妈粉们正在依依不舍地和夏向告别 夸赞夏向实在是太养眼了 他们以后一定还会再来 夏向内心毫无波澜 只是简单地表示欢迎下次光临 送走了妈妈粉们之后 餐厅的经理来找夏向 经理询问这张单句是不是夏向写的 见经理如此严肃 夏向还以为自己哪里写错了 原来经理只是好奇夏向什么时候学会写日文的 夏向总算松了一口气 表示自己只是照糊涂画条 在别人写字的时候去观摩 然后自然而然就会了 这让眼镜经理很惊讶 这记忆力也太强了吧 另外 人还长得这么帅 自从夏向到了店里之后 女性顾客的回头率暴涨 感觉店子的经营不会有比现在更好的状况了 再次回到卢之湖 驾驶着13号本田NSX的前缘和红出现了 没想到 它的座驾从FK8换成NSX 想当初为了能够符合MFG的规则 前缘拆除了本田NSX的三具电机与能量回收系统 想将其转变为轻量的中置后驱车 现在经过两年的时间 他终于把车子完成到了这种地步 此时前缘换成NSX再次挑战排位赛 一路十分自信地挤持着 红明声响彻卢之湖赛道 第二通讯屋里的助手甚至还觉得很奇怪 因为从刚才开始 前缘就一直在笑 助手想知道前缘到底怎么了 这笑声一直透过耳机传过来 听久了 觉得有点恶心 其实前缘已经竭尽全力地在忍了 但是他实在是太兴奋 完全控制不住 助手因此还有些担心 现在前缘的节奏快过头了 甚至远比三号池的大石带无快 助手建议前缘稍微将速度放慢一点 前缘不以为然 他认为应该再继续压榨NSX 这种程度根本没有达到极限 要发起更猛烈的攻势才对 前缘希望通讯屋不要再来打扰 他和NSX的幸福时光 转场之后 排位首日的赛程终于顺利完成 前缘果然打败了三号池的兰博基尼 暂定第一名 更多强者对神树的名号虎视眈眈 并等待着自己参赛的那一刻 排位赛第二天天气依旧不错 画面切换到18号北元旺这边 北元旺的耳机中不断传来 哥哥八朝祥的训斥声 进攻啊你太松懈了 哥哥不停地在唠叨 北元旺听到耳朵都齐浅了 他也吐槽哥哥 让他不要再啰嗦下去了 但是八朝祥希望北元旺清楚 现在才是排位赛第二天 最低的拿到第三的位置 可北元旺感觉自己的注意力 都被八朝祥吵得分散了 他让哥哥赶紧住口 可八朝祥不吐槽不行 因为北元旺不知道怎么回事 车身一直扭来扭去 八朝祥见了之后很着急 让北元旺别乱扭屁股了 实在太轻浮了 北元旺忍不住回顿 闭嘴了闭十个 北元旺希望通讯屋 能够将自己老哥赶出去 通讯屋内 北元旺的助手山谷也很无奈 毕竟排位的时候 这兄妹一直都是这样的 其实山谷有一点不明白 那就是这对兄妹比赛 全程都几乎是满口脏话的对骂 为何还能跑出很理想的成绩呢 画面一转 来到赛道附近的临时围场这边 泽杜和向夜顺碰面了 泽杜热情地和向夜顺打招呼 觉得能和向夜顺前辈 同一天比赛很荣幸 可向夜顺想知道的是 在开幕战那天 泽杜去哪了 怎么没有来参赛 结果泽杜直言不愧 表示那天刚好赶上女朋友的生日 所以特地去涉骨 为女朋友庆祝了 向夜顺一事了然 这果然是泽杜的作风 他随即就为泽杜介绍了 自己的技师丘元 还告诉丘元 泽杜十分有趣 只喜欢17岁的女孩子 是一位始至不渝的罗立控 泽杜听了有些尴尬 认为向夜顺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他和罗立控完全不同 如果硬要说的话 可以总结为17情节 泽杜玄机就讲起了 这种情节的游览 表示自己的初恋对象 是小学时朋友的姐姐 从见到对方的第一眼起 自己就对其着迷了 对方正装高中水手服 看起来非常成熟 大概17岁的年纪 而自从那时开始 泽杜就对同年龄的女孩子 没兴趣了 他第一次交到女朋友 是在初中二年级 对方还是17岁的高中生 结果不到一周就被甩了 从那之后 泽杜就对17岁以外的异性 视而不见 泽杜自豪地告诉向夜顺和丘元 自己到法国的那段时间里 总共谈过4个女朋友 每一个都是17岁 所以厉害吧 不过在向夜顺看来 泽杜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变态 丘元这时有个问题 如果泽杜现在交往的女朋友18岁后 又应该怎么办呢 没想到泽杜干脆利略地回复 分手 向夜顺忍不住大笑起来 实在是太有趣了 丘元也觉得泽杜外表 给人的第一印象 和内心深处的想法 差别真的好大 对于向夜顺来说 他根本没办法接受 17岁JK什么的 交往的对象 必须更加成熟性感才好 他忽然又有些担心 要是泽杜知道了 七号天使的存在 会怎么样呢 不过这里也没想到 难道向夜顺看不出 七号天使也是个高中生嘛 要是他知道了恋的年龄 又会做出怎样 哭笑不得的表情呢 泽杜和向夜顺 有关17岁小女孩的话题 终于结束了 泽杜希望向夜顺 不要小看17岁女孩的潜力 因为他们是最强的 考虑到马上就轮到 自己出赛了 泽杜先行离开了 在泽杜走后 一般的秋原由衷地感慨 泽杜真是一个奇怪的男人 可向夜顺却觉得 虽说泽杜是一个变态 但是驾驶水平 可不是半调子 特别是在卢之湖 这种技术赛道 会格外的厉害 在向夜顺的心目中 泽杜恐怕是 唯一的潜在能力 接近贝肯鲍尔的选手了 不过不知为何 泽杜好像缺乏上进心 对比赛也没有渴求 他知道 泽杜参加MFG的动机 也只是赚零用钱 和自娱自乐各一半 要是有什么契机 让泽杜拿出真本事去跑的话 他肯定会变成 很难缠的对手的 不过向夜顺相信 等下乡换了好车之后 也一定会崭露头角 眼下年轻的车手 一个接一个登场 向夜顺不眉有些不爽 自己也才只有25岁 可受不了被别人当成老头 而且无论如何 他都要争取到 七号天使的吻 泽杜终于闪亮登场了 他的内心自言自语 虽说翘了手战 但为了能够带 可爱的沙奈去玩乐 得好好赚钱了呀 天才泽杜光辉 终于又出现在了 MFG的赛场上 看着准备就绪的泽杜 驾驶着蓝色的 四号雷诺A110冲入赛道 田中央二很感慨 在他看来 泽杜也同样 具有未知的可能性 是非常神秘的存在 现在泽杜在山道上 一路飞奔 他将会带来 怎样精彩的表现呢 此时在小天园这边 续方来到了 澳山广野的地盘 查看GT86的整备情况 在这里发现了 三维车轮定位仪 他没想到 澳山居然连 这种东西都有 这也太厉害了吧 反观自己那间 破旧的小工厂 他从来没有考虑到 这些问题 在澳山看来 为了能够让悬挂系统 发挂出百分之百的性能 校准可是其生命线 毕竟这部分 可是相当于 车手局操控的小 所以自己才会 赌上尊严来应对的 见澳山在GT86的 改装上如此用心 续方也很感动 联盟告诉澳山广野 自己认识了下巷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 见下巷那么兴奋 对改造后的GT86 简直赞不绝口 澳山听到了这些 也感到十分荣幸 他也没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 就可以帮到 藤原拓海的徒弟 因此一时间 还有些感慨 觉得自己能接手 这份工作 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是自己 该感到荣幸才对 画面继续回到 泽渡这边 田中央二还在 继续介绍着 泽渡的情况 目前泽渡的速度 真的很快 是以暂停 第一名的时间 突入了区段二 他竟用那惊人的速度 通过了 卢智湖的死亡区域 至于卢智湖的 死亡区域有多可怕 田中央二打算 先卖个关子 等到了下项 参加排位赛时 再详细介绍 此时泽渡 正在赛道上冲锋 他驾驶着 四号车 风驰电车 整个道路上 似乎都是 他那具有 攻击性的轰鸣声 只见他眼神坚定 操作干脆利落 攻入弯道时 竟死死地贴着路缘 几乎不留一厘米 这场景 让场外的几个观众 目瞪口呆 他们很想知道 泽渡今天怎么了 要知道 泽渡之前 连小田园正下 都没有参加 那就是他的潜在能力 在MFG出产的选手中 也是最高等级的 可最大的问题是 他的积极性不足 但纵观泽渡 今天的表现 莫非是沉睡的 天才要觉醒吗 泽渡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们也是不知道 当然是被下项刺激了呀 泽渡依然在赛道上 急速奔驰 仿佛下项就在他的前面 田中阳而于是 也觉得有些不对了 他大声疾呼 从区段二开始到区段三 泽渡竟依然保持着 能够更新赛道记录的节奏 他能跑出前速未有的前速吗 如果完成 绝对是大事件的 香叶顺和秋元 看着手机里的画面 也很震惊 其实香叶顺也知道 只要泽渡认真起来 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事的 而事实证明 香叶顺没错 泽渡创造的赛道记录 已经出来了 只见泽渡打破区段记录后 直接从一个弯道口冲出 到了整个赛道中 几乎唯一的直线路段 即大名顶顶的 齿云直线路 在这里可以油门全看 即使经过一段爬坡路线 泽渡就能抵达终点了 田中央也很是赞叹 泽渡的雷诺A110 采用的是涡轮引擎 带加上车身又比较轻 所以他到底能跑出 怎样的成绩呢 此时MFG本部呢 史号也是若有所思 看来今年真是充满着惊喜 当演员们尽数出场的时候 MFG肯定会争争日上的 作为组织者 真是深感欣慰啊 终于 香叶顺也闪亮登场了 不过受了泽渡的刺激 香叶顺明显跑得太过激进 助手赶紧让香叶顺保持冷静 但现在这种情况 香叶顺怎么可能沉得住气啊 当他看到泽渡那样的计时之后 只感觉肾上腺素分泌旺盛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热情了 可惜的是 兴奋往往带来的结果 就是失误一个接着一个 对此 田中央也早就看出其中的关键所在 对香叶顺来说 最大的不幸 大概就是在比赛之前 看到了泽渡的跑法吧 斗志过剩 导致各种小失误频发 从而沉寂于第五位 如果第二天只能跑到五位的话 会很糟糕吧 田中央也认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泽渡在排位赛第二天 一跃己身成为 最有希望拿到干位的候选人之一 他做出的惊人的赛道记录 会给这之后参赛的 所有上位排名者 以沉重的压力 特别是在今天的比赛中 泽渡和香叶顺两人的处境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终于比赛结束了 MFG公布了截止第二天的暂时排名 排名第一的是泽渡 香叶顺境果然在北云奥后面 排第五 也是个心塞的结果呀 而泽渡在完成比赛后 就迫不及待的 给17岁的女友沙奈打电话 表示自己现在就立即 从香根赶回去 要和沙奈一起去社会约会 这生活也是让人羡慕呀 终于到了排位赛第三天 没想到一大早 连就穿着一些火辣的天使装 闪亮登场了 他也没想到今天 居然能够和精子一起出场 两人寒暄之后 精子立即开启了八卦模式 问恋和单相似的男朋友怎么样了 恋也不知道说啥 两人这段时间 只是有过几次 不知算不算约会的独处 没想到精子于是立刻猜测 恋暗恋的应该是身边的人 所以他也很好奇 对方是什么样的 居然让恋如此着迷 但关于这个秘密 恋只能双手合十 表示现在暂时还不能告诉他 不过等过段时间关系确定了 就肯定会告诉精子的 因为其中有些隐情 精子于是也不催促 只是感慨年轻真好 他也曾有过这种初恋的时刻 两人聊天之际 比赛就要开始了 工作人员让恋和精子赶紧准备 此时在西元寺府邸 夏相想向西元寺妈妈 请教一些事情 是关于需要提交给公司文件的事 在书写格式方面 他有点不清楚 西元寺妈妈看了之后 让夏相先写好住址和姓名 考虑到夏相没办法写出汉字 可以用字母代替 可夏相表示没关系 他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和住址的写法 于是当看完夏相写出的标准字体后 西元寺妈妈很震惊 这不是在开玩笑吧 对于欧美人而言 写汉字应该很困难呀 为什么夏相写得这么准确 莫非夏相和他的妈妈凯瑟琳一样 大脑中会存留影像 夏相连毛否决 说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只是因为练习过很多次罢了 然而西元寺妈妈 却让夏相不用隐瞒 她和凯瑟琳在大学的四年前 是最好的朋友 彼此之间无话不谈 关于凯瑟琳的很多事情 她都知道 夏相于是有些不好意思 表示自己在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一直叮嘱 别在不太熟悉的人面前 展现自己的记忆能力 因为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很普通 但在别人看来 却特别的稀奇 有时候甚至会破坏人际关系的 对此西元寺妈妈也很赞同 让不熟悉的人看到 确实可能发生那种事 但是西元寺妈妈说 自己并不会在意这些 她只是有些感动 觉得夏相好像让凯瑟琳 又重新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凯瑟琳就算是在聚集着 众多擅长绘画的孩子之中 也拥有着出类拔萃的才能 作为画家具备天才般的直觉 如今这种天赋 能够被她的儿子继承下来 西元寺的妈妈真有子 真的十分感慨 不禁泪光闪动 她随即回想到 第一次见凯瑟琳画图的时候 那时她着实被吓到了 通常大家画图时 视线会在对象和画板间 频繁地来回移动 但是凯瑟琳的方法却不同 只是凝视着对象 一旦视线停留在画板上 就不会第二次抬起头了 然后又很快的速度 完美地将图画完成 真有子曾问凯瑟琳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种事情 凯瑟琳表示 她看过的东西 会在头脑中留下正确的影像 这是她从小时候 就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这只是她的日常罢了 下相仔细回想了过往的生活 她还从没想过有这种东西 因为母亲从来没有让她学画画 反倒是想让自己到户外踢足球 或者开卡停车 可能是因为母亲体弱多病的缘故 所以很在乎她的健康问题 真有子这时向下相发出了邀请 如果下相什么时候有兴趣了 可以试着来参加 她主办的绘画教室 真有子觉得 下相应该可以画出很不错的作品 毕竟下相遗传了凯瑟琳的那种天赋 对此下相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 下相想画一下连仓的街道 继续回到MFG比赛 这时出场的是7号奔驰AMG的大鼓 她似乎也被责毒影响的内心无法平静 觉得自己怎样也不能让人给看扁了 也不知道她到底跑出了怎样的成绩 在大鼓跑出一分钟后 链终于举起了发令牌 望着画面中身材好到爆的7号天使 向爷顺背从心来 原来由于昨天的排位赛搞砸了 向爷顺备受打击 正闭门不出 觉得眼下能疗愈自己的 也只有可爱的7号天使了 搞笑的是 向爷顺认为今天的摄影师完全不懂行 变焦根本不行 应该在这屁股靠近点啊 不靠近的话 怎么能体验到真正的感动呢 而画面一转 16号车手巴超翔登场了 他的内心给自己暗暗打气 决定即便是意气用事 也要打破妹妹北云望的事件 这是为了保住哥哥的孙严 巴超翔随即向着赛道冲去 此时北云望正在通讯屋 观察哥哥的比赛 他认为哥哥没在状态 刚刚通过检查点的时间 就比自己昨天还要慢一点 但山谷却有不同的看法 觉得与其说是巴超翔变慢了 倒不如是昨天北云望太快了 北云望有些不好意思 提议要不要催促一下哥哥 但山谷认为 还是不要那样做比较好 因为巴超翔和北云望不同 在比赛中受到过度刺激 就会丧失注意力 于是听到这话 北云望就打算只做一件事就好了 他让山谷将话筒借他用一下 结果一拿到话筒 北云望就直接告诉巴超翔 到此为止 哥哥的节奏输掉望两秒 说完 北云望就潇洒地走了 留下山谷待着在原地 这次通信会有什么影响 他也不能确定了 而可惜的是 巴超翔在这次兄妹对决中 还是输了 到了第二天天还没亮时 就开始下起了雨 田中阳二只好在直播间里表示 本日的比赛宣布取消 其实在MFG排位赛 漫长的七日间 被天气左右导致日程延期的情况 发生过多次 也正因为如此 在除观众外的相关人士看来 只有一网络直播的形式 才能让MFG运营化为可能 神奈川腾齿时 若来像练吐槽 那间餐厅最近变得很拥挤 会出现一下子就没座位的情况 练员们还有些迷茫 随后才知道 若来又去看下像了 若来表示是因为优乡 他们想见见下像 所以昨天放学之后 大家才会一起去的连仓 听了这话 练有些遗憾 表示自己也很想和大家 一起去连仓看下像的 若来恼怒了 直接表示 练明明每天都能见到下像 居然还说这种话 如果练对自己 这过于幸福的境遇 没有足够的自觉的话 说出这种蠢话 可是会被杀的 毕竟优乡他们很是亢奋 还说过 要成立粉丝俱乐部 练也没想到 世界会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 实在是太奇怪了 和若来分开后 练独自打伞 走在回家的路上 恰好下像刚从打工的地方回来 看到浑身湿漉漉的下像 练询问他为什么不打伞 下像说 这是英国的传统 英国人从来不会用到伞 可话虽如此 这里是日本 如果在雨中行走 却不打伞的话 是会被当成奇怪的人的 对此下像并不在意 然而练却担心着要死 万一下像感冒了怎么办 练于是立马将雨伞 偏向了下像这一遍 下像于是看着练十分感动 突然凑过去 觉得练真的很温柔啊 面对下像突如起来的举动 练的脸直接红到了耳朵根 两人就这样气愤暧昧地回到家中 真有子见下像身上这么湿 再次责备下像 盯住下像一定要养成 在雨天带伞的习惯 第二天雨终于停了 快到中午时 在微弱阳光的照射之下 路面已经完全干燥 田中阳二见了 也有些兴奋 第四天的比赛总算可以开始了 10号的汉妮宁和5号的版本 带领着各路好手先后出发 然而在结束了第四天的比赛之后 第一名依然是四号车泽杜 不过田中阳二觉得 责度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从明天开始 排名前三的选手将开始陆续登场 第五天 状态绝佳的法拉利车手 赤鱼海人将会参赛 等到了第六天 甘位获得数量最多的记录保持者 保时捷时神风神也会出现 而最终日 一只虎视眈眈排名第一的贝肯鲍尔 也将洗起来 田中阳二认为 贝肯鲍尔作为保时捷车手 拥有十足的高傲 绝不会容许自己屈尊于责度之下 在田中阳二的记忆之中 排位赛还从未出现过如此激烈的战况 他最后总结陈词 告诉观众们 要想知道后事如何 就请明天同一时间 拭目以待吧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目前责度光辉仍旧排名第一 向夜顺调到了第七 感觉他后几天会调出前十啊 MFG第二站排位赛的第五日 小田园开幕站排名第三的赤鱼海人 正驾驶着法拉利 顺畅地在道路上飞奔着 无人机紧随其后 赤鱼深知在MFG比赛中 要么吃掉他 要么被他吃掉 因此那些弱小的家伙 最终的命运只有一个 那就是只能被吞没 世宇知道自己绝不是弱者 也绝不能做弱者 画面转到旭方的修车行 这时旭方正在给下乡准备甜点 看着比赛的下乡 提醒旭方胡子的法拉利出场了 下乡这事也不得不赞叹 法拉利的确是很酷炫 一看就知道是价格不菲的车 而看了这么几天的MFG比赛 下乡也有一个疑问 他发现上位排名的车 都已比较靠前的时间出赛的 这其中是有什么规则吗 这时绝方刚好端着咖啡 和一些甜点出来 听到下乡的问题 他当即告诉下乡 这其实是MFG对上位车手 优待政策中的一环 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赛道事故 对上位车手的影响 下乡于是瞬间盖得到了 不得不说 这的确是很不错的机制 绝方随即还额外进行补充 表示卢之胡的排位赛 中段次数可是出了名的多 在昨天的比赛中 卢之胡就在著名的死亡区域 发生了五次失误 让最后一辆车的出发时间 比预定晚了90分钟 绝方告诉下乡 卢之胡的死亡区域 真的非常棘手 因此必须要十分小心 下乡随口答应下来 表示自己有认真 看示范性跑法的视频 随即伸手抓向绝方带来的零食 感觉尝了一口后 整个人都放飞了 觉得这么精致好吃的东西 吃多久都不会觉得腻 这里也是感觉 这个MFG表面上是说赛车 实际上是推荐日本美食的吧 此时看着下乡一脸满足的样子 绝方都有点担心 认为下乡是不是轻松过头了 毕竟下乡明天就要去比赛 却丝毫感受不到 紧张和压力的样子 他不要问下乡 你是真感受不到压力吗 自己即便不去比赛 心脏却一直在砰砰直跳呢 但对于下乡而言 在比赛前确实是感受不到 任何压力的 毕竟从小时候开始 他就经历过数不清的比赛 如果是争夺冠军的比赛 也许还有些影响 可现在自己只是作为挑战者罢了 所以内心中 不会有那种无法平静的情绪 绝方听了真的吃惊 这完全是他无法想象的心理强大 而且即便下乡这么说 绝方还是很害怕 觉得等到明天下乡起跑之前 也会一直提心吊胆的 此时直播画面中 丹玛尾的MFG天使持孙 正高举起比赛牌 在班众瞩目之下 8号车的杰克逊泰勒终于登场了 泰勒内心有些紧张 感觉不知为何 从这个赛季的开幕战开始 就觉得自己始终被异样的气氛包围着 他知道 眼下情况已经不允许他有任何的失误 更不容许保守驾驶 毕竟每次在考虑留些余地的瞬间 都可能会被踢出神事物 泰勒知道 这时MFG整体的比赛水平提高了 这让他内心压力山大 他之前还从来没有背负着沉重压力 进行排位赛的体验 卢智乎的赛道上汽车和明星不断 田中央二在直播间里表示 现在距离排位赛结束 只剩下最后两天 目前依旧是泽渡光辉位居榜首 排名第二的依旧还是赤鱼 不知道后面的石神和贝肯鲍尔 能不能打破他们的记录呢 夜晚的西元寺家中 西元寺妈妈问下乡是否要再来一杯咖啡 下乡婉拒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 他必须得回房休息了 恋也表示自己也要早点休息 虽说明天学校不上课 但他得为了周一的课程做预习 见下乡和恋相处得如同关系很好的兄妹 西元寺爸爸深感欣慰 不过这意思是 他没想过让下乡做女婿吗 果然还是练年纪太小了吧 西元寺爸爸也感慨下乡心态真的好 要知道 明天可只有场大比赛在等着他 但他看上去就完全放松的模样 亏得自己为了照顾下乡的情绪 最近还特地小心地尽可能回避这个话题 如今看来 这些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 房间中 下乡正坐在床边闭上双眼 全身贯注地在脑海中 放映着卢之湖赛道的画面 他不光想 手和脚也在搭配着 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 感觉就是在脑海里模拟开车一样 下乡在脑海中复兴每个弯道的半径 弯道到弯道的距离 乃至挂荡的实际范围 只能说还真是一台人形赛车模拟器 终于到了第二天 下乡来到卢之湖赛道边的临时围场 正准备上车时 却发现象叶顺过来了 象叶顺和他热情地打着招呼 一旁续芳惊讶了 要知道 在排位赛的时候 是不允许无关人员进入围场的 所以续芳万万没想到 他随机就正色地看着下乡 让下乡以前12位目标全力争取 虽说这会很辛苦 但这是晋级正赛的绝对条件 下乡很感谢 表示如今的86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升级 如果没有犯错误的话 自己应该是有机会的 象叶顺停了有些尴尬 只觉得到了这种时候 下乡还是和从前一样 冷静地让人讨厌 不过 他真的了解当下的状况吗 机缘四家中 恋也正在看MFG的直播 看着自己的前辈真美 傲然挺立的好身材 恋直呼自己输掉了 果然恋也免不了会和别人比身材呀 他随即有些气馁地坐回沙发上 并告诉老爸 自己也在看比赛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希望爸爸能讲解一下呢 机缘四爸爸忽然咳嗽一声 假装正经起来 他也认为既然女儿要当MFG天使 就必须得好好学习一下 关于比赛的事情 所以不论有什么 就尽管问吧 见爸爸都下来了 恋好奇妈妈 为什么不一起来看直播 但真有子妈妈 实在是不想看到下乡赛车 那会让他坐立不安 感觉对心脏不好 机缘四爸爸认为妻子太过操心了 其实他所认为的危险操纵 对夏向军而言 应该不会那么棘手 因为夏向军接受过特别的训练 听到爸爸称夏向军的时候 连有些不自在 他希望爸爸在提到夏向的时候 不要加上军这个字 搞得太前外了 机缘四爸爸有点尴尬 他也是脑子管不住嘴 这是自然而然说出来的 机缘四爸爸不由想着 自己作为一个喜欢车子和赛车的人 是十分尊重夏向军的 所以万不能直呼其名啊 机缘四爸爸也是有些吐槽 感觉女人这种东西真的很厚脸皮 女儿自从夏向军来的第二天起 终于已经轻易地叫她的名字了 至于妻子 更是加上了酱这样的称呼 自己之前怎么也想不到会这样 再次回到田中央二的直播画面 田中央二心情很激动 连连告诉观众们 这是排位赛的第六天 备受瞩目的自然是一号车的石神风神 但今天还有一只潜力骨灰登场 相信大家都知道吧 加是玛丽不足的GT86的片头夏向 在小田园排位赛 就取得了第15名的好成绩 在正赛中更是斩获第9名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不过在这缺少了上下坡 但也无常之见的炉之湖 GT86和夏向又将会如何发展呢 田中央二表示 自己在比赛开始前 曾经咨询过多位专家的意见 有此战赛道对86比第一战更有利的观点 也有更不利的声音 所以只能说在结果出来之前 谁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田中央二因此疾呼 夏向就是无法预测的奇迹男孩 现在距离出方还有15秒钟的时间 天时GT86已经到了起跑线位置 真美趁还有时间 赶紧给夏向抛一眼 甚至还给了个飞吻 夏向很尴尬 恋就气得不行了 还打算去给经理打小报告 只能说喜欢上这样的万人迷 这是免不了的吧 技师版终于被真美举过头顶 5 4 3 2 1 话音刚落 GT86就如现在前 以迅雷不及掩耳指示 嗖的一下冲了出去 项叶顺和旭芳正在通讯屋 准备指挥协助 而从比赛一开始 旭芳的脸色就很难看 感觉自己的心脏紧张得要炸了 好在项叶顺十分淡定 其实项叶顺特意进入 夏向的通讯屋 就是为了这里的监视屏 这上面显示了一般观众 看不到的摇测数据 如智乎赛道在出发后 是一段缓上坡 项叶顺决定 要窥探夏向速度的秘密 并尽量的偷学过来 画面中 夏向这时已经攻出了弯道 动作流畅丝滑 表面仍旧平静的不像话 随着他挂下档位 GT86面对着 渐缓的上坡路 加速咆哮起来 田中央二很好奇 夏向距离第一个检查点 越来越近了 他到底将以怎样的名次 通过这里呢 是十三 十三名 现在片头夏向 继续向第二个点冲去 项叶顺和续方不解的对视者 完全不理解 GT86的引擎明明没有升级过 而且刚才的区间 也是缓上坡 夏向通过的速度不符合常理 其实田中央二也很震惊 夏向以第十三名的位置 通过了检查点 所显现出来的技术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而他所驾驶的86号车 也早早地被系统 打上了醒目的标识 夏向继续在山路上冲锋 然而就在这时 他忽然听到了一阵 奇怪的音乐声 是错觉吗 还是日本怪谈呢 夏向突然有点害怕 项叶顺和续方这边也发现 目前赛道周围的景物 开始渐渐泛白了 项叶顺知道 那些白色的就是火山灰 他们从富士山喷射出来 随风而动 不知为何 只在炉之湖这附近里漫 那些细小的颗粒 夹在路面和轮胎之间 让车子变得非常容易打滑 大家也给他起了一个 既浪漫和可怕的名字 叫飘落的白死神 是炉之湖的死亡区域 MFG不止一次 派出清扫车进行打扫 但不论派出多少次 很快又会积累一定的白灰 这也是MFG七大不可思议之一 项叶顺于是让续方 向下向发出警告 续方立马收到 提醒下向已经突入死亡区域了 请减速 下向回复收到 刚才他就明显地感受到 路面摩擦系数降低了 下向决定调使驾驶方式 这让续方和项叶顺迷糊不解 这什么意思啊 但看了下向接下来的操作 项叶顺和续方瞬间紧张起来 只见下向高速攻入一个个弯道 一个接一个的四轮飘移 每个动作都十分极限 完美地让人匪夷所思 项叶顺意识到 下向刚刚做出的飘移 并不是自然的轮胎滑动 而是有意图地将尾巴甩出去 从而达到入弯的目的 发展到这一步 项叶顺最担心的是 巴略的牵引控制怎么样了 结果一看显示屏 才发现牵引控制这部分 居然没有在工作 该不会是坏了吧 续方于是立即紧张地回答 并不是这样 是下向自己希望取消牵引控制 这会让项叶顺瞬间呆住了 看来下向对飘移真是无所畏惧啊 难道下向真的打算 用这种拉力车手办的技术 去挑战死亡区域吗 只能说看来是因为科技发展得太快 藤原拓海的飘移已经变成传说了 眼看R6继续高速甩出弯道 震惊的不只是续方和向叶顺 还有远在蒋简级的田中阳二 他也惊讶地哇哇大叫 突如死亡区域后 消失掉的标识再次打在了GT86上 这过于大胆的飘移 让人一下子就吓破了胆啊 田中阳二的记忆中 卢之湖死亡区域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形 也难以想象 总部的计算机 竟然对这种飘移跑法给予了认可 此时MFG本部也很慌张 员工们也都不敢相信 没问题吧 MFG引以为傲的行车数据分析系统 居然会做出这种判断 下降是在把我们的系统当成傻瓜吗 这也太失礼了 可石浩却知道 下降是通过合众移动 将尾部甩出去 以最小的转向角 他路线上自由自在地操控车子 这完全是货真驾驶 藤原拓海的零反打方向飘移 石浩真的十分感慨 感觉是D计划的不败下坡王牌 降临于卢之湖 完美到无懈可积累 向夜顺他震惊之余 陷入了沉思 他不明白 挑移为什么能够赢得写目标时 要知道 这三年的时间里 向夜顺一次都没有被系统标注 而下降是在异华的路面上飘移 难道这样才是符合物理和科学的做法吗 其实向夜顺之前也想过这样做 却没想到这样做的速度会这么快 总之在这番操作下 下降又再次延续了开幕战 在死亡区域连续超越的情况 顺位已经上升到了第十名 田中阳二只能感慨是太恐怖了 为什么连MFG全体选手都忌惮的白色死神 却只对这个年轻人露出天使般的微笑呢 而下降这边还是一点的淡定自若 他发现车子的抓地力正在逐渐恢复 看来死亡区域马上就要结束了 片通下降终于拿到了第一个个位排名 让田中阳二和看直播的观众们都十分惊讶 GT86眼下也即将冲出卢之湖的死亡区域 抓地力回复的轮胎使得车子重新进入了高速的状态 因为从胡靠甲插口开始到胡靠水闸为止是下坡路段 田中阳二因此判断GT86将会如鱼得水 看着下降一下子上升到了第九名 这远远超出了项叶顺的预期 项叶顺尴尬的汗都流下来了 居然是个个位数 难道在第二战排位赛刚刚开始的时候 自己就要早早地输给下降呢 与项叶顺复杂的心情不同 场外的观众纳搅一个兴奋 排名第九也太夸张了 勉强强地通过了预选的 按理来说不应该这样才对 要知道GT86的对手都是神兽武的常客 这个顺位有点说不通啊 一个浓眉大叔也是有些难以置信 他只觉得唯一的可能 就是下降对GT86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 然而他的同伴还是觉得 不管怎么改造 也都只是区区丰田GT86罢了 和那些宝石节什么的相比 GT86简直就像是在猛兽群中 只能等待被捕食的兔子了 同样惊讶的还有讲解员田中阳二 下降暂时以第九位通过胡考港节的发卡弯 真是不敢相信 就算GT86做过什么升级 但只凭借两公升的NA发动机 便完成了这种事情 这真的是可能的吗 画面回到西元寺府邸 恋对田中阳二刚刚讲解的二升NA有疑问 于是便向父亲打听这到底是什么 父亲家女儿难得来请教自己 还故作姿态咳嗽了几声 表示指的是2000cc排气量的引擎 NA是自然吸气的英文简称 也就是没有安装涡轮增压器的意思 说到这儿恋很好奇 如果安装涡轮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爸爸于是表示 一旦给车子装上了这种装置的话 就可以发合出相当于原来两倍 甚至三倍排气量才能达到的效果 虽然恋还是没有搞清楚其中的状况 不过他已经知道 这说明下降开的车应该是没有马力的了 对此西元寺爸爸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可如此一来 恋更加糊涂了 既然下降的车马力不足 为什么他能跑到如此靠前的位置 难道下降可以使用像哈利波特那样的神奇魔法吗 虽说爸爸很不想承认 但这样的形容似乎格外的恰当 继续回到MFG排位赛现场 下降正驾驶着86在道路上狂奔 他完美通过了一个又一个弯道 每个入弯和出弯的角度都恰到好处 田中央一直注视着下降 他在直播里告诉观众 现在86正非常有节奏地穿过 卢之湖东岸的临间 这个区域内 车手需要长时间处理 不知道所有哪边而来的离心力 脚下功夫的好坏 将会直接影响接下来的比赛成绩 虽说片头下降现在的排名并没有落下 但GT86毕竟动力不足 所以田中央也不确定 下降GT86能否把住从死亡区域得来的优势 他也很好奇 下降又能将赢的优势守到哪里呢 所以片头下降 我们的弯道魔术是上吧 另一边 澳山广野也在观看MFG比赛直播 作为86的改造者 他很清楚86的本领 刚刚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现在才是使出真本领的时候 对于每条赛道特征各一代MFG比赛而言 悬挂设定应该随着赛道变化而变化 澳山广野投入从业生涯中积累下的经验 全力对GT86的悬挂进行调整 不过目前用的 其实也只是卢之湖专用设定 此时澳山广野的脑海里 已经有了明确的蓝图 在由群马势力所构筑经营壮大的MFG中 就算是只能在其中激起一点波澜 也至少是他作为神代川势力 残党小小的愿望了 看来澳山对梁界的第一计划 还是念念不忘啊 镜头一转 继续回到下降这边 他正神情自若地操控着方向盘 在弯道时 他换挡采油门一气呵成 贴着边以飞快的速度完美过弯 没想到排名也因此上升到了第八名 场外的向彦顺通过对下降的观察 发现下降的驾驶特点 是敢于进行长时间应对横向力的转弯动作 只要有机会就会飘移 这跟他们只走数值方向的路线相比完全不一样 轮胎的使用方法也都截然不同 向彦顺也是惊讶的脸都冒汗了 直到这种驾驶风格的下降 搭配澳山广野调教过的悬挂的八六 完全是相得益彰 他完全没想到 八六在下降手里居然有此等破坏力 田中央二的讲解还在继续 GT八六正从驱断二前往驱断三 他告诉观众们 这里开始到湖畔为止 一直是下坡路段 恰好是下降的强项 在这里没有人可以超越它 而果然也不出所料 在这个路段的下降简直势不可挡 换挡入弯一气呵成 排名一下子上升到了第七名 MFG本部的工作人员陷入了惊慌 这也太不科学了 对此田中央二也万万没想到 天同下降居然跑到了第七位 这个倚弱机强的新手 到底可以持续到哪里 现在他们这个直播基地 已经开始被躁动的空气所包围了呀 在田中央二看来 天同下降被系统标识的时间 好像比创下赛道记录的责度光辉更长 怎么会这样呢 由于下降参加了MFG比赛 出于私心 恋也想更多的了解有关MFG的事情 对于田中央二刚刚提到的标识时间 恋猜想 应该是电脑会打给擅长驾驶的人的一个标志 不过他有点不太明白 这其中是不是有些矛盾 在刚刚的解说中 田中央二讲下降对比排一位的选手 反倒是第七位的下降技术更好 对于这一点 爸爸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和练解释 只能说因为行车数据的分析系统 只对车手的驾驶技术做出评价 和描表上显示的时间 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像比赛这种东西 仅仅只具备优秀的车手是不够的 还需要车手的技术 和车子的战斗力两方面都处于高水准才行 听完爸爸的解释 恋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然而这样的话 下降岂不是太可怜了吗 他不禁大骂旭方是彻头彻尾的大笨蛋 拿了下降那么多钱 就该整一辆好的车过来才对啊 比赛这边 下降已经到达了齿云直线路段 他可以放心油门全开 不过在抵达终点之前 还有大约两公里的上坡 对动力不足的86而言 这段区间或将成为最大的势力 不过下降并没有被这些东西干扰 他依旧淡定地踩下油门挂挡 速度在直线上保持得非常不错 向夜顺有点不安 因为卢之湖赛道中对场的上坡就在这里 这会是下降和86的软肋 而且位于靠近终点的地方 也是一个大问题 区房也很担心 下降到了正在终点前的竞争会说给其他人 事实证明二人的担忧是正确的 此时车子已经进入了上坡弯道 下降依旧一副处事不经的模样 然而车子速度还是明显慢了很多 它的排名也因此掉下来一位 变成了第八名 果然不管下降在弯道上多么努力 到了上坡的这里终是无计可施 区房和向夜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们也都为下降捏一把汗 无论如何 下降你一定要坚持住 守住第八 终点就在眼前了呀 田中阳二自然也替下降着急 现在86从香根新道的高架桥下穿过 在缓完后与新道会合 马上就是终点了 MFG的办公室中 所有人都屏息一旦 稍后田中阳二声音传出 86果然非常争气 他出乎所有相关者预料 目前暂定第八 田中阳二非常激动 觉得骗通下降作为顶级车手的评价 在这个瞬间 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东西 同时 长久以来支配MFG的马力之上的主意 也在这个瞬间开始瓦解了 结束比赛后 下降和续芳和向夜顺三人 齐聚临时围场 续芳与下降机场相庆 感觉下降真是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因为太激动了 他都把下降弄疼了 而向夜顺也不得不承认 下降非常厉害 下降也没藏着 表示自己是跟学校里的老师学的 他的老师是一名飘移达人 自己的飘移和老师的比起来 只是小孩子的游戏罢了 看来即便拓海受了伤 飘移技术还是超级厉害 应该已经赶上他老爸藤原文泰了吧 向夜顺对下降的说法很吃惊 赛车学校那种东西 居然还会教飘移技术吗 下降直接回答了No 正规课程的话 的确没有飘移这门课 下降表示 自己是在课余时间 和老师进行的特别教学 原来在休息日的时候 拓海就会带下降去拉力赛道学习 为了能够让下降学习 重心移动的技术 拓海还会选用软弦挂的车子 在摩擦系数低的路面上反复跑 他让下降坐在自己的副驾驶上感受 然后再换位置进行悉心指导 这种事情 几乎每个休息日都在进行 想到这里 下降真的十分感激 他知道自己对MFG 能这么快上手 就是因为那时的体验所致 下降回想那段时光 觉得自己能和拓海老师 两个人坐在草野上共进午餐 在闲谈中捧父大笑 真是太快乐了 下降知道 在赛车学校里 混血日本人非常罕见 由于自己会说一点蹩脚的日语 所以才会得到老师特别的关注 再加上自己没有父亲 有时候下降甚至觉得 拓海就像是自己的爸爸 而听完这段故事 相爷说和续芳都两眼泪汪汪 这个故事实在太感动了 没想到真相是这样的呀 镜头再次切换到赛道上 是一号车的石神在比赛了 他驾驶着保时捷911 在下坡路上冲锋 在石神看来 自己的911GT3在战斗力方面 毫无疑问是 所有参赛车辆中最强的 这一点不拥有任何意义 但比赛结果总是差强人意 由此他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的技术并非是最强的事实 虽说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会失去一些东西 可以将会得到一些新的事物 只要拥有了那样的东西 就值得他继续战斗下去 而这指的就是 比赛的综合能力 石神觉得不管怎么说 也不能让乳秀未干的 项叶顺从下乡的过程中缓了过来 无论如何 可以肯定的是 下乡已经百分之百 可以通过MFG第二站的预选了 想必大家的肚子都饿了 作为庆祝 项叶顺还是决定 请下乡和续芳去吃一些好东西 一听项叶顺要请客 下乡的眼睛都亮了 他迫不及待地问道 是烤肉吗 项叶顺没想到下乡喜欢烤肉 到这种程度 但也别指认烤肉这一个东西啊 日本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料理呢 保准让下乡吃得开心 传场到小田园的街道 项叶顺带着小伙伴 去了市民无人不知的名店 服务员端上了一碗热气蓬蓬的天胆 下乡尝了一口 就直呼美味 项叶顺还推荐下乡尝一下 天妇罗和参寿丝 这也非常好吃 下乡尝了果然不错 他觉得像日本这样 海产品丰富多样的国家 在世界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了 对此续发很是赞同 毕竟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 其实英国在这一点上 也是相同的 然而饮食文化 却完全不是日本的对手 这个差距究竟是出在哪个环节 下乡也太想知道了 说着说着 下乡又忍不住尝了一口天胆 感觉到舌尖传来的刺激 感受到那种神奇的美味 从口中向全身蔓延 下乡甚至有点感动 可惜他还是和以前一样 不会用筷子 下乡忽然觉得很有意思 有胆也好 天胆也罢 尾兹都带胆 这样命名非常有意思 所以还有其他什么是带胆的吗 一时之间 续芳和象爷说想到了很多食物 比如猪排胆 亲子胆 又或者是玉子胆 还有海鲜胆 把各种各样的玩意儿都算进去 就数不清了 而续芳想到这里 他立即联想到下乡住在江之岛附近 有空时间可以亲自去尝一尝那儿的白子胆 也是一种简单 却又具有冲击性的美味 下乡感动啊 日本的饮食文化真是让人可畏 相信来日本的外国人 只要一次就会喜欢上这个国家的 排位赛第六天的比赛终于结束 一号车时辰暂定第二位 片头下乡暂定第九位 相爷顺则暂定第十一 第二天的腾齿是 下乡又要出门打工了 练联盟抓住机会询问下乡 今天的工作到几点结束 下乡今天是早班 大概三点下班 练表示自己也差不多这个点结束工作 他因此约下乡倒是一起去连仓 两人在连仓会合 刚好 下乡也想趁这个机会尝一下白子胆 他也邀请练一起 敲定好和下乡的约会 练莫名的开心 他们似乎都忘了 这一天是排位的最终日 可很显然 这两个人对这件事情都不是很关系 卢之胡的赛道上 今天是精子之班 而最备受瞩目的12号车终于出现了 他就是被称之为 MFG史上最强的一位车手 贝肯鲍尔 不过老粉都注意到 贝肯鲍尔好像换车了 田中阳二真心觉得 贝肯鲍尔真的是一个保时结粉 他对贝肯鲍尔的表现也十分好奇 不知道他又会不会打破泽度的记录呢 继泽度光辉和片头下乡 这样为天才之后 贝肯鲍尔肯定也会在赛道上 留下浓墨仲裁的表现 所以大家都拭目以待吧 田中阳二十分激动 目前贝肯鲍尔正穿梭在 卢之胡的死亡区域 其与目前排名第一的 责度光辉之间 仅有0.2秒的差距 似乎眨眼睛 就能冲到第一啊 贝肯鲍尔自然没有理会这些 他不由得想起了下象 眼下疯狂男孩下象 已经成为了热门话题 他几乎把死亡区域的所有弯道 都是用飘逸来处理 可如果拥有保时捷 就不必做那种无谓的努力了 与此同时 田中阳二也不由得 散叹贝肯鲍尔的技术 在贝肯鲍尔的驾驶之下 12号车十分灵动轻巧 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跑跑始终平顺 速度也保持得非常快 保时捷的轰鸣声 听得简直让人肾上腺素飙升 不过田中阳二有些好奇 他感觉贝肯鲍尔的节奏 似乎藏有什么深意 原来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贝肯鲍尔一直与塞道记录 保持了0.2秒左右的差距 像是有计划的在跟车 所以这是偶然吗 还是故意为之 田中阳二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这种违和感的背后 肯定隐藏着什么神乎奇迹的事 根据贝肯鲍尔现在的跑法来看 再到前方检查点的时间 差距大约是0.15秒 面对这一现象 田中阳二只能认为 贝肯鲍尔眼前真的只有 泽度光辉的四号车在跑 没想到田中说的没错 贝肯鲍尔即使在现实中 那里空无一物 还是能够看见四号车的尾巴 所以他才会故意让 给四号车做领跑者 等进入最后两公里的 上坡路段时再全力以赴 而在此之前 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尽可能地放松 千万不能认真 唯有破纪录时间不容让人 这是贝肯鲍尔 给自己定下的唯一铁则 贝肯鲍尔驾驶的保时捷的 轰鸣声响车整个卤之湖 场外观众的心绪 也被带动起来了 观众们察觉到 贝肯鲍尔和泽杜之间 似乎擦出了隐形的火花 不论是哪一方面取得甘位 都无疑会让正赛变得更加激烈 因为这是尊严和尊严的相互碰撞 但话说回来 没怎能MFG最后会演变成 保时捷Keyman和雷诺在争夺甘位 感觉被称之为 富人贵子的现有秩序要崩溃了呀 听完了场外观众的想法 继续回到田中阳2的讲解 眼下从区段1开始到区段2 贝肯鲍尔和四号车差距为0.3秒 只能说这看不见的首尾相邻 还在持续着 画面一转 东京社果 泽杜正在餐厅观看MFG直播 在看了贝肯鲍尔的操作后 泽杜由衷地认为 这个德国人太狡诈了 居然实施这样的作战 既然如此 甘位就让给你吧 不过在正赛的时候 他就要把贝肯鲍尔那高高的鼻梁打断 其实在泽杜看来 贝肯鲍尔一点也不恐怖 虽然年轻小有成就 但却是一个索然无趣的家伙 要泽杜说的话 片通下相才是最让人害怕的 那家伙绝对无可限量 片通下相的GT86 可是两升的NA 可是落后时代的三踏板 就算如此 他还是能够夺得第九位 这份强大 难道没有人注意到吗 而就在这时候 泽杜17岁的小女友莎奈出现了 莎奈进来第一件事 就是向泽杜道歉 让她久等了 明明你就想着快点过来了 但是越想提高速度 就愉快不起来 泽杜自然不在乎这些 他绝对带沙奈先去酒店 等肚子饿了 就去吃一顿丰盛的晚餐 然后再去卡拉OK 沙奈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安排 所以他还告诉泽杜 自己已经穿上了可爱的内衣 这里不得不说 沙奈还真是懂泽杜的小心思 回到比赛之中 贝肯鲍尔继续在赛道上奔驰 完美通过了各处的连续弯道 有点让人不寒而栗的是 即便是在过弯的时候 贝肯鲍尔仍旧和记录保持了0.3秒的差距 田中央二只能感慨 看来激烈的缠斗还在进行啊 不一会儿的光复 贝肯鲍尔已经到达了齿云直线路段 田中央二瞬间感觉到 保时捷718 2.5升的动力单元 7速PDK的变速箱 直接将车体速度推上了急速 所以在这最后两公里的上坡 排气量占优势的保时捷有望取胜啊 贝肯鲍尔终于进入了 预想中的全力加速路段 速度果然跟之前明显不是一个档次的 田中央二也注意到 MFG系统给贝肯鲍尔打成了标识 所以是到了这里以后 贝肯鲍尔将注意力提高了吗 眼下12号车和4号车之间的差距 已经渐渐归零 贝肯鲍尔内心呢喃起来 再见了则度 我先走一步了 随即贝肯鲍尔就上演了 意料之中的逆转剧 将相当于4号车的差距 转变为领先 一下跃居守卫 亲眼目睹着历史性的一幕后 贝肯鲍尔已经在眨眼的时间里 取得了一秒钟的优势 转场到神奈川镰仓室内 下相和恋正悠闲地走在街道上 两人相聊甚欢 下相向恋请教关于日本口语的问题 想知道一个日语惊叹词在什么时候用 恋有些惊讶 随即才表示其实这词的用法有很多 就好比当你听到很美妙的音乐时 或者第一次去的店里的食物好吃得不得了时 就可以用这个词了 当然了 如果当你见到着装品味有点糟糕的人士 以及考试分数低的时候 也能使用 下相猛的一惊 这和前面的两个意义完全相反 没想到日语用法这么广泛 对于下相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他根本没办法熟练地掌握 说话这际 两人又来到了一尊大佛前 他们双手合十 闭上眼睛向大佛许愿 事后下相很好奇恋取了什么愿望 恋表示这是个秘密 不过如果下相想知道的话 可以先谈谈自己的 之后恋说不定会将自己的愿望告诉你呢 由于听到这话 下相有点害羞了 说自己实在说不出口 见下相这种神情 恋忍不住发动了致命一击 但恋这次失误了 不小心打到了下相腰骨很硬的地方 因此疼得直接握住了手 认为自己受到了十倍的伤害 不过转念一想 知道都是自己的错 明明不做那种事情就好了呀 两人乘小火车离开神社之后 下相忽然想起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恋 表示自己马上就能够拿到打官的薪水了 他想用那些钱 来招待一直以来都对他非常照顾的西元寺一家 想起他们一起吃顿饭 恋受宠若惊 认为没必要这么做 毕竟这是下相好不容易通过勤聊工作赚来的钱 应该更好地用在自己的事情上 可下相并不这么想 因为这是他从很早之前就决定好的事情 他还想拜托恋的是 关于到时候如何挑选餐厅的问题 他想知道在西元寺家经常光顾的餐厅中 哪家是他们最中意的 恋忽然有点感动 眼角含泪 觉得下相是个多么好的孩子呀 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了 肯定会非常感动的 听到恋这么说 下相也兴奋了 觉得倘若是这样的话 那就太好了 下相想弄一个秘密惊喜 所以拜托恋到正式请客吃饭那天为止 都替自己保守秘密 而说完这件事后 下相就和恋去吃自己朝思暮想的生白子胆了 可白子胆端上来后 明显有点超出下相的预料 这个要怎么吃 他有点难以下手 恋推荐下相可以往里面稍微放一点酱油 然后再和米饭一起揉入口中 那样会很好吃 下相于是按照恋的说法 他不自觉地闭上眼睛 一口闷了下去 吃着吃着 下相的眼睛瞬间直泛光 感觉太意外了 如果只从外观来看 绝对无法想象到会如此美味 下相随即还活血活用了那个感叹词 这时 饭店老板突然看着片桶下相 认出了他就是那个MFG的超级新星 内心还感慨下相 长得和网页上贴出来的照片完全一致 一想到下相居然来了自己的店 老板当即十分激动 过了一会儿 下相和恋享用完毕准备离开了 老板连网赶了过来 请下相他们务必再次光临 还说卢之狐忌替 自己会替片桶先生加油的 下相顿时尬住了 没想到被认了出来 出生以来 这还是下相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呢 他有点不知所措 他现在总算体会到恋之前所说的 世界上已经有三千万人认识他是什么意思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恋提议下相可以像海外名人那样 带上墨庆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结果下相直接拒绝 人们那样一点也不酷 也不知道对于下相而言 怎样的装扮才最酷啊 卢之狐忌体排位赛的排名终于出来了 贝根包尔第一 第二是泽度 下相则排到了第十 相夜顺到了第十三 夜晚时分 在下相和练吃完白子胆踏上归途的时候 东京六本部MFG本部还在工作 现在卢之狐忌体排位结束 下相以第十位顺利通过 十号看到比赛数据 感慨第一和第二两个人都打破了赛道记录 一旁那眼镜男忍不住赞叹 他们两人将之前的赛道记录大幅度刷新了 十号于是问眼镜男 这次的记录和那个梦幻记录相比怎么样 眼镜男表示 和那相比也有小幅度刷新 十号内心因此起了波澜 知道起届使出浑身解数做出的计时圈 在MFG第四年的时候 终于有人能够超越这个等级了 十号有点激动 不过他随即说回正事 想知道正赛当日的天气预报怎么样 眼镜男回答 根据刚刚的结果来看 有很大概率会下雨 十号直接惊讶了 是雨天比赛呀 那就得做好心理准备了 提到下雨 十号立即联想到了D计划的下坡王牌拓海 拓海在湿地环境下可是超强的存在 所以他也很好奇 拓海的徒弟会有怎样的表现 应该也很强的吧 按照MFG运营的惯例 从排位赛最终日到正赛之间 有一天的空档期 这天从早上开始就下起了雨 续方感觉十分担忧 因为像前之后驱这种驱动方式 在雨天会很弱 与四轮驱动 以及中置引擎的对手们相比 存在着极大的劣势 难得升级了D86的悬挂系统 在排位的时候表现得明明那么棒 偏偏却赶上了下雨 看来要白费了呀 续方随即决定 给凹山光也打个电话 毕竟续方的86前后 都装有能够进行 30级阻尼调整的减震器 需要跟人学习一下 在下雨的时候 大致的调教方案 画面转到镰仓 下县的妈妈粉们 特地来她打工的餐厅找她 下县看到几人也十分感动 没想到大妈妈下雨天还能会顾 真是太感谢了 妈妈粉们连忙表示 没什么就是聊聊天呗 此时恋正在学校里上课 望着窗外的雨 恋有点担心 不知道明天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天使们的迷你演唱会 和变更数位榜时 要被淋湿了吧 真的太讨厌了 转眼到了第二天 天气仍旧没有好转 MFG的官方工作人员也很担心 卢之湖的上空完全被雨水笼罩 各位参赛选手 又应该如何应付呢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即便是天公不作美 比赛依旧要进行 田中央照常开场 全场30112万的粉丝们 大家好 很抱歉 六月的雨轻茹地敲击着卢之湖的水面 看来这场比赛 基本上要在雨中进行了 但大家也不要太过扫兴 因为这次的解说嘉宾 是自药肉学院的主办者 池田龙四先生 这里也是有些惊讶 提出空无理论的池田龙四也登场了呀 田中央二告诉众人 池田先生是小田园市的议会议员 在汽车运动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以此来促进青少年的成长 有时候还会批法医 在自家的寺庙中担任住持 简直就是兼任三职的超人 池田很谦逊 称是田中谬赞了 画面回到围场这边 旭芳正冒雨给下乡检查车子的情况 下乡望着雨若有所似 她的山脚下雨还是停的 没想到到了山顶又下了起来 对此旭芳也很尴尬 香根山上和山下的天气 就是有所不同 像这种山顶下雨的情况 简直是家常便饭 一想到是这种情况 旭芳就格外的担心 心态超好的下乡 不明白旭芳为何如此严肃 旭芳都有一些无语了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当然是因为你了 因为有要严肃对待的事情 她显得都紧张得胃痛了 旭芳十分吐槽 在施华的路面上进行公路比赛 可不是明智之举 如果能够终止比赛 就再好不过了 相信参加这场比赛的选手 都是怀揣着这样的心情 再说 86这辆车是前置引擎 后轮驱动的布局 处理施华的路面会很棘手 下乡于是连忙告诉旭芳 她认为雨是最公平的 对所有选手都一样 而且在她看来 雨就是她的伙伴 她甚至有点喜欢这场雨 望着下乡神网的表情 续方都有点无语了 另一边 在稀稀素素的雨声中 传来了一阵音乐声 原来是大雨天里 MFG天使们 要开展迷你演唱会了 表演结束后 天使们赶忙逃去避雨 田中阳二十分兴奋 觉得被淋透了的天使们 展现出了和平常不一样的表情 今天的演唱会录像 对粉丝们来说 也许能成为永久保存的东西呢 现在抽手们的会议已经结束 选手们正快步走向各自的车子 下乡和向爷舜擦肩而过 两人简单打了招呼 下乡准备好后 开始和续方测试无线电信号 信号一切正常 续方提醒下乡 副驾驶上有干毛巾 可以用来将鞋底擦干 否则可能会很容易踩不好踏板 此时一切终于准备就绪 距离开赛的预定时间 还有最后五分钟 不知道下乡在雨中 会带来怎样的表现呢 比赛就要开始了 田中将话筒交给 曾经在雨雾中败给旗借的男人 池田龙刺 请问池田先生 在雨中比赛的选手们 要做好怎样的心理准备和规划呢 池田直接回答 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 就是忍耐力 与中共路轮胎和路面的接触状况 顺息万变 在寻找抓地力界限的同时 还要与对手相互切磋 视野被前车扬起的水滑遮挡 并且车子的姿态 会不断违背车手的意志 多个消极要素叠加 如何保持冷静的判断力 就变得尤为的重要 因此发动不必要的攻击 是无法找来好结果的 选手需要不为外物所动的强大忍耐力 等到确实找到至胜之机 听了池田的解说 田中阳二有些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呀 不过如此一来 这就变成测试精神力强大与否的比赛了 难度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田中阳二也不由得被选手们捏把汗 他相信此时此刻 正坐在驾驶舱中等待出发的15名选手 肯定也承受着干地比赛 所无法比拟的重压 眼下距离出发前还剩一分钟 雨水依旧冲刷着卢之湖的赛道 MFG天使们在雨中排排站 他们个个单手插腰 以相当职业的微笑迎接选手们的到来 不过单看练的眼神 他肯定是在寻找下象的身影嘛 此时雨孩子下个不停 在无人机的引导之下 排位赛排名首位的贝肯鲍尔 终于慢慢驶出了起点 紧随其后的是四号车的泽渡 一号车的石神 二号车赤鱼 十三号的前缘和红 三号车大石带鞍 总之各车按照排名出发 终于备受期待的GT86 也已经通过了起始位置 下象驾车开过MFG天使身边 是一点也没往旁边看 练见了下象的神情 内心不住的祈求 加油啊下象 练能做的只有为你祈福了 练一直静静地看着下象 跟着前面的车辆冲向远方 内心只觉得十分感动 要知道下象在家里的时候 可从来都没有做出过这样的表情 下象真的太认真了 简直帅得让人仿佛忘记了 时间在流动嘛 练内心情不自禁 对下象更加欣赏爱慕了 此时田中央二的讲解如期而至 现在最末尾的23号车也通过了起点 15架无人机同时亮起了蓝色的信号灯 比赛终于正式开始 下象听到指令 眼神坚毅 他换好挡后一脚油门 随着轮胎扬起无数水花 GT86也立即加速往前冲去 而其他车辆自然也同步动作 因此原本整机的车群对立 一下子就变得散乱开来 田中央二紧张又兴奋 现在激烈的水雾 让状况完全无法分辨呢 只能说虽然正在下雨 但依旧阻挡不了车手们想赢的决心 才眨眼之间 已经有三辆车超越了对手 没想到被超车的里面 竟包含了18号的北云望 田中央二见此警警 立即激动起来 连连表示 刚刚牵引力占优势的 三台4WD借起步的冲自动手 眼下排位情况发生变化 3号车的大石超越了13号车 5号车版本超越了8号车的泰勒 而在后方 9号车的向爷顺 也超越了18号车的北云望 版本正是已经甩开 太乐一个身位 心情因此十分不错 在版本看来 高桥梁界制定的抓地力车重 比军一化 对于干燥路面上行驶的四驱 非常不利 不过湿地条件下 四驱的牵引力 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版本越想越激动 感觉这一战自己要赚到手了 因为四驱 就是为这一刻而存在的呀 而天使们这边 他们才稍微回到休息室 休整一下 结果工作人员就告诉他们 选手们的数位发生变多了 因此还拜托蒙惠和真美 去替换一下排名板 蒙惠也是十分惊讶 现在距离七跑名菜一会儿的功夫呀 此时一个小哥已经拿出伞 准备带着真美他们过去 真美十分害羞 他还要调整下自己的内裤 所以还要等等呢 继续回到比赛中 目前的领跑者是贝肯鲍尔 四号车的责度 一直紧咬在后面跃跃欲势 雨水虽然给他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可他其实还是觉得下一天也不错 因为这种条件下 不管车子有多少的马力 也无法发挥作用 就如同把武士们的武器丢掉 大家都空手较量一番 如此一来 就能够清楚地分辨出 到底谁才是真正快的家伙 想到这里 泽度不禁迅速换挡切入内侧 随时准备在弯道上进行超车 而自从经历了上一场排名赛后 贝肯鲍尔就将泽度视为对手 此刻感受到泽度的挑衅 贝肯鲍尔只觉得泽度是在小看自己 其实对于失华路面的处理 自己有绝对的信息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会输给日本的车手 除了泽度和贝肯鲍尔的争夺外 中断的其他选手也在蠢蠢欲动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前缘和红 虽说他驾驶的本田 在起步冲刺的时候 会比四驱的车慢 但一旦速度起来之后 便不会再有丝毫的蓄色 前缘看着前面的兰博基尼 还有法拉利 内心突然生出一种豪迈 自己正处在可以和世界上 最伟大的意大利品牌交锋的位置上 接下来 让你们见识一下本田的潜力吧 卢之湖上雨势仍旧不停 田中阎儿再次向池田请教 雨中死亡区域的路面状况 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其实对于这点 池田已经做出了最坏状况的设想 雨虽然可以抑制住新火山灰四处飘散 但以前落在路肩上的鸡灰 就会被冲为泥浆状 留得到处都是 一旦打滑 很可能无法应对 所以第一圈进入死亡区域时 必须要谨慎行事 眼下15辆卷起水雾的队列 看到进入卢之湖的天际线 仙头集团一拥而入 进入一个存水湾 结果在这关键时刻 三号车突然打滑 出现了转向不足的问题 导致路线一下滑到外侧 13号车的田园终于抓住机会 赶紧从这个空隙钻了过去 顺利超车 气得三号车的大石直呼可恶 反应过来后 他觉得刚刚实在是太惊险了 自己明明已经很小心了 没想到 居然还是出现了如此程度的打滑 而成功超车的前缘 依然就看出了大石的问题所在 大石在方向盘的操作上有些粗糙 其实在弯道入口处 所谓四驱并没有什么优势 不过前缘也十分紧张 他也害怕自己会出现 大石这样的失误 此时车队末端 镜头终于给到了 我们真正的主角片桐下像 GT86在下向沉着的操作下 不急不慢地向前冲着 下向似乎并不着急进攻 就这样终于到了一个左转大弯 跟在86后面的柳天拓野 发现下向没用飘移跑法 只觉得有些疑惑 难道因为这个下雨天的关系 不得已封印了自己的飘移跑法了吗 但就算是用普通的跑法 也不该只有这种速度吧 不过一想到下向那么年轻 在排位赛上的表现却那么惊艳 柳天就生出了一种想比比的心思 他知道 自己和自己的宝马M6 在过完时的配合还算过得去 就打算跟着86后面 好好看看86的表演 眼看着GT86冲出弯道 他也立即一脚油门跟上了 现在整个山谷都充斥着轰鸣声 望向着赛道冲锋 他与其他人有着相当不一样的心境 内心十分欢快 感觉特别开心 这么滑 真的超级滑 望最喜欢这种玩法了 此时田中言二的声音传出 表示虽然雨水让死亡区域的路面 变得异常的凶险 但毕竟是被选出的15名顶尖选手 大家并没有放慢节奏 而是尽量踩下油门 田中非常兴奋 场上选手们的追逐真的太激烈了 头部集团的贝肯鲍尔和泽杜 已经将后续车辆甩开 时辰明显已经跟不上了 神十五的队列在有些地方分段开来 逐渐形成了各个集团 田中言二问池田 根据目前的状况 池田有什么特别在意的地方吗 别说还真有 池田个人很关注位于中游集团的GT86 在进入死亡区域的车群中 只有这台车的动作完全没有慌乱 安定的可怕 而且说起偏同下相 他在排位使用的宛如拉丽赛般的飘移跑法 更新了死亡区域的区段记录 虽然他现在使用同别人一样安定的驾驶方式 却也同样令人着迷 时间在直播中告诉观众 其实早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几乎要将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了 自己真心是觉得 下相的跑法太让人毛骨悚难了 目前贝肯巴尔和泽杜在争夺守卫 最人注目的GT86位于第十位 先头集团通过了胡靠甲岔口 赛道从这里开始 下坡的坡度将会增大 不容许哪怕是一瞬间的松懈 毕竟雨中的下坡 任何失误都足以致命 此时大谷正在努力奔驰着 将摆脱86的追赶 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倒霉了 好不容易投入了GTR来参加比赛 却遭遇降雨 而且还被两公升的NA逼到这种地步 不过大谷还是觉得 在这种状况下 无论片通下相再怎么擅长下坡 也不能提高物理上的转弯速度 他决定在入口处占据内线 紧贴着内侧过弯 如此一来 下相也只能干瞪眼 而束手无策 说着 大谷便立即换挡朝内侧切去 结果就在这时候 下相却自己开向了外侧 柳田在后面震惊地无以复加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下相到底要做什么呀 然而就在他恍惚的瞬间 GT86已经快和大谷并排了 立即就要追上去 这时大谷在幡然醒悟 居然要从大外侧朝车 别小看我呀 然而下相依旧十分淡定 现在两辆车已经并排通过弯道 下相眼看就要朝车成功 大谷内心十分急切 而就在这时候 奔驰的轮胎突然打滑 大谷完全没想到 车子竟然没有抓地力了 GT86没有错过这样的机会 直接车头超了过去 而眼前刚好又有了一个弯道 下相一个加速 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超了过去 于是纵使有赛度的不甘 大谷也只能任由86飞奔而去 他和柳田都十分惊讶 都不知道在这种湿滑的路面上 自己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达到如此的转弯速度 实在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呀 在下相成功超车的那一幕 整个卢智乎赛道都充斥着 田中的惊呼声 他感觉迟前的预言应验了 田中完全不敢相信 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 轻而易举地进行超车 所以片同下相 是跑在另一个世界吗 伴随着下相排名的上升 珍丽也及时将他的名牌 放到了第九的位置 工作人员立即见缝插针 让他参加采访 请问你中意什么类型的男生 针对这个问题 珍丽会表示 自己对欣赏的人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不过如果是不会说谎的人的话 那就比较好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 他总是遭受到男生的欺骗 所以对于他来说 即便对方不是帅哥也无所谓 只要不会说谎 是诚实的人就好了 听了珍丽会的回答后 正在观看比赛的宅男观众们 深有同感 要知道 珍丽会才只有20岁 居然就已经领悟到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 他肯定是容易被 油嘴滑舌的小子欺骗的类型 不过说起MFG的天使 池田也有疑问 其中苗条的模特体型 占据了一大半 可为什么有一两个这样丰满的 不知道是说自然体型好呢 还是健康体型的女孩混入当中呢 虽然这么说会很失礼 但是在很早的时候 池田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了 田中苗二立即回答 根据自己的调查 这是工作人员通过揣测 天使创始人 上游史号本部长的喜好挑选出来的 池田一时间惊讶了 原来是这样啊 没想到史号有这样的喜好 此时听着讲解的史号 瞬间不自在了 真是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来 田中苗二那家伙 又尴尬地聊起了多余的事情 池田也是 史号决定 以后再也不会邀请池田来做解说了 不过实话实说 史号也不得不承认 刚才那女孩的确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调侃完史号之后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 回到比赛 争夺首位的12号车和4号车 通过胡靠新桥 从这里开始 极为区段二 落后他们大约6秒的 有1号车 2号车和13号档车子 池田认为13号车的前缘 在雨中也很稳定 车子的平衡很不错 对此田中也是认可的 他觉得哪怕是和意大利 以及德国的超级跑车交手 日本的NSX都会寸步不让 说完了前6名 7名之后也就很快就到了 5号车版本一马当心 接下来的就是8号车泰勒和下向 池田看了下向的表现很满意 因为即便是这样随便看看 都能明白GT86的动作十分稳定 这种表现不止源于驾驶技术 车子方面精妙的湿地调校 也无疑是必须具备的条件 池田龙次认为 这说不定出自一位 优秀的机械师之手 只能说池田正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只是在这正式场合 他也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而第10名的竞争也同样激烈 目前是7号车的大谷 6号车的柳田 而在其背后的9号车向业顺 已然破季 不知道这次向业顺会跑的第几 田中阳二开始播报情况 在间隔下乡不远的后方 18号车的北渊望 正处于独跑的状态 接着是16号车的巴朝祥 最末尾的是驾驶23号车的荆棘 截止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车子都已经进入到了区段二 通讯室察觉到巴朝祥节奏一直没能提升 询问他怎么了 巴朝祥这边的确遇到了麻烦 车子的牵引力不足 他无法尽力踏下油门 这让他的助手山谷怀疑 是因为悬挂太硬导致的 巴朝祥对此也很赞同 还立即询问他妹妹的情况 山谷表示 望一直喜欢用软一些的调教 所以可能跑得正欢嘛 巴朝祥于是放下了心 觉得自己能守住现在的位置 已经是竭尽全力 只有边跑边祈祷了 挂断电话之后 山谷内心也有些感慨 他没想到巴朝祥车子的调教方案 居然会失误 经此一试 他是深切体验到 MFG比赛悬挂射进的困难了 一旦碰到了下雨天 顿时就束手无策 田中雅二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了前面 他有一些感慨 目前先头集团已经通过了 胡考港街的发卡翻 两车的距离很近 后面跟着不希望被他们 进一步拉开间隔的三位集团 虽然这五台车都有相当大的马力 但田中雅二知道 跑在前面不断刷新赛道记录的两台车 果然是最特别的 现在两车和后面的差距还在不断加大 镜头突然切换给驾驶着九号车的项叶顺 项叶顺十分严肃 觉得自己作为零学院出身的车手 可不能当着池田龙四的面 跑出不像样的比赛呀 必须得加油好好跑才行啊 这里也没想到 池田龙四竟还开办了赛车学院 项叶顺还是他的学生 这里也是觉得有些神奇 池田的空无理论 似乎是讲究消除车手个性 项叶顺这家伙个性就太突出了点吧 所以是池田龙四经过地计划的事件之后 将自己的理论大改了吗 说话之际到了一个弯道 项叶顺已经紧紧咬住了柳田 怕知道柳田的饱满M6 在大雨中无法发挥出原有的马力 要是在甘地的话 自己要对付柳田精巧的转弯还有些棘手 好在今天的天时地利都在自己这边 项叶顺感觉 只要有稍长的动力全开区间 就能解决M6了 可以的话 最好再加上若干的上坡 既然项叶顺超车策略已经想好了 那究竟该在哪里动手才好呢 眼下争夺十位的三台车子纠缠在一起 一起向着发卡丸飞驰而去 结果看到柳田迟疑着占据中线 项叶顺立即就不再想他刚想好的计划了 算了 就在这里吧 只见项叶顺立即拨动方向 瞬间将车子从外侧 移到了内侧 两车的路线开始相互交错 田中央二惊讶地发现 项叶顺的九号车终于动手了 而下一秒 项叶顺的车头就超过了柳田的M6 柳田被惊得满脸冒汗 他没想到项叶顺会在发卡弯这里发动攻击 田中央二也很赞叹项顺的操作 其实只要两车并排 项叶顺的GTR就不会输给M6的 所以结果显而易见 项叶顺最终成功超越了柳田拓椅 看到这儿 田中也很激动 他希望池田能够帮忙分析一下刚才的场面 在池田看来 后轮驱动的M6 为了应对弯道出口处 哪怕一丁点的横向力 也不得不选择大半径的转弯路线 与之相对的 项叶顺采用的小半径转弯路线 虽然十分艰苦 但只要能很快使得车头对准弯道的出口 让GTR4WD的牵引力发挥出价值 相较于两驱的M6 就会占据很大的优势 尤其项叶顺超车的地方 到下个弯道有较长的加速区间 而且还是上坡 简而言之 项叶顺上演了一场漂亮的超车 听到这儿 田中央二爷很兴奋 他也立即插播了自己掌握的小道消息 告诉观众们 其实小田园出身的相叶顺 是在灵学院学会赛车的 也就是说 他是池田的弟子 由于相叶顺成功超车 选手的排名发生了变动 接下来轮到七号天使的工作时间 练狱师就将相叶顺的排名 挪到了第九的位置 摆放完毕后 到了接受提问的时间 你认为所谓的男子气概是什么 记者这次的问题超纲了 练内就有些慌 这怎么和一直以来的问题不同 明明好不容易提前想好了答案呢 观众们见此情景也觉得有趣 其实像这样突然改变问题 就是为了让女孩子们 展现出慌乱的一面 通过对短时间解释能力的测试 来让天使的各个方面显露出来 思绪冷静下来的恋 终于正式回答这个问题 觉得所谓的男子气概 在他看来是温柔 这答案有些让人出乎意料 温柔和男子气概不太搭呀 恋认为其实是大家误会了 真正的温柔 是由强烈的思念诞生而出的东西 所以他认为温柔的人 就是有男子气概的人 田中阳也不知道 怎么评价恋的说法 只能谢谢恋的出彩发言 而看了恋的采访 场外的观众们也沸腾了 七号天使也太可爱了吧 在恋接受采访的同时 下象一路驾驶着GT86 终于追到了八号池的身后 下象的表现超出了泰勒的预期 他没想到下象到了这里就追上来了 实在是早啊 能在雨赛中表现得如此活跃 就是一流选手的证明 不过泰勒已经决定 不论下象从哪一边动手都好 要来就尽管来吧 他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两人这时已经通过了一处弯道 看着前面奔跑的保时捷911 下象发现即使是在雨中 后置引擎的保时捷 还是具有很强的抓地力 所以决胜负要在那里之前 先加入 然后再从底部超运 此时又到了一个弯道 没想到下象直接一脚油门 杀到了线路外侧 大鼓在后面都看呆了 难道下象要在那里动手 又要在外侧超车了吗 弯道口越来越近 下象终于开始了超车之旅 他很快就和泰勒几乎并排 还一起冲出了弯道 接下来又是另一个右转弯了 泰勒有些始料未及 眼下内外线很快就要切换 被下象占据内侧之后 自己就无法踩进油门了呀 转眼间到了右弯入口 86也总算超过了保时捷半个车头 并很快冲入了右转弯道 可以说下象几乎是如法炮制 拿出打败大鼓的方法 超越了泰勒呀 大鼓跟在后面看着这精彩的一幕 只感觉下象的转弯速度太快了 下象的转弯速度也太快了 哪怕时速上仅有两到三千米的优势 在比赛中也足够他完成超越了 泰勒自然也真正的无以复加 他切切实实的感觉到 路线完全被下象支配了 只能说下象就是缠斗的天才吧 田中阳二自然又被下象的超越惊到了 86超越了保时捷 终于到了第八位 果然没有人能终结片同下象的与中近期呀 池田对此也很感慨 表示在自己长久以来观看比赛的经历中 这种程度的场面也很难见到 12号车和4号车以及86号车 都进行了出类拔萃的表演 池田随即向田中抛出了问题 你知道这三个人都有哪一个共同点吗 田中阳二有些懵 跌了好久才没自信地说道 这都使用马力较为不足的车子比赛吗 池田苦笑一番 虽然这也是正解 但他想说的并不是这个 所谓三人的共同点 是他们三人都各自在欧洲学习过汽车运动 首先是贝肯鲍尔 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 其次泽杜光辉也有在法国长期留学的经历 最后的片头下向更不必多言 他在被称之为汽车运动发源地的英国长大 当然大前提是三人都具备与生俱来的天赋 池田认为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 他们展现出来的这种强大 源于培养他们的职业选手育成环境 不过池田对欧洲那方面的事情不算精通 所以从现在开始说的观点 都是他的推测 例如传言英国的气候 从一天之中可以呈现出 四季更替般的激烈变化 而保时捷的大本营多宁顿公园赛车场就在那里 其设计老旧排水力糟糕远近闻名 只要一下雨就会变得异常难跑 曾经埃尔顿塞纳 就是在雨中的多宁顿创造了传说 池田觉得虽然下下还很年轻 可这场雨战的表现 就已经证明他在大雨中比赛的场数 已经远远驾临于同时代的日本车手 田中阳二听到这里终于接过话茬 感觉其他两人恐怕也有类似的经历 不过要在这瓢泼大雨中斩露头角 想必也得持有相应的骨气吧 画面一转 切换到北元旺这边 他询问通讯屋 怎么过了这么久 大哥还没追上来呢 山谷只好表示 八朝祥的路特斯在调教方面做得不好 这次想要展开协同作战 也许有点困难了 北元旺很是心塞 没了哥哥的协同作战 迷次喜多兄妹什么的 不就无计可施了吗 但北元旺也只能接受现实 打算自己单独去干掉前面的六号车 看鸭子大哥在后面老实看好吧 有一赛人的通讯是相连的 所以北元旺说的 八朝祥都能听到 听妹妹这么说自己 八朝祥自然不乐意 大妈对方是混蛋 别以为在排位赛时赢了 我就可以得意忘形 北元旺也不甘下风 那可是事实 不甘心的话就追过来吧 对于兄妹俩的吵闹 负责通讯的山谷已经习惯了 反正一直都是这样 比赛进行到现在 仙头集团已经属了国道一号线 田中阳二表示 从这里开始 赛道将和小田园赛道 目前领先的德法两台中置引擎车 还在激烈迟斗中 泽度跟在贝肯鲍尔后面十分不爽 据他的观察 在雨中 很显然贝肯鲍尔只想进行安全的比赛 因此连连吐槽 你个胆小的德国混蛋 真是太难看了 到目前为止 或许你都是这样赢过来的 但这次 我不会手下留情 泽度打算第一圈先慢慢分析 行动留到第二圈 届时再让贝肯鲍尔品尝一下 被后车粉碎的滋味 他随即继续保持节奏 跟着贝肯鲍尔途径发甲弯 向曲短三冲锋 而此时田中阳二发现 在后方稍微发生了一些异动 排在第七的五号车版本 被一辆红色的车子接近 居然是GT86 吃甜轻了不由的惊呼 86号车都跑到这个位置了吗 田中阳二也只好连连表示 就是这样 现在片通下向 正用精益的高速步调 穿梭于临间区域 感受到后方压力的版本也是无语 开什么玩笑 既不是四驱又不是涡轮 没有安装任何的特殊装置 GT86完全就像是垃圾一样的车 为什么能够追上自己啊 这真是个恐怖的小鬼啊 下向正式已经锁定了前方的版本 贴在他的后面 不过下向不得不实话实说 奥迪的速度太快了 不愧是世界上最早出世 4WD的制造商 但就算如此 下向也决定 一定要超越到他的前面 下向莫名的很开心 原来参加MFG比赛会这么有趣 果然不亲身体验一下 是想象不出来的呀 也只能说下向拿着刚出新手孙的装备 吊打一众克金大佬 能不感到开心吗 这时田中阳二爷发现 似乎因为被GT86紧闭的压力所催动 版本提高了节奏 看来这两台车多半能追上前方的三位集团 这是非常厉害的展开了 三位集团膨胀为具有六台车的大部队了 并且其中的一员 竟然还是两身NA的丰田GT86 巨方这一路都被震惊着 现在下向眼前的是5号车奥迪 更前方是3号车兰博基尼 还有前缘合红的NSX 以及赤鱼海人的法拉利 他们都是神15中排名中上 另于云端一样的存在 可他们这些竟都被下向的无人机 又射下头捕捉到了 为什么自己的破烂86 可以跑到这种位置啊 巨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了 可谓的下向 你到底做了什么 自己的车子不是能够做到这种事情的东西啊 这一刻 巨方只能感觉到下向说 与是自己的伙伴是怎么回事了 只能说在雨中的卢之湖 确实是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 田中阳儿介绍接下来的赛道情况 在原箱跟弯角处左转后 赛道的走势从这里开始 沿着雨湖畔忽近忽远的方向前进 他表示趋段三这个地方 从赛道整体来看 是比较高速的区域 这种条件之下 不只看车手控制油门的脚下功夫 同时也是每台车子 各自搭载的电子设备间性能优劣的竞争 说到这里 田中不由的疑惑 难道即使是这种级别的车手 仍然需要依赖那些设备吗 池田表示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如果是全部状况 都能轻易把握的封闭赛道还好 可卢之湖是一圈25公里的公路赛道 哪个地方有多少积水 直到车子通过为止 是无法预知的 活用牵引力控制和稳定控制等辅助 便能够减少车主的负担 现在的电子设备已经十分优秀 当然可以的话 不让那两样辅助介入 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因为那些系统会给轮胎和刹车 带来一定的阻力 田中阳二听到这里也大致理解了 不过这样的话 是不是也有将电子设备 全部关闭来比赛的选择呢 池田觉得这有点不太现实 如果地面是干的 大概率还可以 这样的条件下无异于自杀 续芳听到这里又是汗如雨下 因为他的86在下降的要求下 早就把这些系统全部都去掉了 续芳紧张得直冒冷汗 感觉自己都快要吐出来了 宇仍旧没有要停的意思 贝肯帽领着泽杜冲刺在齿云直线上 这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介入的 一对一决战 而泽杜也似乎要展开进攻了 他迅速挂挡 全力踩下油门 看了泽杜的表现 池田惊呼真是魄力十足 感觉泽杜具有从外表上 无法发掘的胆量 毕竟四号车离贝肯帽尔越记 驾驶舱被水雾遮挡的情况 也会更严重 应该完全看不清前方的警务 现在这头两位在右转弯后 马上就要从镜头中消失了 接下来开始 将是大约两公里的上坡 不知道泽杜能不能找到机会呢 齿云直线这段路的长度 田中阳二觉得 他们也十分艰难 现在雨势越来越大了 凡是车子途经之地 势必掀起猛烈的水浪 在这种条件下 仅凭借肉眼 根本无法识别出 对列前后的车子 这六辆车的直线胜负 就取决于 谁先克服没有视野的恐怖 谁就能脱颖而出了吧 对此作为拓海 真传途地的下降 自然是没有问题 不过其他人就不好说了 镜头首先切换 给了三号车的大师戴乌 他紧张地汗流浃背 感觉最糟糕的状态发生了 现在他的前挡风玻璃 被水屋彻底遮挡 什么都看不见 然而他也知道 他的兰博基尼 在直线上的急速 是远超于前缘的13号车的 不在这里超越的话 很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他因此还是下定决心准备上 因此硬顶着内心的恐慌 直接一脚油门 冲到了前前的车身旁边 解说席的田中阳二 察觉到了大师的动向 看到大师所驾驶的 三号车突然加速 从水屋中窜了出来 田中不由的惊呼出声 哇 看来要在这里绝出胜负了 那么最后的结果 会怎么样呢 此时此刻 发起攻击的大师 和处于防守状态的田园 都紧张到了极点 然而江还是老的辣 虽然大师和前缘并排了 但前缘还是抓住机会 直接把车偏向了内侧 挤占了大师的超车空间 因此最后大师还是差了一步 超车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成功防守的田园 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要知道 他驾驶的可是NSX 怎么可能让对方 这么简单的超过去 大师还是小看了NSX的牵引力 随着大师超车失败 三位集团的六台车 继续保持现状 向着终点前的上坡冲去 田中觉得按照预想 GT86将在这里被甩掉 而与此同时 九位集团的三台车 也进入了齿云直线 他们分别是八号车的泰勒 七号车的大鼓 以及九号车的向业顺 说实时 那时快 九号GTR悄然而动 呼名声响彻天际 不一会儿的功夫 九号车就和前车的大鼓并排了 大鼓因此震惊不已 其实在此之前 向业顺一直跟在他的后面 只是因为什么都看不见 才没有行动 不过自从并排之后 所有的情况都一清二楚 向业顺神情郑重 为了冲到泰勒的屁股后面 必须得踏满油门了 随着向业顺发起的攻击 奔驰GTR对战日产GTR正式上演 日得的GTR对决 究竟谁会胜出 此时压力给到了大鼓 然而毕竟他的对手可是向业顺 实力原本就不容小觑 且向业顺此时已经孤注一掷 于是很可惜 最后还是日产胜出了 田中雅二很兴奋 表示向业顺又提高了一位排名 所以放手去做吧 神风混混 在看完向业顺的精彩表现之后 田中忍着激动请教池田 刚刚向业顺的超车 明明和先前是很相似的状况 可三号车的大石却失败了 差距究竟出在哪里 在池田看来 虽说兰博基尼和日产GTR 同样是四驱车 超车方式也一致 所以区别就在于 防守方的两台车的不同 中置引擎的本田NSX 对比前置引擎的奔驰GTR 具有牵引力上的优势 所以扩大了13号车 在急速上的优势 田中因此终于恍然大悟 十分感谢池田的精彩讲解 而作为MFG的忠实观众都知道 凡是有选手排名更迭交换 就轮到MFG天使们出来工作了 这次更换排名的 正是精子小姐 精子将夏夜顺的位置放在了第十名 结束手中的工作后 按照惯例 精子接受工作人员的提问 那个请问精子姐 对于大姐来说 理想中的男性形象 应该是怎样的呢 精子心中十分吐槽 你巧子这不加个姐会死吗 而且怎么问题 又比之前有了微妙的变化呢 精子随即回答 其实在很久之前 自己就有在想 男生笨一点的话会比较好 这样记者小哥很好奇是什么原因 难道是为了方便操控对方吗 于是听到对方居然这么说 精子一下很生气 才不是呢 别把我说得像魔女一样 他才不是这么肤浅的意思 精子随即才终于说出答案 表示爱耍小聪明的男人 基本上气量都很小 那样的男人是没有魅力的 反倒是那种特别温柔 极度正直的男人 才能给女孩带来幸福 说完精子就后悔了 精子说得脸颊飞红 不过转瞬间就后悔了 因为恋之前就说过温柔男人的话 这样不就等同于是抄袭了恋了吗 然而下一秒 精子就觉得没什么 自己说得也挺好的 而听了精子的话之后 线下的宅男观众们也心潮澎湃 纷纷赞扬不愧是精子姐 思想太成熟了 有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啊 简直让人感动 另外精子说的那种温柔的笨蛋 是不是就是说的 九号相爷顺这种人呢 相爷顺不知道外面的人在说他 只是看着前面的泰勒 知道更前面位置的就是下相 下相是他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 从没有见过的天才车手 他真的很想和下相比试一番 随着时间的流逝 田中阳二发现 先头集团已经离开了国道一号线 正向着卢之湖轮廓线入口的右转弯驶去 而三位集团所过之处 到处水雾弥漫 几乎看不清状况 过了好一会儿 田中才惊讶出声 等等 这里好像发生什么意外了 GT86仍旧跟在后面 想象中差距被拉开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田中万万没想到 本田GTR还有丰田GT86还在活跃中 竟然形成了这么大的追赶集团 这就是雨水的恶作剧啊 要知道 就算是马力超过600匹的怪兽 不能靠轮胎将动力传达至路面 也是毫无意义的 另一方面 形成这样的大集团 还源于彼此之间相互牵制 使得全体的节奏放慢 现在正在第一圈即将中盘 而下向仍旧位于第三集团 看来比赛之神对下向是格外恩惠啊 池田认为有必要进行稍长的一段谈话 这是池田根据自己长期以来的经验 得出的一条结论 那就是市售车辆在封闭赛道驾驶 人类能够控制的马力界限是400匹 如果是公路的话 这个极限还会降得更低 根据驱动方式的不同 大概只有300到350匹马力的样子 田中觉得有些惊讶 真的会下降这么多吗 要知道 MFG上位排名者 基本都是人均超过600匹了 然而事实的确如此 其实池田也认为 参加MFG并不需要这么高的马力 是选手们对规则的理解方向出现了偏差 在MFG最重要的抓地力车重比这条规则中 故意设置了好几个具有迷惑性的陷阱 而说到这里 池田突然觉得自己如果太多嘴的话 会惹上麻烦 所以必须得适可而止才行 有趣的是 池田虽然这么说 但还是继续进行讲解 在池田看来 海外品牌价格高昂的跑车 以常人无法驾驭的马力 极宽的轮胎和电子设备为装饰 作为地位的象征 被卖给富裕的阶层 这就跟傻瓜一样 池田说到这里 可能突然觉得不合适 因此连忙说自己稍微有点跑题了 还是回到本来的话题上吧 像今天这样被雨水淋湿的公路 能操控的马力的界限 会进一步降低 大概是200到250匹马力左右 田中阳二意识雨色 动力真的会因为雨水的关系 只有这么一点吗 这数字实在是过于令人意外啊 毕竟如果200马力的话 也就是说 刚好和两升NA的 丰田GT86最大的马力相当 池田认为其实就是这样 这场雨在很大程度上 抵消了GT86在动力上的劣势 池田表示之所以说这些 就是希望各位MFG的粉丝 在头脑中清楚这个概念 这样就能更期待之后比赛的发展了 田中阳二听了也是心神激荡 感觉名为雨的神风 正向着片桶下向吹来 下向到底会走到哪一步呢 在两人谈话之际 三位集团已经重新回到了起跑点 车队漂亮的分为两列 交替穿过左右的发车位 这场面有点不可思议 其实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现象 是因为在这样的雨水中过 一旦油门全开 穿过宽度狭窄的发车位 场景是相当恐怖的 车手门为了避免视野被水雾遮挡 只能与前车保持少许的距离 所以就只好这么做了 田中认为 这也是降雨引发的奇景之一 此时后续车辆也接连穿过了骑士点 突入第二圈 比赛应该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了 目前赛道上依旧轰鸣声不断 各车在雨水中竞相追逐 即便视线不佳 在弯道上也毫不相让 田中阳二畸形地告诉观众 他有一种缺席 在这被雨水玩弄的神术武怪兽军团中 只有具备真正优秀的技术 才能从这里开始展露头角吧 因为前方将是刺出獠牙 等待猎物自投罗网的卢之湖死亡区域 转场到泽度和贝肯鲍尔这边 两辆车还是紧贴在一起 再向着死亡区域冲锋 泽度已经做好了抉择 决定要在全体选手都讨厌的 最凶险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死亡区域动手 他就是想当面打贝肯鲍尔那胆小鬼的脸 泽度随即跟在保时机后面跃跃欲试 两车之间的距离非常近 几乎已经手尾相连了 而眨眼间 死亡区域的入口 就已经出现在仙头集团的眼前 明显是感受到了泽度的压力 贝肯鲍尔也在加快节奏 但泽度怎么可能就这么放过贝肯鲍尔呢 呼鸣声开始响车在死亡区域的上空 田中阳二爷已经感觉到 大战一触即发 危险的气氛在四处飘荡 令人绝对无法移开目光 贝肯鲍尔还在努力保持领先 面对着一个右转大弯 直接换挡加速冲了进去 离路源线几乎只有几厘米 泽度不甘示弱跟在后面 两辆车完全是剑拔弩张 整个山谷都闪烁着泽度复仇的决心 现在面对着道路上40的限速 两车完全都是百公里以上 上一秒还要进行左转 下一秒就已经到了弯心了 而就在这时 泽度终于找到机会 看到贝肯鲍尔有些靠近外侧准备入弯 他直接朝内侧冲了过去 随即砰的一声 泽度就还用车头 直接撞在了保时捷的车尾 贝肯鲍尔因此冷汗一下就出来了 他的保时捷被直接撞开 好在他的控车技术十分精湛 才没有出事 这时泽度完全侵入了内侧 已经与贝肯鲍尔并排 然而转眼间又是一个右弯 虽然泽度已经超过了贝肯鲍尔一个车头 贝肯鲍尔也没有放弃 于是在进入右弯不久的刹那 贝肯鲍尔直接也用车头向泽度撞去 又是砰的一声 碰撞如气而至 这里有些感觉 贝肯鲍尔在内线的位置明明足够 这次的撞车完全就是在报复呀 两辆车随即因为碰撞分开 而这时两人也已经成功出弯了 不过看车头的情况 似乎泽度还有轻微的优势 现在泽度和贝肯鲍尔两人相互都较着劲 尤其是贝肯鲍尔 他怎么可能接受自己输给一个亚洲人呢 骄傲的他随即又不自觉地把车子靠了上去 而泽度也毫不相让 这里也是有些奇怪 难道MFG会允许这样的操作吗 此时被撞开的泽度紧握着方向盘 但他的车子还是向右侧护栏撞去 幸好车尾碰撞之后又被护栏弹弹了回来 泽度紧张不已 察觉到后轮传来的抓地力 他直接换挡油门全开 知道自己终于成功了 于是当镜头拉开 泽度赫然是一马当心 率先贝肯鲍尔一步冲入了下一个右转弯道 田中仰二看得激动不已 四号车超前了 贝肯鲍尔守卫宝座陷落了 刚刚简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守卫争夺剧 共有三次彻底接触 田中随后连连向池田请教 这次超车的要点是什么 对此池田也没想到 这可是大名鼎鼎的死亡区域 泽度竟然选在这里超车 其实整个过程中 池田都观察得十分仔细 可以肯定的是 贝肯鲍尔并没有犯错误 是泽度使出了超越界限的高速进攻 池田认为 这也源于12号车有些保守 用基本的好法 驱车向弯道的顶点靠近 想得到最安全的转弯角度 却没能料到 那里突然出现了四号车的车头 而当集中着全车重心的后侧被碰撞后 就直接导致12号车失去平衡 可在保持节恢复稳定状态前 损失的时间将是致命的 至于之后的两次碰撞 池田觉得 应该是信念和信念的碰撞 在相互争夺路线的最后 四号车获得了有利的位置 且在与外侧护栏擦碰的同时 还油门全开 迅速脱离缠斗 池田因此认为 不论是超车房还是被超房 他们的表现都很出色 这也是MFG史上 最具有戏剧性的超车战力 这里也只能说 干得漂亮啊泽度 对此贝肯巴尔确实很不爽 他决定必须将这份屈辱加倍奉还 因为那个位置 根本不适合廉价的法国车 那里是他和伟大的保时捷的指定席位 只能说这家伙也是目中无人 怎么就觉得自己天下第一呢 贝肯巴尔跟在泽度后面 准备随时寻找机会抄过去 转场到东京赤板 在一栋豪华的公寓楼里 正在观看比赛的贝肯巴尔的姐姐十分高兴 太棒了 臭弟弟终于被干掉了 从参加MFG以来 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吧 如果就这样以第二名完赛的话 就难办了 恐怕要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两三天都不吃饭 这里也是有些惊讶 贝肯巴尔这个性 还有点像个小孩啊 此时贝肯巴尔姐姐忽然觉得自己责任重大 毕竟如果没有她跟着这孩子 这傻弟弟就糟了 这臭弟弟自信过剩 以自我为中心 交流力为零 情绪又不稳定 大概一辈子都没办法结婚吧 唯一说得上的优点 也只有对于比赛绝对不会输 贝肯巴尔姐姐爱根尼斯 饶有兴致地躺在沙发上 他确信贝肯巴尔在这种地方输点什么的 不存在的了 看来这姐姐对弟弟还是十分自信的 田中阳二还在继续播报着现场情况 目前三位集团马上就要到达三国卡了 六台车仍旧保持着紧密队列 继续冲向死亡区域 GT86跟在版本的奥迪R8后面 显然已将其锁定 此时看着前面的R8露出了外侧车道 下向没有犹豫 迅速换挡一脚油门 在十分极限 根本就要撞到的情况下 将车子拨到了R8的右侧 并很快冲到了交并排的位置 当版本发现过来的时候 GT86已经追上来了 现在两车根本就是齐头并进 双方的车子也几乎只有几厘米的缝隙 眼下前面又是一个右弯 形势对版本十分不利 版本紧张得汗如雨下 他知道 如果被86彻底占据内侧的话 自己就没有机会了 然而右转弯马上就在眼前了 版本根本来不及做什么 这弯太急 版本只能踩下刹车 因此转瞬间 下向就已经一马当先了 他几乎根本就没踩刹车呀 版本也惊呆了 只觉得下向这个笨蛋冲过头了 那样是没办法过去的 然而下向眼神十分坚定 他终于使出绝招 在车位就要超过版本的时候 干脆利落的一套飘移甩尾 车头准确地朝着弯道冲去 既然正常情况下 通过四轮跑法过不去 那就用甩尾飘移呀 GT86就这样成功超越了版本 版本被惊得目瞪口呆 他根本没想到 大雨天在这种急速之下 还有人敢用飘移极限过弯 田中央而见此警警彻底被点燃了 他惊呼连连 感慨GT86在三国卡转瞬间 就拿下了五号车 果然偏同下向 不会一直沉没下去啊 自集团的最末尾 一下就燃起了禁忌的烽火 田中央而非常激动 希望池田能解说一下 GT86的这次超越 可就算是池田 也无法确切地解释下降的技术 他也想不到 像版本这种级别的高手 被那么简单地干掉 如果硬要说的话 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个三国卡 是长距离上坡与下坡的交界点 擅长处理左右横向力的赛车手 一般就不习惯上下重力的变化 然而中的半规管 遇到这种情况 会有一瞬间丧失平衡感 池田猜测 应该是版本在入弯的时候 露出了些许破绽 而与其说是片通下降 没有看漏机会 不如说他是打从一开始 就瞄准了这里开始下手的 MFG第二战正在第二圈开始不久 下降再次利用脱海传说的 飘移绝技 成功超越版本 夺得了第七名 在看到电视上下降的飘移之后 曾作为D计划的 上坡王牌的高桥起见 也不由地想起了过去 他自然也有这样的技术 当时还是在D计划的时代 被自己大哥高桥梁界锻炼出来的 梁界开发了公路最速理论 而脱海对理论和其背后的应用 也早已烂熟于心 片通下降 既然是藤原脱海的徒弟 理所当然地继承了这样的能力 企介觉得 要是换作自己来比赛的话 他也会猛地使出这致命一击的 其实这里也觉得有些遗憾 企介怎么也不培养个学生什么的 与下降他们一决高低呢 但其实还是更希望看到 企介与脱海的对决啊 此时负责解说的田中阳二 比起街更加激动 他连连对观众表示 泽渡光辉 贝克鲍尔 还有片通下降 这些被池田先生所关注的年轻选手们 全都在语中卢之湖的死亡区域中表现活跃 看来MFG很快就要进入年轻人的时代了呀 下降这边超越版本到了第七 目光就转移到了三号车的大师戴吴身上 大师这时还搞不清楚情况 只觉得老天在和他开玩笑 他后面明明跟的是版本的奥迪才对 怎么自己却清清楚楚地看到 后面是一辆红色的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下降超车成功后 这次轮到萌惠去换排名板了 在换牌子的时候 萌惠注意到 摄影机一直盯着他的下半部分拍 这让他内心感到很无奈 据他观察 换牌子的时候 摄影机位总是瞄准着天使的屁股 觉得可以的话 能不能不要总瞄着屁股呢 脸蛋不更加好看吗 小哥照旧开始问问题 他还格外提醒 因为这是新的一轮 所以问题会有所变化 所以萌惠小姐 你现在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他明显被问愣出来 嗯 哪里呢 忽然他想到了什么 表示在东京的阿佐谷 好像有家很难预定到位置 且非常有名的烤肉店 萌惠觉得一次就好 他想去光顾那家店看看 小哥也没想到 萌惠居然会说烤肉 他原本预想 萌惠会说出符合粉丝们期待 更浪漫的答案呢 萌惠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他只好说粉丝们 其实都知道自己是个吃货 所以大概不会觉得难以接受吧 小哥于是也没继续追问 只是突然提到 那家店似乎尚有本部长经常去 可以尝试拜托他一次 萌惠听到这个消息 立即两眼放光 并向摄影机投去了盼望的目光 他隔空对史浩请求 这是真的吗 拜托了 本部长先生大人 此时MFG六本部本部 许多人也正在看直播 他们一致认为肯定行不通 因为本部长远比萌惠想象中的要更忙 可不是什么清闲的人 史浩这时尴尬的闭着眼若有所思 他忽然决定 在东京的工作室 处理完新曲的编舞之后 作为奖励 就带着天使成员 一起去那家烤肉店 这里忽然也有些好奇 史浩到底结婚了没呢 还有起见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孩子了呀 江头继续回到MFG比赛 同学屋紧急呼叫大师 提醒大师一定不要小开后面的GT86 那台车在入完的时候快得过分 五号车就是这样被干掉的 大一的话会是同样的结局 所以一定要打起精神注意点啊 这会让大师十分尴尬 可大师知道 现在才不是住不住意的问题 因为他正处于滑来滑去的死亡区域 大师希望助手 不要再给他增加新的指令了 他这边已经用出在生死边缘的状态 亡命狂奔 稍有失误 绝对会出大师的 雨中的死亡区域实在太滑了 大师驾驶的兰博基尼 继续向弯道冲去 他已经竭尽全力在控制方向 也知道车身稳定系统也在持续工作 然而即便如此 前轮和后轮还是会不断跑偏 大师紧张不已 赛道的难度 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 此时大雨还是下个不停 大师紧失的领跑GT86 又来到了一个弯道之行 他小心紧失的选择外侧 结果才一眨眼的功夫 最糟糕的情形还是发生了 兰博基尼的前轮 竟然有些滑胎的迹象 这让大师瞬间紧张不已 糟糕 前轮抓不住地面了 大师赶紧尝试急救 然而GT86早就发现问题 准备从内侧超车了 大师看着眼前的急迫右转 赶紧一边放松油门 一边想主动打滑 将车子救回来 然而却根本做不到 GT86因此轻松超车 MFG总部的人瞬间无言了 眼下大师也汗如雨下 他看着面前的情景 知道自己彻底玩完了 田中阳也很遗憾 三号车侧滑 维持着半吊头的姿态 冲出了赛道 与旁边的灌木林 来了个亲密接触 虽说大师的生命安全 没有受到影响 但以目前的情况而言 已经没办法再回到赛场上 下向因此冲到了第六 是他参加MFG以来 最高的排名 见大师出了意外 管制中心立即呼叫 询问大师是否能听见 有没有受伤 大师狼狈地从草木丛中爬了出来 边爬还边嫌弃对方太啰嗦了 明明他的一举一动 都被无人机拍摄了下来 再说了 车子又不是东得一下撞上的 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 大师立马联系对方 让他们赶快进行回收作业 而听到大师的回应后 中心立即呼叫了三号救援小组 请求安全车出动 因为从拍摄画面上来看 可以判断事故车辆 不会对比赛造成障碍 所以只要先接回选手 拖车在比赛结束后再出动就行 听到中心的对话 大师十分无奈和失望 自己居然就这样出局了 从后面驶来的向叶顺 看到一旁哀声叹气的大师后 也察觉到大师已经出局 万幸的是 人没有受伤 不过如此一来 自己不费力的情况下 排名就上升了一位 向叶顺感觉有些开心 同时也有些遗憾 与孩子下个不停 由于大师的出局 凡是六位以下的排名板 都需要移动 这次就拜托真美和英了 真美十分感慨到 今天是怎么了 工作的次数有点多呀 他不由自主地整理着自己的内裤 略有心机地觉得 应该只露出来一边 才是最可爱的吧 而在换排名板的那一刻 他非常诧异 GT86车是什么时候 上到第二列同一名的呢 实在是太强了吧 大师出局后 比赛还在继续 目前厂商有几辆车 紧紧地跟在一起 北游奥察觉到 七号车和六号车几年在一起 他认为这或许是一个机会 其实一直以来 他都是和大哥两人 使出三明治队列加工 这次只能自己一个人试试看看了 六号车的柳田 察觉到了北游奥的蠢蠢欲动 感觉十分不爽 他吐槽面前的大鼓 觉得都是因为他 自己也不得不放慢节奏 似乎是听到了柳田的吐槽 大鼓无奈地辩解 自己的奔驰马力在雨天太过盛了 完全不好控制 所以要超车就来啊 此时三辆车紧紧挨在一起 就像是跟屁虫一样 北游奥紧张地思考超车的策略 觉得如果是像下巷那样 瞬间移动 他实在是没法做到 不过自己倒是可以借助水雾隐藏 北游奥决定声东击西 先假装去外侧看看 说吧 他便立即开始迷惑策略 没想到 他的计策十分成功 抓住机会 一下就移动到了内侧 很快就要与柳田并排了 目前场上大鼓依旧是领头羊 柳田和北游奥几乎并排紧随其后 大鼓也是颇为震惊 他没想到北游奥明明长着一张可爱的脸 做事却居然如此果断 至于柳田 他还没有人输 眼下这个S弯 自己的M8转弯速度的话 是不会输给阿尔法的 柳田与北游奥较着劲 而趁着路面平直 大鼓立即加大油门 火速离开了现场 留下18号车和6号车争夺前面的位置 不过柳田显然是低估了北游奥 出弯后才没多久 北游奥就很快反超了 在北游奥看来 即使两辆车在弯道处平分秋色 那牵引力和性能上呢 可别小看自己的碳纤维车壳呀 北游奥总算是超越了柳田 柳田即便无法接受 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彭讯屋的山谷 看到北游奥超车的情景 对其连连称赞 旺太厉害了 真是漂亮的超车呀 听到这声音 八朝祥一脸懵 旺那家伙居然排名提升了 真的假的呀 也是为了消息刺激 在一个弯道前 八朝祥的车后轮 就一下打滑了 八朝祥真的面容失色 眼看车子就要彻底失控 横在路面 八朝祥赶紧行动 断开离合踏板 反打方向 总算又把车子纠正了回来 其实也只有这时候 八朝祥才会觉得 离合踏板帮了大忙 其实参加MFG的车辆之中 除了GT86 有三踏板的 就仅剩八朝祥的 16号路特斯了 在八朝祥成功完成 自救的同时 山谷也给予了表扬 觉得八朝祥 策划后的旧车十分精彩 八朝祥再次尴尬的汗都出来了 只希望山谷闭嘴 你这样不是被旺给听到了吗 果然下一秒 被有望就发来了 无情的吐槽 竟然是打滑呀 好训的哥哥呀 八朝祥随即也开始反击 两人果然也是亲兄妹了 现在雨势 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一直冲刷着炉之湖的地面 田中阳二不由发问 那么对于各位参赛选手而言 这场停不下来的雨 究竟是敌人还是伙伴呢 由于顺位发生变动 天使们又该出来工作了 这次轮到真理会 真理会连忙起身收拾内裤 在整理完毕后 才将北云王的排名 往前放了一个位置 而望着北云王的名牌 真理会也忽然想到 北云王和自己的年纪差不多 可人家却是一名赛车手了 真的厉害啊 眼镜小哥照例问真理会问题 请问你现在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真理会想了一下有些尴尬 因为他实在没什么想要去的地方 只是觉得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不管去哪里都很开心 快餐店也好 高级西餐厅也好 体验感都是差不多的 真理会忽然有一些娇羞 表示自己现在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呢 目前正处于目击的状态 听了真理会的回答 场外的宅男观众们不淡定了 他们好像懂得了什么 觉得像真理会这种类型 是典型的只顾自己的女孩 跟她玩玩可以 却绝对没法成为本命 这里忽然有些好奇 这评价是真的吗 继续回到比赛中 田中阳二告诉观众 目前仙头集团已经通过了胡靠新桥 从这里开始将是区断二 讲解的同时 田中总觉得雨势变得更强了 水雾好大呀 但是对于泽渡来说 却根本不是问题 因为他现在是第一名 不必沐浴在别人扬起的水雾之中 所以视野十分清晰 感觉不要太爽快 泽渡驾驶的雷诺 在山前冲锋 贝克马尔则一路紧紧跟在身后 另一边 一号车的石神带着赤鱼海人 终于通过了废弃的收费站 感觉在后面赤鱼的法拉利传来的躁动 石神也不由得有些紧张 不过虽然感觉赤鱼海人看上去很焦躁 但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让赤鱼海人超过去的 毕竟牵引力这方面 他的保时捷911GT3占据优势 其实在MFG的比赛规则 在第一次发表时 直觉就告诉他 想要赢下比赛 非911不可 规则中对中置引擎造成障碍 对后置引擎却毫无影响 高桥梁界稀里糊涂 看漏了超规存在 那正是后置引擎的保时捷呀 想到这些之后 石神不由信心满满 侍奉一个弯道 他不禁一脚油门加快速度 保时捷也立即朝弯道出去 田中央也很快播报情况 表示目前石神率领的三位集团 也穿过了胡靠心桥 由于大师的三号车掉队 队列变为五台车的集团 一如既往 激烈缠斗的状态还在持续中 不过在田中央二看来 另一集团先头的石神 已经到了极限 感觉他的节奏 没办法再提高哪怕是一点了 所以最后究竟会怎么样呢 他也是十分好奇 对此池田也是相同的看法 也不是为石神找借口 客观地说 跑在集团先头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特别像今天这样 下雨一滑的路面状况下 然而石田也认为 就算是如此 考虑到他们和前面两台车 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 不得不说 是石神压慢了集团整体的节奏 此时画面切换给了二号车 事实正如石田预测的那般 跟在石神后面的赤羽海人 很不适滋味 好烦哪石神大叔 三位集团变成像这样 开火车的缘由 你不会不知情吗 零跑者阻挡了后车 都是因为你太慢了 后面的学手想加快速度都不行啊 石神仍旧在路上老神在在 赤羽则在后面相当焦躁 他对石神内心的小心思一看就知 认为后置引擎好像具有什么特权似的 但高桥梁界可不会天真到那种地步 制定什么有利于后置引擎的规则 后置引擎的保时捷 只是改良了传统后置后驱的劣势 其延长了轴距 扩大了轮距 让后轮也参与转向 安装各种电子设备 使保时捷作为街道车 而迈入成熟的领域 然而在比赛的时候 根本就是不同的情况 湿滑的路面 能催显出车子的核心特性 即便再讨厌 也无法改变后驱容易转向过渡的问题 赤羽认为 千万不能小看被称为绝世天才的高桥梁界 肯定有一个绝佳的原因 才让后置后驱相对不受规则的制约 赤羽分析完毕后 三位集团刚好迎来了一个左转弯道 竟还是一个极大的发卡弯 通过之后 众人刚好到了废弃的香根车站 赤羽明显按捺不住了 直接的上一秒还跟在石神后面 下一秒 似乎就直接轻轻撞了上去 田中阳二自然关注到了这里的情况 他感觉这一路赤羽就对石神释放了极大的压力 甚至刚才还和前车碰撞了 对此 前缘和红也紧张一场 感觉赤羽实在是不客气 石神被那样对待 就算有心克制 情绪也会被扰乱 因为作为赛车手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 其实田园那边同样受惑于相似的处境 他没想到 自己会被GT86紧紧咬住 不远处又是一个左转弯道 一号车的石神依旧处于领先 然而他的情况明显不对劲 在赤羽的逼迫下 他的车身居然开始轻微左右摇摆了 看到这里 田中阳二由衷地感慨道 就算是曾经战无不胜的一号车 也有被人驱赶的这一天嘛 石田也看出了石神的情况 觉得这对于一向冷静的石神来说 确实是少见的状况 目前一号车和二号车的缠斗 正处于高度紧张的时刻 石田建议就暂且将画面固定在他们身上吧 以便见证接下来的发展 此时辆车十分胶着 石神和赤羽喊人的脸上 也流露了紧张的汗水 都知道下面就是决胜负的时刻了 石羽紧紧贴在石神后面 朝着一个盲弯冲去 田中阳二告诉观众 在卢之户北岸的林间 有一个接一个的盲弯 眼下双方的加速 使得比赛不断升温 他们要就这样穿过危险的积水区域吗 常年在赛事中摸爬滚打 让名声享受全世界的欧洲两大品牌 保时捷对法拉利 双方一决雌雄 两台车的总价值有多少 田中阳二表示自己想都不敢想 现在两车距离依旧很近 而不远处又是一个过弯点 石神对着弯道冲去 车身有点向右倾斜 此时赤羽贴在其后正伺机而动 石神自然是意识到 自己刚刚稍微有点冲过头了 车锁没能降下来 导致前轮的接地感消失了 不过他知道 自己现在首先不能慌 慌乱地松开油门 会一下子露出破绽 要轻轻地松油门 等待抓地力恢复 石神紧张不已 前面又是一个满弯了 他内心中一直在不停地祈祷 回来 快回来呀 前轮胎呀 快给我回来 然而很不幸的 石神的保时捷 已经失控地撞下了路边的草木丛 汽车尾部也甩出无数的水汽 石神紧张地满头是汗 他极力地想将车子救回来 结果却让车子又滑到了左侧 而下一秒 更是原地打转了 赤羽的法拉利没有慌乱 依旧保持稳定 就这样看着石神的保时捷 侧着车头 在面前的右转弯道上 直接撞上了山壁又弹了回来 赤羽看得紧张不已 在这种大雨的情况下 他一个不好 也会被连累的呀 好在双方总算都平安无事 MFG总部中 许多人为石神叹息 伴随着他的打滑 赤羽抓住机会 从空隙中钻了过去 由于一号车背朝赛道 前进的方向停了下来 后续车辆接连从石神旁边经过 他们应该也会稀有欺欺吧 现在由于石神的悔恨出局 下下的名字提升至第五位 与此同时 管制中心连忙联系石神 提醒石神乱动的话很危险 要才去这样保持停止的状态 直到收到新的指示为止 这时后方的向爷顺也察觉到了异常 注意到有无人机在赛道上方悬停 并闪烁着黄灯 难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吗 很快 他也到达了拐弯处 在这看到了停止不前的一号车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石神大叔呀 石神并不想放弃 他呼叫管制中心 允许自己掉头回归比赛 然而管制中心明令禁止 表示危险 不要动 仍有后续车辆接近 石神内心不由地抱怨起来 可恶啊 要掉到多少位 自己本来应该是寄居才对 这下倒好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车从眼前经过 不久后 田中阳二终于更新通报 在顺位大幅度下降后 石神终于回归了比赛 从第三跌落到第十二位 田中阳二很好奇 刚刚一号车在碰撞混凝土墙壁时 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损伤 这样不会对比赛造成障碍吗 石田认为 只通过转播的画面 并不能妄下定论 但看起来 石神在策划期间 也尽力地维持着车子的控制 他是以适当的角度 对碰撞进行了充分的缓冲 再加上雨天低摩擦系数的露面 也有助于减免的损伤 所以如果悬挂上没有发生大问题 应该就无碍 而由于石神的失利 这次要换的排名板数量就有点多 工作人员于是就拜托练和精子帮忙 练赶紧起身 对于要换下像的排名 他很兴奋 不过精子倒是明显有些不耐烦 练随机在小哥的指导下 开始更换下像的排名 当拿出下像的板子 换上新的位置 练内心十分感动 下像竟然上升到了第五位 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呀 结束工作的两位天使 又到了接受提问环节 眼镜小哥首先问练 你现在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练思考了一下 表示夏天就快到了 有个总令他想起的地方 那就是住在西湾的奶奶家 其实自己知道小学毕业 每年暑假都会和双亲一起过去 但后来爸爸的工作超忙 已经有差不多五年没去了 练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年龄 不过他还毫不知情 仍旧在叙述着 回忆起奶奶家衣衫傍水 周围都是稻田和汉田 能在那里吃西瓜 吃烤肉烤鱼真的很欢乐 转场到西元寺宅邸 听了练的采访 练的父母十分感触 尤其是西元寺爸爸 他其实也知道 练好像计划这次暑假 一个人回去 西元寺爸爸因此表示 要偶尔回去一次吗 妈的年纪也上了吗 对此西元寺妈妈十分认同 早就觉得是时候回去看看了 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们 也议论纷纷 都对练的回答十分感动 不错嘛 又让你的奶奶高兴哦 观众们脑子里 还浮现出各种画面 一想到这孩子戴草帽 穿着白色的连衣裙 光脚踩着梁鞋 去奶奶家就十分感动 这才应该是暑假本来的风貌呀 结束对练的采访 眼镜小哥就将话筒对着精子 表示在得到如此优质的答案后 要再回答同样的问题 就困难了精子姐 精子立即给了记者一个白眼 不用你管 精子直接回答 自己想去海景瑰丽的南方海滩 在遮阳散下 喝着热带饮料 穿上性感的比基尼 一天到晚什么都不用做就好了 精子觉得像湘南海滩 这种遍地色男人的地方 自己已经彻底厌烦了 于是望着已经一脸想说的精子 眼镜小哥只觉得有些尴尬 连连表示辛苦啊大姐 而对于精子的答案 观众们也是议论纷纷 很多人都认为 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愿望 还猜测精子或许是被男人甩了吗 度过一小段欢快的时间 接下来继续回到激烈的比赛中 此时大宇仍旧下个不停 三位集团的赤羽海人 在没有时辰的牵制后 迅速将整体节奏提升 田中阳赶紧播报情况 不知道赤羽会追踪仙头集团到何种地步 通许屋看到赤羽的节奏后 突然呼叫赤羽 认为目前他和仙头集团的时间差太大了 不可能会追上他 这种环境下硬要去进攻 风险实在太高 规划如何稳稳拿下季军 才是最优的目标 然而在赤羽海人看来 这样比赛就没有意义了 现在碍事的一号车终于消失 难得眼前一片开阔 没有挑战心的话 也就无法迎来机会 赤羽因此让助手不用再说 双方的争论到冲线为止 是不会有结果的 在挂断连线之后 赤羽继续维持着高速节奏 目前他独自居于三位 但他身后的不远处 则是激烈地争夺四位的前缘和GT86 前缘没想到 在这个位置还能和下降交手 前缘感觉与开幕战相比 他们相互都变强了不少 只是在一号线那处下坡 下降超越自己的情景 依然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如今仍鲜明地烙印在自己的记忆当中 着实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 然而现在可是一血前耻的好机会 台日本车的相互碰撞 到底是本田还是丰田更受一筹呢 田中阳也很激动 目前丰田GT86紧咬住本田NSX 但在排位赛时 这个临间区域是片通下降闪成的路段 这里视野不佳 是茫弯连续不断的区域 需要长时间在高车速的情况下 应对忽索忽悠的横向重力 如果想要进攻的话 理应非常困难 看着下降此刻跑得如此流畅 田中阳也觉得 下降真的是十分巧妙地 将复杂的赛道布局 牢牢记在了自己的脑海中 否则根本无法在这个区域 如此尽情地飞驰 毕竟连数次参赛的老选手 也远远做不到 现在下降的这种程度 田中阳也表示 自己不会随便使用 天才之类的词语 然而面对片通下降 他也不知道除了天才 还有什么词能够形容 但田中相信 即便如此 下降在赛前也投入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 他肯定盼望着 在这场比赛中一展身手 这是所有体育运动 共通的准则 所谓的才能 就是从踏实的努力当中 不断积累出的东西 此时画面突然切换到 先头部队的4号和12号车 他们早早地 从第二圈的驱断2 驶入驱断3 经历了驱断1的激烈攻防 现在看起来像是处于平静状态 然而池天一眼就看出 泽度和贝肯鲍尔 是在上演令人窒息的心理战纳 他发现自夺的守卫后 泽度开始全力想要甩掉12号车 可这计划显然最终 以失败而告终 贝肯鲍尔依旧游刃有余地应对着 丝毫没有情绪的起伏 池天认为这样满不在乎 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贝肯鲍尔 反倒让人更加害怕 所以泽度现在应该相当辛苦 只能说领跑也并不是这么容易的呀 镜头回到MFG天使这边 望着眼前的庞陀大雨 脸十分感慨 还好头顶有个帐篷 要不然就惨了呀 他昨天还特别担心 会先被雨连个湿透 然后再进行迷你演唱会 和更换赔名板 镜子听完后有些尴尬 作为好几届的天使 如果MFG真的这么黑暗的话 自己可是没办法漠不作声的 所以练大可不必担心 镜子表示一般也只有开幕战士 MFG因为天气的原因 没准备帐篷 从那之后 每次的比赛都会准备 毕竟夏天独有的烈日 如果没有遮阳篷的话 天使们全员都会中枢倒下的 而且即便是在帐篷下 紫外线还是会不断穿透进来 镜子因此告诉练 不涂好防晒之五十的防晒霜是不行的 穿着天使的服装被阳光暴晒之后 留下痕迹就糟糕了 在海边或者泳池替换泳衣时 不就暴露你做天使的秘密了吗 特别是脖子上是这个微型领口的特征 练忽然有些紧张 联盟表示也对啊 要是不注意还真会露馅了 说到这里 练忽然有点害羞 因为他实在没有在下像面前穿泳衣的自信 毕竟自己的欧派没什么分量 根本撑不起比基尼 在外国人的下像看来 应该会觉得像小孩子一样吧 恋着有些神伤的时候 讨厌的工作人员出现了 他提醒要用照相机照相了 让天使们不要用毛巾挡住胸前的logo 感觉这里更重要的 其实是为观众们谋福利吧 画面回到二号车的赤鱼喊人 他正穿梭在废弃小镇的巷弄中 目前处于独跑的状态 紧接着后面跟着的 是机体挖住的下像和前缘 两车一前一后咬得很紧 他们刚冲出一个弯道 来到了下一个弯道口 前缘依旧一马当心 不过田中阳二发现 下像明显已经暗待不住了 他主动发起了攻击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就插入内侧和前缘并排了 前缘汗流夹背 惊得目瞪口呆 毕竟此时GT86死死贴着左侧路员 完全地占据了内侧攻坚 要知道 这还是在超高时速的情况下 然而接下来 GT86再也没能超过NSX了 田中阳二依然十分激动 表示这等高速极致入弯 这是片铜下像的传家宝刀 但接下来就是高速度区段三 本田的NSX 是不会让中段加速弱的 丰田GT86接近的 此时通讯屋的 续方的脸色很不好看 感觉自己又拖了下像的后腿 其实在两车并排后 如果立即就有新的弯道 下像还能凭借自己的GT86 很好地将对方的车头压住 这样或许能够超越 然而在这种高速区域 就无能为力了 续方忽然又感觉 下像在这里动手 似乎有点无谋 田中阳二依然很可惜 他感觉GT86唯一的武器 反而下像简单地超过去的 池田有些叹息 表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毕竟这才是 四位争夺战该有的样子 池田说 自己刚才也说过 与能减弱GT86本身的劣势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差距都无法变成零 池田认为 下像现在的顺位 正在被一面 名为极限的强所阻挡着 现在在卢之湖 区段三竞争的败北 便相当于整场比赛的失败 这就是GT86 要面对的残酷现实 池田强烈希望下像 能获取一台高战力的车子 他相信这种感觉 恐怕不是自己才有 池田说的没错 续芳就是最感同身受的人 他都疼得未疼了 续芳知道 万一下像以这个顺位充限 完赛的奖金 就有两千万日元 一半的话 就有一千万 拿到这些钱 不管是付结的住院费也好 工厂的借款也罢 通通都能还清 续芳虽然迫切想要这笔资金 但在那之前 还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 续芳下定决心 要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一定要亲自实行 所以他是要给86 加装涡轮什么的 或者换引擎什么的吗 就像文太大叔 改造AE86那样 现在线头两台特别的车子 正处于独跑中 马上就要跑完齿云直线了 田中雅而发现 贝格鲍尔改变了路线 看上去并不像是 为了超车而进行的动作 目前急刹之后接右转 从这开始 就是一口急通往 香根卡的上坡路段了 此时贝格鲍尔出现在 泽度旁边 泽度也非常紧张 看着贝格鲍尔 似乎就要赶上来 眼前就是必须要刹车的旗弯 他居然当被贝格鲍尔追上的时候 就立即松开油门 靠惯性滑行 走度是要维持速度到极限 他就要看看贝格鲍尔 到底能不能超过 自己的雷诺阿尔卑斯 现在除了先头集团外 后系集团还没有出现在 齿云直线上 看了许久 终于才来了一辆红色的车子 田中雅而都有一些激动 表示是2号车的赤鱼喊人 他的后方是排第四的 13号车前缘和红 以及下向的GT86 激烈的拉锯战还在进行中 而在下向出现之后 落后7秒的5号车版本雄大 才终于出现 版本自然也意识到 自己被GT86甩开了 在1号车消失之后 前面三台车的节奏 一下子都提升了起来 版本决定 到了上坡段 一定要把和下向的差距 稍微缩小一些 要不然面子上就太难看了 他可不敢想 自己会在粉丝网站上 被别人怎么说 位于版本后面的是 8号车太热 以及9号车向业顺 从向业顺蠢蠢一顿的表现来看 田中雅二相惜 向业顺打算在齿云直线中断 借尾流抽头 借实在超车 果然向业顺的筹谋不错 向业顺果断抓住机会 直接贴近后 一把偏到一边 竟一下领先了8号车一个头 向业顺真的成功超越了8号车 田中雅二很替向业顺开心 因此还问池田 对向业顺今天的状态怎么看 应该是绝佳吧 但在池田看来 这种对超车时机的把握 向业顺在学生时代的经历中 也难得展露出过一两次 他也想不到 这次向业顺又抓住了 田中万万没想到 在池田的印象里 向业顺的表现如此一般 池田也没给一丝情面 表示即便是现在 向业顺是他的学生中 总体来说也是比较差的一个 池田表示向业顺驾驭天赋是有的 问题在于心理层面 池田说 自己也算是佛教僧中的一名小辈 馋的精神是为了平静人心而存在 服务于心态的调整 这便是空无理论的开始 然而向业顺控制心态的水平 着实差距 好胜心太强 往往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 池田因此认为 虽然向业顺是自己的学生 大概也根本没能理解空无理论吧 于是听到这里 田中才总算理解了池田的说法 理解向业顺这个神风混混 他确实不太可能知道什么是禅意了 向业顺参加MFG以来 总是前半段疯狂进攻 中盘轮胎失速 让他在MFG的比赛中特别显眼 给人以擅长短距离爆发 但远远拿不到尚未名字的印象 然而田中还是觉得 今天向业顺的比赛 却有些微妙的不同 但池田看来 这是受了雨的恩惠 MFG的专用轮胎是全气候通用型 因此当路面摩擦系数降低时 便无需考虑轮胎的损耗的问题 池田认为 如果他自己能借这次机会 明白更重要的事情就好了 其实笨笨的孩子也很可爱的 毕竟向业顺在学校里人气颇高 就连工作人员们也都很喜欢他 他对自己的后背关怀有加 用亲切的热血男二来形容正合适 是个不错的家伙 对于池田这番意味深长的谈话 田中也很是感谢 他个人也由衷地希望 能早一天看到 小田园出身的向业顺 登上领奖台的那一刻 画面再次转到池云直线 三台车快速驶来 分别是七号车大谷 十八号车北云望 和六号车柳田 田中忽然发出了啊的尖叫声 就在刚刚他注意到 天空中已经没有雨地再飘落下来了 卢之湖上空的雨停了 果然没有无休止的雨啊 画面转到四位集团所处的 香根卡一带 这里雨也已经停了 不过在小田园中继基地 雨水仍从上空向下飘落 而西侧的天空 则已然有放前的势头 田中也很好奇 雨停以后会对未来的比赛 进行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路面环境应该不会 立即发生太大的变化 尤其是仙头集团 已经突入了第三拳 直到比赛结束 路面都不会变干 但是有一件事 随即转场到夏向这边 由于前车不断扬起水雾的关系 夏向没能第一时间注意到 雨已经停了 路面上流水量的减少 对夏向来说肯定是不利的状况 就算在弯道众多的区段1 将NSX超越 等到了区段3 还是会被反超 夏向认为 必须要领先版本足够的距离 难道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夏向内心不禁既紧张又正重 他感觉在开幕战的时候 自己明明还不是现在这心情 那时只是觉得参加MFG很好玩 然而现在的他 渴望就算不下雨 也能有和上位排名者们互相厮杀的战斗力 夏向忽然有些自嘲 自己是什么时候变成如此贪婪之人 也许是作为赛车手的本能 从沉睡中苏醒了吧 现在2号之的赤鱼 已经通过了发车位 开始了第三拳 跟随着他的 就是争夺四位的前缘和下向 田中阳二告诉观众 眼下最终举来历 这场令人目不转睛的四位争夺战 到底是丰田 还是本田取得胜利的 听着田中的讲解 恋也意识到 夏向已经渐渐成为了 备受瞩目的名人 但夏向还是夏向的对吧 不会有什么改变 还是那个每天早上跟自己打招呼 面带着微笑的夏向吧 不会前往恋所不知道的 遥远的地方的 对吧 恋内心越想越不安 然而夏向只是暂时 借助在西元四家 也没说过要长久待在日本 这里也不知道 这段感情会怎么发展呢 话说 车手不是不需要女人的吗 回到比赛现场 五号车的版本 率领着香爷顺等人 也终于接连突入的最终拳 结果就在这时候 田中阳对着池田惊叫不已 大事不妙了 池田先生 刚刚接到的最新情报 卢之湖赛道起雾了 池田内心一紧 果然还是来了嘛 其实他所害怕的正是这个东西 雨停后 卢之湖就有相当高的概率和起雾 可田中表示不止如此 根据情报 起雾的地方 在卢之湖的后半段 和存水弯路段大体重合了 池田很是担心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已经成为很棘手的事情 感觉死神和恶魔已经联手 变成向MFG的选手们 袭来的紧急事态 继续比赛 或许会发生非常危险的情况 统阔本部长将被迫 面对这艰难的选择 在小田的MFG中级基地中 山下下达命令 将能动的无人机全部放飞 尽可能覆盖更多视角 很快画面传来 情况非常糟糕 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从接到起雾的报告 到现在明明还没几分钟呢 现在要怎么办呢 先头两台车已经接近哪里了 工作人员都希望能考虑下 终止比赛的选择 至少也要下达此路段 禁止超车的警告 山下认为事关重大 不能由他们各自的 一己之见所决定 还是遵从上级的判断吧 此时东京六本部总部 本部长史浩 也已经了解了大概的情况 因此还表示 从现在开始 他说的话 在藉由广播向全体成员传达 史浩先说结论 决定比赛就这样继续进行 山下对史浩的决策有所质疑 觉得史浩可能没看转播画面 然而这就是史浩看了之后的判断 他觉得视野恶劣的话 就用应对视野恶劣的跑法 拔出这15名选手 所谓的公路比赛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鱼也好物也好 都不能成为终止比赛的理由 这可是MFG的基本理念 所以同理 史浩也驳合了禁止超车的指令 他期待接下来的比赛 可以继续公平地进行 他信任这15名选手的能力 万一发生了什么不测的情况 他会承担全部的责任 工作人员都被史浩的果断给帅到了 帅啊本部长 决断时刻毫不退缩的人物 改观了真是佩服呀 然而别看史浩表面沙发果断 实际内心却忐忑不安 只是在史浩看来 如果梁剑在场的话 一定也会说出同样的话 今天的比赛 注定会成为神迹 怎么能接受灰头堵脸的宗旨呢 拜托了 千万不要出什么事情 眼下泽杜正率领着贝肯鲍尔 向着雾区冲锋 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啊 领头的泽杜呼叫通许屋 现在赛道起雾了 看上去相当糟糕 就这样冲进去没问题吧 通许屋表示收到讯息 但赛会中心没有下达任何指示 也就是说 即使起雾 比赛大概率也会进行下去 听了通许屋的回答 泽杜既紧张也兴奋 还真敢干啊 不愧是MFG 这结果正如我所愿 追上来呀 德国混蛋 可别迷路了 但别看泽杜还在逞一时之快 实则心里还是比较担忧的 在冲进农屋之前 还特地叮嘱通许屋 我要进去了 而他话音刚落 就带着贝克鲍尔 一起冲进了农屋中 转场到中级基地的转播小组 他们发现严重问题了 无人机的摄像头 无法拍到比赛车辆 无人机控制小组 只好将跟车距离 从当前三米的距离 变更为1.5米 这才算勉强拍到了 众人看着无人机拍摄的画面 只感觉十分厉害 选手们居然要在这种情况下比赛呀 继续切回比赛中 下向也正在朝着农屋区域前进 去方赶紧胡搅 表示紧急试探 前方的赛道被农屋笼罩 总部下达了继续比赛的决定 我们还是先彻底将速度放慢 再进入雾中吧 然而听到这话 下向十分激动地告诉续方 竟是奴物 真是感谢上帝呀 这或许是神明给我的机会呢 下向询问续方 是否还记得开幕战时 执行的语音播报作战 续方听了紧张的满头大汉 你想做那个吗 可现在的状况和当时大不相同 现在要面对的是滑动式存水弯 和白恶魔的双重考验呀 下向很有自信 续方先生 没问题的 我是个挑战者呀 下向虽然让续方 好好听一下他的计划 他要在突入雾区的同时 攻略眼前的13号车 因此想起续方 在那之后开始报数 这样在事业恶劣的区段中 自己就能超到2号车前面了 续方已经无语了 这小子是认真的呀 不要如此干脆地 说出那难以办到的事情啊 我这边都要因为贫血而晕倒了 田中阳二播报情况 眼下独处三位的赤羽 一口气冲进白茫茫的雾中 他的后方 四位集团的两台车正在接近 镜头忽然给到了13号车的前缘 看着眼前的浓雾 他只觉得MFG好疯狂呀 要在这种情况下比赛嘛 前缘决定也不想这个了 别把这当车比赛就好了 毕竟在这种环境下 没有哪个傻瓜会跑过来狗斗 自己只要充分地减速 慢慢往前跑就好了 等事业恢复之后 再进入战斗状态也不迟 NSX于是亮起刹车灯 并向着雾区前进 感觉他也是忘记了身后 跟着他的片头下向 他在揭幕战时 就上演了误区接连超车的戏码的呀 因此下一秒 下向就一鼓缩气冲了上来 一下子和NSX处于并排的状态 前缘没想到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赶超车 等他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GT86的车身已经超过了他 还突然一个甩尾 消失在浓雾的弯道中 前缘经的目瞪口呆 甚至感觉GT86还在自己眼前留下了幻影 86竟然消失了 这是漂移吗 在这个事业恶劣的地方 这家伙究竟想干什么 此时巨方这边兢兢业业的给下向通报 目前距离二号车赤鱼约3.8秒 下向收到 望着被浓雾遮挡的道路 下向提醒自己 一定要把脑中的影像 投影到纯白的挡风玻璃上 到下一个左弯 油门全开两秒 减速一秒 说要随时握住挡杆 下向立即按照脑海中的精准地图开始操作 转弯加速减速 接下来是右转弯道 油门全开2.3秒 减速1.5秒 挡位保持不变 而就这样 下向又一次完美地过了锁弯 续方继续报告 只剩下2秒 田中阳二终于发现了下向的情况 感觉GT86干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抓住NSX为突入误区而进行减速的空隙 一瞬之间完成超越 13号车的前缘在大雾中 面对着异乎寻常的高节奏进攻 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更重要的是 下向还使用了飘移 田中对着池田感慨 他完全想不到 排位在是下向刷新死亡区域记录的那个飘移 在当前的环境下 依旧可以完美使用 池田对此也感觉起了一身的GT疙瘩 可能池田也想起了起舰的那场比赛了吧 田中阳二在直播间畸形地告诉观众 爆炸性的异常事态发生了 两公升NA的丰田GT86 奇迹男孩片头下向 开启了自己在物中的禁机之旅 他用自身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在看不见的赛道上 看到了取胜之法 池田在激动过后也认为 下向在这种情况使用飘移的跑法 相当具有合理性 事业恶劣 操作来处理弯道的方式 自由度更高 飘移兼顾了速度和安全性 因此十分高效 非要说的话 池田觉得 下向的表现更像是拉力车手 如果不是在以公路为舞台 进行比赛的MFG 恐怕就看不到这种场面了吧 池田很感叹下向 不客是藤原拓海的弟子 他也不得不认为 下向可以用自己脑中存储的想象 去补全眼睛无法获取的信息 见识到了这样的表演后 池田对下向只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后生可畏呀 GT86继续在浓雾中急迟 下向一直紧静着转速表 并随时准备换挡 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在他的操作下 又是一个完美的飘移过弯 巨方突然呼叫下向 只剩下一秒了 下向表示了解 他再次迅速挂好档位 直到真正的决胜时刻 就要来临 下向开始在心里默念倒数 7 6 5 4 3 2 1 就是现在 下向已经看到了2号车的车尾 而下一秒 下向迅速发起攻势 向2号车的右侧冲去 至于喊人这才发现了下向的存在 不由地惊出了一脑门子汗 可他已经来不及反应 86只留下一个侧影 然后羞的一声 就快速抄了过去 很快又甩进了弯道中 至于完全不敢相信 这是什么呀 身处物中的自己 是看到海市渗楼了吗 田中娘儿兴奋至极 刚刚GT86捉到2号车了 然而两台红色车子并排的状态 仅仅维持了一瞬间 田中觉得下向这一路真是不容易 终于上升到了第三位 进入领奖台排名 听着田中激情的讲解 动了歪心思 且情绪高涨的真美一脸花痴样 感觉自己亲吻片头的机会来了 让我靠近看看你的脸蛋 再趁机往嘴唇上贴呀 这里也不知道恋又会怎么想的 续方这时也通报下向 表示下向面前的 就只剩下两台车了 距离12号车有16秒 下向立即意识到 自己没办法再更进一步了 现在应该做的 是与后车拉开距离 毕竟当余物散去时 法拉利就会穷追不舍 为了能够逃脱 必须跑出足够多的领先距离 下向的脸上出现了 极为认真严肃的表情 他暗暗决定 今天的比赛 一定要拿出自己百分百的实力 而竭尽所能的冲刺的时机 就是现在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从这部漫画连载以来 下向还是第一次进入超认真模式 他紧张得满头大汗 内心大叫着 一起往前冲吧 86 眼向神兽舞接连 突入被浓雾笼罩的死亡区域 田中激二只觉得眼前的情景 比起第一站的情形更加恶劣 此时大鼓正开着奔驰 在满身浓雾的赛道上冲锋 一路紧张得汗如雨下 结果下一秒 他的后轮就发生了策划的迹象 吓得他人都有点不好了 只感觉自己到底还是无法认真进攻 从眼睛识别到弯道开始 就已经来不及完成操作了 不断地分神去观察导航地图的同时 也就不得不在中心线的正上方慢慢行驶 总之 大鼓只能不断降低速度 但他的这一操作 可坑散了后面的北渊望 喂喂大鼓哥 你又不是周末去兜风的大叔 不管怎么说 这也都太注重安全驾驶了吧 北渊望决定要提到更高的节奏 看来必须要用强一点的手段才行 于是下一秒 北渊望一个加速 就冲到了和大鼓并排的位置 大鼓在那面容失色 这大美姿是想吓死我吗 后面的柳田发现了北渊望的表现后 也有感而发 真是个个性要强的大小姐呀 一般来讲 会有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下考虑超车嘛 但偏偏北渊望就是超车成功了 成功超车的北渊望 还不忘内心对两人傲娇一把 给你们吃尾流哟 不过能跟上吗 大马力FR的德国双人组 此时卢之湖赛道上雾气弥漫 田中央二十分感慨 目前不管哪台车 都是最大限度的减速后 才进入死亡区域 然而就算如此 MFG主办方都还没有给出禁令超车的指令 这实在是令人震惊 可以预想到这次的裁定 肯定会遭到各方面人士的批判 田中一次很好奇 池田是怎么认为的 在池田看来 池田随即就想稍微谈谈自己过去的经历 表示只是简单的概括一下 不会太长时间的 池田之后就说起了 自己车队与D计划对战的事 当时遭遇了惨败 因此即便到现在 自己还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情况 那时候也是语无交加 充斥着恶劣的条件 对方的队伍拥有两位 车企卓越的王牌车手 他们对于浓雾没有半点恐惧 大胆的向赛道发起挑战 池田说到这里又觉得不对 认为与其说是恐怖恐惧的问题 不如说他们将恶劣的环境 纳入战术之中 并转变为对几方有利的条件 高一筹也好 两筹也怕 对方的才能确实在自己之上 给自己带来了难以言表的巨大冲击 说到这里 池田终于告诉观众 那时候自己对战的队伍 其成员就是现在MFG的中枢 所以池田能感觉到 刚刚的裁定就包含了从MFG骨子中 流露出的那不可动摇的信念 既然在公路比赛 就必须接受全部的挑战 这正是高桥梁界想要传达的信息 像丁天这样恶劣的条件 将在物理上迫使所有选手降低速度 但是减速的幅度 却会根据各位选手的能力大小 而表现出差距 因此这不该是应遭受批判的事情 可以亏见 在比赛继续进行这一判断的背后 潜藏着多么深谋远虑的想法 池田表示自己是完全支持他们的信念 而听了池田的慷慨陈词 史豪倍感欣慰 真是多谢了池田 果然听你来解说实在是太好了 看来史豪也是忘了几分钟前 他才说过不想请池田来了呢 镜头回归到浓雾中的GT86 田中央二相信 哪怕没查阅数据 自己也明白这种恶劣的条件下 减速幅度最小的选手 必定就是片头下向 这点不存在任何质疑的余地 这真的让人惊叹呀 第一年参赛的新人 却比谁都更能彰显MFG的精神 遗憾的是画面不够清晰 太可惜了 田中央二告诉GT86的铁杆粉丝 或许自己之前没能正确地 把讯息传达给大家 那么请看这里吧 现在几乎所有的选手 都因缺乏视野的恐惧感 而紧险在内侧进行转弯 而只有下向 在通过顶点之后 借着速度的提升 向外拓展线路 就在这里 下向正紧险着护栏油门全开 所以大家都明白了吧 七元四宅邸 看了下向的表现 七元四爸爸难以置信 感觉自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这简直是超乎想象的表演 七元四妈妈看了也不忍直视 觉得自己已经紧张得不行了 稍微感到有点不舒服 准备去二楼休息一下 林总先 他叮嘱丈夫之后 将结果告诉他就好 七元四爸爸连连答应 其实他也很理解妻子这么做 因为现在 连他都被吓得浑身直冒冷汗呢 此时七元四爸爸真的十分感慨 没想到这人会这样 他出于爱好而长期收看赛车比赛 可这种规格车手 还从未见到过 电视上这位 和平时那个谦虚稳重的下向君 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这种违和感在头脑中 无论如何也消除不掉呀 七元四爸爸只觉得 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置之不理 所以片同见 要是你在什么地方 正收看比赛的话 就说点什么吧 那可是你的儿子 你不为此而感到骄傲吗 卢之虎的上空 被白茫茫的弩物笼罩了 四号车和十二号车 还在激烈角逐 泽杜的表现 让贝肯巴尔刮目相看 因此内心也十分赞叹 干得漂亮啊泽杜 你为了在物中冲刺 而始终保持着 最高程度的注意力 想必已经消耗了不少精神 可是我还完全 没感到一点疲惫呢 要说为什么的话 因为有个优秀的零跑者 在前面带着我跑呀 所以这意思是 当时泽度的超车 反而给自己挖坑了吗 田中央二爷告诉观众 目前先头集团 已经通过了胡考卡岔口 马上就要冲出物具 战斗终于要有结果了 镜头又来到天使们这边 起风了 脸感到有点冷 望着一旁的饮料柜 他忽然询问精子 那边的饮料可以随便喝吗 精子表示 当然是可以了 本来就是为了供人饮用 才放在那里的 得到精子肯定的回答后 脸立即走过去挑了起来 最终选了一个常温的 挑选好之后 他紧紧地将东西握在胸前 感觉十分温暖 这时精子也站起身 打算挑点喝的 真理慧在后面看着脸 感觉脸的腰枝实在太美了 要是自己也有 这么漂亮的身材 说不定男朋友 就不会脚踏两只船了 不过想到这里 真理慧又觉得有些不对 他并不确定 那真的算是男朋友吗 这时精子忽然询问真理慧 你真的没有男友吗 听起来不像你呢 真理慧听了有些尴尬 连忙摇头否定 真的没有啊 最近才刚刚和前任分手 真理慧随即就闭上眼 有些害羞 原来他想立即交代新的对象 对他来说 忍受寂寞和死了没区别 听了真理慧的回答 精子认为真理慧 目前真是重病的状态 绝对患有严重的依赖症 因此还告诉真理慧 把男方作为中心的思考方式 有点陈旧了 要在精神层面上更加自立 懂得变通且自由的活法 才是当代女性啊 男朋友什么的没有就没有呗 与其被渣男伤害 还不如和女性朋友们玩 这样来得更有意义 真理慧忽然面露男色 因为他实在没什么女性朋友啊 精子一脑门子的汗 果然不出所料 而说时时那时快 真理慧向精子发出了好友邀请 精子姐 请和真理慧做朋友吧 拜托了 这次换精子汉颜了 自己就这样被强求了吗 不过好像也没有拒绝的理由啊 精子于是同意了 就决定约个休息日 一起去哪里吃个午饭什么的 到时候再听听 真理慧的各种事情 感觉这是想听八卦吧 总之恋在一旁听了也很感兴趣 问自己也参加进来好吗 精子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八卦当然是越多越好呀 他早想知道恋的那个理想型了呢 转场到被浓雾笼罩的赛道尽头 看着四号车泽度 带着贝克曼尔从浓雾中冲出来 田中雅二的声音一下子就激动了 连连表示 目前两台车子 逗出的排气声音量一下激增 从这里开始 又要进行保持高度注意力的缠斗了吧 池田认为田中这么写说 还有些不准确 其实在雾中 由于被迫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 当两台车子或者以上车手 你追我赶的情况发生时 领跑的车手将会特别的疲劳 与之相对 后面的车子就比较轻松了 因为在事业极其不佳的情况下 后车可以在观察前车动向的同时 配合其调整自己车子的姿态 因此对集团领跑者 以及单独行驶的选手来讲会更辛苦 巨方听到池田的说法 再次心神起伏 居然是这样啊 所以单独行驶 却比任何人的节奏都要更高的下向 不也理所当然的 比任何人消耗的精力都更多吗 突然转场到GT86这边 下向一直盯着油门表不放 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记着脑海中的路况 油门全开2.8秒 挂4档0.5秒全开 减速2.8秒 档位4推2 下向紧张地根据脑海中的指令 操控着档位和三踏板 随即在转瞬间 GT86从纯白的雾中高速冲了出来 田中央2激动的声音都要破开了 下向这边也赶紧呼叫旭方 想确认自己和二号车 治愈的间距有多大 旭方也紧张不已 连忙表示 等一下 领先8.73秒 旭方对下向的表现真的叹服 感慨下向真的在雾中 跑出了压倒性的速度 然而下向根本没有一点惊喜 他还在想象着8.73这个数据 似乎感觉还是有点不保险 前面弯道就是一个收费站 下向维持速度直接冲了过去 田中央2也立即表示 目前GT86已经完成区段1 马上就要到达区段2 他认为在胡靠新桥检查点 系统会重新测定下向和仙头集团的时间差 转眼间 下向就已经从检查点通过了 田中央2对下向的数据赞叹不已 感觉出现了毫无道理的数据 在突入死亡区域前 下向和仙头集团的时间差于27秒 可现在竟然缩短到了15秒 也就是说 GT86在死亡区域 比争夺首位的两台车 还要快上12秒 这数据真的损人听闻 所以只要环境变得恶劣 片通下向 就会绽放出最灿烂的光芒吗 镜头回到2号车 赤羽海人这边 赤羽立即呼叫助手 想知道和86的差距有多少 助手赶紧告诉他 在9秒以内 赤羽心塞不已 可恶呀 虽说雨已经停了 但路面还是湿的 本来预定要追上仙头的两台车 却被意想不到的浮兵给干掉了 快干燥呀 力清路面 赤羽是一刻也不想多等 只要轮摊能死死咬住地面的话 GT86什么的 随便就能拿下 田中阳也十分关注 赤羽能否追上下向 双方差距在9秒以内 到底会如何发展呢 2号车应该还有机会捉到86吧 对此赤田认为 现在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仅凭现状还无法下定论 关键在于时机 自从停雨以后 86和2号车的战斗力 都在渐渐回归 这个时机何时到来将决定一切 田中听了只感觉 两人之间的斗争 变成了让人忧心忡忡的事情了 就算讨厌 也还是会被高度紧张的气氛所包围 画面转到守卫争夺战 贝克鲍尔和泽渡 已经抵徒了胡靠心跳的发卡班 仍在进行无比压抑的近身搏斗 泽渡十分紧张 却也自认为 对贝克鲍尔在哪里动手一清二楚 因为在此之前 贝克鲍尔就在那地方演练过 泽渡认为自己还有一些时间 但要是在那之前 没能想出破坏对方计划的作战方案 自己就完了 泽渡内心紧张不已 应该是有什么办法的 绝对的 现在逃跑的泽渡和追击的贝克鲍尔 已经把守卫争夺战推入了白热化 也不知道泽渡能不能守住圣果呀 此时身为场外观众的泽渡女友 比泽渡本人更加紧张 同学听起来他铃声响了 差不多得回教室了 可沙奈却不想回去 干脆直接撬掉第五节课好了 光辉军这么拼命地努力着 我要是不好好看下去 那作为他的女朋友 就是不合格的呀 现在哪还顾得上上课呀 然而沙奈内心 突然也冒出了一个想法 自己说的什么了 只是想消掉数学课而已吧 不过同学听了沙奈的申请发言之后 都明白了她的意思 表示先走了 而转头两人就八卦起沙奈的男友 沙奈的男友是个超酷的帅哥呢 还是MFG的车手 并且特别懂情绪 真让人羡慕呀 不过沙奈也很懂情绪 他们会很般配吧 此时此刻的沙奈正在问男朋友责度祈祷 今天咱们还要去社谷约会呢 所以光辉军一定要加油啊 这里也是想知道 等再过不久沙奈到了18岁 又会和泽度有怎样的故事呢 GT86此时终于突入发甲湾 田中央二很好奇 在这个检查点 86和后追的二号车之间有多大的差距 眼下在发甲湾前的直线段 二号车红色的车体还未能现身 但86已经通过发甲湾重新开始加速了 田中央二实在是想知道 两台车的间距会变成多少 终于赤鱼海人的法拉利488出现了 捡起的水雾相当之大 果然路面还没有干呢 而随机数据出来了 差了8.55秒 田中央二十分奇怪 这差距怎么没缩短呢 池田先生 从突入区段二开始直到此处 本来都是比较高速的区域 虽然看起来路面确实还是十分潮湿 但毫无疑问 会有让差距急速缩短的地方吗 田中觉得自己完全无法预知 事态将如何发展 继首位争夺战之后 三位争夺战同样愈演愈烈 画面在两处战场间摇摆不定 看得出导播也很头疼啊 此时收看MFG比赛的观众们 也十分的激动 大家情不自禁的出声 厉害啊 怎么会这样的 好想让86号车赢了 卢之湖下到轰鸣声仍旧不断 只见GT86从一个弯道冲了出来 可在下向眼前不远处又是一个弯道 下向紧张地控制刹车和油门踏板 迅速换挡位甩出了弯道 接着又同样完美地甩入另一个弯道 这时画面转到赤鱼海人 他和下向还有几个弯道的距离 赤鱼紧张地刹车控制换挡波片 继续向着下向穷追猛打 现在路面差不多快干了 赤鱼绝不会放弃的 终于在赤鱼之后 前缘也出现了 可惜的是 前缘已经发现自己跟不上前面的车子 难道是在雨停之后 NSX便无法对抗 开始发挥本领的法拉利了吗 前缘不想承认 不 不是的 不能这么说 只是我无法跟上决胜时刻 全力充斥的赤鱼海人和片头下下的速度罢了呀 下向和赤鱼都在全力冲锋 田中雅二有些感慨 在蜿蜒曲折不能一眼望穿的临间区域 GT86的后视镜 无法映出二号车的身影 同样 二号车赤鱼的视野中 也无法出现GT86的影子 在这种情况下 也不知道车手们的心理状态会怎样呢 池田认为也不是这样的 他们现在不是与对手竞争 而是和自己 为了取得哪怕0.1秒的优势 而清楚自己全部的技术和精神力 所以不做到相信车子 相信自己是不行的 他们现在就像是孤单 却又玩强的独行牛仔 听了池田这样说 田中雅二稍微有一些理解了 他表示眼下GT86 正在通过香根源入口的检查点 在这个检查点 将重新测定 他和二号车之间的差距 临间区域 作为片头下向所擅长的路段 又会被赤鱼海人追上多少呢 就在这时 二号车终于出现 并通过了检查点 得知差距是8.27秒 田中雅二十分震惊 怎么只有0.3秒 几乎没有追近呢 片头下向真是惊人 完全不被 渐渐干燥的路面所影响 依旧保持着 能与法拉利抗衡的节奏 在林间区域突击 田中忽然有一个 很单纯的问题 想请教池田 他觉得神事物的 上位排名者们 作为车手的能力 应该是不相上下的 在抓地力车重 比规则的约束下 出弯速度 本不应该出现太大差距才对 然而为什么 只有86能在雨中 凭借弯道技术 碾压其他车子呢 田中表示 自己怎么也想不通 田中觉得这个问题 可能太过于初几 所以才有些不好意思 而要听到这话 池田却否认了 还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因为恐怕 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观众 也都抱有同样的疑问 池田表示 他具在于轮胎的表面温度 砖动中的轮胎表面 会和路面产生摩擦 进而发热 而组成轮胎的化合物材料 被设计成 只有受到一定程度的加热 才会开始发挥本来的性能 于是当遇到 像今天这样的大雨时 轮胎产生的热量 就会被倾盆而下的雨滴夺走 比赛始终是在 胎温被抑制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之中GT86比起其他车子 能够保持更高的轮胎表面温度 可见片头下向 使出了超高等的技术 有意图地运用着保胎温的跑法 另外 轻量组车子所配备的窄幅度轮胎 同样有利于表面温度的上升 池田感觉先头的两台车子 应该也是在这两方面做得不错 而听了池田的回答 田中雅二终于豁然开朗 不愧是池田先生 一直以来困扰着我的问题 瞬间烟消云散了 眼下先头集团突入的区断三 抑制胎温的雨水 已经流走了不少 车子旋起的水物明显变小很多 此时四号车的泽度 仍旧处于稍微领先的状态 泽度的精神力也差不多到了极限 为了能够甩开贝格巴尔 他认为只有能办了 得运用他在法国练军的那首秘技 到齿云直线时 在德国老油门全开前的瞬间使用秘技 将车底瞬间猛烈晃动 这秘技名为半自旋阳公 一旦使用 后车的节奏会在那一瞬间被扰乱 速度也会跟着骤降 这可是他在驾驶直线较慢的车子时 自然而然所吸得的欺骗敌人的手段 不过泽度也知道 同一个对手不会上当两次 所以只有在现在这里才是最有效的 眼前就是一个弯道 泽度忽然心里一惊 感觉自己这是怎么了 居然也有了不小的变化 对于夺取冠军的执念 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了吗 在那四号车和十二号车 行驶于抖销的下坡道 最终圈剩下的路段正在不断减少 田中央也有些好奇 比赛不会就这样结束吧 而他随即就觉得 不对 不可能就这样结束的 后追的那个男人 可是如精密机械般强大的贝肯鲍尔 毫无疑问 执行超车程序的那个启动按钮 已经被按下 这时GT86也突入了区段三 偏通下向继续着奇迹般的冲刺 他到底会不会被赤羽追上呢 在这波涛汹雨的最终阶段 就请大家欣赏MFG 有史以来的第一盛况吧 田中央也惊讶地告诉众人 目前赤羽喊人正向着曲段三突进 和之前通过这个检查检的GT86相比 时间已经降为7.19秒 所以鸣克这越马标志的车子 果然一点一点追上丰田GT86了 田中感觉眼下法拉利的轮胎 抓地力在渐渐恢复 而这下坡会在湖畔路段结束 到时候赤羽的二号车 就会发动更加凶猛的追击 到齿云直线的末端 GT86相对于法拉利488 还保持了多少领先距离 将决定双方的胜负 而虽然上位四台车子的白热站 备受瞩目 在其遥远后方的临间区域 同样也上演着一出好戏 镜头忽然切换到八朝香和石神这边 自从石神打滑之后 目前他只排在八朝香前面 且以他目前的情况来看 似乎也很难守住当下的排名 八朝香也没想到 有一天会跟在石神后面 趁着石神状态出了问题 他现在就想等轮台 抓地力彻底恢复后 立即对石神发动攻击 石神自然知道八朝香的跃跃欲试 他在前面相当吃力 那次碰撞带来的冲击 给后悬挂处造成了的故障 比他想象的严重了 石神还是带着八朝香在赛道冲击着 就这样到了一个左弯入口 没想到八朝香直接一把方向 打到了外侧 石神悬挂出的问题 根本无力阻止 只能就这样看着 而一瞬间的功夫 八朝香就跟石神并排了 此刻的八朝香和石神 都紧张到了极点 眼下又是一个右弯 两人都情不自禁地冒出冷汗 尤其是石神 他使出吃奶的劲 想要死守 然而还是失败了 只能眼睁睁地目睹 16号车从眼前驶过 八朝香终究还是攻略了石神 石神也是心神震动不已 他的保时捷在承受牵引力的时候 就会出现大幅度的转向过渡 这明显是由于 电子设备的误判而引起的 虽然凭借自己的技术 勉强还能跑得起来 但这个节奏已经是极限了 石神知道这场比赛 自己也只能这样了 而就在石神正想着这事的时候 他的助手发来通讯 就是建议石神退赛 您已经尽到职责了 在遍体鳞伤的状态下 继续比赛太艰难了 以车辆故障而退赛 也不算丢了面子 可石神听了直接拒绝了 表示不是这样的 在石神看来 所谓车主的面子 并不在这种地方 且不管多么少的一点积分 努力去争取它 也是很重要的 即便会在人前出丑 但还是不能因此自暴自弃 这里也只能说 石神也不愧是 15位选手里年纪最大的 对于比赛的精神 理解的果然还是最透彻呀 虽然注定拿不到好名字 哪有还能站的情况下 就直接退赛的道理呢 转场到中游计算这边 快速进击的9号车向爷顺 已经将5号车的版本 捕捉进射程之内 版本万万没想到 向爷顺居然能够追到这里 毕竟往常的话 到了比赛的这个时候 向爷顺早就轮胎 失去抓地力失速了 是今天的雨救了他们 镜头切换给向爷顺 向爷顺仿仿佛 也知道版本的心思 只告诉版本 可千万别小瞧了我呀版本 GTR目前状态绝佳 小田的那笔账 你势手还了呀 向爷顺想到了这里 就不由加快了追赶的节奏 眼下卢之湖赛道的浓雾 已经全部散尽 车手们的视野 又恢复到了清晰的状态 车速也慢慢提升了上来 现在仙头集团 马上就要冲入齿云直线了 田冲雅二知道 这里是命运的分歧点 将对胜负一锤定音 眼前就是一个弯道 领先的四号车 泽渡高速向其冲击而去 这一刻 泽渡心里甭提多紧张了 先前在浓雾中耗费了太大的精力 如今他只能兵行险招 他决定了 就是这里 上吧 成败再次一举 一生紧一次的大赌博 然而他都还没有开始动作 下一秒 贝克曼尔的十二号车 已经到了他的右侧 转眼就要冲下来了 泽渡经得满脸大汗 什么 十二号车居然追了上来 他看出自己的计划了吗 事实证明 绝对的亡者是不存在死角的 为了取胜的妙棋 却下沉了一首臭棋 这次是泽渡失算了 田中耀二看着贝克曼尔 在弯道前转眼间冲了上来 不得不赞叹贝克曼尔的刹车 十分精妙 在齿云直线的入口处 他终于按捺不住动手了 才一眨眼的功夫 两台车就已经并盘 现在两人正踏满油门 全力飞驰 轰鸣声响车整个赛道 在贝克曼尔看来 泽渡不只是被疲劳感 夺走了注意力 就连思考能力都明显降低了 看来在浓雾中的死亡区域 泽渡把精力都用光了吧 轻易就掉进了自己 如此明显的陷阱之中 真的笑死人了 就先不陪你玩吧 田中耀二也感受到了 贝克曼尔一往无前的气势 现在十二号车前行无阻 而保时捷引以为傲的 最强PDK变速箱 是要强于雷诺的传透系统 泽渡处于绝境了呀 此时整个直播画面 都被十二号车和四号车给占据了 泽渡和贝克曼尔双方都紧张不已 都知道决一胜负的关键时刻到了 然而很遗憾 在几秒钟之后 这场守卫争夺战 最终以泽渡的败北落下帷幕 保时捷完全领先 这逆转局势的超越 助力贝克曼尔再次夺得守卫 虽说贝克曼尔获得了胜利 但他内心也不得不夸奖一下泽渡 觉得就算只有一瞬间 以日本车手作为对手 能让自己认真起来的 泽渡还是第一个 伴随着贝克曼尔重回守卫的同时 MFG本部的工作人员 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 都嘘声一片 什么呀 怎么变成这样的结局了呀 贝克曼尔强的过头 就没有能战胜这家伙的日本人了吗 真想打着德国人的脸呀 田中央在守卫争夺战确定之后 立即将观众目标 转移到GT86身上 毕竟目前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这三位争夺战了 田中央看着GT86冲入了齿云直线 很好奇赤宇的二号车身在何处 追到多近了呢 而就在下一秒 赤宇的法拉利伴随着 格外高亢的轰鸣声 终于现身在齿云直线前的弯道口 赤宇内心十分紧张 从误区出来经过这么久 他终于捉到了下项 这场比赛是我赢了呀 赤宇海人信心十足 田中央二也再次通报 两人的情况 目前双方的差距是2.68秒 总算是缩短到了3秒以内 他很好奇地问池田 在这个时间点 面对这样的差距 下项是安全的吗 池田对此很是感慨 只觉得下项 果然要面对意料之中的困境 可以100%的断定 会被捉到近身 问题在于如何阻止对方超车 池田觉得 对哪方会先一步充限无法预测 唯有摒弃凝神 静观其变 此时直线的末端 田中央二感觉逃跑中的 GT86的排气管中 仿佛发出了悲鸣一般的声音 他后方的二号车 则发出如争扭野兽般的咆哮 气势汹汹向前扑揽 续芳见他这样的解说 愧疚得泪流满面 他只感觉下项是不行了 不可能逃得掉啊 200马力的86 不可能是670马力的 法拉利的对手啊 对不起啊下项 真的对不起 这里也只想说 续芳这小子怎么这么爱哭呢 阿树也不会总这样吧 继续回到比赛 在一处弯道口 下项率先从里面冲了出来 他紧张不已 分明从后视镜中 看到了法拉利的身影了 目前两辆车的距离很近 下项被彻底咬住 至于喊人还在不断破镜中 田中雅二十分激动 连连表示 目前双方之间的差距 只于1.96秒 看到这一幕 场外的观众也被点燃了 许多人都不自觉地大叫着 别输呀 86号 让他们见识一下 日本车手的尊严 只是此话一出 就有人说片头下项是英国人 至于喊人才是日本人呢 感觉也是有点好笑了 另一边 六位争作战也正在 齿云直线路段上演 9号车向爷顺 向着5号车版本袭来 田中雅二很看好 向爷顺这个神风混混 所以加油啊 只见向爷顺一样画葫芦 依旧像之前一样 直接驾驶GTR 从尾流中飞升而出 一下子就几乎和5号车并排了 版本内心十分紧张 但也还是觉得向爷顺有点瞧不起人 自己的奥迪R8 可是中置引擎加四轮驱动 急速路段的加速性能 怎么可能会输给日产什么的呢 看我如何反杀你吧 而事实的确如版本所预料的那般 他立即换倒后 别踩下油门 顿时又改变了场上的局势 版本守住领先位置了 田中雅二内心也觉得有些遗憾 截止到目前为止 5号车还领先了9号车半个车头 好在9号车也不妥协 两者都一步不让 可刹车点就近在眼前了 画面中两辆车 已经同时冲到弯道入口 一起磨叽地转向右侧 项叶顺还占据着有力位置 然而田中雅二却已经发现 最不想发生的情形 还是出现了 9号车像是有些超速 车体压不住 再向着外侧偏移 果然下一秒 GTR就撞在了奥迪R8身上 B打R8也差点冲出路外 版本对项叶顺真的气愤不已 还是老样子 你这家伙最让人火大的地方 就是一旦大脑冲冲 就敢无所顾及地越过生死线 真是个没有恐惧之心的家伙啊 谁想和这种笨蛋对手比赛啊 而因为版本垫背的关系 项叶顺最终是维持着最高速 冲出弯道 他和版本的胜负还没有决出 田中雅二也不得不感叹 两人在这宽度狭窄的 国道一号线上并排 这场比赛将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再次转场到万中瞩目的三位争夺站 没想到赤鱼已经死死咬住了 GTR86的尾巴 但田中雅二发现 赤鱼想超过去 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眼下弯道众多 GTR86过弯的速度是出了名的快 果不其然 在弯道处 夏向直接贴着内侧重拒 赤鱼跟着后面震撼不已 只觉得夏向的操作堪称绝妙 虽然对方显然没打算做出阻挡动作 可赤鱼自己也明白 目前他还没有足够超车的空挡 赤鱼认为 夏向虽然看起来十分年轻 却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比赛经验 不过赤鱼本来就没打算在弯道举一胜负 他还是在等待直线上的机会 画面轻换到守卫争夺战的 泽鱼和贝格鲍尔 田中阳二告诉观众 他们已经通过了最终的弯道 重新开始加速 最中间的终点被设在香根卡 两车会这样沿着一号线向其驶去 泽鱼还有机会吗 泽鱼还在努力之中 感觉自己再加一把劲 就能贴到贝格鲍尔了 然而他已经知道最后的结局 可这就是比赛呀 即使看上去差距微乎其微 但拿第一位还是第二位 其实是天壤之别 泽鱼觉得真是太不甘心了 参加MFG的三年以来 今天还是第一次不甘心的想哭呀 此时泽鱼的脸色尤为难看 他完全不想接受接下来的结局 转场之后的终点 贝格鲍尔还是率先冲线了 田中阳二郑重宣布 优胜者仍旧是贝格鲍尔 继开幕战之后 这是他势如破竹的二连胜 贝格鲍尔所筑起的这座冠军堡垒 固若金汤 仍然屹立不摇 对贝格鲍尔而言 简直是完美开局 然而听着田中阳二激昂的讲解 观众们一点兴趣也没有 毕竟这是日本本土举办的比赛 一直让德国老当第一 他们也不爽 所以好了好了 快给我们看看三位争夺战呀 那边的进展 让人没办法不在意啊 终于如观众所愿 镜头切换到了GT86和法拉利 值得庆幸的是 目前下项仍旧以微小的优势领先着 眼前又是一个弯道 还有条不紊的操控档位和离合器 至于海人这边 也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紧紧地盯着前方的一举一动 紧追不舍 现在双方总算是抵达了直线路段 感觉下项是危险了呀 眼下双方距离越来越近了 对于赤鱼海人而言 半干半湿的路面 才是最难处理的 只要分神思考轮胎 是否能咬紧路面时 车子就很容易滑起来 事与决定 要在前方新到的高桥架下 率先将车头塞进去 并排的话 那之后便是最终弯道 等到那时 就算是下项 也只能束手无策了 眼下三位争夺战 越来越激烈了 下项真的是否能够守住季军 他会不会又得到练的相吻呢 田中央儿自然也不知道 他只是有种感觉 难道这三位争夺战 要一直延续到终点吗 马力占据优势的二号车 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动手呢 此时前方就是一个弯道 田中央儿看出 赤鱼加快速度 想在刹车阶段和下项并排 可他刚有想法 八六就已经直接转入了内侧 这转弯速度实在太快了 不过赤鱼海人早有心理准备 既然这一招行不通 那么就让行车线交叉 在最终弯道的出口说绝胜负 眼下又一个弯道就在眼前了 下项领着赤鱼再次冲锋 和之前一样 两人依旧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过弯方式 GT86没踩刹车 直接冲入了弯道最内侧 赤鱼则是降速之后 全有大半斤的路线 从外侧冲入弯道 在赤鱼看来 要是跟下项比拼 谁更擅长处理横向力的话 自己肯定输了 所以哪怕片刻也好 在最终弯道前 尽早把车头摆正 对自己来说 这将是获胜的生命线 现在赤鱼跟着下项 已经冲到终点弯道前 最后的直线 田中央是激动不已 连连告诉观众 在最终弯道前 场上的内外位置 发生了消互调换 出弯即是爬坡路顿的加速大战 而现在赤鱼海人 已经一点一点冲上来了 终点前 两辆车的轮胎全速运转 下项和赤鱼都紧张得直冒冷汗 双方都很清楚 胜负就在此刻了 无数场外观众都屏激凝神 看着赤鱼的法拉利 在慢慢接近GT86 终于还是法拉利更胜一筹 在终点线上 随着裁判挥舞黑白格西 赤鱼最终以一个车头的优势 取得了胜利 这时 MFG总部中 各地的酒吧中 所有看比赛的人一下都无言了 都在替下项难过 最搞笑的是 真美还五头差点哭了出来 你拿着怎么会这样 不要啊 讨厌了赤鱼海人 田中央也是激动过后 突然有些空虚 但还是嘶吼着 这是何等戏剧性的结局呀 在跑完75.9公里的路程之后 两只的差距 居然只有50公分 赤鱼显现了出色的追击 下项一惊才演绎了出色的逃跑 坐在刚刚 他们之间的激烈缠头 已经盖过了首位争夺战的光芒呀 田中说到这里又激动起来 感觉自己只能毫不吝惜地 向两位参演的车手 献上最赞美的言语 画面在转到六位的争夺 经过了四个弯道的对决之后 版本终于是落后了 然而版本内心也十分不甘 原来他早就决定 要拿这辆车 跑完今年整个赛季 所以一定不能在这种地方给撞坏了 版本你拿着给自己找借口 我与做事不考虑前因后果的 项一顺是不同的 才不是因为害怕 这是战略性的撤退 其实别看版本嘴里不承认 实际上 就是因为心里怕得不得了 才在面对项一顺时退缩了 项叶顺终究是凭借不怕死的精神 完成了反超 终点线上 排名第五的是 独跑状态的13号车前缘 其后续车辆接连向着终点飞驰而来 分别是9号车项叶顺 5号车版本 以及8号车泰勒 接着就是处于混战中的三台车 18号车北云望 7号车大谷 和6号车柳田 田中阳最终通报新鲜出炉的比赛结果 第一到第三 分别是贝克曼尔 泽渡光辉和赤鱼海人 下项遗憾排名第四 止步于领奖台 项叶顺则冲刺到了第六 前几人的冠军石神封神 遗憾的排名第13 北云望兄妹则分别位列第九和第十二 画面切换到天使这边 比赛已经结束 只剩下颁奖仪式了 众多的天使也是心情激动不已 在比赛的最后阶段 不知怎么 总让人觉得超热血沸腾 对此精子也很吐槽 实况中 田冲老哥一直吼个没完呢 炼这时长出一口气 工作终于结束了 刚好肚子也饿了 他打算跟精子去吃饭 结果下一秒 两人就被眼镜小哥叫住了 说他们被指明了 炼瞬间一副惊恐的表情 要找我吗 哪里搞错了吧 然而眼镜小哥表示千真万确 亚军泽渡选手 指明的是七号小姐 继军的赤语 则指明精子小姐 这里也只能说 果然泽渡在看到炼之后 就得炼起了心思了呀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在领奖台上 现场十分嘈杂 精子作为被指明的常客 很开心就给赤语 献上了香吻一枚 然而到了炼这边 他都紧张得要哭了 这还是自己的初吻呀 怎么办 不要啊 为什么找炼呀 炼那些无比纠结难受 但他也知道 既然自己是天使 确实就有这个职责 因此看到大家都 目光灼灼看着自己 就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两眼一闭 给泽渡献温 就当亲一块死猪肉算了 香烟顺在一旁气坏了 不可饶恕啊 这个混账则度 竟然盯上了七号 也就是说 这家伙就是个罗利控啊 台下观看颁奖的续方 劳累纵横 第四的奖金2500万元 一半也有1250万 牛炸了呀 然而下相似乎对奖金 毫不关心 只是机械般的鼓起掌 这时珍美走了过去 热情地向他打招呼 比赛表现出色呀 恭喜呢 下相木讷地回了声谢谢 而下一秒 真美居然直接上手了 只见他握住了下相的手 让下相整个一愣 真美则立即大着胆子 轻声告诉下相 请不要觉得真美 是个轻浮的女孩 我只有对骗童军 才会做出这种事的 要给我发信息哦 真美随即转身离开 还故意露出了 自傲的屁股给下相看 这可把一旁的续方 羡慕坏了 然而作为当事人的下相 却感到很困扰 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只好先把纸条 塞进牛仔裤的口袋里 而对于真美的行为 被原网也感到很不爽 什么呀 那家伙明明是个天使 却跑来跟我家下相搭话 一遇何为啊 转场到了临时围场 泽渡这边在比赛结束 心神不宁 只觉得内心春心荡漾 他感觉今晚的自己 估计要变成 野性十足的大灰狼了 所以好想早点见到沙奈呀 做这样的事 做那样的事 光是想想就激动啊 但这时香爷顺 突然气呼呼地出现了 他一脸便秘的样子 只有眼神有些吓人 香爷顺想跟泽渡 缔结绅士协定 既然泽渡已经有女朋友了 就不要再对七号天使出手 泽渡忽然有种 后知后觉的感觉 诶 难道说前辈执心的孩子吗 香爷顺毫不顾忌地承认了 但执心是什么意思 不用用这么生辟的词汇呀 香爷顺表示 自己是从心底里 喜欢七号天使的 泽渡对香爷顺品位 也很赞同 觉得今年的八位天使中 那孩子确实明显是最棒的 香爷顺很是赞同 也立即警告泽渡不能出手 咱们这是男人 和男人之间的约定 香爷顺话一说完 就觉得自己 可能是有点草木皆兵 泽渡只是个罗利孔 应该不会看上七号的 于是泽渡终于忍不住 告诉香爷顺 其实七号天使 远比前辈想象的要更年轻 大概只有十七八岁吧 香爷顺难以置信 你在开玩笑吧 你怎么知道这种事啊 泽渡于是淡然表示 自己是在近距离观察之后 得出的结论 凭借皮肤的紧实度 和身体的线条 自己就能大致判断 他只是露出额头化了浓妆 努力让自己看起来 像个成年人罢了 这骗不了我与生俱来的嗅觉 刚刚颁奖李亲吻的时候 七号天使浑身轻颤 脸都红到耳朵根了 当今时代 如此清纯的少女 还真是少见呢 总之前辈 祝你五蕴昌龙吧 香爷顺被泽渡的分析 给惊呆了 骗人的吧 这种事情叫我怎么相信 所以这里也很好奇 香爷顺知道恋爱的年龄后 会放弃吗 回到旭芳和夏相这边 旭芳担心夏相 刚比完赛太累了 表示回去的时候 由她来开车 夏相很感激 但也表示 自己还没有累到那种程度 而就在这时 香爷顺驾驶着GTR潇洒路过 果然又是和俩人约饭了 躲到长去的那家烤肉店快活吧 你们绝对要来啊 望着GTR远去的背影 续芳很感慨 香爷顺这家伙就是很高意思 今天的比赛 明明是夏相在尚未完赛 可他却还是一如既往的豪爽 也就是说比赛结束后 顺只是单纯地把夏相 当作可爱的后辈看待 对此夏相也深表赞同 称赞香爷顺 是个魅力十足的好小伙 七号天使终会发现 项爷前辈身上的优点 只能说夏相说出这种话真的好吗 七号天使可是恋啊 然而续芳虽然承认 项爷说为人的确不错 但女人缘还是算了 她就和自己完全一样 想到这里 续芳也是心三不已 自己不是车手 是需要女朋友的呀 因为续芳坚持要自己帮忙开车 夏相只能将钥匙 从口袋里拿了出来 结果这时刚好来了一阵风 将真美的号码条 刮到了围场深处的树林之中 看来真美注定是和夏相没缘分了呀 卢之湖第二战结束了 MFG正赛总级分榜终于出来了 贝根巴尔18分排第一 斥鱼海人16分排第二 相依顺13分排在第三 第五的则是片同夏相12.5分 有意思的是 责度只有8.5分排在第11 果然也是因为没参加第一战的关系啊 神代川横滨市 琪芳突然给他大哥打电话 梁杰问他还像从前一样忙吗 琪芳里咧嘴 自己再怎么也不可能比大哥更忙呀 琪芳表示自己给大哥打电话的理由 就是那个人 自己想让他出场参加下次的比赛 梁杰于是直接答应 史豪应该还不知道吧 你最好找个合适的理由 要不然他们不会让他参加的 一旁史豪突然听到提起自己 也不由掀起了耳朵 于是在琪芳挂断电话后 立即好奇地问琪芳 是不是刚才和梁杰打了电话 你们是想让某人参加下次的比赛吗 莫非是说朱星赖鸣 琪芳点了点头 表示是的 大哥绿灯放行了 下一战便是赖鸣的MFG出道战 史豪也激动坏了 厉害啊 终于要上场了嘛 松本哥就由我来联络好了 群马那边肯定会大为震惊的 可是说到底 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呢 琪芳猜特应该是因为公平性的关系 所以大哥才一直不准赖鸣参赛的 毕竟赖鸣是自己亲自培养出来的车手 其完美掌握了公路最速理论 以及抓地利车中笔的意义 这里也是惊呆了 原来琪芳真有自己的弟子呀 那么梁界会不会也有呢 这时琪芳告诉史豪 其实从过去开始 眼里的你应该能明白吧 听到这话之后 史豪也不用想起 自己跟在梁界身边这么久 确实发现梁界只对琪芳很严厉 但这么说的话 拖海的弟子跑来参赛 又算怎么回事呢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琪芳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只表示因为拖海自始至终都待在英国 并没有参与MFG的创建 而他的徒弟片同下相也是天赋型的 总而言之 到MFG的等级成熟前 我们这边的车手不能参战 这是一开始就商量好的 当年大哥定下的 允许赖明出场的前提条件 就是排位赛上 至少有两位车手 刷新自己做出的示范跑法 史豪突然呆住了 梁界竟考虑得这么深远 在卢之湖的排位赛 贝肯巴尔和泽渡两人 确实打破了起届的记录 起届也没想到 这种限制解除竟然用了四年 之前那些神势舞什么的 根本就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MFG第二战闭幕 天使和车手的生活 暂时都回归了日常 这天下着小雨 练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看着盛开的绣球花 练十分开心 这是夏天要来了 而每当这时候 练总觉得胸中会有阵阵悸动 像是被什么东西所烦扰 无法静下心来 就仿佛漫无目的地乱逛式的感觉 练不由得瞎想 也许我们的DNA自太古开始 就把夏天作为特别的季节 而名刻于双螺旋中了吧 自己现在也喜欢上了名字中 带有夏字的那个男孩呀 真好呀 夏天真的就要到了 次日 练和好友若来出去逛街 若来感慨了梅雨季节的天气后 就谈起了夏相的事 他觉得夏相非常符合 王子殿下的形象 让练一下有些好奇 原来在若来看来 夏相不止样貌英俊 连言谈举止也是 在操着一口稍显奇怪的日语的同时 又拼命努力地想要讲好 这个地方特别找大家喜欢 不由得令人怦然心动 优香他们都称夏相为连仓王子呢 练听到若来对夏相的夸奖很开心 不过也感觉他们会这么想 是因为只看到过工作 或者外出时的夏相 那时的夏相发型和着装都很干练 和在家相比差异很大 比如洗完头不梳理 半裸着瞎逛 对自己的穿着也惊人地不在乎 只是长得帅 穿什么都超有型 一想到这些 练就不由地红了脸 决定才不会将这些告诉旁人呢 若来不知道练在想什么 只是在叹息 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在路边 捡个英俊的混血儿呢 果然是不像小狗一样随处可见呢 练听了不禁笑出声 她知道若来是个恋爱经历 十分丰富的女孩 从上中学的时候开始 就陆续和六人交往过了 只是没有一次能够谈长久 所以就算捡了个混血儿 应该也没用吧 恋忽然内心有些优越感 又有些不好意思 自己还一次都没有交过男朋友 和男朋友交往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女孩子到了高二都还这样 或许有点糟糕了吧 不过也没什么 我还是我就够了 此时在连仓市中 即便是下雨天 也抵挡不了人们的热情 大地上仍旧人来人往 这时有一群顾客 路过下巷打工的地方 立马就被下巷的超高颜值吸引了 这收款的小哥好帅啊 可能是个模特吧 而就在这时 老板提醒夏向 今天的工作时间到了 可以下班了 夏向和老板互道辛苦 在回家的路上 夏向还沉浸在 刚刚和老板的告别中 他非常喜欢 在日本工作结束后的寒暄 虽然之后还要开个短会就是了 电车内其他人都在睡觉 只有夏向静静地坐在一旁 在脑内模拟 试跑真贺的赛道 只能说夏向真的用功啊 转场到旭方的修车场 旭方 夏向以及澳山 正在开会 旭方想要率先发言 表示根据到目前为止 两战比赛的结果 虽然给86安装涡轮 是个形制有效的方案 不过还有另一条路 那就是下决心 干脆换一辆别的车子 丰田不是有Supra吗 这款车子的牵引力很棒 让澳山先生来调整 悬挂系统的话 可以期待车子爆发出的 十足的战斗力 所以你怎么想啊 夏向 说完之后 旭方露出了 从所未有过的膨胀表情 然而他随后就惊讶地发现 夏向没有一点积极性 一看就不愿意 夏向随后也实话实说 表示一想到这个 我实在提不起劲来 旭方因此眼睛都凸出去了 完全不理解夏向的想法 而夏向则立即问澳山广野 如果给86装上涡轮的话 可以达到多少马力 澳山想了一会儿 表示涡轮这种东西 只要是愿意 400也好 500也好 都没问题 不过自己的计划 是300马力左右的方案 于是当听到300匹这个数字 夏向激动的眼睛都亮了 这也太棒了吧 夏向激动的这要说些什么 几人却突然听到了 门外刹车的声音 竟是旭方想让夏向买的 丰田Sopra出现了 上面还写着885 这下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吸引了过去 这开车的人到底是谁呢 旭方一下子有些吃惊 而不明真相的夏向和澳山 则立马给了旭方一个白眼 难道说你这家伙已经买了吗 真是不理智啊 然而这可是冤枉旭方了 他连连摇手 不是的 不是的 我怎么会做那种事情呢 没见过这辆车呀 是客人吧 在他焦急的解释之际 一身休闲装束的车主任 终于下车朝着他们走来 表示突然打扰十分抱歉 自己是追目计划的朱星赖鸣 澳山听了内心一惊 是D计划吗 高桥起届的派系 朱星赖鸣随即开门见山 说自己是为了 见片头夏向君而过来的 他在吗 旭方和夏向都有一脸茫然 旭方还直接开问 要见夏向 你到底是哪位 朱星赖鸣于是露出 很认真的表情 他已经看到夏向了 因此还告诉夏向 我是决定要从第三站 开始参加比赛的车手 刚刚才从MFG的 小田园事务局回来 现在要回群马去 可在此之前 无论如何都想要过来一趟 总之能见到你太好了 我叫朱星赖鸣 请多关照 夏向也立即很有礼貌的自我介绍 还觉得朱星赖鸣的名字很不错 双方友好的握手 并立即开始寒暄 期间朱星赖鸣还提到 自己的老师和夏向的老师 过去是同一支车队的伙伴 得知这个消息 夏向是惊呆了 但是一点也不知道 还表示腾云老师 实在没怎么谈过 他在日本的事情 朱星赖鸣有些无奈 好吧 那就没办法了 我希望你能记住我 看着吧 我肯定会登上同样的舞台 期待跟你交出的那一刻 儿子撂下交战宣言后 赖鸣就潇洒地离去了 这时续方才注意到 刚刚Supprush印着885 他有些好奇地问奥山 参加MFG预选赛的选手 明明才400左右 为什么要选那么大的数字呢 奥山是懂的 这应该是在玩谐音梗什么的 原来885在日语中的读音 与好快相似 但奥山也感觉 这好像也没啥意思 此时续方有些紧张 他能明显感觉到 这个朱星赖鸣什么的 好像对下象 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 所以现在想拿到 神事物剩余的位置 究竟有多难呀 续方有些不开心 也觉得这朱星赖鸣 狂妄地让人讨厌 可下象并不认同续方的观点 出于车手的直觉 下象已经感觉到 朱星赖鸣 绝对会是一个 真正棘手的敌人了 奥山间两人 似乎还要谈论下去 终于表示 还是先别管这些 咱们还是继续开会吧 休息期间 下象望着桌上的 小点心感动不已 他一想到 日本的点心这么好吃 就觉得英国的小孩 好可怜 但他们不知道 外国的世界 或许过得更幸福吧 这里也是有点想吐槽 英国的正餐 虽然不咋地 但点心什么的 应该还不错的呀 这时 续方端着咖啡出来了 他忍了好久 还是憋不住 因此还是告诉下象 刚才那辆车子 就是Sopra 是比GT86晚了很久 由丰田推出的 真正的战斗机器 因为是同一个品牌 所以赛季中途 换车没有问题 续方表示 自己会去买车的 所以下象 拜托你把86的号码布 贴到Sopra上 用新车跑完 剩下的三站吧 结果下象仍旧拒绝了 表示自己更希望 86得到升级 续方也无语了 为什么就是说不通呢 我们可是去参加赛车比赛 必须想方设法 追求车子战斗力呀 续方坚自己劝说不行 就希望奥山也来游说一下 毕竟这些话 从奥山先生口中讲出来 说服力大概是我的一百倍呀 然而听到这话 奥山有些尴尬 他也只能说 还是应当尽量尊重车者的意思 续方一直都要哭出来了 怎么连奥山先生都这么说呢 奥山于是吐露真言 下象始终执着于使用86的话 不也挺好的吗 作为改装师 反正我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续方找奥山来劝说 下校换车 这不明显是找错人了吗 转眼两小时过去了 续方表示小事一桩 他还是对下象不同意换车的事耿耿于寒 表示自己在助手通许屋 观看下象比赛的时候 总感觉像是有什么重物 压到了自己的胸口一样 就因为GT86车子的战斗力始终不够 导致下象在与人厮杀时 背负了数不清的不利条件 这实在太令人扼腕叹息了 其实奥山也觉得 职业车手对待车子 应该采取更干脆的态度 车子只是拿去比赛的道具 加强规格才是一切 然而下象却是例外中的例外 与其说他这是向人的气质 不如说是艺术家的风度 奥山终于说起了藤原拓海 觉得下象这份顽固的客籍主义 与拓海如出一辙 毕竟拓海过去驾驶的是AE86 就算他二十多年前 也是台救到不行的车 实在不敢恭维他有多高的战斗力 奥山随即说起了拓海的升级 拓海凭借对AE86的彻底改造 以及卓越的驾驶技术 在公路比赛中未尝败计 顺利毕业 他感觉下象之所以对86这么执着 应该也就是这个原因 这里也不得不说 下象果然和拓海就是一个模子里的人 此时续芳也终于明白了 下象这么执着的理由 他小声念着86 仿佛也感受到了AE86那里得来的传承力量 他就这样被说服了 奥山拖着塞回想起了过去 回想起了和拓海战斗的日子 他到现在还是觉得十分有趣 既然会有拓海 有下象这种神奇的车手存在 奥山突然也下定决心 决心开始86涡轮的改造计划 这里也是老雷纵横啊 霍海的AE86和下象的GT86 真的是完美传承了呀 不过为啥不让GT86先爆个纲 然后再进行改造呢 下象又和练来连仓约会了 两人来寺庙里虔诚地拜大佛 只见两人双手合十 双眼紧闭 默默祈祷许愿 许文艳走出大殿之后 下象忽然想到不久前旭芳提起过 他在练小时候就见过练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说来话长了 据练的回忆 夕元寺爸爸那时 开着一辆很多的外国车 不过那车经常出毛病 围修车子就总要拜访续芳修车行 所以夕元寺爸爸和续芳爸爸 就变成了好朋友 自己也被爸爸数次带过去那家工厂 不过实在没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 说着连闭上也还有些尴尬 毕竟他们只会讨论 关于车子意义不明的话题 于是在自己百无聊赖时 续芳总会拿出巧克力和点心招待 这还是挺让练开心的 下象有些感动 因为这种事即便是到了现在 续芳依然在做 难道在她的潜意识里 也是把自己当小孩来对待了吗 恋告诉下象 后来续芳的爸爸生命住院 车行的经营陷入了困境 爸爸还因此很是担心 一方面是续芳爸爸的情况 一方面也是自己的古董车没人修理 两人在林荫道上走着 下象听到这样也有些感慨 他表示在英国 喜欢古董车的也大有人在 他的外公就把一辆旧捷豹当作宝贝 可是其他家人却不怎么爱开他 在下象很小的时候 为了准备圣诞节 曾与妈妈外公三人 一起去塞恩斯博里购物 那是在英国全境营业的 大型连锁超市 可满载而归回到古董车上 引擎就点不着火了 于是在大雪纷飞的停车场 他们在没有暖气的车子里 等了很长时间 现在记得平时 一向文养的妈妈也发起了火 还是她从未见过的那种程度 也想肚死你唯一的宝贝孙子吗 别再开这辆破车了 下象现在还记得 外公目光中流露着的伤心呢 恋恋恋接话深表认同 高速下象自驾也有过这种事情 那是在富士山爆发以前 全家人经常光顾折扣品经销店 没想到在御电厂的高速公路上 车子出现了问题 好不容易挣扎到了停车场 从那之后就抛锚了 妈妈因此勃然大怒 下象十分感慨 男人们对古董车的兴趣 女人确实是无法理解的 对此恋内心也很不喜欢 闻着就味道不好 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放着新车不买 下象怎么就不能买台新车呢 说到这个话题 下象忽然十分感触 觉得如果当时身边有像续芳这样优秀的机械师 也许外公就不会放弃捷报了 恋有些疑虑 那个续芳大叔很优秀嘛 下象很肯定 他是一名优秀的机械师 自己十分喜欢他 没想到这话一出 恋居然吃醋了 脸色很不好看 内心只觉得续芳什么呢 自己实在喜欢不起来 只能说女人的心思太难猜了 下象也不知道恋 为什么突然有些生气的样子 这时两人正在向山顶爬行 恋岔开话题 感觉这段楼梯好长 要延伸到哪里啊 下象认为慢慢来就好 恋因此也表示没关系 自己在田径部锻炼过他 这种程度小意思 恋事者还有点小雀跃 终于是拿出了干净 要在下象面前表现一下 然而才没过多久 他的呼吸就变得相当急促 而下象不仅没有满头大汗 连呼吸也平稳如初 恋只能猜测 可能是因为心肺功能太强大了 不愧是职业车手 就是厉害啊 恋和下象继续向山顶走去 他和下象的连舱探索之旅 大体上以每周一次的步调 持续进行中 恋感觉自己是在和下象 在连舱约会 是比做其他任何事情 都要幸福 最为特别的时光 恋因此稍微有点希望 时间能永远定格在此时此刻 这里也想说 对比头文字D MFG对车手日常的描写 明显多了很多 尤其是对恋和下象的情感描写 简直是有些事无巨细 看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 崇野修一也明白了 车手是需要女人的 彭泽市中 恋一到家就急匆匆躺在床上 看着手机里下象父母的那张合照 放着照片中幸福微笑的两人 恋也很欣喜 感觉自己好喜欢这张照片 下象的妈妈笑得如此开心 究竟是在怎样的状况下拍的呢 对他而言 也许那是一个特别的瞬间吧 不知不觉 恋也将他和下象的合照拿了出来 值得纪念 恋和下象第一次的合影 恋觉得还挺喜欢下象 这副为难的表情 原来当一个人有了喜欢的人 真的是件很厉害 很惊喜的事情呢 数日后的小田园 GT86已经被拆解开来 奥山和旭芳终于要给GT86装上了涡轮 看着面前的施工场景 旭芳还是不敢相信 下象能看着GT86爬到积分榜第五位 就算是在通讯屋里亲眼目睹 大脑还是完全跟不上比赛中事态的发展 奥山因此觉得旭芳还是忘了积分榜五位 一切重新来过比较好 下象在卢之湖排位赛事第九 如果不是迎来了宇家屋的双重神风 仅靠本来的实力 觉得正在九位附近的排名 便已经是极限 站在这个角度思考 必须针对弱象进行升级 旭芳很好奇下次的排位赛 奥山打算以第几名作为目标 没怎能奥山竟表示 考虑到真何下道的特征 认为第五位会比较理想 五位 要瞄准那么高的位置吗 旭芳显然有点没想到 但奥山是认真的 只要有片同下象的能力 这就是可行的 然而旭芳还是一脸正重和紧张 这可是很难达成的顺位 所有顶级排名者都在这个区间竞争 下校和GT86 真的能闯入这样的战场吗 群马仙的摄川是 歼二一身职业装 出现在熟悉的秋明山加油站 尺骨和阿树和他打招呼 没想到两人过了二十多年 还在加油站工作呀 而歼二这次过来 自然是又听到了十分不得了的情报 他告诉两人 摄川出身的青年新星 好像终于要参加MFG了 阿树一下很激动 是诸心赖鸣吗 消息可靠吗 此时镜头终于给了阿树的正脸 没想到 他不知不觉已经胖了二十公斤 脸都变成球了 阿树完全没想到 作为高小奇迹的宝配徒弟 将赤城 妙艺和秋明的赛道记录全部刷新 人称天行者的朱星赖鸣 就真的要参加MFG了 齿骨也相当震惊 他身材保持得不错 看起来应该还是有练车的习惯吧 齿骨告诉两个好基友 一个多月前 当他知道拓海的弟子突然现身 当时他高气的手舞做到了好久呢 而现场最兴奋的还是阿树 一想到摄穿本地出身的朱星赖鸣 也要奋起直追参加MFG 他光是想想 身体就会做出奇怪的动作 简直是 简直是嗨到爆啊 他们之间比赛的话 真不知道应该为谁加油 好纠结啊 不过转眼前 阿树又淡然下来 觉得其实谁输谁也无所谓 如今只有看MFG 才是自己人生的意义 因为一回家之后 就要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孩子身上 老婆越来越冷淡 零用钱也越来越少了 这句话贱二也是感同身受 表示你的感受我都懂 群马的女性可是很严苛的呀 所以下班之后 过来跟你们聊起闲话 才是我最轻松的时光呀 男人真的辛苦 要承担养家的责任 只是维持普通生活就如此辛苦 年轻是完全没想到呢 进而突然有些严余持骨 关于这点 持骨你就很轻松了 至今还是单身 只属于自己的人生 可以尽情享受啊 阿树立即捕刀 连忙接过话茬 表示确实是这么回事 我们三个人中 就只剩下站长您 还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呀 一说到这个问题 持骨头都大了 还是别谈这些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我又不是喜欢单身才单身的 只是因为自己 有无法忘记的女孩呀 或许是有点热 也有点尴尬 持骨竟将帽子摘了下来 于是下一秒是真的呆住了 而贱儿的眼珠子 也快瞪了出来 持骨 你的发际线又后退了吧 变地中海了呀 持骨恼羞成怒 吵死了 这个也不要谈了 之前一样说好了嘛 这段剧情也是惊呆了 没想到持骨大叔 因为忘不了真子 竟然还是单身 感觉这对持骨 真的是有些残酷啊 回到腾泽的西元寺家中 恋终于跟母亲摊牌了 他告诉西元寺妈妈 下乡来日本的目的 就是为了寻找他的父亲 对此西元寺妈妈 并没有太过惊讶 他之前便隐约察觉到了 下乡可能在考虑 这方面的事情 恋于是问妈妈 那爸爸妈妈知道 下乡的父亲 现在身在何处吗 西元寺妈妈叹了口气 其实他们之前 就到处找过他 可仍然一无所知 你爸爸上个月 借着工作之余去了群马 也是想打听下 下乡父亲的下落 原来下乡的父亲 在连仓腾泽这边 销声匿迹后 好像暂时在群马生活过 西元寺妈妈还告诉恋 他们眼下总算是 有点线索了 但在取得确实的进展前 还没办法提供 给下乡什么消息 恋听到这里 整个人很兴奋 原来爸爸和妈妈 也在为了下乡努力啊 西元寺妈妈表示 那是自然的 自己早就把下乡将 当成了真正的家人 应该为他做点 力所能及的事情 转眼到了连仓 今天又是下雨天 下乡还在兢兢业业的打工 而就在这时 一群小迷妹们来了 竟都是练的同学朋友 下乡热情的和几人打招呼 看着下乡的样子 三人全都哗吃起来 也不知道练会不会 多出一个情敌呀 眼下离MFG第三站 还有两周时间 对于MFG车迷而言 又是一段难熬的空窗期了呀 六月下去 MFG卢之湖第二站结束了 一切都暂时回归了平静 练作为一个高中学生 其本分就是学习 然而在某个休息日 写下了片同恋这三个字 写完之后还连连赞叹 不错嘛不错嘛 比起自己原来的名字 这个感觉更好 也只能说 当女孩子有了喜欢的人 就会觉得对方什么都好呀 另一边 西元寺宅邸 西元寺爸爸很好奇 女孩去哪了 妈妈于是告诉她 快要期末考试了 所以恋和朋友们 去了图书馆学习 这样西元寺爸爸有点担忧 那孩子应该没有忘记吧 今天是说好的日子呀 妈妈认为恋不可能会忘记的 她会在道孙奇的车站 跟我们碰头 于是这次让爸爸放下心 脸说那就好 妈妈觉得她坐立不安过头了 现在还是上午呢 脸和若来终于结束了 图书馆的学习之旅 若来询问脸 是否还要继续之前的连仓探索 当然咯 脸肯定地回答道 其实若来也想过办法 为何不发到SNS的社群上呢 向大家征集情报 这样肯定很快就能得到很多线索 社群上热心的连仓粉丝有很多呀 可是脸拒绝了 她并不想这么做 那这照片拍的是下相的爸爸妈妈 怎么说好呢 脸思索片刻调整了一下措辞 表示对下相来讲 这是非常重要的 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 直接攻势在大众面前 感觉不太好 脸说自己不喜欢这办法 于是若来听到这里 也觉得有道理 话说好不容易来了连仓 不稍微逛过吗 去脚定通看看 脸知道若来这明显是想去那里看下相 因此有些小骄傲地说 今天很不凑小 下相不在哪呢 因为她今天是早班 若来也是惊呆了 你知道的蛮详细的嘛 下相的日程表你都背下了吗 脸连忙说今天是特例 因为约定了全家去外面吃饭 若来有些惊讶 所以下相也会到场嘛 脸说这是当然的呀 毕竟下相可是家庭成员之一呢 若来因此调笑着问脸 听起来不错呀 那若来也可以来吗 脸也是吓到了 敢忙说不行不行 一般来讲肯定是不行的呀 转眼到了下午时分 在道村骑车站 西元四一家和下相穿戴整齐 准备去聚餐 脸还特意让下相站在了自己和母亲中间 这里也是有点好奇 下相和脸是牵手的吗 应该是没有吧 此时一旁的西元四妈妈有些很不好意思 还因此问下相 这样真的好吗 那家店的消费稍有点高啊 脸也觉得要不让爸爸拿一半钱好吗 对她下相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不行 那样就没有意义了 她告诉脸 自己刚刚领到打工的薪水 所以不必担心 并且自己很开心 因为招待大家吃饭所用的钱 是我踏踏实实工作赚来的 不是比赛拿的奖金呢 西元四爸爸这边听了也很感动 但妈妈却已经流下了眼泪 让脸都觉得有些埋怨 脸盲表示 妈妈 别这么伤感了 难得下相有心招待 我们要更高兴点 于是妈妈转念一想也对呢 只是自己的心都被感动填满了 到底待会能不能吃得下东西呢 然而转场到了餐桌上 西元四妈妈简直是胃口大开 只现在端起酒杯 脸颊飞红 感觉自己开心极了 脸看了十分尴尬 老妈喝了这么多的葡萄酒 变得过于兴奋了呀 这时服务员过来招待 发现西元四爸爸 今天带了一个人过来 也是觉得有些惊奇 西元四妈妈也是喝大了 直接开心地告诉她 是的呀 我家丈夫的私生子被发现了 以后这位便是我家长男了 怎么样 非常帅吧 此话一出 西元四爸爸是尴尬的 脚趾甲都要抠出海景房了 脸盲让老婆不要再说了 要是真被人误会了怎么办呢 在厨房还在做菜的时候 脸赶紧陈其和夏相聊聊天 他告诉夏相 自己很喜欢这里的意大利面 还问夏相觉得如何 夏相也认为味道不错 他甚至认为这家店的味道 远胜于自己在伦敦 常去的那家意大利餐馆 不知不觉也就是夜晚时分了 夏相他们终于 酒足饭饱准备离开 西元四妈妈十分开心 心态完全放开了 还跳了起来 觉得今晚这次是一顿完美的大餐 自己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海风吹得我好舒服呀 脸随即还替妈妈向夏相道歉 对不起啊夏相 妈妈她要的葡萄酒太贵了吧 这里也只想说 脸现在是忘了夏相 其实是个千万富翁了嘛 夏相影儿练完全不用担心 只要真有此妈妈玩得尽兴 就是让自己最欣慰的事情了 而说实实 那时快 西元四妈妈忽然给了夏相一个熊抱 表示很温柔啊夏相君 恋在一旁静得木刀口袋 打叫着不要这样了 会被路人看到的 太羞耻了啦 西元四爸爸倒是没吃这样的甘醋 他感谢夏相今天招待的如此周到 你说我们家中的一员 只要你不嫌弃 一直住在家里也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按照日本法律 19岁还只能算个孩子 有时候也会希望夏相君 提一些任性点的要求呢 那样子会更让我和真有子高兴的 西元四爸爸还告诉夏相 这点你可以多向恋学习 恋给了自家老爸一个白眼 内心OS 老爸到底是指什么 恋可是个好孩子呀 他因此也立即吐槽 让爸爸在称呼夏相是不带君子 这样会更自然的 对吧妈妈 这下话爸爸着急了 不要在这里谈这个了 而夏相则突然来了一句 万分感谢西元四爸爸 这句话就把西元四一家 听得一愣一愣的 可夏相还在说着 自己也很感谢你的恋 恋起得很棒 拖恋的福 我的计划大成功了 恋忽然感觉内心有些不对劲 觉得自己被夏相感谢好奇怪哦 明明大家在得到感谢后 都非常开心呢 这时远处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 是电车来了 我们走吧 西元四家聚三后的一周 在香根收费高速 搭载涡轮引擎 换了碳纤维引擎盖的GT86终于登场 续芳坐在副驾驶上 听着耳畔传来的引擎声 看着面前的时速和转速表 续芳内心恐慌不已 只觉得自己下次再也不来了 这一路上续芳一忍再忍 可在一个弯道处 她还是忍不住鬼哭狼嚎起来 仿佛自己半条命都要没了 整个山谷因此都是她的尖叫声 就这样终于跑了一圈 续芳蹲在地上干呕 下向联盟问她有没有事 续芳现在感觉难受到不行 只觉得胃经卵 嘴巴里也全是苦味 虽然她不知道下向用了什么魔法 但也明白 这辆GT86已经完全变成另一台车子了 对此下向十分认同 她感觉这次的改装效果超乎想象 现在上坡三档的加速度 都要和之前二档是差不多了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86啊 有了此等爆发力 即便在甘露面上 也能咬住上位排名者们 而且平扭剧断操控起来也非常顺手 缠斗的话 这会是最强烈的武器 下向现在真心觉得 奥山先生或许真的是一位魔术师 下向内心激动不已 为了检查细节部分 她决定要马力全开再跑上一番 还让续芳在这里等上片刻 续芳蹲在地上没有接话 她发现下向的眼神变了 刚刚或许是赛车手下向的表情 续芳也很好奇 现在GT86做200马力 提到了300马力 但下向和奥山先生 真的能凭这车 干掉那些600马力的怪物吗 续芳其实还是觉得 SURPR是下向更好的选择 想跟山间的高速上 下向驾驶着改装好的GT86 在路上马力全开 还测试了一下飘移过弯 在山谷中 因此充斥着86令人亢奋的轰鸣声 相信下向在新的GT86的帮助下 在第三站 一定又会刷新大家的认知的 传承到了横斌市 恋员本和精子 以及真理慧约着出去玩 没想到真理慧居然爽约了 不过精子认为这样也挺好的 那家伙谈起事情来 啰啰嗦嗦讲个没完 老实说 跟他聊天稍微有一点郁闷 精子反而觉得 这次能慢慢地听恋 倾诉恋爱问题 也十分地幸运 精子很好奇恋爱中的恋 是怎样的一个人 反正我也不认识他 恋就大胆地谈谈 你们之间的风月事吧 而被精子这么一说 只要让我猜猜看吗 为什么呀 练表示很抱歉 但这也是很难 直接说出口的事情 他随即开始讲述 今年四月结束的时候 我家爸妈突然郑重其事地说 有个外国男孩将到我家住 我是独生女 听到不认识的男孩要来家里 当时感到十分别扭 精子听到这里也很认可 那是自然的了 就算是我也会感到不适的 不过他是哪个人呢 练表示是英国籍 不过是日本和英国人的混血 年龄十九 日语讲得很棒 而说到这里 练忽然问精子 怎么样姐 听到这里还毫无头绪吗 精子忽然呆住了 啊 什么 那个难道说是我认识的人 精子忽然想到了什么 惊讶地直接站了起来 大叫着莫菲生那个人 现在活跃于MFG的超级新星 练狱师终于害羞地低下了头 精子十分兴奋 这可是件不得了的事情啊 平复好心情之后 两人来到海边聊天 谈起了关于下象的事 练表示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 难免会看到他身上 很多缺点一样的地方 可自己却并不会因为那些 就讨厌他 反而越来越喜欢他了 精子因此也知道 恋是真的沦陷了 两个女孩越聊越欢 不过聊着聊着 恋就将自己内心的隐忧说了出来 他感觉根据天使条例的规定 自己的处境很不妙嘛 精子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就是喜欢他 这也没办法呀 况且恋又不是通过做天使认识他的 只是你有私交 他碰巧又是MFG的车手罢了 那样的话应该不算是违反规定 至于喜欢耍小聪明的真美就不一样了 那家伙的做法完全出格 不过话说回来 你现在还处于戏剧性的单相思中 真是不容易啊 这件事情暂且就作为 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吧 恋爽快答应了 精子随即也安慰恋 现在还是不要考虑多余的事情为好 就像个普通的高中生一样 用普通的方式 和喜欢的人相处就好了 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 我会帮你和经理交涉的 一定要抗争到底 大闹一番也在所不思 要知道 原不良少女可是极其恐怖的呀 恋被精子的发言吓到了 别呀 恋还只是单相思 不需要做的那种地步呢 在和精子谈了以后 练习情舒畅多了 不过转眼想到 离第三站开幕只剩四天 而每年半岛战斗很辛苦 日程安排乱造造一团 又正风梅雨季节呀 恋就特别担心 MFG的比赛日程 会撞上他的期末考试 恋表示自己试着和经理沟通过 排位赛的话 调换初赛日便可解决 但正赛日却绝对不允许请假 恋因此觉得自己 可能得参加补考了 精子也很同行恋的遭遇 可对此他也无能为力 只能安慰练应该没问题的 转眼到了7月上旬 真和半岛第三站排位赛 终于开幕 起点到终点 一共有17.4公里 赛程一共是5圈 田中央告诉观众 风光明媚的真和城街道 超高速区域和超低速区域 两者兼备 特程是布局复杂 沿途由海上渡桥三段隧道 四处高低穿插的入面 这条赛道在MFG的粉丝之间 有着极高的人气 因为临近考试 提前换班的七号天使 七元思练闪亮登场 他已经换好了天使服装 正对着镜头打招呼 在练看来 自己作为一个MFG天使 偶尔还是得对着摄像机 微笑一下的 镜头忽然转到选手们这边 目前车手们已经各就各位 田中央二表示 首先登场的是一号车石神 石神那些有些不甘 自己原本应该 在最终日才出场的呀 首日出赛 简直是耻辱了 不过石神也很快调整心态 只是再一次变成挑战者罢了 重新来过也好 向着顶点攀登吧 石神随机驰骋而去 紧接着出场的是 16号车选手巴朝祥 巴朝祥内心也十分紧张 因为他实在不想 再被自己妹妹调笑了 因此巴朝祥内心非常郑重 直到现在不是兄妹之间 和和气气的阶段 望确实在慢慢成长 可自己却在原地徘徊 所以拜托了路特斯 再和你相性良好的 真和赛道是反击吧 相性色色的车手 怀着各式各样的想法 驱车及时在真和赛道上 这是一场横跨 七天旷日持久的排位赛 MFG也排除了 神15的出赛日期 今天出场的是 石神风神以及巴朝祥 偏同夏向和北望 在第三天登场 相爷顺和泽渡光辉 排在第四天 至于贝肯巴尔 以及泰勒和汉尼宁 则排在了最后 转眼到了第二天 三号车大石出场了 望着真和的赛道 大石感到很为难 这几乎是一条 无法超车的赛道 假如排位赛成绩沉寂于下位 那到了正赛 想要提升名字 就异常的困难了 大石因为在卢之湖的退赛 所以没能拿到任何积分 他因此把这场排位赛 看得相当重 决定要放手大干一场 希望他不会又冲出赛道吧 此时在滕泽市内 因为还没到自己的出赛日 夏向正在巨方车行里 和巨方一起观看 MFG比赛直播 夏向看这画面狂飙英语 太酷了呀 蓝波基尼 就像狂风劲草般性感呀 夏向看起来很是开心 飙的英语也总算让人知道 他真的是一个英国人 巨方这次端来咖啡 表示明天就是大日子了 到目前为止的两站 我们的出赛日都很靠后 这次如此早的进行排位赛 会不会有点困难呢 在夏向看来 并不会的 哪一天参赛都一样 反正只要做好准备 把能做的事情 都做得最好就足够了 夏向想到这里 随即还有些兴奋 他告诉续芳 出赛日早也好玩也罢 都不会对自己的表现造成影响 续芳听到这里 也是有点吃惊 还发现夏向好像很兴奋 夏向也不藏着掖着 直说自己想试试 涡轮巴六的威力 所以这摩拳擦掌呢 想早一点到 真鹤赛道上比赛 望着夏向 跃跃于世的表情 续芳都不知道怎么说他了 总之是思维方式 异于常人 看来自己不得不 锻炼一下自己的精神力了 如果自己内心不够强大 就无法胜任 夏向的队友了 此时在真鹤赛道 二号天使 左腾真美内心有些难受 他正一边举着牌子 一边在想着夏向 为什么没给自己发信息呢 这时 大谷的奔驰 在无人机的带领下 正好驶过他的身边 就要进入一个隧道前 大谷内心十分紧张 感觉第二天就上场 实在太难了 根本没有目标时间 可供参考呀 大谷内心知道 自己必须得进攻才行 却很害怕跑得过于激进 会出现什么失误 连仓的大街上人来人往 夏向很往常一样 正在店里打工 这时店长就在叫了过去 虽说夏向明明已经请了假 但因为店内人手突然不足 店长还是希望夏向 能不能明天也来一下 至少来了下午 这里有些好奇 难道这店长不知道夏向要参加MFG吗 夏向有些发懵 连忙表示自己明天有其他的事情 想了想又说 如果明天下雨的话 应该就还是能过来 天气预报说有很大可能会下雨 这样吗 店长喜出望外 如果能来就拜托你了 真是帮社大忙了 转眼间 第二天的排位赛全部都跑完了 真和上空阴沉沉一片 乌云密布 看起来果然是要下雨啊 这天晚上九点多 在西元寺宅邸内 夏向又开始躺在床上 在脑海中模拟比赛了 只见他双目紧闭 双手做出握着方向盘的姿势 脚踩着油门 刹车和离合器 随着手的位置的变动 他的脚也配合着动作起来 这时 屋外已经下起大雨 这场雨从半夜开始 一直下到早智能还没有停下 为了选手们的安全 因此第三天的比赛 被早早终止了 于是大早上 夏向又表示自己要出去一趟 准备去上去的练很纳闷 今天不是有MFG的排位赛吗 为什么还要去打工呢 夏向表示自己的休息日变动了 店长说 因为梅雨天的关系 这种事情也是常有的 恋听了十分吃惊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所以夏向打工地方的人 不知道他是MFG的选手吧 两人随机就一起出了门 大街上 夏向还是保持以往的习惯 不喜欢打伞 戴着帽子就出来了 恋突然发问 英国有没有梅雨季节呢 夏向表示英国也有雨季的 恋因此还以为和日本一样 也是在盛夏之前的时候 结果才得知 英国的雨季 大致从九月开始 直至转年三月的复活节 恋真的惊呆了 九月到三月 好长 连续七个月啊 夏向表示英国雨季的时候 虽然不是整日阴雨连绵 却很少见到太阳 与之相比 日本简直是太阳与水的国度 太阳恋懂 可他很好奇 为什么要说水呢 夏向因此告诉列 在日本长大 你或许很难理解 英国的水是很珍贵的 连淋浴器的水压都很低 不节约使用的话 水箱很快就会见底 所以像日本这样 泡在浴缸里洗澡 完全不敢想象 在英国人看来 日本的用水程度 实在难以置信 像浴室和厨房 那样大的用水量 真的十分吓人 而且这些生活用水 还都是可以 直接饮用的优质水 英国人听到了 会直接晕倒的 恋听到这里 突然沉默了 原来英国的生活 意外的不太方便 夏向连忙便捷 认为只是日本太特别了 被这样丰富的水资源 所恩惠的国家 应该都没有第二个了 感觉这里也是有点夸大 日本人均水资源 并不算多呀 而听到夏向这么说 恋心里十分高兴 还连忙问夏向 喜欢日本吗 我还变得喜欢日本人了呢 恋忽然低下头 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明显是联想到自己身上了呀 对于这一点 恋自己也知道 因此还感觉 自己大概要恍惚一阵了 时间到了第二天 在直播间内 田中阳二寄静地 对着全世界 三千多万观众问号 表示时隔两日 真河半岛上空 虽仍有片片云朵 但已然能望见蓝天了 等候已久的第三日比赛 终于即将开始 田中阳二认为 本日最受瞩目的车子 不管怎么说 也是GT86 作为第一年参战的新人 片通下乡在两战正赛结束后 排名位居第五位 所以他在真河城街 这种技术性赛道上 又会做出怎样的表现呢 真十分期待呀 在临时尾场中 北元旺一上来 就和下乡热情地打招呼 还给下乡带了一件礼物 下乡有些尴尬 对于不太熟悉的人 尤其是女孩子 他实在是不知道 怎么应对合适 下乡有点好奇 里面有什么东西 北元旺因此 直接让他打开看看 没想到 里面就是一个护身符 旭方因此在旁边 看得羡慕不已 自己长这么大 女孩子话都没和自己 说过几次呢 北元旺告诉下乡 这可是相跟神社的护身符 那里供奉着胜负之神 每次比赛前 旺都会为自家的笨蛋哥哥 去神社求来 只要带着的话 能得到神明的助力呢 所以祝你好运呀 下乡 下乡对此很感谢 有些不知道如何报答 只能说自己十分感激 他也很好奇 我和你明明是竞争对手 为什么还要送我这种东西呢 看来下乡不止对日本的人情世故 对女孩子的心意 也知之甚少呀 北元旺也没想到下乡这么问 连毛说是那样吗 虽然赛场上我们是对手 但换个角度 我们不也是为了MFG蓬勃发展 而共同努力的伙伴吗 听到伙伴这个词 下乡瞬间瞪大了双眼 真是好响亮的日语词汇呀 他再次对北元旺道谢 也祝北元旺好运 整个过程中 续方都密切注视 两人的一举一动 他心里羡慕不已 下乡又到手一个女孩子了吗 正想着的时候 相爷瞬就驾驶着GTR闪亮登场了 还一下车就热情地和下乡打招呼 续方真的很惊讶 为什么瞬又在下乡排位赛场出现了呢 明明不是出赛日 他就这么闲嘛 难道连男人都会被下乡吸引啊 转场到起点位置 三号天使丽元精子已经做好准备 GT86自然也整备完毕了 田中阎对着观众表示 现在GT86停在了出发位置 追踪无人机现在起飞 离出发还有15秒 同学无种 续方和下乡联系 确认无线电信号如何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续方告诉下乡 在他看来 这条赛道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出发后 会立刻到达桥和隧道区域 因为视野会被完全剥夺 所以一定要小心行事 下乡表示了解 他其实也早在头脑中 模拟了无数次了 一旁 精子正举着牌子 目光灼灼地看着下乡 这就是练的意中人嘛 这让可爱的练神魂颠倒 朝思暮想 多可恶的小白脸啊 这里有些感觉 精子大姐只是有些忌妒吧 比赛进入最后倒计时阶段 田中央二激请发令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出发 下乡随即驾驶着GT86 如同离弦之剑一样冲了出去 田中央二看得很激动 连连表示 片头下乡的半岛战开始了 精子这边也已经回转了想法 望着下乡帅气的小脸盲 他突然感觉下乡和脸十分的般配 因此很想帮帮这对年轻人 也是以母心发作了 总之加油啊 片头下乡君 七元寺府邸 七元寺妈妈看到下乡出场后 就如往常一样告诉爸爸 自己没法观看 之后把结果告诉我吧 七元寺爸爸尴尬地点了点头 摁了一声 此时下乡正在隧道中急驰 田中央二再次告诉观众 真鹤在到出发后及时隧道 这段隧道内虽然有照明设施 但却被有意图地降低了电源功率 下乡终于从隧道中冲了出来 一瞬间被突然的光亮晃到了眼睛 田中央二自然知道下乡的众多车手的感受 从黑暗中冲出突入光之海 正是真鹤明雾黑与白啊 向夜顺在续方后方 也紧张地看着下乡的情况 只感觉刚刚真的好闪啊 看来就算像今天这样微阴的天气 海面反射的光还是很强烈 非常刺目 如果只是普通驾驶那也没什么 可是一旦油门全开 要处理隧道出口处的弯道 就会特别耗费精神 向夜顺知道 那种眼前全白的状态 甚至会被人吓得尿裤子的 并且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田中央二也在直播中表示 在车手眼睛习惯了明亮环境时 第二段隧道就又来了 在高速状态下 简直宛如地狱的入口一般 张开纯黑色的巨嘴 静候着猎物上钩 向夜顺知道 在这种地方形势简直糟透了 以他的GTR来说 如果在速度接近180的情况下 四轮飘移 因为暂时失明的缘故 哪怕在路线控制着犯一点点错 也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可看着下降从隧道中出来 又重新进入隧道 速度几乎完全没变 简直是稳弱老狗 旭方就有些好奇 为什么下降像是没事人一样呢 跑得这么坦然自若呢 于是向夜顺在后面看了也十分尴尬 只能知乌地说 可能到了下降此等境界 这种程度的麻烦 还是小菜一碟吧 说完这里 向夜顺突然觉得下降变得讨厌了 田中央二还在解说着 表示这一段隧道区域 被统称为午夜执行 而在这段隧道出口处的附近 就可以跑出本赛道全城的最高速 不过从那里飞驰而出 在前方 就是令最汉部位置的MFG选手 都感到害怕的超高速恐怖S弯 埃尔罗格了 赛道上下降还在急值呢 对于下降来说 明也好暗也罢 所有道路的情况 都已经硬刻在了脑海中 他仍旧高速冲锋 完全没理会所有的杂音 他就要进入恐怖的超高速S弯了 向夜顺看着这一幕十分紧张 他知道 这最开始的右弯道相当诡异 能允许的弯道极限 比看上去要低许多 要是入弯超速的话 就没法救回来了 下降 你的速度过快了呀 向夜顺不禁替下降捏了一把汗 此时的GT86已经冲到了右弯道附近 下降没有片刻的犹豫 以极快的速度冲了进去 眨眼间就到了颇道的弯心 可下一秒 GT86就整体滑到了左边 几乎就要撞到护栏上 向夜顺和旭芳因此震惊的无以复加 刚刚下降几乎是一瞬间 就从内线滑到了左侧的护栏 旭芳承受不住了 他刚还以为自己的心跳要停止了呢 以此还吓得流出眼泪 而向夜顺在惊讶过后立即冷静下来 他无法相信 GT86是在承受极限横向激励的状况下 抵达了上坡弯道顶点 因此面对即将到来的下坡 车子的合重几乎完全消失 所以刹那间就流畅地冲了出去 向夜顺知道 下降几乎是以最完美的状态攻略了这个弯道 他贴到了过弯速度的极限 田中央看到这情景也很惊喜 86号车轻松地完成了埃尔罗格 并且速度上和以前明显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收费路段马上就要跑完 再到下着内陆区域的前半部分逼近 沿着前路进发 向魔丸将从车子的左手处变为右手处 田中央也惊讶地发现 眼下GT86干净利落地完成掉头 他竟然 竟然暂定以三位通过 向夜顺听到这样的结果再次惊呆了 这是骗人的吗 他问旭方 听说你们装了涡轮 现在有多少马力 400还是500的 是300 旭方弱弱地回答道 什么 只有300马力吗 向夜顺听到这回答 惊得头皮发麻 只能连说下向好恐怖啊 仅仅增加了100马力 就能跑出如此效果 简直是前人从未曾达到过的境界 向夜顺心里有种感觉 下向已经把真喝的黑与白完全攻略了 旭方赶紧和下向联系 汇报了排名情况 下向表示了解 而向夜顺和下向看来 86的真正价值从现在开始才要体现 旭方实在无法想象 GT86还能更强吗 下向操控挡霸油门 紧张地盯着仪表盘 继续向赛道终点冲去 速度明显比前两战快了不少 田中央二连连表示 现在赛道以缓上坡的形势 向着旧真喝车站延伸 而GT86的加速却如此强劲 这已经不是NA车了吧 明显安装了增压器 终于 GT86能给片头下向提供足够的战斗力了吗 现在GT86在旧真喝车站前右转 田中央二再次吃了一惊 通过了这个检查点的GT86暂定二位 已经超过了三号车大时的节奏 看样子片头下向的快进机 还在持续呀 续方感动得快哭了 自己的86比兰博基尼更快了吗 而向业顺也一副震惊到极点的模样 自己也是赛车手 车手与车手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田中央二还在继续着 目前86通过此处之后 便是半岛区域的中心地带 年轻的舞者片头下向 正向这座难以攻陷的迷宫发起挑战 以现在86在低速路段 强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一号车的时辰 也应该已经到了他的射程范围内了吧 眼前又是一个弯道 下向俐落地换挡 再次完美地冲了进去 向业顺见此情景 终于发现了下向最厉害的地方 明明是在头一次跑的赛道 却能如同鬼魅般穿行 选择出正确的路线 然后毫不犹豫地踏下油门 对于下向来说 现在锁过弯道的前方 还有更前方的道路 都早已储存在他的脑海之中了 向业顺想到这里突然十分郁闷 他知道自己不管多么想模仿 只有这个是绝对模仿不来的 因为我的头脑不太好使啊 继续回到比赛中 紧错的住宅区风驰电撤 田中阳儿只能感慨 好快 真的好快 不过半岛区域 共有三处中央分离带 所有的岔口都是走右路更有力 而获得马力的下向 会作何抉择呢 现在八六马上就要到达 零海瓦的区域 此处极为下一检查点所在 请大家拭目以待吧 片头下向 究竟能追到距离第一的时辰多近呢 此时下向冲出一个弯道 正好来到了检查点的位置 竖竟一出 田中阳儿简直激动坏了 来了来了 下向居然越居暂定的守卫 这不可思议啊 MFG总部 工作人员都被下向的表现惊呆了 田中阳儿也在激动后察觉到 哪怕成为第一 86号车也没有放缓追击的脚步 眼下相对于一号车以下的选手 他领先的优势正在不断扩大 排位赛在进行到第三日而已 虽说MFG的主力选手 还要在未来几日才会陆续登场 但毫无疑问 GT86跑出的成绩 势必会给他们造成重压呀 同学屋中 旭方也很激动 他问向夜顺 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下向呢 向夜顺认为完全没问题 下向的意志比合金更加坚硬 于是旭方听到这话 就立即与下向联系 表示下向已经暂定守卫 跑得很厉害 不过不要太勉强自己 旭方说的时候声音小小的 简直是不敢和下向大声说话 怕影响他了 转场的东京涉骨 泽度也正在收看MFG直播 看到下向的表现 他的内心十分复杂 尼南着 从一开始我就说过 最可怕的对手 正是这家伙呀 而在赤板 贝克曼尔同样也则通过 直播观察下下的一举一动 他倒表现得有些淡然 不过是靠近我脸颊 飞来飞去的讨人厌的小虫子 又多了一只罢了 和泽度同样的对待 要是惹到我了 就直接把你打落 感觉这家伙吹牛 也是一点不打草稿的 画面再次回到真鹤赛道 田中阳二情绪激昂地告诉观众 现在GT86已经跑完了半岛区域 正向着内陆区域的后半段突入 依然维持着暂停守卫的节奏 不仅如此 半岛区域的区段记录 还被他大幅度刷新了 即便以赛道全程来看 赛道记录也将很快被突破 恐怖的片头下降 恐怖的来自英国的挑战者呀 听完田中的讲解后 旭芳和湘野顺都吓了一大跳 竟能打破整个赛道的记录吗 同样吓得养身的 还有西元斯爸爸 他心脏感觉也要停止跳动了 在东京六本部的MFG总部 10号也正在看直播 看着GT86的引擎盖 看着下降在路上的风驰电掣 他只觉得 这是恐怖的藤原拓海的爱徒 该来的男人 终究还是来了呀 下降一如既往的狂打猛冲 正在准备高速通过引擎弯道 只见他轻踩刹车 然后灵活地控制离合器换挡 动作一气呵成 又是完美的高速冲弯 GT86依旧挤走持续 看着下降紧紧地贴着路源线 田中阳也觉得 即便以外行人的眼光来看 也知道下降是把赛道的宽度空间 完全用尽 他在一直维持着 能够刷新赛道记录的节奏 前方便是隧道 穿过隧道后 终点线近在眼前 而就在说话间 GT86已经进入了隧道之中 就要出来了 田中阳看得十分心急 就想知道数据出来了吗 终于他大叫起来 数据已经出来了 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大事件发生了 下降凭借着犹如鬼神般的跑法 驾驶着动力 依旧相当缺乏的丰田GT86 跑出了令人未知疯狂的新记录 历史性的瞬间诞生了 片图下降让全世界的MFG粉丝们 欢呼雀跃 太厉害了呀 另一边 北游望看下下降的表现 内心也激动不已 或许是护身符真的是这么灵验呢 在所有人的反应中 西元四爸爸是最强烈的 他终于惊得昏迷了过去 MFG第三站排位赛 正处于最高潮 做出新记录的下降 顺位自然暂定第一 在GT86刷新赛道记录的一夜后 第四天的时间赛便要开始了 而此时在旭方车行 旭方还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中 他感觉下降干的事情 真的非同小可 从昨夜开始 就不断收到住客的邮件 自己也因此过度兴奋 还没能睡着 半夜还一条一条地给他们回复呢 不过这结果就是几乎整夜未眠 今天已经还稍微有点肿 旭方对着下降自嘲 现在的自己很难看吧 没想到下降有些杀人诛心 表示旭方看上去和平时没啥不同 果然这假话还是不太会说呀 旭方倒也没在意 反而告诉旭方 其实在排位赛前 奥山先生讲过 这次排位赛要瞄准五位 可你却直接把赛道记录给刷新了 这着实吓了大家一跳啊 结果听到这话 下降并没有兴奋的意思 反而告诉旭方 排位赛还剩下四天呢 这之后 速度快的射手会陆续出场 届时最终结果 就会接近奥山先生 致敬的那条及格线了 下降表示自己并不满意 昨天的表现 有好几处失误 时间应该还可以再缩短的 也只能说活该下降优秀啊 MFG第四天的比赛直播也开始了 下降坐在电脑面前 看着泽度的四号车出发 下降也十分惊叹 毕竟泽度光辉在炉之湖表现出众 差一点就把贝肯报尔逼入绝境 下降忽然想起自己之前 在收费高速上被他超越的事 从那时候开始 下降就明白 这位车手快的飞比寻常了 镜头突然切换给泽度光辉这边 他心情十分症重 因此还呢喃着 为什么我在这个赛季 会这么有干气 答案显而易见呢 天同下降 因为你来了 我沉睡着的豆芝西 已经从身体的四肢百海中苏醒过来 所以从今往后 我在这个世上的头等大师 不再是女人了 何必怨我呀杀奈 因为这才是我的真我呀 小天原中继基地人生鼎沸 田中阳二激情地告诉观众 昨天赛道记录才刚刚被刷新 今天能与之匹吉的泽度光辉就来了 果然不如昔日威名 超过记录零点一秒 暂定以守卫通过检查点 下降见此行景 一边吃着点心 一边感慨泽度很棒 他觉得GT86手动挡霸和拨片的差距 就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出来了 在承受强横向力进行换挡操操作的时候 左手从方向盘一向挡杆 不管怎样迅速也会损失时间 下降他也知道自己不能说出来 毕竟这样的话会让续方自责的 接续回到泽度的比赛 他已经进入了直线路段 没有丝毫犹豫 踩油门 拨动换挡拨片 直接冲了过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完成了直线路段的冲刺 进而转向弯道 向益顺在手机中看到这样的画面 中心的赞叹 下降也好 泽度也好 全都把动力不足的车子 操控得像自己的手脚一般 自己的路还有很长啊 而就在这时 工作人员来提醒他 还有几分钟就要上场了 向益顺赶紧起身 并来到了GTR面前 拜托了GTR 要回应我的期待啊 不过与其等车子回应 倒不如向益顺自己加油啊 田中央还在直播间激情解说着 看着泽度的表现 他连连感慨 在贝克巴尔和片铜下像登场之前 MFG天才青年车手这个头衔 非此人莫属 眼下看来 四号车泽度光辉 依然毫无保留地炫耀着 他这份存在感 外放出闪闪光芒啊 泽度继续在赛道上高揍凯歌 整个真鹤赛道 都笼罩在他那轰鸣的车身之下 震耳欲聋 直线赛道对于泽度而言 完全就是如鱼得水 弯道意识毫不逊色 田中央还很快收到消息 果不其然 泽度光辉又将赛道记录刷新了 不过刷新的幅度只有0.2秒 田中央与许多专业人士联系 感觉这种情况的最大原因 就是由于变速箱的性能差异所造成的 泽度知道结果后也有点失望 居然只有0.2秒 我本以为自己跑得还算不错 怎么回事呢 只能说越有实力 就越能感觉到下降的强大呀 终于轮到相爷顺出场了 他的表现将会如何呢 田中央也很期待呀 可此时的神风混混相爷顺 却有些信心不足 他感觉自己并不擅长侦贺赛道 这里住宅街区域不规则的弯道连续不断 又是黑与白的 无论如何都没法跑出好的节奏 然而相爷顺也只能稳住心神 继续向前猛攻了 第四天的比赛终于结束了 泽度光辉和片头下降分裂一二 第三名则是石神风神的宝石节 相爷顺指排到了第六 感觉也是有点可惜呀 时间又到了第二天 帘舱是阴雨绵绵 不过街上还是有些熙熙攘攘 大家全都打着伞 让大家显得有些拥挤 此时下降正在咖啡厅打工 两名吃瓜群众刚从里面走出来 其中一个小哥感觉 刚才那家咖啡厅的店员 很像MFG的选手片头下降 他的同伴虽然觉得也是 但理智还是告诉他 这不可能了 完全不是一个人吧 再怎么说MFG的顶级选手 怎么可能来这种地方 干着如此朴素的工作呢 片头下降可是总排名第五 你好好想想他赚了多少钱吧 他肯定正带着打扮艳丽的女人 在六本木一带玩耍 也不能怪他这么想 毕竟MFG选手 逢给诗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赤羽 大鼓 大石 泰勒等人 皆是十足的花花公子 更不用说只喜欢 17岁的泽度光辉了 因为连续三天的音语不断 第五日的比赛 比预定日期足足延后了五天 眼下比赛终于要开始了 今天轮到精子和恋的初期 恋突然问精子一个问题 原来恋在面对天使摄像机时 不管怎样尝试 也没法露出自然的笑容 显得总是很机械 所以究竟如何 才能笑得像精子姐一样可爱呢 精子脸一红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讲了好久才表示 怎么说呢 就是不要去想摄像机什么的就好了 而是想象一下 你最喜欢的那个人 就站在对面 你要带着最温柔的表情 跟他说早上好的那种画面 于是听到这里 恋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啊 我试着练习一下 见恋的表情如此用力 精子纳闷了 需要那么高的注意力吗 这其实挺简单的吧 恋这时也察觉到自己用力过度了 他有些郁闷 自己果然还是不行啊 那种表情只想让恋真正喜欢的人看到 精子听着也是一脑门子汗 这孩子真是毫无专业意识啊 他也只好告诉恋 算了算了 反正你都是靠一如既往的傲娇 赢得了现在的人气 所以不用勉强自己了 而在两人谈话之际 比赛已经开始了 镜头给到了13号车前缘和红 之后就是5号车版本雄大 两人先后在赛道上冲锋 田中阳有些感慨 排位第五天并没有发生什么 让人惊呼的事情 就这么平淡的结束了 到了第六天 在临时围场里 六号车的柳田拓也 驾驶着全新的宝马M4 闪亮登场了 赤羽见了有些好奇 你是换车了吗 柳田哥 柳田很实诚地回答 是啊 经历完前两场比赛 我明白了一些事情 车体庞大的M6 在转小半截弯道的时候 不够灵活 在看到新兴势力壮大之后 我忽然觉得 或许MFG将会迎来 小型化的时代 之前只要在排位赛上 努力跑 拿到靠前的发车位置 正在时利用 庞大的车身进行阻挡 并妥善管理好自己的节奏 做到不被超越 就可以拿到 还算可以的成绩 但是如今情况变了 怀着这般软弱的意志 就会被踢出局的 你也明白其中的道理吧 因为你在驾驶488的时间点 就已经是那种情况了 对此赤羽海人深表认同 还表示自己打一开始 就憧憬着这样的MFG 被全世界的目光注视着 要是没给大家呈现出 针锋相对的激烈大战 怎么可以呢 所以就算前车 只露出小小的破绽 我也会把车头插进去的 柳田听到这样的回答 并没有意外 让我说中了吗 总之 在坚步站小田园 被你以那种方式超车 我还没有忘记呢 既然被干掉过 就一定要讨回公道 赤羽连忙表示求之不得 两人随机相互碰拳 加油打气 祝对方好运 交流完毕之后 驾驶全新饱满M4的柳田拓野 终于冲上赛道 田中央而看到 柳田换了小车很是感慨 在MFG的黎明期 现在六号车柳田的节奏好快呀 转眼镜头又给到了 二号车的法拉利 赤羽海人内心呢喃着 一定要逮住片桶下向 这可是最令人高兴的目标呀 今年的MFG 感觉真的棒极了 赤羽海人随即 毫无顾忌地冲入了隧道之中 相信在片桶下向的激励下 他一定也会带来不俗的表现呀 而与此同时 在滕泽之的片赖江之岛 联合好友若菜刚出车站 坐在回家的路上 这里也要道个歉 一直以为是若来 没想到是若菜呢 此时若菜询问 练今天的考试怎么样 练那次有些郁闷 感觉虽然英语算是过了关 但是物理就糟了 然而听到这话 若菜十分吐槽 毕竟练一直这么说 但总能拿得好成绩 这简直毫无信用可言呀 练忽然觉得很无辜 表示人家这次是真的 是真的糟了 因为兼职的关系 自己一学期都没有 集中精力去学习呢 于是听到这话 若菜直接言语起来 才不是兼职造成的吧 不是因为下向吗 若菜一语道破练的心思 可练内心却想要反驳 表示虽然或许 有这方面的可能 不过练不觉得 就只是因为这个 练内心知道 如果是将喜欢上下向 当成使学习成绩 下降的借口什么的 那就成了最差劲的恋爱了 练忽然下定决心 自己哪怕为了下向 也得努力了 还剩两天 必须拼替全力冲刺一下 田中阳二还在播报 MFG第六日的情况 他看着在线观众数量 有些感慨 毕竟一般在这个时间段 观众数是会骤钱的 但这次却还是有很多 田中阳二因此赞叹 留下来的观众 运气实属不错 赛道上 正有劲爆的事情发生 初次三赛的新人 表现令人震惊 885号车 丰田GR Supra 他的名字是朱星赖鸣 到目前为止 成绩暂定第七位 镜头忽然切换给朱星赖鸣 赖鸣内心激动不已 感觉英国知名赛车学校也好 保时捷学院也好 法国流雀也罢 这些履历 全都不值一提 参加MFG必备的东西 是公路天分才对 而支撑我的脊梁股 让我傲然前行的 正是群马的骄傲 以完成关东最速计划 并创立MFG的高桥良界 为原点 一脉相承的公路最速基因 已经由高桥起届传承给了我 现在就让你们 见识一下群马的骄傲吧 赖鸣知道 既然自己来参加MFG了 那么攀登顶点 才是自己的目标 赖鸣随即一脚油门冲向远方 田中阳二对猪星赖鸣的表现 十分赞叹 考虑到排位赛已经进行到了第六天 还能有人脱颖而出 真的是意外之喜 自己手上没有关于 这位选手的任何资料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那个贝克巴尔出登场是七位 偏通下向出登场是15位 是勉勉强强的通过排位赛 而进来两人之后 大体上可以确定 这位选手也将在处女战中 一下子击身神15的队列之中 现在他正以暂定第七位的节奏 突入进了内陆区域的后半段 这名主持人真的会不知道 设定中刷新了秋名赤城 等群马地区山道记录的 朱星赖鸣吗 竟然和持骨他们都知道呀 许方也在电视前看直播 听了朱星赖鸣的表现 他紧张得满头是汗 可另一边的持骨和阿树 则兴奋不已 赖鸣是群马的骄傲呀 而在东京六本目总部 10号也正在收看直播 他对赖鸣最终能取得的成绩 十分好奇 虽然神奈川有被称之为 悬挂魔术师的澳山广野赛 但群马也有被称之为 神之手的松本修一 松本曾被梁界选出 作为赤城红日的专属技师 被那个啰嗦的梁界 以各种严苛的要求反复磨练 松本在D计划时代 担任下坡王牌的技师 如今在坠目计划 则给新加入的后辈 提供跑法和机械两方面的指导 10号忽然有一些感动 他知道这辆Sepra 便是洞溪公路的 松本修一的利索 并且这个熟悉的黄色 简直和奇迹的FD一模一样 10号感觉自己 真的是要哭出来了 只能说人一上年纪 就憋不住眼泪啊 此时画面继续回到比赛中 出兴赖名的Sepra 正在赛道上高速冲锋 排气声发动机的轰鸣声 响着天气 指尽它迅速又沉稳地 通过了一个又一个弯道 一路都是势如破竹 为了捍卫取马的荣耀 他是真的拼了 田中央二十分激动 这辆燕黄色的Sepra 披荆斩击撕裂空气 感觉MFG毕竟有一颗新星诞生啊 镜头再次给了885的特写 如同下象一样 它的过弯速度也十分犀利 朱星赖名人车合一 眼神坚毅 用自身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王者风范 六本部总部看了直播后 人生鼎沸 新人朱星赖名越居于暂定七位 这里其实也有些好奇 朱星赖名的第七名 不是比下象差吗 还是说因为首次参加MFG的关系 全部实力还是没有彻底发挥出来呢 天气晴朗 泰勒正驾驶着保时捷 在赛道上冲锋 他内心十分不安 因为下象的义军突起 以及朱星赖名的神兵天将 他只感觉今年的这个赛季好奇怪呀 有一个英国赛车学校出身的下象就够了 为什么一个群马乡下来的生面孔 竟一下子也机身排位赛的上位排名 他站了一个位置 肯定有人会被踢出来 现在变成保住姓名幸存站了呀 泰勒想到这里不由加快节奏 他可不想调出神石舞呀 转转到联仓这边 练和若菜又出来逛街了 练内心十分激动 眼下最终日的排位赛已经开始 与期末考试没有冲突 自己得救了 多谢天气之神呐 显而又显得避过了补考 这时若菜察觉到练的眼睛有点红 连问他不要紧吧 是没怎么睡觉吗 练回应没关系 自己昨天直到傍晚 一直在图书馆学习 若菜听得是相当佩服 你是回家吃过晚饭后才小睡了一下 之后是彻夜念书吧 我就知道 这种时候练的注意力真是高得厉害 若菜忽然自我吐槽 我呀 就算是在考试中 每天也要睡足六个小时 图书馆啥的更不会去 不过却依然精神萎靡 现在只有看到下象的脸颊 才能使我得到治愈呢 连听到这里立即岔开话题 那个 我们还是谈一点别的吧 若菜于是也没反对 表示自己的叔叔最近被车撞了 万幸没有受伤 他每年正月去神社参拜的时候 都会去买保佑交通安全的护身服 不过今年好像没有买 出事之后 就赶忙慌慌张张跑去买了 嘴里还念叨着 果然八番大师的护身服很管用呢 听到这里 脸忽然动了心思 他若有所思 原来他之前就考虑过了 看来自己也买一个好了 若菜因此直言 脸又不会开车 连驾驶证都没有呢 肯定是送给下象的吧 脸倒是没有反驳 表示下象一定会很开心的 毕竟下象最喜欢逛神社了 那我们回去时就到八番大师那里 若菜也一起吧 若菜连忙答应 反正他也是闲着没事 他只是有些好奇 考试完事以后再去不是更好了 恋只说那样不行啊 因为明天就要去约会了 此时珍鹤赛道上空 正洋溢着田中洋二的热情讲解 现在十二号车一登场 就成为了焦点所在 这场云集各路天宗之赛的竞赛 担任压轴的 果然是那个男人 最强最速的贵公子 米哈伊尔 贝肯鲍尔 眼下珍鹤的晴空与大海 把纯白的保时捷 映照得格外显眼 冠军作家的气势 显露无遗啊 镜头忽然给到贝肯鲍尔 此时通讯屋正好呼叫他 表示贝肯鲍尔的表现 到目前为止 都如计划一般完美 紧紧咬住了创下赛道 记录那两人的身后 差距是0.2秒 显然 贝肯鲍尔即便是在独自比赛 眼前也已经浮现出 下降和泽度的身影了呀 贝肯鲍尔那一切也十分郑重 他呢喃着 去年的这一战 是我第一次参加MFG 所以第二次跑的话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对手 都不会输的 最佳要留到最终区域 只有甘位 我绝不会放手 因为那可是纯粹的速度之争 贝肯鲍尔淡然地跑着 速度却奇快无比 田中央尔看了十分感叹 让人感觉不到攻势全开 才是这位车手最大的特征啊 眼下就要到终点了 12号车会更进一步吗 果不其然 贝肯鲍尔已经变成了 领先0.2秒 又是大家熟悉的那一幕 在最后的最后 一口气又把对手们抛开了 贝肯鲍尔将赛道记录更新 简直成为了MFG 有史以来的第一大壮举 MFG第三战半岛真壳排位赛 终于结束 贝肯鲍尔和泽杜 以及下相分裂前三 施宇则排在第四 朱星赖名第八 香叶顺在八超响后 排第十二 泰勒和大谷杨界 则是最后两位 在正赛之前 神事物众人还有一天休息时间 下相来到续芳车行 续芳感态明天多半是个晴天 下相听了很开心 一直下雨 也挺让人厌烦的 我也想在干地上比赛了 续芳因此很欣慰 不过他也很奇怪 明明在梅雨季正胜之时 可真喝的正赛 却总能是晴天 果然是MFG的 七大不可思议之一啊 七大不可思议 还有这种东西吗 其他的是什么呢 下相忽然很好奇 续芳有些被问住了 只表示每年水量 都会增加的瀑布了 还有不知为何 会突然扑向 特定车手的冠衣御工了 下相听到这里 完全不知所云 他随即起身离开 续芳不清楚情况 还问下相 你现在要去和练约会吗 下相胸红了脸 莲芳表示还没到中午呢 练还在学校 另外并不是约会 他只是陪着我去寻找寺庙罢了 续芳连忙露出一副 我什么都懂的表情 还有些感慨 真好呀 高中生 每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 心情就能爽得爆 在一个月以上的长假中 尽情欧哥的夏天 这种特权长大以后 就没法再次享受了 续芳真心羡慕 好想再当一次高中生啊 虽不曾有过恋爱的美好回忆 但就算如此 也特别喜欢暑假呀 在小田园的骗赖江之岛 练有些姗姗来迟 因此莲芳对下相道歉 下相表示没什么 自己也是刚道 因为发现练的气色稍微有点差 下相有些担心 这好几天你都没怎么睡过 我是知道的呢 练有些尴尬 莲芳说自己没什么 不用担心 考试万事大吉 练心情也好得很 所以走吧 练有些紧张 不知道护身符 啥时候拿出来好 但随即更尴尬的事发生了 当下相一转身准备乘车时 莲发现 下相的背包上 已经戴着护身符了 这样莲整个人都懵了 随即还赶忙问下相 这个护身符是哪来的 下相于是告诉莲 是MFG其他车手 当做礼物送给我的 莲因此内心意紧 追问下相送这件礼物的人是谁 是女孩子吗 莲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答案 下相感觉莲有些奇怪 反问莲为什么要关注这种问题呢 男性也好 女性也罢 这种问题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要知道 在欧洲参加同一比赛的对手们 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做这种事情 可是在MFG车手之间 却有像伙伴一般的团结精神存在 怎么说好呢 是非常新奇的感觉 莲有些不满了 你这是骗人的吧 肯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才不敢正面回答问题 下相于是只好表示不是这样的 自己才没有隐瞒什么事情 反而是莲讲的东西稍微有点过分 因为你不是车手 所以无法理解我们车手的感受啊 莲也是感觉受到了一亿点暴击 而就在这时 广播了 通知一号站台前往 肖魔大爷的电车已经抵达 莲这边已经流出眼泪 低声向下相表示对不起 我是不懂 做车手的女孩子或许就懂了吧 但莲又不是车手 莲十分委屈 让一旁的下相也不知道怎么做 莲表示自己虽然无法明白车手的心情 但想给下相加油的心愿是不变的 下相笨蛋 我不认识你了 说吧 莲就将特意求来的护身扶身在下相身上 然后转身一个冲刺跑开了 还说莲自己去就好了 你回去吧 别跟过来啊 下相在后面一惊赶紧捡起地上的东西 起身才发现是一个护身符 此时电车就要入站 可莲却却发现 自己难受的好想吐 因为睡眠不足又亢奋地跑了一段 在这种时候是贫血了吗 糟了 晕劲上来了 莲忽然支撑不住 身体不断下坠 眼镜就要丢入铁轨中了 此时前方电车正好驶来 下相真的满脸是汗 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了过去 迅速冲到了轨道内 电车师傅也吓了一大跳 连忙踩刹车 但下相已经在前车前面几米处 电车急驰而过 这时车站工作人员也收到警报 说有个女孩掉了下去 不 好像是个年轻的男子跳了下去 工作人员赶紧过去查看 幸好两人没事 下相正以公主抱的姿势 将恋拥入怀中 工作人员随即连忙打电话给西元寺妈妈 妈妈十分惊讶 得知没事才放下心 并赶紧道歉 好在因为是终点站 没对电车的日程安排 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工作人员表示 这次只需要通知监护人就够了 万象是您的孩子没有受伤 妈妈再三道歉并感谢关心 在挂断电话后 才不用内心一松 这搞什么鬼呀 真是的 一位贫血组站台上掉下来 会折瘦的呀 然而因为练的这一出 他和下相的关系 又会有怎样的进展呢 事后下相直接带着练回家 在西元寺妈妈的照顾下 练终于安心睡了过去 现在妈妈对下相非常感激 她听列车员在电话里说 当时列车的速度非常快 因此连列车员都觉得事情糟了 却没想到 就会有下相这样勇敢的年轻人出现 西元寺妈妈真心感谢下相 认为下相有着惊人的勇气 就是练的救命恩人呀 下相相有些害羞 也觉得这其实是自己的关系 于是联盟表示没这回事 那个时候 自己和练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 大概是惹她生气了 所以说我也有责任的 下相于是告诉西元寺妈妈 自己采取的行动 其实并没有真由子妈妈 想象中的那么危险 我们职业车手锻炼出的动态势力 可以准确无误地捕捉到电车的速度 当时绝对有安全余量 所以并没有什么危险 因此根本不必对我道谢她 结果下相话还没说完 西元寺妈妈突然就一把抱住了下相 她真的觉得这样的下相好温柔啊 下相是我们全家的恩人 这感谢的拥抱里 包含了真由子妈妈 发自内心的关爱之情 她实在是觉得这孩子太懂事 太靠谱了 转场之后 下相暂时离开了西元寺家 她一个人在街上毫无目的地走着 心情也有些沉重 其实她对西元寺妈妈撒了一个谎 那就是她虽然可以准确地 判断出电车的距离 但对自己的行动 能否赶得上电车 却完全没有把握 所以当时真的是显而诱显 因此运动鞋与电车铁轨相碰 产生的触感 到现在还没消失呢 下相不禁又伸出了自己的左手 原来她在抱住链 从铁轨旁坠落的瞬间 左胳膊肘撞到了一个 特别坚硬的东西 不过下相很清楚 能救下链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为此哪怕这条左臂折断 甚至被撕裂 也绝不会后悔的 下相想到这里 忽然又老脸一红 原来她想起了 在铁轨边上抱住链的感觉 那触感又软又轻 实在太舒服 太可爱了 当时还不由自主地想抱紧她呢 看来完了完了 下相要沦陷了呀 转眼一夜过去 MFG第三战正赛终于开始 链一路搭车来到赛场 心情十分复杂 自己喜欢的人 成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现在自己的大脑 还一片混乱呢 见练一整个无精打采 精子只好让练 把天使翅膀交给她 她来帮练装扮上 练对精子道谢 然而内心却还是百转千回 自己从早上开始 就没直视过下相的脸了 因为没想过要故意避开她 但行动却笨手笨脚的 甚至连谢谢这两字 都没能从口中挤出来呀 因为要是想开口说点什么 就很可能带出来哭腔了呀 练真的有些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下相了 比赛终于就要开始 又是属于田中阳二的讲解时间 今年也是好运连连呀 半岛站天气晴朗 真鹤上空万里乌云 战狼的天穷 让人不禁思索 梅雨带飘到哪里去了 为了这次的解说 我们这次请来的特别嘉宾 是邱山社先生 这里也是有些好奇 下次会不会请板金兄弟呢 他们的人气 应该比邱山社高吧 田中阳二在直播间中告诉观众 邱山社先生即便是现在 也依然热衷于挑战 全日本拉力赛金卡纳 还有房车赛 等各式各样的汽车运动赛事 他在公路赛车的驾驶技术上 具有颇深造诣 并且还在MFG建立之前 鼎力相处 现在也是MFG运营委员会 理事之一 田中和邱山社相互寒暄 待会就要正式开始比赛了 画面回到MFG天使这边 真理会跑来跟精子道歉 上次约好了一起吃饭 结果却没去 这让他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精子对此也并不在意 毕竟集市这种东西 谁都会遇到的 真理会于是有些尴尬了 原来那时候 他突然接到了前男友的电话 前男友用最温柔的语气 说想见他 真理会因此就怀着 复合的期待去赴约了 结果去了之后 既没去吃饭 也没去喝茶 只是把真理会带到宾馆 直接啪啪开站 然后就结束了 真理会想到这里委屈到不行 因为连开房的钱 都还是他付的 真理会心塞又火大 非常非常的火大 而吃到这样一个大瓜 脸和精子都震惊了 精子也只能拍着真理会的肩膀 感慨真理会的不争气 你是真的了不起 精子随即拉着恋离开 吐槽要是让恋这个恋爱中的少女 被真理会这愚蠢病毒影响了 那可就糟了 真理会听着心塞不已 这好过分呀 人家才没有病毒呢 请不要丢下我呀 也不知道经此一事 真理会之后 会不会再上前男友什么当呢 临时围场这边 旭方和傲山正在目送下向离开 结果下向欲言又止 最后才说 自己必须要向旭方先生和傲山先生道歉 昨天自己不小心伤了左手 来这之前一直是旭方先生驾驶 到围场之后 我坐在驾驶席试着移动挡杆 却痛感强烈 下向感觉自己没办法 随心所欲地进行换挡了 两人听了心理意紧 一种不好的感觉油然而生 现在下向从手边 向中控方向移动没有问题 因为可以肘部固定不动 只靠肩部肌肉发力前推 但是从中控方向 往手边拉却腾得不行 下向表示 如果是一进二和三退二 就要用到肘部 感觉完全无法坚持 所以自己也只好略过二挡 一挡后直接进三挡了 奥山听了立即急切地问道 三进四如何 下向表示也稍微的疼 因为肘部不必斜着用力 慢慢来的话就可以 一旁旭方忍不住了 满头大汗地问下向 方向盘打得开吧 下向回答还打得来 靠着右手的协助 就能让左肘乘出的负担尽可能小 然而旭方听了还是不放心 表示下向之所以能凭借 手动挡马的86 追上各路拨片车型 靠的就是那神乎奇迹的快速换挡 现在不止丧失这方面的优势 还无法使用二挡 既然反正已经没办法决胜负了 旭方因此和奥山商量 不如还是退下算了吧 硬上的话 导致肘伤进一步恶化 更加得不偿失了 奥山也十分慎重 但觉得不该由我们决定 让下向上也好 劝下向收手也罢 旁人说什么都是不负责任的 到底疼痛艰辛到何种程度 只有下向自己知道 所以也只有下向自己能够决定 奥山随即看下下向 表示你的判断 我们都会欣然接受 下向真的十分感激 觉得奥山的话给自己解围了 下向还是想跑 他很好奇 自己究竟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表现 发生什么也无所谓 不是想要比赛才来这里的 上到发车位置 就意味着无论被多少车超远 多么艰苦 都没打算半途而废 奥山注意到下向说到此处居然笑了 内心只能感慨下向内心太强大了 不愧是藤原拓海的爱徒啊 他随即就告诉旭方 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也只好在通讯屋默默注视着了 旭方还是很担心 他连忙对下向说 要是觉得不行了 随时可以收手 作为职业车手 选择弃权也是需要莫大勇气的 另外还有这个不太好 旭方指了指下向车内的护身符 在日本既会带着两枚护身符 神明会和另一位神明打架的 下向听了立即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日本居然存在那么多神明 太不可思议了 他赶紧将一枚护身符摘了下来 请旭方将这个放在他的行李中 旭方接了过来 直接上面写着相根神圣 赫然是北约望送的那个 果不其然 下向还是将练颂的留在了身边 下向因此还呢喃起来 练索学的神明要保佑我呀 此时在西元寺府邸 爸爸忽然有些担忧 他感觉今天早上的下向 似乎跟平常不太一样 讲话少了 表情有些僵硬 听他这么一说 真友子妈妈也觉得 还真是有这么回事 果然因为紧张过度嘛 毕竟排位第三 然而听了妻子这话 西元寺爸爸却还是有些怀疑 真的是那样吗 至今为止 排位也好 正才也好 自己还从没见过下向君 举止紧张的样子 稍微有点在意啊 眼下距离预定的开赛时间还有五分钟 田中阳二表示 自己即便主持了数百次MFG 依然是如往常一样 紧张感与期待感并存 倒计时这个过程真让人受不了 他忽然间问邱山社 终于要开始了 今天的比赛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呢 邱山社于是直接表示 自己最关注两位新人的动向 八位起步的朱星赖鸣 令人揣摩不透 具有未知的可能性 还有三位起步的片头下向 之前两战异常活跃 表现出众 在我看来 他是那种跑正赛 自身本领的类型 作为能够威胁到帝王贝克巴尔的急先锋 下向肯定隐藏着对应的破坏率 斯图加特尔的刺客 惊慌失措的样子 各位粉丝差不多都想见识一下了吧 对此 田中阳二完全同意 连忙回应片头下向 一直没有辜负过大家的期待 听着这两人的讲解 奥山和续芳头都大了 尤其是续芳 感觉既然被这么说了 那就没办法了呀 好辛苦 唯独今天背负期待 是一件艰辛的事情呀 出发前15秒 天使在赛道旁列队完毕 连还在想昨天的事情 他知道 昨天百分之百是自己的不对 连的内心向下向说对不起 你一定觉得我是个讨厌的女孩了 连的心在比赛结束后 坦承地向下向道歉 他只希望下向不要讨厌自己 要是真被下向讨厌 连就变成毫无是处的人了 世界将一片黑暗了呀 此时贝克巴尔的12号车 缓缓冲过发车位 下向也准备就绪 开过骑视点的他 内心十分紧张 不知道因为自己的手肘 会不会出现意料之外的事情 田中央二告诉观众 现在接连被吸入 漆黑隧道的神石舞队列 正虎视眈眈的盯着无人机 等待着信号灯变化的瞬间 终于 最末尾的七号车也穿过了发车位 正向隧道前进 此时信号灯一变 隧道内所有的车子 顿时错错落落起来 而就在这时 赤羽还是发现身前的下向出现破绽 立即驾驶着二号车 超过了机体86 这让赤羽海人自己都惊讶了 这是换挡失误吗 你这种程度的车手 怎么也会犯这种错误 田中央二也十分惊讶 他没想到比赛才刚开始 86就被超越了 可这还不是结束 他发现时神的一号车 也在向机体86袭来 是要在这里动手吗 转眼 一号车的车头 已经追到了86的尾部 但眼前刚好就是一个弯道 下向已经先一步插入内侧 田中央二也替时神可惜 只能感叹86在高速入弯的 威胁性十足呀 而更激烈的攻防站 将在到达黑与白之处展开 不知道后续各车又有何变化呢 奥山在通讯屋中十分紧张 他知道 一档拉到底 然后挂到三档 转速表指针会一下掉到3000转附近 而转速不超过4500 则加速迟缓 以怪兽军团作为对手的话 必将束手无策 因为没办法使用二档呀 续防也很替下向忧心 在无关起药的地方 被别人轻胸超越 很辛苦吧 这时下向这边 已经又进去了另一条隧道 一号车车死死地咬着它 为了加速摆脱追击 下向尝试换挡变速 结果却腾得汗如雨下 因此时辰又在转眼间追了上来 田中阳二见了也十分激动 在午夜直线处 一号车再次准备动手 500马力的水平 对峙六缸引擎异常强悍 于是在下一秒 时辰就超越了GT86 两人一下都非常紧张 现在四位五位名次互换 但看着保时捷的车尾灯 下向并没有放弃 他还在奋起持追 终于到了超级S弯前 竟一下子又追上了时辰的车尾 田中阳二只能感慨 这次是86号池的反击 靠着延迟刹车一追到底 没想到车头又超过时辰了 时辰见此紧张的满头大汉 你个笨蛋 前面可是埃尔罗格 这是自杀行为啊 然而下向显然没有退缩的意思 他一股挫气冲了上去 转瞬间就到了时辰前面 之后才踩下刹车 田中阳二看到这样的超车情景 十分激动 现在GT86再次举的领先 凶猛的一塌糊涂呀 秋山社也十分赞叹 天同下向很能干呀 这种不轻易将自己位置拱手 让人的气魄好强 令人非常欣赏 话说回来 GT86和去年的冠军 这般缠斗的场景 终于有想象变为了现实 真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场面 标志着新兴势力的抬头 是本赛季不可逆转的潮流 眼下先头集团抵达罚卡湾 抽飞道路结束 从这里开始 将是内陆区域的前半部分 此时GT86带着一号车 从路口转向插入 没想到下一秒 石神就发现 自己差点撞上GT86了 还好他反应及时 赶紧打方向让到一边 并很快再次和GT86并排 然后迅速反超 对于刚才的遭遇 石神真的觉得很奇怪 怎么回事 刚刚GT86突然失速 还得我差点追尾 田中阳二见了也很好奇 连连表示 绝眼一号车又到了86号车前面 这里真的是真鹤吗 在被称为无法超车的真鹤 居然出现了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展开 简直是前所未有啊 这里也不由得有些担心 下象因为自己的受伤 到底会排到什么位置呢 他能找到办法重新杀回去吗 作为曾经与脱海熬战多时的对手 邱山社自然非常专业 他隔着画面看出 下象的86好像有问题 毕竟下象起步冲刺时也是这样 GT86一档后的低速域 加速相当迟缓 可能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田中阳是好奇地问道 具体指什么呢 邱山社判断 大概是变速箱故障吧 无法使用二档的可能性非常大 此时镜头忽然轻荒到下象这边 下象十分紧张 他知道身后大师的兰博基尼 已经快追上来了 在这个区域 只需要用到三档和四档 所以即便是兰博基尼 下下也决定一定要保持速度 不能被兰博基尼轻易地超越 然而下象感觉自己的肘部好痛 他内心呢喃着 比赛开始这么久 好希望手肘能够早点恢复过来呀 眼下先头集团正沿着赛道爬坡 冲向旧真鹤车站 右转完之后 便会迎来半岛区域 田中央发现众选手的间距 正在逐渐扩大 目前头三位依然是贝肯巴尔 泽度光辉和赤云海人 下象排在第五 忠兴赖民在第八 而项叶顺被北渊王兄妹俩包夹 落在了第十二位 最后一位 则是开着奔驰AMG的大鼓扬戒 大鼓扬戒感觉头昏昏的 他内心后悔不已 觉得昨天得意忘形 在六本部和泰勒他们喝得太欢了 可毕竟都带着女孩 不能跌份啊 真和半岛的赛道上 替车轰鸣声不断 而三号车的大石 已经跟在下象后面很久了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GT86跑得如此不犀利 大石甚至有些不满 觉得就是因为被下象挡住 让前面的法拉利和保时捷都跑远了 可自己在如此狭窄的赛道上 又没办法超车 所以大石只能感叹 这就是半岛吧 眼下先头的两台车一路飞驰 田中央发现三位的赤鱼 有些跟不上节奏 他有一些惊讶 所以这是要重现 卢之湖GT的场面了吗 由12号车的贝肯巴尔 和4号车泽度光辉 进行一对一的厮杀 泽度光辉这时突然呼叫通讯屋 他想知道GT86现在在哪 却得知86的状态不对劲 排名正在逐渐下跌 实况解说猜测 可能是变速箱故障导致的 于是听到这里 泽度只感觉是在搞笑 他认为绝对不可能是这种低级的原因 这解说真蠢 手动挡加三塔版的够早 怎么可以那么简单就坏掉 梦华最好还是睡觉的时候再说 助手听到这里也有些抱怨 你跟我说的这些有什么用呢 他随机就断了通讯 泽度没有理会 只是内心还是十分不紧 他喃喃自语 怎么会这样呢 我本来还计划靠你来让德国混蛋动摇呢 毕竟除你之外 再没有第二个人 拥有能让那装枪做事的贝肯巴尔 惊慌失措的爆发力了 所以快点追上来呀 骗通下相 这里也是没想到 泽度是承认下相比自己强了嘛 除了先头集团外 其他选手自然也在争先恐后 转场的巴超翔兄妹和相爷顺这边 巴超翔和妹妹联系 要有三明治对象攻击 把九号车的相爷顺干掉 对此 北元旺早就准备好了 他仅仅跟在相爷车后面 三辆车的轰鸣声传到半岛上空 而眼前就是一个弯道 巴超翔一马当先就要展开攻势 于是相爷顺身在其中 突然就发现 巴超翔在一个弯道前降速幅度过大 他还有些奇怪 这弯道根本不需要如此谨慎吧 结果就在这时候 跑到了相爷顺的外侧 并火速和相爷顺并排 这下相爷顺终于慌了 糟糕路线被卡住了 而就在相爷顺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北元旺已经窜到了前面 跟巴超翔并排 相爷顺十分心三 你们别挡在我前面啊 如果自己刚才能粘住路特斯尾巴的话 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这时16号车又略微放慢了节奏 在一个弯道处 让18号车的北元旺领先 原来他们兄弟的三明治对象有一种战术 就是巴超翔可以根据状况 选择是否将自己卡在北元旺和后车之间 如今18号车北元旺跑到最前方 相爷顺就这样 被迷自己多兄妹彻底干掉了 他有些难以置信 同学物理的对手对他的表现也很诧异 连连吐槽你在搞什么鬼啊 被他们兄妹包扎的时候 应该更谨慎的选择线路和节奏才对啊 相爷顺自己也是又气又挠 自己之所以没能察觉到来自后方的杀意 是因为一只巨精会神的注视着前方 不过相爷顺相信 比急速的话 GTR绝对不会输 眼下他们已经抵达了一号岔口 相爷顺决定 在第二圈的午夜直线 一口气将这两台车都超越掉 可对于这说法 相爷顺的助手相当不满 你这说法如同败犬乱费一般 这里可是真喝半岛 怎么会那么容易就能超车啊 果然相爷顺的助手也不是一个擅长呀 北元跑到领先位置后 心情十分激动 他脸一红响起了片桶下笑 自从他参赛以来 能够破解三明治队型的选手 到目前为止 还只有自己的达定呢 因为相爷顺被超越 其实点上 眼镜小哥拜托精子帮忙调整排名板 精子尴尬地站起来调整一下内裤 在更换排名榜的时候 精子还由衷地希望 相爷顺一定要振作起来 难得相爷顺在这个赛季状态还不错呢 所以相爷顺和精子能不能凑一对呢 结束了工作后 眼镜小哥照例向精子姐提问 你最近烦恼的事情是什么 没想到精子直接开口 我呀最近没有烦恼 眼镜小哥立即尴尬了 于是精子微笑着双手交叉在胸前 表示当然了 我年轻的时候也和常人一样 有一些烦心事 但在某一天 我突然意识到 烦恼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 是无意义的事情 因此现在的话 只要每天有酒喝就可以很开心 所以我没有烦恼 精子随后潇洒地转身离开 表示抱歉了 没办法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 场外的观众看完这段采访之后 都情不自禁地感慨 看来精子姐已经醒悟 不愧是她呀 回到比赛中 目前前游和红的13号车跟着前队 已经抵达了2号岔口 前方有哪台车放慢了节奏吗 这可是提升排名的好机会呀 前游决定立即进攻 首先就是你了 版本剧 现在神15的队列 还在真河半岛前半部分的森林处穿行 先头集团即将冲出森林 到达领海拔的区域 比赛依旧焦着 精子这边察觉到 练今天的精神稍微有点差呀 他忽然问练 莫非是跟同居的那个人吵架了吗 练一整个惊慌吃醋 尴尬地反问 为什么你都知道了 精子一副了然的样子 表示要猜你的事情还不简单 你那张脸全都写着呢 精子想知道闹别扭的理由是什么 于是莲不由地低下了头 一副又想哭的样子 说都是自己的错 因为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事 粗意大发 结果精子听到这里 竟直接鼓掌掌豪爽的哈哈大笑 连连表示不错嘛 但这就是青春呢 莲看到这反应也不想哭了 瞪着眼看着精子 好像在看什么奇怪的事 另一边 田中阳二发现 贝肯巴尔已经从海鲜料理店旁的 发卡湾中飞驰而出 他感觉这次上外集团和中游集团的差距 倒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对此秋山社认为 是先途的贝肯巴尔没有太使劲跑 他在估算与后续车辆兼具的同时 拿捏着自己的节奏 看着去游刃有欲 因为此次与上场比赛不同 甘露面需要考虑保胎 不给自己制造多余风险 这就是贝肯巴尔 他的比赛管理策略 只以如何稳稳地取得胜利为基准 秋山社表示老实说 自己不怎么喜欢这种类型 强当然是强 可却没什么意思 而听了秋山社的讲解之后 场外的赤光观众也议论纷纷 这次的解说嘉宾 大概是讨厌贝肯巴尔 有话直说虽好 但作为解说者 这么干真的合适吗 田中央而继续关注着比赛的情况 发现NSX和前缘状态相当不错 就在一处左转弯道上 插入内侧 直接与奥迪R8并排了 秋山社对前缘的选择有些诧异 原来前缘选择动手的地方十分狭窄 不过他也知道 十三号车从开战开始 就一直十分积极 现在两人形成了轮对轮的态势 双方拼尽全力 是一点不客气 而转眼间 即使更上一筹的前缘 就已经超过版本的奥迪半个车头 两人因此都十分紧张 最终田园得到了回报 已完全超越落下这场竞争的帷幕 田中央而也十分激动 现在十三号车排名上升一位 已经排第九了 眼睛小哥又来到了MFG天使区域 要拜托练帮忙 练赶紧站好 一时间还十分尴尬 见此刑警 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们热血沸腾 毕竟要换的是靠下的板子 应该会被摄像机一仰脚排倒吧 他们就等着看恋的屁股呢 而当恋终于换好排名 眼睛小哥照例开始提问题 恋内心有些不以为是 觉得不会有谁喜欢看这种环节的 只能说恋还是太年轻的 排访问题和精子的一样 恋于是表示 现在最令自己烦恼的事情 是自己的心里像个小孩似的 完全没有成长 因为自己不谨慎的言语 导致身边的人有了不好的回忆 非常之不好 等事后冷静下来的时候 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恋说自己想变得能体恤别人的心情 因此令我烦恼的事情 就是自己没有成长 默默站在一旁的精子 听了恋的发言后 一脸的迷之微笑 他确实是明确感受到恋恋爱了 这就是青春呀 眼睛小哥听了恋的回答 表示自己知道 还告诉恋 真正差劲的人 从一开始就不会审视这些问题 所以有所自责的七号响 确实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恋有些受宠若惊 很感谢眼睛小哥能这么说 而各地酒吧里的宅男观众 对恋的回答也十分感动 这可真是个好孩子 特纯洁的那种啊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主持人是在耍滑头啊 表现得太酷了吧 此时赛场上 通讯屋的助手正在呼叫大师 表示有情报说 86号车因变速箱故障 而无法使用二档 你察觉到他有什么异常吗 大师有些紧张 回答看不出来 GT86完全是以平常的跑法在比赛 虽说上坡是有些磨蹭 但那也只是86号车本来的属性 助手于是又告诉大师 在住宅街的尽头 又有一个下坡上坡交界的地方 那时要退回一档 如果GT86在那里失速 就可以尝试超越 另一边的通讯屋中 奥山也甭提多揪心了 要知道 在排位赛的时候 下巷可是完美地攻略下了这个半岛区域 成为了区域记录的保持者 然而讽刺的是 今天在那里 却会成为片童军最大的软肋 毕竟半岛区域要用到的是二档和三档 乍看之下 下巷还跑得泰然自若 但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超出了常理 此时此刻 下巷他们已经快抵达了梯子弯道 大师在后面距离下巷越来越近 他内心十分慎重 现在梯子弯道到了 如果通讯屋的情报没错 下巷会在这里失速 他决定放手一试 只见他家带友们骗到一边 没想到不一会儿 就轻松跟下巷并排了 紧接着又轻而易举地抄了过去 大师内心惊讶不已 这是真的假的 当真失速了呀 大师终于惊绝 所以下巷一直不用二档 也能跑到这种流畅的程度 天童下巷是妖怪吗 田中央二看到这样的情景也激动不已 三号车大石和八十六号车位置互换 上升至第五位 下巷在自己擅长的半岛区域 位置不断下跌 处境是相当艰难呀 此时续芳紧张地和下巷联系 询问下巷有没有什么事 但下巷只是简单地回答没问题 然后就直接结束了 这样续芳有些揪心 球山社一直注视下巷的情况 他感觉只凭借刚刚的场景 就可以判断 GT86百分之百没办法使用二档了 因此下巷真的好强啊 竟不使用二档再跑半岛区域 让我上的话也会很头疼的 用三档通过二档路段 说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要面对的是扭力不足的绝望 这变速箱故障 反倒是凸显出了片头下巷的潜在实力 球山社说到这里 一时间激动不已 接下来的话也有些说不出来了 田中央继续播报着比赛情况 目前尚未集团完成了第二个180度转弯 从这里开始便是内陆区域的后半段 而他话还没说完 六号吃的柳田也渐渐追着上来 田中央惊呼出声 刚刚GT86好像失速了 难道六号吃的柳田就在这里上了吗 而果然在下一秒 柳田就擦着失速的GT86冲了过去 柳田此时的心情也十分难以描述 他也曾通讯无得知的消息 知道下巷没办法使用二档 所以对于以这种方式超越下巷 柳田也有些不好意思 绝对这次就不计胜负 自己作为弯道魔术师 以这种方式超车并非我的本意 和你弯道对决的胜负 在等到下次机会来临之前 就暂且先搁置吧 续芳在通讯屋看着这一切十分紧张 他大叫着 啊呦被干掉了 这里也需要使用一档啊 续芳随即有个下巷联系 关切的问下巷没事吧 下巷表现得很沉稳 还是回答了没有问题 但奥山注意到 从刚才开始 对于续芳的喊话 下巷就只会重复 没问题这一句话了 续芳也十分心塞和紧张 他感觉这就说明 下巷已经不想再讲话了 由此可见 下巷的手肘还相当之疼 连答复通话的精力都没有了 续芳不禁告诉奥山 这是自己和下巷搭档的第三战 但到目前为止 不管哪场比赛的下巷 都没有今天的下巷 给自己带来的冲击打 续芳与下巷合作了这么久 自然也知道 虽然华丽的技术也很引人注目 但下巷作为赛车手的非凡之处 却不在于此 而在于内心的强大 续芳认为 下巷不轻言放弃的信念十分坚定 埋藏他心中的强烈求生欲 才是下巷才能的原点 此时镜头突然轻换到885号 没想到朱星赖鸣 已经追到了GT86身后 所以拓涵与起戒的高徒 就要进行一对一对决类 片中央虽然不知道这点 然而两台丰田之间的竞争 两个MFG顶尖新人之间的竞争 已经足够让他兴奋不已 群岛现在前桥市的 巡马大学附属医院中 一个护士猛然喊道 朱川医生 集中治疗室有患者病情骤变 朱川赶紧回应 表示马上就过去 别让护士也将这些状况 通知高桥医生 所以高桥梁记 也要再次出场了嘛 继续回到比赛中 下巷和朱星赖鸣他们 已经跑到真和赛道的 主屋湾附近了 朱星赖鸣看着眼睛的GT86 目光灼灼 感慨下巷确实是气势十足 即便一度被六号车甩干 却眼看着又追了上去 而此时下巷还在 默默忍受着左手的伤痛 每一次的换挡操作 对他而言 几乎都是一种折磨 但他绝不放弃 眼下下巷夹在两车中间 眼前就是一个弯道 六号车的柳田 因此直接一脚刹车 下巷早有预料 他就直接油门全开 一把方向插入内侧 转瞬间 就与柳田的M4并排了 三人因此都异常紧张 柳田完全想不到 下巷还能追上来 下巷则是感觉好痛 至于后面的朱星赖鸣 则直呼高明 下巷根本就是 预判了柳田的举动啊 不过如此一来 场上形成了柳田和下巷并排 而朱星赖鸣跟在 两人身后的情景 田中阳而看着这一幕惊呼 下巷的GT86竟然在这里 在这悬崖上的 高速通道动手了 这完全令人不寒而栗 万一犯下什么失误 就要一头栽入 项目湾的海中了 邱先生没有关注这点 他只是觉得 柳田肯定没有料到 下巷会在这里动手 否则疏忽大意了 田中阳而表示 六号车还没有放弃 现在两者维持着并排状态 一起出入隧道之中 他很好奇 新旧弯道魔术师的对决 究竟会以何种结局收场 柳田此刻感到十分心三 驾驶得太吃力了 因为始终无法摆脱横向力 自己的500匹马力 连一半都用不出来 转到隧道出口 田中阳而发现 GT86和六号车仍然并排 朱星赖鸣在后面 也是十分紧张 感叹86在三四档路段 就变得如此凶猛了吗 这是好纯粹的公路直觉呀 朱星赖鸣终于确定 片铜下巷果然不是半吊子 不过这才是另外一位 取马骄傲的继承者 所应该有的姿态 田中阳而对接下来的结果 也很好奇 赛道的前方宽度将减少一半 无法容量两台车并排通过 这次意志力与意志力的碰撞 到底会是什么结果呢 终于到了窄路岔口 田中阳而发现 GT86已经超过了六号车半个车头 逼得没有占据位置的六号车 不得不选择退让 GT86因此重新夺得了第六位 丘山社对此也十分激动 他也想不到 在被称为无法超车的真贺 车处的排名就这么激烈地发生变动 而这一切的中心正是86号车 丘山社表示 天同下巷一直被认为在低速区域很强 但自己却从一开始 就对此抱有质疑态度 毕竟下巷在过去两战 下坡的低速弯道出一决胜负 这应该才是事情的真相 丘山社认为 天同下巷是个速度层次越高 越能发挥自身实力的车手 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今天的比赛 从起跑到现在为止的种种情形 应该就能理解 毕竟黑与白也好 爱尔罗格弯道也好 刚刚反超六号车的动作也好 下巷都敢于在其他车手 蠢蠢的风险地带动手 因此像片同下巷这样正规职业化的英才 如果只擅长攻略低速区域 显然很不合理 丘山社最后一锤定音 认为综合二论 不管在哪方面 天同下巷都很快 眼下先头集团正在穿越午夜直线 田中雅二惊讶地发现 预想中渐渐落后的二号车 竟始终保持着几个车位的距离 并没有远远落后 丘山社赞叹赤羽的意志也很坚定 明明第一战和第二战 都被上赛季排名在自己之下的两台车玩弄 却还是保持了不屈之心 此时只见赤羽继续跟在泽度后面 向着超级S弯冲锋 丘山社感慨赤羽对今日比赛的期望 肯定比任何人都要高 他就是一个加倍努力的热血男儿呀 目前尚卫集团已经接连通过了埃尔罗格 后面跟着的就是一号车石神 三号车大石 以及更后方的GT86和柳田 而田中雅二话还没说完 GT86突然甩尾 车头一下向着弯道出口 这让田中雅二惊叹不已 连望问丘山社 86号车漂亮的行车姿态一下子骤变 是故意而为之的吧 丘山社自然也是这么想的 这尽管看上去危险万分 但也说明了下线的控车技术坚如磐石 在午夜直线的隧道出口 项叶顺等三人终于冲了出来 项叶顺内心十分焦灼 自己依旧没能超运 且18号车和16号车在午夜直线位置互换 这是由更有马力的路特斯 拖着马力不足的阿尔法的作战吗 项叶顺对此也只能赞叹 八朝向兄妹真是好机智呀 然而项叶顺正想着 同学屋就突然骂了过来 助手对项叶顺的表现之后 非常的不满 你在搞什么呀 刹车的时候再努力激进一点 不就能冲进那两台车之间了吗 没想到听了这话 项叶顺就有些心虚的回复 认为在埃尔罗格近前太拼命的话 有点太冒失了 于是听到这话 助手连连吐槽道 这真不像你啊 你的神风之魂哪去了 项叶顺也是不敢回话 只能把话闷在肚子里 在下向三人这边 田中阳二发现 他们已经抵达了 第一个180度转弯 这里需要使用一档 结果田中阳二话音刚落 六号车就像是早有预谋一般 直接动手了 他直接插入GT86身侧 转瞬间就扬长而去 把GT86一下子甩开了 下向腾得满脸是汗 在回复徐皇没有问题后 又直接挂断了通讯 此时在发卡弯的另一边 项叶顺刚好看到了 下向GT86的身影 这让项叶顺很疑惑 刚才红色的车子是下向吗 明明是三号位置起步的 为什么会接到这个排名呢 项叶顺因此立即呼叫通讯屋 想知道下向的顺位掉了这么多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助手只好表示 好像是变速箱故障 这让项叶顺有些不敢相信 这真的假的呀 助手连忙告诉他 你的排名也只有13位 现在可不是担心别人的时候 还是先集中精神 先解决自己当下的难题再说吧 但项叶顺显然是做不到 还是继续想着下向的事 他感觉变速箱出问题不太可能 要是续方自己调整的GT86 或许还有可能 可如今有奥山先生鼎力相助 绝不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所以你到底遇到了什么呀 下向 项叶顺百思不得其解 由于场上排名再次发生变化 又需要出动MFG天神了 此次派出来的是真理会 整理完选手排名之后 他有些拘谨地接受 眼镜小哥的提问 现在最令你烦恼的是什么事呢 真理会犹豫了一会儿 终于表示自己 现在最烦恼的事情 就是体重不停地增加 渐渐胖了起来 眼镜小哥这次直话直说 表示那可真是有一点棘手 确实和春天相比 你全身的丰满度都有所增加 感觉整个人一下子都变了 眼镜小哥随即毫不流行 认为作为MFG的天使 真理会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因此还问他 有没有做过什么努力 比如去健身房什么的 真理会十分尴尬 慌张地回答自己这些都做过 但因为太辛苦 就没能坚持下来 而且限制饮食也让我很头疼 每次去便利店 都会不自主地买快餐和甜点回来吃 真理会说到这里 认为肯定是由于压力所致 要是有男朋友 所以还是男友目击中啊 眼镜小哥也是吐槽 那么无论何时 都在招募男友的真理会小姐 我姑且给你一个忠告吧 MFG秋季调查六位以下的话 来年会被炒鱿鱼呢 所以加油吧 于是真理会听到这里 立即惊呼 不要啊 自己还想当天使呢 吃瓜群众们看到这一幕 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过史浩倒是神情一下猥琐起来 原来他倒是很喜欢真理会这种类型 真理会不是也挺不错的吗 这么丰满的体型呢 下赛集应该还是会在的吧 继续回到赛道上 泽杜虽然跑在贝肯巴尔后面 却仍旧在注视着86号的一举移动 他呼叫通讯屋 想知道GT86有没有什么动作 通讯屋里助手对此十分疑惑 你怎么又问GT86了 你为什么那么在意他呀 通讯屋怎么都想不通 只表示GT86的排名不断下跌 现在处于第七位 泽杜听了十分失望 也有些紧张 所以还是不行嘛 怎么等都等不来了嘛 泽杜决定作战变更 要靠自己 把面前嚣张的德国佬抓下来 泽杜是打算动真格的了 此时镜头忽然给到二号车 赤鱼海人一脸正中 只知道自己绝不能被前两台车 再进一步拉开距离 然而他也知道 如果轮胎在最终阶段前耗光的话 自己就没救了 所以现在就马力十足全力向前推进的话 就会早早面临轮胎用尽的结局 因此现在还需要韬光养晦 赤鱼海人下定决心 自己绝不会让你们跑掉的 除了上游集团之外 其余的选手之间的竞争也十分的激烈 镜头忽然切换到大石带屋 他一脸紧张 原来是发现柳田已经在自己后面了 他也想不到 对方只是换了台车子 就能在这种蜿蜒曲折的地方追上来 果然还是强啊 大石那些有些担心 自己应该不会被超越吧 毕竟法拉立着宽大的车身 在这真和的半岛区域 是最强的挡路机器 不过大石真的能挡住柳田的进击吗 抛开柳田和大石的竞争不谈 下降和朱星赖鸣之间的争夺 也十分激烈 这时又是一个弯道 朱星赖鸣又发现 下降又是直接甩尾而过 他知道 这是在转弯的同时 用左脚踩出刹车 所以这是为了弥补三挡的扭力不足 而使用的技巧吗 在转向中 以右脚踩出油门的同时 左脚踏下刹车 既保持一定的车速 又能达成提高涡轮压力的目的 朱星赖鸣知道 科技发展到现在 对于现代改良的涡轮来说 已经不存在明显的涡轮延迟 可是结合眼下状况 下降还是要用这种方法吧 朱星赖鸣感受到了压力 他联想到 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 再不能使用二挡的状况 要怎么应对 毕竟在公路的攻略上 二挡可是神之党 赖鸣因此决定 继续在后面观察 他发现自己越跟在下降后面 越发现下降的技术 很让人着迷 倘若就这么超过 实在是太可惜了 所以这场丰田阵营之间的争夺 究竟会以怎样的情况继续进行呢 田中阳2和邱山社都没有想到 战局从一开始就会如此展开 在这杯欲为无法超车的真鹤半岛 超车却仿佛变成了常态 然而有超车这样的精彩时刻 就有相对平淡的对峙时期 田中阳2趁此机会 在直播间中还告诉观众 从香根周边直至项目湾一带 残存着许多记载的 原始物语中的史记 而真鹤赛到沿途 也有不少处这样的地方 比如在府市渔岗的高台上 静静矗立着的贵船神社 便是其中之一 根据刘存的记载表明 原来名为打倒平氏家族 而举其兴兵之际 曾在贵船神社进行护摸火器 以祈求战事得胜 田中阳2提到此处有些感慨 现在驾驶着钢铁之马的现代武士们 轰鸣出隆隆暴音 从贵船神社的山脚下急驰而过 他们肯定也会得到神社的庇佑嘛 MFG天使这边 真理会还在想着之前眼镜小哥的威胁 他因此有些担忧地问精子 不苗条的人 真的就是无法获得粉丝们的投票嘛 精子觉得不尽其然 他认为有个性的那些男粉丝 不可能只喜欢苗条的女孩子嘛 所以你还想接着做天使嘛 真理会当然不想放弃 他有一些尴尬的表示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想要一直做下去 而说到这里 真理会又有些兴奋 因为担任MFG天使的话 就可以在联谊会上 受到那些男孩子的喜欢呀 精子也没想到 真理会居然还想去联谊会 还要去找男人 真是没男人就不行了嘛 但真理会却觉得这是当然的 因为或许能遇到 命运中的那一个人了呢 真理会还表示 其实上一周的联谊会 自己也去了 天使成员之间关系亲近 不管谁都有所耳闻 只要爆出精子姐和恋的名字 就会引起激烈的反应 精子内心感到很无语 因为他和真理会 两人之间的关系 才不亲近呢 真理会似乎完全没注意到 精子的表情变化 还兴奋地告诉精子和恋 那些男生只要听到 精子和恋的名字之后 全员都会纷纷表示 哪怕一次 也好想跟你俩单独见面 真理会内心知道 他可不会让 比自己可爱的女孩 把自己比下去 精子无心理会这些 只是听到真理会这么说后 立马拍了一下真理会的头 真理会有些吃痛 连忙叫着别打了 精子于是才无奈地告诉他 你把恋的本名 随意炫耀到外面 很让人头疼啊 真理会正疑惑的时候 恋也有些严肃地告诉真理会 表示自己做天使的事 也只在学校里 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讲过 要是暴露给身边的人知道 会令自己感到很困扰的 真理会惊讶地瞪大眼睛 这样吗 我不知道呢 他还是十分疑惑 不明白恋为什么要对别人保密 自己在大学时 有什么秘密都会吹嘘 给大学同学听 那种被人关注的感觉 可让人开心了 这里也不得不说 真理会这个女人很危险 恋还是赶紧远离啊 继续回到比赛中 画面切到七位集团 田中央告诉观众 两台丰田正高速转过奎弯 从这里开始 直至赛道到达138号线之前 都是平缓地上坡 现在GT86几乎要被追尾了 身后的885号车 对下向释放出了巨大的压力啊 同学屋里 续方见到这一幕内心一景 感觉十分糟糕 他为下向捏了一把汗 因为炸的上坡 对下向和GT86而言 将是最大的软肋啊 奥山也是有些紧张 只觉得自己或许在当初 真的犯下了重大的判断失误 以这种状态比赛 那时候如果选择成Sepra 骗童军的手伤 就不会成为致命的弱点 然而现在恐怕已经无力回天了 眼下12号车 以及4号车组成的先头集团 正在相互缠斗 朱星赖鸣也还在追逐着GT86 通讯屋这时突然呼叫下向 原来助手觉得赖鸣 差不多该干掉GT86了 这里也不是玩乐的地方呀 然而朱星赖鸣却认为 下向这样高车的技术 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见到的 自己跟在后面 是为了学习 才不是在玩 对此助手也知道 于是还立马表示 只是如果以这个顺位完赛的话 必定会被奇迹先生训斥 赖鸣有些不甘 也只能说自己明白了 他决定在前方的梯子弯 GT86已经转过弯去 885号直接准备行动 只见他一个简单甩尾 下一秒就和86号车并排 虽然他替下向感到可惜 但迫于使命 也只能先走一步 田中阳二自然关注到了这一幕 表示885号车超越了86号车 这引人注目的新人对决 到此终于画上了句号 邱山社有些替下向惋惜 认为片头下向已经非常努力了 在不能挂二档的情况下 频繁使用左脚刹车 弯道也处理得很极限 应变能力堪称非凡 甚至被后车超越以后 还不断追击并实现反超 这样的情景 他已经让我们见识到不少次了 邱山社觉得 下向这份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和他的师父藤渊拓海如出一辙 听到这里 田中阳二联盟对观众表示 据说邱山先生和那位悲运天才 藤渊拓海 即使到现在也是滞交 邱山社也没藏着掖着 表示是的 去年年底他回国的时候 我们还见了一面 并且一块吃了饭 邱山社的回答 引发了田中阳二对藤渊拓海的好奇 想请邱山社多说一些 关于拓海的事 毕竟许多MFG粉丝 都想知道那些事情吧 下向的师父 可是被称为悲运拉力车手呢 没想到邱山社 听到这个结论 倒是有些不同意 他感觉常人说起拓海的不幸 一般是指他遭遇了严重事故 且最终没能留在WRC的舞台上 但如果就因为这些 就说拓海是什么悲运拉力车手 就大错特错了 毕竟所谓的幸运 并不是指最终的结果 而是追寻结果的过程中 所收获的东西 邱山社表示 自己认识的藤渊君 是一个看上去不知在思考着什么 令人难以揣测 如汪洋般深邃的男人 他心中潜藏着某种信念 并且这份信念十分强大 所以才能以二十岁的年纪 一无资金二无关系 只身前往英国 气魄着实惊人 要知道 当时他可是连英语都说不流利 也确实算得上是鲁莽 言语无法形容的困难接踵而至 数不尽的挫折等待着他 但童言拓海那强大 解不可动摇的信念与热情 最终打动了英国人的心 毕竟他就是一个 一旦握住方向盘出发 就能让所见之人不由分说 皆为之折服的男人 邱山社认为 童言拓海不徘徊躁躁 一直向着心中的梦想前进 就是一个幸福的家伙 不过话说回来 自己的幸福与否 本来就不是别人来定义的东西 大声宣扬自己是幸福的家伙 才像傻瓜一样 邱山社表示 自己讨厌那种人 人生的竞赛到此为止 方才能算结束 只要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刻 才能意识到 自己还蛮幸福的 这就足够了 藤原拓海作为永远的挑战者 对我来说 即使现在也是最棒的对手 邱山社说到这里又十分心三 表示自己怎么会输给他呢 那个混账东西 真是个令人极度的家伙啊 听了邱山社的讲解 事好也是一时雨色 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田中央也觉得 心中有些热血沸腾 想当面向他请教一番 因此又十分好奇地发问 他想知道 藤原先生如今还好吗 邱山社表示 当然了 精神简直和以前一样 连走路都带疯 邱山社随即还告诉他 拓海今天在英国结婚了 这里也是没想到 拓海怎么结婚这么晚呀 对象还是那个美家吗 田中央也听到这里 自然也很惊奇 连忙问是真的吗 那可真是件意外的大喜事啊 方便的话 能不能描述一下 对方长啥样 莫非是金发碧眼吗 邱山社苦笑一声 表示是日本女性 在藤原拓海车祸后 康复训练时期 一直默默照顾他的那个人 作为女性运动员 和我同样出生奇遇些 名字不能说 对方曾在女子高尔夫 日本学会赛上表现活跃 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人的 田中央也诧异了一下 显然是想起了一个名字 连忙想要追问 结果就被邱山社及时打住了 表示好了好了 不要再谈了 要是说出来 就肯定会惹他们生气的 拓海的私事终于聊完 继续转到赛场这边 下下的GT86明显又被人追上了 两车距离很近 下下能不能逃脱 真的很难说呀 这时邱山社忽然想到一件事 表示去年和拓海见面的时候 拓海说过这样一件事情 弟子中有一位极其优秀 与众不同的车手 想来体验一下MFG 参加一年就好 如今看来 其所说之人正是片同下相 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 确实是极为优秀 与众不同的呀 可听到这里 田中央也就很意外 一年就好 真的是腾元先生说的吗 邱山社表示 那时候他就是这么说的 这让田中央也稍微有点在意 表示片同下相的存在 对MFG来讲 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了 我始终坚信着 在未来的几年里 他将是以我为代表的 全世界的MFG粉丝 为之疯狂的车手呢 田中央也有些担心 下相明年就会离开 不过也没有再细细说下去 继续回到比赛之中 目前六位集团进入午夜直线 丰田GR Sepra 和超强马力的宝马M4 正在缠斗 朱星赖明对这六号车 柳天穷追不少 田中央也表示 半岛赛道最大的难关 埃尔罗格就在眼前 他很好奇 朱星赖明能不能追上宝马M4 这时 朱星赖明也神色十分正重 他已经锁定了柳田 就要下手了 果然下一秒 朱星赖明的885 从M4的尾流中冲出 两人几乎在同时进行刹车 不过朱星赖明显然更加激进 因此在超级S1 埃尔罗格的入口 他终于和柳田并排了 六号车柳田发现 朱星赖明居然想从外侧超车 紧张得汗如雨下 这也太小看我了吧 而朱星赖明也十分紧张 只是眨眼间 他的885就只比六号车 落后了四分之一的车身 弯道入口越来越近 没想到朱星赖明 竟瞬间甩动车尾 从外侧一口气冲了上来 不过过程中却有些不流畅 朱星赖明精神高度紧张 他这一招是播放 片通下相之前的招数 所以完成度还有所欠缺嘛 885的车身 几乎擦碰到了左侧护栏 不过无论如何 朱星赖明还是做到了 他成功超越了六号车 田中雅二惊呼一声 就在刚刚 邱山先生关注的新人 终于开始崭露头角了 现在咱在前方的就是三号车 虽然GT86状态不振 好在与之相对 新人朱星赖明的存在感爆炸 田中雅二甚至感觉 这次比赛中 片通下相怕是要敏然中人了 通讯屋中 续方内心十分煎熬 这是开什么玩笑 你们明明啥也不明白 下相要是没受伤的话 怎么会被逼到这种程度呀 动不动落泪的续方 感觉心塞不已 他替下相打抱不平 下相可是在排位赛第三天 跑出赛道纪录的车手呀 如果能发挥出当时的状态 他必将一技绝尘的 因为他是天才冲刺者呀 画面忽然切换到 GT86和13号车这里 田中雅二发现 在爱尔罗格这里 86号车真的好快 前游和红对此自然认识的 更加清楚 只觉得下相太疯狂了 这速度不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呀 邱山社认为 纵观真和赛道全程 选手们最讨厌的地方 恐怕就是爱尔罗格 以最高速从隧道中飞驰而出 冲入极上坡的同时 还要应对转弯途中 坡度突然转下 对于缺乏下压力的市售车而言 车体发飘很容易造成失控 于是说到这里 田中雅二很想知道 为什么当初要把道路设计的 如此危险呢 邱山社再一次苦笑了 表示真是一个傻问题 40多年前海岸路线被设计之时 就没有人会想到 后时将会出现一群 以200加石速通过这里的笨蛋吧 毕竟以正常的行驶速度 是绝对安全的呀 而且这里景色很美呀 眼下GT86带着前沿和红 通过了第一个掉头弯 田中雅二表示 这里是一档区域 果然如之前说的一样 86号车加速迟缓 而他话语刚落 前沿和红就已经追上了GT86 片头下向又被迫后退了一步 对此田中雅二只能感慨 谁能想到赛事会如此发展呢 超级新人处境艰难呀 西元四宅底 爸爸忽然想到 莫非今天早上的夏将军 就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吗 所以表情才十分凝重嘛 如果是的话 当时的态度就能够理解了 西元四爸爸忽然叫了一声妻子 想看看妻子的意见 却没想到妻子竟不在 这让他内心更加不安 不知道下向既然知道了 自己会遇到麻烦 却怎么没有对策呢 难道麻烦不在于车子 而是下向自身的问题吗 难道是为了救恋 而飞奔向行驶中的电车时 发生了什么吗 西元四爸爸此刻 几乎化身为名侦探 竟真的推测得八九不离十 转场到下向这边 他已经被版本追上了 下向默默注视着 挂在车上的护身符 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而版本也意识到 下向好像没办法使用二挡 自己这台车排气量超过五升 扭力澎湃 就算以三挡通过二挡区域 也是轻轻松松 对于追赶没了二挡的GT86 完全就是致命的 眼下下向几乎穷途末路 如果再被超越的话 就落到十位了呀 难道下向这次是真的 没有一点办法 只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了吗 眼下比赛还在激烈的进行中 田中阳二发现第二的泽渡 还在死死追赶首位的贝肯鲍尔 为了学第二战之辱 泽渡真的渴望能够取胜 现在他们已经跑完 第三圈内陆区域的前半段 从这里开始 将会是半岛区域 两人的争斗将会更加焦准 田中阳二认为 泽渡光辉不会让比赛就这样结束的 吸收了卢之湖败北的教训 他肯定在算计如何攻略掉贝肯鲍尔吧 丑山社认为 与正统派的贝肯鲍尔相比 泽渡是个歪点子更多的人 简直是像蝙蝠侠里小丑一样的存在 他应该正谋划着 怎样推翻这一切 让局势逆转 不过眼下泽渡显然还在寻找机会 除开首位的争夺 目前最弱点的五位争夺站 没想到885号的朱新赖明 在超越了下项之后 竟转眼间就贴住了三号车大师 大师感到很头疼 又有奇怪的家伙冒出来了 这个新人会搞点什么 完全猜不透 要防守好难呀 此刻朱新赖明已经锁定了大师的三号车 超越很可能就在一瞬间 转场的另一边 镜头突然切换给了GT86和奥迪R8 由于手肘受伤 下项每次换挡都很痛苦 然而在苦痛中举步维艰 却坚持比赛的下项 其内在却已经开始发生了某样变化 甚至因母亲死后而有所模糊的焦点 因一年的空白期而不知所以的茫然 也逐渐显现出了清晰的轮廓 一度因为母亲的顽固 导致下项进取心丧失 意志不够坚定的他放弃了心爱的赛车 放弃了参赛 经常闭门不出 深陷寻找自我的失败漩涡之中 找不到迷宫的出口 心理状态被这些东西逼入了绝境 眼下下项心中迷惘之物 被逐渐剥离殆尽 最后只剩下两样东西 一是从小时候开始 便席得记录于身体中的赛车手本能 第二样 则是赤裸裸而展露出纯粹的斗争心 在这两种东西的加持下 此刻身处逆境中的片头下项 反倒是重拾了自己的信念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然而即便如此 即便是完全复活回来的下项 还是要面对无法使用二档的沉重现实 这依然是阻挡他继续前进的高墙 后面身在半岛上继续回档 镜头忽然又给到了三号车和丰田Supra 两人目前已经抵达了三号岔口的弯道附近 而他们的争动也终于开始了 只见朱星赖明当着三号刹车的时间 竟插入左侧道路 转眼间就到了三号车身侧 田中央二看到这里激动的笑了出来 885号车竟然在这里动手了 真鹤的三处岔口都是走右侧更有力 可朱星赖明却选择左侧 从左侧的灌木丛中冲下了前方 这场景着实让人意想不到 眼下压力给到大师和朱星赖明 两人都很紧张 转眼间双方道路再次会合 朱星赖明也几乎到了大师并排的位置 究竟是大师守住自己的位置 还是朱星赖明反超呢 前面就是一个左转弯道 田中央二也没想到 双方竟然在这30万并排了 竟是轮对轮 两车共同挤进了狭窄的车道 大师竭尽全力想要守下当下的位置 可惜就在下一秒 还是885号车超越了大师 率先向下一个弯道冲去 田中央二激动不已 885号车就跑到前面去了 这凶猛的超车 看来新人朱星赖明 并没有被常理所阻挡呀 田中央二激动的无以复加 连连表示 初登场的新人干掉了上年度的第三 所以第三车的风暴中心 因为这好像有些不合常理 邱山社也表示 半岛区有三处岔路口 不管哪个都是走右侧更有力 可刚刚的三号岔口 相对于其余两个 却有些微妙的不同 对于排位赛那种时间赛 记录行车线确实就在右边 但在正式比赛中 一旦下入缠斗 选择在左侧 也是可以创造出超车的机会的 只要在抗衡横向力的同时 又能充分减速 就能在前方的30弯 抢占有力的内侧 邱山社因此认为 朱星赖鸣是当断立断 其超车的手法很完美 而因为朱星赖鸣的超车 镜头就又转到了 MFG天使之间 感觉在MFG里 天使的戏份也是真的多 都有些抢戏了 这次是双马尾的谋会更换排名 工作完毕后 又到达了提问环节 眼镜小哥表示 之前的问题已经问过了两次 那就换一个轻松的问题吧 第三站侦喝结束之后 MFG将进入为期一个月的下修 关于下修 有没有什么特殊安排呢 谋会表示 自己约定了和朋友去北海道玩 因为是第一次去北海道 所以自己十分期待 亮丽的景色也好 好吃的美食也罢 预计会带回来很多照片 盟会因此还对自己的粉丝表示 希望大家多多查看 并点赞留言 谢谢大家了呢 而听了盟会的采访 精子一股鄙夷的眼神 甚至还立马嘲讽起来 肯定都是些坦坦咕咕的照片吧 只能说这家伙为了幸存下来 也在拼命呢 继续回到比赛中 在朱星赖鸣成功超越了大石后 目前五位集团 已经驶入了领海拔区域 三号车渐渐跟不上了 田中雅二激动地表示 885号车 已经快要追上一号车了 如果他能够突破这里的话 将会成为大新闻啊 通讯屋这边看到这样的情景 赶紧呼叫石神 表示后面有台 节奏很快的车子在逼近 请小心应对 石神很好奇来人是谁 助手表示 是一名名叫朱星赖鸣的新人 得知又是个新人 石神忽然觉得头很大 这一个个的 都是哪里冒出来的呀 石神十分紧张 可很快也在内心自我打气 你们这些不知恐惧为何物的新人 把MFG的残酷告诉你们 也是我这个老车手的职责呀 感觉石神也是连颇老矣 下一届也不知道 还会不会参赛呀 与此同时 在车队末尾 八朝祥 北渊望 以及项叶顺的斗争 也正在持续中 三车距离很近 超越只在片刻之间 此时八朝祥有些紧张 因为在他的印象里 如果是往常的话 项叶顺会更积极地猛攻过来 可现在的九号车 却意外地老实 这股沉着冷静不躁动 根本不像他呀 但这反而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 相比之下 通讯屋对项叶顺的表现很满意 连连说着这样就好 他告诉项叶顺 在这半岛区域 不管是对八朝祥兄妹 怎么重追猛打 也无法冲破他们的防御队形 只会白白消耗轮胎 一定要下定决心 将社府留到中盘 在那之前 就维持这样的节奏 保存好轮胎吧 在我发出进攻的信号之前 一定要管住自己 感觉对助手权力也是有点大 原来因为项叶顺 总是无法改掉急躁的毛病 之前的灵学院 就紧急派遣魔鬼教练 入主了项叶顺的助手通讯屋 也不知道项叶顺 会不会觉得脸红呢 总之心大的项叶顺 有了这样专业的指导后 果然也是收到了效果 他现在正在按照教练的计划 一直老老实实地 跟在八朝祥和北洋的后面 等待超车的最佳时机 另一边 下枪和版本的缠斗还在继续 此时通讯屋忽然呼叫版本 让他在狭窄的半岛区域 千万不要乱撑枪 86号车到梯子弯道 一定会失速 所以请变换路线 从内侧超越他 版本听到这里 忽然感觉神清气爽起来 看来自己的排名又能提升了呀 他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通过梯子弯道超越下项了 那是钱 是名誉 是美女啊 现在神石武队列 全部都进入了半岛区域 田中牙认为 以比赛的总理程来看 第三圈的这附近 正是赛城的中间点 要做冲刺还为时尚早 虽然中游集团里 激烈的位置变动依旧频发 但真正的比赛的开始时刻 它是要等到第四圈的中盘以后了 那时候 尚未集团中必定会发生些什么 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吧 镜头又切换到了版本和86号车 5号车奥迪尔巴 已经死死惊着下项 看到是这种情形 奥山都坐不住了 感觉真是可恨的 被后方的5号车 这么从容地咬住了 不过也理所当然 对方可是有5.2升620马力 GT86在上波太被动了 而这时 续方也意识到了 版本想等到梯子弯道在超车 那样的话 下项就变成第十位了 一想到这儿 续方就变得极其不甘心 毕竟下项可是从第三位起步的 这样下去的话 到最中全 甚至会掉到最后一位 奥山认为这种可能不是没有 但即使如此 下项肯定依旧会咬紧牙关 坚持到底 知晓真相的我们 也必须要看到最后了 用我们的眼睛 好好见证这一切 两人明显还不知道 下项内在的变化 内心完全激活的下项 肯定不会干预落到最后的 田中阳2自然也发现了 下项这边的情况 只感觉九位集团的GT86 和5号车 简直像是被缝在了一起 这两台车 沿着紧凑的住宅街 向梯子弯道急驰而去 一路带起无数烟尘 就这样在片刻之间 双方就来到了梯子弯前 而看着眼前的弯道 版本内心一灵 感觉是时候了 动手吧 于是在过了弯道之后 直接版本主动发起了攻势 加快了速度 续方紧张地满头大汗 下项要被干掉了 好不甘心的 镜头转到下项这边 没想到就在这时 奇迹发生了 与之前几次不一样 GT86的轮胎抓地力 瞬间提升 没有延迟 下项居然火箭加速 守住了自己的位置 同学屋内 续方和奥山惊讶地 无以复加 刚才这是关键时刻的 火箭加速呀 续方震惊地不相信 自己的眼睛了 连忙转过头问奥山 刚刚的事 奥山也立即表示 毫无疑问 他使用了二党 于是听到这里 续方更是焦急不语 他立即联系下项 想知道下项刚刚做了什么 是用蛮力挂入二党了吗 下项听到问话之后 赶紧回答 表示刚才他自己也认为 要被干掉的时候 左手却不由自主地 把挡杆敲进了二党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但总之续方先生 我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 续方天天呆住了 追问下项 你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完全听不懂啊 说些我能理解的话呀 然而下项也表示 臣妾做不到 因为我自己也不懂啊 眼下DT86在慢慢加速 又一点一点 甩开了与版本的距离 下项驾驶的车子 感觉一股像是暖流一样的东西 从副驾驶那边传来 那东西将他的整条左臂包裹住 疼痛就这样难以置信地消失了 所以下项这是精神超越了肉体吗 他又要重新向自己的位置 发起冲锋了吗 目前下项依旧领先版本 就这样到了第二个180度掉头弯 下项仿佛有如神助 就神乎其气地开始灵活换挡了 从三挡到二挡 再到一挡 他似乎又回到了最巅峰的状况 瞬间又率先通过了只掉头弯道 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恢复之后 下项也赶紧通知许方 自己准备复仇了 许方完全不敢相信 他急地告诉下项 等等 不要这么做 冷静一点 把现在的名词保持住就可以了 拜托了下项 不要给轴部增加负担呀 结果下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不要 我要把目前为止超过我的车子 全都反超过来 不会让比赛就这么平白无故地结束的 看来下项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一连场回归的恶战 已经势不可挡了呀 眼下整个山谷都充斥着下项和GT86付出的轰鸣声 但续芳却被下项的豪言壮语吓了一大跳 因为在续芳的脑海里 一直以来都认为下项是一个好孩子 可如今的他 却突然变成不明事理的坏孩子了 至于版本这边 原本还洋洋得意地 想着在梯子湾超越下项的GT86 借此来提升自己的排名 却意外地计划落空了 还看到下项拉开了与自己的距离 因此 他的表情变得像吃了黄脸一样难看 他很不甘心 难得要我一直板着一张苦脸吗 下项这边也是知道 做个好孩子 只当聪明人是无法突破当下困境的 所以也希望能看到下项犀利的反击 希望他能早点回到自己的位置呀 画面再次切换之赛道起点位置 目前仙头集团又重新回到了这里 依旧是12号车贝克曼尔领先 4号车泽渡光辉 和2号车赤鱼海人追击 不过与之前不同 田中阳儿明显感觉到 这次赤鱼法拉利的轰鸣声 明显又高了一个台阶 他加大了对泽渡和贝克曼尔的追击力度 也跟着进入了赛道第四选 而跟着他们后面的 就是1号车石神 和885号车朱星赖鸣 这是属于上年度冠军 和超级新人之间的机动 田中阳儿继续播报排名情况 现在第六位是大石 七位是柳田 八位是前缘和红 突然田中阳儿一声惊呼 发现前缘的13号车背后 跟着一台红色的车子 就是GT86来了 要知道这两台车之间的差距 应该一度在7秒以上啊 也就是说 从半岛区域开始 到内陆区域的后半端 下线的86号车 居然把差距给削平了 这简直是神迹啊 镜头忽然给到链这边 他站在赛道边上 看着下线的GT86急驰而过 闻着轮摩擦 产生的很重的交互味 心中是感慨万千 知道之前自己 即便是作为MFG天使 也根本就没有如此 在意过一场比赛 这或许也是自己 第一次如此接近赛道啊 这些MFG的车手 在转向的同时 还要以极快的速度 正正好的穿过 那么狭窄的通道 MFG的参赛选手 尤其是下线 真的好厉害啊 链突然又想起了 在车站的事 想起了在第一圈的时候 精子对自己说过 恋爱不止会收获快乐 有时候也会遇到 很多难过的事情 对此链现在是 真的知道精子说的是对的 因为真的是这样啊 链因此内心不住感慨 觉得这是自己 第一次真切地知道了 什么是极度的恶果 链又想起精子 说的另一句话 遇到困难的事情就跑开 并无法让自己成长 而这一点 则最让链觉得 自己无地自容 在非常重要的事情上 选择了逃避 当任MFG天使的事情 至今都没有跟下线坦白过 想到这里 链终于下定决心 一定要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就好好将一切都告诉他 继续会到比赛中 这次是下相对田园的追逐战 目睹下相的GT86 一点点追了上来 田园内心甭提多震惊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GT86解决变速箱的故障了吗 眼前就是埃尔罗格 前最后的直线了 GT86依旧高速冲锋 结果不一会儿的光复 就从右侧破进了田园 下一秒 下相就和前缘和红并排了 眼下下相占据了内侧 但速度过快 田中央真的很好奇 在这里 GT86真能超过去吗 前缘内心十分骇然 他被GT86的逆天表现 惊得满头是汗 因为不管怎么看 下相在这弯道前都超速了 可GT86的轮胎 就是能够咬住地面 完成转弯 莫非只有他脚下的 历清材质是不一样的吗 在同样的物理法则之下 为什么唯独下相的GT86 不输制约 这到底是为什么 前缘真的无法接受 被逼到这种地步 自己明明才超越了GT86 为什么又要败在86面前 这时双方已经冲入了隧道之中 取回了一个顺位 另一边 同学屋赶紧联系了柳天拖颖 让他小心 86号车突然追上来了 柳天也是一下呆住了 怎么回事 86不是变速箱故障了吗 然而详细情况 同学屋的助手也不知道 不过虽然他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可也已经看出 现在的GT86 就像是炙热的大火球 所以无论如何 都别被超车呀 一定要竭技全力挡住他 此时柳天紧张地满头大汉 但一听到这句话 就感觉热血上涌 仿佛受到了耻辱 他内心怒吼着 要我用挡的 别开玩笑了 转眼间 下象追逐了柳天出了隧道 面对来势汹汹的下象 柳天的心态明显有其撑不住 相反 下象的心中却无比清明和坚定 他已经被埃尔罗格吸引 竟又冲击到了弯道最外侧 只能说完全复活的下象 终于再次显露出獠牙了呀 眼下弯道已经近在眼前 柳天下意识踩下刹车 下象却立即趁着机会 从外侧赶上柳天的尾部 柳天察觉到之后惊慌不已 又是从外面来吗 脑子坏掉了吗 今年的新人们 然而说到底 赖名之前的外道极限超车 其实就是模仿自下象 此时只见GT86的轮胎 与地面距离摩擦打滑 于是下一秒 下象就和柳天并排了 柳天完全不敢相信 就是开什么玩笑 轮胎出现滑动 不正说明抓地力用尽了吗 下象完全没有考虑这些 他沉着着心神 很快就超过了柳天宝马M4的车头 只是下一瞬 似乎因为速度过快 轮胎有些打滑 GT86车尾还是与护栏碰撞了 但这一撞 却又让GT86很快矫正了位置 下象就这样 完完全全超越了宝马M4 田中央二舰的 激动不已地喊了起来 超过去了 即13号以后 6号车也被顺杀了 简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破坏力 86号车的排名又上升了一位 前员在后面完完整整地看着这一幕 对于柳天的遭遇 前员深有同感 这肯定很受打击吧 被那样子超过了 虽然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还是祝愿你不要产生心理阴影啊 柳天君 而前员之所以会有这么一番感悟 最根本的原因 正是因为他本人已经对片头下向 对GT86产生了心理阴影 田中央二的激动还在继续 他感觉86号车根本无法用手触起 简直像一颗红色的子弹 再向小宇宙爆发 外推进入了某种 像个人鲁鱼一样的状态中 我还从未见过 片头下向如现在这般 斗争心全开的样子呀 随着排名发生变动 MFG天使们又要开始工作了 眼镜小哥这次拜托真美帮忙 真美娇羞地起身 又是微微露出了自己性感的屁股 看到下向排名上升 他也很开心 内心也呢喃着 天同君 状态调整回来了呢 又到了提问环节 眼镜小哥问真美的下修计划是什么 真美有一些慌乱 因为自己现在还没有任何的打算 真美其实很穷 不管去哪里都需要花钱呀 所以大概只能在家附近的咖啡厅悠闲度日吧 眼镜小哥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回答 脸盲表示真很朴素呢 这样令你自傲的爆炸性身材要哭泣了呀 毕竟就算你买了可爱的泳装 在那种地方也没办法展现给别人看 真美突然回过头 表示也真是对不起了 不过说起来 真美的内心也出现了一种蹊迹 希望可以和片同君一起去海边 然而在那之前还是先交换邮箱吧 在采访结束后 画面切换至11位集团 田中雅二表示 他们正在通过黑与白区域 16号车巴朝祥 18号车北云澳 9号车向叶顺 三人之间的距离近在咫尺 谁也没办法保证能够笑到最后 这时 通讯屋对向叶顺发布命令 下一个右转弯时决胜负 在入弯的时候 稍微减慢一点速度 推迟切入内线的时机 这样就可以比前面两台车更早油门全开 向叶顺受到命令立即行事 眼前就是午夜直线隧道间的弯道了 他稍微拉开跟车距离 随后才油门全开 迅速切入内线 对于向叶顺刚刚的表现 他通讯屋里的教练相当满意 超约一台就完事了 肯定能够超过两台车的 向叶顺内心十分郑重 对于这样的要求 他没有回应 只是更加专注着眼前的事物 午夜直线又直又长 三辆车的轰鸣声 在整个隧道里回响不断 此时北游旺感到很不安 联盟联系巴朝祥 大哥 可能要坏事了 九号车的速度非常快 巴朝祥也立即说知道了 赶紧缩短和我的间距 千万别被向叶顺硬插在我们之间 然而下一秒 九号车就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超过了十八号车 转眼间 又与巴朝祥的十六号车并排了 巴朝祥被九号车的速度惊到了 果然够快呀 GT啊 至于北游旺眼内心 蛙屋一声哭了出来 目前向叶顺处于和巴朝祥并排的状态 很快就要超越成功 同学屋激动地对着向叶顺大叫着 冲啊顺 攻向埃尔罗格 拿出勇气来 在沙驰上一决胜负 比拼超高速区域的稳定性 不管面对什么车 GT啊都不会输的 阿尔法罗米欧也好 路特斯也罢 全都不是对手 别忘了顺 你的车可是世界最强的日产GT啊 果然 肖越顺再次变成了神风混混 GT啊也真的不如使命 他终于就这样在埃尔罗格弯道上 超越了巴朝祥兄妹 上升至第十一 对此 田中阳二也很激动 九号车坐到了 排名一口气上升两位 神风混混终于发合出引擎的优势了 另一边 眼镜小哥请精子帮忙换排名板 精子也在内心替向一顺开心 不错不错 向一顺状态很好嘛 这时 眼镜小哥请精子回答 在下秋期间有什么安排 没想到精子就傲然表示 因为是夏天 所以没啥特别想做的事情 总而言之 有酒喝就足够了 眼镜小哥有些难以置信 不过精子却还是直接回应 自己每天都会去喝酒的 眼镜小哥很惶恐 觉得精子作为天使的领队 应该说些更高雅一点的活动什么的 但精子还是实话实说 因为很热呀 不管去哪里都一样 正在看着直播的观众们 听了精子的采访片段 都欣慰地笑了起来 没想到大家的私生活都这么接地气 连MFG天使也无法免俗啊 转场之后 画面切换到第一个180度转弯 田中央二发现 86号车正重新加速 并没有出现失速的迹象 似乎并非无法从一档挂入二档 但如果这样的话 那比赛续盘时的失速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田中央二想问问邱山社 对此邱山社也不知道 邱山社没有任何头绪 只能让田中在比赛结束之后 直接询问下象本人了 下象还在赛道上继续奔驰着 这时旭方突然发来问候 想知道下象的情况 得知下象说自己没问题 旭方还不放心 又追问完全不会痛的吧 下象连忙表示 是的 痛感完全消失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旭方忽然转过头看向邱山 表示自己好像之前在电视上 见到过这种事情 所以不会是那个吧 脑内飞 是脑内飞抑制了下象的疼痛 而对于脑内飞 奥山也曾经听说过 当令人极度痛苦的伤病 或者疾病出现时 人类的大脑 并会分泌出一种麻痹痛觉的物质 但是奥山总觉得哪里不对 因为脑内飞的效果 没有这么强力 无法将剧痛完全消除 脑内飞如果能让身体 完全感觉不到疼痛的话 那这个个体 很可能是遇到了性命攸关的 重大危机 然而下象的情况 远没有达到那种地步呀 这到底是不是脑内飞的作用呢 画面切换到四位集团 一号车与八八五号车 进入了白热化的缠斗状态 但朱星赖铭一直没找到机会超越石神 田中阳看着这情景 只能感慨 实力毋庸置疑的前冠军车手石神 挡住了新人朱星赖铭的去路 邱山社认为 石神在这种地方相当狡猾 不得不说 赖铭面对了难以逾越的高枪 朱星赖铭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内心感慨着 这宝石阶好厉害的牵引力呀 本认为松本调教的Suppr 已经是最强的了 可加速还是慢了他一排 刹车也非常强力 找不到能够动手的空隙 看来从正面进攻是行不通的 朱星赖铭决定 等到半岛区域再寻找圣机好了 镜头给到了二号车 此时迟迟没有太大动静的二号车 似乎忍不住有动作了 赤鱼海人的节奏正在提升 而仙头的贝根茂尔 则依然保持着压制后车速度的节奏 田中阳甚至觉得 或许他坐得稍微有一点过火吧 所以借此机会 二号车才慢慢追着上来 泽杜自然也发现了 赤鱼有追赏的迹象了 泽杜内心呢喊着 不错嘛 我能利用这家伙了 现在是风暴前最后的平静 现在更后方的是四位集团 田中阳发现 一路猛追的新人朱星赖鸣 还是无法攻破一号车 邱山社因此表示 毕竟半岛区域是一个 不停加减速的地方 保时捷GT3强大的牵引力和刹车 让瑟普尔实在找不到突破口 而这两台车也确实够快 所以毫无疑问 比赛整体都一下子 进入到了最激烈的阶段 田中阳对此也很有感慨 不过他还是认为 虽然此时此刻 赛场风起云涌 可位于风暴中心的 还是片头下向的GT86 GT86这是已经咬住了 六位大时代无的三号车 持续展开快箭机的片头下向 完全令人无法一开眼球 片头下向的光芒 让整个比赛都一以生灰扬 此时的大时代无 看着后视镜中赶出来的 红色GT86 真的是异常紧张 什么 86号车居然又活过来了吗 这一会儿萎靡不振 一会儿又这么激进 真是有点太不安分了 但无论如何 是不会让你抄过去的 大师在内心不断告诉自己 这话虽然已经说了好多次 但兰波基尼宽大的车体 真的就像是移动的路上 只能说大师代无也是没啥出息 怎么就不能像柳田一样 要和下向一决胜负呢 如果对车子过度自信 不就是对自己没啥自信吗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 大师才刚在内心放完狠话 GT86在弯道之前 追到了大师兰波基尼 后面四季而动 眼看兰波基尼就要转入弯道 下下终于抓住机会 贴住兰波基尼的尾巴 一下转到了外侧 田中阳二战的连连惊呼 86又从外侧动手了 至于大师本人 哥是满头是汗 鼻涕都紧张地流出来了 那些想要质问下乡 到底是干了什么呀 为什么瞬间出现了 而没等他反应过来 86号车就已经冲到了 兰波基尼的身侧 下一秒 就与内外线变换的时候 直接与兰波基尼并了牌 小田园的中级基地中 我们也兴奋一场 纷纷感慨片头下下 真的超越 看了这么久的MFG赛事 还从没看到过 接连用这么强硬方式 超车的车手呢 咋回事 他是外形人的巫师常理吗 真是太优秀了呀 此时田中阳二激动的声音响起 86就这样到第六位了 看来片头下下 真是神石舞尚未收割者呀 卓山先生能带着大家 回顾一下刚才的超越吗 卓山社咳嗽一声 也只能感慨下下 好像是神明附体了 他完美地表演了 溜进前车外侧 进而超车的剧本 虽然说起来简单 却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技术 说到底 转弯的基本是飘移 所以没有哪个车手 会蠢到故意在外侧留有空气的 都是先稳稳地行驶于外侧 然后再减速 只是进入转向的同时 外侧的空间便产生了 GT86就是一下瞄准了前车转弯 外侧间隙最大的瞬间 并且并非这一瞬不行 必须在恰当好处的时机发起进攻 太迟或太早都会失败 邱山社认为这种超车 简直像常年不断修行剑术的剑豪 一般以身法极限逼过敌人 猛次出白刃 同时近身使用必杀剑 邱山社说到这里也是有点好奇 作为英国人的片头下像 为什么会给我日本武士雷霆一闪的即视感呢 画面一转 到了时神风神和朱星赖鸣这边 跟在时神的宝石节后面许久 朱星赖鸣终于决定 就在此处一招解决掉时神 直接在猛地踩下油门 一下出现在了宝石节的左侧 田中雅也注意到 在这三号岔路口 八八五号车终于有动作了 还有使用了相同的招数 选择从路口左侧超车 两辆车隔着路中间几乎是齐头并进 眼前就是会合的地方了 时神和朱星赖鸣全都瞪大眼睛看着前方 不知道到底谁会先一步冲出去 下一秒 结果终于出来了 竟然还是宝石节领先 看来即便朱星赖鸣是奇迹的弟子 拥有超强颠覆 也还是没能接连上演超车好戏啊 田中雅也替朱星赖鸣可惜 在三十弯这个地方 仅差毫里之差 朱星赖鸣也是没能够抢到位置 在先前一圈的时候 八八五号车在这里成功超车了 但此次计划落空 一号车现在依然阻挡着他的去路 果然 后置不绝的911GT3在下坡 也能发挥出强大的制动力 丰田Sopera未能占到便宜 也就无法在三十弯前 抢到有力的位置 田中雅和邱山社因此都感觉 对于新人朱星而言 石神的宝石杰911 会是他非常严峻的试炼吧 曾经的双果王石神 仿佛是在告诫他 MFG不是那么小儿科的东西 朱星赖鸣此时心里麻麻的 他自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完美了 只是即使如此 也没有能够超越一号车 该怎么办才好呢 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说不知不觉之间 朱星赖鸣开始有些急躁了 镜头再次给到GT86 下下这边目光灼灼 迅速而丝滑地操纵挡杆和踏板 他好像真的完全没有痛感了 在他的操作之下 GT86高速飞驰 此时眼前又是一个左弯 MFG这次下下就开向了外侧 还直接车头与护栏轻轻一碰 接着碰撞瞬间向出口冲进 转瞬间就已经冲了出来 下下继续如法炮制 又急速闪过了一个左弯 下下一路穷追猛打 是要将开头损失的时间 损失的位置夺回来 只能说下下是完全开启暴走模式 弯道在他面前如浮云呢 现在处于下下前一位的 便是朱星赖鸣 这一场是属于群马的对决 再战一次两人 究竟谁能够重新续写地计划传奇呢 复活的下象急速上升至六位 由于下象排名上升 起点附近的天使们又要出动了 这次轮到恋来置换排名板 看到下象又前进一名 他感到十分开心 回到上位真是太好了 谢谢你啊下象 原本他看着下象的排名 还沉浸在替下象成功超越了启乐之中 不时去的眼睛小哥 却很煞风景地打扰了他 想知道恋这次有没有什么下修计划 对于这个问题 恋也很无语 因为他感觉自己之前就谈过一次这个事了 可能被后话盖住了吧 恋表示自己准备去新鲜的奶奶家玩 除此之外 再没有特别的安排了 眼镜小哥很好奇 难道不会去海边玩玩吗 夏天可是海水欲望级啊 不去海边就可惜了 然而恋还是没有这个想法 表示虽然住的地方离桑南很近 但去海边的人实在太多了 还会被不断搭讪 所以自己真心地讨厌 而且凶神恶煞的人也好多 恋说自己愿意和朋友一起去图书馆学习 即便没有情绪 也不想在海边过散漫的生活 听了恋的一番发言之后 场外的赤瓜观众都猜测 莫非这孩子的年纪很小吗 好些展团观众都觉得 七号天使的泳装照片 只要不在这里 在哪里拍摄都很好 此时画面突然切换到海胆青发抢弯 田中雅二发现 四位集团正在重新加速 885号车看起来状态不佳 秋山社也觉得 朱星赖名已经精疲于进攻 因为不管怎样努力 都不能干掉眼前的一号车 因此对他而言暂缓一下 放松一点重整旗鼓是必要的 突然 田中雅二惊呼一声 他看到了正在飞驰的86号车 红色的子弹都飞到这里了吗 他以令人惊讶的速度 在临街下坡驱车及驰呀 现在的86就在四位集团 两台车的背后 六位的GT86正在破气 简直宛容魅影 一下子就只剩斯普尔几个车身了 而就在这时 同学屋呼叫朱星赖名 告诉他注意 后面的GT86追上来了 赖名经得汗如雨下 什么 他居然复活了吗 眼下朱星赖名还在追逐着时辰 才一转眼的功夫 GT86与斯普尔的距离又近了 86已经紧紧地咬住了他 此时的朱星赖名也知道 自己暂时无法超越时辰 但将让下象及时而来 他因此决定 先放时辰的保时捷不管 就直接和下象大战一番吧 这原本也是今天要做的正事 回到曾经无比熟悉的 群马仙射川式加油站 持股三人组正在收看MFG比赛 阿树尤为的激动 因为这是D计划 两位王牌代理人之间的战争 杰二对此很好奇 阿树这次会为谁加油呢 阿树的内心可是非常坚定的 从一开始就没有丝毫的犹豫 毕竟拓海可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 所以自己肯定站下象这一面 那么前辈们要站在哪一边呢 阿树突然也问持股和剑二 还特意提醒两人别忘了 拓海可曾是秋名山的王牌呀 也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代表 背负着秋名的骄傲 他在迎战赤城红锐 叶之子 以及帝王车队的众多强敌时 一路披荆斩棘高歌猛计 不选他的弟子 我是做不到的 见阿树如此煽情 尸骨也颇受感动 这瞬间也还热泪 觉得阿树讲得对 拓海是秋名的骄傲 也代表着我们的青春呢 而说出这句话 曾属于速度执行车队的这三人 都激动地哭了出来 也是在感慨逝去的青春 再也无法回来了 这里也突然想到 童谣文泰会不会也在看MFG的比赛呢 他会不会出现呀 继续回到比赛中 田中央二看到四位集团 已经通过了奎弯 进入了上坡 见此场景 丑山社终于讲出了 自己最担忧的事情 下降为了追溃之前的损失 而猛力冲刺 恐怕轮胎的消耗 会比其他车子都要来的距离 丑山社因此认为 GT86以现在的速度 恐怕无法保持到冲陷 而失神这一边 虽然眼见GT86一直在不断地追进 可他并没有感到很惊慌 甚至还很兴奋 因为这是他内心 最求之不得的局面 两位超级新人 只能跟在自己的屁股后面逃 这种画面向全世界直播 唯有能重拾双冠王的威严吗 此时911GT3 Supra和GT86正排成队列 从真鹤桥的下方穿过 田中央二还来不及播报 三车就已经要通过 一个大左转弯道 前方就是双连发卡弯 田中央二激动不已 失神封神 朱星赖明和片头下下 这三人的大战 简直让人无法一开眼睛啊 三人继续奔驰 各自心思各不相同 朱星赖明是非常不痛快 被两台车枪在中间 他实在是感觉压力山大 车子继续奔驰 田中央二告诉观众 从这里开始 将是双连发卡弯的急下坡 这是片头下下最拿手的地方 而很快 下下就抽身开到了 朱星赖明内侧 田中央二兴奋非常 现在86变更线路了 威严的气息在周围弥漫呀 86和Supra的继续胶着 已经追到了Supra的后座 而下一秒 86就完全占据了 狭窄的内线 朱星赖明惊讶的无以赋加 他完全想不到 下下竟然会在这里下手 可GT86还在继续追逐 他放弃刹车 已经快要赶上Supra的车头 这时保时捷911一马当先 聊聊丰田跟在后面 骑头并进 双方熬战还在继续 终于在内外线即将互换的时候 下下竟一把方向 强硬的甩尾 插入了朱星赖明前面 彻底超越了朱星赖明 田中央二激动的 无以赋加 向观众们道歉 自己因为太过专注 就忘记了本职工作 因此连一声都没坑出来 完全来不及理解发生了什么 还是邱山先生讲讲吧 邱山社的头脑也在麻木中 他调整气息 只觉得这是一场 气势磅礴的超越 没有人能想到 86号车会在最狭窄的路段动手 而在第二个发甲弯前 Supra像是被一股神秘力量 推到了外侧 完全无法反抗 只能看着86 彻底挤占了他的地盘 邱山社认为这没什么 因为下象还是给他 留够了行车空间 因此没必要进行仲裁 这符合MFG提出的 光明正大比试的标准 不过正规赛道的话 这种情况还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邱山社告诉观众 只有在公路上 才不会存在避难局 处处都是战场 转场到神奈川县横滨市 贤台看了下象的表现后 不禁惊呼道 那个赖鸣竟然被 如此轻描淡写的超越了 相比之下 起见还是比较淡定的 他告诉一直没啥成长的贤台 你不要想着 第三次参战的赖鸣 经验肯定不如第三次参战的骗鸣 但别忘了 赖鸣最强大的地方 在于拥有怪物一般的吸收能力 只要让他见识过一次 他就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学习吸收 贤台对此倒是没有疑惑 只是问起见 社长以前提到过的 所谓骗鸣下降的缺点 有告诉过赖鸣吗 起见表示当然没有了 自己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在起见看来 如果不在比赛中 靠自己发现的话 那就没有意义 贤台听了内心 忽然有些想法 小哥正在请真理慧接受采访 真理慧是一脸的期待 让眼镜小哥都十分诧异 他眼神犹疑 感觉有些不适 就表示自己 虽然觉得你应该没什么大计划 估计还是问问嘛 真理慧心塞呀 怎么这么过分呢 不要这么冷漠嘛 真理慧随其娇羞地表示 自己的计划 是健康饮食大作战 要去不怎么想救的健身房 挥洒汗水 让身体变得苗条 能配上可爱的泳装 真理慧一脸期待地看着眼镜小哥 似乎希望得到表扬 结果眼镜小哥却懒炎炎地表示 这样啊 虽然我也不抱什么期待 总之加油啊 好了好了 快回座位去 真理慧遭受暴击 你好过分啊 上元先生 对此观众们倒是也觉得 眼镜小哥有点过了 只能说真理慧 怎么就这么不受眼镜小哥待见呢 不怕时候给他穿小鞋吗 眼下四位集团 已经通过了T字弯道 对于刚刚的超越 朱星赖民感到非常不甘心 但他也知道自己确实败了 下降已经用自身实际行动 宣示着王者的回归 对此 邱山社和田中阳二都相当惊态 至于起见 也不得不承认下降确实非常强 不过他还是很看好朱星赖民 毕竟他的学习吸收能力是超强的 输了的朱星赖民感到十分的不甘心 他内心喃喃自语 真是耻辱 心态完全被压制 变得手中无措 在争夺群马骄傲的信念上 难得说我输给了片头下降吗 这里也不知道后续朱星赖民 是否会成功复仇呢 此时一号车石神继续领先 但他的心态就完全变了 石神承认下降是自己难以应付的存在 在走走停停的半岛区域 还可以靠GT3的战斗力进行压制 可到了高速区域 他会做点什么就完全无法预测了 石神内心是真的有点慌 在不知不觉之间 竟然又到了一处弯岛 保时捷就摇摇一马当先踩下刹车 而下降趁此机会 已经悄然跟上了石神的车尾 他下一个超越的目标 非石神莫处了 此时跟在86身后的竹星赖明 也尤为的好奇 因为对于他而言 他曾不顾一切的尝试过 要超越一号车 但保时捷之必的确是存在的 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突破 竹星赖明觉得 虽然自己没办法办到 下降却应该可以 因此在内心还替下降加油打气 为了我以后的比赛 就请你展现一下超高难度的 我从未体验过的领域吧 而不论前方是Sopra 又或者是保时捷 下降都十分的淡点 他迅速换挡打方向 如此反应速度 也体现了作为取马骄傲的真谛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三台车已经通过半世处前的弯道 第四圈的半岛区域所剩无几了 田中阳发现 前不久拼命进攻一号车的885号车 已经选择退让 就像是传递接力棒一般 同样作为亲人的86号车 爆上姓名开始攻略一号车 这太值得一看了 燃烧战斗本能的片通下降势如破珠 仿佛是一位能够瞬间杀击的狙击手 上一年度的冠军石神封神 是否可以阻挡住突破力爆炸的红色子弹呢 对此田中阳很是好奇 而在秋山射看来 片通下降这一类车手是无法预测其行动的 很让人畏惧 所以我想石神军心中也正冒着冷汗 这一边 一号车 86号车 破885号车 同时在抵达邮局前踩下全油门 田中阳感觉汉毛倒数 又来了又来了 危险的气息在四处弥漫呢 看来这里正是下降准备超车的地方 此时下降已经贴在宝石街身后发起了攻势 石神紧张的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是要超车吗 跟在后面的朱星赖明也有为的观众 内心依此惊呼起来 来了 他准备干点什么 GT86散发出的杀气好猛烈呀 眼下前面就是第二个180度弯道 偏同下降眼神坚硬 灵活的从三档换到二档 再从二档换到一档 在他的这一番操作之下 GT86的车头又插入了保时捷内侧 抵达了一号车车尾的部分 田中激动的声音越来越大 86号车有动作了 就在这里 而感受着下降的气势 赖明和石神双双的惊的直冒冷汗 他们发现GT86开启了路线 轮胎距离地摩擦着地面 比起还有一些打滑的情况 突然砰的一声 是GT86的底盘中间与地面撞在了一起 在强大惯性的冲击下 GT86的后轮都抬了起来 主席赖明在后面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在下一秒 他就发现86重新冲上路面 并彻底挤占了蓝波基金的空间 完美占据了内线 仅是一个弯道的功夫 GT86的车头就超过石神了 田中央二激动的情不自禁 86就得手了 现在86号车抄到了一号车前面 又是顺杀 就连石神封神也未能幸免 田中央二真的十分感慨 刚刚速度太快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秋山先生 秋山社这时也感觉自己的心都麻了 这是自己怎么都想不到的方面 只能说下降彻底抓住了 欧洲重超级跑车的软肋 第二个掉头弯的路员上下之间 存在着不小的高度差 而底盘最低高度极限贴地的车子 是无法以最短距离的路线通过的 虽然GT86的底盘高度也相当低 但比起保时捷GT3还有一些余地 于是下降就大胆实施内切了 田中央二终于了然 可他也想知道 让底盘承受如此强烈的冲击没问题吗 我看的都擦出火花了 秋山社因此表示 那种程度的话还好 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通血无种 续方颤抖的整个人都麻了 只感觉今天的下降真的狂暴啊 至于场外的吃瓜观众 也是被下降的超强技术给迷倒了 真是厉害 后轮竟然起飞悬空了 片头下降真的给人留下了 特别潇洒的印象 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下降就这样超过了时辰 到了第四 眼下他们三人已经到达了赛道的主直线 这里是除五页直线之外 速度第二高的区域 田中央二因此也很想知道 马力占优势的一号车 能否有反杀的机会 秋山社认为 从这里到主屋弯 确实有马力全开区域 但由于左右广弯的存在 快速行车线只有一条 对于手法娴熟的片头下降而言 它能轻松卡在一号车 无法进行超越的绝妙位置上 而事实果然就像秋山社预测的那样 石神根在下降后面 根本找不到机会 秋山社认为下降的卡位 真是太出彩了 不过也毫无疑问 现在GT8J的心脏部位 被实施了重大改造 毕竟不那样的话 无论怎么抢灭的运用路线 在回程主直线上 也不可能逃过一号车的追击 目前这四辆车已经突入了主屋弯 朱星赖明一脸兴奋 他知道 若想要使出 仅能够在公路上应用的刁钻攻击 便需要像刚才那样 多从其他职业车手身上 学习其丰厚的经验 所以朱星赖明内心呢喃着 不错不错 敌人越强就越有干掉的价值呀 也不知为何 朱星赖明只感觉 自己的斗志被下降彻底给点燃了 现在的他干技十足 与之相对 石神则显得意志有些消沉 他太讨厌自己年龄不断增加 让自己反应力不断退华 以至于说到这样的耻辱 通讯屋中 奥山此刻的心情也难以描述 感觉下降实在是太厉害了 区别于前两场比赛的恐怖感 他的体内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觉醒呢 奥山突然想起了藤原拓海 所以这就是那个 被称之为天才的下坡手 所培养的来自 一拳冲刺者的真正实力吗 继续回到比赛之中 现在仙头集团即将跑完第四拳 正向着最终拳进发 排位胜区依旧是贝肯鲍尔 泽度光辉 还有赤羽海人 而赤羽的二号车 这时已经和泽度只差一个身位了 首位之争 因此变成了三方大战 田中阳随即激动表示 排在他们后面 落后大概六秒的 这是刚刚才脱离混战的86号车 其复活追击之士 仍未有所衰减 超级新人 果然还是那个超级新人啊 看直播的观众们 也被田中的话调动起情绪 纷纷开口称赞 下降真的太帅了 赶紧去把贝克曼尔打下来吧 目前场上除了头四位的情况 排在第五位的是一号车时辰 第六的是八八五号车朱星赖名 项叶顺则还是排在第十一位 最末尾的则是泰勒和大谷 选手们在赛道上奋力及时 为了提升哪怕仅一位的名次 十五位冲刺者都在全力及时着 田中阳二看着众人 又要经过七点的隧道区域 突然开口问邱山社 表示自己从以前开始就有一个疑问 这三处隧道内的照明设施 都被调剂的功率 这其中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邱山社于是告诉田中阳二 MFG作为竞速散 原本是以富士山大爆发后 受灾区的复兴为主题而开办的 每年会从收益中拿出大量救济金 赠予灾区 邱山社认为 各位观众都知道这件事情 伴随了那场大灾难 剧烈的地震袭击了项目湾一带 道成基础设施停止运作 唐气断电 使得地区内各处保长间隙 所以降低隧道内的照明 也正是MFG传达出的信息 以此来告诫人们铭记苦难岁月 而MFG开展比赛 特地选的五条公路赛道 皆是因富士山大爆发 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障碍路段 这也是同样的道理 只不过对选手们而言 真的是非常辛苦 邱山社突然苦笑了一声 他记得 曾经来取责的外国记者 说过这样一句话 MFG是汽车运动中的障碍竞速赛 这形容的相当贴切了 此时听完邱山社的解释 田中阳二爷只能感慨 不愧是担任运营委员会 李氏的出山先生 妙语连珠啊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意味深长的话 接下来回到比赛之中 镜头刚好转到黑与白路段 贝肯巴尔 泽杜光辉 以及赤语海人三人一路同行 画面都被他们给填满了 竟然依次进入的隧道之中 夹在中间的泽杜 就忽然稍微让开路线 后面的赤语十分奇怪 泽杜这是什么情况 居然将最美味的路线给让出来 虽然搞不懂是为什么 但是这里只要有空气的话 毫不犹豫地突入其中 才是我的风格呀 果不其然 赤语驾驶的二号车不在犹豫 一脚油门 家族的玛丽冲了上去 泽杜间赤语上弓 心神移动 立即彻底让开路线 让赤语超越 他内心既紧紧张又兴奋 让赤语这个玛丽小霸主去吧 试着捷技所能 跑出自己的最高速 假设赤语超到了第二 正在对着贝肯巴尔高速冲锋 法拉利大战保时捷 也不知道贝肯巴尔 能不能守住位置呢 田中阳而此时异常激动 他发现赤语的二号车 刚才还跟在贝肯巴尔后面 下一秒就抽身而出 超越了贝肯巴尔的12号车了 现在二号车一马当先 四号车紧随其后 而在这笔直的午夜直线路段 三车之间的态势 根本没维持多久 因为才没多久 泽语的车子 也跟在赤语后面 一点点超越了贝肯巴尔 贝肯巴尔看到这一幕 内心十分凝重 只能感叹泽渡确实奸诈 完全瞄准了赤语的低起压曲 干得非常不错呀 至于泽渡则紧张地微微笑着 还隔空对贝肯巴尔放话 怎么样 这下体会到了吧 这670马力的疯狂加速 田中阳而激动异常 在最中间的午夜直线 无需多远 靠马力决定胜负呀 现在法拉利在隧道内 炸裂开来回响不断 竟然连续超越了 泽渡光辉和贝肯巴尔 带领着两人冲出了午夜直线段 三台车的身影 下乡内心尤为紧张和不安 牵头集团就在那里 我应该能够追上的吗 下乡忽然又想起了拓海 告诉她的话 不可以对自己强烈的愿望 产生质疑 只有坚信愿望 她能够让其成真 下乡于是稳下心神 告诉自己我可以的 我一定能够追上 下乡于是再没有犹豫 眼前就是埃尔罗格高架 她驾驶着GT86 依旧和之前一样 率先对着超级S1发起冲击 此时朱星赖明跟在石神后面 也终于看到了弯道口就在眼前 她停下心神 稳稳地操控方向和油门踏板 趁着石神封神速度降下来的时刻 踏入了石神封神外侧 在几个呼吸之间 终于靠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超越了石神封神 天中央也激动呀 朱星赖明终于做到了 885号车 总算将1号车的壁垒击碎 而秋山社发现 朱星赖明是从外侧动手的 刚刚的路线和节奏恐怕 也是模仿自下像吧 她应该只见识过两三回 就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这件事真的足以令人大吃一惊 看来我们又有恐怖的新人出现了 秋山社认为 朱星赖明与片头下像相比 类型并不相同 其身上无法被看透的地方 依旧相当之大 另一边的五叶直线入口附近 相越顺还跟在版本后面 镜头忽然给到版本 感受到GTR后面传来的躁动声音 版本内却有些慌乱 可随即就给自己打气 她没想到相越顺 居然可以超越北渊王兄妹跟到这里 上次被相越顺强行逼抢的仇 自己还一直记得呢 因此唯独是对你这个家伙 就算是意气用事 也不会让你超过去的 所以接下来 就要上演相越顺大战版本雄大 相信有了铁血教练的指导 相越顺应该很快就能超过版本 不负GTR 不负神风混混之名吧 田中阳看到两人之间的名争暗斗 也是感慨万分 觉得这两台车干战的次数也太多了吧 二者都是重量级的大马力车 难道他们之间又要爆发宿命对决了吗 现在双方还在午夜直线狂奔 专场的守卫集团这边 目前赤羽的二号法拉利已经一马当心 田中阳而不得不赞叹 果然马力占有的二号车在这里速度好快 后面的两台车跟不上了呀 到这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午夜直线了 不得不承认的是 马力占优势的二号车在这里速度也快得惊人 后面两台车明显拉在了后面 侍奉一个弯道 赤羽的二号车就一流烟跑了 只留下四号车和十二号车还在弯道口及时 此时侦鹤吓到各处都是飙车的声音 GT86终于又出现在镜头中 他一路穷追猛打 离线图的三台车已经很近 此时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一定要超越前面一台车 而朱星赖鸣自超过时辰之后 也一直跟在下降后面寻找机会 可他跟得满头大汗 发现自己即便竭尽全力 也咬不住下降 这样的内心有些不安 都快质疑自己的能力有问题了 那家伙是怎么回事啊 另一边 领先的赤羽海人继续高速冲锋 其和泽度以及贝格茂尔的追逐战 也很是精彩 邱山社有些替赤羽担忧 认为对跃升首位的赤羽海人而言 前方的半岛区域是关键路段 因为他在这处的区段时间 无法胜过贝格茂尔和泽度 可这也意味着 假如跑完半岛区域的时候 赤羽海人还保持在首位的位置 那么这场比赛 应该将会由赤羽海人拿下 邱山社对此有相当的信息 不过也表示 他可不认为后面的那两台车 会轻易让赤羽得逞 因为泽度和贝格茂尔 可是本赛季MFG的最强双top 田中央也听了很赞同 他发现节日已经开始突入半岛区 但他也认为还有一台车子不能忽视 那就是该段区域记录的保持者 片头下下 现在半岛区域的最速选手也要上场了 GT86带着他那特有的轰鸣声 从镜头间穿过 田中央也觉得从这里开始 下车会变得很快 而相对不擅长半岛区域的赤羽海人 作为头车将压低后车的速度 这种状况对GT8路来讲是一个好机会 田中很好奇 下次能追到哪种地步呢 事态终于发展到 令人无法移开目光的紧张时刻 让人窒息啊 同学屋中 续方感觉十分的难受 因为紧张过头导致胃痛 他十分的想吐 奥山正在后面一脸嫌弃 你可千万别 毕竟在这种地方 忍不住吐了太丢人了 考虑到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已经没必要发各种闲杂的通信了 奥山因此建议续方赶紧离开座位 去厕所还是哪里解决都好 然而续方表示 自己实在是办不到呀 自己现在无法离开通讯屋 好不容易等到了最终拳 我的搭档还在创造奇迹呢 我怎么能先跑呢 机球回道比赛中 赤羽海人这边 已经率先通过半岛区域第一个弯道 泽杜和贝克茂尔紧随其后 他的领先优势已经明显缩小 此刻这三台车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每一秒都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换位 不过由于这里路段较为狭窄 想要超车还是比较困难的 田中央而播报着眼前赛况 感觉三台车的间隔一再缩短 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此时领头的赤羽海人压力倍增 看到后面的两台车越来越近 他也十分紧张 然而好不容易到了守卫的位置 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守住 如药就在一瞬间 田中央而看了有些感慨 眼下赤羽海人正在奋力及时之中 他已经是堵上了年度第二的尊严 跑跑的月马给人一种悲壮感 三台车继续向前进发 镜头忽然切换到了12号车的贝克曼尔 他一脸淡然 已经看到了通往胜利的蓝图 因此内心还在对泽度喊话 怎么了 快上啊泽度 超越二号车对我而言一如反掌 不过在你动手之前 我就一直按兵不动 现在top3接连杀入下坡 三台车毫无间隔紧压在一起 无法预知要发生些什么的微妙气氛 正如滚滚热量扑面而来 泽度只是跟在赤羽后面有些紧张 只要赤羽领先 原本就是他计划的一环 然而前车跑的确实不错 后面的贝克曼尔 也给了他太大的压力 这让他一度有些迷茫 泽度知道 以法拉利为对手的话 如果非说自己这台车 又拿点占据优势 那冲钱量就是轻一些吧 泽度知道自己必须要最大限度 活用这唯一优势 这样才可以在下坡中 进行刹车竞争 眼前又是一个左转弯 看着法拉利踩下刹车 泽度终于忍不住动手了 他迅速拨动方向 一脚油门率先插入赤羽内侧 于是转眼在出口处 他就几乎与赤羽并排了 泽度内心十分紧张 表着自己很讨厌一下赤羽之主 他虽然也很喜欢女人 却不可像赤羽这样饥不择食啊 泽度这时终于追上了赤羽 在下一个弯道口 还率先站住了内侧 至于贝克曼尔紧随其后 泽度还在想着赤羽来者不拒的事 觉得他那种行为 实在是没有美感 哪里像自己的17岁情节 这样充满美学呢 女人当然还是嫩一点好呀 这时眼前又是一个右转弯 泽度已经主动甩尾调准车头位置 强硬地占据了赤羽海人二号车的线路 于是就这样 泽度终于超过了赤羽海人 越居首位 田中央对此十分激动 而超车成功之后 泽度还在不断吐槽赤羽 觉得比起来者不拒 还是有原则的变态更好 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泽度这种行为也是严实的嘲笑彼屎 他怎么就好意思呢 赤羽海人已经被泽度的超越惊住了 完全不知道怎么言语 此时泽度一马当先 田中央是真的认为 刚刚泽度展现了完美的战斗精神 其气势简直堪称恐怖 现在泽度面前已经没有一人 他内心感觉十分畅快 甚至内心又对赤羽吹捧起来 希望赤羽在自己跑出巨大的领先优势前 能尽量挡住那个德国混蛋 泽度一边畅想 一边高速冲入另一个弯道 只能说泽度也似乎是有些高看赤羽了 因为下一秒 贝克鲍尔也已经嵌入二号车侧面 田中央激动的吼了起来 这次是十二号车吗 要在这里动手了 果然田中央话还没说完 贝克鲍尔的宝石杰就已经追上赤羽海人 这时赤羽是一脸的紧张 可贝克鲍尔则相当淡点 在呼吸之间 他就已经贴着赤羽的车身超过了赤羽 只能说赤羽海人根本就没办法阻止贝克鲍尔啊 而贝克鲍尔的行动还没有结束 眼下又是一个右转弯 贝克鲍尔继续如法炮制 向着泽杜发起冲击 田中央二感叹 二号车现在靠马力奖的道理 要从外侧与泽杜并排 不过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因为一号岔路口的关系 贝克鲍尔还是没能成功超越 田中央二也替贝克鲍尔可惜 现在贝克鲍尔处于第二 赤羽海人后退至第三位 领先的泽杜从后知情中看到情况 一脸便秘的表情气鼓鼓的 感觉太不尽兴了 赤羽哥还真是靠不住呀 小田园基地中 许多工作人员替赤羽可惜 田中央二也感觉 刚刚赤羽接连遭受了残酷的冲击 真的好惨呀 邱山社也有点同行赤羽海人了 连连表示 为了赤羽君的名誉 自己斗胆一言 其实赤羽海人的驾驶技巧并没有缺陷 有那样的结果 只能说是那两台车的变现过于超乎常理了 他们太过出类拔萃 具备了赛道上决定性的才能 要知道 在排位赛时 这两人就跑出了赛道记录 他们确实是太特别了 邱山社真的很是感慨 觉得今年这个赛季 确实变得不得了的 年轻一代等级暴涨 曾经作为中间力量的老手们 似乎已经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了 实在毫不夸张地说 他们已经完全被踩在脚下 果然 守卫还是属于贝肯巴尔和泽杜的战争 此时落后一段距离的赤羽海人 望着四号车和十二号车的车尾 感觉自己很不甘心 这两个都是什么家伙啊 根本不考虑车子之间的磕碰 能满不在乎地 做出一系列危险的动作 几乎触发裁判旗 这份不甘心 我绝对不会忘记的 赤羽海人沉浸在被超知的悔恨中 完全没注意到 就在这时候 他的身后传来了车子的轰鸣声 没错 正是下向悄悄追赶上了 现在前面就是三号岔路口 下向和赤羽一左一右 下向车头已经赶到了 赤羽驾驶座的位置 两车隔着中间地带高速冲刺 双方都是互不相让 而直到这时 赤羽海人才发觉大事不妙 整个人慌得不行 感觉自己要死了一样非常难看 片铜下向究竟是什么时候追上来的呀 下向这边没有给赤羽喘息的机会 他一股作气 车头已经抄到了赤羽前面 眼下前面就是三十万 下向占据了有力位置 田中央看了十分激动 他被彻底点燃了 在这个三十万 GT86居然从内侧飞速插进来了 压力彻底给了赤羽海人 面对淡然自肉的片头下向 满头汗水的他真的能守住吗 终于双方冲到了弯道口 目前场上的局势 依旧是GT86比二号车领先了一个车头 这里非常狭窄 双方几乎是轮对轮 偏一点点就要撞在一起 通讯屋中 西方和傲山看到这一幕都紧张不已 两人满头大汗 都想知道下向是否能够抄得过去 前面又是一处弯道 而下一秒 GT86就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 赫然已经彻底赶在了赤羽前面 田中雅二激动万分 GT86做到了 超越完成 片头下向升至第三位 他重新回到了比赛开始的位置 真的是干脆利落呀 这里还是想替赤羽可惜 他刚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情景 明明刚刚到达了首位 却一下落到了第三 正内心不甘愤恨的时候 下向居然冲了上来 他的排名再次下降至第四位 不过赤羽也不算亏 毕竟好歹也达到过第一了呀 田中雅二表示 自己重新回想了一下 其实排位时做出赛道记录的 一共是有三个人 捕捉上片头下向的话 半岛区域最快的就是他了 刚刚GT86的表现 让人无法忘怀 仿佛是在说 忘掉谁都好 千万不要忘掉我在场上呀 这时GT86终于甩开了赤羽海人 一个人在弯道上挤持 忽然下向内心一挤 感觉自己速度快了些 行车路线与想象中的不同 就偏差了一厘米 于是快出弯的时候 下向果然就发现了 GT86有些转向不足 这里也是惊叹 下向真的能分辨出 一厘米的不同吗 田中央二眼见接连的变化 感慨不已 这才短短的时间 局势就发生令人惊恶的变动 现在仙头集团在 领海拔区域一路急迟 GT86则在穷追猛打 只剩下一点点距离了 田中央二因此相信 伴随着下向的追来 泽度和贝肯巴尔的争夺 必定诱生变故 路死谁手尚未可知 结果也是无法预料呀 这里也是好奇 不知道下向能不能 追赶上贝肯巴尔他们的 三人情况还在胶着 这次镜头先切换到 五号车版本 他还在和九号车 向也顺进行厮杀 版本内心十分正重 他很奇怪 知道这如果换作 是以往的向也顺 到了最中圈这个阶段 早就耗光轮胎失速了 可如今却还没有 出现那种迹象 到底是为什么呢 版本感到非常不安 因为他的奥迪R8 已经出问题了 前轮的反馈变得奇怪 所以是中置引擎 和四轮驱动的不利问题 其中在这末尾阶段 眼下正多地久的两台车子 已经接近了三号岔路口 田中央也很好奇 毕竟是三号岔路口处 曾上演过数次戏剧型的事情 而且在九号车的向也顺 明显是要做点什么 他跃跃欲试 杀气扑面而来 那么结果会怎样呢 田中央突然哇的一声叫了出来 因为他万万没想到 向也顺居然没上 陈锋混混居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竟还是老老实实的 跟在版本的后面 真是让人扫兴啊 向也顺显然是听到了 田中央2的声音 他一脸的尴尬 内心吐槽田中央2也是话多 别擅自将期待 强加于别人身上好吗 我不是那种技术细腻的车手啊 这里也是好奇 所以车手们在车内 也在听田中央2的声音吗 还是就向也顺干这种事呢 感觉应该还是后者弯 画面突然回到仙头集团 田中央2机前的声音 几乎突破了天际 几乎说不出话来 原来是下相对贝肯帽尔 发起攻击了 他一把切入贝肯帽尔左侧 转瞬间 就和他的保时捷 只差一个车头了 这时 下相刚好到了一处斜切的左弯 下相开着GT86一把冲出路线线 利用着内清的弯道 瞬间加速 以一种十分极限的姿态 超越了贝肯帽尔 就像是拓海的排水区过弯一样 田中央2剑子 激动连话都说不好了 只是哇哇大叫着 过了好久才说出人话 天了 王者贝肯帽尔 竟沐浴在新人的尾尘之中了 刚刚GT86一气合成 简直就像是用了魔法一样 超越贝肯帽尔 不费吹灰之力 目前场上的排名 再次发生了变化 由泽度居于守卫 其次是下相 贝肯帽尔则处于第三 田中央2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觉得无论如何 自己也不敢相信 刚才发生的事情是真的 他问秋山社 刚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秋山社于是指出了关键所在 表示是勾 对此田中央2还是很疑惑 秋山社只好深入解释 表示刚刚下相的超越 是利用了柏油路面 和路间交界处的高度差 秋山社说到这里 不由得十分怀念 毕竟这一点 可是藤原拓海的拿手好戏 自己还在上面吃过不小的亏呢 秋山社真心认为下相了不起 到目前为止 原原本本地使出了 他老师的各种招式 另一边 凹山忽然也想到了什么 这让他十分紧张 感觉下相之所以现在用出这一招 难道是一杯轮胎吗 是轮胎已经咬不进地面了吗 明明到目前为止 还一次都没有用过这样的招式 而从后视镜中看到下相超车 泽杜也吓了一大跳 连糟话都飙出来了 他满头大汉 认为这有些不可能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 以那个恐怖的贝克曼尔为对手 这是如何办到的 泽杜看着眼前的赛道 只感觉内心惊骇一场 不过虽说下相超了贝克曼尔 但目前三辆车的距离都很近 胜负还很难决断 眼下12号车落到第三位 贝克曼尔内心也无法平静 可他知道自己必须冷静下来 必须调整呼吸 把加快的心率降下去 毕竟人类的表现 只有在放松的状态下 才能接近百分百 贝克曼尔给自己打气 认为如今的局面 不过增加了一项任务罢了 对最终的结果 不会有丝毫的影响 贝克曼尔于是继续保持节奏 跟在下降后面 他真的还能夺回首位吗 究竟是谁会夺的头筹啊 现在最终圈所剩部分 还有不到半圈 领先的三台车 泽度的蓝色雷诺 下降的红色丰田 还有贝克曼尔的白色保持节 田中衙二真的不知道 半岛的女神 会向哪一种颜色露出微笑 田中衙二发现 先头几条已经通过了奎弯 三台车之中最无马力的 是贝克曼尔的12号车 所以在接下来的上坡路段 贝克曼尔应该会有不同的表现吧 泽度在直线上高速奔驰 他现在已经不再想 下降为什么能超越贝克曼尔了 不过虽然搞不清楚 究竟是什么情况 但他内心也不得不承认 下降的出现 的确带起了神风 给自己创造了超有力的局面 因为GT86被栽在中间的这段功夫 可以让自己避免 和贝克曼尔正面交锋了 此时此刻 贝克曼尔则度光辉和片头下降 绝对是MFG这场赛事 目前为止的焦点所在 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 都有夺冠的可能性 目前几人再次到了一个弯道口 田中衙二惊呼起来 12号车突然改变路线了 只见他从GT86的尾流周冲身而出 已经插入了下降内侧 转瞬间就到驾驶位了 看样子 贝克曼尔要在这弯道用墙 一定要超越前方的GT86啊 下降自然想阻止贝克曼尔的攻击 那颗轮胎似乎有些打滑的迹象 余量已经有些不够了 这让他感到有一些亲友余儿力不足 而在贝克曼尔这样的强力攻势之下 最终12号车和86号车并排通过了弯道 见下降被贝克曼尔给缠上了 则度也替他捏一把汗 那些呼喊着下降一定要加油挺住呀 只要两车并排 则意味着出弯速度大跌 我便能趁机一口气逃出生天 如其来 我第一的宝座就稳了 下降这边自然没有放弃 面对贝克曼尔保时捷的攻击 它没有丝毫的退让 就这样 两车持续并排 进入了第二个弯道 目前场上的局面是四号车零跑 已经拉开了和身后车辆一个半车身的距离 而GT86和保时捷911继续并排 眼前不远处又是一个右弯 内外线互换 下降还有机会 只见下降沉下心冷静下来 利落地操作挡杆和方向盘 想加快节奏 以此来摆脱贝克曼尔 双方之间的缠斗 确实让泽度抓住机会 他已经一马当先通过了第三个弯道 而下降和贝克曼尔还在并驾齐驱 两人来到了第三个弯道口 和泽度已经差了好几个身位 眼前是一段陡峭的上坡 田中妍二发现 玛丽升出的12号车 随即开始渐渐超前了 最终在进入下一个弯道时 贝克曼尔盯着前面的泽度 快速拨动换挡拨片 他终于在这上坡的弯道处 凭借玛丽和换挡迅速的优势 超出了下降半个车头 田中妍二感慨不已 现在12号车强硬压住了GT86的线路 顺位再次调转 他有些替下降可惜 毕竟以普通车手作为对手的话 在这种局面之下 片通下降通常是逢战必胜 他才是那个压制别人的人 可这次 他的对手变成了王者贝肯鲍尔 结果就大不相同了 双方超高水准的缠斗 已然迈入神之领域 半岛真喝的这份悸动 到达顶点了呀 目前贝肯鲍尔超越下降来到了第二 和泽度还差好几个车身 也不知道能不能干掉泽度呢 通修屋中 奥山是一脸的可惜 下降低落至第九位后 又上演了奇迹大逆转 但也要到此为止了嘛 即便是片同下降 即便是同约拓海的徒弟 也无能为力了嘛 其实这里也是有些好奇 如果下降之前没有换挡问题的话 现在是不是已经超出 责度十几秒了呢 而一旁的续方的情绪 比奥山更加激动 他不争气地哭了出来 见续方这副模样 奥山心里也很不识滋味 根据经验来看 奥山认为 下降这次之所以被超越 也是轮胎方面出现了问题 是无法挂入二挡 而激进使用前轮 极限利用横向抓地力的恶果 奥山觉得 既然情况变成这样 就必须把策略改为 死守当前的顺位 此时画面一转 给到还在奋力追版本的 九号车向越顺 眼下两车也在抵达了魁湾 由于向越顺习习惯了猛冲 通讯屋内教练 也怕他意气用事 一直在提醒他别猛冲 现在还不是很用轮胎的时候 积蓄注意力 一口气爆发的地方 再回程主直线 向越顺这次十分配合指挥 连忙表示了解 看起来像向越顺这种车手 还真是必须搭配 一个策略性的助手才行 画面再次回到了 四号车和十二号车身上 他们已经抵达了梯子弯道 田中央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四号车和十二号车之间的距离 有些许缩短 与此同时 十二号车和八六的间距 他的轮胎到了这里 就变得不怎么好使了 对此下向也很清楚 当下DT86后轮的抓地力还在 然而前轮的横向抓地力 却已经所剩无几 不过下向知道 自己绝不会放弃 他相信前面两台车 一定会露出破绽的 这是一定的 镜头忽然又给到保时捷 贝克曼尔一脸正中 已经准备好了 看着泽杜率先通过了面前弯道 他加紧控制方向 油门全开 车子如零弦之间一样冲出 蓄猛地跟上了泽杜的节奏 田中阳也激动坏了 他对着邱山社大叫起来 就在刚刚 12号车触发了系统的醒目标时 真没想到邱山先生 这可是在最中圈的最后关头啊 然而邱山社虽然也很震惊 但内心却有些不喜 表示这种局面 自己见过太多次了 日常留有余力 到最后才发挥权力 邱山社表示老实说 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比赛风格 不过也不得不承认 贝克曼尔的实力 这个男人确实是优秀之计 现在12号车与4号车的距离 正在渐渐缩短 很显然的 邱杜已经从后视镜中发现 他显得很慌张 内心十分不紧 自己可是用出了排位赛时的状态 在一路的飞逃啊 但贝克曼尔太快了 快得让人毛骨悚然 镜头又转后给保时捷 贝克曼尔内心也有些紧张 知道眼前这种情景 或许这就是自己所面临的课题吧 在全神贯注进入权力冲刺的状态时 呼吸还是会变浅 心率数也会有少许的增加 如果以世界级为基准的话 还算不得超一流 自己一定要决定冷静才行 因为贝克曼尔展示了权力冲刺 他和泽度的间距也越来越小了 田中阳尔围绕两车的讲解 也更加紧张 12号车还在靠近中 两台车的间隔进一步缩短 终于 双方突入了第二个180度转弯 贝克曼尔追上了 绝对的王者驾到 目前仙头集团已经回程到主直线 田中阳尔感叹 12号车已经钻入了 4号车的尾流之中 从这里开始 便是一决雌雄的决战之地了 那么贝克曼尔真的能追上泽度 下降在后面 用得抓到两人的破绽吗 现在贝克曼尔已经紧紧贴在泽度后面 泽度一场紧张 他满脸都在冒冷汗 觉得自己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可失足到这种地步了 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 也只有坚信车子的战斗力了 泽度踏紧脚下的油门 拜托你了 加油吧A110 但可惜的是 即使泽度和他的雷诺再努力 依旧还是被贝克曼尔贴着 贝克曼尔吸着尾流 在随时寻找超越泽度的机会 田中仰在替贝克曼尔惊叹过后 就对下降有些可惜 因为GT86落在后面 没能吸到前面两台车子的尾流 也就是说 下降在此刻已经出局 将无缘冠军的争夺战了 目前最大的可能性 还是在贝克曼尔这里 田中认为 贝克曼尔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会怎么样呢 12号车在哪里动手 眼前众人临近主无弯 4号车和12号车 都采取了全油门突进的方式 速度迅入雷电 这一刻的泽度更是压力倍增 逗大的汗水都要迷失他的眼睛 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 绝对不能让贝克曼尔 占据主无弯的内侧 如果被插起来的话 就万事休矣 对此贝克曼尔也是心知肚明 他在内心和泽度较劲 我们决胜负吧泽度 贝克曼尔显然已经做好了 殊死一搏的准备 现在双方还在高速奔驰 每一秒都有可能发生变故 而泽度一直谨慎地 占据着中线偏内侧 两人终于就这样到了主无弯入口 田中央也知道 这可能是最终的角逐了 双方都在全力制动 突入其中 这时12号车已经有了 要动手的趋势 开始向外侧转移了 泽度内心一惊 他万万没想到 居然会从外侧 这超出了泽度的预期 毕竟他一直以为贝克曼尔 会从内侧超车 所以一直死死盯着内线方向 你这个战术粉碎 泽度内心话刚说完 就一把方向朝贝克曼尔打去 下一秒哐当一声 两辆车就撞在了一起 随后又分开 双方就这样并排着出入弯道 田中央也很是激动 大叫着现在 泽度和贝克曼尔保持并排 在主无弯上重新加速 意志与意志相碰撞 尊严和尊严甚至擦出了火花 两人就这样通过了 悬崖之上的高速弯道 进入了隧道之中 这一刻 泽度和贝克曼尔同时屏住呼吸 究竟谁会率先冲出重围 看景景 贝克曼尔好像隐隐超过了泽度呀 现状泽度和贝克曼尔还是并排 下向再跟在后面没有掉队 距离似乎还缩短 奥山十分紧张 自然也发现了下向的追赶有了效果 因为泽度和贝克曼尔双车并跑 导致双方线路都受到了制约 使得他们过弯的速度降低了不少 看来场上的情况 变得无法预测了呀 奥山随机就告诉旭方 现在泽度和贝克曼尔的并排很有意思呢 旭方先到这里 抬起头有些疑惑 于是奥山才告诉旭方 我们或许能够遇到天上掉线面的好事了 再次回到比赛中 目前四号车和十二号车仍旧难减难分 不过泽度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糟了 贝克曼尔特意绕到憋屈的外线 理由竟然是为了这个吗 一个岔路口赫然出现在两人眼前 而正确的赛道就在左边 贝克曼尔正式再次加速冲锋 下向紧随其后 这让泽度内心惊骇不已 他现在根本无法选择外侧的道路了 而退后的空间也已经被片头下向占据 泽度感到极度不甘 这是自己一生一世的大失算呀 眼下贝克曼尔又重新回归守卫 王者回归就此达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下向凭借着不屈的意志 排名也幸运地上升到了第二名 田中央二也激动坏了 他完全没想到 在终点进前 先头集团的排名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贝克曼尔和片头下向先后超越了泽度光辉 这是何等具有冲击力的结局呀 在最终前 先头集团频繁发生变动 令人目不暇接 如此激励的比赛简直前所未有 终于先头集团充现了 王者米哈伊尔贝克曼尔拿下三连胜 简直是势如破竹 接着第三次参赛的新人片头下向 终于登上了亚军的领奖台 通讯屋中 续方高兴的高举双手跳了起来 这太好了 太好了呀 下向做到了 我是在做梦吗 田中央二同样沉浸在兴奋中 还在感慨贝克曼尔实在是强 真的太强了 难道是诞生自德国的改造人战士吗 纵然面对拼尽全力来纠缠的 四号车与八十六号车 也能将他们的执念完全粉碎 田中央二实在是找不到词来形容 眼下先头集团的战斗已经结束 镜头切换到临近中年的 八八五号车朱星赖明 赖明这时已经看见二号车的背部了 不过却也发现 下向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朱星赖明知道 自己毕竟才初登场 以第五名的战绩完散 绝对算不算成绩糟糕 可为什么 自己胸中总有一股沉重的挫败感 完全无法释怀呢 田中央二继续播报排名情况 目前四位二号车赤鱼海人 和五位八八五号车朱星赖明 正实向最终完 六位的一号车时辰落后他们不少 在回程主持线上 镜头切换到GT-R和奥迪R8这边 向夜顺这时收到了教练的通报 现在尾流开始奏效了 轮胎也有余量 所以一决胜负吧 向夜顺紧张地答应了下来 双方前面就是一个大弯道 终于到了向夜顺出手的时候 两人都是异常地紧张 只见九号车一个加速 瞬间冲到了五号车右侧 车头已经抵达了五号车的末尾 现在后续的车辆正不断驶来 七位是三号车大石 接着是六号车柳田 和十三号车前缘 田中央二正播报情况 总孙在这时发现了 这两台车总在紧张的时刻纠缠不休 而看到这一幕 正在收看MFG直播的粉丝们也很激动 有人还大叫着 上啊 别说呀向夜顺 千万不要怂 地板有到底 双方车是已经抵达中点前的岔路口 田中央二突然替向夜顺担心 原来九号车跑在那侧 没有行车线 镜头忽然切换个版本 对于向夜顺来自右边的攻击 他感觉也不知道说什么 这个傻蛋也稍微动动脑子吧 而向夜顺这边 脑海里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冲 冲冲冲 一定要冲过去 因此面对着这个狭窄的单行路岔口 向夜顺根本没有退缩 他一把方向紧紧地贴在奥迪R8边上 这让屏幕前所有的观众惊呆了 要知道按照常理来说 没有占据线路的九号车 必须要做出妥协的呀 就像之前的泽度一样 现在两辆车占据了一条单行道 双方间距只有几厘米 田中央二真的感觉不可思议 这两台车并驾齐驱 同时钻了进去 就像是连体兄弟一样 车体紧紧地相贴一步不让 就这样通过了直线 再次闯入了最后的右转弯道中 而下一秒 向夜顺终于是凭借在内侧的优势 一个车头的优势超过了版本 抵达了终点 结果就在这时 田中央二发现裁判举齐了 他因此还好奇地问秋山社 裁判究竟会怎么判断呢 秋山社饶有兴致地认为 恐怕竞技委员会中 谁都没有预料到会这样 所以这绝对是未曾设想过的事态 甚至将成为运营上的事故 毕竟赛道的那个部分 是以两台车 不可同时通过为前提设置的 可现实中 这两台车确实并排闯了过去 秋山社只能表示 这件事的裁定会很微妙 核心问题在于 向夜顺如此地超越 是否算是公平竞技 不过无论如何判决 都需要解释 其是否为符合MFG的基本理念 画面一转 结束比赛的下项 收到了工作人员的通知 祝贺下项最终车检通过 二位完赛有效 他请求下项之后的 颁奖仪式务必出席 还有想问下项 要指明哪一位天使 送上祝福之吻 下项听到这里脸一红 感到很慌张 连萌表示那个是没必要的 我的话随便谁都好 所以也不知道 是谁送上香吻的 天使们已经在 七点前准备就绪了 他们叽叽喳喳 都在谈论下项 没有指明任何天使的事 那到时会怎么样呢 这时有天使表示 好像尚有精力 会提供合适的人选 真美于是来了兴致 觉得这样的话 自己也有机会了呀 后面的精子看了有点不屑 他才不想真美破坏了 练的好事呢 因此转身 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他随即把眼镜小哥叫了过来 表示自己担任MFG天使 也有四个年头了 如果评价我对MFG 有贡献度的话 能拜托你一件事吗 连织小哥联盟 回答原则上不行的 但精子姐请求的话 下不为例吧 另一边 泽度突然找到下项打着拨呼 没想到下项竟然也知道泽度 还提起前年秋天的欧洲FE3上 我们在几场比赛中同台竞技过 接着还说出了具体在哪些地方 泽度也是惊呆了 他没想到下项记得这么清楚 这记忆力真不是闹着玩的呀 简直要被吓哭的呀 眼镜小哥这时找到了脸 原来精子是想让脸给下项送上三尾 脸收手捧脸 整个人都变红了 欲无伦次地表示 但是下项 不对 是片铜先生不是没指名人选吗 眼镜小哥傲娇地表示 在选手没指名的时候 是我来决定的 你加油吧 在眼镜小哥离开后 脸立即蹲在地上捂着眼睛 感觉自己亲下项什么的 完全办不到呀 怎么办怎么办 可突然间 脸又睁开眼睛好像又想通了 觉得亲一下也没关系啊 颁奖台上就是人影绰绰 贝根鲍如以往一样没来 由下项和泽度两人领奖开枪毙 在泽度接受了天使的相吻后 下项和脸这边却显得有些奇怪 下项觉得很是伤脑心 这样项叶前辈会生气的呀 至于脸也是红着脸 又有些犹豫不决 终于在片刻之后 两人还是都下定了决心 没办法了 亲吧 脸于是在众人的目光中 踮起脚尖向下项送上相吻 看着这一幕 镜子在后面一脸欣慰的笑容 觉得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神助攻啊 脸就这样亲了一下 随后就恭喜下项取得亚军 下项听了内心一浪 心里惊骇不已 这个声音莫非 于是脸才彻底摊牌 他谢谢下项昨天救了自己的命 也对自己向下项隐瞒 做天使的事感到抱歉 一旁下项惊得目瞪口袋 嘴巴都合不拢了 台下续方股指掌十分好奇 下项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做出那种表情啊 相爷顺则一脸便秘的样子 他才不想看到这一幕呢 才不想看到七号像亲了下项啊 相爷顺突然看到一旁的真理会 感觉他好像经常和脸 以及精子在一起聊天 因此突然和真理会打招呼 让真理会整个人都麻了 来了来了 终于真理会也等到 前来搭上的MFG车手了呀 以后我也有在联谊会上 炫耀的资本了 真理会于是还闭着眼 十分扭腻地表示 不行不行了 跟猜散选手那个是被禁止的 你这样让我很困扰啊 如果无论如何都要联系的话 私下里真理会可以把号码告诉你 只限于私下哦 相爷顺十分尴尬 随后才挑明 你和七号天使的关系很好吧 七号天使的名字叫什么呢 真理会于是一愣 这才知道相爷顺不是在搭设自己 他戳着脸 想起精子还曾因自己 对外人说过脸的名字生过气 不过这个人是选手 应该不算是局外人吧 真理会想到这里 终于告诉相爷顺 七号天使的名字是脸 相爷顺听了 整个人都呆着了 脸 那个字怎么写 于是在得知是初脸的脸之后 相爷顺是异常兴奋 多可爱的名字呀 我未来的新娘跟的名字 实在太相衬了 激动不已的相爷顺 随机摇了摇旭芳 让她不要总一份 闷闷不乐的样子 会没女人缘的 今天我们也去常去那家店 开心无厌吧 相爷顺兴奋的手舞足蹈 感觉今天真的是太激动了呀 续芳在一旁看了十分吐槽 这家伙这么兴高采烈的 是因为竞技委员会 判定他的超车有效吗 他是完全没想到 相爷顺是因为知道了脸的名字 才开心到不行呢 转场颁奖仪式终于结束了 下相找到续芳 表示自己知道了 见不得了的大事 七号天使的真面目 就是脸 对此续芳也吓住了 什么 你说什么傻话呢 可下相表示 自己才没说傻话 颁奖仪式的时候和他交谈 他的声音让我浑身一颤 真的是脸呀 续芳于是也听得满头大汗 如此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现在才察觉呢 你们在同一屋檐下 生活了三个月呢 下相听了这话也很不好意思 表示因为他的家人 谁都没有和我说过 工作室的脸 也和平时看起来 判若俩人呢 而说到这里 下相突然也吐槽续芳 续芳先生不是从小就认识脸了吗 也不应该完全没察觉到 七号是谁吧 续芳整个人一愣 只能勉强解释 好吧 谁能想到从小 像大小姐一样长大的脸 居然会穿上这么四形的靠色服呢 续芳想到这里 整个人都猥琐起来 觉得现在的脸 和往常青春时的样子相比 实在太让人兴奋了 男人的话 不管是谁都会意乱情迷吧 续芳自顾自的猥琐着 最后才注意到 下相眼神投来的杀气 也不知道下相知道 脸在做天使后 又会怎样和脸相处呢 可下相这边刚刚说完话 突然就一个机灵 感觉手指的疼痛又回来了 续芳因此很是担心 怎么会这样 比赛的时候 听你说疼痛感突然消失不见 我都完全把这件事给忘了呢 很疼吗 续芳不安地问道 而看到下相满脸冷汗的表情 续芳就赶紧让下相 去MFG的医疗队那里治一下 这应该是最快的应急措施了 然而下相就拒绝了 原来是下相担心消息扩散 他不想让脸知道自己受伤的事情 续芳见到这话 于是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表示既然如此 小田园有我认识的借骨医院 下相坐到副驾驶上 表示大概需要15分钟抵达 在那之前就先忍忍 下相因此对续芳感到抱歉 两人随即就向医院奔去 不过在路上 续芳忽然想到了什么 连连表示 看来我们怎么也拒不成庆功宴了呀 顺有邀请过我们 待会还是打个电话 把没法道成的原因告诉他吧 下相内心稍微松了一口气 觉得自己唯独今天 有点难以面对象业顺前辈 续芳很好奇地问怎么了 结果这是 下相才弱弱地表示 因为七号天使 是项叶前辈的梦中情人呀 续芳于是一愣 她也确实才想到这个问题 一时间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回答 毕竟项叶顺那家伙 确实是对恋上心了 下相现在感觉很不好意思 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 续芳沉音片刻后终于出声 认为旁人怎么说都无济于事 这种事情 也不应该来问别人呀 试着扪心自问一下 你啊下相 你是怎么看待恋的呢 下相脸一红陷入沉思 表示恋是重要的人 又住在同一屋檐之下 就像是真正的妹妹一样 于是听了这话 续芳都替下相骑了 连忙说我不是说这个 是问你对恋有没有爱恋之情啊 下相忽然低下头 又羞又慌 回答就算直接被这么问 自己还是无法确定自己的心意 续芳侧着头看着下相 一脸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觉得不是这样的 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 你这应该是完全喜欢上了恋了 续芳调笑下相 虽然在比赛中是一屋檐的天才车手 可一旦回归日常 却是未经事故 不懂男女之情 比起同年龄的日本男子远远不及 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家伙呢 这里也不知道怎么说 续芳这个美女的喜欢的 应该就没啥资格说下相吧 陈鹤的赛道边上 泽渡望着自己的四号车感慨万千 他似乎是决定了什么 因此在内心对着自己的A110自言自语 A110 你是一台很棒非常棒的车子 我也从没想过 会找到比你更出色的伙伴了 然而比赛缠斗的时候 在决胜地段的最后总是奇差一招 被贝根巴尔那样强势地击败 所以对不起 对不起啊 泽渡内心黯然不语 觉得与心仪车子分别式的悲伤 比与心仪女孩分别式要强上好几倍 感觉自己都快哭出来了呀 而就在这时 泽渡的手机响了起来 果然是沙奈打来的电话 电话另一端传来甜美的问候 沙奈想知道泽渡在干什么呢 还想邀请泽渡今天一起去玩 泽渡于是好奇地问沙奈 你之前不是说今天跟别人有约会吗 沙奈联盟表示那个无所谓 还是光君这边重要 你现在很失落吧 我是知道的 沙奈觉得今天的比赛 光君是最努力的一个人 所以给你奖励哦 就由沙奈来抚慰受伤的光君好了 沙奈随即表示 自己会先在色谷随便玩玩 之后再联系 最后还娇羞地告诉泽渡 自己穿着能让你高兴的内衣呢 这里也是十分感慨 这沙奈也真是太体贴了吧 也因此在电话挂断后 泽渡突然对沙奈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他本以为沙奈撒娇时的可爱模样 就是他仅存的优点了 没想到 竟然也有天使一样体贴别人的时候 看来这两人都是哪跟哪 谁也别说谁了 小田园的接骨医院 沙奈的左肘被诊斗为重度磕碰伤 外星的是骨头没有异常 是炎症时的患不疼的厉害 医师嘱咐 一周内需要每天用湿毛巾敷好 并尽可能保持左肘不做运动 而经过诊治后 沙奈觉得比之前好受多了 让续芳也很欣慰 波兰不断的半岛战 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情节可谓跌宕起伏 百折千回 所以根据粉丝的投票 尽管真鹤半岛的比赛才刚结束 就立即刷新了 MFG历史最刺激和戏剧的比赛排行榜 并且投票数字的上涨 势头没有丝毫摔退 显示了这一次比赛的成功 另外 最终圈9号车所引发的仲裁 最终有10号一锤定音 判断其微公平的超越 虽然5号车的版本对这结果不服 提出再裁定的请求 还是被竞技委员会驳回了 半岛真鹤比赛最终结果 第一名贝肯鲍尔 第二名片头下相 第三名泽度光辉 赤鱼海人和朱星赖鸣分列四五 项叶顺则冲到了第十名 排名最末尾的就是泰勒和大谷杨界 至于金分榜情况 贝肯鲍尔27分 赤鱼海人23.5分 片头下相21分 版本雄大和项叶顺则并列第五名 17.5分 泽度因为缺席了几次比赛 只有16.5分 朱星赖鸣甚至也有7分 接下来MFG将进入为期四十天的漫长下修 值得一提的是 下相领到了两位完赛的五千万奖金后 立即将其评分给了自己的伙伴 也不知澳山能分到多少钱呢 总之去方肯定是嗨了吧 转眼到了五日后 关东甲信地区的梅雨季结束了 湘南终于迎来了夏天 遍地绿意盎然 天高云阔 在热量的席卷之下 偏赖江之岛的海岸线上人影绰绰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到了这海边度假 果然恋不喜欢这时来这里 也是有道理的呀 而连仓这边 小丁通街市上依旧热闹非常 几个大妈来到下相工作的小店 看着下相认真工作的情景 真心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 下相也是一如既往的谦卑热情 让大妈们都觉得如沐春风 纷纷感慨骗童君的脸 真是一如既往的清爽 在这个酷暑季节每天都想看呀 日本的夏天很酥猛 这让你有点吃惊吧 毕竟英国的夏天听说十分凉爽的 下相感受着几个妈妈粉的热情 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表示自己很享受每时每刻 甚至还觉得非常新颖 就好像生活在南方海岸边一样 妈妈粉们于是都微微笑了起来 觉得下相还是太年轻了 如果年纪一上来 就肯定会知道这夏天有多厉害了 腾泽市的续方车行中 澳山看着眼前的GT86 感觉毫无工作的欲望 这天气真是太热了 他因此摇晃着玻璃杯 请求续方能帮忙打杯冰红茶过来 续方连连表示 当然要多少杯都行啊 他现在对接下来的第四战充满担忧 感觉接下来的双车岛 绝对是G赛季的五战中 平均速度最高的赛道 所以玛丽的差距 应该能直接决定胜负啊 澳山对此也认为 到那边去比赛 对手们肯定会利用休赛期间 对车辆进行各种各样的升级 我们当然也不能默不作声袖手旁观 不过现在时间还很宽裕 我们可以先把引擎拆下来 进行升级改造 换上耐受高负荷的强化部件 不过因此要花掉不少钱呢 所以没关系吧 续方学 续方于是连连表示 那个不是问题 多亏了下降 现在续方车行的自己挺充足的呢 澳山听后也是苦笑一声 果然呐 好羡慕呐 看来澳山并没有分到奖金呢 续方这是有个想法 他问澳山 我们这次应该是要增大增压值 让玛丽进一步提升吧 澳山于是老调重弹 表示可以这么说 但也可以不是 毕竟我们应该先问下车手的意见 不过如果从收集到的数据看 下降踩油门的时间 别其他任何选手都长 对引擎会造成不小的负担 澳山因此表示 自己想造出 无论下降这个天才怎么认真冲刺 也绝对不会损坏的可靠引擎 对于双车道 澳山有两条改装对策 一条是引擎耐用性升级 另一条则是控制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 续方于是眼睛一下睁大了 什么是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 澳山最后吐出四个字 空气动力 看来GT86的外形 也要有些改变了呀 在澳山和续方讨论 怎么改装86的时候 同一时刻的连仓 下降和练又来到了一间寺庙里 两人来到了神殿面前祈福 练中心希望下降能好运连连 觉得自己能把之前没讲的东西告诉下降 真是太好了 练内心喜悦不已 觉得自从那次讲出心里话后 并且献出自己的初吻之后 下降看自己的眼神 好像比以前温柔了 练也在想 或许下降也会觉得自己 也是和他一起参与MFG的伙伴 应该也会觉得这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关系吧 我们已经被看不见的羁绊紧相连了 练内心忽然又有些害羞 觉得虽然到现在 依旧认为穿着靠色装很羞耻 但当时能参加MFG天使的面试真是太好了 这里忽然也是有种想法 如果下降长得普罗大众的样子 练还会不会喜欢下下降呢 转眼就快到五点了 练看着时间有点惊讶 下降有点后吃后绝 不过正好肚子也饿了呢 下降忽然又有些兴奋 表示自己好期待晚饭呢 其实来日本以后 自己对吃饭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 在英国时 除了特别的日子之外 吃饭不过是填饱肚子就行了 可现在的每日三餐可是大事 而真有子妈妈摆在桌子上的米饭 便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了 练听了有些惊讶 是米饭吗 说起来我家的米 都是住在新鲜的奶奶送的 我从小吃到大 一直觉得就是普通的米呢 不过其实是南鱼岛的月光道 下降于是惊讶不离 是南鱼岛农场吗 那个被称为日本第一美味的大米产地 我完全不知道呢 每天都能吃到那么高级的稻米品牌 难怪如此香甜啊 练内心一阵喜悦 但有点好奇 为什么是同样的大米 奶奶煮出来的饭 就是比妈妈的好吃很多呢 练忽然有了一个主意 她转过头扑闪着大眼睛问下降 喂 下降 日本最美味的米中最最最特别 最最最香甜的大米 想不想尝尝呀 看来练是想把下降一起勾引去奶奶家了呀 转场到了西元寺家中 妈妈听到下降和练要一起去心谢 十分的吃惊 爸爸虽然也有些惊讶 却也觉得这不挺好的吗 有下降君跟着练 我放心 妈妈因此也出声复合 对此练有些不满了 喂 爸爸妈妈说话好奇怪呀 说的简直就像练自己出去的话 你们就没法放心了一样 是练带着下降去玩好吗 下降可是外地人 人生地不熟的 西元寺爸爸被女儿这么一问 内心一慌 妈妈也连忙表示 就当那么回事吧 总之和下降一起去 我们就放心了 这话因此又让练有些恼 爸爸只好让练不要再闹了 他转头对下降表示谢意 觉得有下降陪着自己的母亲 母亲一定会很开心的 所以拜托了下降君 下降于是立即答应下来 让练还觉得下降有些得意忘形 你个下降 别忘了我才是这次旅行的领队啊 西元寺妈妈在一边有些尴尬 这孩子怎么这么执拗呢 转眼又是五天过去了 在古川附近的观月自动车道 下降和练正好开在神奈川 去往新鲜的道路上 他们开的好像是GT86 也是有点奇怪 一路上 练给下降介绍沿路的各种情况 还给下降介绍观月隧道的历史 练一想到只要穿过这里 就能到达奶奶家里 这次还是和下降一起 就感觉十分的喜悦 转场到了新鲜十日丁式的山中 下降和练两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看着面前熟悉的房子 练举起双手兴奋地大叫起来 太怀念了 奶奶在不在家呀 练来咯 这时一个慈祥的老太太走出门外 看到两人到来 奶奶也十分兴奋 是练吗 好久没见 长高了不少呀 最后一次见面时 你还和奶奶差不多高呢 练忽然羞红了脸 那些有些抗议才不是这样的 初一时 练就有160左右了 果然 奶奶还是有点天然呆呀 练随即跟奶奶和下降相互介绍 而看着一米八度的下降 奶奶连连惊呼起来 哇 你简直好像山毛举一样 高大挺麻呀 下降一下有些害羞了 奶奶于是让下降不要拘谨 还让练去给家里 供奉的神位上炷香 练于是还把下降一起叫上了 这是要把下降也当一家人了 在下降和练焚香助导之后 练决定带着下降 一起去后面的美人灵碗 下降还有些奇怪 美人灵里全是美人嘛 但那其实就是一片山毛举林了 看到后山到处挺立的山毛举 下降一时间惊叹不已 练则立即抱着其中一颗 把耳朵贴了上去 下降十分奇怪 你这是做什么呀 练表示山毛举树干里有大量的水分 像这样把耳朵贴过去 可能听到水的声音哦 下降人是看白痴一样看着练 憋着不敢笑 让练一下子不爽 你那是把练当傻瓜了吗 下降因此只好告诉练 那样做是听不到声音的 树干不可能对外传出声音 练因此看着下降一秒钟 随即一起老拳打在下降的肚子上 恼怒地表示 不信的话下降就来试试呗 这是以前奶奶告诉我的 下降遭到野蛮女友的威胁 只好招着练说的去做了 没想到竟还真的听到了 这样下降人都要傻了 表示自己还是第一次 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体验了 练开了也是欣慰 随即和下降一起抱着眼前的大树 也是感慨他们怎么就不抱在一起呢 这样更有意思吧 终于回家了 练来厨房帮奶奶忙 看到练如此懂事 奶奶也是十分开心 感觉练真的了不起 完完全全变成大人了 下降这时也有些不好意思 也想帮点什么忙 奶奶因此拒绝了 觉得男人并不适合下厨房忙活呢 对此练也是这意思 让下降在那边看电视就好 下降于是不好拒绝 只能说如果有什么体力活 就让自己来干吧 奶奶听了很是欣慰 觉得下降还真是一个好孩子呀 练倒是一点也没反驳 也说对啊对啊 爸爸和妈妈也超级满意呢 感觉练还真是把对象 带回奶奶家里的感觉了 两人随机就这样一边说着下降和家里的事 一边准备晚饭 当晚看着满桌的好菜 吃着闪闪发光的月光稻米 下降是连干了几晚饭 估计这还是下降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吧 很快就到了第二天 在滕泽市的虚言四家中 虚言四爸爸突然惊叫起来 等等 他们去新鲜开的是86吗 虚言四妈妈表示好像是的 就是那台我们总在电视上看到 有号码在边上的车 于是爸爸听了一下子就麻了 他真的羡慕死自己的女儿 内心因此不住的感慨 这简直难以置信呢 看看我的女儿 我都不敢想 她到底是有多幸运呀 坐在GT86的副驾驶上 还是下降君本人亲自开车 任何知道这多么有价值的人 都会震惊的呀 西元四爸爸忽然又燃起一些袭击 觉得花多少钱也无所谓 就是不知道下降君 介不介意也在我一城呢 估计这也是许多MFG粉丝的想法吧 不过这里还是劝西元四爸爸想开点 下降开车带恋和带你 绝对是两回事 不要找不自在 老命都会没了的呢 另一边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的恋 忽然对奶奶大喊 想奶奶开着家里的可爱小皮卡 带着大家一起去兜风 好久没做皮卡了 恋还有些想念呢 不久后 奶奶从车库里将小货车开出来 果然是个迷你款的 看起来很可爱 恋自己叫下降一起上车 下降微微有些吃惊 连忙表示这车子只有两个作为 我还是在家里待着吧 恋这事已经翻上了小皮卡后面的车斗 他居高临下的兴奋地看着下降 然后下降也上来 看小皮卡出去不这样就没意思了 只要抓住车斗的把手就好了 下降在边上也是一脑门子汗 有些弱弱的吻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他最终拗不过恋的催索 加上自己也很好奇 就上了车斗 而后在奶奶的发车声中 小皮卡引擎发动 就这样带着恋和下降 晃晃悠悠一路向前 两人在车上吹着风 感受着邻间小路的鸟语花香 都是激动到不能自己 忽然车子一个颠簸 恋因此还吓了一跳 但下降似乎没察觉到 他还是处于兴奋到不行的状态 感觉实在太刺激了 就好像在坐船一样 恋也因此问他 是不是很棒的体验呀 这时道路有些微微向左 奶奶开着小皮卡 十分顺畅地切了进去 可恋在后面就有些慌 觉得自己要掉下去了 不过下降倒是觉得奶奶开得挺棒 方向和轮胎什么的 控制得都很好 他现在还是十分激动兴起 让紧张中的恋也总算放下了心 在下降上车之前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 或为此而激动的人 不过看到下降现在的样子 他就感觉什么都值得了 看着下降兴奋地摇晃着手臂 大喊大叫 连所有紧张的情绪 也一扫而空 他也情不自禁地闭眼大笑起来 觉得自己和下降两个 现在肯定像个白痴呀 这也太好笑 太有趣了 想到这里 连不由地拍了拍车厢 让奶奶提提速度 奶奶自然欣然领领 趴在这山间小路上一脚油门 惹得下降和练又是惊呼连连 感觉真是太奇妙了 这时奶奶突然在车厢里说了什么 下降和练在后面有些听不清 下降因此还伸过头去询问 让奶奶都吓了一跳 不过因为车子和风声太大 下降告诉练 自己听得也不是很清楚 奶奶好像是说 这路两旁的水稻田都是家里的 练因此还十分吃惊 但下降就觉得这太厉害了 其实奶奶的地虽然多 可大部分还是租给了别人 毕竟年纪大了 已经干不了太多体力活了 皮卡车之旅终于结束了 下降看着这小小的车子 心情还是无法平静 感觉这是最棒的东西了 还是个三踏板的手动挡 转眼到了中午 在缠名窃窃声中 恋睡得十分香甜 正是下降走出屋外 发现奶奶好像要出去 原来奶奶提着水和刷子 打算去清理墓园 毕竟中元节快到了 下降正觉得自己在这里 没有用武之地 于是连忙提出要帮忙 而转眼间 下降就已经拿着刷子 帮忙清理石碑了 下降一边坐一边好奇 中元节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奶奶只好告诉下降 中元节是一年中 我们先祖的灵魂 回家探望的日子 所以我们才需要清理坟墓 让他们回来是安心舒适 奶奶很感谢下降的帮忙 毕竟木计太高 自己够不到上了呢 下降终于做好了一切 她现在还是很好奇 那祖先们的灵魂 平时都在哪里呢 奶奶只好表示 他们游荡在周围 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下降忽然一惊 是真的吗 下降随即告诉奶奶 自己的母亲去年过世了 这让奶奶惊讶中 很是心疼 但下降却觉得 已经没什么了 她反而在听了奶奶的话之后 表示自己真的希望 母亲能像奶奶说的那样活跃着 能做各种有趣的事 而不是在天堂里 哪里也去不了 奶奶立即表示 这是当然的 我很肯定 她一直都在注视着你了 如果你发生了什么 她一定会出来帮忙的 就像我死去的丈夫一样 下降听了内心 泥喊起来 妈妈会帮我吗 奶奶因此回答 这是父母都会做的 不管是在日本 还是在英国 下降忽然泪水涌出了眼眶 她又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也很感谢 能来这里遇到奶奶 奶欣慰微地笑了起来 现在墓碑什么的都打理好了 要不 我们一起吃个西瓜吧 下降没有结果 反而问奶奶 一个人住在这里 会觉得孤独吗 没想到 奶奶忽然抬起头 看着家的方向 表示一点也不呀 我喜欢被这大自然包围的感觉 即便是在最冷的冬天 在整片大地 被大雪包裹的时候 我也想让我和丈夫 一起建造的房子 依旧温暖舒适 这样我的孩子们 和我的孙辈们 就能随时回到这里了 下降觉得很是感动 表示自己很缺席 这里真的是个好地方 奶奶于是也兴奋起来 她告诉下降 可以随时来这里 秋天的时候 这里可漂亮了 下降惊讶地问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奶奶因此还看着下降 这不当然的吗 你现在就像我的孙子一样了 你永远都是受欢迎的呀 下降突然泪流满面 她真的感受到了奶奶的温暖 在这平静祥和的地方 突然到了第三天 在西元寺家里 妈妈突然打电话 给奶奶 询问下降和恋的情况 奶奶自然十分开心地表示 两人都很听话 帮了自己大忙了 刚刚我们才吃了午餐 不用担心呢 挂断电话后 奶奶随即准备去午休 还叫下降他们也去休息一下 如果开着窗户 当微风吹来 那感觉真的很棒呢 下降很人情奶奶的话 当即做事要躺在她的米上 这让练得有些吃惊 这还真要午睡呀 可转眼间 下降就已经闭上了眼睛 练红着脸看向下降 这睡得也太快了吧 不过下降应该是 真的在这里感觉很自在吧 练凑过去好奇地看着下降 只感觉下降真的太可爱了 还是个男人 练虽然没看过 自己睡觉的样子 但觉得下降的睡相 绝对好过自己 她是真的想亲过去了 不过练总算是有理智 只是拿着手机 打算拍张照片给若菜看 然而一转眼 她就改变了主意 决定不发给任何人看 练随即使躺在了下降旁边 下降只是无意中一个翻身 手正好碰到练的手 练当起一个机灵 她艰难地抬起头 不知该怎么办 如果奶奶起来看到这一幕 她会想着我们睡觉时 都在牵着手啊 肯定会想 我们这次回来是约会之内的 练那些小鹿乱撞 慌得不行 她不想把自己的手抽走 也感觉这样自己很开心 所以该怎么做呢 练随即也闭上了眼睛 希望这一刻能是永远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 练忽然想了过来 她睡眼惶惶地揉着眼睛 发现下降已经不在身边 她应该是在自己睡觉时起床了吧 练随即屈膝抱着自己的双腿 感觉内心暖暖的 而就在这时 练突然听到了下降急促的声音 练 你赶快到这边来 于是当练推开门 就看到下降在屋外急得不行 她告诉练 我刚刚看到一只超大的青青 她全身又黄又黑 看起来简直是残暴 现在正绕着屋子飞呢 我一定要抓一只看看 练一下也是呆住了 随即才告诉下降 你需要一个网兜 奶奶这时听到声音 也好奇地走过来 这才知道是下降同心发作了 不过家里也没有补充网 看起来只能去商店里买一个了 下降于是说干就干 开着GT86 带着练就出了门 直接开去了花鸟市场 练原本还以为这地方没有网卖的 没想到下降还真的买到了 下降正兴奋地举着网兜 准备抓心停 没想到练却阻止了 表示自己是这次旅行的领导 还是让我来示范怎么抓心停吧 在我小的时候 就和爸爸一起抓过了 下降因此还心里一急 委屈地说 我想自己来啊 然而练还是俏皮地对下降表示 你不行 你的速度太慢了 下降委屈啊 委屈巴巴地表示 自己才不慢呢 可以只好把网兜交给练 练现在兴奋至极 就想在下降面前大展身手 奶奶还告诉练 雌性的一般比雄性的大 所以抓个雌性的吧 此时 一只熊蜻蜓正好飞过水池 练一往都下去 当即落了空 他内心正一阵尴尬 奶奶就提醒他 他身后还有一只熊的 结果练转身一捞 还是没抓到 练也是心撒啊 感觉太奇怪了 抓蜻蜓有这么难吗 下降在一旁给练加油打气 没想到下一秒 就遭到练的重击 这里也是感慨 练不是练过田径吗 反应力真这么差吗 还是蜻蜓太灵活了呢 下降这时也有些抱怨了 你刚不是故意的吧 练还想解释 但下降觉得 还是让自己试下吧 练太慢了 练员们还想要辩解 可奶奶在一旁补刀 认为练确实有点慢 于是没办法 练只好将网兜交了出去 下降因此还给练 示范证据的握法和发力方式 说自己要给练 抓一只大的雌蜻蜓看看 只是正苦恼 没看到雌蜻蜓的时候 一只雌蜻蜓就正好飞来 让练那期有些委屈 他真的很疑惑 下降这时倒是什么也没想 他兴奋地看着面前 漂亮的大蜻蜓 一个简单的叙事 就轻而易举地 将蜻蜓抓到了网里 看着下降激动地 抓着蜻蜓的样子 练在后面是目瞪口呆 他没想到 下降第一次就抓到了 下降拿着只大蜻蜓 在手里把玩 还拿来逗弄练 随后就和练一起 把蜻蜓放飞了 看着蜻蜓越飞越高 下降和练是真心希望 这雌蜻蜓 能够找到一段 在练和奶奶告别后 下降突然走上前 抱住了奶奶 表示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 在这里的这个夏天 奶奶 我爱你 奶奶因此还老脸一红 练则非常欣慰地看了过去 两人随后终于上了车 奶奶看着车子越走越远 是满眼的不舍 车行不远 练内心十分喜悦和感动 他还在想着下降 主动抱着奶奶的事 感觉下降还是第一次这么做 估计下降也是被奶奶的魅力折服了吧 与此同时 在奶奶家中 奶奶正在烧香告诉爷爷 咱们的孙女终于长大了 已经大到坠入爱河了呀 转场到前桥市的群马大学中 梁介正在欢迎一个 叫做风的女人回来 她告诉风 原本这里还有很多事需要处理 不过都解决了 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是关于你的侄子 风于是表示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的 梁介忽然停顿了一下 随即又安慰风 表示你的父母现在肯定很伤心 但风雪说自己也不知道 毕竟我的哥哥 实在太不让人省心了 梁介于是也苦笑一声 说自己今年秋天 会去拜访你的父母 这实在是有些让人尴尬 毕竟就是我 给你哥哥做的手术呀 风听后对着梁介笑了起来 没想到啊 你竟然在担心这个 这一点都不像你啊 风因此还告诉梁介 自己已经向父母解释过了 他们并没有那么不明事理 都很感谢你给大哥做了手术 虽然失败了 可他们都知道 你已经尽力了 你是群马大学医学院的 顶级外科手术专家呀 这里也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冒出一堆这样的对话 为什么梁介就不能露脸冒个泡呢 风又是谁呢 庄严几天时间过去了 这天梁和若菜又来到镰仓逛街 听着梁在新鲜奶奶家的经历 若菜感觉梁在新鲜 肯定过得很开心 梁忽然红了脸 表示自己在奶奶家一向都很愉快 只是之前自己都是和父母去的 这次没他们感觉十分新鲜 梁没说这次是和下相一起去了奶奶家 只是说自己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 待会儿再和若菜分享 因为感觉这个暑假过得非常充实 梁觉得接下来每天都在图书馆学习 也没问题了 若菜也是吓坏了 你要去就去 别拖着我呀 我的暑假还没开始呢 还是让我们去海滩玩玩吧 那才是暑假的真意呢 对此恋倒是提不起一点性质 一想到要在那么多人面前穿泳装 自己就会十分紧张 结果若菜竟一脸嫌弃地看着恋 你好歹也是MFG天使 这么说是根本不合格的呀 而且谁告诉你 我们女生穿比基尼就是给别人看的呢 这百分百是为了取悦我们自己啊 太过关注他人的想法 真的太愚蠢了 恋被怼得无言以对 知道若菜这话确实是对的 于是看到恋表情松动 若菜趁热打铁 让恋必须抽出一天 和大家一起去海边玩 还要邀请下象一起去 恋也是惊呆了 但若菜越想越觉得这主意不错 甚至还用出了激将法 他握着拳头 决心一定要在下象面前展示完美的自己 一定要彻底吸引下象的目光 毕竟没有哪个男人 会不喜欢女人的身体的 与此同时 在腾泽的续方车行中 下象终于来还车了 续方抱着双手 饶有兴致地看着下象 这次的心谢之前很有趣吧 很替你开心呢 下象谢过续方的关心 表示这几天确实过得太棒了 尤其是那里的米饭 简直是超级好吃呀 美丽都闪闪发光 异常香甜 好像是珍珠一样 下象觉得自己甚至体验到了 日本美食的顶点 因此越讲越兴奋 于是续方在一旁听了 忽然有些嫉妒 毕竟她还从没吃过那样的东西呢 下象随即又说起了恋的奶奶 她感觉恋家里的每一个人 都十分热心 一想到恋在这样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 恋就只觉得 难怪恋会成长为 如此美好的女性呢 续方在一旁静静地听着这一切 认为下象既然这么说 绝对就是喜欢上恋了呀 这时下象忽然接到恋 从江志岛打来的电话 果然是恋邀请她去海滩的事 下象脸又红 表示这周没有时间 不过下周三或者周五就没问题 此时续方在一旁 简直嫉妒死了 虽然不知道两人具体说什么 但你听到海滩 就知道是什么情况呀 而恋听了下象的回话 就决定安排在下周三 甚至在得知下象在续方处之后 还要下象问续方要不要一起 恋表示多几个男的 就不会有什么奇怪的家伙 来玩sputting game了 续方这边已经瞪大了眼睛 他激动不已凑过去问下象 你是要去海边 是和恋他们那些MFG天使一起吗 下象被续方的反应惊呆了 恋恋表示 是和恋以及恋的朋友 他还让我邀请你一起去呢 于是这话一出 续方整个人都傻了 你是说真的吗 没有骗我 下象只好告诉续方 没有 你必须和我一起去 我不太会和不是恋的女孩说话呢 只是下象只是有些好奇 恋刚刚说的 Sputting game是什么意思呢 续方有些惊讶 表示就是那些花花公子 挑选女生与他们搭讪 并试图带走他们的游戏 下象一次也是惊呆了 这不就是狩猎女孩吗 这在英国也有啊 此时续方激动的鼻血之下 一想到在海滩上 和那些火热性感的女孩一起玩耍 他就十分感谢自己还活着 这将是自己人生中 第一个甜蜜的夏日活动啊 传承到了江志岛的薛恩寺家中 薛恩寺爸爸请得十分着急 还刚到门口就大喊着 亲爱的亲爱的 你现在在哪啊 薛恩寺妈妈这时走了出来 看到老公弯着腰喘喘得出气 也是十分惊讶 连忙表示 什么东西让你这么慌乱啊 你是一直跑回家的吗 薛恩寺爸爸也没有回应 只是在情绪稍微平复后 才表示自己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自己刚刚接到了疯的电话 确认夏天的父亲骗铜键 已经过世了 就在上个月 一下子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我的天哪 我们应该怎么告诉夏相呢 薛恩寺爸爸满脸的汗水不住的流下 表示这确实是个困难的任务 不过我还是会在夏相君回来的时候 告诉他这个消息的 转眼一个小时过去了 在餐桌上 薛恩寺爸爸终于艰难的将事情合盘拖出 夏相因此瞬间就愣住了 这反应让薛恩寺家三人都内心一紧张 爸爸于是还赶紧出言安慰 然而他现在脑子也是乱乱的 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表示我们原本只是想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却没想到收到了一个这么让人遗憾的消息 我很抱歉 自己没能帮上什么忙 夏相赶紧让薛恩寺爸爸不要这么说 但他一开口 泪水就流了出来 夏相觉得薛恩寺爸爸已经帮得足够多了 自己真的非常感激 看到夏相低下头这么痛苦 连也不自觉地流出眼泪 一时间几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过了两久 爸爸在突然想起什么 他告诉夏相 你的父亲其实还有一个妹妹 他的名字叫骗童风 在曲马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他是你唯一的姑姑了 风还让我转告你 他想见你一人 立即抬起头坚定地表示 只要能听到父亲的消息 自己愿意去任何地方 就这样度过了一个绝对不平静的夜晚 到了第二天早晨 夏相已经收拾妥当 打算去群马了 西元寺妈妈见了十分担心 问夏相真的要一个人去吗 不要爸爸陪着你 可夏相一直坚定 让妈妈不要担心 自己一个人能做到的 再说 西元寺爸爸还要上班 你也要去艺术学校学习 我没事的 这时练从楼上下来 他也已经打败收拾好了 还催促西元寺爸爸赶紧去上班 练打算由自己陪着夏相一起去 这样西元寺妈妈心里一惊 正要说点什么 西元寺爸爸就觉得这样最好 就让练陪着夏相一起去 还问夏相 让练陪着行不行 在两人走后 西元寺妈妈心里还是有些担心 觉得让练过去陪着夏相 根本帮不了什么忙 但他自己也知道 就像自己去了也是一样 西元寺爸爸看出了妻子的担忧 觉得其实现在夏相最需要的 就是有最信任的人陪着 这就是为什么自己觉得练是最合适的人的原因 西元寺爸爸总觉得妻子有些太敏感了 毕竟孩子们都大了呀 另一边 夏相和练搭乘个列车快速赶往群马线 很快两人就在群马车站下车了 出口处 一个穿着时尚年轻的女子 就焦急地左顾右盼 正好看到夏相和练一起走出来 女子因此兴奋地赶紧走近 伸手对夏相自我介绍 表示自己是骗童风 你是夏相对吧 夏相也立即上前紧张地握着骗童风的手 而骗童风看着夏相的样子 感慨夏相近看的话 实在太像自己的嫂子了 不过远看的话 年轻的时候 骗童风感动得一下子涌出泪水 一种血脉相连的温柔油然而生 这种感觉太奇怪了呀 夏相这时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姑姑没有说话 这时恋也立即礼貌地向骗童风打招呼 得知恋是七元四家的 骗童风就一副什么都知道的表现 甚至还对着恋赞叹 对夏相来说 你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伴侣啊 恋因此刷得一下脸就红了 完全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而因为骗童风没有太多时间 他最终决定和夏相两人 找一间附近的咖啡店 说说夏相父亲的事 几人随机在车站附近的星巴克坐下 一时间骗童风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只好先告诉夏相 自己的哥哥骗童剑是患了一线癌 在被送到医院之前 就已经是要时无灵的阶段了 因为是晚期的第四阶段 所以连手术也没什么用 骗童风表示自己也想过 考虑到大哥的身体都到了那种地步 他肯定也知道自己出了问题 可惜他没有听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 这必定是因为他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了 就像他一贯做的那样 简直是愚蠢透顶 夏相静静地听着 忽然好奇地发问 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骗童风于是告诉夏相 他是一名佛子 就是雕刻塑像和佛像的艺术家 夏相因此终于明白 连连表示这工作确实有些引人注目 他现在很好奇 父亲他知不知道自己来日本了呢 没想到骗童风竟然回答 他是知道的 这话一出 夏相和连两个人都惊呆了 都在想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不来联系呢 骗童风随即真诚地向夏相道谢 骗童风说到这里 有些哀伤地低下了头 说自己也理解大哥的想法 估计他是因为不知道 见面后该说什么吧 毕竟他从你刚出生的时候就离开了 连一毫秒的时间 都没想过自己要去成为一个父亲 然而骗童风也告诉夏相 他在医院的病床上 看了夏相的第一场和第二场比赛 也会为夏相在竞速时的精彩表现 而激情欢呼 骗童风再次泪如雨下 原来夏相的父亲 正是在夏相的第三站的当天去世 夏相接到这里 整个人一阵颤抖 联盟终于到底是什么时候 自己想知道确切的时间 骗童风于是表示 是在7月16号下午1点09分 而这话也出 夏相瞬间失了神 他想起了在那时候 自己正在真河半岛上艰难应战 可能正好进入了第三拳 想到这里 夏相的头脑一阵轰鸣 眼泪立即涌了出来 他颤动地说这不可能 是父亲 是父亲当时在那里 在这场比赛最艰难的时刻帮了我呀 夏相忽然捂着眼睛 泪水瞬间决堤 他联想着练的奶奶说的话 想着当时比赛的情景 终于知道自己当时 为什么手指的伤不疼呢 夏相因此不住地哽咽起来 让烈看了十分心疼 他想安慰夏相不要哭 可自己也有些忍不住流出言论 好不容易平复心情 才赶忙问骗童风 夏相的父亲有没有留下什么疑言 或者对夏相来说 有意义的东西呢 骗童风对此也很遗憾 表示据自己知道的 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或者只言片语 骗童风真诚地向夏相道歉 他实在不是一个好父亲 也不是一个好哥哥呀 谈话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一些人走出咖啡店 骗童风再次感谢夏相能够过来 林总先 他忽然提出了一个请求 猫妹地希望夏相能去 见一下自己的父母 他们肯定很想见你的 你是他们目前 在世上唯一的孙子了 骗童风告诉夏相 现在自己哥哥的牌位 和葬礼照片都回到了家中 如果你可以给他上炷香 他肯定会很欣慰的 并且在那儿 你也能看到很多他的作品 骗童风也不好请求 只能希望夏相能够考虑看看 并最终挥手 与夏相和恋告别 骗童风其实在内心 还有很多话没说 他原本想请求 夏相原谅他的哥哥 却发现实在是太难开口了 他根本找不到一点历史 另外 骗童风也察觉到了 当夏相听到父亲的事情 那种心里深处的悲伤 完全不可抑制 骗童风真的感动一场 觉得自己的大哥 真的可以瞑目了 你的儿子和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根本一点也不恨你 就算他在日本 愿意用骗童这个姓氏 就可以看出来 另一边 夏相和恋两人在车站内 正准备承受回去 恋依旧泪眼朦胧 心情十分复杂 如果这是一场电影 或者电视节目 那么现在夏相 不应该已经收到父亲的信了 我再也不想起这种事了 这就是为了赚取 观众眼泪的小纪念 要不然为什么现实 偏偏对夏相那么残忍呢 可虽然恋知道 这只是一种戏剧情节 根本不是现实 却依旧无比的希望 真的有这么一封信 毕竟夏相之所以来到日本 之所以穿越了半个地球 之所以工作那么努力 就是为了见他的父亲 恋想到这里 更加觉得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 此时 两人已经坐上了回程的列车 夏相一路沉默寡言 到了这时 才突然开口蹦出一句话 所以现在我的父母都不在了 我真真正正变成了一个人 恋在一旁听了 忽然有些奇了 立即告诉夏相 你不是 你根本不是一个人 所有人都爱着你 爸爸这样 妈妈这样 我也这样啊 所以不要这样 振作起来夏相 恋越说越激动 最后还趴在夏相的身上 大哭起来 让夏相都有些诧异了 随后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忽然觉得内心暖暖的 这女孩为什么会为别人 如此的悲伤呢 这根本不是他的问题 不过真的好温暖 虽然衬衫都被他的泪水打湿了 但我一点也不介意 他叔叔恋在自己怀中的 抽气和呼吸 闻着恋好闻的味道 夏相忽然感觉自己内心有些疑泥 他知道此时此刻 能有恋在身边 真的太好了 列车就这样带着两人 飞速离开群马 希望也能这样带走夏相的悲伤 东京赤板的一间高档公寓中 贝肯鲍尔姐姐刷着MFG网站 忽然有些激动 他发现关于MFG历史 最刺激比赛的投票 刚结束的真和半岛赛 得票数已经两倍于第二名了 因此还想问问贝肯鲍尔 觉得不觉得很棒 毕竟就是他终结了这场比赛的呀 没想到贝肯鲍尔却一脸不屑 还标出一句德语 让他闭嘴 这让贝肯鲍尔姐姐心里十分奇怪 这傻弟弟是什么情况啊 贝肯鲍尔没有给出解释 但他眼神飘忽 心里也在念叨着 自己希望的胜利方式 是那种毫无权念的一杆制胜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领先落后 在领先的气嘛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那自己这种挫败感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当我和泽图 以及巴陆的车手竞争时 却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呢 贝肯鲍尔想到这里就十分不爽 自己原本在MFG砍瓜切菜 没想到在上一场取得胜利 却好像巨大的成就一样 这种该死的感觉 该怎么消掉呀 另一边 在远离海岸的一间豪华酒店中 十七岁的沙奈 正穿着比基尼玩水上来 他却说泽图也应该下水玩玩的 水里十分清凉 感觉十分舒服 然而泽图却只是摁了一声 他躺在躺椅上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沙奈见了因此还在劝说 他觉得这城市酒店的花园泳池 真的非常棒 根本不像一些老旧的泳池那样 我的朋友们现在肯定急度死了 我要发张照片吹嘘吹嘘 忽然 泽图整个人机灵了 原来他看到一旁沙奈也躺下来 正好露出了完美的腰线 泽图真的觉得太性感了 因此瞬间还变得有些违索 沙奈自然看出了泽图的变化 还挑衅泽图 你是怎么了呀 是看我性感可爱的比基尼 让你整个人都兴奋了吗 要不要回房间呢 泽图也是吓住了 赶紧拒绝 不行不行 如果我们那么早开始 晚上我会坚持不下去的 而且一旦你开始了 你又停不下来 于是在说完这段虎狼之词后 两人瞬间都有些无言 然而泽图和沙奈两人 都是十分异动 泽图和沙奈都觉得 光想想那画面 就刺激到不行了 所以算了算了 我们还是一起上去吧 神代川的江志岛这边 下想正一个人 坐在台阶上思考人生 感觉自己来到日本 也是命运时人 但母亲死后 自己一度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把自己锁在了内心最深处 迷失在了孤独中 也许只是因为太孤单 想引起关注 就像一些熊孩子一样 才会来到日本参加MFG 在得知父亲的死讯后 一度又想逃避 但下想知道 自己这次不会了 他闭着眼站了起来 内心对妈妈呢喃着 也许是自己长大了一点吧 这个叫日本的国家 这个叫恋的女孩 是她们全力治愈了我的心灵 下想忽然睁开了眼睛 在内心告诉妈妈 爸爸确实给我留下了一件礼物 你能相信这种奇迹吗 爸爸确确实实 在比赛中帮了我 所以虽然永远 没了和他面谈的机会 但我依然感觉十分幸福 即便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可我真的感受到了 那种心恋心的感觉 感受到了来自父亲的那种温暖 因此在天堂 不要再怨恨爸爸了 好吗 转场到西元寺宅邸 西元寺妈妈还在 为下想悲惨地遭遇心伤 忽然练走过来问他 表示自己答应若菜 和他一起去海边 并且还邀请了下想一起去 但得知这种事情后 下想肯定没有心情了 甚至我也是一样的 练觉得如果自己告诉若菜 若菜应该会理解的 不过自己这样做真的好吗 没想到妈妈见到这里 却觉得练应该去 这让练觉得十分惊讶 妈妈怎么会这么想呢 可西元寺妈妈就是觉得 下想现在需要一些刺激 来让他忘记他父亲的事 所以练不应该把这件事情搞砸 妈妈因此郑重地告诉练 让练说服下想一起去 练因此有些担忧 这会不会让下想觉得 自己不分轻重啊 于是妈妈对练表示 你知道的 下想不是那种人 现在就是只要对下想有好处 就应该去做呀 妈妈随即语重心长地告诉练 有时候这就是一个女人的侄子 练因此答应下来 知道看样子自己要去买泳衣了 转眼到了第二天 彭泽的续芳车行中 续芳正打算做事 手机就突然震动起来 是向爷顺打了电话联系 似乎想要和续芳明天一起出去玩 结果听到这话 续芳当即一脸的花痴 表示明天 明天我可没空 我要和许多辣妹一起去海边玩呢 向爷顺也是惊呆了 连忙表示 你可别给我开这种国际玩笑 你这是撞鬼说胡话了吧兄弟 如果是真的 我也要加入 由于这话一出 续芳立刻惊得满头大汗 什么 别 你可不能做这种蠢事啊 我只是被别人邀请一起去 不能带人的呀 我根本做不了主的 续芳也是真的吓坏了 极力劝说向爷顺不要来 但这反而让向爷顺觉得 自己必须要去了 他告诉续芳 这只是海滩旅程而已 根本没人会在乎多一个人 所以别坚持这种蠢事好吗 想想我们俩当单身狗多久了 所以我这话直说吧 就算你杀了我 我也要去 就这样 向爷顺随即就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 续芳头脑一愣 随后才蹲在地上 五头郁闷不已 我刚干了什么蠢事啊 我好像把一个最糟的人带进去了 明明下象和练也会去那里 结果我还把顺哥带过去 这糟糕透了 烂透了呀 续芳心里慌得不行 知道向爷顺既然这么说了 那明天就绝对回来 怎么办 怎么办 而此时在连策的一列电车上 不明所以的下象 正一个人在车厢中闭目养身 只见随着他的脚步开始收踏 他的手也开始做着换挡动作 不用说了 下象又是在脑海中 模拟比赛的情景了 其实自从下修开始 下象就已经在自己脑海中 跑了第四站的双线赛道近200圈 在公共交通上 在自己房间中 无论什么地方 下象都在练习 只要戴上耳机紧闭双眼 他就不会被任何人所影响 即便在得知父亲死亡的 灾难性消息的时候 下象也没有停止前进 也没阻止下象将自己的激情 转移到下一场比赛中 转眼就是海边之旅的日子了 这天清晨在虚方车行 续芳一大早就打算出门了 他内心十分复杂 原来他想了一整夜 觉得还是不能带着象也顺一起去 只要自己离开得早 并关掉手机 这样象也顺就找不到自己了 所以对不起了顺哥 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呀 续芳正在内心排练着道歉的戏码 结果下一秒 就听到后面传来象也顺的声音 早啊续芳 你也走得这么早吗 于是续芳回头一看 惊得整个人都跳起来了 象也顺穿穿着短裤和短裤 带着一个游泳圈 整个比他准备的还充分呢 象也顺见了续芳这情况也十分好奇 连忙追问续芳你怎么这么早 现在甚至还没七点呢 只能说象也顺也是一点不自知 怎么就想不到续芳是想避开他呢 而象也顺这次还开着新款的GTR 在没有得到续芳的答案后 就自说自话 激动地表示 自己这次就是因为太兴奋 睡不着才起得这么早的 就好像读书时春游言学什么的一样 说到这里 象也顺忽忽然拍着续芳的肩膀泪流满面 你知道吗 我从来根本一点都没睡 真的真的谢谢你续芳 我还从来没有以为有你这么个朋友 而这么高兴呢 所以感情象也顺激动地睡不着 不是因为车子 是因为马子呀 可续芳这边听到象也顺这么说 整个人都傻了 他那张满是胡茶的大脸 一下子耍白 那些还嚎叫着 完了完了 我现在根本不敢告诉许芳真相了 而因为看到续芳惨白的大脸 象也顺还关起来问他怎么了 是不是肚子疼啊 赶紧的别丢人啊 兴奋起来 我们可就要去参加一个愉快的沙滩派对了呢 此时骗赖江之岛的海边全是人影 无数的男人老少都在沙滩上玩耍 看起来真的十分热闹 不过下象和练两人这是还在浴场外面 练有一些着急 觉得其他人都在沙滩等着了 我们快点不下象 现在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剩余 日本人应该守时的 再次转场到沙滩上 象也顺已经在续芳的引荐下 与若菜两人见面了 象也顺真的十分兴奋 对着两个美女就胡吹起来 天哪 你们俩真是太可爱了 容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象也顺 是MFG的车手 也许你们还知道我呢 若菜和优香见到这么个自来熟的大叔 也是内心有点慌 连忙都哇的一声 表示就像下象那样的嘛 他们俩人根本就不知道象也顺是谁呢 可象也顺却一直在女生的哇声中陶醉了 内心因此还尼喃起来 我喜欢青春美少女 他们都好嫩啊 这里也是想吐槽 你个大叔忘记自己是怎么鄙视责度了吗 象也顺也是豪气 表示自己很有钱 所以今天的午餐和饮品什么的全都包了 听到这话 两个女孩当即对象也顺露出崇拜脸 表示这可帮大忙了 象也顺也是会说话 还说只要是个男人 都会愉快地为你们这样可爱的女生买单的呢 果然象也顺也是有舔狗的潜质 他怎么就没个女朋友呢 另外这里也想知道 象也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七号天使了吗 此时旭芳把象也顺拉了过去 他觉得象也顺表现太不像往常了 感觉有些怪异 象也顺倒是觉得 刮了满脸胡子的旭芳才怪呢 自己只是想在这些青春美少女面前表现得绅士一点罢了 显然象也顺做得很成功 优香就觉得象也顺好有趣 若蔡也认为 虽然第一眼感觉是个怪大叔 可接触下来就觉得人还挺好的 所以看来讨女人欢心 续芳真的还要学呀 这次下相和恋终于一起人会合了 恋正向若蔡他们道歉 没想到象也顺已经高声喊起了下相 他眼睛瞪得大大的 直接被下相身旁的恋震撼到了 不过更加震撼的是下相和恋 两人都有些满头大汗 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象也顺会在这里呢 搞笑的是 象也顺也没认出恋的身份 只觉得这女孩太可爱了 我喜欢她的脸啊 忽然象也顺拖起了自己的下巴 等等 我怎么好像见过她呢 难道是电视里的明星吗 想到这里 象也顺就直接就对着恋自我介绍了 恋喜欢的底下头 弱弱地表示自己是西元寺 我们见过 但是 而恋的话还没说完 象也顺的神情猥琐起来 这美子真可爱呀 真的超级可爱的 下下和续芳在象也顺身后吵嘴 续芳真的感觉十分抱歉 她和下下现在只能祈祷 顺哥今天一整天 认不出恋的身份了 但这真的可能吗 此时在弱菜和优香的催促下 恋也终于换好了泳衣 她有些不好意思 觉得自己的款式 是不是太平庸了 而当三个泳装美少女 站在眼前 三个大男人眼睛都直了 续芳真的感动不已 自己算是闻到新婚味了呀 干得好呀恋 虽然你平时穿得也很朴素 然而你的气质 却鹤立鸡群呢 象也顺似似乎也知道 续芳的想法 则的续芳这次算是说对了 席渊四只妹子 确实适合这种类型 这时弱菜和练刚好背过身 结果看到象也顺眼睛都直了 这屁股好美啊 简直和我的七号天使 一模一样啊 象也顺随起一个机灵 脑海中立即出现了 七号天使和练的身影 他震惊的无以复加 连忙对着练大叫着 你是七号对吧 是MFG的七号天使吗 由于这话一出 续芳人都要吓傻了 最后干脆蹲在地上 一个箭步就跑走了 一边走还一边说 对不起我不是 夏相于是不自觉地叫出了恋 这下象也顺终于明白过来 恋 是恋爱那个恋吗 当初说在他们口中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象也顺立即尖叫起来 天哪 我的天使降临江之道海滩了 在恋逃跑后 象也顺一脸正重地看向下象 想要下象给自己一个解释 续芳因此显而象也顺冷静 可象也顺正觉得 下象背叛了自己 哪里冷静得了呢 只告诉续芳闭嘴 我很冷静 象也顺的状态 让下象有些担心 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而象也顺随即就让续芳留在原地 他留下风中凌乱的两个美少女 带着下象来到了海边的地下停车场 表示自己对下象真的很失望 他冷冷地看了下象几秒 跟一拳狠狠地打中了下象的鼻子 下象有些吃痛地蹲了下去 象也顺则继续握着拳头 颤抖地告诉下象 你借助家庭的女儿是MFG的天使 这就是这件事的唯一解释了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 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难道认为我是不同人情的混蛋吗 说到这里 象也顺也不自觉低下了头 眼角还有泪水伸出 我真的很喜欢你下象 我也很尊重你 把你视为我最重要的朋友 自己真的很喜欢你 也一直觉得你是这么看我的 所以你一直都是在做表面文章吗 这就是你从英国带来的水准吗 象也顺听到这里 真的脑袋空白了 而象也顺说出这些后 终于一个转身告诉下象 我们绝交了 在象也顺走后 下象一个人走到洗手间陷入沉思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脸有没有肿 也不想回去再见续芳他们 考虑到恋也已经跑了 下象最终也决定离开 他神情落寞 感觉好痛 不是被象也顺打的 而是因为总感觉心里堵得难受 象也顺一个人在海边漫无目的地走着 还在想为什么象象一点没有辩解呢 自己该怎么找个台阶回去 他那时没有避开我 所以他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吧 我虽然打得他很痛 但自己也觉得十分难受 我刚做了自己最喜欢的后背了 另一边 续芳和若赛三人在沙滩上已经等了很久 续芳满身的不自在 尴尬的脚趾子都要扣海警房了 他是真的完全不知道怎么和妹子相处 所以救救我吧 下象 顺 你们哪个赶紧回来啊 突然一声口哨声响起 竟是两个猥琐男来搭讪若赛他们了 若赛言辞拒绝 表示我们这边还有男生没有来呢 猥琐男于是拿着续芳开涮 把续芳紧张的哥使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了 若赛也是刚 但他们一边带着玩泥巴去 然而这两人就像狗屁膏药一样 赶都赶不走 就美的机会啊 因此还直接把两个猥琐男叫了过去 一声大哥的气势 把两人都震住了 项言顺让两人赶紧道歉 把两人下的话都不太会说了 项言顺因此再次神情一变 淡淡地吐出四个字 说对不起 这两人于是紧张地满头大汗 连忙像若赛他们陪不是 两人背过身站在一边 就好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而看到这一情景 若赛和优香甚至是续芳脑 脑海中都只想起一句话 顺哥酷啊 项言顺真是摸着后脑勺一脸的憨厚 连说对不起 自己来晚了 这就去给大家买饮品什么的 这里也只能说 项言顺是真的超会的好吗 项言顺在另一边吹着海风 心乱如麻 自己之所以没有辩解 是因为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呀 另外 我真的有资格辩护吗 我是百分百无辜的吗 我做了一个男人对一个男人的承诺 却根本无法遵守 我确实应该挨那一拳 我真的坏透了呀 而在项言顺对项言顺内疚不已的时候 项言顺和续芳正和弱才 他们在海边玩得开心 看着美女的大欧派和好身材 看着两个美女牵着手笑得前仰后合 两人都一脸的花吃香 这一刻只有开心 唯有开心哪 这里也是替下乡吐槽 顺哥 你是不是忘记刚才打人是悲愤的心情了呀 好歹也多持续几分钟啊 这世界也是参丝 只有下乡受伤的世界就这样达成了 屯马的赤城山中 山道水着蜿蜒 如同一条灰白色的巨龙 铺陈在绿色的森林中 而在这连续不断的发卡般上空 不时传来汽车的轰鸣声 竟是丰田Sepra在山路上挤驰 车手是朱星赖鸣 副驾驶上好像还坐着高桥起届 所以这是起届正在给赖鸣做指导吧 两人不知道跑了多久 终于在山顶的停车区停下 一旁的松本早已等候多时 看来又是松本调教了 这辆全新的丰田Sepra呀 此时赖鸣刚好下车 还联邦向起届请教 自己和MFG最好的三位车手的差别在哪呢 我想知道 请给我一些提示吧 起届倒是没废话 直接让赖鸣坐到副驾驶上 他脱销外套交给松本 对赖鸣表示 我们速战速决吧 起届随即就驾驶着车子出发了 他闭上眼睛 也让朱星赖鸣照做 赖鸣有些奇怪 这样自己就看不到老大怎么驾驶了呀 于是起届表示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太多的视觉信息误导了你 让你分心了呀 如果你真想偷走我的技术 就必须调动起完全的注意力 感受每一点的感受 所以我才能给你展示 怎样攻略赤城山道 朱星赖鸣是一下紧张起来 随机斯普尔在奇街的驾驶下 瞬间冲入赛道 松本在后面看到一脸欣慰 这一幕他十分熟悉 在二十年前 就曾经看过很多次 这正是梁界教导奇街和拓海的情景啊 奇街驾驶的斯普尔在山路上高速冲锋 眼前正好是一个右转弯 赖鸣闭着眼一脸的紧张 他已经感受到 这是发卡弯前的右弯了 这时奇街才轻踩一脚刹车 入弯后又立即加速向前冲去 奇街那些有些不爽 感觉太无聊了 感觉这些天的赤城山 跑得我都快睡着了 突然车响轮哐当一声 竟是奇街在这发卡弯前 将车开到路源线了 赖鸣闭着眼睛感受着这一切 感受到斯普尔已经甩尾贴着护栏 冲出了发卡弯 继续向着下一个弯道冲锋 朱星赖鸣只感觉眼下 斯普尔的载荷移动如此强烈 完全是极限中的完美处理 根本没有一个失误 斯普尔继续向着一个 诱弯高速甩尾冲锋 感受到这样的离心力和冲击力 赖鸣只感觉 这车子好像加了氮气一样 怎么能在弯道这种地方 冲得如此猛烈 这刹车踩得太狠了吧 朱星赖鸣表情痛苦 只感觉自己的老大 真是一个怪兽 不过奇街倒是一点的轻松 甚至还就有点饿了 赖鸣现在对奇街 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坐在奇街的副驾驶上 这种速度的感觉 这轮胎的使用方法 都和自己完全不同啊 885号还在山路上冲锋 跑得时间越久 朱星赖鸣也觉得自己肤浅 自己以为自己是群马的骄傲 以为自己十分出色 可是和奇街老大相比 却什么都不是 他是另一个维度的呀 朱星赖鸣知道自己差得还远 现在的自己完全还是菜鸟啊 终于再次回到了停车区 奇街淡定的下车关上车门 留下赖鸣还在原地回不过神来 踩他 这就是群马骄傲的本质 本质就是控制油门的技术 在下坡的时候 腾原拓海甚至会比我踩得更猛 他是自然界偶然诞生的怪咖 一个超级怪人 考虑到片头下乡是他的徒弟 想要看他可是会致命的呀 赖鸣这时擦拭了泪水连连点头 因为这一圈的关系 他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 还郑重地告诉奇街 自己一定会把这一点鸣刻到驾驶中 无论如何 一定会把这变成自己的 朱星赖鸣随机驾车再次冲上山路 奇街在后面看着突然一下想到 自己原本还在中元节 与老婆孩子绕炕头 怎么一下到了这里呢 奇街这时穿上松本递过来的外套 淡定地告诉松本 我想你还不知道 我哥已经结婚了 有人听到这话 松本整个人都要跳了起来 什么 自己没从任何人口中听过呀 奇街因此也表示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我哥今天才告诉我 这里也是十分感慨 没想到梁姐结婚竟然比拓海还迟 他是终于忘记相知了嘛 因为事情太大 松本觉得 奇街抬起头也有些感慨 觉得应该是吧 其实结婚对我哥这样的人来说 原本是很简单的 不过拓海也是去年才结婚 奇街也是好奇了 婚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当我们了解了 我们就已经老了吧 松本在一旁没听奇街的啰嗦 他只是震惊过后十分好奇 梁姐到底挑选了 怎样的一个女孩呢 所以梁姐也结婚了 吃骨到底什么时候有对象啊 团演到了八月中旬 在热浪的清洗下 帘舱依旧显得懒洋洋的 此日在帘舱车站 上次真的震惊到自己了 竟然跑得那么快 而且你竟然是MFG天使 以这种原因逃走 真是太奇怪了吧 你应该告诉我们所有人的 不仅仅是若菜 练于是很不好意思 向邮箱道歉 表示是自己的家庭教师 坚持让我保密的 他不想让其扩散 如果那些男同学都知道了 那么整个学校的人 都会骚动起来的呀 若菜因此也有些担心 似乎想让练放弃去做MFG天使 虽然那些服装确实很可爱 可以性感十足 你不想那些男的 色眯眯地盯着你看吧 对此练没有回答 只是紧张地问若菜和优香 表示自己一直害怕没敢问 那天我走后 没什么事发生吧 优香和若菜对视一眼 随即才回答啥事都没有 向邮箱和继方人都非常好 他们又是成年人 所以我们都感觉很安全 尤其是顺哥 他还请我们吃了一场 非常棒的午餐 还从没碰到一个男人 对我们这么好呢 他太有趣了 练听到这里有点难以置信 哦 是真的吗 所以你们都玩得挺愉快吧 练欢有一些心三 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 现在优香和若菜两个都晒成了小麦色 就自己在海边到此一游 都是续芳大叔的错 糟了头子坏死了 此时在续芳车行 续芳正闭着眼双手合十举过头顶 他略显夸张地向下乡道歉 对不起 请原谅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和练 但如果真到了那种地步 我愿意欺负自杀 下乡于是也被续芳的表现吓到了 连忙让续芳放松下来 忘记所有的事就好 练虽然看起来有些生气 不过他也就会气一下子 所以不要担心呢 由于听到这句话 续芳随手就拿出了准备好的巧克力 讨好事地让下乡作为自己的赔萃吃一下 很美味的 下乡看着也是一愣 那天只觉得这也不用讨好我了 人家又不是小孩了 但话虽然这么说 下乡还是四开包装吃了一口 瞬间美味从舌尖向大脑和全身蔓延 下乡整个人都感动了 这味道 这完美平衡了巧克力中的甜味啊 肯定会在英国取得巨大成功的 这不是好吃 是太好吃了 下乡这世已经完全忘记了续芳做的蠢事 还称赞续芳晒得不错 续芳吃的巧克力也是连连点头 表示是不错 只是上床时被有点疼 他随即谈起了香叶顺 觉得顺哥确实有理由生气 这确实是自己的错 下乡连连否认 表示这根本不是你的问题 我在下修之前就知道了这一切 却一直没有去处理它 下乡告诉续芳 自己会在过一段时间之后 找个合适的时间 对香叶顺前辈解释清楚 虽然不认为前辈会这么简单就接受 但这确实是我的问题 我会想出办法解决的 下乡希望续芳可以不要再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这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续芳看着手机愣住了 疑惑地表示 虽然你这么说 但这个号码好奇怪啊 我从没见过 续芳想了片刻 还是接过了电话 结果才唯唯几声 就用憋脚的英语让对方等一下 他慌忙拿起手机给到下乡 下乡 你来接电话吧 一个女孩在电话里给我标英语 我根本不懂啊 下乡于是也不再推脱 正说了一句hello 整个人就诧异了 是艾玛吗 艾玛格林 真是你吗 你从哪里打的电话 什么 小田园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挂断电话后 下乡立即将手机还给了续芳 她也是一脑门子的汉 表示抱歉吓到你了 这是我朋友打来的电话 她现在正要过来 我有种很不好的感觉啊 所以这是什么情况 下乡在英国的女朋友 追到日本来了吗 而半个小时之后 一辆涂着624的绿色阿斯顿马丁 开到了续芳车行门口 下乡看都呆住了 哇 阿斯顿马丁Vantage 还是英国竞速率 这太酷了 只能说英国人看到阿斯顿马丁 果然是移不开眼睛啊 这时 一个长发飘飘的金发大美女下了车 看着下乡的样子 直接对下乡吐槽 我都不敢相信 作为我的前男友这么久 你就不能对我表现得更浪漫些吗 怎么那么色眯眯的 看着我的阿斯顿马丁 你傻了吗 下乡也是一愣 啥 你和我 你不是我的前女友啊 于是大美女也急了 不 我就是 不 你不是 我对你没感觉 然而随机就这样争吵起来 这时 车上下了一个眼睛男想叫住爱马 爱马无奈地一甩头 让她不用担心 这家伙说英语 所以我不用翻译的 爱马忽然走上前 看着下乡的眼睛 十分诧异地表示下乡变了 在下乡眼中的忧郁和严肃消失了 你在这里 在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 下乡也是有些尴尬 表示这无关紧要 反而是你 为什么来日本了呢 大美女也是一点不给下乡面子 连忙问下乡你是怎么想的 你就不会用眼睛看吗 我是来参加MFG的 作为一场比赛的替补 下乡于是郑重地看向爱马 劝爱马放弃 这不适合你的 然而爱马也是铁了心 听了下乡这话 反而是被刺激到了 讽刺下乡你还真贴心呢 我是你同学你知道吗 可下乡就是觉得 爱马的水平不足以在MFG幸存 然而看着爱马的样子 只能问他 你得到腾元老师的允许了吗 爱马于是闭眼侧头有些不韵 表示书都好像需要那个一样 我已经从赛车学院毕业很久了 现在还是现役的BTCC车手呢 不要小看我呀 说到这里 爱马又转过身敲着下乡的胸膛 有些不服气地告诉下乡 虽然你可能是班级里最好的学生 可我也是第三呀 我去年已经成长了很多 你是无法阻止我的 所以无论下一次海边的双车道是什么 我都要去证明我自己 爱马说完之后 终于因为有事决定离开 还告诉下乡 自己会在东京宾馆待三个星期 会再联系你的 而说完这些 爱马突然一把抱住了下乡 他羞红了脸告诉下乡 亲爱的 我爱你 续芳在后面插着双手 眼睛都瞪圆了 这什么情况呀 我是在看电影吗 爱马随即开车离去 留下下乡在风中凌乱 感觉因为爱马的出现 脸肯定又要有心结了呀 此时下乡也是非常无奈 看起来爱马是铁了心 要参加MFG了 对此续芳也赞同 毕竟人家都把号码贴上了 想到这里 续芳内心又是一阵淫泥 觉得那女孩前凸后翘 金发碧眼的 真的太漂亮呀 续芳随即才说出正事 他问下乡 阿斯顿马丁是什么样的车呢 我不记得有在MFG的 资格赛中登场过呢 他很快吗 下乡又是郑重表示 他是我在学院的同学 拥有天才般的驾驶天赋和直觉 不只是快 在他后面还很危险呀 转场的秋夜员 爱马整理着手套 正款款从赛车模拟车上走下来 眼睛难看的数据十分赞叹 觉得爱马真干得不错 在90分钟的时间里 就打破了赤与海人十分之二的记录 并且一次都没冲下过赛道 爱马听了也是无语 下赛道 拜托 专业车手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爱马只是有些奇怪 不知道这模拟器数据是怎么连接的 我的圈速记和输入的阿尊马丁数据一样 眼睛难表示这东西确实十分准确 毕竟这是最新的版本 而且除了在这里 即便是东京 也没有这么多模拟器包含MFG的赛道呢 所以很多顶级车手都会来这里训练 唯一的例外就是片头下向了 对此爱马似乎早有预料 他告诉眼睛难 下向是那种只要让他在陌生赛道跑上几圈 就可以完整建立攻略策略的人 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无人能出其用 大家背地里都叫他沉默的艺术家 每个在赛车学院的人 即便是老师 都会被他的速度震惊 爱马认为唯一和他的同意水平的 应该只有拓海老师了 他是专业中的专业人士 爱马说到这里就问眼睛难 自己打算之后的每天都来这里练习 直到比赛周为止 所以可以给我保留席位和时间吗 对于这样一个大美女的要求 眼睛难当然乐得答应 还问爱马今天下午的时间怎么安排 没想到爱马却说 自己打算去神奈川 一个好像叫江之岛的什么地方 所以这金发大美牛 是又要去找下向了吗 转场到江之岛的水族馆 看到很多人在这里参观 下向十分感慨 告诉点这里真的太漂亮了 他因此还忽然想起了 在日本吃的各种海鲜 因此还表示 也许在这儿不适合说这种话 但与日本相比 英国的海鲜种类真的太少了 下向一直感觉很奇怪 所以还做了一些调查 其实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大不列颠岛附近的海鱼种类很少 而日本的海洋物种 却是丰富多彩的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日本处于大洋暖流与寒流的交汇处 让这里有了更多的浮游生物 并且还有河流的原因 日本竟然有3500多条河流入大海 其中大多数的上游也在森林地带 这些河流会向大海输送大量的营养物质 才会让这片海域的渔业资源如此丰富 对此 恋听了还有些不以为意 觉得在其他很多地方 应该也有不亚于日本的渔业资源 下向正好说不是这样的 他和恋看着面前无数游来游去的鱼儿 表示毫不夸张地说 日本是唯一拥有如此多海产品资源的地方 日本的海洋是天赐的奇迹 下向因此在内心还感觉有些不公平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奇迹在这个国家呢 全世界都要嫉妒的吧 恋对下向崇拜不已 看来下向你很喜欢研究啊 下向听了有些尴尬 连忙说不是这样的 自己之所以进行调查 是因为对此感兴趣 并且这很容易就能从网络上找到答案的 这里也是有些好奇 日本的海洋资源和海洋生物多样性 真的排在世界第一吗 这时下向后多的手机响了起来 下向对恋表示歉以后连忙接过电话 而电话果然是爱马打来的 下向听完爱马说的时候 也是十分无奈 你下次能不能再告诉我之前别做这种事呢 爱马打了个哈哈 行行行 怎样都行 他随即直接就挂了电话 下向这时有些紧张地看着恋 表示自己有一个从英格兰来的朋友 就快到江之岛车站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想跟你们介绍一下 恋听了也是一惊 连忙说当然不介意 我很愿意去见你的朋友 下向听了心里一安 又告诉恋 自己必须事先说一下 她是一个女的 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特殊关系 我不向你误会 总之你不要瞎想啊 恋因此愣愣地看着下向 心里还有些感动 而下向还在解释 表示她不是一个坏女孩 只是有些自己的形式风格 所以她可能对你说出一些粗鲁出格的话 不过放心 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了 我一定会说她的 团长到骗来江之岛车站 带着墨镜和小胯包 一身石身的爱马 正走在月台上 下向和恋已经等她多时了 与下向的无奈相比 恋的眼神中多少有些敌意 爱马这时摘下墨镜 走到下向两人面前 下向赶紧给她介绍恋 表示这是自己借助家庭的女儿 恋因此赶忙鞠躬 向爱马问好 下向于是又向恋介绍爱马 表示这是自己在赛车学院的同学 结果听到这话 爱马立即目光灼灼地看着下向 你这就说完了 下向尴尬地表示 是的 说完了 爱马不满了 你这是忽略了 我是你在赛车学院女友的事了吗 爱马随即欺身上前 看着恋问下向 所以这就是你现在想发展 稳定关系的女孩吗 此时恋和爱马四目相对 都在赞叹对方的眼睛漂亮了 而看到爱马这个样子 下向赶紧维护恋 让爱马不要这样做 要不然我们就离开 留你一个人在这里 结果听到这句话 爱马当即嚎啕大哭 什么 要回家 是要手牵走回到那个小窝吗 我都不敢相信 你们两个从来没有那个过呀 天哪 我无法接受 我的心都要碎了 你还希望我能做什么呢 下向也是看傻了眼 而说完这些 爱马就立即闭着眼 她收拾好心情 摸着自己的胸口 也是知道自己有点失态了 作为冷静啥的 还是快点回来呀 恢复平静的爱马 再次看下恋 你是叫恋吗 我好像以前在哪里见过你啊 结果恋尴尬地 还什么都没说 下向就无奈地表示没有 你就没见过她 你们才刚认识啊 爱马愣愣地看着恋没有说话 她忽然感觉恋真的太娇小可爱了 她内心喃喃自语 日本女孩的身材 竟然能保持到这样 白人女孩无论怎么样 结舌都做不到 这太不公平了吧 爱马突然内心有些泄气 岔开话题表示 这里怎么这么热呢 是在中东的沙漠吗 我要死了 赶紧去一个清凉的地方 休息一会吧 前日随即在一家餐厅坐下 下向告诉恋 爱马不懂任何日语 所以我和她的交流只能说英文 我会在必要时候翻译给你的 爱马听了内心有些嫉妒 我不喜欢这样 下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神实了呀 她怎么从来就没对我这么广 恋真是赶紧让下向放心 尽管和爱马说英文就好了 我也能懂70%你们的交谈内容的 恋随即用英文表示 我们从小就学英语 我的英语老师就来自澳大利亚 爱马听着恋说的话 内心总感觉口音有些奇怪 听说95%的日本人都说不了英语呢 她随即就模仿恋的口音 说练好聪明啊 因此还要练大酒 爱马又开始吐槽这鬼天气 现在都快到八月底了 怎么还这么热 在英国都已经凉风袭袭了呢 说到这里 爱马又有些不爽 表示通常这天气下 自己会没什么胃口 结果在这里却一点没影响 在这吃的每种东西都很好吃 对此下向深有同感 还说爱马这几天 肯定都是在旅馆的餐厅里吃大餐 也应该到一些便宜点的地方去试试 下向随即兴奋地看着爱马 我打赌 如果你去了 一定会被惊艳到她 为什么你表现得如此激动呢 这又不是你的国家 爱马说到这里也有些激动了 连连质问下向 你还一直待在这里干嘛 这一点根本没道理 如果你一直在英国的话 早就已经锁定 最有价值的年度年轻车手了 那可是在英国的每个车手的目标啊 是啊 我知道你母亲的故事 那确实是个悲伤的故事 但这真的值得你抛开所有的一切吗 你知道你让多少人失望吗 下前有些尴尬的微微低下头 让爱马不要再说这种事了 总之都过去了 可爱马听到这话更加焦急了 连忙表示没有 根本没有 这里不是属于你的地方呀 你知道的 我之所以现在告诉你这些 就是因为我爱你 只有蠢才才会浪费你这样的天赋呀 下向忽然闭上了眼睛 表示自己没有什么天赋 即便有任何什么天赋 也不会认为是上天是上帝给的 我只会认为是我的父母给的 而这话一出 爱马都要炸锅了 不要说这种无神论的话 我讨厌你这样说呀 下向因此只好告诉爱马 我做什么由我自己决定 现在我百分百认为 来日本是个正确的选择 并且你也没有立场和我说这些 下向随即站起身 表示要去上厕所 留下两个女孩四目相对 恋有些焦虑不安 尴尬坏了 爱马倒是十分淡定 还问恋是不是在读高中啊 这十分明显 看起来你很喜欢下向 不过既然你还在学校 你就还只是个孩子 你还不能自己做主 恋于是愣了没有说话 爱马因此告诉他 下向已经是成年人了 而爱却是成年人之间的事情 成年人和未成年人 这算什么事的 你知道 我不是在挑你的毛病 可这是事实啊 恋于是搓着手有些心塞 他知道这确实是个问题 不过为什么要在 自己的伤口上撒盐呢 这太让人疲倦了呀 爱马最终辞别两人离开了 下向因此如释重负 总算结束 马上要看烟花了呀 恋于是情绪万千 爱马就是那种 谁也打不外的女孩吧 转场到了西元寺家中 下向穿着一身 和服御衣走得出来 让妈妈看了感动坏了 自己还没看过 哪个外国人和和服这么搭呢 这时同样穿着御衣的恋 练赶紧跑出来挡住妈妈的目光 大就是妈妈 你的眼睛里都冒星星了 赶紧停止呀 你快看看我 我穿的这身怎么样啊 结果妈妈看着手机十分敷衍 好看好看 你穿起来非常可爱呢 练看了也是心塞 妈妈怎么唯独对自己这样呢 两人随即一起出门 一路还说起节日烟花的事 没想到 这时下向突然对练提出了一个要求 让练还一脸诧异 结果却是 下向想给练拍一张照片 这因此把练都吓住了 下向不是一直不喜欢拍照的吗 他随即将着脸紧张地摆好姿势 任由下向拍照 拍完后下向脸红红的 还说练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 说完后下向兴奋不已 这还是他新手机的第一张照片呢 不过练倒是闭着眼十分尴尬 自己刚才的样子肯定十分古怪 能不能再拍一张呢 两人随即继续往前走 练突然有个提议 能不能找个人跟我们拍张合影呢 这时刚好一对夫妇走来 就这样给他们留下了一张美好的合影 转眼到了夜晚 盛大的烟花盛放在夜空 节日的最高潮终于来临了呀 这里也是好奇 这边是看漏了什么吗 这是七夕还是中元节什么的呢 夏日的烟花还在绽放 此时西元寺家中 西元寺爸爸终于下班回到了家 看到下向和脸不在 他才意识到 江之岛今晚在放烟花 妻子于是告诉他是的 下向和脸两人穿着浴衣 已经跑去看了 西元寺妈妈说到这里 忽然觉得脸和下向真的很亲近 真的就像亲兄妹一样 有时候自己都在想 下向真的变成家庭的一员了 其他只是感觉随着江之岛 夏日烟花的绽放 夏天已经结束了 这多少也得让人多愁善感呢 妈妈立即结果话头 表示你知道吗 对夏日的结束感到悲伤 可是日本人独有的 爸爸因此好奇了 这是真的吗 难道不是世界范围都这样 为什么呢 妈妈于是拖着塞淡然表示 因为没有地方会对四季变更 赋予如此的情绪和感情化呀 这里也是觉得有点不对 之所以对夏日的结束感到悲伤 大概率是因为秋天马上就要到了 而伤春悲秋 是整个中华文化圈共有的吧 另一边的江之岛上 夏夏和恋抬头望着夜宫 看着绚烂的烟花在头顶绽放 夏夏夏感觉内心十分的激动 自己的人生还从没看到过 如此漂亮的烟花呢 他们一朵朵在天空盛开毫不凌乱 好像是被控制好的一样 所以就算是在日本放烟花 都领先其他地方一步呀 夏夏真心觉得这太美丽了 而看到夏夏如此开心 恋内心也由衷的喜悦 这个夏天发生了很多事 好的或者坏的 自己全都会好好存放在记忆深处的 这时又有烟花展开 恋向自己的第十七个夏天告别 他一点也不觉得悲伤 只希望明年 后年 甚至直到永远 都能和夏夏一起度过这样的夏日 希望能一点一点 从夏夏这里得到更多的回应 转场到乡根的收费公路这边 一声声引擎的咆哮从公路上传来 就是家中的唯一的机体挖柳 正在赛道上旁温 原来这就是澳山对第四站的 空气动力提升方案了 此时夏夏夏开着车 只感觉十分不错 可副驾上的续芳 就瞪着眼睛有些害怕了 夏夏也不管这些 连连尖叫起来 我等等夏夏 你别忘了你的承诺 在把我放下车之后再去公安的呀 夏夏淡然地表示 自己自然没忘记 他只是非常赞叹 澳山先生真是做了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新版本的86 简直令人震惊啊 续芳完全没听进去这些 还在说太快了太快了 即便这样也太快了呀 所以也只能说 续芳好好的 为什么要去夏夏的副驾上 找不自在呢 总算是到了服务区 夏夏夏终于在停车场 把续芳放了下来 随后又驶出服务区 重新上了公路 夏夏夏真的感觉到 现在的GT86 相比在真鹤赛道那会儿 已经进化的明显不同 他觉得 有什么东西彻底变了 夏夏夏这是一脚极限刹车 随其高速甩入左弯之中 夏夏内心一喜 明显感觉到 尾翼到来的下压力起作用了 而之前自己在过弯的时候 还必须随时调整油门的开合 可现在却几乎可以踩到底 让空气的下压力帮忙 这样自己就可以持续深踩油门了呀 眼下GT86继续冲锋 夏夏夏感觉到 虽然续芳说过 这车的排量增压什么的都没有改变 但引擎的加速 却明显变得更加锐 夏夏一下十分感慨 觉得奥山先生真的再次做到了 有了现在这辆GT86 我没有任何借口了呀 这时GT86还在及时 结果下一秒 夏夏夏就看到了 对象车道跑来的路特斯 以及阿尔法罗密欧 自然因此一下都愣住了 双方挫车而过 就这样留下了一连串的排气声 转场到山顶服务区 夏夏夏开始GT86再次到了停车区 梅子呢刚下车 北游奥就高举着手和夏夏夏打招呼 还给夏夏夏介绍一旁的眼镜男山谷 说这是自己的机械师 山谷看到夏夏有些紧张 觉得十分荣幸 夏夏夏则简单地给两人介绍了一下旭芳 表示旭芳是自己的机械师 也是86的主人 山谷随即走过去对旭芳打招呼 让旭芳还有些慌乱 山谷赞叹GT86改装得不错 看起来很酷 觉得这尾翼看起来十分恰当 更重要的是 他散发出的气场减值了 旭芳于是摸着后脑勺很不好意思 表示自己也是从他人那里得到了改装建议 他才是幕后改装真正的掌舵者 这时北游奥突然告诉夏夏 自己和大哥昨天也在这里测试车子 还看到了四号车 泽度光辉也把他的车改了很多 好像是直接换车了 山谷即刻插话 原来他得到消息 贝肯鲍尔好像也注册了一辆新车 这样北游奥听了也有些无奈 看来大家都认真了 是这样的看法 他走过去问北游奥 你的车子怎么样了 北游奥十分喜悦 连网表示自己让山谷帮忙 用软件提升了一些马力 大哥也已经试着调整了悬架什么的 毕竟在第四站上悬架不能太硬 所以从昨天开始 他就在疯狂试车 可明显还需要很多时间去熟悉 这因此真的让我有些困惑呢 大哥可能没有我有天赋吧 而听到北游奥对他大哥的吐槽 下降也是一脸尴尬 你一直这么说话 难怪你们修妹俩总是吵个不停的 此时在赛道上 路特斯正在急迟 巴超翔感受着路特斯调整后的驾驶动态 还是觉得有些不自在 自己还是喜欢操控迅速的车子 还需要时间去适应这么长冲城的情况呀 不过巴超翔也是有些感觉 自己好像已经快要适应了 巴超翔正想着这些 结果下一秒 他的身后就出现了一辆绿色的阿斯顿马丁 编号624 正是爱马开的那一台 转眼爱马就已经驾驶的车子 贴上路特斯 已经在路特斯的尾流里 巴超翔十分紧张 这是谁呀 完全是一台陌生的新车 而爱马去那些有些兴奋 他也没想到在这里 竟然看到了同样来自英国的路特斯 这可是英国汽车制造业的代表呀 看来我必须给予一些尊重了 所以就让我超越你吧 越漂亮越好 于是下一瞬 爱马就驾驶着阿斯顿马丁 从尾流中抽身而出 直接趁着巴超翔发懵的时候 杀到了他的左侧 转眼间就在一个弯道处 和巴超翔并排了 巴超翔此时惊骇不已 竟是阿斯顿马丁 这马力疯狂啊 同时就已经顺畅地 抄到了路特斯前面了 巴超翔也是看呆了 这驾驶技术真的好 完全是拥有丰富的经验呀 看来我们又有另一个高手 加入MFG了呀 这赛季到底什么情况呀 时间过得飞快 转场到项摩湾这边 虽然日历显示是9月 可酷热依旧是在持续清洗 田中雅二表示 在经过了40年的下修之后 被拳中的车手们 就要再次齐聚一堂 这个赛季的双道赛季将到来 比赛总共有6圈 每圈约合21.7公里 车手们从7点北上 就看到项摩湾就在右侧 回来时则会在左边 虽然赛道的布局十分简单 然而平均车速却非常高 因此车手们一刻也不能松懈 不过也正是因为 这条赛道的如此布局 MFG车手们 才会叫它双道赛的 但这条赛道上 唯有全速前进 才能攻略整个夏天呢 此时第一天的排位赛就要开始 在7点这边 MFG的3号天使 左腾真美站起了身 许久没见 感觉她好像变漂亮了 不过真美内心有些抑郁 自己的这个夏天如此无聊 简直是浪费了青春呢 为什么夏相对我那么冷淡呢 原来她还在想着 夏相没联系她的事 也只能怪她 为什么会选中夏相 选项叶顺泽度什么的 可能分分钟就联系上了呀 田中央这时十分激动 在直播间告诉大家 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下修 MFG终于又回来了 我确信 绝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觉得这假期如此漫长 好在MFG回来了 舞台已经搭建 让我们再次摇滚起来 真的太开心 这一刻能够到来了 我是直播间的田中央二 海边的全速冲刺 第一天的双道排位资格赛 终于要开始了 此时神石武等人的 排程表释放出来 没想到泽度第一天出场 向爷顺第二天 夏相在第五天 埃马和赤鱼 以及前渊和红在第六天 朱星赖鸣和贝肯巴尔 以及柳田 在最后一天 这里还是有些没搞懂 这是怎么排的 田中央二激情告诉众人 今天本年度的三强之一 就要接受测试 他有许许多多的粉丝 其天生的驾驶直觉 在本赛季全面觉醒 现在他正通过起点位置 开着华丽的 全新法国蓝色赛车 四号车的泽度光辉 就要出发了 泽度驾驶的是 A110的升级款 A110S 他果然是快车了呀 续方车行之中 续方也是有些好奇 泽度光辉今天就要参赛吗 这让他内心十分郑重 知道泽度毫无疑问 绝对是能赢得一切的候选人 除了多关注 也别无他法 无论四号车今天跑出什么成绩 绝对会成为 接下来一周的基准 赛道上 泽度正驾驶着 自己的车子高速奔驰 一路风驰电车 只感觉这台A110S 太值得信来了 完全就是自己的梦中情车呀 四号车这时 已经向着下一个弯岛冲锋 田中央而看了 泽度的精彩表现 一路跑得这么行云流水 十分迅速 感叹泽度真的开了一个好头 他已经在高速一区里 插了标注旗 虽然才第一天 没有任何时间可供参考 但泽度已经打破了上个赛季 由赤鱼海人 在这赛道区间创下的记录 即便才第一天 即便时间才过了这么一点点 这表现已经在直播间内 引起了哗然了呀 田中央而有感觉 这记录肯定还不是结束 他肯定能打破 整个赛道记录的 联仓的小丁通这边 夏向又在咖啡店打工 他热情洋溢的 对顾客说着下午好 原来是几个妈妈粉 又来店里捧场了 几人都觉得 这夏末酷熟 简直能把人杀了 所以都迫切希望 能找到能让人眼前一亮 立刻冷静下来的人和事 而夏向 就是最合适最养眼的人了 一个眼镜妈妈粉 还走上关切的问夏向 我希望这高温 没影响你的胃口呢 夏向热情地表示 根本没影响 在日本的所有食物都太棒了 我从未碰到过 没胃口的问题 于是听到这话 眼镜妈妈粉十分兴奋 连连表示 太高兴听到这些了 希望片童就能 永远待在日本呢 这样 也许我能收养你 你就能变成日本公民了 而听到眼镜妈妈粉这么说 她的两个闺蜜 立即和她吵得起来 一个说着别傻了 另一个说着这不公平 也是感叹 夏向还真是老少通吃呀 妈妈粉们也太热情了吧 四号车还在 对着赛道记录发起冲击 侍奉一个轻微下坡 A110S的速度更快了 田中阳在后台 看了十分激动 刚刚泽渡光辉 通过了著名的跳跃点 凭借着如此快的速度 他有望以近两秒的优势 打破赛道记录 此时泽渡一脸严肃 他知道自己 已经没有任何借口了 这是自己和自己的战争 这是自己做出的选择 贝肯鲍尔 片头下下 你们最好洗干净脖子等着吧 泽渡随其油门全开 车子再次提速冲了出去 田中阳二连连表示 现在泽渡处在区间三 整个赛道上最艰难的居民区 不过标注棋依旧还没有消失 他正向着自己的极限冲击 换面转到赛道的远景 泽渡这时已经冲进居民区许久 他一路与自己战斗 一路都在想着必须要视如破竹 眼前又是一个右弯 泽渡微微踩出刹车灯 继续调整挡位和方向 向着弯道冲去 A110S的引擎声和白气声 在居民区回荡 在整个项目弯回荡 感觉泽渡这次 必须会跑出一个超好的成绩 果然在MFG总部 终于收到了泽渡冲线的数据 竟比赤宇的赛道记录 领下了三秒 田中央也感觉这记录 对接下来车手的影响 是无法估量的 如果有车手在第一天 就拿到甘位 那将成为MFG 整个历史上的第一次呀 田中央也表示 以前自己一直没想过 会有这种可能性 但现在一切都是可能了 这全是因为 泽渡光辉的精彩表现 所以这里也很好奇 贝肯鲍尔和夏向 以及朱星赖明和艾玛 他们能不能打破 泽渡新创造的记录呢 眼下排位赛展开得如火如荼 在偏来江志岛海岸的车站这边 没有执勤的链正和若菜 走在月台上 若菜对链吐槽 你知道第二学期 比第一学期长很多吗 真的讨厌死了 有人听到好友这么说 链就有些奇怪 你怎么比以往抱怨的更多了呢 可别把我也影响了呀 链告诉若菜 秋天和冬天 也可以做很多好玩的事的 可以试着乐观一点吧 若菜闭着眼有些心三 我又没有男朋友 该怎么才能活过这个学期呢 没想到链竟然表示 自己也没有啊 若菜因此回答你是没有 但因为一直没有 所以就没事 这让链还有些奇怪 怎么能这么说 这里看来链 还是把雨下乡的事隐瞒了呀 然而若菜也是迟钝 他真没发现链恋爱了吗 这是若菜掏出手机 说自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段子 想和链分享 链一脸迷茫 不知道若菜想干什么 若菜于是给链将段子念了出来 原来若菜大致意思就是拐弯抹角 说链像段子里的主人公一样 是个不害怕孤独 总依靠自己解决问题的孩子 链眼睛一下瞪大了 若菜孩子念着 你吃东西很慢 一直希望有个弟弟或妹妹 你总有很多客户作业 也时常喜欢自言自语 链听着听着 也是心里一惊 觉得这段子里的人 确实和自己很像呢 而随着若菜越说越多 链还开朗地大笑起来 感觉段子里说得越来越像自己了 然而开心并没有持续多久 谈到关于爱的问题 链内心随即就心里一惊 因为这说得太准了 自己就像文章里说的一样 确实就把妈妈当朋友 讲到这里 链后又想到了下相 感觉下相也和里面说的一样 也有着恋母情节 这让链十分好奇 里面的内容能不能和下相对照上 若菜一边走一边自顾自的说着 结果让链一步一去跟在后面 越听越紧张 自己好像确实是对异性 有着很高的期望 也确实整体上没有恋爱的经验 此时若菜终于说完了 他兴奋的问链 怎样怎样 这说得几乎就是你吧 链一次闭着眼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刚开始听的 确实觉得有些有趣 可越听越觉得汗流浃背了 练随机也反问若菜 假如说自己确实是没什么爱的经验 你认为下相是不是也差不多呢 对此若菜也是直话直说 觉得下相应该也是同一种人 转眼到了第二天一大早 下相从家里出门后 就一直有些不安 他闭着眼摸着自己的胸口 似乎是在给自己打气 在片刻后 他总算睁开眼尖一起来 此时在小田园港口这边 向一顺身坐在一个石墩上闭目思索 马上他就要赶去比赛了 因此他在尝试集中精神 决心一定要在双道上大放光彩 结果正想着 身上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果然是下相打来的电话 向一顺接过之后 下相就告诉向一顺 自己有一些事想和他谈谈 是关于七号天使的 结果向一顺却说 如果是关于这个 那我有事想先问你 下相一愣 而向一顺则快言快语 听着 你爱七号天使还是不爱呢 下相紧张的脸上冒出汗珠 随即在坚毅地回答 是的 我很抱歉顺哥 于是听到了下相的回话 向一顺声音再次严肃下来 表示好吧 谢谢你说了这些 从现在开始 我们是情敌了 下相因此那些还一挤 感觉十分麻烦 然而向一顺 随即声音就已经柔软了下来 听着下相 我必须告诉你这些 你仍然是我最喜欢的后辈 我必须清楚地强调这一点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你我都是朋友 于是听到向一顺这么说 下相感动得眼含热泪 直接哽咽地叫着顺前辈 向一顺因此还让下相 不要娘们儿唧唧的 别哭啊好吗 天课后 下相终于收拾好心情 祝福向一顺今天顺利 向一顺自然投桃报李 还嘱咐下相不要被泽度打败了 两人挂断电话后 向一顺抬头闭着眼吸了些鼻子 声出要做失一手的冲动 啊 我命定的女孩 爱就是她的名字 可我终于失去所爱 其实向一顺自上次打了下相一拳就后悔了 他见到恋那一刻 从没想过恋会是一个高中生 向一顺觉得 恋对自己来说还是太年轻 但理智上虽然这么想 向一顺的心底深处还是有些抗议 觉得果然泽度才是对的 那个变态的想法可以理解呀 只能说向一顺还是不够诚实 不敢照着内心深处的想法去做呀 时间终于到了下午 项目湾边上已经热闹非常 这是在起点这边 精子在后面看到真理慧 真是大吃一惊 真理慧 你又变胖了这么多吗 这个下去你没结实 真理慧赶忙在前面尖叫着捂着耳朵 啊 你别提醒我 这样我的耳朵疼 真理慧随即扭着肥肚肚肚的身体 转身就跑 一边跑一边说 自己根本没有任何结实的动力 唯一有胃口的就是食物和性啊 精子在后面也是看傻了眼 这傻牛在下休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又被男人骗了吗 另一边 田中央二终于博报 目前九号车已经到了70点 向一顺到底在双道赛上 会怎么展现自己的才能呢 让我们期待吧 起点处 精子已经高举起号码牌 向一顺因此不自觉被吸引了目光 是精子姐吗 精子看到向一顺看着自己的样子 也是拉起眼睫 俏皮的吐出舌头 内心吐槽赶紧走啊向一顺 不要像个傻子盯着我 讨厌 向一顺也是了然 我懂我懂 不要表现出来呀 只能说这两人果然有戏 向一顺如果真和精子在一起 肯定会被精子控制的死死的吧 随即在信号灯的变化中 向一顺终于出发了 田中央二激动起来 连连表示 刚刚向一顺纯白色的GTR 急速弹射而出 神风混混 要在双道上大显身手了呀 此时GTR在赛道上一路狂奔 向一顺心情也相当不错 自觉自己很喜欢这条赛道 让自己感觉自己不是一个年轻的菜鸟 而是一个能以这种急速奔驰 带着真正勇气一往无前的战士 随即在向一顺的操控下 GTR通过了一座钢架桥 起点处 精子突然抬头看天 时间回到两年前的香根山顶 也是在一场排位赛上 向一顺给精子他们带了一盒奶油泡芙 还说是香根地区都非常有名的 这样蒙慧和真美都非常兴奋 连忙问精子 我们可以吃了吗 精子也是有些无奈 你们这两辈子是不是忘了什么 先谢谢他呀 蒙慧和真美于是才尴尬地看着向一顺道谢 让精子内心吐槽 他们也是有些没礼貌 在两人带着东西走后 真子向向一顺道谢 向一顺自然没放在心上 精子于是就插着腰 饶有兴致地问向一顺 所以他们两个 你在追谁呢 向一顺尴尬尬尬地扣着脸表示 不是这样的 你知道的 我只是把你们这些天使 视作重要的搭档 你们都是为第二年的MFG 争取大众支持的重要部分的 精子听到这里 也是心里一暖 连忙对向一顺表示 你是一个好男人 今天的排位赛 祝你好运呐 向一顺也是一愣 也立即表示你也是的 精子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 精子于是瞬间羞红了脸 转眼回到现实 精子的思绪还是放在向一顺的身上 他是唯一对我说那样话的人 他说精子的声音一直营绕在我耳边 我是多么高兴啊 他总是会在自己排位赛时 给大家带礼物 从来没有其他车手怎么做过 精子忽然低着头羞红了脸 知道向一顺是唯一一个 不介意被撮合的人了 这里也是惊呆了 向一顺也是傻的不行 一直看不出精子喜欢他嘛 向一顺看着新款GTR 在赛道上继续猛充 排气声一路咆哮 天中牙二十分感慨 表示从这些影像中 就可以看出向一顺跑得有多好了 他现在的位置 只排在泽渡光辉后面呢 这是侍逢弯道前一段长直线 向一顺忽然想起了感情的事 觉得即便被喜欢的人拒绝 被人当成是傻子 爱一个人还是十分荣耀的事情 所以即便变成这样 我还是想做同样的事 想得上领奖台 想得到7号贴室的吻呢 只能感慨 这向一顺怎么执迷不悟呢 看来精子想和向一顺在一起 必须自己想办法捅破窗户纸了呀 天中牙二看着向一顺的表现 感叹新款GTR跑得确实十分出色 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功能 与美学的例子 这一点 GTR和欧系跑车 依旧有了明显的不同 虽然自己可能是有些偏袒主队 可自己确实不认为 他会在美学上输掉 看看这块GTR吧 它是日本制造的骄傲 天中牙二的声音回荡在向摩湾上空 这辆日产GTR 真的完美融合了科技与艺术呀 似乎也是听到了天中牙二的吹捧 向一顺驾驶的GTR似乎更加激进了 他贴着边冲入弯道 眨眼间又贴着路源从弯道口冲了出来 天中牙二说完向一顺后 目光终于转到18号的北云望身上 这时北云望正好要通过一出弯道 阿尔法罗密欧因此还激起了一路灰尘 北云望动作十分迅速 转眼间就一次从弯道口杀出 通讯无忠 巴朝祥赞叹老妹做得不错 不过还需要提升速度展开进攻 北云望有些不满地表示知道 还立即吐槽巴朝祥昨天的排位赛搞啥了 弄得如果我今天不努力就没钱赚了呢 我会给你看看你昨天有多慢 所以没什么话的话就闭嘴吧 巴朝祥于是尴尬地紧闭嘴巴不敢说话 知道自己只能用正赛的表现来打妹妹的脸了 北云望随即让巴朝祥将通讯给到山谷 表示自己现在不想和乌龟哥哥说话 巴朝祥因此再也忍不住了 你个蠢货说的是人话吧 我希望你立刻掉到项目湾里面 蠢菜 这两兄妹就这样一路吵闹 终于到了结束 而北云望显然也没被巴朝祥刺激 跑得是真心不错 最终排在巴朝祥前面暂定第三 转眼到了第三天 8号时的保时捷911正在赛道的居民区猛冲 杰克逊贪乐一脸症状 原来他已经感受到了泽度赛道记录带来的压力 表示虽然自己从没轻视过泽度的才能 可他还是远比自己想的厉害 即便是在最强的三人中 一旦他进入了自己的领域 也会犀利的像一把刀一样 不过也因为太锋利 使得他也比较脆弱 泰勒认为泽度就是一个这样的车手 在沿着项目湾的赛道上 奥迪R8正在高速冲锋 版本驾驶着5号车 自然也受到了泽度记录的影响 不过他有自知之明 知道泽度创造的记录对自己来说 简直是另一个词源的 不过相爷顺昨天的第二 版本就不免生出想法 那个混蛋是自己 唯一不想输掉的人了 版本想到这里 就一脚油门 再次提速向弯道猛冲而去 第四天也很快到来 MFG的直播画面 被奔驰AMG占据 大谷杨界开着自己的7号车 也在向着泽度创造的记录发起冲击 大谷杨界自认双道赛 竟然是比拼高速 那既然泽度能用A110S 跑出那样的成绩 那么自己的奔驰AMG 也有这样的潜能 没道理泽度能行自己不行的 奔驰AMG向着弯道冲去 大谷内心给自己加油打气 相信自己作为车手的能力 绝不可能和泽度差得那么远 终于画面转到一号车这边 石神跑到赛道上 他认为泽度创造的时间非常荒谬 竟比之前的快了三秒 所以到底是什么 让泽度竟然在第一天 就达成了这样的成就 看来MFG确实到了 即将变革的节点 石神知道自己也必须进化 要不自己就会被抛下的呀 转眼间 石神已经回到了起点 他充满着自信 决定一定要带着经验 带着骄傲王者归来 比赛已经持续了四天 田中阳二在直播中表示 从石神这些上位排名者 这两天的出场表现来看 觉得他们的节奏 似乎都还变慢了 田中阳二因此相信 他们都是受到了 泽度新纪录的压力 好在等到明天之后 就有大戏可以看了 第五天片铜下像 这个总是能创造 奇迹的金铜即将上场 而第六天 事与海人 这个创造了上年度纪录的车手 毕竟不该沉默 然而在最后一天 王者贝肯巴尔 绝对会拿出夺回甘位 再次打破赛道记录的决心上阵 田中阳二说到这里 越来越激动 他大声叫起来 所有MFG的粉丝们 就请期待明天的到来吧 与此同时 在骗赖江之岛这边 炼正从幽香口中 知道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是真的吗 我从来没听过呀 幽香于是告诉炼 在MFG7月份的一次比赛中 他记得熟悉 下像老师的评论员 好像说过 下像会在这个赛季之后回英国 你不知道吗 难道MFG没有在你们那里 放直播声音吗 炼听了紧张的满脸通红 连忙说MFG确实在那里 配置了几个大喇叭 也一直在那放直播 可是其他声音太大 我根本没听见呀 抽完这些 炼那些慌得不行 他知道下像来日本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寻找父亲 现在任务多少算是结束了 确实好像没什么促使 下像一定留在日本的了 所以下像真的要再完成 接下来的两场比赛 就回英国了吗 不 千万不要啊 这天的比赛终于结束了 果然如田中雅二所说 石神他们的用识 甚至都没有超过相叶顺 果然 则度给他们的心理压力确实大呀 转眼到了第五天 下像上场比赛的日子 在抢往赛场的百度大巴上 炼和精子坐在一起 精子自然又了解了炼的八卦 然后有兴趣地问 炼这个暑假过得怎么样 炼联盟兴奋地表示很有趣 有了很多很好的回忆 精子于是一点欣慰 那听起来太棒了 暑假对学生来说是最特殊的 一旦长大 可就没暑假了呢 说到这里 精子忽然凑上前问脸 和那个他有什么新进展吗 脸小脸一红 脸说没什么太多进展 只是觉得和他之间的关系 变得比以前更加近了 两人自顾自地说着话 还让前面的眼睛男有些嫉妒 原来脸已经恋爱了呀 而听到脸这么说 精子连忙表示 这不就是进展吗 脸一次还觉得有些奇怪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可你知道吗 精子姐 现在我有新的担心的事情了 不过不能在这里说 我们下次约个时间吧 巴士继续向这赛场奔去 果然陷入恋爱中的女人 确实是会患得患失的呢 临时尾场这边 夏向已经在车上准备就绪了 但续方联盟来到车前告诉他 我们为了这次的比赛 给GT86安装了新的悬架系统 因为奥山先生今天不在 所以我不得不给你一个快速解释 基本上 我们在你的四轮悬架上 安装了四个四伏马达 它们能根据重力的变化 自动调整阻力 续方随即给夏向展示了 仪表上的新装置 表示夏向可以在车内 自行对悬架调整 不过续方相信 奥山已经整备的挺好 因此应该不需要动 夏向这时也是惊呼出声 他没想到86上 竟还安装了这种自适应悬架 续方相信这样的GT86 会变得更加稳定的 突然GTR出现 随即向彦顺就对夏向 打着招呼过来了 果然 他是和MFG工作人员关系都挺好 要不然怎么能 次次不是自己的比赛日 都能来到这里呢 续方看到向彦顺对夏向问好 也是一惊 所以他们两人 是背着我和好了吗 这时夏向忽然开口 向彦顺前辈 你会和续方先生 一起去通许屋吗 向彦顺当即表示 当然 这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呢 夏向因此看着 向彦顺充满了感激 他内心十分激动 觉得向彦顺的出现 给了自己无穷的勇气 另一边 精子和恋也终于 先后走下巴士 精子看着恋忽然十分感叹 觉得恋看起来 真的太特别了 还表示在今天的八个天使中 自己最喜欢的就是恋了 有着酷酷的可爱 却又没有过分的性感 结果听到精子这么说 恋一下大胸 觉得自己当不起 这样的赞予 而这反应让精子 更加觉得自己说的对 毕竟如果自己 对其他天使这么说 他们肯定会生气的 毕竟他们一直就认为 自己才是最棒的 恋于是闭着眼 更加窘迫了 也让精子一下 开心的大笑起来 此时 一个机型的声音 突然在MFG 直播间中响起 女士们先生们 这里是田中阳二 备受期待 第五天的比赛 终于到来了 顶级队列呢 详细不用我多做介绍吧 他的出现 引起了整个MFG 社区的骚动 是一场导致 整个MFG 彻底变革的飓风 在最近最受观众 欢迎的车手投票中 他超越了 泽度光归 和项叶顺排名第一 这位来自英国的车手 现在正坐在 他艳活的 丰田GT86中 片同下相 肩负着全世界的希望 马上就要对双道 发起冲击 田中阳二 最后收拾好心情 告诉众人 现在86已经在起点位置 无人机也准备就绪 15秒倒计时开始了 起点出 没想到举牌的正式练 穿着天使服 他觉得异常羞耻 毕竟下相已经知道 自己的身份了 而下相这边 也没想到今日是练之日 两人四目相对 下相立即拿出了练 给自己求的签 感觉也是很懂啊 练一次看了激动不已 内心尖叫着 这是我给他的护身服 我好高兴 祝你好运 我爱你下相 此时田中阳二的倒计时 声音响起 5 4 3 2 1 Go 眼看信号灯变绿 下相立即如同 离弦之剑一样 冲出起点 片刻之后 田中阳二激动起来 现在的GT86 快得像火箭一样 片通下相 就要迎接最新挑战了 画面再次回到GT86这边 下相看着转速表 迅速地换好挡霸 他目光冷烈 驾驶着GT86 沿着项目湾高速冲锋 田中阳二相信 现在的下相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打破 泽杜光辉创造的记录 但是 他真的能做到吗 下相现在已经压售了 作为天才车手的头衔 也已经在为此 冲击自己的极限 现在片通下相 正超速奔驰在 区间一的收费路段 通讯屋中 相立顺看着下相的表现 感觉GT86装的尾翼 真的在起作用 尽管速度很快 车子却非常稳定 简直太棒了 相立顺相信 只要保持现在的状态不失误 下相就一定能创造出 一个好成绩的 这时 田中阳二忽然揪呼起来 原来下相已经得到 只是在此之前 还有一股水流瀑布挡路 这瀑布从旁边的高山落下 就像一条小河一样 横跨路面流入海中 相叶顺知道 一旦冲入流水路面 轮胎的阻力就会非常大 如果没有做好足够准备 甚至会弄伤颈椎 有伤脖子的 这时下相目光灼灼 毫不犹豫地向着水流冲去 轮胎瞬间扬起无数水花 下相立即敏日地感觉到 轮胎的抓地力消失了 而下一秒 GT86就从过水路面冲了出来 来到了槟榔岩上 田中阳二有些激动 在这样的高速下 GT86失滑的轮胎 没有失速 顺利通过了 相叶顺看到这情景 也是心里一安 觉得自己确实是过滤了 下相在失滑路面上 也是杀手级的车手 对此续方自然十分认同 表示下相早就证明过了 在炉之湖的时候 田中阳二的声音再次传出 表示现在GT86 保持了非常好的节奏 毫无疑问 下相也将打破去年的记录 他也几乎相同的节奏 到此段的用时 只比泽度的超级记录 少了0.1秒 眼下GT86还在赛道上猛冲 一路向北向着终点冲去 相也说有些紧张的冒汗 这段区域的后半段 可以跑出整个赛道 最高的平均速度 依照下向的水准 几乎可以在前面道弯道 跑到150公里 而到下一个弯道 有了涡轮的协助 几乎可以跑到200 这条路虽然不是笔直 但依旧能持续进行加速 相也认知道 双道赛最难的点 在于平均速度非常高 却在任何地方 都没有很长的直线 必须随时换挡调整方向 这时GT86再次冲入了一个诱弯 奥山的悬架系统 显然起了作用 下向感觉当自己 通过颠簸路面时 系统明显吸收了冲击 只要察觉到有压力 就能绷紧车身 反应真的十分迅速 下向随机冲出弯道 再次感受到悬架的变动 下向真的只能惊叹 奥山确实太神了 他看着转速表晃动挡霸 直到只要车身姿态变化越小 就能更有效率的使用轮胎 在使用公共道路的MFG上 这悬架真是最有用的武器了 田中央2激动不易 连连对观众表示 现在GT86在高速路段 节奏非常棒 数据上仍旧与泽渡光辉 并驾齐驱 它的系统标识 也仍旧屹立不摇 目前下向就要冲出海边的曲短翼 向着山区的曲间2前进 激烈的战斗仍在持续 同学乌种 向一顺有些担心 向一顺双双手交叉胸弦 想起自己比赛的时候 在150公里时速过弯时 还碰到了一个地面裂缝 感觉太难控制了 不过向一顺也认为 是像下向和泽渡这种等级的车手 是不会那么容易逼入极限的 下向这时已经向着上坡的山路冲锋 在涡轮 尾翼 以及悬架的加持下 他一路飞快 瞬间丝滑地切入了一个弯道 眨眼就贴着护栏冲了出去 田中央2看了真的头皮发麻 难道下向和泽渡他们 真的有自己的物理法则吗 他们无情地打败了所有挑战者 这是下向和泽渡两人之间的顶级对决 GT86继续冲锋 田中央2惊讶地发现 4号车和86号车之间的差距 竟然拉近到只有0.01秒了 下向完全是和泽渡并驾齐驱了 这里也是十分惊讶 0.01秒的这个差距是真的吗 不在计时误差范围之内吗 但即便下向跑得如此出色 田中央2认为接下来 下向的精彩表现可能就会终结了 转场的通讯屋这边 向远顺知道 因为火山喷发和随之而来的地震 有大量的地下水从13号公路涌出 现在还变成了瀑布流下大海 在双道上创造了两处危险地带 续方对此自然也知道 其中之一就是靠近海边 而另一处则在回城的山上 转眼又到了赛道上 GT86正好从一弯道口冲出 田中央2异常激动 现在世界著名的双道跳跃点就在眼前了 只见下向坚毅着眼神 稳稳把住方向踩死油门 GT86再次猛地提速贴向左侧 眨眼间就从水流冲击处的缺口上飞了过去 GT86四轮离地 这高度起码有一米多呀 看着车子飞得这么高 浑身似乎都被看不见的空气包裹 向远顺和续方两人简直是傻眼了 直到86落地 再次冲入一个右弯后 两人才回过味来 向远顺发现 刚刚GT86真的跳得太远了 必定是利用了大量空气 是落在了降落顶的最远处 向远顺知道 在这个跳跃点 不自己亲身去试的话 永远不知道会有多可怕 当你在空中的最高点 看着项目湾正在正下方 会感觉自己会被吞噬了一样 如果恐高的话 甚至会感觉周围一切都冻结了 再加上左侧就是一个陡下的悬崖 此时续方静静地听着这一切 连是浑身都麻了 向远顺的声音还在继续 表示因为左侧悬崖的存在 人体的本能都会让自己尽量靠右去跳跃 但是下项 却是尽其所能地贴到了最左边 想到这里 向远顺微低着头 再次深受震撼 为什么下项这个娃娃脸 会有如此的勇气 这么有盖死呢 田中阳二声音再次传来 他激动地表示 下项正在冲入区域三 和泽渡的时间依旧相当 经年间 这段搓衣板路困住了无数MFG的车手 可显然下项是完全不屑一顾啊 下项这时已经再次冲出了一个弯道 他死死贴着右侧山体边缘 下一秒就侧滑一样地插入了下一个弯道之中 因应有些甩尾打滑的迹象 田中阳二发现 因为路面高低不平的关系 八六在这里的路线跑宽了 不过下项随即就恢复了车子的控制 稳稳握住了方向盘 续方看着这一幕 突然紧张地问向彦顺 怎么看下项在这里的驾驶呢 向彦顺淡淡地回答 我怎么看 和平常一样 甚至是更好呀 续方回答确实是这样 我们给八六装备了尾翼 还有下项的方向盘后面 可是到了区段三 下项就还是与泽渡的差距拉大了 续方看着电脑上的数据十分紧张 而向彦顺见词 也是心里一惊 田中阳二也忽然惊呼起来 看这里 我们看到了八六 有一些轻微的时间下降 虽然系统标注还在 可计体八六 与四号池的时间差距 拉大到了0.03秒了 现在终点就在前方不远处 然而我们还不能下结论 毕竟我们谈论的是0.03秒的差距呀 轮胎在的一颗小石头 就可能扭转这样的差距了 此时通讯屋中 续方有些紧张地告诉向彦顺 你知道吗 在过去的三战中 下降无论何时都在解决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的车比别人差太多了 可在这里 在他与泽渡的对比中 我却有了不同的感觉 这好像还是第一次 下降在驾驶上比拼输给了其他人 事实上 这对我也是一种新体验呀 向彦顺于是郑重地回答 在这场运动中的所有人 就像一场高等级比赛里的运动员 即便只是一点条件上的小小的区别 也会立即在数字上产生变化 泽渡在这里已经跑过两次 然而下降还是第一次呀 弯道弦下降还在继续冲锋 田中央二的声音激情传出 现在GT86已经冲到了最后的弯道弦 等等 他终于通过了 片头下降最终还是没有取得甘位 遗憾错失了打破泽渡的记录 只能暂居第二 落后泽渡的四号车0.32秒 虽然不是第一 可也是非常令人惊叹的成绩了呀 转场到三号车这边 大师的兰博基尼正在飞跃断开的地方 看起来高度明显有些低 驾驶座上大师看起来十分紧张 还给自己加油打气 先是责度 再是下降 可是这里无论飞得多高多远 也节省不了什么时间 难道他们都是蠢材吗 感情大师也是在自欺气人呢 另一边 在临时尾场 下降已经又回到了这里 夏依顺如同往常一样叫下降跟上 表示我请客 我们一起去吃点好吃的吧 转场到一个渔港餐厅 夏依顺告诉下降 其实赢了MFG的比赛 除了正常玩赛奖金之外 还有其他的各种额外奖金 比如在一场比赛中夺得甘位 比如成功超越了某人 都能在赛季结束时 得到一些额外的历史 并且还很多呢 夏依顺表示 比如在比赛中每超过一人 就能得到一百万日元 所以夏侦你单单在真喝半岛赛上 就得到了一千万日元呢 有人听到了夏依顺的话 夏侦真的人都要傻了 这是真的吗 夏依顺看到夏侦的表现也是吐槽 原来你真不知道呀 撇开前线不谈 一个人在一场比赛中 完成十次超越非常罕见 要知道 直到去年 一场比赛中才可能有十次超越呢 夏依顺因此想问问夏侯 夏侯在比赛的时候 都会想些什么呢 夏侯被问得心里一愣 随即整个人一个机灵 表示自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反应在我想任何事情之前就开始了 因此对于超车 只是在合适的时机 碰到了能做的事 不过在第一和第二战的时候 我确实是有点想的太多了 那使得我有点情绪低落 于是听到夏侯这么说 夏依顺整个人都要傻了 情绪低落 情绪低落还能跑成那样吗 这也太疯狂了吧 可夏侯还在继续说着 表示事情在第三战中断的时候变了 我开始感觉自己的表现越来越好 虽然有些不能解释 但我的身体那时确实无意识动了起来 夏依顺真的很震惊 你真的什么也没想吗 这完全超越了正常人类啊 终于 续方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们的号码到了 一起去取餐吧 夏侯于是赶紧去端吃的 看到面前的美食 他整个人兴奋异常 哇 这也太棒了吧 第五天的比赛终于结束 转引到了第六天 阿斯顿马丁到了临时围场 因为还没到比赛时间 下车之后 眼睛男表示 已经给艾玛准备好了休息的地方 艾玛十分感谢 他现在已经等不及要进行比赛了 不过毕竟只是一场排位时间赛 前五的成绩已经足够 也不需要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啊 在临时围场中 吃鱼海人惊讶地对前缘和红说 兄弟 你刚看到了吗 有个超级辣妹在休息室 还是个金发大美妞呢 我都不能和你解释 他是有多不可爱 因为想试试自己的运气 我还走向了他 吃鱼海人随即一脸的心塞 表示可惜那大美妞无法说日语 只是一直盯着自己看 这太失败了 我甚至没听到 从他嘴里蹦出一句话呀 在我人生中 我还从没像今天这么后悔 没学英语呢 对了 你会说英语吗 前天先生 前缘和红也是有些不好意思 表示自己还是在学校的时候学过 只能说一些基本的对话 他随即好奇地问吃鱼 你这样真的好吗 你马上就要去参加排位赛了呢 你知道的 正常来说 你不应该把目前的心思 放在打破责度和下限的记录上吗 赤鱼是连连告诉前缘 兄弟 你是不知道那个大美妞啊 他现在几乎把我所有的魂都带走了 前缘因此听了也是尴尬 看来在比赛开始前 你真还是有很多事要处理啊 转场到赛道这边 这次执行的MFG天使是谋会 随着田中衙二的倒计时结束 赤鱼海人立即窜了出去 田中衙二很是激动 表示上一年度赛道记录的保持者 赤鱼海人终于出发了 没有人比他在赛道上 够会燃烧此身 他现在正在赛道上飞翔啊 赤鱼海人沿着海岸线猛冲 他似乎终于忘记爱马的事了 觉得自己在双道上 确实有不错的机会 所以是时候 再向全世界的粉丝们证明 我可不是只会追女孩 我要把我的二号车贴纸 贴在奖杯上 现在就是我赤鱼海人的复仇时间呀 而在赤鱼海人打算 再次冲击记录的时候 西元四驾中 西元四爸妈正在看比赛 徐方车行里 下向也和徐方 一直守在电脑屏幕前 徐方看到赤鱼的表现十分惊叹 有些不安地问下向 现在赤鱼海人冲进到高速去了 那辆700匹马力的法拉利 会变得更快的吧 下向略微低头一沉吟 表示那辆车的马力也许太大了 当驾驶车子高速通过那里 车身水平方向的重力 在人身上作用的时候 远比想象的更长 所以在实际上 越大马力的车子 车手越是不会长时间的 全油门全速前进的 忽然下向惊叹出声 原来他发现 赤鱼法拉利的后轮 稍微有些不稳定 下向因此判断 是赤鱼跑得不够顺滑 这很有可能会浪费他一点时间 徐方于是疑惑了 是真的吗 他的速度看起来侵略性十足 并且还是很快呀 在沿着象牧湾的赛道上 法拉利还在高速奔驰 田中央忽然有些激动 原来他发现 二号车在出了一个弯道后 稍微有些摆动 不过赤鱼海人 现在的表现 已经超过去年了 赤鱼海人 这个早晨表现得真的很好 这超经典的法拉利咆哮声 又再次回荡在了项目湾上空 传承到了另一边 前缘和轰的丰田 还在一个弯道上奔驰 前缘心情有些紧张 但觉得这条赛道 其实也很适合自己的NSX 他跑得如此稳定 简直就像把自己 嵌在道路上一样 自己似乎取得了 马力和驾驶之间的完美平衡 只是在与此同时 前缘能明显地感觉到 他自己有些不在状态 前缘知道 这一切的原因 都是由于片头下向 自己让这样一个年轻的车手 在自己脑海中挥之不去 前缘无法想清楚 为什么下向驾驶的GT86 就能冲得那么快 除非搞清楚其中的物理法则 否则我无法接受啊 这时田中央2的声音传出 表示前缘和轰在MFG重车手中 一直被视为最有逻辑性的 所以相信这一次 他也一定会善用 他在科学方面的IQ 来攻略这条赛道吧 转眼2号车和13号车 已经跑完全程 赤鱼海人最终打破了 上年度的记录 取得了第三的好成绩 不过和前两名的差距 还是在三秒左右 所以赤鱼也是可惜 只是比去年 快了零点几秒的样子 感觉他还是受到 爱马的影响了呢 但这里也必须感慨 看来责度和下向 才是另外一个级别的呀 直播间中 田中央2的声音 再次兴奋起来 他激动地告诉观众 如果你才收看 今天MFG第六日的排位赛 那我高度推荐你 关注接下来的这位车手 从英格兰前来 参加此次比赛 爱马格林 19岁 一个金发大美女 一个单次参赛者 阿什顿马丁 终于加入了MFG序列 现在 Vantage已经在出发点 蓄势待发了 曲方车行这边 曲方也是看向下向惊呆了 wow 他就是那个大股价美女啊 下向惊了也是无奈 联邦解释啥大股价呀 在英国人家 非常普通的好吗 练在家里坐着 也是气鼓鼓的 内心十分的嫉妒 爱马是那么的年轻漂亮 还是一个MFG车手 为什么他才大我两岁 却这么的厉害 任何人的差距 真的这么大吗 田中央在直播间表示 当我们谈到 来自英国的挑战者 我确信在MFG车迷之间 肯定会第一时间 想起一个人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说的是谁吧 所以看着爱马的个人资料 真的让我有些好奇 原来爱马来自 皇家顿宁顿公园赛车学校 和片头下向一样 跟随着片头下向的脚步 成为第二个 在MFG的ROIS车手 这不能不让我去想 这背后肯定有什么意义 因此早些我找到机会 问了他一个问题 自然我的提问直切要害 而他的回答也相当的坦率 证明了他之所以加入MFG 就是为了热烈的追求片头下向 他的前男友 转场到旭方车行中 旭方激动的一下惊叫起来 这什么鬼 这是真的吗 下向 你和那个大妹子曾经是一对 下向真是无奈的扑服在桌上 听到这话 才抬起头表示不是的 那是谎话 根本不是事实 旭方还是不信 连连表示 你确定吗兄弟 现在这个广播已经扩散到全世界了 田中央二说热闹不前事大 表示自己对在这里 报道爱马的私人生活 其实没啥兴趣 但是他强烈要求这么做 所以我才告诉大家的 下向见到这里也是呆住了 还转头看下旭方 表示这也太疯狂了吧 我一直觉得这种隐私是相互的 所以我现在应该怎么反应 他们怎么就不问问我呢 旭方因此连忙安慰下向不要担心 日本没人关心你的前女友是谁 事实上 因为她那么好看 所有人都会嫉妒你呢 下向也是胸红了脸 可还是表示 自己根本不想让人们嫉妒我呀 这一点都不好玩 节点线上 田中央二正在播报倒计时 随着倒计时结束 爱马的阿斯顿马丁立即窜了出去 田中央二趁着还有时间 表示这是这个小时的话题 骗同下向的前女友 把她自己扔到了高风险的夏末之战中 西元四家中 西元四爸爸真的十分震惊 就是下向的前女友 还真是一个大大的消息啊 一旁恋气咕咕的没有说话 内心一再提醒下向告诉过自己 那是个谎言 他只相信下向说的话 西元四爸爸完全没想这么多 觉得肯定是事实了 他还要和脸打赌 表示下向在英格兰肯定十分受欢迎的 脸于是立即炸了锅 连连大声告诉自己爸爸 这和我们没关系 所以就保持安静看比赛行不行 爸爸因此也是呆住了 反问女儿为什么突然这么生气啊 脸立即否认 还说爸爸真是太笨了 我恨你 西元四妈妈终于替老公说话 让脸不要和父亲这么说话呀 下向这边也是十分心酸 觉得虽然爱马说的是一个谎言 可既然这样大范围传了出去 所有人都会认为是真的 如果总是否认这一点 事情反而可能变得更糟 所以你到底想干什么呢爱马 似乎听到了下向的问话 阿斯顿马盯中 爱马直接回答 你又以为我想什么呢 我想引起关注和话题呀 如果你是一个网红竞速车手 你就需要引起大众关注和讨论声量 如果这媒体能帮忙 还能建立我受欢迎的人设 那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下向 现在你的名字真的很值钱 而之所以毫无顾忌地利用你 就是因为你总是毫无顾忌忽视我的感受呀 所以你可永远记住这一点 不要伤害一个女人的心啊 亲爱的 阿斯顿马丁继续向前奔驰 田中央二看着阿斯顿马丁一路狂奔 表示阿斯顿马丁是英国著名的运动车型制造商 是电影007的主角 詹姆斯·邦德的御用作家 就让我们看看阿斯顿马丁在现实中怎样吧 这时 Vantage正好通过一个高速弯 出弯十分迅速稳定 田中央二十分赞叹 目前阿斯顿马丁都非常稳定 现在格林的节奏 已经打破了去年的赛道记录 已经让他暂定第三了 徐方因此整个吓到了 他是在说第三吗 对此夏项倒十分冷静 表示这一点没什么奇怪的 只要有爱马的天赋 这就是简单的事情 夏项知道 在学校的时候 爱马虽然总是会反抗藤原老师 但其实他对藤原老师的信心 一直都比自己强烈 夏项看着爱马的表现 已然忘记了刚刚的事 他真的成长了 也变快了 真是个漂亮的核载一动啊 爱马还在向这赛道冲击 田中央二激动地告诉观众 这是多么让人惊喜啊 车子和车手都是顶级的 这就是RORS这个等级的车手 简直是恐怖啊 对此赤鱼海人 也是瞪大的眼珠不敢相信 那个大波浪 竟然是个这么棒的车手嘛 眼下624车已经进入了区间2 他的系统标志还在 这让他顺畅地向着第三前级 田中央二见此刑警 忽然弹起了他的号码624 田中央二表示 自己对这个数字感到好奇 所以还特意问了爱马 结果爱马说 这是他的天使号码 于是听了田中央二这么说 续方也很好奇地看着夏项 他的天使号码 那是什么呀 夏项因此表示 这在日本确实说的不多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对个人很特殊的数字 当你在日常生活中 忽然看到一些不常见的数 说不定那就是天使给你的暗示 告诉你好运即将降临 夏项表示 自己知道这听起来很蠢 但在英国那些喜欢浪漫的女孩 都信这个 续方听到这里也是一惊 所以624对爱马来说是特殊的嘛 是不是他的生日呢 夏项立即回答不是的 爱马并不是在6月出生的 夏项也是不知道 这个号码其实和他自身有很大关系的 这时爱马已经从跳跃点飞过 他也是极力靠近左侧飞得高高的 看着这情形 田中央也很激动 现在格林已经通过跳跃点 向区间三出发 不过接下来的颠簸路面对他来说 可能就是整个赛道最艰难的路段了 画面忽然转到阿斯顿马丁这边 爱马正好高速冲出了一个弯道 田中央看了这情形 忽没有些激动 这辆击着大不裂颠率的优雅轿跑 正在赛道上发出残暴的咆哮声 他完全证明自己可以成为本赛季的暴风眼 我很确信 对世界范围的MFG硬和粉丝来说 他带了一股心疯啊 爱马格林 这个有着凶猛蓝色眼球的母狼 已经准备对着明月高声嚎笑 这里感觉田中央这么形容爱马 爱马应该不会高兴吧 此时在阿斯顿马丁中 爱马正握着方向盘神色正中 他的内心对着下象自言自语 下象 这里根本不是属于你的地方 也许参加这里的MFG是你的当务之计 可我马上会展示给你 这是一个多小多浅的世界 因此睁大你的眼睛吧 你必须把目光点得高一点 别去沿着阶梯往上走啊 我是你唯一能真正分享一切的人不是吗 所以我绝不能让你围着一个日本女孩转呀 你必须和我一起回去啊亲爱的 专业爱马也就冲击到了最后的弯道 最后顺利完成冲线 依旧排在下象后面暂定第三 赛后 爱马还接受了MFG副频道的采访 他落落大方 也是在MFG粉丝间赢得了许多好感 因此在酒吧里 许多MFG的宅男观众都十分羡慕下象 纷纷吐槽下象 竟抛开了这么可爱的前女友 害得人家还追到了这里 真是太嫉妒了呀 难道 这就是所谓的超级明星吗 第六天的比赛终于结束了 爱马超越赤与排在第三 相爷顺利死掉到了第五 转眼到了排位赛的最终比赛日 几点前 肥嘟嘟的真理会 因为看到摄像机看着自己 还当即卖起了萌 呀 镜头真看着我呢 赶紧拍我可爱的一面吧 眼镜小哥在后面也是尴尬坏了 觉得一个多月没见 真理会实在是胖了太多 感觉衣服都装不下了呀 这会是个大事故的呀 眼镜小哥看着真理会的大屁股 只觉得内裤都有些遮不住了 如果更严重一点 就必须给他打上一个大大的马赛克了呀 这里感觉真理会也是一点不在意 人家对着镜头比叶 心情十分的不错 难道是有对象了吗 此时赛道上已经哄鸣声不断 田中央在直播间告诉观众 持续一周的排位赛终于要结束了 现在6号车正在通过水流陷阱 柳田拓也作为MFG的第一个丸岛大师 正在高速通过变天延伸的大驱弯 本赛季开始柳田状态一直不佳 不过从本赛季中期开始 却明显有了改观 柳田能把前至后去的宝马M4 操控得像自己的手和脚一样 对他来说 后轮驱动就是唯一的选择 这虽然可以说有点固执 却也清楚地表明 在MFG的投票中 柳田是顶级FR车手的原因 这时柳田似乎也听到了田中的话 他清楚地知道了完美的控制车子 并不足以成为一个专业车手 如果想成为专业车手 就只能用时间说话 在柳田在赛道上 与时间一较高下的时候 与此同时的连仓 夏向正在店里做工 因为是逢星期天 夏向知道 很快这里就会忙起来的 不过他还是很关心 第七天比赛的情况 夏向知道贝肯巴尔 肯定会跑出一个很出色的成绩 不过他现在内心真正关心的 却是诸星赖灵 只能说夏向也许已经意识到 他的这个同门师兄身上 似乎有某种潜质 让他不得不另眼相看吧 夏向这边正想着 忽然两个美女慕名而来 夏向自然又露出了一脸灿烂的微笑 转场到了赛道这边 朱星赖明刚好在田中雅二 激情的声音中出发了 田中雅二表示 在真和半岛的首次亮相中 朱星赖明最终以排位第八的成绩 晋级神势5 而在正赛中 他的表现有些被众人孤立 并且偏同夏向 正是在这场比赛中 疯狂的超车十次 实在太过耀眼了 然而谁都不能否认 正赛以5位完赛 是个了不起的成绩 在夏向这个皇家赛车学院的 车手横扫现场的时候 朱星赖明这个本地出生的男孩 扛起了群马的大旗 这时朱星赖明刚好通过钢架桥 田中雅二表示 就让我们看看 朱星赖明这另外的一个大牌新秀吧 此时赖明这边目光灼灼 他内心念叨着几个名字 贝肯鲍尔 天同夏向 走度光辉 我承认你们是最强的三人 可与在赛道上认真起来的 我家老大相比 你们简直是无名之辈 连给他提鞋都不配 所以只要一想到这里 我就会觉得肩上的压力一松啊 朱星赖明驾车向前奔去 他在内心给自己鼓励 神15的Top3就是个屁呀 我一定会变成第四人的 田中雅二声音随即传出 朱星赖明刚刚通过水流陷阱 885号刚刚得到系统标注了 转场到横滨这边 起接着和贤太在一起 在自家总部大楼的会议室里 观看MFG的直播 贤太听说赖明被标注了 也是有些激动 毕竟这说明MFG的 驾驶数据分析系统 很赞许赖明在水流陷阱的表现 贤太说完这里 忽然忍不住问起接 表示自己想了很久 你不觉得MFG的系统 好像有些偏见吗 起接于是回应 哦 你现在才发现吗 花了你很长时间呢 起接表示虽然整体上 评分的是一个AI 但其用于评估表现的 所有参数和定义 都源于从无到有 创造MFG的人身上 所以这AI的表现 就有些像我大哥 越贴近删到最速理论 就又可以得到更多的分数 于是贤太听到这里 也是惊呆了 难怪系统会一直 给藤原的学生标志呢 起接立即表示是的 所以昨天的金发大波浪 和今天赖明也得到了呀 贤太因此也是一愣 他转过头弱弱地问起接 你是不是对赖明做了什么 起接这是依旧注视着直播画面 表示也没什么 有时一个人越成熟 越想瞒伤自己的技术 就越容易一叶账目 所以你知道吗 我只是给了他一个坚实的基础 贤太听了双手交叉胸前 表情严肃 只觉得不管起接大哥做了什么 总之肯定是起作用了 显然即便起接这么说了 贤太还是不知道他干了啥 不过也对 起接总不能说 自己只是告诉赖明 要猛踩油门吧 这样说的不清不楚 明显更适合他总裁的身份 另一边 朱新赖明正好从起跳铁飞跃而过 田中洋而见了真的有感而发 表示自己从没想过 今年的MFG 会有如此优秀的一批新人出现 86在第五天 624在第六天 885在今天 他们的表现都实在是太好了 这些人几乎都有着无限的潜能 我已经等不及看他们在夜空闪烁了呀 再次转眼在七点附近 贝康巴尔已经准备就绪了 田中洋而对着观众异常激动 这场夏末双道的排位赛 终于迎来高潮 这是我们今天最顶级的选手 那纯白的车身 与金黄的数字12交相辉映 毫无疑问 他是本赛季夺冠的头号候选人 目前为止 他已经豪夺三连胜 他在赛道上能压倒线的天赋 还没有输给过任何人 MFG目前最顶级的表演者 贝康巴尔马上就要登台演出了 而随着田中洋而的呐喊 再到起点旁的真理会扭动得更厉害了 他十分兴奋 那个德国大帅哥正看着我呢 这目光火热 好像穿透了我的衣服 帅哥看这边 我是真理会呀 只能说这大费牛也是会自作多情 他真的还会留在MFG嘛 真理会虽然一脸花痴变态地看着贝康巴尔 可贝康巴尔却完全不为所动 简直是视若无误 这心态也是稳定到爆炸呀 终于 田中洋而再次在直播中开启了倒计时 随着倒计时结束 贝康巴尔瞬间冲了出去 此时旭方车行之中 旭方看着贝康巴尔的座驾有些好奇 所以这就是考满GT4吧 旭方真的有些紧张 这才刚刚第四站 我们就面临了如此巨大的危险 不过我没记错的话 这车好像是只带了一个首度变速箱 旭方想到这里 也是觉得有些有趣 一个如此强力的车手 却选了一辆这样的车 这不和GT86一模一样了吗 画面回到赛道之上 贝康巴尔正贴着赛道右侧急速向北 保时捷咆哮的声音 仿佛都撕裂了整片项目弯 显然贝康巴尔不打破泽度的赛道记录 是不可能的了 另一边 在联赛的七里之滨海滩 列车刚好抵达七里之滨 列和弱赛从车站走出 列对弱赛抱歉 表示很抱歉把弱赛叫出来 可自己实在是有事想和人说说 弱赛当即便说没什么 反正也是星期天 我一整天都很空闲的 不过列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要不我给你买些这里的薄饼吧 弱赛因此非常兴奋 这太酷了 神奈川的每个年轻人都会为他兴奋的 转场到了一间餐厅里 列和弱赛正好坐定 弱赛就急不可耐地问脸 是之前优乡说的那件事吗 列闭着眼觉得十分委屈 表示是的 上次自己回家之后 立即看了第三张的录像 主持人确实是说 下相只会跑完今年而已 这真的是个大消息 我都想哭了 弱赛因此连忙发问 他就没把这消息告诉你家里人吧 列于是低着头表示 我的父母都非常想要下相 能永远住下去 只要下相不说 他们也不会去问下相 什么时候离开的 弱赛也听明白了 看起来只有下相自己知道 这是不是真的了 他随即看向列 列 你必须鼓起勇气 自己去问他 好吗 列正好说自己太害怕了 完全不能想象 没有下相赛的日子 说到这里 列忽然还觉得有点头疼 他对弱赛弱弱的表示 自己的内心有什么东西 在阻止自己接近真相 我真的不想知道 甚至都不想去想这一点 弱赛瞪大眼睛 看着列这副表情 你这种懦弱的样子 也是太少见了吧 不需要这样的 他还没有要返回英格兰呢 不久后 两人终于吃完了午餐 弱赛觉得这家的薄饼 确实不错 可恋球完全没心情 只是问弱赛 如果你是我的话 会怎么做呢 弱赛也是一切愣住了 随即才表示 如果我是你 即便再害怕 也会去问他 毕竟腿长在他身上 他如果要离开的话 就会离开 只有接受这点 并充分利用剩余的时间 这样自己才不会后悔 恋听到这些 心里还是不敢 不行的 自己才不想去接受呢 恋因此也赞叹 弱赛内心确实强大呀 弱赛没觉得什么 只要你和我一样 有过七个男朋友 你也会这样的 恋于是也是整个大吃一惊 啥 七个吗 恋内心也是富飞 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了 弱赛没觉得什么 他和恋慢慢从台阶上 走向沙滩 表示自己真的喜欢 其中一个人 现在一想到他 眼睛还会流泪呢 弱赛最终在沙滩上告诉恋 你知道吗 你应该对下巷 表示自己的情感 否则你会后悔的 再次回到赛场这边 贝肯鲍尔刚从一个 弯道口冲了出来 田中雅二激动地表示 现在贝肯鲍尔 已经攻略了区段二 节奏完美匹配了 四号车以及八十六号车 这是贝肯鲍尔的惯用手段 看得实在太刺激了 也许看起来不太激进 但最后却总会让你震惊 贝肯鲍尔会在赛道 初始和中段 与自己的对手节奏保持一致 不过在最后 就会将节奏 忽然提高一个档次 从而取在第一的位置 虽然听起来很简单 然而即便是最有才华的编剧 也不可能像他这样 表现得令人振奋 转场的通讯屋这边 助手忽然联系贝肯鲍尔 表示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现在通过检查点的时间 比四号车法了0.2秒 贝肯鲍尔表示知道 而在赛道上跑了这么久 他又觉得太简单了 走动和下向 根本不是什么大冲击 GT4才是另一个级别的呢 转眼 贝肯鲍尔就从跳跃点飞出 他几乎靠近了左侧的极限 飞得也甚至比下向更高更远 天中牙儿激动的声音响起 现在贝肯鲍尔还在向前 已经重入区段3了 感觉他肯定会在这附近 弄出点什么东西啊 难道我们就要看到 MFG最有统治力的车手 又一次猛烈地冲刺了吗 贝肯鲍尔操控着挡霸 冷冷地看着前方 保时机立刻迅猛地向前冲去 天中牙儿很激动 贝肯鲍尔现在正在进攻 12号车的节奏明显不同了 可下一秒 通讯无传来消息 让贝肯鲍尔再次加快节奏 我们现在落后泽度的4号车 大概0.34秒 贝肯鲍尔听了一下清楚了 什么 这肯定不对 等等 我知道了 这是泽度设置的陷阱 他故意在这里提高了节奏 这家伙总是喜欢玩这些小把戏 贝肯鲍尔最终告诉住手 自己会从这里开始保持沉默 所以只在必要时更新一下我的时间吧 在挂断通讯后 贝肯鲍尔目光冷静 他知道自己还有时间 所以就让我们开始吧 保时捷 贝肯鲍尔的内心说完 就驾驶着保时捷向面前的弯道冲去 此时天中牙儿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现在贝肯鲍尔已经通过区域三半城了 就忽然落后泽度的四号车0.28秒 这里不确定贝肯鲍尔是否能追上 他好像不像平成的自己啊 难道本赛季的顶级车手 在双道这边的攻击遇到困难了吧 旭方车行这边 旭方也很奇怪贝肯鲍尔的表现 为什么他好像有些汗流浃背了呢 而且下巷在这里也遇到了同样的事 慢慢在区域三末尾落后于泽度了 旭方忽然也十分诧异 为什么泽度光辉在这里压倒心得快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眼前又是一个左弯 贝肯鲍尔高速锦田内侧冲了进去 结果出弯的时候 车子明显有了打滑的迹象 前面不远处又是一个右弯道 贝肯鲍尔急得立即一脚刹车 前轮镜再次微微失去了抓地力的样子 贝肯鲍尔内心一惊 赶紧调整心情驾车向弯道冲去 此时贝肯鲍尔已经知道 刚才的连串失误让自己彻底遭了重 导致自己今天彻底输了 贝肯鲍尔的内心对泽度放话 干得好呀泽度 谢谢你彻底撩拨起我在决赛的洞里了 记住我的话 我一定会让你连本带力付出代价的 贝肯鲍尔终于通过了终点前最后的弯道 田中央看着数据紧张地表示 他现在落后泽度0.13秒 还没有赶上 哇 贝肯鲍尔通过了终点 这太让人遗憾了 贝肯鲍尔回家后会哭吧 他仅仅慢了0.02秒 而因为这个 泽度的四号车锁定了职业生涯第二个甘位 也是本赛季的第一个 一天参赛的泽度光辉锁定第一 贝肯鲍尔和下相分离二三 珠星赖鸣超越爱马排在第四 香叶顺则在吃鱼喊人后面落到了第七 也是一个不错的位置了 转眼到了滕泽市这边 练一个人正沿着河边慢慢走着 在和若菜交谈后 他的心情依旧沉重 还是不敢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下相 觉得如果自己说了 好像会在那一刻失去所有的东西 感觉甚至会变成 自己和下相一起的最后时刻 练看着对岸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下相远离自己去了另外的地方 如果自己再也见不到他 那还有必要告诉他自己对他的感觉吗 练眼知道自己必须要尽快做出决定 练花又想起了若菜之间端子里的主人公 自己确实就是那种缺爱 又患得患失的人 这种感觉真的糟透了 练眼死的内心呢喃起来 奶奶 帮帮我吧 第二天的早晨 凹山终于是出现在了续芳车行里 他饶有兴致地问续芳 现在事情好像变得更刺激有趣了呢 续芳对此连连点头 觉得真是太疯狂了 区方总感觉泽渡做了什么 他因此还问奥山 对泽渡的成绩有没有什么看法 奥山对此没有名言 反而先告诉区方 其实双道的每一个区段 都对车子的调教有不同的要求 区段一是路况完美的收费公路 所以在这上面的驾驶和调教 都是最轻松的 区段三与区间一则完全相反 路面到处都是裂缝和补丁 使得车子难以控制 像被路面扔来扔去一样 而区间二的情况 就在区间一和三之间 所以大多数人的悬挂调教 都以区间二的平稳 快速运行为目标 但我认为 四号车是以区段三的 颠簸路面为目标的 区方因此又有疑问了 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奥山因此表示 贝克马尔有在中断前 和对手保持节奏一致的习惯 所以他们大概是想 利用这点取得优势吧 奥山认为 贝克马尔在进去区段三之前 肯定会觉得事情非常简单 我猜他真的是太骄傲了 因此才没有立即察觉出 泽杜设置的陷阱 不过虽然这次泽杜取得了成功 奥山还是觉得 对泽杜来说 针对区段三的偏软悬挂 对区间一来说并不合适 所以在正赛中 泽杜很可能会换回 标准悬架设置的 续芳听完这些也是内心一惊 只觉得泽杜这个车手 花花场子也是多 必须盯紧他呀 奥山相信 对于贝克马尔来说 他绝不会容许 自己的骄傲被玷污 而我们的车手 也在这计时赛里有所保留 因此明天的正赛里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 疯狂的事情发生啊 奥山随即和续芳 一起看下整备好的GT86 奥山知道 双道赛是MFG5战中 对于轮胎的考验最大的 但他不认为 泽杜会在末尾的时候 轻易输掉甘位 越接近终点 就越会有更多的位置变化了 转引到了镰仓这边 在一间寺庙里 恋和下相又来祈福了 和以往不同 恋这次虔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菩萨保佑 请不要把下相从我身边带走 不一会儿 祈祷完毕 下相突然有些沮丧地告诉练 自己一直一个人 寻找那照片中的地方 可找了这么久 却一直没有头绪 恋因此还从手机里调出照片 下相表示 自己确实找到了好几处 与照片背景相似的建筑 却无论从哪个角度 都找不到同样的地方 恋听了于是立即安慰下相不要放弃 表示自己相信你一定会找到的 下相回答知道的 自己并没有想过要放弃呢 那我们一起找 直到找到好吗 既然你也这么说 那我也不会放弃的 恋因此兴奋起来 连连说这才对吗 这是我的承诺呢 两人随即一起向门口走去 恋没有再说什么 他有些忐忑不安 难道这是自己最后的希望了吗 转眼又是一夜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 下相照就在海滨公园里吹冷风 忽然一个朦胧的声音响起 嘿 儿子 你有女朋友了吗 下相好像又回到了自己七岁的时候 他有些害羞地告诉妈妈 算是有吧 不过 我不太会和女孩相处 下相妈妈于是拿着画板 一脸迷之微笑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好吧 那你能把脑海中的他画下来吗 下相立即兴奋地表示 当然没问题 我们两个都很擅长这个呢 妈妈 下相妈妈随即温暖地看着下相 还告诉下相 确实是这样的 大儿子呀 一旦你长大并注入了爱河 当你试图回忆他的脸的时候 那影像却不会那么一下子 蹦入你的脑海中 所以当你真的注入爱河 你的眼睛 甚至你的大脑 都会阻止你构建他的影像 年幼的下相于是追问 到那时候怎么办呢 那会让你感到焦虑 而当你感到焦虑 你就会立刻想见到他呀 此时下相在台阶上看着手机 看着恋的照片 后来又想起了妈妈的话 想起了当时的情景 妈妈闭着眼睛告诉他 你开始会一直想见到 自己喜欢的人 这就是你一旦恋爱时 大脑的机械反应了 少年下相因此也是呆住了 所以这事发生在妈妈身上了吗 妈妈因此回答 当然呀 当我爱上你爸爸的时候 就发生了 下相于是赶紧爬到妈妈身边 那么 那么我呢 你能在脑海中记起我的脸吗 下相原本期待妈妈还记不了 结果妈妈就表示这是当然的 你难道不知道 在我的工作室里 有多少你的画像吗 小小下相听到了这个 立即抱着腿 把脸憋到一边 明显是有些嫉妒了 下相妈妈于是饶有趣味地 看着小小的下相 别傻了儿子 你知道 我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 没有任何人比得过你的 可这种爱和那种爱是不同的 我知道 你肯定了解这之间的区别 下相的回忆到这里终于结束 他忽然又站了起来 也彻底理解了妈妈的话 是的 妈妈是对的 所以我才会在日本 拍了人生的第一张照片呢 我现在很难想起这个女孩的脸 这还是人生的第一次呀 下相把衣服脱下 披在肩上 他也是知道 自己是真的爱上恋了 他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 从哪里开始呢 这种感情就好像忽然从某处蹦了出来 下相知道 自己原本应该感到开心 可现实却是感到无比的痛苦 因为下相知道 自己必须离开日本的 下相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也没有能够商量的我 他忽然看向远方 妈妈 所以你能给我什么建议吗 如果爸爸还在的话 他又会说什么呢 爸爸妈妈 我真的想见你们呀 双道赛场这边 已经又是锣鼓喧天了 田中阳二在直播间连连表示 已经有3270万观众在直播间了 这里是田中阳二 我们正在播报这个夏天 最近冒火热的 冰海双道急速战 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介绍 这次加入解说的嘉宾 是徐腾精一 徐腾先生 在日本拉力锯标赛上 有着漫长而富有成果的职业生涯 他现在虽然已着退役 重要支持者 同时也是MFG董事会成员 所以欢迎加入直播间 徐腾先生 这里也是没想到 精一竟然也被提到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板吉兄弟 甚至是左腾真子呢 精一这时也礼貌心地 感谢了田中的邀请 谦虚地表示 自己作为全职的拉力车手 也不知道今天能贡献 多少精彩的评论 尤其是当涉及超车 或者空位的时候 不过精一也很自信 只要来到街头竞赛 自己绝对能说出个一样 精一告诉观众 表示自己会尽己所能 但如果哪里说错了 还请大家先谅解泽个 田中衙也立即表示 精一过千了 自己很期待今天的搭档 在临时尾场这边 恋正在整理自己的服装 他发现今天阳光比较大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 多吐一下防晒霜 正想着的时候 忽然身后传来动静 结果一转头 就看到了爱马 已经凑到她的身前了 爱马拉下墨镜 疑惑地看着她 恋 你是恋对吧 恋也是大胸 心里想着她是怎么知道的呀 随后才弱弱地 和爱马打了个招呼 而得到恋的回应 爱马也终于释然 我说上次怎么说 对你很熟悉呢 在伦敦的时候 我看过你在半岛第三站之后 亲了下想 爱马随即若有深意地看向恋 表示那时恋的表情 看起来真的好可爱 简直一直营绕在自己脑海了 她告诉恋 虽然可以改变 自己的发型和妆容 可其他的女孩 还是能轻易认出你 因为你不能改变 自己的整体外形和表情啊 此时精子从后面 看着爱马和恋说话 忽然有些诧异 所以恋也是能说 很好的英语吗 看来教养也好 所以恋是个什么公主呀 精子真心觉得 太少见到像恋这种女孩了 即便我在她这个年纪 也做不到呢 而爱马这边 她忽然意恋 郑重地告诉恋 听着恋 我需要你帮个忙 如果你爱下想 并且关心她的前途 那就不要把她留在日本 像她这样 有如此天赋的车手 是十分罕见的 可如果下想一直待在日本 就会失去未来所有的潜能 所以我不会 坐视这种情况不管了 因此 我才会这么请求你 拜托了 爱马说完之后 匆匆转身离开 留下恋一个人表情发懵 感觉都要哭了 这不公平爱马 不可能比这更不公平了呀 而看到恋的情况不对 精子赶紧过来询问情况 你怎么了恋 你看起来随时都可能大哭一场啊 恋着是眼泪流了出来 正想说什么 精子就告诉她 你知道的 一个成熟的女人 即便事情再见呢 也会笑着面对 并且微笑 也是天使的工作呀 恋随即插着眼泪 对精子笑了起来 表示你是对的 我知道了 精子因此看了内心十分欣慰 这孩子终于有点成熟了 精子随即催促链加快速度 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MFG的直播间中 田中央二激情的声音再次响起 离正赛开始只有五分钟了 现在参赛车辆 正从临时围挡向起点激发 田中央二突然问精一 对接下来的比赛 有没有什么关注的地方呢 精一迟疑了片刻 表示自己想跟Top3之间 在早期阶段会有怎样的表现 本赛季的无偿比赛中 双道赛的路程是其中最长的 如果一开始就滥用轮胎 卓越的冲刺能力 精一想看看下向他们 在这早期阶段会做出什么选择 另外精一表示 自己也想看看 分裂第四第五的两位新秀 会怎么展示自己 田中央二听到这里立即接话 他确实也想知道 朱星赖铭和爱马格林的表现 对此精一也认为 如果朱星赖铭和爱马格林 能保持足够的竞争力 这场比赛的结果 就是无法预料的 这会变成一场异常激烈的比赛 田中央二很是感慨 本赛季的MFG不同以往 我们正处于浪潮之巅呢 两下参赛车在泽渡的带领下 还在蹉蹉落落地向着起点进发 而GT86这边 下向不由拿出护身符看了又看 随后才握紧了 把他挂在挡霸上 练 给我你的力量吧 神使我们排成一字长蛇阵 浩浩荡荡 蹉蹉落落地向前出发了 885号池的朱星赖铭 看着前面的三辆车 只觉得这下正好呀 片头下向刚好在我前面 这对我是最好的位置了 朱星赖铭看着前面的赛道 自从排位赛之后 他就想好了对付下向的计划 因此决定在这场比赛中 只把关注点放在下向的身上 他决定自己要像狗屁羔羊 要像根屁虫一样 死死踢在下向后面 不让他逃脱 直到最后一拳才会行动 朱星赖铭目光灼灼 他的内心一再告诉自己 这只是自己和下向的战争 和所有人都没关系 起点处 MFG天使们已经全都站在路边 田中央在直播间中告诉观众 泽铭目光灼正在自己的 无人机的引领下 缓缓通过了起点收费站 在他后面的 就是12号车的贝肯鲍尔 以及86号车的骗途下向 炼者是刚好看到下向从身旁经过 与之前相比 这次下向并没有看着炼 显然 现在他的注意力全在比赛身上呀 也不知道炼对此会怎么想 在被艾玛那样强行拜托之后 炼会做些什么呢 田中央的声音还在继续 还在介绍着后面的车手 终于轮到向叶顺 精子看着傻傻的顺从自己面前经过 也是希望向叶顺能够好运 眼下所有神事物的车手 已经准备就绪 他们全都在盯着自己的无人机 只要信号灯一变绿 就会立刻出发 田中央告诉观众 如果车手们一旦抢灯 就会犯规 眼下一号车 十三号车 以及三号 五号等所有车子 都慢慢通过了起点 终于 最后的十六号车也通过了 田中央二十分激动 绿灯亮起来了 现在全场都是排气管的咆哮声 你甚至可以感觉到 拍打的向摩湾的海浪 都在这种气浪之下被驱离了呀 而随着田中央二激昂的声音落下 整个车队都突然开始加速了 泽度 贝肯巴尔和下向三人 都坚毅地注视着前方 他们各有所想 势必都要拿下这场比赛 田中央二告诉观众 目前整个队列看起来还十分整齐 还没有慌乱的情况发生 神事物们几乎都是排成了整齐的直线 然而田中央二话音刚落 队列就到了一个钢甲桥前的弯道附近 一下子队伍就错落起来 下一秒 先头部队就在泽度的带领下 转瞬间就冲过了钢甲桥 泽度在最前面一马当先 他站着内侧高速向面前的右腕冲去 田中央二认为 泽度跑得相当积极 虽然他的轮胎还没有热起来 可这一定也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决定在首发位置 借求全力冲刺 泽度在MFG中车手中 一直都十分擅长使用战术 可这次他真的会成功吗 此时在滕泽市的西元寺家里 如同往常一样 西元寺妈妈又站起身 对爸爸表示自己不能再看了 没想到这次西元寺爸爸 却让妻子等一等 只要等一会儿就好了 我们的孩子就在那里 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所以先不要离开他们的 西元寺妈妈心里一愣 我们的孩子 她随后才反应过来 是的 你是对的 下想和恋都是我们的骄傲呀 转场的赛道这边 田中央二发现 泽度轻微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那么落后他的两位车手 又会怎样反应呢 现在水流陷阱就在他们眼前了 这开场就针尖对面忙的情形 是大家绝对不可想错过的呀 眼下泽度已经率队 来到了水流陷阱近前 田中央二激动地表示 现在四号车 已经冲进了水流瀑布里 这阳急的剧烈水花 完全说明了 它到底有多快呀 这时贝克曼尔的保时捷 死死贴在泽度身后 雨刮开始疯狂运作 贝克曼尔目光冷烈地 透过前挡玻璃 直直钉在了A110S的车尾 排位下被泽度设计的一剑之筹 它可是牢牢地记在心底 转眼 泽度和贝克曼尔已经下巷 已经冲出了水流陷阱 结果没想到就在这时 泽度A110S的后轮 就发出了具体的摩擦声 竟然是打滑了 田中央二剑 则整个人都惊住了 哇 泽度竟然失去了平衡 A110S失滑的轮胎 根本没有抓住地面 现在 它整个车身都偏离了行警方向 车厢内 泽度已经慌得汗如雨下 贝克曼尔自然知道 泽度现在的情况 可也只感觉泽度是个蠢货 你给我赶紧死开呀 下巷倒是非常憨厚 只觉得现在四号车侧滑了 我应该选择哪条路通过呢 左边还是右边 而眨眼间 泽度的四号车 已经整个滑到了弯道内侧 贝克曼尔和下巷 见的全都明白 只有右侧可以走了 然而下一秒 泽度的车子又滑到了外侧 泽度因此好像一下呆住了 贝克曼尔见此立即标注了德国国骂 下巷则是觉得自己失了算 现在泽度又横在了弯道外侧方向 贝克曼尔和下巷 因为刚刚方向选择失误 又因为跟车太近 只能尝试向内侧急去 两车似乎都要撞上了 事情发生得太快 田中雅二机动坏了 没想到才开场没多久 形势就会以这种方式展开 四号车竟整个在外侧掉了头 还迫使后面的下巷和贝克曼尔 跟着一起在外侧旋转侧滑了 MF级总部中立即喧嚣声一片 这情况也太刺激了吧 田中雅二真的一场兴奋 连连告诉观众 这情况简直闻所未闻 最强的三名车手 竟都在道路上停了下来 他们是想极力避免碰撞 但现在却是只能看到后面的车子 一辆辆尖笑着超过他们 难道他们就只能这样 看着自己落到最后吗 贝克曼尔不甘心呢 他赶紧用眼神向下巷示意 在兰博基尼和红色阿尔法之间有空气了 如果你不是个蠢货 就马上行动啊 骗通 下巷侧眼看着贝克曼尔明显是知道了 他打满方向 猛踩离合和油门 拉起手刹 车尾瞬间沿着车头方向甩动起来 GT86就这样在眨眼间 就在贝克曼尔前面回正了 而贝克曼尔尖刺也立即行动 紧跟在下巷后面原地回正方向 于是下巷就这样带着贝克曼尔 超过了还停在路面的四号车 跟着队列继续向前冲去 也不知道排名又掉到了多少 田中雅二也没想到 这场面又发生了如此变化 眼下GT86和12号车又回到了队列中 刚刚他们的一系列动作真的太精彩了 快速地决断 精准地操控 才能做到这一切 对此精一自然也十分赞叹 他告诉田中雅二 这里面确实很有基础含量 首先他们要确切地知道 在3号车和18号车之间 到底有多少空隙 但凡他们犹豫一毫秒 也不可能同时回到路面 相互碰撞的风险也会变得十分巨大 田中雅二听到这些忽然有些担心 毕竟他们在控制塔给出指示之前 就采取了行动 当时也有些太吓人了 田中雅二有些怀疑 他们会因此受到惩罚 精一这边听了没有直接回答 只表示其实在下向行动之前 贝克马尔也已经做好了百分百的准备 他确信下向肯定会行动的 两人的行动完全是完美同步了 所以这简直是让我起了鸡皮疙瘩呀 精一告诉田中雅二 下向和贝克马尔都是经验异常丰富的车手 并且两人都使用了带离合器的三踏板车型 这也是其中幸运的关键 四号车因为没有离合器 因此才不能像下向和贝克马尔那样回到路面 而精一的声音刚落下 田中雅二就惊喜地发现 现在泽度光辉终于返回比赛了 他告诉观众 对于泽度这种等级的车手 实在是很难想象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误 田中雅二真的很好奇 泽度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如果是平时状况下 泽度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也只能猜测泽度是在压力之下 才动作变了形 田中雅二真的很替泽度可惜 他相信泽度的肾上腺素在比赛一开始 就在紧张和兴奋中不断上升 可水流陷阱却让他不得不凉了下来 让他成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受害者 转场到沙奈的学校这边 沙奈看着泽度出了这么严重的失误 十分心疼 他内心十分不安 光君从昨天我们的约会开始就不对劲了 几乎没碰自己的午餐 也没有像往常一样 邀请我一起回旅馆房线 明明人家超期待的呢 再次回到比赛现场 就正确抓住加速时机 所以轮胎也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 紧紧抓住路面 沙奈这时还是十分不安 觉得泽度真的太可怜了 现在他肯定在和压力做斗争呢 沙奈看着面前手机中的直播 最终下定决心 要像上次一样 让泽度重新振作起来 所以一定要安全回来呀光君 只能说沙奈现在是全心全意的对泽度光辉 对学业是一点也不在意 对此沙奈自己也知道 觉得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算人家不够聪明 但人家可爱呀 反正自己一定会成为光君的新娘呢 也许是因为听到了沙奈的心声 泽度这边忽然喷嚏连连 这因此还让同情无的助手很担心 连忙问泽度还好吗 泽度连忙表示自己没事 就看看自己接下来的表现吧 此时镜头忽然转到泽度这边 没想到泽度神情明显很轻松 内心只觉得自己肩上的压力忽然消失了 脖子上也卸下了千斤重担 所以是时候开始表演真正的超越了 我已经准备好拿下超车奖励了呀 泽度决定要尽可能的超车 因此等着我吧沙奈 我一定会给你买你所有想要的东西 A110S自乎听到了泽度的心声 瞬间提速向北冲去 田中央二声音忽然传出 目前神势5都抵达了区间1和区间2的边界 就让我们先看看队里的排位情况吧 眼下第一位的是中兴赖民的885号车 接下来是爱马格林的624 赤鱼海人则第三位 紧接着的就是9号车向耶顺 田中央二一个个介绍 表示第7位和第8位分别是前员和大石 下下和贝克曼尔则分裂第9和第10 田中央二告诉观众 他相信这两台车 很可能会重新回到队伍的顶点 毕竟你知道的 他们根本没有放弃 这两发红色和白色的子弹 充满着爆炸般的潜力 田中央二随即继续介绍排位情况 终于是说到了最末尾 目前巴超翔的16号车排在第14 而他后面的4号车 已经贴在他后保险杠上了 田中央二因此很是激动 连连在直播间告诉观众 泽度光辉到底能夺回多少个位置呢 你绝不会想要错过的吧 京一也认为 泽度不是会甘心待在末尾的人 不过他能毫发无损地重新返回比赛 也不得不说是一种幸运的 专场的先头部队这边 朱星赖明的内心现在十分紧张 感觉自己的大脑都一片空白了 怎么好好的计划全都落空了呢 可以用来校准自己节奏的片通 下向没了呀 眼前就是一个高速右弯 没准到朱星赖明的Sepra 后轮镜略微打滑 有些失去稳定 转向过渡了 通讯屋因此赶紧联系朱星赖明 刚刚你的轮胎用得太激烈了 还有六圈要跑 赶紧冷静下来呀 可赖明这边内心只想反驳 觉得自己实在太难做到了 自己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 设定一个合理的节奏啊 他因此还问通讯屋内的助手 你觉得我的节奏怎么样呢 太慢了吧 通讯屋赶紧让赖明自信一点 这节奏一点不慢 然而朱星赖明听了内心只觉得奇怪 这真不慢吗 但人家的阿斯顿马丁 已经咬住我的尾巴了呀 朱星赖明真的心情十分复杂 这场比赛现在正向全世界广播 而自己还是领队 自己可千万不能搞砸 自己可是群马的骄傲呀 此时画面突然转到624号这边 艾玛跟在朱星赖明后面这么久 只感觉有些奇怪 在885号之后面太容易了吧 他的跑法和腾炎老师好像十分相像 是因为节奏的关系吗 艾玛感觉自己可以随时超越过去 不过还是决定先按兵不动 先观察看看 毕竟这一圈才刚刚开始 还是先等等看吧 艾玛随即又想起了下象 他知道下象正在破季 艾玛因此在内心告诉自己 亲爱的 你才是我真正想要战斗的人呢 这时田中阎二的声音忽然传出 现在神势武正蜿蜒穿过区间二的树林 有两个从未想过的高号码新秀领头 要知道 在这样的比赛中领队压力山大 就让我们看看新秀朱星赖明 到底能不能扛出这样的压力吧 通讯屋中 旭方也是有些懵懵的 完全想不到比赛才刚开始 原本领先的前三 就都落到后面去了 因此还问奥山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自己实在是只会看 不太会判断 不过旭方虽然这么说 还是给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他觉得现在的情况 对下象应该还不错 毕竟算是干掉了 最重要的两个对手 且目前领先的两个人 都对MFG没什么经验 所以这对下象而言 应该是个很大的机会 然而听到旭方这么说 奥山却表示 你忘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了呀 现在下象后面 正跟着贝肯报尔 而这是下象最难缠的对手啊 目前两人继续领先 田中央也激情告诉观众 赛道上 闪亮的黄色色普尔 和暗里的阿斯兔马丁 在阳光下不停闪烁 而明页的红色法拉利 正好跟在咱们后面 这完全就是色彩班兰三人组啊 现在他们正带领着整个车队 向着跳跃点高速进发 田中央忽然趁这个几乎问精一 在一场赛车比赛中 让车子跳跃是十分罕见的 更多的情况 都是在山间道路上进行竞速 所以以你的经验 能说在跳跃所需要的技术吗 将易于是直接开讲 表示必须先声明一下 这是一个人造的跳跃平台 因此与天然的跳跃点 会有一些不同 但任何跳跃的关键 都是在选择跳跃位置之前 不能有任何的刹车 或者减速行为 另外 如果着陆时车身向前倾斜 那么接下来的冲击 就会破坏整体平衡 如果为了跳跃点后的右弯 提前轻踩了刹车 甚至可能会导致 车子离开整个路面 跳跃中最重要的是 就是必须保持起飞状态的平直 如果在半空中又偏转 那着陆时 车子可能会出现在任何位置 届时再想要修正 就可能导致一位侧滑 而偏离赛道陷入困境 静音随即总结 表示跳跃是不能动方向 必须保持平直 不要刹车 油温至少踩到一半以上 田中央二于是哇了一声 觉得听起来好像有些麻烦呀 静音因此告诉田中央二 这细说起来确实有些麻烦 不过对眼下的神师武们来说 他们都绝对知道 自己应该怎么做的 眼下斯普尔已经带队 通过了跳跃点前的弯道 田中央二的声音 因此瞬间激昂起来 现在先头部队 已经来到了跳跃点前 听他已经准备就绪 就要带着他们起飞了 眨眼间 跳跃点就在前面了 直接斯普尔一马当先 领着阿斯顿马丁高高跃起 接下来就是赤羽的红色法拉利 一辆辆车子就这样 维持着笔直的方向 向前猛地冲去 大多数都尽量靠近了路面右侧 田中央二声音再次响起 现在由超跑组成的兽群 正跳跃着冲入空气中 这是双道赛最著名的部分 这情景是多么壮观呀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的赛车比赛中 你都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景象 也不可能找到 一群如此有驾驶直觉的男人了呀 田中央二说到这里 忽然意识到不对 立即向观众道谢 表示自己说出的话 是一群男人和女人 镜头忽然转场到GT86和GT4这边 看来导播也是深知观众的心思 田中央二因此连连表示 眼前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这两位车手身上 目前12号车还在下向后面 但已经跃跃欲试 时时刻刻在给GT8路压力 通讯屋这边 奥山看了两人的情景 有些明误 觉得其实这情况也是意料之内 只要贝肯巴尔一直在下向身后 下向就不能随心所欲了 因此下向也一直没有任何超车的举动 毕竟如果下向超市超车 肯定就会给后面的贝肯巴尔留下空隙 既是无论下向选择走内侧还是外侧 都会给贝肯巴尔留下举动的空间 旭方听到这里不由抬头 只感觉真的是个坏消息 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办 奥山继续告诉旭方 像贝肯巴尔这种等级的车手 是不可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以他们的速度和节奏 如果他们在队列中相互纠缠 就都无法提升自己的位置 奥山说完这些 神色也因此也一下严肃了 他还是不太理解贝肯巴尔的举动 为什么明知如此还这样做呢 奥山实在有些讨厌去想 难道 奥山忽然生出了一种想法 再次回到赛道这边 夏向依旧领着贝肯巴尔继续前进 夏向心里也十分紧张 他不知道贝肯巴尔现在的举动 到底是不是真想超越自己 现在贝肯巴尔完美保持着 利用自己尾流的位置 但也因为其填满了 自己身后的空气间隙 导致86能更平稳地加速了 夏向紧张地注视了路面 可眼神还是不由自主地 想要看一下后方 他知道 现在86的最高速 比在自己独自驾驶时还快 所以贝肯巴尔是在给自己协助吗 如果是的话 我不会拒绝的 我马上就进入追逐 马上 所以就尽管跟着我吧 镜头昏转到贝肯巴尔这边 他目光灼灼看着前面 感觉夏向已经跳脱出 之前封锁自己的模式 夏向是知道我的意思了吗 他的节奏明显快了呀 而不多时 贝肯巴尔终于确认 夏向理解了自己的意思 他内心一死也有些激动 OK 这就是个君子协定 对我们来说就是双赢 就让我看你怎么做吧 贝肯巴尔随其在内心告诉夏向 现在除了前方 什么都不用关注 这时中文人刚好通过了一个弯道 三号车已经感受到了 后面传来的压力 那该死的夏向就在我的后面 而那个德国杀手 又在夏向后面 大师真的紧张得都快哭出来了 我这边还能变得更惨吗 我要做什么呀 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呀 这时 田中央二看着直播间 越来越多的观众 再次说起了开场白 欢迎大家来到 夏末滨海双道赛的正赛现场 目前最强三人 因为意外落到了后面 他们亡者归来的过程 绝对会非常刺激精彩 再次转场的夏向他们这边 眼前就是一个左转弯道 只见GT86转瞬间 就从兰博基尼身后 杀入了右侧 下一秒就几乎与大师并排了 大师因此紧张的鼻涕都流了出来 绝对既然被夏向吵过 就绝不能让你也这么简单的就吵过去 贝克巴尔似乎也听到了大师的心声 他一脸不屑 哦 那你又打算做些什么呢 这突然发生的变化 自然也引起了田中央二的注意 他激动的连连告诉观众 刚刚夏向开始了行动 他已经锁定目标了 此时画面一转 夏向刚好从外侧与大师并排 并一起高速通过了弯道 眼看已经超越了大师 而就在这时候 贝克巴尔的保时捷车头 也立即向右侧移动 眨眼间 车头就到了兰博基尼后轮位置 车头似乎都要撞到大师的兰博基尼了 大师在车内下的内心尖叫起来 紧张得满头大汗 是什么鬼啊 这家伙怎么无处不在 于是下一秒 贝克巴尔的保时捷也已经和他平齐了 大师真的不甘呢 只觉得夏向和贝克巴尔都是怪物 前面就是弯道 跟着他们在弯道比平真的太恐怖了 他正这样想着 贝克巴尔就挑衅一样的 又把车身摆了回去 好像都要和大师撞到了 下次大师赶紧又偏到左边 于是等他惊恐中回过神 北元旺的18号车 就早已经冲到了他的右侧 而转瞬间 几人都已经冲出了弯道 北元旺也几乎与大师并驾齐驱了 田中央尔见了很实赞叹 刚刚北元旺 抓住了绝佳的偷袭机会 大师接连被夏向和贝克巴尔超越 如今还被北元旺偷袭 这样他满是汉珠的脸有些扭曲 好好好 一个个都来欺负我是吧 那两个怪物就算了 看我怎么对付你吧 大妹子 北元旺也十分紧张 知道刚刚自己之所以抓住机会 也都是因为大师自身的关系 不过即便如此 北元旺还是在内心对着大师叫嚣 你还是赶紧去吃灰吧 钱袋子 只能说北元旺果然是 嘴下和手下都不留情啊 田中央二看了他的表现 也很是欣赏 这太让人惊喜了 现在十八号车和三号车轮对轮了 刚刚又片头下向首先发动攻击 带着贝肯巴尔和北元旺 接连超越了大师 但大师还没有放弃 还在和北元旺在弯道处缠斗 即便在如此颠簸的路面上 双方还是竭尽全力在拼杀 忽然间 砰的一声 大师立即感觉自己车子后轮一阵颤动 方向随机一偏 他现在赶紧双手回稳方向 大师现在内心极度不爽 竟失控了 为什么我的线路上总有这些东西啊 田中央二也是十分震惊 刚刚因为路面颠簸 南部基尼失控 北元旺已经超到了前面 大师因此转眼间掉了三个位置 田中央二有些惊叹地问京一 徐腾先生 你有没有预测到类似这种情况呢 京一于是侃侃而谈 表示对于大师而言 从他被片头军强行超越开始 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空隙 这对他来说十分糟糕 因为像这样高速的并排跑 非常影响行进路线 只要车手被人超越 就可以露出空隙 下一辆车 就很可能找到机会 那时转入竞下车道组 只会非常困难 京一告诉田中央二 这种情况下车手会十分无助 因为那并不是能轻易反抗的 所以大师军想必很脆弱无力啊 京一认为 片头下象和贝克曼尔 都是绝对的机会主义者 即便换一个人 也会和大师一样的结局 而在下象他们接连超越大师的时候 争夺十四名的战争 也终于开始了 这时 泽渡已经跟在巴超翔后面许久 直接在一个弯道处 泽渡杀向内侧已经跃跃欲试了 16号内巴超翔见此十分紧张和兴奋 上次和你对这师在什么时候呀 这可不是我经常有机会能做的事呢 巴超翔看着前面眼神坚毅 内心告诉自己 我们的车子性能十分相继 都是轻型中置引擎的布局 所以我绝对不会让你轻易超过它 泽渡这时已经出弯 又贴在了巴超翔后面 泽渡感觉有些奇怪 原来在两秒之前 他终于想到 在MF记里 有一对擅长使用封锁战术的兄妹 可现在当哥哥的 却一个人在这里 所以你的妹妹去哪了呢 他把你抛到后面了吗 泽渡随即有些杀人出心 内心觉得即便在上次交手的那时候 也感觉你的妹妹比你的天赋好呀 也不知道巴超翔听到这话 会不会跳脚呢 此时 又一个右弯进在眼前了 没想到就在这时 泽渡一把方向将车子拉到右侧 趁着巴超翔一个刹车没注意 车头转眼间 丢到了路特斯的后轮 巴超翔也是真的吓住了 这是在开玩笑吗 你要在这种地方抄车 前面弯道已经一览无余了 而泽渡也已经和巴超翔齐头并济 对于泽渡而言 超过巴超翔真的太简单了 你以为像这种你做不到的事 就能阻止得了我吗 田中央而看到这情况也十分激动 刚刚在车队末尾 四号车行动了 目前他经过了几个弯道之后 四号车车头已经超过了16号车 哇 泽渡成功了 成功超越了巴超翔 HOP3的红白以及蓝都已经行动 这完全如预料的那样啊 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他们王者归来了 眼下先头集团已经通过了区间3 现在正在向第二拳进发 田中央而告诉观众 目前领先的几人还没有变动 依旧是朱星赖宁和爱马格林 两位新秀领头 后面跟着的赤鱼海人在第三位 向一顺在第四 镜头忽然又转到下巷子人这边 田中央而在说了他们的位置后 表示目前大师排在第11 跟在他后面的是板本雄大和泰勒 泽渡赛第14 巴超翔居于最后 现在所有的车手都已经开始第二拳了 起点这边 眼镜小哥开始拜托精子和恋换排名板 两人因此赶紧起身调整后面的内裤 有趣的是恋倒是没什么 精子却好像有些不乐意 似乎不想干活了 不过精子随即还是告诉恋 接下来一定要记得微笑 随即恋在眼镜小哥的指挥下 总算调好了位置 又到了提问环节 眼镜小哥表示下修终于结束 我们的观众肯定都很想知道 两位都做了什么呢 就先从精子姐开始吧 没想到精子对着镜头直接回答 完全糟糕透了 自己好像在吃寿司时感染了懦罗病毒 觉得自己人都好像要走了 那时每分每秒都会好奇自己到底吃了什么 也几乎在厕所里跪过了整个下修 于是眼镜小哥也是听了一脸尴尬 觉得精子是在调戏他和观众 因此还反问精子 所以多位观众考虑一下怎么回答问题 会伤害你吗 可精子却表示 自己就是忍不住想吐槽 因为是事实啊 他随即害羞的臂上眼撩起头发 有些娇羞的表示 如果你真需要什么 那人家在下修期间减了四公斤呢 精子也是在展示自己的美好身材 那意思是 你们快拍啊 快拍啊 过了这村就没这地儿了 然而眼镜小哥就不领情了 干脆直接问练过得怎么样 人的精子十分不满 内心吐槽小哥 早些我杀了你啊 练这边原本还有些窘迫 可随即却脸颊一红 显得十分欣喜 表示自己这个夏天十分开心 自己回了心切的奶奶家 感觉自己又变成了小孩子 还去了江志岛看了烟花 喜欢这下木的烟花了 感觉非常的特殊 这里也想说 恋是想起了和下乡一起开烟花吧 而听到这个答案 眼镜小哥终于一脸兴奋 觉得这回答棒极了 这才像个正经回答呀 听起来你真的过得很愉快呢 而场外许多人听到恋的回答 也是有些羡慕 感觉自己遭到了暴戏 可许多人也认为 这才是MFG采访的真意呀 再回到项目湾上空 这里粗犷的轰鸣声回响不断 在赛道之上 各车还在竞相追逐 18号吃的北云王这边 一直跟在贝肯鲍尔后面 他知道 贝肯鲍尔和下乡 绝对是一对危险的组合 跟在后面这么久 他也发现两人的节奏 真是太同步了 要知道 这还是在他们没有练习的情况下呀 所以 这就是所谓的天才嘛 完全和我与大哥的配合不同啊 北云王继续跟着贝肯鲍尔 知道自己是搭了便车 才超过了大师 忽然 田中央二的声音响起 大家快看看 七位争夺战亚 下一秒 画面一转 飙到了这种速度 没想到 下乡还能跟上 而下乡不光能跟上 还能超过呢 直接前缘正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 GT86 就已经从他的尾流中出身 转眼拉到了左边 田中央二见此机动坏了 他来了呀 像剑一样高速 形象了一个狭狭的缝隙中 难怪人们都称呼 GT86为红色子弹呀 随着田中央二声音落下 下乡这边 已经带着贝肯鲍尔 几乎和前缘齐头 前缘和红紧张得满脸是汗 所以下乡 这就是你怎么干掉大石的吗 你现在正拖着贝肯鲍尔 这种简单的把戏 是不会吓到我的 前缘决定丝毫不让 可他也不得不说 现在情况糟透了 这个区域路面实在太潦草了 前缘和红依旧满头大汗 给自己打气 你想在这里抓住我 这反而给了我一个机会 然而前缘握着手里的方向盘 一时间根本不知道做什么 他知道 自己一旦进入了这种情况 就已经输了和下乡的对决 所以我要保持位置吗 我要退出吗 前缘感觉如果自己和下乡进行缠斗 那么来自后面的威胁 会让事情糟糕十倍啊 前缘终于放弃了和下乡的纠缠 可下一秒 他就发现 贝肯鲍尔出现在的车子左侧 这让他内心载起波澜 这家伙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王者贝肯鲍尔不是看不起每个人吗 他是在和片头下乡合作了吗 想到这里 前缘和红依旧的低下头 眼神都有些失焦了 这俩怪物竟然叠在一起 组队对付别人 他们什么时候变成这么好的朋友了呀 点中央二剑刺很是激动 现在由下乡领头 保持街也在跟着超越前缘和红啊 眼下贝肯鲍尔已经与前缘平齐了 后面的北云王自然看得心神一动 知道下乡和贝肯鲍尔 已经将NSX挤到了内侧 自己必须抓住机会 在贝肯鲍尔超越前缘 在那空间被前缘关上之前赶紧冲上去 前面就是一个高速玩 想到这里 北云王赶紧狠狠踩下油门 于是下一秒 北云王的18号车 也出现在了NSX左边 两人一下就开始直球对决了 前缘因此日真的很心三 北云王倒是目光坚毅 而见此情景 田中央二的声音赶紧响起 刚和北云王抓住机会插住 他完全有机会超过前缘了吗 这女孩简直就是一个 狡猾大胆的机会主义者呀 目前贝肯鲍尔已经完全超过了前缘和红 北云王也几乎与前缘并驾齐了 到了这一步 北云王内心也愈加紧张起来 他满脸汗珠 直到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 自己是完全不能和NSX比加速的 但现在自己被尾流带着 这是自己绝对的机会啊 所以加油啊 阿尔法罗密欧 赶紧加速 而下一秒 北云王在下降和贝肯鲍尔的尾流中 真的车头超过前缘了 田中央二看了感慨不已 这种情况真的正在发生吗 前缘和红这个MFG的理论逻辑派 竟然真的也会一次掉落三名位置 田中央二忽然对京一表示 自己都有一些无话可说了 没准到京一竟表示 自己也是同样的感受 但他也提醒田中央二和观众 这次的双道赛是高速的比拼 车手需要不断地与空气阻力做斗争 然而对于这一点 田中央二自然也知道 所以自己理解 下降和贝肯鲍尔为什么这么快 但北云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有什么魔力啊 京一于是解释 自己将其归结为三个巧合 首先 GT86和保时捷都在北云王的前面 这最强的两人相互合作 让跟在后面的北云王 也有了简陋的机会 其次 则是目前的比赛刚进行到第二拳 田中央二听到这里有些明白了 所以对北云王来说也是一样 他也是幸运地抓住了这样的时机 京一表示认同 但是最关键的一点 是北云王非常习惯 这种相互配合的战术 他相信前面的两名车手 也相信自己有充足的经验 所以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田中央二于是终于明白 看起来也是运气和实力使然呀 在借过京一的解释后 也真心觉得 北云王之所以也能连超两人 就是因为下降和贝克巴尔的相互配合 太疯狂 太恐怖了 他们简直就像在公路上 贴地飞行的弹道导弹 一旦锁定目标 目标甚至连躲都躲不开呀 此时在起点这边 肥肚肚的真理慧 正好换完了排名板 眼镜小哥照例问他 这个夏天过得怎样 真理慧兴奋地表示 自己和很多朋友去了海边 说到这里 真理慧还忽然红了脸 表示自己在那里时 有一大群男生过来撩我们呢 果然受欢迎也是有些麻烦呀 眼镜小哥尴尬地满脸黑线 你是认真的吗 你确定不是因为 你的朋友们更可爱 总之 我是真心不希望 你成为那种 谁都可以的女孩呢 你应该成为一个 有尊严的MFG天使 于是真理慧听了 瞬间恼羞成怒 心虚地大声表示 当然 我不会做那种事情 我可不是EZ girl 场外MFG粉丝 听了也是觉得有趣 知道这胖妹子 肯定是在说谎呢 眼镜小哥也没拆穿 只是又吐槽真理慧 你上次在真喝半脑时 说过要及时减肥的呀 真理慧十分心虚 啊 这个嘛 人家 结果迎接他的 就是眼镜小哥 拿着麦克风的一拳头 真理慧当即捂着头喊疼 可眼镜小哥 毫不脸相惜语 没人像你这样 自甘堕落了 在我们观众受不了 离开前 你还是赶紧走吧 真理慧摸着 自己的头顶委屈啊 但他突然脑子一抽筋 感觉眼镜小哥 肯定是爱上自己了 毕竟所有男人 都会对喜欢的女人 这样的呀 真理慧看着眼镜小哥 离去的方向 肯定眼镜小哥 也是那种喜欢SM的类型 哎 受欢迎也是一种痛苦呀 这里也只是想说 脑子嗅多的真理慧 怎么这么可爱呢 再次回到赛道上 在先头部队这边 赤鱼海人还一直 跟在爱马身后 约两个车位 内心只觉得 责度和下降 他们落到后面 实在是太好了 让自己这么简单 就得到了一个 领奖台的位置 简直是完美的机会呀 不过赤鱼现在还是决定 先跟在金发大波浪后面 毕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己必须保持轮胎 忽然 画面转到赤鱼身后的九号车 向夜顺有些 焦急地询问同学屋 下降现在在哪 同学屋内的教练 对向夜顺有些不满 你怎么总在问 下降的事呀 都已经好几次了 下降从第九位 重新加入比赛 现在在第七位 向夜顺听后冷汗地出来了 这是认真的吗 他就只和我插了三台车 这已经很近了呀 向夜顺正想着的时候 同学屋传来最后的警告 既然你现在 已经知道了下降的情况 那么就专心在自己的比赛上 老实说 你对那孩子 真的太过关注了 向夜顺继续向前奔去 他其实也是 不由自主地想提起下降 他知道下降 是个无法忽视的天才 至于为什么自己喜欢他 这一点也无关紧要 向夜顺很确信 现在下降正在追过来 而自己之前 还从没有和下降正面交锋过 想到这里 向夜顺看着前方目光坚毅 感觉浑身的斗质 都燃烧起来了 再次转场到 第二车的钢架桥附近 这时泽涂 已经追到了 泰勒的保时捷911后面 泰勒内心十分正重 他十分肯定泽涂的能力 但既然这还是一场比拼 那我就绝不会这么简单就放弃的 那就让我们 给MFG的粉丝们 献上一场狂欢 一场顶级的缠斗 在这队列末尾吧 泰勒随即提升节奏 向钢架桥冲去 泽涂自然感受到了 前面保时捷的节奏变化 他知道 想出到保时捷前面绝不容易 自己的A110S 无法从牵引力和刹车性能上超过他 不过前面的保时捷 或者说泰勒 仍旧有明显的弱点 超过他打败他 这就是MFG的真意啊 转转到中间队伍这边 田中雅二忽然告诉观众 现在下象和贝克巴尔 已经接近了石神 咱们去年的冠军 会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 石神的保时捷 这是已经被下象和贝克巴尔跟上 三辆车子之间 几乎没有什么兼具 石神内心一次有些慌乱不安 但他仍旧决定 要正面迎接这样的挑战 尤其是绝不能轻易输给下象 在MFG的所有车手中 石神认为 下象是最让自己难堪的 在真壳半岛 自己被下象那样抛离 下象的GT86 那时就像一个 毫无顾忌的街头斗士一样 碾压着自己的GT3而过 可这一次 绝不会在那样了 石神不由加快的节奏 继续向北冲去 后面的下象也知道 情况十分麻烦 即便自己追上了保时捷 想完全超越也太难了 保时捷的刹车和牵引力优势 对GT86而言 简直是碾压性的 这次贝根巴尔也心知肚明 他很好奇 所以下象 你会怎么做呢 下象目光坚毅 没有说话 显然是要用行动来做回应 果然也是藤原拓海的徒弟啊 镜头转到水流陷阱这边 没想到泽度就在这里行动了 他一个加速冲到了 泰勒的保时捷右侧 完全没有一点犹豫 田中央一下激动了 连连表示泽度和泰勒 并驾急驱冲入了水流陷阱 泽度没有丝毫退让 他这时要修正 自己在第一圈的错误呀 忽然一个碰撞声传来 竟然是两辆车的后视镜相撞了 泰勒内心瞬间一瞒 这家伙是疯了吗 你是忘记自己第一圈 在这里的失误了吗 对此泽度自然没忘 他也是十分紧张地告诉自己 自己不会被一颗石头绊倒两次 自己是个天才呀 泽度继续猛踩油门 车身因此扬起剧烈的水花 就这样 在水流陷阱中超越了泰勒 泰勒还倒霉地被水势影响 车头明显偏移向左边 竟是车头有些旋转了 吓得泰勒赶紧降速 并立即操作踏板稳住方向 终于才将车子救了回来 田中央见此激动不移 他窝窝大叫着 刚刚我们看到了 杰克逊泰勒的精彩救车情景 让我现在都还在椅子边上呢 泰勒完美把车子重新拉回右边 刚刚的情况 泰勒肯定需要一条新裤子吧 静一这事也忍不住说话了 表示是泽度在右边 与宝石街接触了 导致宝石街在水流陷阱中 那样高速行进时 方向盘的控制会变得十分困难 所以泽度可能是带着 主动接触的意图冲了进去 宝石街的弱点在于后部太重 后轴就是他的旋转中心 静一感慨泽度 是完全抓住了宝石街的弱点 他利用在水流陷阱中的轻微碰撞 和水流压力 使得宝石街车头发生旋转 静一因此认为 如果泽度完全进入状态 几乎就没人能正面打败泽度 在逆境中 天才就是会有这样的反应 他的对手们真的应该小心了 同袖屋中 旭方一脸担忧 他没想到第一圈还败到这里的泽度 第二圈就会利用这里打败对手了 所以泽度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旁傲山于是告诉他 如果你超越一次极限 第二次就会明显变轻松了 既然泽度上次已经知道极限在哪 这次当然不会再失误 现在的结果 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在水流陷阱中接触泽度 他已经变成了赛道上的烈焰 会焚烧任何试图接近的人 这时田中妍二的声音忽然响起 表示仙头部队已经冲入区间二 情况变得越来越激烈了 眼下朱星赖明带着艾玛已经跑了一圈多 在艾玛的压力下 赖明这边只感觉汗如雨下 却还依旧咬牙坚持着高速向弯道冲去 速度和节奏并没有一点放松 可后面的艾玛很清楚 赖明虽然有速度 却没有经验 明显不知道在领头的情况下 该如何面对来自后方的压力 现在你已经到了极限 轮胎也有的差不多了 所以就让我来给你展示一下 让一个美女掌控你的一切 是多么荣幸吧 艾玛这时四级待发 跟着朱星赖明又过了一个弯道 驾着阿斯玛丁跑了这么久 他也终于感觉到 MFG比表面上看上去的要复杂得多 而一个车手不管达到了多高的级别 有时都需要回归到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上 在高等级的足球联赛中 即便是明星球员 也需要通过不断的传球和运球 来提升自己的脚感 对此赛车手也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MFG准确来说 就是限制车子的各种设定 来强制车手们回归到一切的原点 回归到赛车运动最有趣 最初始的部分 想到这里 艾玛也终于完全明白 托海老师为什么会在下象不在状态时 让他来到日本参加MFG了 画面忽然转到GT86这边 下象正沿着左侧护栏高速及时着 直见他忽然踩下刹车 松开油门并迅速换挡 GT86于是依旧是死死的 吃着保时捷的尾流 让石森也是十分紧张 跟了石森这么久 下象已经发现保时捷的刹车太棒了 自己难以再弯道入口和保时捷比刹车 他原本也不想过动磨损轮胎 可他也必须下定决心了 下象正是目光坚毅地看着前面 直到这里是MFG 而MFG里什么都是可能的 画面再次回到了山间的跳跃点这边 这时艾玛已经跟着朱星赖鸣起跳了 田中阎二发现 艾玛跳得毫不犹豫 感叹这一切十分漂亮干脆 如果有两脚气的话 甚至会觉得这一跳都是计算好的呀 田中阎二甚至因此感觉 认为投名之争 可能很快就会归属于艾玛了 这种天赋的车手实在是太少见了呀 田中阎二想到这里忽然有一些心塞 艾玛怎么就参加一次MFG呢 我都变成他的超级粉丝了呀 田中阎二说完这里 又立即引导观众看向六位争夺战 上赛季的冠军正面临三重威胁 这时下象似乎准备动手了呀 他内心也在问贝克鲍尔 你跟不跟啊 贝克鲍尔有些犹豫 觉得这不是自己的风格 除非万不得已 前面就是起跳点了 而当时辰飞出去后 下象也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 北游王在后面忽然呆住了 内心只觉得 下象你是在开玩笑的吧 这不可能啊 难道你都疯了吗 不应该这样的呀 忽然画面一转 原来在时辰从赛道中间起跳之后 下象将立即插入了时辰左侧 明显倾斜着方向 冲着左侧起跳了 要知道 左侧就是悬崖呀 就连贝克鲍尔都是老老实实 从中间偏左的方向起跳 眼下下象和时辰在空中分裂左右 贝克鲍尔在中间 他看到下象的表现也是震惊了 这是什么鬼 物理定理 不可能让你这么做 你的轴线偏移了 这不是电子游戏呀 终于下象和时辰都降落了 下象车身依旧明显在向左侧悬崖冲去 可车内下象目光凛然 表情坚定 反而是时辰一脸的惊恐 他发现GT86的后轮 忽然发出尖锐的摩擦声 刺鼻的味道立即袭来 然后GT86整个车身 都以一种相当诡异的方式 在路面上完成了车头方向的调转 GT86的车头竟压制着保时捷 率先指向了弯心 田中雅二简直都要跳起来了 他激动的大喊着 你们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刚刚片头下象就好像把自己的86 挂在了未免冠军的保时捷外侧一样 他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 在落地之后车头超过了保时捷 这是怎么办到的呀 这是怎么办到的呀 田中雅二激动的情难自禁 也不知道该怎么解说了 最后平复了几秒才表示 不管怎样 现在三人组还在继续他们无可阻挡的旅程 转眼又是一个大左弯了 那么下象能彻底超过时捷吗 贝肯鲍尔又会不会像之前一样 贝肯鲍尔自然没有放过这样的机会 他踢在GT86后面 也已经从左侧赶了上来 时捷满脸是汗 内心惊骇不已 自然不是因为贝肯鲍尔 而是还沉浸在下象的惊人之举中回不过神 下象刚刚简直就是在找死吗 通袖屋中这边 也感觉到了时捷的心态变化 联盟让他冷静再坚持一下 你还可以和他们战斗的 时捷听到这些联盟硬是 可画面中明显可以看到 贝肯鲍尔已经超越了他 而北元旺也快要追上来了 时捷自然发现了这一点 他目光坚毅 内心对北元旺呢喃着 你想他这种情况下偷鸡吗 北元旺心里也是一麻 下一秒他就发现 时捷已经把他挡在了后面 田中央二见次也是惊叹 未免冠军在被贝肯鲍尔超越后 直接把阿尔法罗密欧超越的门关上了 田中央二说完这里 又忍着激动问京毅 对于刚刚下象那 有些混乱又害人的跳跃 虚腾先生有什么见解吗 京毅立即清了净嗓子 表示他完全不讲道理 那一条太过惊世骇俗 常识什么的 简直是见了鬼 我之前也说过 在空中偏航十分危险 可那孩子就是那样错了 甚至还在着陆后 利用反弹来帮他自己完成了高速甩尾 并且又在松散的路面上 使用了拉力赛车手的阳攻技术 田中央二听到这里再次震惊了 连忙表示 你是说下象还在空中时 就计划了这一切吗 这真的可能吗 在那个人人都害怕的跳跃中 没有人会去想干这种事吗 难怪石身峰值 会完全无法抗衡 一旦下象这个机会主义者 找到一点机会 真的会毫不犹豫 张开双臂拥抱他呀 田中央二感慨完下象之后 忽然又提起了北云望 认为北云望之所以没有超过石身 是因为他没有与下象和贝克鲍尔 保持同样的速度 不过这也无可指摘 下象和贝克鲍尔完全是另一个次元的 北云望这边内心其实也很心酸 他知道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自己是触碰到了自己的极限 北云望有些不甘 他想成为下象那样的车手 只要尽可能地看着下象跑呀 不过北云望知道 这也就不可能了 他在内心祝福下象 下象赶快追上艾玛 无愧在这里为你欢呼的 忽然田中央二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表示现在下象和贝克鲍尔的排名 以及分裂第六和第七 和先头集团的距离并没有多远了 听到这里 京一忽然插嘴 表示现在是提到这一点的最佳时机 那就是目前还是比赛的第二拳 所以尽管下象举得了相当不错的进展 但感觉不会继续这样持续下去了 同学乌龙 续芳听到京一这话 一下有些紧张 认为京一作为嘉宾说这个有些不合适 不过续芳内心也知道 京一也确实只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然而续芳相信 下象是不同的 他展现过太多次奇迹了 几点这边 蒙慧已经调整好了排名板 到了眼镜小哥的提问时间 没想到这一次 眼镜小哥竟然问蒙慧 愿意嫁给什么样的男人 蒙慧于是一下子表情管理失控了 双手捂着羞红的脸 弱弱地表示 这不是一个私人的问题吗 我也不想让粉丝由我的答案而生气呢 蒙慧表示 自己现在还年轻 根本没想过 不过我想嫁的人不需要长得很帅 说到这里之后 蒙慧的心情也稳定了下来 表示那些看起来很酷 或者很有钱的男人 通常擅长欺骗别人 所以我更喜欢那种能认真工作的人 眼镜小哥也是被这个答案惊讶到了 连说你比我想自得更有智慧啊 蒙慧因此也有些尴尬 我这表情和平常相差很远嘛 不过这里也不得不说 蒙慧的答案真是十分聪明 场外因此有观众觉得 这是蒙慧太可爱 以至于掩盖了他的聪明 但还有人认为 蒙慧太年轻 以至于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 这个社会 钱才是王道呢 再次回到赛道之上 朱星赖明正领着爱马像一个弯道冲锋 期间瑟普尔发出了好几次剧烈的摩胎声 瑟普尔真的整个都显得有些慌乱 通讯无因此连忙让赖明冷静一下 不要弄坏轮胎 现在才第二圈的 对此朱星赖明自然知道 可他现在满头大汗 嘴唇发干 只觉得自己实在不能忍受 一个女人这样贴着自己 但他也知道 再这样继续下去 自己的轮胎都会散架了 朱星赖明的表现 自然也被田中阳和京一发现 有些感叹刚刚斯普尔的平衡 被这颠簸的路面破坏了 这个新人现在很困难呀 转场到企介的房地产公司总部 企介有些吐槽赖明的情况 赖明根本就没有一点点的保存轮胎 可能这一圈都持续不下去了 反倒是他后面的金发表现不错 即便是同样的节奏 他的轮胎用法 也有赖明有很大不同 贤太因此十分紧张 连忙问企介 我们能做些什么吗 可企介就觉得 赖明在通讯屋的助手 应该已经告诉过他了 如果赖明能听几句一句话 那他现在就不会如此挣扎 企介说完这些 又觉得其实赖明也很幸运 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 如此有价值的经验的 这才是他第二次正赛 就已经感受到领头的压力 企介因此也希望 赖明能最大限度利用这一点 也试着压迫在爱马 这是一次大机会呀 贤太于是看着企介兴奋的样子 有些吐槽了 不应该这么兴奋吧 忽然 画面一转 奥迪R8正带着A110S 跳跃在空中 田中雅二连连表示 现在在挑一点这里 泽渡已经追到版本后面了 这时版本内心十分紧张 他完全没想到 泽渡追得这么快 不过自己的座驾 是奥迪的旗舰超跑 不可能被什么低端的 雷诺A110S打败的 版本压抑着内心的不安 继续向前冲锋 可转眼在一处弯道口 泽渡已经明显贴在 奥迪屁股后面了 泽渡看着前面的奥迪 内心也是有些感慨 你跑这么快 这么远干嘛的版本 去年你还让我很头疼呢 怎么今年反而越来越差 像个外行菜鸡一样呢 早点醒过来啊老秀 你的车可是AWD 赶紧横踩油门啊 泽渡在后面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在弯道口 瞬间插入奥迪28左侧 车头还远28轻轻碰了一下 版本一个机灵 内心心疼的大叫起来 小夕我的U7啊 你个混蛋 此时奥迪28在泽渡的碰撞下 不受控制的向左侧滑去 AWD系统 赶紧介入稳定的方向 不过泽渡也这样 趁机抓住空隙 从内侧慢慢抄了上来 泽渡知道 自己在这段区间 颠覆的路面上跑 关键就是从一开始 就要让车下飞起来一样 版本在弯道口 开得实在太慢了 眨眼见 泽渡已经完全超越了版本 田中央二见词很是激动 觉得泽渡 简直是把版本秒杀了 看起来好像超简单一样 但田中央二 还是有些疑惑地问精一 旭腾先生 你怎么看 刚才那次轻微接触呢 精一觉得 如果是强行把对手的车 推出赛道 那就是非法的 可他看起来只是轻轻碰了一下 所以就没事 版本的奥迪R8 是一款高马力的AWD车型 为了最大限度 利用其出弯性能 入弯速度就相对较低 泽渡就是完美利用了这一点 从而在入口处完成了超越 而超越了版本后 泽渡在内心对版本也有些感慨 版本那总带着 连衣帽和墨镜的样子 看起来有些令人生畏 可我知道真相 你其实就是一个 有着温柔面孔 容易害出的好人呢 泽渡想到这里忽然微笑起来 我的直觉告诉我 肯定会有女生喜欢你的 所以这意思 泽渡在校版本没女朋友嘛 此时赛车的轰鸣声 不断回响的 项目湾海岸的居民区 在这里 柳田的宝马M4 已经快被下降他们追上了 这让柳田内心兴奋又紧张 片头下降 没想到你会这么快呀 在均速超高的情况下 过弯的速度也变得更加重要 与低速弯缠度的情况完全不同 就让我们进行一场 超高速的弯道对决吧 柳田这边刚好下定决心 没想到 忽然通讯无传来声音 让他小心一点 贝肯鲍尔正在后面帮助片头下降 柳田因此十分好奇 这也太有趣了吧 他们会怎么做呢 柳田的内心告诉自己 我的宝马M4有500匹马力 所以那个保时捷靠慢GT4不是问题 因此不管你们合作还是不合作 我都会碾压你的 下降 我代表着日本的骄傲和决心 绝对会让你知道 与我弯道魔术是柳田拓野队上 到底意味了什么 只能说这一个个的都忘记 自己被下降那么打脸多少次了吧 另一边 田中央二的声音忽然响起 表示目前仙头集团 已经到了最后的弯道 就要迈入第三拳了 经过上半场的混乱开局之后 目前的排名如下 朱星来明和爱马格林 还是分裂一二 两个星球表现得真不错 而第三和第四的赤羽和相爷顺 还在高速追赶中 目前看起来 这四人表现都相当稳定 这时京一忽然插换 表示田中央二错过了一些东西 那就是前两位 还陷入了一种心理层面的胶着 对此田中央二表示赞同 他随即继续说起后面的情况 目前后面跟着的是五位争夺战 第五的六天后面 正跟着的是夏向和贝肯鲍尔 田中央二认为到目前为止 夏向和贝肯鲍尔临时组合 表现得相当不错 可从这里开始 就会更加困难了 毕竟在他们前面的 是精英五人组呀 田中央二接着播报排名 表示贝肯鲍尔后面是石神 北云王 前缘和大石 目前泽肚正贴在大石后面 而且到这里 精英也不得不感慨 泽肚从最末尾追到了第十二 真的是相当令人深刻的回归 和贝肯鲍尔和夏向的组合一样 他的进展也相当迅速 不过不像贝肯鲍尔和夏向两人相互配合 泽肚却是完全依靠自己一个人 所以这对他的车和轮胎 必定会带来更多的压力 田中央二于是终于接话 认为这也因此完美展示了 为什么泽肚才是甘位持有者 这闪亮的蓝色子弹 简直掌控了一切呀 目前排第十三的是版本 其实四是泰勒 对末尾的则是八超祥 这里几乎可以肯定 如果八超祥和北游王连线 肯定又要被他妹妹狠狠吐槽了呀 此时在起点这边 珍美正好在更换排名 她内心觉得泽肚的表现真的很酷 不过不好意思呀 我的心是下降的 又到了提问时间 还是关于会嫁给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没想到珍美直接表示 自己认为婚姻不是终点目标 反而才是一个起点 这就是为什么 即便在经过很长时间的相处约会后 在婚后仍会有许多考验的原因 自己不想成为婚姻中 唯一一个付出爱的人 珍美随即看着镜头目光灼灼 表示最重要的 也是对方也一定要那么爱我 所以我也更愿意去找一个温和的人 珍美说完这些后 就得意地转身离开 觉得自己说得真的太棒了 不过她内心却似乎完全不是这个想法 她兴奋地想着下降的肉体 甚至不在乎下降结尾结婚呢 精子在后面看着这情景 因此还有些不爽 这家伙真的太能装了吧 而这时 恋却有些紧张和害羞 她还从没想过要嫁给什么样的人呢 自己倒是应该怎么说呀 是下降吗 恋忽然在内心想象起来 结果一下子整个人表情都失控了 恋脸颊刷的一下飞红 不行不行 不能再想这么猥琐的事了 要不然要出事了呀 还是想想兔子代替吧 一旁精子看着恋的情况十分好奇 这傻孩子脸怎么突然红了 太热了吗 MFG第四战先头部队 已经进入了第三圈 下降和贝肯鲍尔两人急速追赶 目前已经追到柳田后面 暂时分裂第六和第七 而泽杜也秒杀版本回到了第十二 最强三人回归的号角 回荡在整个项目湾上空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肯定会亡者归来的 不过越到后面挑战越大 下降他们到底会回归到何种程度呢 亡者贝肯鲍尔会不会突然袭击下降呢 眼下下降他们也已经进入了第三圈 田中央二告诉观众 现在双人组织要对付500马力的宝马M4 他们二人叠在一起 形态的低气压滑流 到底会多有效率呢 经营于是告诉田中央二 滑流当然相当有用 能帮助车辆提高最高速度 尤其是在他们的车子 都有高速出弯的能力下 经营认为 下降两人都知道 该如何确切地把握时机 也知道应该怎么配合去实现它 终于三人又到了一个高速左弯前面 贝克玛尔内心给下降发出指示 就现在赶紧行动 下降也是隔空心灵神会 因此眨眼间 他就驾驶了GT86 从宝马M4的后保险杠附近 直接踏入了弯道外侧 下一秒 就几乎与宝马M4并排了 柳田这事也相当紧张 就想从外侧吧 这一点我确实没想到 不过想过我这关 耍这种花招是没用的 即便我们并排了 也不意味着你已经领先 而不管你怎么攻击 我都不会让开线路的 柳田于是就这样丝毫不让 跟着下降一起冲入了钢架桥中 田中央二见此真的异常激动 这是新老弯道魔术师之间的对决 他们二人 会跟我们现场怎样一场战斗啊 只见GT86和M4完全是并驾齐驱 已经从钢架桥形的弯道口 高速冲了出来 柳田内心真的十分诧异 他发现高速出弯 GT86也一点不弱 至于下降也十分正重 他知道柳田并不好对付 后面贝肯巴尔看了两人的情景 不得不感慨 如自己预料的那样 柳田确实不简单 这样M4GTS确实很快 即便是轮对轮 在弯道处完美守住位置 没有弱于下降半分 贝肯巴尔不得不有些遗憾地承认 即便是利用了低血压滑流 也只是让下降接近了柳田 不足以让下降超越他 然而即便如此 贝肯巴尔也知道 这是两人眼下最好的情况了 贝肯巴尔继续保持节奏 贴在下降后面 前面就是水流陷阱了 田中牙的声音因此又忽然响起 现在两个魔术师 就要并驾齐驱冲进水中 今天我们已经看了足够多的案例 这里就是十足的危险区域啊 好了 他们一起冲进去了 方向好像都还有些偏左 而随着水滑扬起 感受着GT86从侧边对M4传来的压力 柳田这边忽然有些紧张 他发现下降好像就是要在这里和自己拼胜负 现在因为GT86在旁边影响 自己的M4无法保持线路了 这时田中牙二爷紧张地大叫起来 这是什么情况 两车车头都有一些向左半自弦了 下一秒 突然搜搜两声 是两辆车冲出水流陷阱了 不过看情况 GT86已经超过了M4半个车头 这时 画面突然转到M4这边 在世华轮胎和路面的作用下 M4在弯道口就明显又侧滑了 贝肯巴尔的12号车因此赶紧抓住机会 就这样跟着GT86一起超过了柳田 田中牙二真的惊呆了 双人组就这样超过柳田唾野了 旭腾先生 你能说说刚才发生了什么吗 我完全不理解啊 经意于是告诉田中牙二 自己其实也没有完全弄懂 不过我会尽我所能的 其实进入水流陷阱和跳跃有些类似 轮胎的表面并不能直接接触路面 因此在高速进入时 一般也不能有任何的横向激励 然而无论下向还是柳田 都是在左向激励的作用下冲进去的 所以就导致在开出水流 并且恢复抓地力之后 下向和柳田都需要处理左向侧滑 可因为车子的加速不同 柳田需要处理情况 就比下向复杂得多 鱼儿听到这里 田中牙二又好奇了 那为什么两人在水流陷阱之前 会动方向盘呢 这没什么道理啊 静义表示自己对此也只能做个猜测 觉得可能双方是为了避免接触 不过是因为所谓的战斗精神 还是保护油漆什么的 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田中牙二听到这里 忽然觉得这还有点失忆 毕竟MFG最基本的哲学 就是公平战斗 即便是在那样危险的情况下 双方还是尽可能地保持战斗的干净 田中牙二觉得 真的要赞美他们呀 两人把所有的胜负 都寄托在了单纯的防守和进攻上 所以这里也想说 田中是暗磋磋地指责 泽渡不讲道义撞人家吗 静义认为最强三人中 贝肯鲍尔和泽渡 都是不避讳碰到的人 只有下象 无论如何都想去避免这点 对此田中牙二也仔细回想 表示下象自从加入MFG以来 好像确实没有接触过别的车子 说到这里 静义又忽然插话 觉得下象受到老师 藤原拓海的影响很大 拓海也总是会避免碰车 这种深受拓海影响的风格 毫无疑问 也持续在了下象的战斗中 所以和下象战斗 确实会让人感到十分沮丧的 此时在MFG东京总部 十号自然也在收看MFG的直播 他也没想到 帝王虚腾精一会对下象如此赞赏 这家伙以前可总是想找梁介麻烦 没想到现在也变成一个人物了 十号说到这里 忽然又想起了梁介 感慨不管是虚腾还是秋山社 亦或是池田 他们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一点 那就是梁介的理论 就是MFG的核心 十号也是有些吐槽 梁介那时怎么就不赛车了呢 没人像梁介那样有天赋了 到最后所有人 包括自己 都还是跟在梁介屁股后面 不过十号随机又笑了起来 梁介这家伙有这么多人追随喜欢 最近还终于结婚了 这也是让人嫉妒啊 再次转场的项目湾这边 田中妍二在直播间中十分感慨 感觉滨海双道上 简直是前所未有的热闹 夏象和贝肯巴尔两人组 简直是无人能挡的 此时柳田跟在贝肯巴尔后面 内心并没有被超越的不甘 他不喜欢贝肯巴尔这家伙 但对片头夏象却是真心欣赏 眼下夏象带队冲到了第五 九号GTR就在他的正前方了 向一顺看着后视镜 忽然发现身后出现了一抹红色的车影 知道肯定是夏象追来了 他原本还以为中间有两个人挡着 暂时到不了 内脚的老男人石神风神 和弯道魔术师柳田 都这么简单就被打败了 所以干得好呀夏象 而说完这一句 向一顺整个人瞬间神情一变 激动的浑身发抖 我一早就感觉到这一刻即将到来 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书和英我都不在乎 向一顺只感觉能和夏象进行决战 自己的血液都在沸腾 西点这边 又是精子和练一起换排名满了 两人于是赶紧先起身调整内裤 而看着精子就要更换夏象的排名 练在一旁看着好像都委屈地想哭了 精子见了也是尴尬 好了好了就让你换吧 练因此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真的吗 谢谢啊 又到了提问环节 眼镜小哥问精子想嫁给什么样的人 精子撇嘴中一脸不爽 表示当然是有钱人 眼镜小哥因此反问道 钱这么重要吗 精子于是又加了一句 那也许也可以是床上功夫不错的吧 果然呢 问精子问题还不如不问呢 眼镜小哥因此也不再追问了 立马让练了回答就成 练一个机灵 说自己从来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但自己确实是有些想法 练司机说出了一个有些拗口的答案 不是单纯让自己开心 而是想让别人开心 并因为别人开心而开心 如果能满足这个标准 那我也就会很高兴的 练表示如果这是一个愚准的回答 自己感到很抱歉 但这确实是模糊出现在我脑海中的 西元四爸爸听到练的回答 很疑惑和紧张 不明白为什么练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 自己一直担心她是独生女 所以有些自私又古怪的 西元四妈妈微微笑着 自己女儿心地善良 现在又有了个哥哥 这足以促使她改变 让她会为别人想的呀 西元四爸爸因此尴尬了一会儿 也是也是 这还多克里下相啊 太棒了 而说到这里 西元四爸爸忽然脑海里冒出一个想法 觉得下相和练看起来太像一对老夫老妻了 自己原本还在死前不想让练嫁人 但下相君可以啊 如果下相君同意的话 那自己一万个放心啊 西元四爸爸正美得不行 忽然整个人一个机灵 他完全没想到 自己还会这样想 赛道上 相爷顺称家族玛丽冲锋 下相和贝肯巴尔则奋力追赶着 田中雅二见此情景 忽然表示 下相和贝肯巴尔在此之前 一直像一个团队一样展开合作 但这个德国的冷血刺客 到底是怎么看这个年轻的英国 炙手可热的人物呢 田中雅二相信 只要比赛还在继续 那两人的联合行动 就不可能在格子席 挥舞前持续进行 在某一阶段 两人总要摘下拳套 进行男人间一对一的对决 那时贝肯巴尔会对 片头下相有怎样的评价 只要一想到这一点 就让我整个人激动了 贝肯巴尔仿佛听见了 田中雅二的话 他内心呢喃起来 你问我对他怎么想 现在即便我反应很快 也很难跟上他的节奏 下相也根本没浪费时间 去想这些 而是完全凭借本能 抛开的一切杂念 他就是一个天生的车手啊 他今天这次连续超车的情景 贝肯巴尔只想知道 为什么你们那么不顾一切 你能当是傻的吗 现在九号车已经近在咫尺了 田中雅二真的很好奇 神风混混和二人组之间的战争 到底会怎样的 向爷顺到底能不能坚持一会儿啊 现在几人已经冲入了 山边的居家二 通讯屋赶紧联系向爷顺 让他一定不要退缩 现在下相和贝肯巴尔 到目前为止还在合作 不要让他们就这么把你打倒呀 向爷顺这边表示自己没太理解 不过自己一定会竭技全力的 向爷顺那些很不喜欢贝肯巴尔 他能和下相合作 这也太有趣了吧 向爷顺忽然有些明误 这种不合理的事情 可能只能发生在这种疯狂的比赛中了 想到这里 向爷顺忽然在内心对下相放话 我们现在是对手了 我绝不会在这种艰难战斗中退缩的 转眼在一个弯道口 下相他们已经彻底跟上了向爷顺 三人目光都坚毅地看着前方 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向爷顺仅仅继续向南奔去 现在他内心既紧张又兴奋 他有一些怀疑在MFG的所有车手中 没有人像自己一样 彻底研究过下相 他看了下相的比赛一遍又一遍 确定下相最著名的杀手写 就是超级外线杀手级四轮挑移 向爷顺下定决心 自己绝不会让那发生的 我绝不会成为下相超车的背景板 这时田中央二的声音忽然响起 激动地表示 现在双人组已经追上了向爷顺 那么向爷顺能反抗和逃离他们的魔爪吗 下相会怎么通过这个障碍 会选择从哪个方向超过向爷顺呢 忽然画面转到12号车 贝克马尔现在越来越觉得 MFG有些奇怪了 在他的核心 公平竞争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 骑士精神也以荣耀的名义死去 所有的车手 都想要展现自己的顶级表现 一切都是为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一切都是为了作为赛车手的自豪 贝克马尔忽然目光冷烈地看着前方 保时捷也一下子微微闪到了GT86右侧 而这细节瞬间就被下相捕捉到了 下相感觉到贝克马尔好像要做些什么 难道是想交换位置吗 如果是这样的 我完全没有反对意见 眼下三车继续前进 田中阳二发现 他们正在想跳一点前进 认为如果会发生什么 那肯定会是在那里了 三人这是各怀心思 最紧张的自然就是向爷顺了 转眼间又是一出又弯 直接下相忽然猛地偏向左边 向爷顺自然察觉到了 又是想从外侧吗 我就知道 告诉你们下相 不能读懂你所有的行动 你必须试着更努力一点 才能超过我呀 然而就在向爷顺心神 全在下相身上的时候 贝克马尔已经利用下相让开的空隙 一下冲到了右边 转眼就隐隐超越GT86了 弯道越来越近 12号车也在下一秒 就冲到了向爷顺身边 向爷顺眼睛一下愣住了 这什么鬼呀 弯道那侧近在眼前了 贝克马尔没有犹豫 果断切入 而下相也心领神会 早已从左边移到了右侧 跟在了贝克马尔身后 转瞬间就以GT2平齐了 向爷顺人都要傻了 完全就要哭了出来 怎么会这样 完全不能相信啊 向爷顺心思还不语 他怎么能想到 自己防了下相这么久 却被下相和贝克马尔 一个简单配合破的弓呢 想象中和下相的激烈战斗 根本没发生啊 向爷顺明明期待了那么久 他真的是欲哭无泪了 对此下相也有些不好意思 还决定要在赛后 单独找向爷顺道歉 这里也是友谊说一 感觉向爷顺这个背景板 是真的有点惨啊 田中央也没想到 胜伏在跳跃点之前就决出了 神风会显得毫无还手之力 对此田中央也想问问 京一的看法 表示自己才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看他们呢 京一一时表示 其实就是下相在弯道处 一个洋洞 让向爷顺把防守的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外线 而贝克马尔 就从下相和向爷顺的内侧 突然插入 顺势超过下相和向爷顺 直接完成了两次超车 也让贝克马尔和下相的角色 在瞬间转换了 然而即便京一这么说了 田中央也不理解的是 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怎么可能这么默契呢 下相和贝克马尔之间 根本没有交流方式 甚至都无法眼神接触呀 对此京一也无法说得太清楚 表示着确实是真的 他们可能就是在一瞬间 都默契地意识到了什么吧 京一真心认为 两人之间这种无缝过度 非比寻常 实际也完全不可挑剔 可能就是两个 进入极限领域的人 一起创造的 非常实超感官体验 京一随即对自己的解释 表示抱歉 自己确实也是不知道 该怎么去解释了 田中央也于是也不再纠缠 只不过 他还是有一件事不清楚 片头下相毫无抵抗地 就让出了位置 这对他来说 是个潜在的错误吗 这不是让他之后超车更难了吗 京一因此告诉田中央也 这个问题对常人来说 确实有些难以解释 但对于他们两人而言 只是一种合理选择 他们其实仍旧在合作 追赶先头集团 片头下相对自己 有强烈的自信 对此贝克马尔自然也一样 于是听到京一这么说 田中央也只能感慨 这两个旷世天才 都对他们的速度 和对手的能力 有绝对自信 还是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中吧 此时通讯屋中 奥山记到田中央也和京一的讲解 也有些难难自语起来 两个天才合作 这好像有点蠢 但有效呀 对此续芳倒是不认为他们蠢 只感觉现在两人 都显得十分活跃 明显是更加享受比赛了 不管是下相 还是佩肯鲍尔啊 另一边的起点 真理会已经换好排名板 等待接受采访了 他外表内心十分期待 眼镜呃呃快过来问人家问题啊 结果眼镜小哥 看着他迟疑了一下 随后才叫了下他的名字 真理会赶紧问 又是结婚吗 没想到眼镜小哥 根本没想让他回答 直接表示 你都可以的对吧 这因此让真理会差点跌倒 站起来羞愤地看着眼镜小哥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事我都可以 你太失礼了吧 我讨厌你 讨厌死你了少爷先生 真理会随即转过身去 气得浑身都在颤抖 内心不断告诉和安慰自己 人家所有的朋友都说过 人家是一个很可爱的好女孩 只要遇到对的人 就一定会幸福的 这就是人家 为什么这么努力 找男朋友的原因呢 可为什么遇到的人 都那么混蛋 那么无聊呢 真理会想到 这里也是真的心塞 这到底是谁的错呀 其实眼镜小哥 对真理会 真的有些不公平了 不过讲实话 提问那里的对话 也没完全看懂 感觉应该是这意思吧 再次回到赛道之上 这时泽渡 已经追到了 大石的蓝博基金后面 大石也是十分紧张 泽渡 你上年的排名比我低 我甚至也对你的 毫无激情深表同情 可今年不同了 你甚至都不用被激励 就已经动力满满 而大石正想着泽渡 因为去年泡妹子 从不认真比赛的时候 泽渡这时就已经在弯道口 冲到了大石身边 大石一下紧张地直冒冷汗 这就是你为我准备的吗 大石驾驶 蓝博基尼真的不想输呀 但泽渡却也却遗憾地看了过去 不好意思 我已经占据位置了呢 于是画面一转 泽渡这边已经占据着内侧 明显已经在弯道入口 与大石平起 就要超过大石了 大石心撒不已 真的是想哭 这太糟糕了 为什么他能那么酷 又长得那么好看呢 而转场 大石就已经落在了泽渡后面 并跟着泽渡一起飞过了跳跃点 大石知道 自己唯一能做的 就是生自己的气 为什么我都这么认真了 还是不能得到好结果 为什么呀 田中阎二自然也注意到了 这边的情况 他激动的声音忽然响起 我们的记录保持者 还在拼命向前追逐 这就是MFG的泽渡光辉呀 而泽渡这边在超过大石后 却还是觉得有些遗憾 原来他知道自己 无论如何也追不到先头部队了 自己的轮胎根本撑不到哪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泽渡认为只能尽可能地去展现自己 毕竟自己想听沙奈说自己好棒棒啊 泽渡想到这里 忽然有些害羞 毕竟沙奈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当然了 是在床上 这里感觉还是让这个渣男 在水流陷阱里撞车算了 真不想让他继续这么装啊 泽渡的轰鸣声 仍旧响着的赛道之上 田中雅也发现 赤渡喊人那新活色的法拉利 而贝肯鲍尔和夏孝 明显已经跟在了越马的后面 赤渡真的十分诧异 是贝肯鲍尔吗 他已经追上来了吗 二号车继续向前奔驰 赤渡感受到从后面传来的压力 真的感受到了一种耻辱 另外 也有些精疲力竭呀 只能说赤渡是真的有点怕贝肯鲍尔吧 这时京一突然说话 表示夏孝和贝肯鲍尔 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车手 他们合作的化学变化 真的十分神奇 京一不由先提到了贝肯鲍尔 认为贝肯鲍尔 一直被人视作是一台精准的机器 有着相当聪明的赛道管理技巧 更是有着机器人一样 强大的生理和心理韧性 而如果说贝肯鲍尔代表着理性 那么夏孝则是充满了刺激和惊喜 它有着非理性的创造性 甚至能利用所有非理性的选择 并把它们转变成自己的武器 她就是这种类型的车手 离她被称为赛车艺术家 而不是赛车运动员的那一刻 真的不远了 这里也只能说京一是真的会吹捧人呢 转场到西元寺宅邸底 西元寺妈妈对京一的评价十分赞同 毕竟夏孝的父母可都是艺术家呀 夏孝完美地遗传了他们的艺术细胞 不过西元寺妈妈即便知道这些 也并不会感到轻松 还是对夏孝的比赛很是担心 她真的担心夏孝会有危险 画面忽然转到阿斯顿马丁这边 艾玛真的相当兴奋 她发现夏孝离她就差三台车了 艾玛看着前方激动异常 是时候让大家看看你真正的颜色了 沉默的艺术家片头夏孝 你知道的 我已经厌倦在这里玩这种游戏 除了你之外 所有人都毫无意思呀 所以赶紧追过来吧 给妈妈一些糖吃吧 四辆车子继续在居民区奔驰 二号车赤宇突然标出了shit 这是她唯一会的一句英文了 施宇现在看着前方很紧张 他发现贝肯鲍尔和夏孝追来的速度 远比自己想得快 更麻烦的是 前面的金发大波浪还把路倒了 施宇也没办法了 觉得要赶紧超过艾玛 把这个金发大波浪 当成自己和贝肯鲍尔之间的路障 只能说她也真敢想 前面就是一个高速走完了 施宇一脚油门强行插入了艾玛内侧 因为贴的太气 似乎还是想把艾玛挤开 施宇的内心还在安慰艾玛 没关系的 忍一忍 一下子就过去了 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 后面的下相看着这一幕 内心不由替施宇悲烟 啊 你都不知道你现在正在干嘛 你肯定会不会如此粗暴的 对待艾玛感到后悔的 此时画面中 法拉利身位笔直 阿斯顿马丁则因为入班有些微微偏左 阿斯顿马丁依旧领先法拉利一个车头 再这样下去 看起来法拉利真要把阿斯顿马丁撞开了 艾玛眼神坚毅 直接一脚刹车一个闪避 一下子就让阿斯顿马丁 拉在了法拉利后面 这情景让赤鱼紧张的汗如雨下 这是在开玩笑吗 这个大妹子竟然躲开了 难道她是后脑手上张眼睛了吗 田中央二看到这一幕也很是激动 谁会在这场战斗中胜出呢 赤鱼刚刚和艾玛位置和线路互换 赤鱼跑到外侧去了呀 而艾玛这时目入烈火地看着赤鱼 你个愚蠢的肉猴子 没人告诉过你 未经女士允许 不要触碰女士吧 艾玛最近猛踩油门向前冲去 竟与赤鱼直接撞上了 田中央二因此惊叹了 哇哇 艾玛格林从内道发起冷血的反击了呀 而赤鱼这边人都要吓傻了 赶紧控制车子往一旁避开 结果却导致法拉利向外侧迅速划移 下的他又立即慢下速度控制方向 田中央二连声惊呼 赤鱼刚刚被逼入了外道 便撞上了马路牙子 艾玛格林击败法拉利 重新躲回了第二 不过田中央二也不由好奇了 法拉利会损伤车子吗 另外他也发现 因为这场事故 目前贝克鲍尔和下相 都已经从内侧 超过了缓慢行驶的法拉利 而二号车内 赤鱼现在还是心虚难平 感觉刚刚自己的人生都在眼前晃过 好像要死了一样 那个金发大波浪 你也长得那么可爱 但其实是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魔呀 眼下GT86也终于超过了 法拉利一个车头 下下内心替赤鱼背烟 惹谁不好 为什么要惹爱马呢 在学校里 就从没人会想要去惹爱马的 他会迅速用好几倍的力量进行反击 所以他在学校的绰号 才会叫魔女 田中央二对赤鱼的情况也有些可惜 赤鱼一下子就掉了两个位置 这真的太难相信了 田中央二表示 刚刚真的是一起十分危险的情况 不过委员会都觉得 只是一期比赛中的事故 所以不需要采取什么行动 田中央二一直还在内心吐槽 所以法律是干什么鬼的呀 这是精一突然插话 表示其实是因为赤鱼被认为是罪魁祸首 是挑起争端的人才这样的 但即便如此 精一也认为 至少应该给一个警告起 但现在金发大波浪 一点屁事都没有的就跑了 这估计全是因为委员会 全是一群老家伙吧 精一言辞犀利 弄得田中央二也是不敢接话 而精一说完之后 也不忘替爱马开脱 表示爱马格林是现役的BTCC撤手 与DTM一样 二者都是在英国冠军赛里 以频繁的接触闻名 并且据说 来自大不列颠的车手 都是以疯狂大胆 以及充满竞争性的风格 闻名于世的 于是听到这些 田中央二也只能感慨了 他还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事 觉得自己听到英格兰 想得的第一个画面 都是优雅的女士与先生的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里也是好奇 田中央二是没听过 著名的英国族出流氓吗 而对于田中央二的问题 精一没有回答 田中央二于是继续讲解比赛 目前转场的朱星赖鸣这边 他还在领跑位置 并就要通过终点弯道前的 最后直线 离第四圈已经很近了 双道的第四圈 很快就要开始 田中央二因此激情告诉观众 大家赶紧地做好准备 因为接下来的搏杀 就会变得更加血腥 完全不能错过 所以站在原地不要动 我们一起看看 这毫无保留的一切吧 田中央二趁着这个难得的空档 开始播报排名情况 目前还是朱星赖鸣和艾玛领头 但贝克鲍尔和夏向 已经分裂三次 他们与前面的已经十分接近 田中央二相信 从这里开始 距离还会无可避免的进一步缩小 而第五的赤鱼 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已经慢慢在拉大了 这让田中央二不禁有些怀疑 是不是刚才的碰撞 损坏了法拉利的悬架系统 情依认为这一点 对自己而言还不明显 可能还有更多 前赞在表象下的东西吧 只是不管怎么说 赤鱼的精神状态 还在恢复中 田中央二随即又开始 播报第六的项叶顺 第七的石神封神 和他后面的北元旺 北元旺之前还曾尝试 超越石神 只是遗憾的失败了 不过即便如此 他也是坐到了 自己最好的位置 至于接下来的 则是前缘和红 现在泽渡已经追在 他屁股后面了 田中央二说到这里 果然有些疑惑 有谁注意到 泽渡现在的节奏 好像变慢了吗 难道是因为泽渡的A110S 无法很好地应付赛道 各区差异吗 毫无疑问 A110S进入区间一之后 表现稍微有些拉垮 他的优势 还是集中在区域2和3 田中央二说完这些 又开始讲述排名 目前第12的是大石 最后的 依旧还是八超香 队伍还在继续前进 再次回到先头部队这边 贝肯巴尔的宝石节 和下降的GT86 依旧还保持着紧密的队形 贝肯巴尔 这是还在想着之前的事 本来自己已经做好了 超过法拉利的一切准备 谁知道 他竟然会先出 一连串的那种事故呢 贝肯巴尔在那期 忽然又对下降喊话 好了 换位置 你先上吧 贝肯巴尔随即就让到了一边 GT86因此在眨眼间就赶了上来 下降心里也很疑惑 这样真的好吗 而对此 贝肯巴尔只是在内心告诉下降 你只要知道 下次我不会让你这么简单超过我就好了 所以贝肯巴尔只是在还人情嘛 田中央二也是惊呆了 刚刚双人组又一次默契地交换了位置 看起来是贝肯巴尔主动放弃了第三 刚刚他们肯定有眼神交流啊 田中央二忽然回过味了 就是这样了 他们已经脱下了手套 太少人会像贝肯巴尔一样 放弃唾手可得的胜利 这么简单的就交出了自己的位置 谁能想到这个人身上 就有如此强烈的歧视精神呢 可精一认为 这其实是说得通的 贝肯巴尔和下降 两个在第一圈的事故后 都很快恢复了过来 对于贝肯巴尔来说 他一直都致力于后方狙击手的角色 而当下降以其非凡的能力超越对手时 贝肯巴尔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让一切都回归最开始的本源是必要的 听到这里 田中阳二忽然发声 觉得虽然贝肯巴尔过去一直表现得很冷酷 但通过这一次 自己也有些喜欢贝肯巴尔这一面了 虽然王者贝肯巴尔可能没那么受大众欢迎 但从那刻开始 他肯定也得到了相当多的粉丝吧 这时精一突然插嘴 表示贝肯巴尔有点像翻车鱼 下降则是像条鲨鱼 这里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 眼下先头部队又一次通过了钢架桥 朱熙赖鸣内心十分紧张 片头下降就在那里了吗 这家伙太恐怖了吗 他看着前面的Sepra 只感觉既然自己的亲爱的已经来了 我就用不上你这个猴脑子了 这舞台是属于我的Darling的 所以赶紧从他的聚光灯下滚开呀 艾玛随即在一个弯道口插入了Sepra外侧 转瞬间就要与朱熙赖鸣平齐了 赖鸣显然受到了惊吓 但艾玛目光冷冽 他下降了某种决心 觉得这不是自己的错 谁叫你这么没眼力见呢 于是 只见阿斯玛丁一把方向贴近了Sepra 几乎已经撞上了 下一秒 田中央还激动地大叫起来 哇 他们撞上了 他们在水流陷阱前撞上了 这两人是玩真的吗 有必要这样吗 现在两人已经齐头冲出了水流陷阱 夏象正跟在格林后面 此时夏象贴在艾玛后面目光灼灼 觉得自己现在的位置 应该是正好给艾玛助理了 结果阿斯玛丁内 艾玛感受到身后传来夏象炙热的气息 一阵地响入飞飞 不要这么色迷迷地盯着人家呀亲爱的 人家好羞耻呢 夏象似乎也听到了艾玛的心声 他在后面也是心三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呀艾玛 似乎是为了打断两人的打情骂俏 田中央还激动的声音突然响得起来 四而五一八 双五轮侧压引擎全速跑响 现在 末里的阿斯顿马丁领先了 这时 画面中阿斯顿马丁已经一马当心 GT86也就和瑟普尔平齐了 朱星赖明因此瞬间冷汗淋漓 他完全没想到 眨眼间形势就变成了这样 艾玛和夏象两人则都目光坚毅 显然早已预知了这种情况 而眼看瑟普尔在隐隐落后GT86 朱星赖明可是大脑都发懵了 为什么自己的瑟普尔 加速还比不过低端的86 可事实就是如此 看着GT86车头一点点离自己而去 眨眼间已经超过自己 朱星赖明表情失控都要哭出来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这里也只能吐槽 朱星赖明是完全忘记有伪留这种东西了吧 但朱星赖明的糟心事还没有结束 下一秒 12号车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没多久就与他完全平齐了 田中阳也是替朱星赖明可惜 贝肯巴尔不出预料 跟着下向超越了朱星赖明 这三辆车组成的滑流列车已经成型 朱星赖明根本没有一点差弱的机会 对他来说 这完全是一连串高速下的残酷洗礼啊 要知道 朱星赖明从第一圈就开始领先 结果快到第四圈了 却在一瞬间调到了第四 这对这位新秀而言 绝对是巨大的心理冲击 专场到起届这边 他似乎并没有太在意朱星赖明的事 只是呢喃起来 完美啊 这实际太完美了 贤太因此还有些奇怪的看着他 于是起届再次开口 有了这次经历 赖明肯定更没问题 因为现在这情况 就是赖明展示自己所有才能的最好机会啊 所以这意思是起届相信 被这样刺激后 朱星赖明反而能更好地发挥本领吧 这边朱星赖明正心情复杂地往前奔驰着 忽然收到了通讯屋的消息 朱星赖明一下还愣住了 迟疑地问是姓平吧 姓平也是无奈了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声音就这么不酷 让你听不出是我 听着小子 哎 你现在是不是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朱星赖明不问得有些尴尬 自己确实还在发懵 可内心也是吐槽 你才知道自己一点不酷嘛 姓平这事也没有再究竟 表示你别管我说话直白 你还记得自己排位赛的时候排第几吗 赖明依此弱弱地回答是第四 姓平听后接着上猛药 好的还不错 这至少说明你的脑子还没有坏掉 那么告诉我 你现在排第几 朱星赖明一下惊住了 现在 我 我在第四 姓平听后总算欣慰了 好了 现在你懂了吧 你现在只是和最开始是一样 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也没损失 这就是我试着想告诉你的 你从别人那里继承得到的位置 都和你没关系 所以现在就让他看看 你能够在与他们的直球对决中取得胜利 因此 如果你还想证明自己 证明你朱星赖明是什么样的人 那就别让前面的宝石姐跑掉 给我像烈焰地狱一样奔跑 告诉他们 你为什么是群马最前的王牌之一吗 朱星赖明听到这里 那些也是激动坏了 你是对的 你才能要全是对的呀 朱星赖明终于彻底振作下来 表示自己明白了 自己会忘了什么宝石节 什么阿斯顿马丁 什么G体86 因为我会把他们全部碾碎 只能说朱星赖明也是好哄 不过这种性格也是真的不错呀 转场十位争夺战 天中衙二发现 A110S已经很接近NSX 前缘和红和泽斗光辉之间的战争 就要开始了呀 前缘现在内心有些难以言喻 他确实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 在双道上 只要会像现在这样 有一场不祥号码之间的战斗 前缘和红和然想到开赛前 大概30分钟 则杜好奇地找到自己 要有兴致地问 为什么你要选择 13这么一个不祥的号码呢 西方粉丝肯定很不买账的 前缘双手插胸 有些无所谓 我又不是基督徒 关我什么事 我只是不迷信的物理学家 另外 你的四号在日本 简直是个最糟的号码了 所以这里也好奇了 难道四在日本也是谐音死字吗 听了前缘的回答 泽斗此时也有些尴尬 表示自己在这方面和前缘 其实差不多 也不是很在乎这个 但说完 他就有些心虚了 因此还告诉前缘 自己曾经在乡间 听过一个老夫人说过 背负不幸的东西 很可能会带来好运 而自己现在真的是 很想相信老夫人 说的是对的呀 泽斗说完 低着头看向地面 前缘于是看着泽斗的样子 也是内心惊呆了 这是拿到甘位之后 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了吗 毕竟也只是人类呀 前缘随即还告诉泽斗 你我从不同位置开始比赛 产生交集的可能性 真的非常低 但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场景 就让我们来一场真正的战斗 看看谁的号码更加不幸吧 结果泽斗听了 立即振作起来 当即表示好的 我可不会输给你 前缘也是内心想吐槽 你都不想象我刚说了什么吗 连最不幸运你都想争啊 转眼 前缘的回忆终于结束了 前面就是一个高速锁弯 他和泽斗先后杀了几血 泽斗掉在后面半个车身 感激前缘的NSX真的很快 自己甚至都很难去吃到他的尾流了 泽斗知道 如果自己想要进攻 就必须要等进入相对低速的 区间二和三之后 在那里 自己才能赶上这些快车 吃到尾流是自己在这双道上的生命线呀 此时画面忽然一转 田中雅二表示 现在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区间二 四人正在从发卡弯中 冲入山边赛道 转眼 瑟普尔已经跟着保时捷 通过了发卡弯 885号车中 朱新赖明觉得 现在自己这个位置还真的不错 比起带队感受 从身后传来的所有压力 自己在这追赶位置上 明显头脑变得更加清晰 能更关注战头了 而且最妙的是 号称MFG最强王牌的贝肯鲍尔 就在自己前面 这完全是近距离观察他的最佳机会 可以确认是什么东西 让他变得如此神奇啊 朱新赖明想到这里 继续紧紧跟着贝肯鲍尔 这时艾玛领头 占据着中线偏右 GT86明显偏左 有些跃跃欲试 赛道末尾就是一个左弯 所以夏向这是准备超车了吗 直接夏向看着转速表 迅速地控制油门换挡 似乎就要冲上去了 结果下一秒一转场 艾玛已经挡在了夏向的前路 夏向内心有些感叹 觉得艾玛已经很好地 掌握了防止超车的这门课程 并且准备的还很充分 不过我对你的预期 原本就不止这点的 我想你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个多难缠的对手吧 夏向继续跟着艾玛向前奔驰 这时画面再次转到泽渡他们这边 前缘和红感受到泽渡传来的压力 忽然又响起了泽渡第一权势的情景 感觉在泽渡身上 发生那样几乎不可能的事 足以说明今天泽渡是超级不走运了 但前缘内心虽说对泽渡有些同情 可比赛就是比赛 前缘知道自己一向也没多少机会 能和泽渡这样的顶级车手战斗 所以就让我看看你有什么能耐 能怎么超过我吧 转眼两人已经要出区间一的高速收费站了 泽渡目光灼灼 他等了这么久 知道整条赛道最慢的点就在这里 泽渡随即一脚油门加速 开向左侧 转眼间将从另一个收费口 和前缘一起冲了出来 前面就是一个上坡弯 泽渡和前缘几乎就要并排了 田中衙忽然窝窝大叫起来 现在泽渡杀到了右侧 他们要在这180度的发卡弯 刹车决胜负了 这时泽渡和前缘内心都非常紧张 前缘也有些惊讶 会是在这里 两人都已经冲上斜坡 发卡弯出口近在眼前 泽渡占据着内侧 他稳稳握着方向盘踩着踏板 搭配扣动换挡拨片 眼神坚毅 A110S车身立即咆哮着窜动起来 眨眼间就冲到了13号车前面 最后有一种十分飘逸的姿态 一下子在弯道出口 完全超过了NSX 前缘根本没有反超的机会 田中衙忽然激动不已 这是A110S又一次大胆的攻击 这就是MFG的蓝色魅影 泽渡光辉啊 前缘和红真的有些被泽渡的举动吓到了 刚刚的A110S的加速 在常人看来 完全是找死的举动 考虑到这制动区的下半段是个上坡 这还真是超涌的 泽渡有gas呀 现在前缘已经完全落到了泽渡身后 他的内心有不甘 但更多的是世人 那些还泥喃着 我们的号码不意味着任何东西 只是人类是固执和愚蠢的 要经过一段地狱一样的旅程 才能接受到他们上帝的赞美 可是这个宇宙不存在上帝 都是被物理和化学支配的呀 田中央二的声音继续在直播间回荡 目前责度盘面又上升了一位 超车进入了赛道最狭窄的地方 转场到起点这边 眼镜小哥终于安排谋会上场 谋会蹲在地上有点心酸 自己最不喜欢换这个位置了 太低了 都不到第十了 眼镜小哥这边那些有些慌 自己要赶紧想一个新问题啊 这场比赛还有得跑呢 所以这家伙都是临时想问题的嘛 眼镜小哥随机对盟会表示 因为现在才第三拳 所以我希望用一个 更随意一点的问题 来娱乐观众 因此盟会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 盟会双手放在身后 略微有些紧张 我的兴趣如果要说的话 那我喜欢社交媒体 我喜欢看各种视频 尤其是喜欢旅行 和自我反思类的节目 盟会说到这里也有些害羞 表示许多像我这种年轻的女生 其实没有太多个人爱好 盟会想说 这原因是因为我们都很穷 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很多MFG粉丝听了 也是有些好奇 这应该不算兴趣爱好吧 到时候很多人 通过社交媒体来赚钱 而这到底是生意 还是爱好呢 画面再次回到先头部队这边 朱星赖明并没有掉队 他一直观察着 贝肯巴尔的保时捷 发现贝肯巴尔的驾驶 真的有些奇怪 怎么会这样呢 在日本就我知道的所有人 都会在弯道前减速 出弯后加速 可是这家伙 却会跑一个大弯 来维持相对稳定的速度 这时朱星赖明 已经跟着贝肯巴尔出了弯道 他眼神一愣 突然想到 自己其实之前 已经看到过这种情况 在自己上次 还跟着下降后面的时候 所以当时是自己错了 当时认为下降 是不得不用弯道技术 来弥补GT86加速度的不足 所以难道这是 欧洲车手过弯的常态吗 如果MFG最快的两人 都用这种技巧 那没道理我就不行了 想到这里 朱星赖明心随意动 也立即调整车身姿态 沿着大曲线方向上前追去 再过S1时 挤车还显得有些凌乱 现在两辆车在前 两辆车在后 田中衙二也很好奇这种情况 因此还请教精一 徐腾先生 怎么看先头部队分成两部分呢 精一表示 就自己看到的 是艾玛格林加快了自己的节奏 把下降拉着一起走了 下降跟车确实跟得很好 田中衙二因此也诧异了 所以这意思是 其他的两人跟不上艾玛下降了吧 精一认为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现在第四的朱星赖明 正在给第三的贝肯巴尔 施加巨大的压力 这位斯图加特的刺客 有狙击手一样的直觉 所以才特意留了一些空间 以便自己可以毫无顾忌地战斗 精一因此也觉得这是个惊喜 自己原本以为 朱星赖明跌到第四以后 会迅速被拉开 他的表现确实超出我的预期了 精一认为 对于一个新人车手来说 朱星赖明确实很有天赋 现在其他人都已经很难跟上他们四人 这就是他们自己的游戏了 田中衙二听到这里终于做出总结 觉得冠军之争 肯定会留到最后一圈 并且四人中谁取得胜利 还很难说 MFG很可能史上第一次游新秀营的冠军 大家肯定不会想错过他 欢呼吧 忽然转场到项目湾的山间 北云奥这时依旧跟在石神的宝石节后面 北云奥十分紧张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石神节将后完全不像下像他们那么快 可自己就是超不过他 北云奥忽然呼叫通讯屋的山谷 想让山谷帮帮忙 自己现在手足无措 这宝石节的肥屁股 一直挡着我的路啊 山谷表示是的 大家都看到了 不过没有什么策略 我有一个消息给你 泽度从第一圈打滑后 已经恢复过来了 他现在正在你的后面 北云奥十分兴奋 很感谢自己没问 山谷就把这消息告诉了自己 结束通话后 北云奥还是内心激动一场 太谢谢这个超勇余的消息了 真的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回答了 所以这意思是 北云奥想和泽度合作 利用泽度来超过石神吗 就像之前他跟在下像 和贝克巴尔后面那样 而因为这是三方通话 八朝祥自然也听到了 他现在还在末尾 既不敢说也不敢问 免得被自己老妹羞辱 因此 也只好在内心独自疑惑 那台宝石街真的那么快吗 真的好奇 其他人到底跑得多快呀 天忠雅二代直播间大叫着 在前往第四圈的赛道上 各处都在发生 紧张激烈的战斗 目前先头部队 已经转入区间三了 再次回到北云奥他们这边 泽度的四号车 离他几乎只有一两个车位了 泽度看着前面的911 倒不觉得意外 只是没想到 红色的阿尔法罗密欧 静在这里 他也没想到 巴超翔的妹妹 排名会这么高呢 果然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自己还真替巴超翔感到悲哀呢 北云奥这边 早已就无力吐槽自己的哥哥 只是在内心 喊着泽度的名字 就看计划能不能成功了呀 现在三车几乎排成一条线 领头的石神十分紧张 竟是阿尔卑斯 泽度光辉来了 那家伙可是个肮脏的车手啊 石神正想着的时候 场上忽然就出现异变 阿尔法罗密欧亮解灯光 偏到一边 示意泽度超车 泽度自然一把方向 切入北云奥右侧 他真的很好奇 你为什么让我先走呢 北云奥俏皮的抛了个媚眼 内心向泽度喊话 我看过你的把戏 也会配合你的娃娃脸 如果你也想超过 面前的老家伙 就给我加速吧 而在泽度轻松超过了 北云奥之后 田中雅二才发现了这一幕 表示刚刚在赛道中断 在任何人注意之前 泽度就超过北云奥了 田中雅二只觉得 眼睛嘴巴不够用 为什么自己不多生 几只眼睛和嘴巴呢 现在泽度和北云奥位置互换 三人正要高速通过一个右弯 前面就是跳跃点了 泽度内心一下正中起来 他头条暴力 就是现在 跟上来吧 随即只见A110S车尾一甩 直接向跳台右侧冲出 北云奥既紧张又专注 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机会了 必须大着胆子 咬牙向前冲啊 此时只见半空中 A110S和保时捷911一左一右 双方撤头几乎已经平齐 而下一瞬 北云奥的阿尔法罗密欧 也跟着泽度从跳台冲了出去 三人现在都是十分紧张 终于 泽度和时辰同步降落 时辰落在了着陆区最顶端 A110S 则甚至比地上画着的着陆区 还要稍微远一点 而泽度落地之后 也没有犹豫 直接一把方向朝左侧偏去 吓得时辰都要跳起来了 现在的孩子到底都什么情况 难道他们都疯了吧 三人着陆后 继续冲向前面的右弯 泽度知道 自己已经把能做的都错了 现在就看你的了 北云王 果然 北云王并没有让泽度失望 才一转眼 18号车就已经出现在了时辰的身侧 田中阳二激动不已 觉得泽度这次跳跃是抓住了空气了吗 简直让自己都有一些汗流浃背了呀 驱腾先生 你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经义也有些难以置信 连连表示着陆区的设计 就是让所有的车手都无法超过它 可显然 泽度当时的速度 已经超过我们的计算了 这是一次奇迹般的降落 经义告诉田中阳二 其实着陆区是根据到达起跳板前 车子的出弯速度计算出来的 但在跑向坡道的过程中 泽度显然是达到了超过理论极限的速度 时辰不敢冒同样的风险 只能说泽度跳得真的异常完美 看起来下赛季 必须调整我们的计算了呀 经义随即也表示 其实也正是因为这次的极限跳跃 北云王才能超过大10 新一代的车手 几乎都不带老司机玩了呀 北云王这边心情也十分激动 感觉刚才也太吓人了 虽然没人能代替下相 但泽度你也同样很厉害呀 通修屋中 山谷兴奋地祝贺北云王干得好 把卫冕冠军无形超越了 八朝行见到这些是无比心三 几乎都想死了呀 田中阳的声音再次响起 现在泽度领头继续向着八卫冲锋 北云王也终于超越了 一直防守的宝石节 再次回到七点这边 这时又轮到真美之情了 换好排名板后 眼镜小哥因为真美有什么爱好 真美回答 自己也很喜欢社交媒体 同时也读很多小说 不是那种电子书 是纸质小说呢 眼镜小哥因此听了有些兴奋 连说这听起来不错 那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呢 真美突然羞红了脸 表示大部分都是浪漫和奇幻类型 也许有一天 我也会写一本书呢 想写一本关于蠢爱的 让读者无法自拔 深陷其中的故事 眼镜小哥不由惊叹出声 真心没想到真美还有这一面 不过这里也想说 真美起身前 怎么不把自己内裤调整下呢 再次回到仙头部队这边 分裂两组的形势依旧没有改变 忠心赖鸣也还死死 跟在贝肯巴尔身后 赖鸣自从发现贝肯巴尔 和下巷过弯的秘密后 便一直也在尝试学习 他现在看着前面 内心很肯定 虽然缓慢 但自己确实已经掌握了 这种过弯方法 不同于转向式踩刹车 这种方法其实是用踏板 来平衡车身 仙头部队继续在连续S弯上奔驰 诸心赖鸣越想越觉得对 感觉这种技术 就是下巷那标志性的 超外线四轮飘移攻击的关键 眼下又是一个弯道了 赖鸣下定决心 一定要测试一下 自己的这个理论 于是 在两车就要进入弯心 贝肯巴尔即将向右转向的时候 赖鸣转眼间 就驾驶着车子往外侧偏去 一下就从保时捷的左侧后保险杠 彻底移动到了保时捷的外侧 在弯道出口处 影响于保时捷只差一个车头了 Sopra内 诸心赖鸣内心激动地叫着 就让我们玩玩吧 结果下一秒 贝肯巴尔就加速远离了 诸心赖鸣依此还握的一声 他十分郑重 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这个贝肯巴尔果然如自己想的那样 不会轻易给自己任何机会的 不过显然这个技术之后肯定会很有用 田中央一直注视着这边的情况 刚刚Sopra从外侧杀向贝肯巴尔的情景 真的让他十分惊讶 虽然这大胆的行动 没能继续坚持下去 可依然让贝肯巴尔知道 他诸心赖鸣就在他的身后 对此京一忽然也有些感觉 觉得自从真喝半岛赛之后 诸心赖鸣好像突然被人点醒了一样 看起来他就好像能吸收知识的海绵 自己之前说过 许多年轻司机不带老人玩 纷纷开始觉醒恢复自我 而在这其中 诸心赖鸣显然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了 田中央自然很认同京一的话 他也强烈感觉到这个赛季明显与以往不同了 只是不明白到底是什么 导致了这种变化发生 京一于是告诉田中央 其实答案可以被总结成一句话 之所以本赛季与之前不同 就是因为这个年轻的男人 片头下相了 这个从英国来的年轻人 带来了改变的浪潮 也激励了同样年轻的一代车手 只要他能做到 那我也能 就是对他们来说最简单的一个激励 下相提高了所有人的标准 也让MFG最强的两人 一致认为他是真正的威胁 京一说到这里 还有一些神秘的表示 自己这边其实还有一件进展中 尚未正式发布的事项 但上层已经授权 我可以在直播中说出来 京一因此还问田中央 介不介意自己岔开话题 对此田中央 自然说一点问题没有 于是京一又清了清喉咙 激动地告诉观众 从下个赛季开始 有一家重要的德国汽车厂商 将加入MFG测试计划 如果一切顺利成型的话 就可能会有很多现役的DTM车手 和贝肯鲍尔一起代表德国参加MFG 他们中至少有两人 都期望赢得MFG优胜 田中央听到这里也是惊呆了 这绝对是一个重磅消息 只是田中央很好奇 为什么这时候会有重要的 德国汽车厂商 想参加MFG 一个日本当地的汽车赛事呢 京一表示 市场考虑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 现在MFG已经越来越走向世界 可以帮助厂商营销 推高潜在的销量 虽然他们的大部分销量 都在新兴市场 但我们当然也不能拒绝 他们的进入邀约 京一说到这里 会想到了汽车整个电动化的趋势 他十分心撒想要吐槽 表示自己个人其实觉得 这件事就有些傻 推动汽车一维化的 根本不是什么环保原因 只是因为各国经常围绕石油 展开惨烈的经济站 真正的原因 就是日本的内燃机技术 已经远远超过了 其他国家的任何制造商 而以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幌子 就非常适合他们发展 现在电动化的汽车 可他们根本就没有明确告诉消费者 他们日常到底产生了多少二氧化碳 京一说到这里也十分气愤 认为推动汽车电动化的背后 就是世界想消除 日本载燃油车的技术优势 不幸的是 现在的车都变得无趣了 开着那些带着重重电池的车子 根本一点也不有趣 此时 MFG总部中十号十分紧张 你是不是忘了 这是向全世界直播 还自带翻译的呀 可京一这边继续吐槽 表示如果你问我的话 那么我觉得 电动车就是一种有傻子制造 卖给更大的傻子的东西 十号真的吓坏了 你赶紧住嘴呀 好在京一这边终于是结束了 在直出胸意之后 她几次呼吸平复心情 表示还是再次回到之前的话题上吧 其实自己也很想触碰MFG的未来呢 京一相信 前来参加MFG黑马的数量 毫无疑问 在未来会越来越多 这甚至会成为一种趋势 而这对激励年轻的日本车手 帮助他们磨练技术 有很大的好处 京一表示自己并不想冒犯老司机 但年轻的车手 毫无疑问更有潜能 泽杜 朱星赖鸣 北云王 向耶顺 还有其他人都成长了很多 而在这之中 片铜下像是绝对的王牌 京一认为 对自己来说 他简直是日本的标注 这其实也多亏了他的老师同源拓海 田中雅二听完京一的话 也很认同 是片铜下像让整个MFG都变了 MFG是日本的创举 不应该被外国人统治啊 这里也只想说 他们难道是忘了下像 其实是英国人了吗 MFG总部中 史浩对两人的看法也没有一意 他很希望下像能在下赛季继续出展 因此甚至还生出想要和 启杰和拓海谈谈的想法 再次回到赛场之上 田中雅二也总算觉得 题外话说的有点多了 目前仙头集团即将开始倒数第二圈 下像看着前面 发现在区间二和区间三两边都有路牙 高度大概有五英寸的样子 下像不由有些感慨 觉得爱马根本没有给赤鱼 任何追回来的机会 下像不由那些有些郑重 如果是自己 在那种情况下 自己也可以用他们进行反击嘛 下像继续跟在阿斯顿马丁后面 两人都知道 分胜负的时候 很快就到了 下像继续吃着阿斯顿马丁的尾流 随时准备找机会超越爱马 这时 田中雅二声音突然传出 现在下像和爱马 正向最后的弯道冲去 这两位前同学和恋人 正在为先头位置继续交锋啊 忽然画面转到恋这边 他听到这个话后 对田中雅二真是十分恼怒 赶快停止在评论中 加入无关紧要的信息啊 转眼 两人冲到了最后弯道前的直线 下像位置明显靠向右边 而就在这时 下像终于决定行动 爱马也立即心生感应 只见此时下像已经插入爱马左侧 前面就是最后的发卡弯 下像动作异常迅速 控制着踏板 盯着转速表 迅速升降档 GT86发出低震的咆哮声 已经几乎追平了阿斯顿马丁 转眼 双方杀出弯道 下像隐隐已经超过了爱马 田中雅二激动坏了 刚才的情况 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呀 片同下像 在最后弯道的内侧 发起了攻击了 同学屋中 凹山剑子行警十分诧异 等等 现在是不是太早了呀 下像到底为什么 要在那里发动攻击呢 不过对于这一点 爱马显然有不同意见 爱马只觉得太棒了 自己的搭订太棒了呀 这时下像已经完全超越了 阿斯顿马丁 田中雅二激动地告诉观众 这还是片同下像 在MFG的第一次 第一次取得领先呀 哲亮带着黑色的香红子弹 在项目安的双道上 终于第一次取得了领先 再次传承到通讯五种 续方很好奇 奥山刚才的反应 奥山于是表示 因为亲自调教了 现在的GT86 所以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 虽然现在的GT86是有涡轮了 但它仍旧是一台 两升四缸的引擎 而阿斯顿马丁 却是四升八缸 贝克马尔的保时捷靠曼 虽然也是自然吸气 可是也有四升六缸 即便是Sepra 也是三升直列六缸引擎 奥山认为 马力性能相差太大 但第四拳的区间一 下像不可能守住位置的 奥山因此真的很好奇 下像为什么不能等待时间 乖乖吃爱马等人的尾流呢 画面突然转到起点这边 又是轮到精子干活了 想到是由自己换下像的排名 精子不由想到 便肯定在嫉妒自己 提问时间 眼睛小哥有些紧张地问精子 精子姐 你有没有任何适合 广播出剧的爱好呢 结果精子听到这话 当即不满了 咋了 你什么意思 以为我每天晚上都是醉生梦死 什么都不干嘛 老年要让你知道 我是有真正爱好的 眼睛小哥也是惊讶了 哦 那么说说吧 精子于是若又地表示 自己最近看了许多鲨鱼电影 像是鲨鱼龙卷风和大白鲨 精子随后说起了 鲨鱼的大眼睛大牙齿 长得丑 鱼气还好吓人什么的 他看着眼睛小哥 最后又说起了 鲨鱼吃人的血腥场景 问眼睛小哥 还有没有其他鲨鱼的 恐怖电影推荐 眼睛小哥也是呆住了 内心只想说 他该不会是又喝醉了吧 对此 场外的粉丝们也是感觉 精子估计又是在动弄大家吧 另外 明明有这么多的恐怖电影 怎么就单单挑中鲨鱼了呢 再次回到赛道上 田中央二忽然发现 仙头部队这边又有新情况了 三四位几乎和前面已经十分接近 果然也是GT86马力不够的关系 田中央二认为 下相与爱马互换位置的时候 有轻微的时间损失 让贝肯鲍尔他们 得以趁机赶了上来 而此时GT86中 下相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自己光顾着想超越爱马 导致根本没想其他 下相因此也是心里一麻 现在根本没人带自己了呀 我搞砸了呀 眼下贝肯鲍尔和猪星赖明 也追了上来 前面就是一个左弯 下相看着转速表 立即换挡操控方向盘 此时阿斯顿马丁 已经紧紧贴在GT86身后 几乎都要撞上的感觉了 爱马心里有些替下相可惜 亲爱的 如果你的车子 还是这么又小又弱 是压制不了我多久的呀 转眼间 线头部队又一次通过了高架桥 并已经冲出了前面的弯道口 直接阿斯顿马丁排气声 瞬间激昂起来 而下一秒 就已经冲到GT86身侧了 下相因此心里一凉 艾马也有些歉意 不过战斗就是战斗 阿斯顿马丁眨眼间超过了下相 后面跟着贝肯鲍尔和猪星赖明 艾马也有些遗憾 他其实很想让下相在自己后面 可那个德国人就占据了位置 果然转瞬间 保时捷也到了下相身边 贝肯鲍尔吐槽下相脑子不好 所以才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后果 现在几辆车又是在一个弯道 瑟普尔跟在保时捷后面 跃跃欲试 于是刚一出弯道口 885号车就已经追到了GT86后轮 下相似乎还不想放弃 他车头有些微微偏转 想插进贝克巴尔与猪星赖明之间 猪星赖明十分郑重 觉得如果自己能再入弯前打败下相 就可以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 再次转场到七位之战 泽度这时刚好出出钢架桥 前面就是有田了 泽度知道 两天的弯道技术很好 自己在弯道很难追上 泽度一直知道在资格赛中 取得高排名是有多重要 所以才那么努力取得了第一 却没想到会发生那种失误 想要追上如此大的距离 真的太令人精疲力尽了 泽度忽然感觉自己好累 自己的A110S也好累啊 然而就在这时 泽度忽然想起在真核半岛上 下相连续抄了十台车 这样他脑海一紧 只觉得那场景 真的体现了下相是一个怎样的怪物 泽度有一些振作起来 他不想输给下相 再次回到先头部队这边 艾玛这边内心还在想着下相 他不想在其他人面前 利用下相的弱点 那只是没人窥视的情况下 自己和搭连之间的事情 这一点从他回到学校后就没有变过 他那么善于缠斗 并如此的纯粹 他就是一个艺术家 没有任何人配得上他的能力啊 这里也不知道艾玛到底什么意思了 忽然田中央二的声音响起 表示885号Supra 也已经超过了下相 情势简直是大转弯啊 片头下相原本在本圈开始领先 梅子的眨眼间 就在经过了几个弯道后 落到了第四 这次的滨海双道大战 简直是MFG历史上最大的惊悚片之一 充满了戏剧情和紧张刺激 所以今天摘得最终荣耀的 到底会是谁呢 谁将配得上最终的胜利呢 起点这边又到恋上场的时间了 他大方的站了起来 替夏夏换排名板的时候 心里也在默默鼓励夏夏 你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了呢 第四其实也是很棒的位置了 看到恋换好了排名 眼镜小哥终于开吻 相信在家的MFG粉丝都很好奇吧 那么七号间的爱好是什么呢 练于是告诉眼镜小哥 那个我也不知道 这是否能成为爱好 但这些日子 我很开心能拜访许多的寺庙和神殿 眼镜小哥听到这儿也是惊讶了 哇 这听起来很有趣呀 所以你有什么感受吗 练看着眼镜小哥立即表示 那里很安静 很美妙 能让人心情也祥和下来 即便那些寺庙看起来好像一样 但其实也是不同的 里面很多都有斜坡和台阶 在四周行走 真的是一种很美好的体验 我住的地方和镰仓很近 镰仓有很多寺庙 于是听到这句话 眼镜小哥马上提醒 那说不定会有一些粉丝 会在镰仓守住带兔 毕竟你很受欢迎呢 结果练好像并不担心 表示对此自己有些怀疑 他转身离开 还谢过眼镜小哥的好意 那些有些开心 觉得上元先生还是挺看好的呀 练这事已经回到天使的座位上 精子也对练的回答有些诧异 这样真的好啊 你知道的 总有一些疯狂粉丝 会干出这种事的呢 可练觉得 只要自己穿正常衣服 就没人会注意到了 精子也是内心想吐槽 总有一些会的呀 然而现在练也无心听精子说话了 他忽然想起了下象 知道自己如果没有遇到下象的话 不可能去参观那么多寺庙 原来他自己还没意识到的时候 他对自己的影响就这么大了呀 想到这里 练小脸通红 为什么自己改变了这么多 却又这么开心呢 只能说这就是恋爱吧 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田中原二告诉观众 线头集团已经冲出了 区间一的收费点 正向着区间二进发 现在保时捷 瑟普尔和GT86 都已经通过发卡弯 进入山边赛道了 此时在通讯屋中 蓄防十分紧张 他还在想着 刚才下象被超车的事 表示自己还从没在下象身上 看到过那样的一幕 奥山于是告诉他 双道是一条十分危险的赛道 完全不能放松一点警惕 虽然GT86因为安装了尾翼的关系 情境中能极大提升下压力 可付出的代价 就是最高速不可避免的削减 现在的GT86 是区间二和区间三的 粗糙路面上 最棒的弯道机器 下象必须最大限度 利用自己的优势 奥山说到这里 忽然看着前方 他知道对下象而言 实际是最关键的东西 所以现在真正的考验 就是下象能否在 最后一圈结束之前 抓住实际 完美利用自己和GT86的优势 转程到GT86这边 现在下象还跟在 瑟普尔后面 向着山边赛道进发 下象到现在 心里还是有些懊恼 认为是自己脑子跑得太快 是停止了思考 他导致了这一切 不过下象也知道 在这个位置上 自己可以更好地学习 观察他们的加速模式和习惯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是 保存轮胎 自己一定会在 最后一圈超过他们的 忽然 田中牙二的声音响起 他激动地告诉观众 先头集团的气氛 突然升温了 到刚才为止 贝克鲍尔一直都完美观察着 艾玛的一举一动 他已经一点点缩短了 和艾玛格林的距离 看起来 他就要进攻了呀 此时王者贝克鲍尔 看着前面一脸杀气 去他妈的骑士精神 老子讨厌女人 就像讨厌男人一样 我会毫无怜悯 我会把你夹着尾巴 送回英国的 而艾玛这边 也明显感受到了 后面保时捷传来的压力 他一脸坚毅 傲然在内心告诉贝克鲍尔 你可能马上就要 在下面的水中淹死了 吃着跟手吧 所以艾玛是要怎样 不会是想把贝克鲍尔 挤下项目弯吧 这比王者贝克鲍尔很多了呀 艾玛随即带着贝克鲍尔 冲入了另一个弯道 田中雅二兴奋地表示 在两台高性能的 阿斯顿马丁和保时捷背后 是大不列颠VS德国 这简直是英德之战重演了呀 现在仙头集团 只要冲入森林区域 田中雅二告诉观众 跳跃点就在前面等着他们 今天的跳台这里 已经发生了几次危险事件 可我们还是考虑 明年依旧保留它 毕竟如果拿掉 就没有如此多戏剧性场景了呀 看着仙头部队 离跳跃点越来越近 田中雅二表示 自己感觉到了一种危险的气息 所以这次究竟可能会发生什么呢 此时贝肯鲍尔和艾玛 看着前面没有说话 他们继续向前奔驰 转眼 跳跃点前的右弯忽然出现 贝肯鲍尔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出上去轻踩刹车 直接从阿斯马丁的身后 拉到了右侧 这是靠山的一边 看起来这种情况 艾玛应该不能把贝肯鲍尔 挤下悬崖了吧 感觉上 贝肯鲍尔之所以想从这里超车 很可能是防了艾玛这一招呢 田中雅二真是非常激动 刚刚把世界冲进去了 贝肯鲍尔真的展示了 极大的刹车优势呀 对此 艾玛格林内心显然不服气 小子 你别以为就超过我了 那只是因为重量有差异罢了 贝肯鲍尔看着前面 内心没有回话 他知道跳台已经近在眼前了 此时跳台越来越近 双方也几乎是并驾齐驱 田中雅二见此情景 也激动起来 他们是轮对轮了呀 贝肯鲍尔和艾玛没有犹豫冲上跳台 结果下一秒 赫然看见阿斯文马丁车身 有些歪向右侧 竟然是撞上了贝肯鲍尔 MF级总部许多人一下站了起来 田中雅二也静默片刻后 直接大叫出声 哇哇 刚刚他们在跳野前撞在一起了 是艾玛格林又有些躁躁地撞了贝肯鲍尔 与重量级的阿斯文马丁相比 重量偏轻的保时捷 在空中失去平衡了 转眼间 双方已经重新降落 明显可以看到 艾玛这时车头又超过了贝肯鲍尔 而贝肯鲍尔这边刚落地 车身后半部就开始猛烈地偏向一边 贝肯鲍尔赶紧救车 保持这些后轮因此磨出了一条奇异的弧线 好在总算是平稳下来 这时 两车已经到达了跳一点前的右弯 因为贝肯鲍尔救车的关系 艾玛的阿斯马丁已经彻底压制了贝肯鲍尔 于是就这样 王者贝肯鲍尔打算在跳台超过艾玛的计划失败了 只能说艾玛果然是魔女 是瓷狮子 是母暴龙啊 王者贝肯鲍尔还是太嫩了点 田中妍尔刚刚也是新提到的嗓子眼 因此不免有些口干舌燥 表示就在刚才 贝肯鲍尔完成了一次精彩至极的救车 简直好像那碰撞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真的很怀疑 如果其他人碰到这种情景 他们会像贝肯鲍尔一样幸运 一样有实力吗 可艾玛这边并不觉得贝肯鲍尔的表现有什么 这情景其实在欧洲相当普遍 所以你当然会没问题了 甚至还会觉得有些不屑一顾了 果然 贝肯鲍尔这时内心显得十分淡定 完全不像之前的赤语一样 吓得眼前都出现了人声走马灯 贝肯鲍尔只是在内心呢喃 和你一样 我曾经也是个所谓的肮脏车手 在我们这几个欧洲车手中 只有下相比起来 就像个圣徒一样 这时前面又是一个左腕 艾玛带着贝肯鲍尔在S1前的直线断冲刺 车子眨眼间就到了S1前面 艾玛内心不明有些症状 知道贝肯鲍尔很可能会从内侧发起攻击 然后在内外侧互换时超过自己 艾玛因此在内心放狠话 如果你真这么做的话 我一定会全力报复他 可王者贝肯鲍尔怎么可能说这样的威胁呢 在艾玛的内心戏还没演完的时候 保时捷已经冲到了艾玛左侧了 田中衍儿再次大叫出声 贝肯鲍尔又一次冲上去了 他在S1前和艾玛轮对轮了 忽然间艾玛感受到车身一阵震动传来 内心不明有些不安的叫着 发出了什么 此时贝肯鲍尔倒是一点淡点 什么 你以为我就不会来硬的吗 原来竟是贝肯鲍尔主动撞击保时捷 还贴上去不肯离开 田中衍儿真的已经不知道说什么 现在两辆车靠得太近 双方之间的空隙完全只都差不进 艾玛格林在弯道出口 被逼向右侧路员 除了前面几乎没有移动空间了 他现在真的有些无力啊 艾玛这边没有放弃 只是气氛异常 你怎么敢未经允许就碰我 这是只有我的亲爱的才能做的事 我会灭了你的 你个砸碎 转眼 两车通过了弯道 横向距离也重新拉了开来 田中衍儿很是激动 表示目前双方已经出了S1 贝肯鲍尔的车头 已经超过了阿兹马丁 看呀 他让阿兹马丁的动作都僵硬了 这位来自司徒加特的刺客 再一次取得成功 终于又拿回了甘位 这时 贝肯鲍尔已经完全超越了艾玛 率队继续向着区间三进发 夏向在后面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他完全没想到 贝肯鲍尔会这么强硬地超过艾玛 这也许还是艾玛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 但虽然如此 夏向能感觉到 艾玛体内正燃烧着一股烈焰 这个来自英国的魔女 还没有放弃呢 这里也是想知道 所以艾玛又会做些什么呢 田中衍儿在贝肯鲍尔这样超车后 十分激动 转场到起点这边 真理会不自觉地看向眼睛小哥 他感觉应该是要轮到自己出化排名板了 真理会突然侧过身羞红了脸 他是真不想让眼睛小哥问自己有什么爱好 除了和男人睡觉 就想不起其他的呀 真理会知道 一旦自己说一些看起来让自己很不错的爱好 眼睛小哥一定会从负面去解读 如果事情一直这样下去 自己很快粉丝就掉光了呀 想到这里 真理会憋着嘴 脸上充满了愉怒 他知道 如果自己敢说没有爱好的话 那眼睛小哥绝对会往死里嘲笑自己的 真理会因此觉得 如果问题真的是关于爱好 自己就只好说一些能谋混过关的复杂东西 然后看能不能跳过去了 而想到这些 眼睛小哥就叫真理会起身了 真理会内心突然有些自得 果然是我呀 在换好排名板后 眼睛小哥照例问真理会 那么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 真理会闭着眼 真的有些害羞 表示兴趣吗 自己有很多呢 如果必须说一个的话 那就是我特别喜欢通过阅读哲学著作 来思考人生 其中我最喜欢的哲学家 就是尼家了 眼睛小哥听到这里也是一愣 啥 尼家 我懂了 你是在说尼采吧 真理会因此瞬间大救 而眼睛小哥这时则一脸严肃地看着真理会 真理会 你刚刚是说谎了吧 你根本就不懂哲学 你知道吗 撒谎是很不好的 眼睛小哥因此又拿着麦克风 对着真理会的胖脸蛋来了一圈 真理会赶紧求饶 这个很疼 却住手啊 人家是要靠脸吃饭的 不要啊 场外观众看着这一幕也是欢乐不已 只能说真理会说什么不好 偏偏说自己喜欢哲学呢 看起来就很欢乐的人 会喜欢这东西吗 画面再次回到赛道上 正好是区间三的一个左弯 先头部队眨眼睛中里面冲了出来 885号车内 朱西兰们有些激动 原来是看着贝根巴尔超车的场景 还是不能忘怀 真的是太棒了 我刚刚在头排位置 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MFG顶级车手嘛 跟在他们后面 可不能半途而废啊 忽然转到宝马和110S这边 柳田这次内心十分紧张和不安 他发现自从进入区间三之后 泽杜都一直贴着自己的屁股了 柳田完全不敢想象 落到最后一名的泽杜光辉 竟然追到了这么远 柳田看着前面的右弯 不要对泽杜发问 你怎么就不会感到累呢 柳田不知道 泽杜其实已经很累了 只是想起下向上次的撞举 不想输给下向了 这边柳田继续向着弯道冲锋 他不知道泽杜是打了什么机型 能追到这么远 可既然泽杜想要战斗的话 那自己一定会守住擂台 和你练练的 这时田中雅二的声音忽然响起 先头部队就快要进入最后一圈了 然而即便如此 在格子锡挥舞之前 这仍是所有还在赛道上 搏杀的人的游戏 大家都还有机会 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弯道 目前整体排位如下 田中雅二随即开始 拨爆赔名情况 贝克玛尔暂定第一 并且已经开始加快节奏了 而跟在后面的是 624阿斯顿马丁 艾玛格林毫无疑问 正在准备最后的反击 第三和第四 则是朱星赖名的Sepra 以及片头下线的GT86 这两个丰田车手 显然也在时刻瞄准最终的胜利 第五位的则是赤鱼 他已经被仙头集团远远拉开 如果那赢得冠军 完全就是奇迹了 至于第六则是项叶顺 他显然真的打算超越赤鱼 田中雅二出到这里 静怡忽然插嘴 他觉得项叶顺冲击得相当猛 这次战斗绝对值得看到最后 田中雅二随即开始播报第七 没想到 话还没说完 就发现泽度已经在最后的发卡弯处 强行插入柳田的左侧 离车头还差半个身位 发卡弯出口近在眼前了 转眼两车已经并驾齐驱 几乎是同时冲进了湾溪 泽度在弯道内侧 几乎没怎么踩刹车呀 此时 相比于泽度的坚决 柳田紧张的是什么鬼都喊出来了 田中雅二也在直播间中惊叫出声 他能及时降速吗 天呀 泽度的蓝色阿尔卑斯 真的是展现了极强的刹车能力 果然 泽度这时已经冲出了弯道 根本就没有失控 忽然 田中雅二再次惊呼 让观众快看泽度后面 原来是北游王在后面也跃跃一试了 可下一秒 田中雅二就有些叹息地告诉观众 北游王的阿尔法罗密欧 现在正要尝试切入泽度超车制造的空间中 但很可惜 柳田及时关上了门 此时18号车又跟回宝马M4身后 柳田也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一向和哥哥吊车尾的北游王 就追到了这么远 到了这里 而北游王内心倒觉得有些可惜 现在泽度已经离自己太远 再也得不到眼下最需要的尾流了呀 不过虽然北游王还是觉得遗憾 田中雅二就觉得 北游王今天做得真的不错 对此惊异感觉 他可能是因为爱马格林表现的关系 得到了极大的激励 毕竟在之前正常的神石舞队列中 他是其中唯一的女生啊 然而此时车中 北游王对爱马是格外的不爽 他太讨厌这个喜欢炫耀 自称下向前女友的家伙了 别以为你有大奶子 都能抢走我的风头啊 只能说北游王是真的猛了 在泽度超越柳田拿下第七后 田中雅二继续播报排名情况 表示后面的排名依旧没有变化 目前第十的是石神 十一是前缘 十二则是大石 十五还是八朝祥 眼下所有的车手都已经进入了最终拳 而说完排名 田中雅二忽然将目光转到仙头集团 还突然告诉观众 对于领先的人来说 其实有一种相残痛苦的体验 所以贝肯巴尔虽然现在领先 可以给后面的人 消除了许多的空气阻力 田中雅二话音刚落 结果下一秒则突生异动 竟然是阿斯敦马丁 眨眼间冲到了右侧 田中雅二因此还惊叫起来 我们果然看到了这一幕了呀 阿斯敦马丁 艾玛哥林冲上来了 贝肯巴尔这时也脸颊冒汗 似乎也没预料到这一幕 不过既然你想要领头 那就给你吧 艾玛这时看着前面目光坚毅 他知道 自己长到这么大 如果说只学会这一件事 那就是在没有结束之前 绝不结束 转瞬间 艾玛已经超过了贝肯巴尔一个车头 田中雅二很激动 阿斯敦马丁领先了 在这弯道琴的直线上 保时捷半自然吸气六缸发动机 根本不是双涡轮V8以前的对手啊 此时 仙头集团四人内心各异 取得领先的艾玛有一些紧张 贝肯巴尔反而显得淡然 下项则在替艾玛欢呼 至于初心赖名则十分赞叹 他感觉刚刚艾玛超过贝肯巴尔 简直好像贝肯巴尔站着不动一样 终于 右弯近在眼前 艾玛率队冲了进去 田中雅二感叹 艾玛格林取得了这场 玛丽之战的胜利 他只是第三次回到领先了 传场的通讯屋这边 澳山看着比赛画面忽然告诉续芳 阿斯敦马丁传统上 喜欢制造低阻力汽车 对此续芳自然也有所了解 表示对阿斯敦马丁 这样的高性能跑车制造商 低阻力就意味着更好的速度表现 因为贝肯巴尔的保时捷有尾翼 会导致速度越高 空气阻力越大 这一点其实下向也一样 续芳说到这里 还有一些不安的问澳山 所以在第四的位置上 对下向是好的吧 澳山因此表示还可以 毕竟下向没有很多选择 对下向而言 很幸运的是前面的保时捷 阿斯敦马丁 缠斗的如此激烈 如果贝肯巴尔被放走 下向就没有机会追上了 画面再次转到六位集团这边 目前还是GTR一马当心 不过泽度的A110S 离得已经不远了 看起来只有几个车身的样子 然而泽度心里却发现 自己好像已经追不上向一顺了 向一顺正在加速远离 泽度不由吐槽 GTR的速度太他妈快了 他的VR38 简直是世上最好的引擎啊 泽度内心不美有些不甘 日厂为什么不把这台发动机 也撞到A110上呢 雷诺和日厂不是一个集团吗 这时田中阳的声音突然出现 表示现在仙头集团 已经最后一次冲入山边发卡弯 他们正要进去山边赛道 这里感觉有些奇怪 好像从第三还是第四拳之后 水流陷阱好像没提起过了呀 田中阳在直播间告诉观众 今年的MFG 充满了许多戏剧性的比赛 可海滨双道 无疑再次提升了戏剧门槛 现在领头的爱马格林 跟在他后面的贝肯鲍尔 朱星赖鸣以及下巷 到底谁能到达顶点 会有怎样壮观的回归吗 离终点现在真的不远了 这四个车手 都冲击在巅峰之战的路上 下巷这时还在仙头集团的末尾 他发现朱星赖鸣的车跑得有点奇怪 虽然这确实是非常出彩的轮胎管理技术 可很明显 你的轮胎已经消耗光了呀 朱星赖鸣这身内心十分紧张 他知道 自己在前三圈的时候 因为被爱马追赶 消耗了太多轮胎 现在自己的情况 下巷不可能没有注意的 但下巷为什么还不行动呢 朱星赖鸣因此在内心向下巷喊话 如果你想超过我的话 超呀 你想干嘛 你到底在等什么 超过我呀 朱星赖鸣看着前面 似乎心态都有些不稳了 阿斯顿马丁继续带车向前奔驰 爱马内心知道 自己现在并没有脱离险境 宝石节里面的那个家伙 绝对在密谋些什么 并且不止如此 而那沉默的艺术家 也绝对会驾驶在那红色的丰田 参与狩猎的 画面忽然转到赤鸣和香叶顺这边 香叶顺这时已经追到赤鸣身后了 赤鸣内心因此还替香叶顺叫好 自己还从没看过香叶顺 到过如此高度呢 香叶顺也是信心满满 知道自己如果能紧紧贴上赤鱼 就一定还有机会 这时七位集团也已经冲进了山边 田中央也告诉观众 目前泽度排名第七 柳田和北云旺刚好在后面 三人现在也是很紧张 毕竟离终点越来越近了 十位集团依旧还在胶着 前奥跟在石神后面已经许久 他知道石神根本不算快 他的强大只是来源于任性 也是希望前奥不是在说石神脸皮厚吧 石神内心倒不会在意前奥的评价 只是吐槽这赛城对年纪大的自己来说 实在是有些太漫长了 都有些小兔类 前奥身后 兰博基尼独自奔驰 大师在视野里看不到一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 只感觉泰南有动力去追赶上面了 对于这点 版本和他的奥迪尔巴也是同样的感受 画面忽然转到了车队末尾 八朝祥现在已经贴在了泰勒身后 他一门心思只想超过他 如果比赛结束还是最末尾 不知道北荣王到时会怎么嘲讽他呢 他想想都有些害怕了 好在八朝祥还有机会 泰勒这边已经感觉到 自己的后轮好像出了问题 控制方向已经越来越难了 八朝祥继续展开追击 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如愿呢 但即便追上了 还是会被自己老妹嘲笑吧 这时田中阳二终于再次出声 激动地告诉观众 这就是神势舞值得注意地展开了 当车队末尾还在区间一中断的时候 先头部队就要重入区间三了 静一这时也突然插嘴 表示艾玛格林虽然依旧领先 可却明显改变了驾驶方式 现在他采取的是防御性策略 想抵挡后面所有的攻击 而自他这种等级下 后面的人想寻找机会 会变得相当困难 但静一相信 他后面的贝肯鲍尔不会就此躺平的 田中阳二对此自然没有意义 表示现在先头集团就要抵达跳跃点 所有人看起来都绝对自信 就要进行至最后一次的空中大比拼 贝肯鲍尔一直跟着前面的艾玛格林 自然最先知道艾玛的变化 但却只觉得艾玛现在为了防守自己 把路线也走斩了 相当于压缩了自己的出弯空间 对此艾玛自然清楚 可他只知道自己要做的 就是在贝肯鲍尔最强的地方 把贝肯鲍尔困住 艾玛决心绝不让贝肯鲍尔找到丝毫机会 在田中阳二激昂的声音中 一行人就快要抵达跳台 贝肯鲍尔已经锁定了目标 终于就要到达跳台了 指尖保时捷上一秒还在阿斯顿马丁身后 下一秒就已经抽身到了左边 贝肯鲍尔全力加速 终于在跳跃而出的那一刻 凭借重量精子的优势 赶上了阿斯顿马丁的车头 两车就这样飞到空中 没想到转瞬间就撞在了一起 贝肯鲍尔车身微微偏右 这明显是报之前的一撞之仇啊 两车这时也就再次分开 贝肯鲍尔的车身也弹正了 田中阳二激的大叫连连 他们刚刚竟然在空中接触了呀 贝肯鲍尔和艾玛无心理会外界的杂音 艾玛还明显有些不安 而在两车落地之后 艾玛的后轮因为撞击 立刻就有策划失控迹象 艾玛牢牢把握方向不想放弃 停电精妙的技术 顺势还甩进了跳台前的弯道中 可贝肯鲍尔利用撞击明显占据先手 在弯道处已经压制了阿斯顿马丁 刹那间就率先冲了出来 田中阳二几乎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实在太非凡了呀 我们今天看到跳跃前的碰撞 甚至也看到了跳跃后的碰撞 但现在他们竟然在空中接触了 刚刚王者贝肯鲍尔冠军领袖 完全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 田中阳二感觉自己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不过这里也忽然想到 原来王者贝肯鲍尔 才是车手不需要女人的最佳代表呀 田中阳二看到这样的情景 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 好不容易才缓过劲 小时间在阿斯顿马丁落在了后面 刚刚斯图加特的刺客 王者贝肯鲍尔的撞击 绝对是蓄谋已久的呀 艾玛这边经历了刚才的旧车 内心还是十分慌乱 只想质问贝肯鲍尔 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如果换做其他人 你已经是杀人犯了呀 可贝肯鲍尔显然没有这种觉悟 只觉得谁叫你想的太多 让我不得不毁了他呢 现在先头集团离中年线 已经越来越近 夏向跟在诸心爱民后面 也在为贝肯鲍尔的精彩超车欢呼 但他也知道 自己可不能让他逃了 夏向忽然在内心 向GT86喊话 不要让我失望 冲吧 我的86 此时贝肯鲍尔和艾玛 就在前面狭窄的弯道 夏向也在这时忽然发力 刹那间一脚全右门 杀向斯普尔右侧 朱熙烈明见到这一幕真的呆住了 速度这么高 你疯了吗 你要在这里攻击 然而GT86就是如同 加了喷气发动机一样 笔直地向前冲去 朱熙烈明瞪大眼睛不敢相信 难道你的刹车坏了吗 这速度不可能转弯 你会直接撞到墙上的呀 突然光当两声 只见GT86右侧车身忽然抬高 就是夏向在极限速度下 把右侧车辆开到了 右侧路缘石上了 烈明因此真的呆住了 什么情况 这什么鬼 而下一秒 86与墙壁也来了一个亲密碰撞 可以因此让夏向 瞬间较整的方向 于是GT86就这样超过了Supro 并很快再次回到了路面 田中央二激动地无以复加 哇 刚刚夏向超过了朱熙烈明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旭腾先生 你有任何见解吗 静一其实也十分震惊 刚刚自己看得十分仔细 但还是有些难以理解 具体发生了什么 在我看到夏向那种 高速冲弯之前 都已经准备好 看他撞到路缘石 并引发巨大的事故了 然而我想象的一切都没有出现 夏向竟然是爬了上去 还利用其超过了Supro 这确实太值得一看了 田中央二想不明白 但这怎么可能呢 在第三拳的时候 我们看到过爱马和赤羽的撞击 赤羽的法拉利 不光因此撞到路缘石 还引发了悬架损坏问题 静一表示 田中央二说的没错 确实是如此 所以这很可能是夏向非常的幸运 当然 也可能是夏向的某种技巧 不过现在还很难判断 眼下两辆风天已经交换了位置 朱熙烈明跟在夏向后面 终于从之前的震惊中回过未来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前面 知道这就是自己一直期待看到的东西 从最开始的时候 自己的首要目标 就是观察和学习下向 赤羽因此在内心怒吼着 朵朵给我展示一下吧 如果86能做到 我的车也一定能做到 朱熙烈明继续跟队重逢 转眼间到了居民区 GT86并没有拉开以斯普尔的差距 这时 前面的贝肯巴尔和爱马 已经攻入了弯道 朱熙烈明目光灼灼 看着GT86的转弯 发现下向现在是利用核载移动 并搭配最小的方向盘位置 转变来过弯的 并且过程中机会也不减速 赤羽因再次看见前面的马路牙 他下定决心 决定自己也必须要试一试 不是现在的话 却再没有机会了 赤羽因于是完全按照 下向的节奏冲击弯道 只感觉G进入速度实在太快了 感觉好像在走钢丝呀 朱熙烈明因此心情 非常不安和紧张 他觉得自己的胆量和理智 都在告诉自己 再这样下去 前面除了眼泪一无所有 必须保护好自己 朱熙烈明 然而朱熙烈明心底 却有一个声音在呐喊 不要让自己的心阻碍了呢 你有这个能力 一定能行的 朱熙烈明紧张而坚硬地 看着前方 显然是绝不会认输的 转眼 下向带着朱熙烈明 又到了一个弯道 下向靠着外侧 车身一甩 再次爬上了路原石 朱熙烈明紧紧地跟在后面 注视到这一幕后 突然就在内心一喊 我们上 就现在 结果下一秒 斯普尔的加速甩动 就直接被路原石弹了回来 车身立即开始剧烈地摇晃 朱熙烈明人都要呆住了 为什么没起作用呢 直播间中 田中阳二大叫起来 朱熙烈明策划了呀 转场到MFG总部 几乎所有人都没法保持平静 田中阳二也在沉默了两秒后 才告诉观众 先头部队的四人混战 遗憾得少了一名成员 朱熙烈明现在想必十分绝望 难道刚是天赋用尽了吗 这时只见斯普尔车身 终于在路面停下 完全是调转了180度 田中阳二相信 朱熙烈明绝对很后悔刚才的举动 不过他很不明白 朱熙烈明在和下象战斗期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鬼呢 京一也忍不住插话 表示刚才的情景 真的是太有冲击性了 但通过这次的观察 自己终于有些明白了 上次下象做了什么 首先是超速向弯道冲去 并进行极限四轮飘移 在这种情况下 线路会变宽 且会与路原石交错 下象就是在车后轮 即将撞上路原石之前 加大油门 提升撞击角度 通过增大这个车轴 与路原石之间的错位 让轮胎能高速滑上路原石 而不是被其弹开 之后再利用后轮 与路原石之间的阻力 校正方向 京一最终告诉田中阳二 下象这种玩弄 在和转移的手法 在比赛中无所畏惧的表现 都让自己不得不想起一个人 那就是他的老师 童原拓海呀 京一觉得自己光看着 那种被压制的感觉就回来了 京一因此都觉得 要流出眼泪了 自己怎么就没有这么一刻呢 再次回到通讯屋中 看着比赛 听着京一的解说 续方突然问奥山 你知道藤原拓海的 对吧 这家伙有多棒呢 奥山看着眼前画面 不由陷入回忆 表示拓海的伟大之处 完全难以用言语形容 如果用自己的赛车生涯做比喻 那就是萤火之光 哪敢与日月争辉啊 然而奥山吹捧拓海到这里 却突然表示 可现在的片头下象 甚至已经超过了藤原拓海 在MFG 这里几乎没有人能赶得上 下象对赛道的适应性 画面再次转到仙头部队这边 田中阳二突然告诉观众 这红色子弹毫无疑问 已经发起对前方的挑战 片头下象 正在给爱马格林的 阿斯顿马定施压 此时赛道后方的居民区 泽杜正驾驶着A110S 独自在赛道上及时 泽杜现在双目无神 只感觉自己太累了 几乎脑袋都要爆炸了 甚至感觉自己轮胎都正在远离 不过即便如此 即便泽杜看不到前面的情况 他也知道 仙头集团必定已经开始拼杀 而不容置疑的是 冠军必定是在下象和贝肯巴尔之间 因此双方肯定会发生异常激烈的争夺 泽杜看着前面的弯道 是真的想追上去至少看一眼 如果换一种不矫情的说法 那就是 我也想参与进去 我也想为了冠军而战呢 泽杜想到这里再次向前冲去 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先追过赖鸣呢 仙头部队这边 田中阳二发现 下象已经占据了弯道的外侧了 他正在对阿斯顿马丁发起攻击 艾玛因此相当紧张 不过下象却一脸的毅然决然 GT86这时已经与阿斯顿马丁并排 几乎是全油门冲向了弯道 这又是要顾忌重施了呀 艾玛会遭遇和赖鸣一样的结果吗 这时 下象已经超过了右侧路源线 速度快的似乎就要出事了 可下一秒 GT86的尾巴就甩到了路源石上 艾玛看着这一幕 完全不知道说什么 亲爱的 你到底是干了什么呀 现在GT86右边已经彻底爬上路源石 整辆车子都是驾在人行道上狂奔 田中央二激动的心情无法抑制 他现在再一次爬到人行道上了 又是一次惊人的超越 这次的受害者是阿斯顿马丁 田中央二完全是觉得自己起了鸡皮疙瘩 当下象发现艾玛在自己的射程 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动手 下象是为了最后一搏不惜一切了 所以当心呢 贝肯鲍尔 那毫无畏惧红色烈焰 片头下象 你就冲上来了 此时阿斯顿马丁中 艾玛依旧陷入强烈的震撼中 果然总是会这样 你总是在我们之中如此不同 然而这一次 你甚至比以前更加强大了 因此也让我更加爱你了呀 所以亲爱的 为了我冲上去解决那个肮脏的德国混蛋吧 你一定能赢的 想象这事已经跟在了贝肯鲍尔后面 贝肯鲍尔看着后视镜惊骇不已 竟是片头下象 这是开玩笑吧 该死的 我是做噩梦热了狗了吗 怎么我的扣满计体四零破86都甩不开了 贝肯鲍尔越是往前越是汗入雨下 这还是他自从来到日本 第一次感觉受到威胁 这威胁还是来自计体86 田中央二把画面再次拉回赛道上空 他告诉观众 现在先头的三人组已经正在向山下冲刺 全部都是全力以赴了 偷去屋中 傲山眼睛已经凳直了 续芳更是紧张的浑身发抖 想说脏话 他真的难以置信 我的86真的持续追击宝石节 我从来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 这好可怕 好恐怖啊 续芳在内心祈祷 佛菩萨 一定保佑下象成功吧 而GT86中 练送给下象的平安符 正在挡霸上摇来摇去 似乎真的是在给GT86注入能量 下象盯着前方 看着转速表慢慢升高 立即果断挂挡 GT86因此也咆哮着 冲向了宝石节左侧 田中央二已经情难自禁了 又来了 现在下象正在为投民冲刺 此时画面中上一秒 下象还和宝石节差一个多车头 下一秒 却几乎只差半个了 前面就是一个右弯 下象完全没有放慢速度 他再次施展之间的绝技 极限甩尾爬上了路原石 只不过左后轮似乎还有些打滑了 眼下GT86就这样架在人行道上 迅速追赶着宝石节 此时画外影响起 其实在这个弯道中 他们两个都犯了一些错误 对于贝肯鲍尔来说 他太早在到达弯道顶点前转向 导致线路有些轻微偏离 而下象则是进入弯道时 速度太快了 导致他的后轮在人行道上 没有足够的牵引力 不过即便如此 在画面中 GT86似乎也已经赶上了宝石节 转眼下象和贝肯鲍尔都已经出了弯道 田中央二激动地告诉观众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已经并驾齐驱了 现在终点就在前面的弯道 GT86好像领先了一个头发丝啊 不过宝石节在直线上又追上来了 等等 格子奇已经出现了 这是终点前最后的直线冲刺 此时画面中 GT86和宝石节并排重过终点的斑马线 田中央二真的激动不已 表示完全无法判断 到底是谁最先冲冲 纪石板上到底会显示什么呢 是 是贝肯鲍尔 是他的12号宝石节718 片头下降最终因为0.002秒 遗憾地错失了胜利 田中央二心情依旧难以平复 机器和数据不会说谎 在世界所有的赛车比赛历史上 有过如此相近的冲冲吗 秦一这时也突然插话 他自然也很是激动 表示这不一定是真的 也许自己也不该说这些话 因为后面很可能会引起争议 其实在其他的汽车比赛中 时间是由安装在终点线上的接收器 读取硬打器来测量的 可MFG则不同 因为硬打器安装在无人机 而不是汽车上 所以在汽车和无人机先后跃现时 会有一定的误差 比如当时在终点前 领先的GT86 慢慢被胜利的12号车追赶 那时双方的无人机可能没有差距 因此计时器上的数字 并不能总能准确反映终点线的情况 这里也因此好奇了 那为什么MFG不能像其他比赛一样 把接收器装在车上呢 田中央二听了精英的解释 表示这也是第一次有人暴露出 MFG高度依赖高性能无人机的弱点 这很可能是竞速委员会的疏忽 不过规则就是规则呀 田中央二随即继续将注意力转回赛场 在爱马格林冲线取得G军之后 朱星赖美也终于冲线取得第四 在终点前 香叶顺和赤宇正在争夺第五 香叶顺还站坠着内线 此时赤宇那些十分心三 他感觉到自己的前轮和后轮都消耗光了 反而香叶顺目光灼灼 根本没有轮胎问题 看来有了魔鬼教练在通讯屋的协助 他早已不是无下阿蒙了 田中央二再次激动起来 是神风惑惑香叶顺率先冲过了终点 赤宇的法拉利 遗憾屈居第六 在看完五位之争后 田中央二继续介绍情况 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冲过了终点 七位是泽渡 柳田和北云旺分裂第八和第九 而这时在一处九十度右弯 八超翔终于抓住机会 在弯心强硬地抄到了泰勒前面 后轮因此还与路面磨出剧烈的声音 不过在八超翔看来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随着田中央二播报出第十四八超翔 第十五泰勒 MFG滨海双道赛终于结束 真的是一场跌宕起伏 精彩一场的比赛了 转场到临时围场中 工作人员找到下校 正式结果已经出来了 他攻起下校取得了第二名 并问下校有心意的天使吗 下校瞬间有些尴尬 表示并没有 可话音刚落 就又表示其实是有 还是请七号天使吧 下校低着头是相当害羞 另一边 眼镜小哥也找到爱马 原来爱马取得第三 要道理也应该有天使线稳的 眼镜小哥也是十分尴尬 毕竟天使都是女的 而爱马这时直接告诉眼镜小哥 自己作为一个侄女 被另一个女人亲 可不会感到开心 因此我想找个男性替代 爱马于是立即说出了下校的名字 这可把眼镜小哥惊住了 哈 等等 他是车手 还是讲台车的第二名 所以不行的呀 爱马于是一脸的遗憾 表示这太令人挫败了 如果不行的话 那我选一个可爱的女孩吧 那七号天使好了 眼镜小哥嘴巴听后都变成了O型 连忙说不好意思 头两边有优先权呢 爱马因此立即吐槽了 你这官僚主义的废话是怎么回事 我要和你的经理谈谈 所以这里也好奇了 爱马最后会选谁呢 另外 MFG以后会不会要找男天使了呀 我是黑白 下期见